在你的计划下,猎魔一族的数量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 无数信仰之力化作精英的光点,不断滋润着你的肉身,也不断壮大你的神力。 第1410年,某天你心有所感,庞大的信仰之力让你毫无意外地迈入了真神之境。 你开始仔细体悟,信仰成神的不同之处。 你能够感知到,信仰之力不同于寻常的力量,其更像是一种能够实现一切愿望的伟力、愿力。 你的神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不断容纳那些信仰之力,并一点一点被填满。 你的神格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能力,构建一张所有信徒链接的庞大信仰网络。 在这张信仰网络上,你能够轻易感知到所有信仰你的信徒的状态、实力、甚至是他们的情绪。 同时,你也可以花费一定信仰之力,为这些信徒实现梦想,加强其信仰之力的贡献。 你仔细体会这信仰之力,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着微微皱眉。 信仰之力,凝聚神格成就真神。 这,或许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值得我去探索一番。 念及此处,苏醒心中一动,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持续时间一年。 叮。 苏醒意识沉浸入模拟世界。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已经成为了一尊猎魔神明。 微微闭眼,一张无形的信仰网络出现在苏醒眼前,如同世间最精密的蜘蛛网。 而苏醒就是这张大网的主人,能够感知到这张信仰网络上的一举一动。 初次接触信仰之力,苏醒心中稍微好奇。 尝试着将神面沉入其中。 随即选了一个闪耀的光点,苏醒眼前视线一阵变化,带入了信徒视角。 下一瞬,苏醒出现在了一处战场之上。 一小段信息涌入苏醒体内。 苏醒知晓了自己这位信徒的身份。 一只黄金级的猎魔,也是战场上最为普通的炮灰。 这只军团的猎魔指挥官,一尊天王级猎魔惨死,以至于所有猎魔都不敢继续作战,当了逃兵。 这在战场上,是很正常的事情。 猎魔,胆小而又弱小,没有什么智慧,但却天生被强大的猎魔所驱使,这是一种本能的服从。 而强大的猎魔,智慧稍高。 也正因如此,每一个军团中都有猎魔指挥官,指挥麾下的猎魔当炮灰赴死。 可一旦那军团中的高级猎魔生死,其他低阶猎魔都会十分恐惧,四处窜逃,连炮灰都不如了。 眼下这只猎魔,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苏醒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头猎魔信徒的情绪恐慌,害怕,以及一丝希望。 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伟大的猎魔之神身上,希望有奇迹发生,能够拯救他。 因为这头猎魔,即将被荡成逃兵处死。 祈求猎魔之神降下神迹,依旧是他为数不多的恼人中,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 苏醒不在意区区一只黄金猎魔的死亡。 像这样的信徒,苏醒族有成百上千亿。 但初次接触信仰之力,苏醒尝试着运用。 苏醒体内仿佛生长了一棵参天大树,树上挂着无数金色的大小不一的果实。 这是苏醒的信仰之术,亦是苏醒收集信仰的工具。 这棵树上的果实或许有上万棵,也或许更多。 苏醒心中一动,尝试着取出了一枚拳头大小的金色果实,注入那信徒的体内。 刹那间,那信徒的实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金级,大师级,宗师级,天王级,最终,五黄级。 短短片刻时间,苏醒就让这信徒的实力直接跨越了五个大境界。 从一只小小的黄金级猎魔炮灰,变成了一只五黄级的猎魔。 须知,五黄级猎魔已经是极为稀有,能够成为指挥官的存在了。 果不其然,在战场上原本正在被追杀的猎魔忽然停了下来,眼中带着一丝迷茫之色。 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自己忽然不一样了? 这是这头猎魔信徒此刻的想法。 而他身后,那些追杀的异族也停了下来,瞪大了眼睛看着猎魔信徒身上的变化。 这些异族能够感觉到,猎魔信徒从一只小小的黄金级猎魔,直接变为了五黄级。 这等层次的猎魔,已经有成为指挥官的资格。 毫无疑问的,这猎魔信徒保住了一命,并获得了从此青云直上的机会。 另一边,苏醒感受着信仰之力的变化。 刚才那一枚拳头大小的信仰之力消耗,让苏醒大约失去了万分之一的信仰之力。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信仰之力的作用,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 以自身伪力,结合信仰,为自己的信徒实现愿望。 或许,这在苏醒的认知中,才是真正的神奇。 而其他异族神明,或许只能够被称为稍微强大的个体罢了。 花费了一点信仰之力后,苏醒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心中一动,从信仰之树上再次摘下了数十个拳头大小的光团,注入那猎魔信徒的体内。 五皇级,传奇级,大地级,圣者级。 短短片刻时间,苏醒就将这只猎魔信徒,直接从五皇级提升到了圣者级。 这等伟力,堪称惊人。 哪怕是异族神底,也无法轻易赐予其他异族力量。 这,或许就是信仰系神明的不同之处。 而无数距离之外,那只猎魔异族也感知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 实力地再次暴涨,让他感觉到了自己似乎遇到了什么大的机缘,但一时半会,其也没有头绪。 作为一名信徒,他曾经无数次祈祷过猎魔之神降临神迹,为其救苦救难。 但没有一次顺利显胜。 以至于苏醒真的降下神迹之后,这猎魔都不知道来源。 苏醒也发现了,这猎魔信徒似乎过于笨了。 于是,苏醒主动用神识联系上了他。 下一瞬,这头新晋的圣者及猎魔顿时浑身激动地颤抖。 随后匍匐在地,不停地对着某个方向磕头。 身旁的其他异族们,看到这一幕都有些愣住了,不知原因。 随着这猎魔信徒不断磕头,苏醒能够感觉到其身上的信仰之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枚拇指大小的信仰光团逐渐收集,重新生长到了信仰之树上。 咦,区区一个信徒就提供了如此多的信仰之力。 苏醒有些疑惑。 一枚拇指大小的信仰之力自然不多。 毕竟苏醒目前的信仰总数,足足有上万个拳头大小的果实挂在那神树上。 更何况,苏醒刚才的花费就有足足数十个拳头大小的信仰果实。 回报才这么一点,自然是大亏的。 但,苏醒手中的信仰之力来源可是上千亿猎魔。 平均千万只甚至更多猎魔才能够贡献那么小小的一枚拳头大小的信仰之力。 而这猎魔仅仅是一只就贡献了拇指大小的一团信仰之力,抵得上数十万猎魔的贡献了。 所以,不同的猎魔贡献信仰之力的多寡也会不同。 苏醒思考了一下,很快脑海中传来血脉本源的真减。 一团团信息涌入苏醒脑海中,苏醒知晓了这一切的原因。 原来,信仰或者说信徒也是分等级的。 初级信徒、中级信徒、高级信徒以及最高的神明使徒。 不同的信徒因为信仰层次的不同贡献出的信仰之力数量相差甚至数百万、数千万倍。 哪怕那些猎魔信仰苏醒也仅仅是最初级的信徒,或者说犯信徒。 这种信徒贡献出的信仰之力极为稀少,数千万只也就贡献出那么一团。 而中级,高级信徒贡献出来的就很客观了。 眼下,这只被苏醒显胜的猎魔显然就是高级信徒。 这种信徒的一切都是能够为苏醒奉献的。 除此之外,信徒的实力也是影响信仰之力多寡的重要因素。 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也可让苏醒短时间内收获大量信仰之力。 所以,想要让我的神力更多,不仅仅要培养大量的高级信徒,还需要定期举办祭祀活动。 苏醒若有所思。 还有,这高级信徒实力达到圣者级之后,似乎能够转化为使徒了。 苏醒心中一动,尝试着将那名圣者级的猎魔转化为使徒。 刹那间,苏醒的信仰神术之上,上千个信仰果实消散,注入了那猎魔信徒身体内。 很快,那猎魔信徒的状态再次变化。 从一名普通的高级信徒成为了苏醒的使徒。 神明使徒能够直接和神明沟通,亦可借助神明本尊的部分力量,其实力远超寻常的圣者。 甚至,借助苏醒的力量后,这使徒拥有和弱小神力神明掰一掰手腕的实力。 原来如此,使徒就是这么来的吗? 苏醒忽然间想到了,红月的使徒名为杀戮使徒。 那个苏醒曾经在杀戮战场上遇到的怪物,似乎就是以圣者级的力量能够借用红月的部分伪力。 而现在,苏醒也能够培养属于自己的猎魔使徒了。 苏醒心中很快想到了猎魔使徒的多种好处。 这猎魔使徒就是苏醒在世间行走的化身,能够帮助苏醒不断推广,培养出更多的信徒。 就好像苏醒这个猎魔之神是个明星,而普通的信徒就像是粉丝。 而这使徒就是维护苏醒和粉丝关系的高级粉丝。 可以说,只要有足够的使徒,苏醒哪怕什么都不做。 那些使徒也会为苏醒不断培育新的信徒,一本万利的买卖。 除此之外,使徒也是最忠诚的信徒,能够为苏醒带来极多的信仰之力。 想到这,苏醒只觉得刚才花完的上千个信仰之力光团也没那么心疼了。 则则,信仰成神还真是个与众不同的神系。 苏醒扎了扎嘴,之前,他走的都是个人伟丽的路子。 而眼下,信仰神系更像是神明和信徒是一体的。 信徒越多,神明越强。 这潜力,无疑是极为恐怖的。 若是万一猎魔都成为了高级信徒,那该诞生多么恐怖的信仰之力。 苏醒想到这,心中更加激动了一些。 除此之外,这信仰之力,能否提升我本尊的实力呢? 苏醒尝试着,使用这信仰之力修行。 信仰神术上,近万个拳头大小的信仰果实,散发出诱人的光泽,并开始闪烁。 随后信仰果实迅速削减,融为了苏醒实力的一部分。 一万,八千,五千,三千,两千。 短短片刻,苏醒的信仰之力就损耗了绝大部分。 而与此同时,苏醒的实力从真神前期直接晋升为了真神中期。 紧紧呼吸之间,苏醒的实力就直接翻倍。 这种恐怖的提升让苏醒倒吸一口气。 嘶,信仰之神,实力提升居然如此简单。 那我若是有足够的信仰之力,岂不是能够成为堪比大罗金仙的存在。 苏醒很快意识到了信仰之力的好处。 而想要长久的大范围的收割信仰之力,需要更多的范信徒以及更多的使徒。 让使徒不断培育出新的高级信徒。 原本,苏醒出入真神能够最多培育三个使徒而现在,成为真神中期后,苏醒的神力更强,已经能够培育出五个使徒了。 就在苏醒感到愉悦,准备计划下一步时,忽然苏醒感知到了一场小规模的祭祀。 咦?似乎是刚刚转化的那只使徒猎魔在举行祭祀。 苏醒心中一动,很快看到了画面。一处战场之上,尸横遍野。 原本是逃兵的猎魔在这尊圣者及猎魔使徒的呼吁下,很快汇聚起来。 数十万猎魔汇聚在一起,并搭建起了一个类似于祭坛的平台。 平台上,无数血肉,有一族的,也有软族的。 伴随着祭祀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信仰涌入苏醒体内。 短短片刻时间,苏醒的信仰之术上就重新凝聚了上百个拳头大小的信仰光团。 但苏醒却微微皱眉,并很快下达了指令,传入了猎魔使徒的心灵中。 无只要一族血肉精华,不要人族的。 苏醒的神域,很快下达到猎魔使徒心中。 以猎魔使徒的智慧,或许不知为何,猎魔之神大人只需要一族的血肉精华。 但这并不妨碍他,执行神域。 这位圣者级别的猎魔使徒,很快开始招揽大量的信徒,并开始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很快,沉浸式模拟结束,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揉了揉眉心,苏醒认真思考了一番,这一年来沉浸式模拟的收获。 信仰之道,一条不同于以往修行的道路。 以猎魔之神的身份来看,潜力绝对算得上巨大。 苏醒眼中闪过异样的光芒,这猎魔马甲身份还真是给了苏醒一个大惊喜。 还有,终于要前往一族的祖地了吗? 苏醒目光闪烁。 在沉浸式模拟的最后一段时间,苏醒收到了一道异式的传音,大致内容是,让苏醒这个猎魔之神去一趟祖地,接受祖地的洗礼。 而苏醒也将是猎魔一族,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祖地的神明。 异族祖地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苏醒眼中好奇,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411年,晋升猎魔族真神之后,你拥有了一次进入祖地的机会。 进入祖地,乃是所有异族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相传,祖地乃是所有异族的起源之地,那里孕育着尊贵的异族之母。 亦是,所有异族力量的来源。 只要是进入祖地之中的异族,无不能够获得巨大好处。 在此情况下,你在进入祖地之前,想寻找祖地之中更详细的情报,最好是曾经去过祖地的异族亲眼所见。 然而,能够进入祖地的异族数量实在太少,整个第二大军团只有身为一级神底的军团长,晋升一级神底之后,去过一次。 但据其所言,每个异族在祖地中所见所得皆不相同,这让你更加疑惑。 终于,三年后,你获得了一次进入祖地的机会。 在军团长的带领下,你踏入了一处奇妙的传送空间。 迈入这处空间之后,你入眼所见,皆是一片漆黑。 在这处空间中,时间与空间似乎都停止了下来。 你顺着本能,朝着某一个方向走去。 不知过了多久,你的眼前出现了一道若有若无的亮光。 在这道微弱光芒的指引之下,你逐渐向前。 终于,你来到了一片奇异的空间。 枯萎的参天巨树,血红色的天空,漠黑的大地, 以及一团巨大的,不停蠕动的粉色血肉。 除了那团蠕动的血肉,即将枯死的巨树之外, 你没有感应到任何生命的存在。 就在你疑惑之时,心底忽然传来一道指引的声音。 这道指引之声,似乎来源于那不断蠕动的粉色血肉。 你逐渐靠近那团血肉之后,方才看清了这团血肉之大。 宛若一座巨大的山岳,高腕杖,散发着邪义气息。 你伸出双手,缓慢靠近那团血肉。 很快,你的整个身躯被吸入,镶嵌进了那团血肉之中。 你的意识逐渐沉睡。 不知过了多久,当你再次醒来之时,已经不在血肉的体内。 而是重新回到了那处奇异的空间。 一道黑色的通道打开,你心有所感。 只要进入这处通道,就能离开这处空间。 而那团血肉,或许就是一族所谓的,母神。 一切一族个体的起源地。 临走之前,你最后看了一眼这处空间,那枯萎的巨树,似乎坚持不了多久。 但还传来丝丝生命气息。 那团血肉似乎是寄生在了巨树之上,不断壮大。 你离开这处通道,重新回归了天机域。 此刻,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巨大变化。 你觉醒了猎魔一族的本命天赋,亦是猎魔一族的首个天赋。 这天赋,乃是让你能够更大限度地感应到猎魔信徒的存在, 并让信仰之力的威力直接翻倍。 最关键的是,你的个体之力将会影响整个猎魔一族的实力。 而猎魔一族的整体数量又会强化你的神力。 你将这一天赋,成为巨核。 据所有猎魔之力,成全己身。 或许,猎魔一族并非弱小,只是缺乏着本命天赋的存在。 而如今你拥有的这天赋,和你所走的信仰之道,已是绝配。 当你回归到现实世界之后,你隐约间察觉到了自己信徒的变化。 所有的猎魔信徒,他们的肉身变得更加强悍,双爪变得更加锐利,身手变得更加敏捷。 猎魔一族的个体力量,终于不在世,所有一族之中最弱小的那个。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虽然从模拟中获得的信息有些抽象,但苏醒还是大致从中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据合,猎魔马甲领悟的本命天赋吗? 大致是,我身为猎魔之神,个人的神力增长,将会反馈到整个猎魔一族之中。 虽然依旧是炮灰,但相比之前,猎魔个体的实力起码提升数倍。 而猎魔一族的数量则会全方面加强我的实力。 苏醒眼睛微亮。 这一天赋,巫医和信仰之神道乃是绝配。 只要猎魔一族不断壮大,苏醒这猎魔马甲的实力也将成长到恐怖的境地。 除此之外,苏醒最关注的是所谓的一族祖地。 根据苏醒所看到的文字描述,那处祖地之中没有什么生命。 只有那颗参天巨树以及那团血肉值得注意。 那团血肉便是异族力量的来源。 若真是如此,未免有些离谱了。 苏醒微微皱眉,认为不会这么简单。 或许那团巨大血肉和异族有关联,能够赋予异族力量。 但以如今异族的整体实力来看,那祖地更像是一种象征。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所谓祖地赐福是真的。 异族的确能够前往祖地之中,并获得一些全新的力量。 就如同苏醒的猎魔马甲。 那处祖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还不得而知。 苏醒微微摇头,决定将精力还是放在猎魔马甲的实力提升之上。 目前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好。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接下来你开始不断收集信仰之力,实力不断提升。 第1450年,你召唤出了第二个猎魔使徒。 第1500年,你动用信仰之力将自己的第三个猎魔使徒召唤出来。 此刻,你拥有三个猎魔使徒,每年都定期举办祭祀。 大批的猎魔信徒不断为你提供信仰之力。 你拥有的信徒数量不断增长。 信仰之力的增长速度也是之前的十倍有余。 第1600年,你将绝大部分的信仰之力耗尽,以提升自己的修为。 你从真神中期一举突破至真神巅峰。 第1630年,你跟随第二军团外出执行任务。 厄运最终还是眷顾了你。 你死在了一尊太义精心手中。 丁,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苏醒长出一口气。 信仰之力,还真是强大。 短短几百年时间,直接从出入真神境界提升至真神巅峰。 苏醒对猎魔马甲的提升还是很满意的。 也不枉费他花了这么多精力,提升这马甲的实力。 等境界再往上涨一涨,猎魔马甲应该就能够在现实中出现了。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此次模拟,顺利凝聚了人花。 距离彻底凝聚顶上三花,已经极为接近了。 苏醒迫不及待地看向本次模拟的奖励。 太阴神铁。 金色天赋,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半步经仙境。 凝聚胸中武器,顶上三花之人,花以顺利凝聚,炼金化气,一窥金仙之道。 售价四百万能量本源。 灵狱修行成果。 七千百里灵狱开始逐渐由灵狱向灵界级别转化。 灵狱对现实的影响更强,售价二十万能量本源。 通神花。 先天至宝,乃是可以帮助修士炼气化神,凝聚顶上三花的珍贵至宝,售价一百五十万能量本源。 看到此次模拟的奖励之后,苏醒也没有犹豫。 他现在最需要的,自然是带出半部金仙的修为,以及通神花,为下一次模拟做准备。 但问题是,太贵了。 仅仅凝聚人花,再加上从玄仙九重置玄仙大圆满,这一半部金仙境的修为就需要苏醒整整四百万能量本源。 若是再算上通神花,足足需要五百五十万能量本源。 而苏醒手中,能量本源的数量,满打满算是二百八十四万一千二百一十三点,接近三百万能量本源的缺口。 如今,我手中还剩下一次模拟机会,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二十天内必须将奖励带出,否则就浪费一次模拟机会了。 苏醒难难道。 眼下,星辰界中苏醒还有一波收益并未取出一个月之后,三十万没星辰时的确购补上这三百万能量的缺口。 但这一个月内,苏醒也不会什么都不做。 一个月的时间继续留在星辰界收益不大了。 看来的前往周围的世界,转转外快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星辰界附近是否有螺天传承坐标。 以我现在的顿速,路程半个月内的都能顺利往返。 苏醒想了想,这半径之内还真有那么两处螺天传承。 一处名为碧落界,来中千世界,距离星辰界的距离大约在五个虚空节点,大约是蓝星到小青云界距离的四倍。 还有一处明曰圆梦界是一处小千世界,距离约为六个虚空节点。 以苏醒如今的速度,一个月时间勉强能够探索完两处世界并顺利返回。 念及此处,苏醒不再犹豫,撕开一道虚空通道,驾驭星辰日跃缩,迅速朝着圆梦界的方向驶去。 二十天后,碧落剑。 一棵古树之下的秘境中,苏醒顺利取走了埋藏在此界的螺天传承。 心中一动,苏醒尝试将部分用不上的传承转化为能量本源。 丁,检测到大量蕴含能量本源物质,价值227334点能量本源,是否吸收? 是。苏醒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吸收。 算上十天前探索圆梦界的能量本源,两处螺天传承,共给苏醒提供了约400万能量本源。 如今,苏醒的能量本源数量达到了680万点。 总算,足够提取之前模拟的奖励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默念道。 我选择带出半部金鲜修为,以及通神花。 丁,您成功带出半部金鲜修为,花费400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280万1344点。 您成功带出通神花,花费150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130万1344点。 接连两道提示阴落下,苏醒的能量本源数量锐减。 不过,苏醒的修为也在这一刻开始增长。 灵天洞天中,苏醒五星朝天,仔细体悟着体内的变化。 只见,原本空荡的玄关翘穴之中,涌入丝丝光点。 那光点不断汇聚,与此同时苏醒也察觉到了自己神魂的变化。 炼金化气。 整个过程平淡如水,仅仅十几个呼吸之后,苏醒就感知到了自己的精气大为不同。 呼,顶上三花,人花终于顺利凝聚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目光又看向不远处的一块土壤之上。 巴掌大小的通神花在五星土上绽放。 苏醒靠近之后,微微点头。 通神花也到手了,接下来就该凝聚地花。 此刻,苏醒手中的能量本源还剩下130万第四次模拟,也即将刷新。 为了保证自己模拟次数不会浪费。 苏醒没有犹豫,准备开启新一轮模拟。 开始模拟。 第147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130万1344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模拟开始。 抽取金色传说天赋,花费一点能量本源,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获得红色传说天赋先天道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先天道体。 红色传说及天赋,世间罕见的先天道体,对于大道感悟,拥有超出常人理解的恐怖悟性, 亦是连大罗金仙都梦寐以求的传说及体质。 先天道体。 看到新抽出来的天赋后,苏醒瞪大了眼睛。 这是苏醒抽到的第二个红色级别天赋,亦是他拥有的第三个神话级天赋。 红色级别天赋的效果,远不是金色传说级可以比拟的。 原本,我的后天道体,就已经让我感悟大道速度数倍于同境界修饰。 那先天道体,感悟大道的速度,岂不是同级别修饰的十倍以上了? 想到这,苏醒心脏扑通直跳。 目前,苏醒能量本源即将告庆,但模拟次数却依旧没用完。 修为暂时是不够带出的,但是大道感悟的进度可不能落下。 毕竟每一种大道,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堆砌。 苏醒每次沉浸式模拟七十年,积少成多,终究能够走到大道的尽头。 有了先天道体,那此次模拟的目标需要变换一下了。 苏醒心中一动,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丁,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致弱于天赋。 没错,此次苏醒并没有选择加持大气晚成,若是单纯地提升大道感悟而言。 大气晚成天赋虽然不错,但显然是没有大致弱于的加成高的。 以下是大致弱于天赋强化之前的效果。 大致弱于。 紫色天赋,你平时表现得或许很憨,甚至显得有些愚蠢。 但在关键时刻,你能够将之前积累的智慧取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悟性。 该天赋为主动天赋,可自由切换弱于、大致、平庸三种模式。 但随着苏醒眼前模拟文字的变化,大致弱于天赋的介绍也迅速变化。 大致弱于,强化。 金色天赋,拥有愚者,凡俗,超脱三种状态,三日愚者状态可兑换一日超脱状态。 超脱状态下,悟性享受十倍提升,整整十倍的提升。 苏醒眼睛微亮,看到强化后的大致弱于,苏醒就知道自己这一次赌对了原本的大致弱于十日愚笨状态兑换一日悟性超凡,而且只有三倍悟性加持。 而眼下,不但变为了三比一兑换,而且悟性加持也增加到了整整十倍。 须知,金色级别的大气宛成天赋,也不过是五倍总体修为加持,悟性的加持也只是五倍。 而大致弱于的强化选项,显然更适合苏醒在参悟大道的前提下。 先天道体,大致弱于的双重加持下,也不知我如今的悟性会夸张到什么地步。 苏醒心中期待,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灵天洞天中,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你花了十日时间返回了星辰界。 将星辰界的三十余万星辰时尽数取走之后,你返回了蓝星。 你将蓝星人族迁移到了小青云界。 你前往天机阁出售了情报。 之后,你前往了青云宗和青云子进行了交易。 你获得了两杯悟道茶。 你向青云子提出多要一些悟道茶。 青云子拒绝了你。 你不死心,继续向青云子提出交易。 你提出用灵脉之龙交换青云子手中的悟道茶。 青云子同意了。 你额外多获得了三片悟道茶叶。 你提出向青云子兑换喝过的悟道茶叶。 你用先天扶桑树枝加上一些其他宝物,换到了青云子手中仅剩的八片悟道茶叶。 虽然此次交易你亏大了,但你还是心满意足地离开。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条了条眉。 居然,还能够多换取三片悟道茶。 苏醒深吸一口气,或许是因为苏醒实力的提升, 接近金线的修为拥有了相对和青云子平等的对话资格。 又或许是因为苏醒拿出的宝物的确动人心魄。 总之,额外获得的三片悟道茶叶是苏醒没想到的。 如此看来,算上之前的九片, 我手中悟道茶的数量达到了整整十二片。 再加上八片用过的悟道茶叶, 到时候还能额外炼制二十枚闻道单。 想到这,苏醒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他有种预感,此次通过感悟大道, 苏醒的整体实力将有巨大突破。 此次模拟,抛下一切,专心参悟大道。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再次看向模拟面板。 接下来,你前往青云玉各地,寻找罗天传承。 第四十年,你寻找到了足够的罗天传承, 并决定前往天机玉。 第六十年,你顺利抵达了天机玉。 接下来,你前往九重天玉。 你抵达了天机玉的第五重天。 你在第五重天之中找到了一处秘境。 你激活了大智,若于天赋。 接下来三百年,你处在愚者状态下。 凡俗状态,此刻你已经积攒了整整一百年的超脱悟性状态。 你不再犹豫,正式准备参悟大道。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深吸一口气,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您成功使用沉浸式模拟,花费三万六千五百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一百二十六万四千八百四十四点。 提示音落下,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第五重天,某处隐蔽的秘境之中。 苏醒布下了重重静止,确保自己的闭关不会有任何人打扰。 随后,苏醒取出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资源。 数百种大道感悟的道运至宝。 从五行大道,空间大道,再到苏醒所有设计的大道,应有尽有。 足足九片悟道茶叶,一杯冲泡好的悟道茶。 一枚启灵丹,一次必然性顿悟机会。 这些,就是苏醒为此次感悟大道,做的全部准备。 没有丝毫犹豫,苏醒直接饮下一口悟道茶, 开启大致若鱼状态,参悟起了空间大道。 只见苏醒盘息而坐,身前,漂浮了数样空间道运之宝。 随着苏醒不断参悟,对于空间大道的感悟不断加深, 玄妙的波动,几乎让这处秘境都变得天地色变。 一连饮下九口悟道茶,算上悟道茶效果的衰减, 十八年时间转眼过去。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对于空间大道的感悟进度, 从第四境小城,直接提升至第四境大城。 呼,短短十八年,空间大道第四境迈入大城。 苏醒难言喜悦之色,这种参悟大道不断提升的感觉格外舒爽。 没有丝毫犹豫,苏醒接着继续参悟空间大道。 又是十八载时间过去,第二杯悟道茶彻底耗尽。 对于空间大道感悟,顺利迈入第四境巅峰。 此刻,距离第五境登堂入室只有一步之遥。 呼,对于大道的感悟,出乎意料的顺利。 苏醒将第三杯悟道茶冲泡好,随后继续感悟。 又是十八年时间过去。第三杯悟道茶浩镜,空间之道,顺利迈入第五境。 无形的空间道运在苏醒身旁环绕。 空间大道第五境,顺利达成。 只见苏醒伸手一滑,远处的一座大山凭空消失不见。 随着大山一起消失的,还有整片大山的空间。 空间大道第五境,截取空间这是真正的惊心手段。 空间之道迈入第五境后,苏醒甚至能够随手将空间截取。 苏醒心中一动,缓缓伸出手。 一座绣针的大山出现在苏醒手中。 这不是模型,而是真正的山脉。 那一整片大山,方圆十里的空间被苏醒随手摘取,并进行空间压缩。 若是战斗中,苏醒出其不意将这大山砸去,哪怕是仙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空间之力,恐怖如斯。 若是我能够将一整个小世界截取,再以空间之力释放。 这神通恐怕连金仙都能中创。 苏醒眼中微亮,随着空间大道迈入第五境,苏醒又多了一种作战手段。 除此之外,苏醒一步迈出,跨越了十万里距离,直接出现在了第五重天的另一处秘境之中。 空间之道迈入第五境后,我对于秘境,空间甚至是世界坐标的感悟,更加敏感。 瞬息之间跨越世界,似乎不再是梦想了。 苏醒想到了,当初的写三。 从小青云界降临蓝星。 虽然借助了空间法宝,但想必其能够做到,空间之道也是顺利迈入第五境的。 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跨越世界,或许达到第五境大城之后,我也能直接从小青云界抵达蓝星吧。 须知,小青云界距离蓝星的距离整整三个虚空节点。 曾有大罗金仙以肉身横度虚空,并未穿过虚空节点,测量了两处虚空节点的距离。 每一处虚空节点的穿梭,大约跨越十一万万里,也就是所谓的一万光年。 苏醒现在能够做到的事,准确地从一处虚空节点抵达另一处虚空节点,但还不足以,直接一步迈出亿万万里距离。 所以,大能修饰赶路也得穿过虚空节点,方能迅速抵达另一处世界啊。 苏醒眨了眨眼,如今他的顿速在整个三千世界也算得上首屈一指了。 速度之道,空间大到,双双迈入第五境。 即便是惊仙之中,能够在顿速上比你苏醒的修饰都不多。 苏醒心中一动,重新回到了最初的秘境,开始盘算自己此番大到感悟的过程。 三杯悟道茶,仅仅五十四载,空间大到从第四境小成,顺利迈入第五境,这等速度,抵得上玄仙十万载苦修了吧。 苏醒稍微计算了一番。 大气晚成天赋,带来两倍悟性加持。 大致弱于天赋,经过加持后,带来十倍悟性提升。 先天道体,又是十倍悟性提升。 悟道茶的加持,十倍悟性提升。 最关键的是,这四种加持,是可以相成的。 抛去个人资质,天才地宝等因素,苏醒感悟大到的速度,大约是同境界修饰的,两千倍。 所以,苏醒五十四年参悟,大约就是相当于玄仙参悟空间之道,十万载若是之前苏醒参悟大到的速度,七十年沉浸式模拟,能够从第四境小成提升到大成就不错了。 之前,我沉浸式模拟,后天道体大约是三倍提升,大致弱于又是三倍,悟道茶十倍,大气晚成五倍。 综合算下来,之前我悟道速度大约是同境界修饰的四百倍左右。 想到这,苏醒嘴角上扬。 如今,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悟道办法,效率几乎是之前的五倍。 不过,我目前掌握的大道数量不少,要想将其全部推入第五境,还是需要花费些时日的。 苏醒计算了一番,他目前顺利迈入第五境的大道,分别是速度大道,见到空间之道,五行之道。 苏醒并不打算将所有大道全都迈入第五境。 但因果,命运大道,是苏醒必须要迈入第五境的。 眼下还剩下一杯悟道茶,二十枚带炼制的闻道丹,一次偶然性顿悟几回。 也不知,能够将因果命运大道提升到何等层次。 苏醒心中稍微有些期待。 因果命运大道,是苏醒所掌握的最为困难的大道。 毕竟单一的,无论是因果还是命运大道,都是顶尖大道。 而这两条大道,若是一起参悟,难度将更加恐怖。 哪怕苏醒掌握小周天观心法,拥有占星天赋,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呼,那么便正式开始感悟吧。 苏醒取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道运宝物,开始参悟起因果命运大道。 转眼间,十八载时间过去。 这天,苏醒缓缓睁开双眼,仔细体悟了一番自己的大道感悟进步。 可惜,距离第四境小城,还有一些距离。 没有犹豫,苏醒使用了必然性顿悟机会。 十日之后,苏醒因果命运大道,顺利达到第四境小城。 还二十枚文道丹,苏醒也没有浪费。 花了数年时间将文道丹彻底消化之后。 苏醒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距离第四境大城只有一步之遥。 大道第五境和第四境之间是质的区别。 若是因果命运之道顺利迈入第五境,苏醒甚至能够付出代价,大范围地改变现实因果。 百年的沉浸式模拟,很快结束。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消化脑海中的记忆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呼,百年沉浸式模拟,空间之道顺利迈入第五境,因果命运之道也接近第四境大城,至多下次模拟,因果命运之道也能迈入第五境了。 这等速度,抵得上之前七八次沉浸式模拟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仅仅花费不到四万能量本元,我的整体实力起码提升了三成以上。 最重要的是,顿速的提升,现实之中资源获取将更加简单。 原本,苏醒回到星辰界或许需要十天时间。 但现在,苏醒最多五天便能顺利返回星辰界。 若是不计代价全速赶路,甚至三天时间就能回到星辰界。 而从小青云界返回蓝星的时间也将缩短到六个时辰。 这无疑,大大加速了苏醒发育的速度。 顿速越快,苏醒能够辐射的范围就越广。 原本苏醒只能在蓝星附近的几个小千世界收集能量本元,还要担心异族和降临叫偷家。 而现在,蓝星附近的数十个小千世界,苏醒都能够探索了。 甚至,若是速度大道迈入第六境,苏醒去一趟天元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大道感悟提升巨大之后,苏醒又开始盘算接下来的模拟。 目前我手中的能量本元还是太少了一些。 接下来想待出修为过于困难。 既然如此,那还是提升猎魔马甲的境界吧。 苏醒有些好奇,若是有足够的时间,猎魔之神的信仰之力究竟会提升到何等地步?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四百六十年,经过百年的闭关,你对于大道的感悟远超以往。 你前往了天机域一处被异族入侵的小千世界,随后变化为了猎魔马甲身份。 你很快就被异族发现,并引起了整个第三种军团的重视。 一尊真神猎魔,足以让整个异族军团的实力上升一个档次。 你收到了第三种军团,第一大军团的邀请。 迎接你的,是一位太乙金仙级别的副军团长。 你接受了他的邀请,成为了第一大军团的副军团长。 接下来一段时日,你开始鼓励猎魔生育,并开始培养自己的信徒。 转眼间,四十年时间过去。 第五百年,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你的信徒数量达到了十亿级别。 近十亿猎魔遍布数十个大军团,上百个世界,这些猎魔们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信仰之力。 同时,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你也得知了一些重要的情报。 第三总军团,主要负责入侵天机域,麾下共计二百余个大军团,根据军团的整体实力排序。 而整个第三总军团,一共有三十多位一级神底,以及两位主神。 第一大军团的军团长,就是一位主神级别的暗影族。 亦是暗影异族的族长。 如此恐怖的实力,让你心中甚至有些胆寒。 而像第三总军团这般强大的军团,异族一共有十个。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眉头紧皱。 异族麾下,足有十个总军团。 苏醒深吸一口气,事到如今,他终于大致了解了异族的实力。 据苏醒所知,第三军团主要任务是入侵天机域,而第五军团则是入侵了清元域。 曾经在一次模拟之中,苏醒还得知了,第七总军团彻底毁灭南蛮域的消息。 但就此为止,苏醒也仅仅知晓异族拥有七个军团。 万万没想到的是,异族居然拥有足足十个军团。 甚至独立的第七总军团就能单独毁灭修仙界的一个大狱。 须知第七总军团,在十个军团之中,排行只是第七。 整整十个军团,也就意味着起码有二十尊以上的主神。 一级神底,甚至拥有数百尊。 想到这,苏醒顿时感觉头疼起来。 人族所有的大罗金仙加起来,恐怕也不超过两手之数。 而一级神底所对应的太乙金仙,人族更是远远落后。 更不用提中间站立和底层修士了。 仅仅是那无尽的猎魔都能够将三千世界的底层修士堆死了。 唉,想要彻底击退一族,任重而道远啊。 眼下,还是专心提升实力吧。 苏醒叹息一声,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得知一族的恐怖势力之后,你没有慌乱,只是专心培育猎魔,收集信仰之力。 转眼间,百年时间过去。 这百年间,你猎魔信徒的数量越来越多,终于突破了百亿门槛。 百年来不断积累的信仰之力,让你培育出了十位圣者级别的使徒。 这也是你,如今拥有的使徒数量极限。 你手下十位圣者级别的猎魔使徒,并欺向你祭祀,大量的信仰之力涌入信仰神术。 你每日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静静看着信仰之力的增长。 如此,又是两百年时间过去。 第八百年,你猎魔信徒的数量达到了千亿级别。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最初级的范信徒,但终极信徒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 十万枚拳头大小的信仰果实悬挂在信仰之树上。 但是近百年来你信仰之力的增长速度变得平缓,最主要原因是使徒数量达到了瓶颈。 于是,你决定调动信仰之力进行境界的突破。 你选择了一个良辰即日,将信仰之树上90%的信仰果实全部用掉。 金色的信仰果实化作点点光芒,涌入你的神区之中。 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神力的不断增长,神格和神性也迅速增长。 在庞大的信仰之力加持下,你对于空间、因果、速度法则的领悟进阶达到第四境。 你的神力不断增长,你的神格完成了一次升华。 恭喜你,顺利突破至三级神底。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瞪大了眼睛。 仅仅数百年时间就从真神级别提升到了三级神底。 苏醒有些难以置信。 须知,三级神底对应的可是悬仙。 而苏醒现实之中的境界修为也不过悬仙罢了。 短短数次模拟,苏醒裂魔马甲的境界居然快改上本尊了。 恐怖如斯。 苏醒眼中震惊不已,他算是体会到了信仰之力的恐怖。 以百亿、千亿、甚至万亿信徒为根基,大量的信仰之力能够轻易完成修为境界的攀升。 对于走信仰之道的强者来说,手下的信徒就是一切实力来源。 甚至信仰之道的强者都不需要修行资源。 因为信仰之力就是最好的修行资源。 但翻遍资料,无论是异族的信仰之神,还是人族的香火仙似乎都没有如此恐怖的提升。 苏醒喃喃道,人族的香火仙往往是局限于一界的存在。 或许一界之中,大量的生灵信仰某个仙人,数千万甚至数亿人族,已经算是不错了。 但是,即便十亿人族,信仰之力也未必能够堆砌出一位天仙。 若是中千世界,甚至大千世界,百亿人族的香火能够堆砌出一位玄仙就已经是极限了。 但,这需要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维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并且信仰的人族兴衰,香火是否兴旺,都关乎香火之仙的实力。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香火之仙最大的局限是,一身实力修为只局限于某一界。 一旦离开了信徒所在的世界,那实力甚至实不存一。 而且,一旦惹了敌人,若是不计代价的屠杀信徒,香火之仙的实力也会大打折扣。 这也是为何,人族的顶尖强者中很少游走香火之道的存在。 因为局限太大,自从猎魔马甲身份走信仰神道之后,苏醒还特意去查了一番资料。 在很久以前,一座大千世界,孕育出了一位走香火之道的太乙金仙。 以香火之道,成就太乙之位,堪称西游。 但后来,这位太乙金仙被骗出了自己所在的大千世界,来到了另一处世界。 结果,被一位仅仅是金仙巅峰的人族叛徒,顺利暗杀,一旦离开了自己信徒所集中的世界,走香火之道的太乙金仙,甚至还不如一些惊险。 这其中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 一族神道,似乎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猎魔一族的数量实在太多,遍布的也过于广泛,或许会有所不同。 苏醒思索了一番,猎魔之神的道路,是前所未有的。 究竟能走多远,苏醒也不知道。 但按照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甚至未来,猎魔马甲的实力超过本尊,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呼,信仰之道吗?也不知我本尊,能否兼修此道? 苏醒有些跃跃欲试。 这信仰之力带来的恐怖价值,让苏醒有些心动了。 若是苏醒兼修香火之道,和寻常香火之仙是不同的。 因为苏醒本尊是拥有实力的,而香火身带来的实力提升,只是附加的。 之后有机会,或可尝试一番。 不过眼下,还是再看看猎魔马甲的实力进展吧。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突破至三级神底之后,你能够培养的使徒数量再次翻倍。 眼下,你多出了整整十个新的使徒名额。 不过信仰之力已经几乎耗尽,你决定等待信仰之力的恢复。 转眼间,又是二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年,你花费掉之前积累的所有香火之力,又培养了十位新的猎魔使徒。 如此,你手下信徒的数量再次翻了数倍。 你搜集信仰之力的速度,也有了巨大提升。 接下来,你静静等待着信仰之力的恢复,并准备下一次实力的提升。 第1100年,你加入第一大军团已经足足数百年时间。 数百年来,第一大军团之中不断有异族神明,神底战死。 这些战死的神明,都和你有隐约的联系。 不是你亲自跟随军团出征,就是你安排手下一同出征, 但无一例外,都导致了异族军团入侵的损失加大。 可即便如此,整个第一大军团的实力依旧恐怖。 恶难神体虽然强大,但却并不是万能的。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第一大军团战争依旧是胜多数少。 直到第1100年,你收到了一份请求。 第七总军团的总军团长,一位主神级别的存在, 亲自邀请你前往南蛮域,并暂时配合他们全面入侵南蛮域。 PS。 这里的第一军团,是指第三总军团的第一大军团,之后简称第一军团。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之前的模拟中,第1500年的时候,一族彻底入侵了南蛮域, 就连大罗金仙南蛮皇都惨死。 没想到这次模拟中,第七总军团,居然邀请我去入侵南蛮域。 苏醒不难想象那位主神的想法。 一尊神体级别的猎魔之神,毫不夸张地说在整片战场上的作用, 甚至高于太乙金仙。 因为,只要有着猎魔之神在,战场上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诞生猎魔。 无尽的猎魔大军充当炮灰,对于战场的胜负影响尤为关键。 而且,苏醒身为猎魔之神,甚至能够以一己之力提升猎魔炮灰的整体实力。 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自然更大了。 所以,要不要前往南蛮域,看看情况呢? 苏醒思索了一番。 他在模拟中,主要信徒都是分布在天机域中。 若是离开,前往南蛮域势必需要重新培养大量的信徒。 发展节奏会偏慢。 但前往南蛮域,显然能够对南蛮域的局势有所了解。 甚至南蛮域彻底灭亡的原因,苏醒说不定都能详细知晓。 这对之后苏醒判断三千世界局势是有利的。 呼,所以,还是去一趟南蛮域吧。 苏醒很快做出决定,信徒没了下一次模拟,反正还需重新培养。 但这情报若是错失,可就麻烦了。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110年,你同意了第七总军团的邀请,暂时前往了南蛮域。 第七总军团的军团长,一尊恐怖的六亿魔族,实力已达到大罗金仙级别,也是十大帝族之一六亿魔族的组长。 这尊主神向第三总军团的团长再三保证你的安全,并表示你的存在是整个异族的财富。 你听后心中一笑,你的安全,势必是保证不了的。 此次前往南蛮域,你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经过十年的虚空航行,你顺利抵达了南蛮域。 之所以用了这么久时间,是因为此次除了你自己前往,还带了一千万猎魔族精锐,以及十位圣者级别的猎魔使徒。 抵达南蛮域后,你亲眼见到了那尊六亿魔族主神。 这尊六亿魔族本体,外表和人族相似,背后长了三对黑色的羽翼,有些像神话中的堕落天使。 六亿主神对你的态度还算客气,毕竟你如今已经是猎魔一族的族长。 整个异族之中,虽然猎魔最为弱小,但绝对是异族之中最关键的种族,没有之一。 哪怕十大帝族之中,有异族被灭,异族整体实力也只是略微下降。 但若是异魔异族彻底灭绝,异族恐怕将在无力入侵三千世界。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动。 是啊,若是没有异魔族,异族再无炮灰,战场上的压力将会大增。 虽不至于颠倒异族和人族的实力,但若是异族想要再入侵三千世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异族入侵三千世界,又两大炮灰军团,猎魔和红眼异族。 其中,红眼异族受赤童异族驱使,拥有不死不灭,近乎无穷。 但赤童异族数量稀少,能够召唤大量的红眼异族的,只有那么几尊赤童异族能够办到。 相反,不计其数的猎魔才是战场上的主力。 若是我以猎魔马甲身份,让所有猎魔停止入侵三千世界呢?那三千世界的危机是不是就解除了? 苏醒只是略微思考,很快就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不,这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一些。 猎魔马甲的身份,虽然是猎魔异族的族长,猎魔之神。 但若是我直接让猎魔异族叛族,猎魔马甲恐怕会被直接击杀。 而且,虽然是猎魔之神,也不可能驱使所有的猎魔异族。 苏醒微微摇头,从目前来看,这个想法还办不到。 但若是猎魔马甲实力继续提升,就不一定了。 呼,这个想法暂且搁置,先看看南蛮玉的情况吧。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出零南蛮玉,你带领的千万猎魔大军迅速盘踞了几个被一族入侵的世界。 第七总军团,麾下也拥有数十亿猎魔大军,甚至有一尊弱小神力的猎魔率领。 但毫无疑问的,区区弱小神力的猎魔,见到你之后,如见神明。 第七总军团提供了大量的血肉精华,为保证你麾下的猎魔迅速繁殖成长。 而你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五十年内,培养出一百亿可直接参战的猎魔大军。 培养出百亿猎魔大军,对你来说并不困难。 身为猎魔之神,你拥有的天赋,能够轻易培养出大量的猎魔。 而且在你的神格加持下,猎魔信徒的实力更能够提升巨大。 于是接下来五十年,你安稳地培养猎魔信徒,不断地吸收信仰之力。 与此同时,你也注意了南蛮狱的情报。 南蛮狱的确是五大狱中最为弱小的一狱。 整个南蛮狱只有南蛮狂为大罗金仙。 根据翼族的情报,南蛮狂乃是一名成名已久的老牌大罗金仙, 但早年曾留下暗伤,有损根基,因此在大罗金仙之中算不上特别强大。 而且,整个南蛮狱的整体实力,无论是大能强者的数量,还是中间战力,都远不如第七总军团。 第1200年,当你的猎魔大军正式投入战场之时,整个南蛮狱已经兵败如山倒。 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已经被翼族占领,南蛮狂也在1200年前的一场大战中被六翼主神所伤。 剩下的人族大都归缩在了南蛮狱的最北方,仅剩的数百个世界并以南蛮界为核心,苦苦支撑。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眉头紧重。 南蛮狂,1200年前被六翼主神所伤。 那岂不是说就是在最近几年? 如今的南蛮狂到底是已经受伤了,还是尚未受伤? 苏醒有些不淡定了。 大罗金仙受伤是很困难的,寻常伤势都会迅速恢复。 但若是真正伤到了根基,别说千年,哪怕是万年也难以恢复。 南蛮狂到底是什么时候受伤的,之后或许能去调查一番。 苏醒难难道,目光接着看向模拟面板。 接下来,你尝试加入战场,想试一试以自身的厄运,能否干扰一族入侵的速度。 第1300年,你亲自参战与一位一级神底一同入侵一座中千事件。 这一战花费百年时间,最终那位一级神底被一尊人族的太乙金仙斩杀,一族入侵势头大为减缓。 你侥幸逃得一命,回到一族大本营之中,继续等待时机。 第1500年,你第二次参战,又一位一级神底被你坑死。 这一战再度持续了百年之久。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1600年,南蛮狂依旧没有被彻底入侵。 你的确以一己之力,延缓了一族入侵的速度。 但恶难神体的威力,也是有限的。 即便你坑死了两尊一级神底,并且延缓了入侵的速度。 第1700年,最终的大战依旧是爆发了。 六亿主神射计攻打一座大千事件,并引出了南蛮黄。 这一战中,一族设下层层埋伏,六亿主神以断掉一亿的代价,斩杀了南蛮黄。 然而,临死之前的南蛮黄也全力反扑,以一己之力击杀了数位一己神底。 你也很不幸地,死在了南蛮黄的攻势余波之下。 你死了。 丁,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久久无语。 所以,只有我受伤的事件,又达成了。 苏醒叹息一声,有些无奈。 他这一次模拟,裂魔马甲的身份,身在曹营心在汉。 虽然身处于异族大军之中,但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族。 不过可惜,人族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哎,这异形天赋,终究在模拟中变为异族后,无法变回原样了。 苏醒微微摇头,模拟中只能永久变成异族。 但现实中,苏醒却能无数次地使用异形天赋。 这就给了苏醒很大的操作空间了。 呼,还是先看看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苏醒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先天道体。 红色天赋,售价一百点能量本源。 灵域修行成果。 六千里灵域开始逐渐由灵域向灵界级别转化。 灵域对现实的影响更强,售价十万能量本源。 此次模拟,苏醒只为提升大道感悟,因此能够带出来的奖励数量较少。 唯有先天道体天赋和灵域修行成果能够拿得出手。 苏醒也没有犹豫,默念道。 我选择带出先天道体天赋,以及灵域修行成果。 丁。 检测到您拥有同类型天赋后天道体,自动替换中。 您成功带出先天道体,花费一百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一百十六万四千七百四十四点。 您成功带出领域修行成果,花费十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一百一十六万四千七百四十四点。 此次模拟,苏醒带出的奖励很少,因此一百多万能量本源还算够用。 随着两道玄妙能量涌入苏醒体内,苏醒感觉到了自己对于大道感悟更加敏锐,是原来的数倍不止。 与此同时,领域范围也增长了一千里,达到了六千里范畴。 仔细体悟了一番自身的变化后,苏醒长出一口气。 呼,这一次模拟所花费的能量本源并不多。 而我现在还有三次模拟机会,是否要再提升一次大道感悟呢? 苏醒思考了一番。 若是再来一次,苏醒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恐怕会直接迈入第五境。 届时,苏醒的安全将有极大保证。 在找到大量稳定的能量来源之前,未来带出修为的能量绝对是不够的。 或许需要积累一个月时间才能够提升一次修为,至于溢出的模拟次数,自然提升大道感悟是最佳的。 苏醒思考了一下他现在距离金仙之境只有一步之遥,等到金仙之后,一层小境界的提升或许所需能量本源都是千万技术。 届时,苏醒又如何能够获取如此数量的能量本源? 所以,模拟次数一定是溢出的。 目前苏醒手中还有三次模拟次数,五天后苏醒能回到星辰界,收获下一波能量本源。 在这期间,苏醒完全能多沉浸式模拟一次。 一次沉浸式模拟百年,花费三四万能量本源,带给苏醒的提升却不小。 所以,可以开始下一次模拟了。 不过在下一次模拟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 苏醒深吸一口气,看向了面板上的某个天赋。 红色神话及天赋,异形。 从得到这个天赋以来,苏醒还没在现实中变化为异族的模样。 而且,现实中的变化是可逆的。 苏醒很想体会一下,异族身躯和人族有何不同。 那么,便让我试试异族形态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注意力开始集中,心中尝试激活异形天赋。 毫无疑问,苏醒直接选择了裂魔马甲形态。 下一秒,苏醒感觉到身上的力量开始迅速削减。 原本强大的肉身逐渐变得孱弱不堪。 当然,这孱弱是相对的。 裂魔神底的肉身虽然不强,但也远胜于寻常悬先。 只是和苏醒本尊相比,差得还是太多。 与此同时,苏醒的外形开始变化。 原本光滑的皮肤上开始长出鳞片,身高也原地拔高一丈。 变成了一尊身高约五米,浑身包裹在黑色鳞片中的人形生物。 仔细地看了一番自己变化后的裂魔外貌。 虽然不似人族,但以人类的审美来看,反倒有一种邪义的美感。 呼,低阶裂魔可以说是裂魔中最丑的种族了。 但晋升神明之后,外形反倒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醒有些感慨。 只能说,智慧生物的审美终究是类似的。 哪怕是异族,强大个体从外形上来看,也不会太丑。 呼,这幅身躯大约有悬仙初期的实力,但在同境界中也只能算一般,远坐不到越界而占了。 苏醒微微摇头,裂魔神底的强大之处并不是个体实力,而是指挥所有裂魔以及在裂魔异族中的地位。 裂魔神明,信仰之道。 我倒看看有何不同。 苏醒深吸一口气,心神逐渐沉入,很快便进入一片奇妙的空间,看到了一棵巨大的神树。 信仰之树。 此刻,信仰之树上只悬挂着少量的信仰果实。 苏醒能够调动的信仰之力,也少得可怜。 苏醒尝试着沟通信仰网络,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居然一个信徒都没有。 也是,哪怕是亿万信徒,也只是在模拟之中,现实中我依旧是没有信徒啊。 若想要发挥最大力量,还是要以裂魔马甲的身份,在异族之中出现。 苏醒喃喃道,等过段时间,完全可以赶一票大的。 以裂魔之神的身份,去一趟异族大本营,或许能够骗来不少信徒,甚至还能骗到大量的血肉精华。 一尊裂魔神底,在异族之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接下来,苏醒又尝试变回人族模样。 呼吸之间,苏醒重新变为本体,且没有丝毫副作用。 呼,异形天赋,完美在两个种族之间变化,还真是强大。 苏醒扎了扎嘴,心中感觉有些玄妙。 那么接下来,开始新一轮的模拟吧。 开始模拟。 第148次模拟开启,目前剩余能量本源1164744点,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模拟开始。 抽取金色传说天赋,花费一点能量本源,是否抽取? 是。 丁,恭喜您获得紫色天赋纯水玉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纯水玉体。 紫色天赋,你的外形如同一块水玉般纯净,在修行一道上的天赋超越寻常修饰。 苏醒看了一眼新天赋,只是紫色级别,虽然是增长资质的天赋类型,但想来帮助也有限。 呼,既然天赋不行,那此次模拟,就全力感悟大道吧。 苏醒已经打算,此次模拟,继续参悟大道,如此最省能量本源。 至于奖励的选择,灵狱范围苏醒,是必选的。 毕竟达到万丈之后,苏醒就能够将灵狱晋升为灵界。 如今灵狱范围已经6000里,距离万里也不远了。 那么,除了灵狱之外,还需要带出除了修为之外的奖励。 苏醒寻思了一番,巨灵花或许是个不错的奖励。 这玩意就是3000世界通用的货币,价值极高。 而且苏醒的灵狱增长到6000里后,灵田洞天6000里范围,灵气变得更加稀薄,已经快维持不住浮地级别了。 苏醒还得布置阵法,将灵田洞天中的某一片区域的灵气封锁,作为自己修行的洞服。 心中已有计划之后,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你回到了星辰界,取走了星辰史。你回到蓝星,带走了大部分的人族。 小青云界中,你向天机阁出售了情报。你激活罗天镜,进入罗天镜之中,接下来你在罗天镜中,拜托神农友田等人培育聚灵花。 之后30年时间,你开始收集罗天宗传承。在这期间,你得到了一个情报,星辰界附近,降灵教的活动变得频繁起来。 你前去剿灭了几次降灵教成员,收获了不少灵石。 第30年,你开始出发前往天机域。第40年,你顺利抵达了天机域。你激活了愚者状态。你的智慧大幅度下降,你变成了一个笨蛋。 接下来300年,你在灵天洞天中开始培育聚灵花。虽然智慧下降,但这并没有太影响你聚灵花的种植。 每年,你都能种出大约1000株聚灵花。一黄眼300年时间过去。 第340年,你共众培育出4万株新的聚灵花。算上300年间,罗天宗门人所培养的,你共获得聚灵花约20万株。 第340年,你前往了第五重天某处秘境,开始闭关感悟大道。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有些疑惑。 星辰界中,降灵教的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苏醒有些疑惑,但是又不知原因。 不过星辰界距离小青云界不远,降灵教本就覆盖这片区域,苏醒也没有太在意。而是期待起自己新培育出的聚灵花。 不错,20万株聚灵花,恐怕连太乙金仙都会心动吧,居然我如此轻易地获得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感悟大道了。使用沉浸式模拟,持续时间100年。 兵,您成功使用沉浸式模拟,剩余能量本源1128244点。提示音落下,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与此同时,清原欲某处奇异空间,一尊猎魔神明从沉睡中忽然睁开眼,抬起头看向某个方向,若有所思。 嗯,无族之中居然又出现了一尊神明,是母神心育育出来的吗?母神终于再次眷顾无族了。 这尊猎魔神明情绪忽然变得激动了起来。 只见其神识迅速练接入神域之中。 模拟世界,九重天域,第五重天。 苏醒取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悟道茶,以及感悟因果命运之道的道运之宝。 四杯悟道茶,共计能感悟72年,相当于寻常悬先十多万年的感悟了。 不到十次模拟,大约是两个月时间,我便能走完一位金仙一身的感悟道路。 这种速度,还真是恐怖啊。 正式开始参悟之前,苏醒有些感慨道。 一位金仙,寿远百万年,即便极为勤勉,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修炼,感悟大道,也不过数十万年。 甚至,还不如苏醒两个月的沉浸式模拟。 而苏醒需要支付的代价,仅仅是八次沉浸式模拟,不到三十万能量。 沉浸式模拟,可以说是我现在实力提升的最大手段了。 一定要把握好每一次机会。 苏醒算了算时间。 距离血三降临蓝星,只有仅仅五个月不到的时间。 算上苏醒回到蓝星,提前布局的时间。 留给苏醒提升实力的模拟次数,大约只有二十次。 在二十次模拟内,突破太乙金仙,苏醒并没有这个把握。 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提升大道感悟。 弯道超车,既然修为不够,就通过大量感悟大道,从而达到和血三抗衡的目的。 若是二十次模拟内,我的修为能够达到精纤后期,再加上某条大道达到第六经。 即便不敌血三,起码也能在血三手中绑下性命。 苏醒深吸一口气,喃喃道。 那么,便开始此次感悟吧。 苏醒引下悟道茶,调整呼吸。 心神内饰,很快沉浸在小周天观心法之中,环宇之中无数星辰带给苏醒灵感。 对于大道感悟的速度不断提升。 一转眼,七十载时间过去。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身体周围溢散着丝丝因果命运之道。 天地之间出现异象。 苏醒心中一动,那些异象开始迅速消散。 下一秒,苏醒满意地起身,微微点头道。 因果命运大道,终于迈入了第五经。 那便让我看看,第五经的因果命运之道,有多么恐怖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神识迅速扩展,很快笼罩了整片秘境。 在苏醒的神识感应之中,这些秘境中有山川树木,也有奇珍异寿。 七千里淋浴,顷刻间笼罩了整片秘境。 随后,只见苏醒轻轻张嘴道。 这片秘境之中,从未有过生灵存在。 苏醒话音落下,迅速感觉到天地间一些负面力量加持在苏醒身上。 苏醒的法力消耗近半,受缘顷刻间也折损千载。 这个代价,对于苏醒来说,并不大。 但是下一秒,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这原本遍布生灵的天地之间,山川开始消失,生灵也消失在了原地。 仅仅片刻之间,整个秘境之中,所有的生灵都消失了。 就好像,这片秘境之中,从未有过生灵存在。 四,因果命运之力,还真是恐怖的力量啊。 苏醒略显感叹,很显然因果之道迈入第五境之后,苏醒拥有的逆转因果,改变命运的能力大大提升。 这种挥手间,让整个秘境,近万里之间的生灵从未存在过。 恐怖的手段,近乎于造化之力了。 须知,这可不是简单地将那些生灵全都杀死。 而是凭借着因果造化之力,让这些生灵从未存在过。 苏醒又仔细感应了一番自己因果命运之道的进步,有些不确定的道。 相比第四境之时,我的因果命运之道,大约威力增强了三倍,也就意味着,我改变现实的能力增加了三倍。 而在灵域覆盖范围之内,这个效果则增强到了十倍。 苏醒若是愿意,甚至能够轻易将一位毫无修炼资质的普通人,直接无视任何限制,便为一位天灵根修饰。 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数个月的寿命。 甚至于,若是我借助天地间的伟灵根,连寿元都无需耗费,仅仅花费一些法力,恐怕就能办到。 这等因果命运之力,已经近乎造化,远不是之前所能比的。 苏醒用神识仔细搜索了整片秘境,秘境之中,所有的生灵的确没有存在的迹象了。 则则,因果命运之道,果然玄妙。 呼,我希望,这片秘境,恢复如初。 苏醒花音落下,一道玄妙的能量再次覆盖了整片秘境。 顷刻间,所有的生灵再次活跃,一切都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与此同时,苏醒感觉自己的身体又难受了几分。 法力再次消耗三分之一,就连寿元也折损了几千年。 则则,果然即便是逆转因果,我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即便如此,这种力量,依旧是让人沉醉啊。 苏醒沉浸在新获得的巨大力量之中,又仔细思考了一番,因果命运之道,对于自己实际战力的增加如何。 两久之后,苏醒微微摇头。 因果命运之道,影响那些弱小的存在,甚至直接抹杀都还行。 但若是想要对付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敌人,苏醒恐怕只能强行一换一了。 苏醒寿元减一百万,对方的寿元减一百万年,直接一个同归于尽。 但若是面对修为比苏醒高的敌人,恐怕连一换一都做不到了。 忽然间,苏醒想到了什么。 等等,既然我能让秘境之中的生灵从未存在过。 那若是,我那样呢? 言出法随的能力,那就试试吧。 反正是在模拟中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最多直接在模拟中嘎掉。 想到这,苏醒深吸一口气,最终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那句话我愿。 这世间,从未有一族存在过。 苏醒花音落下,天地间安静了一瞬。 远处好似有乌鸦飞过,发出尴尬的叫声,整片天地没有丝毫变化。 果然,还是失败了吗? 苏醒微微摇头,以他一己之力,即便掌握因果,又如何能够直接让整个异族消失? 这得是多大的因果呀? 哎,也是,若真的能够办到,恐怕天地间早就没有异族存在了。 苏醒微微摇头,就在他准备继续修行下一条大道之时。 忽然间,苏醒愣在了原地。 下一秒,苏醒整个背部被汗水湿透,浑身冷汗直冒,就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存在一样。 整个过程,就仿佛一位死神拿着镰刀,轻轻从一个凡人的头顶掀过。 即便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甚至没有碰到。 但仅仅是神与凡之间的差别,就足以让那凡人惊得说不出话来。 片刻之后,苏醒逐渐回过神来。 整个人已经如同浸泡在河水之中。 这对于已经呈现的苏醒而言,是第一次发生。 哪怕之前死在大罗金仙手中,苏醒也从未如此失态过。 这种恐怖,是那直击灵魂深处的。 呼,呼。 苏醒猛地喘息了几声,直到感觉自己法力逐渐恢复,整个人又重新活了过来。 刚才,似乎真的要发生什么? 似乎是一种等价交换。 以我的性命,换取整个异族的消失。 不对,这压根是办不到的。 苏醒用脚趾头想一想,就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可是奇怪,刚才那种感觉,似乎真的想要从我身上索取某样东西。 但最终却失败了。 苏醒微微摇头,现在都还觉得有些后怕。 下次这种事情,苏醒可不会再做了。 还是要,考虑下自己的实力才行。 苏醒微微摇头,眼下,还剩下十枚文道单,一次必然性顿悟机会。 因果命运大道顺利迈入第五境,接下来该尝试领悟其他大道了。 苏醒思考了一番,目前来说,其他几条大道,似乎都没有继续提升的必要了。 无论是励之大道,雷之大道,杀意大道,都不是我最主要的实力来源。 因此有限提升的,还是剑道,五行之道,素之道,空间之道,以及因果命运大道。 苏醒思索了一番自己未来实力的成长方向,这一步还是很关键的。 眼下,因果命运之道却无法继续提升了。 苏醒能够感觉到,他的小周天观星法,已经修制了圆满境界,这意味着,苏醒因果命运大道,修制第五境,就已经走到头了。 要想继续提升,必须依靠自己感悟,或者寻找相对应的宝物。 三千世界中,最出名的修行因果命运之道的强者,自然是天机阁主了。 或者说,是他手中的,大周天观星法,也是周天观星法的另一半。 苏醒不难想象,大小周天观星法自成体系,苏醒若是能够两者兼修,完全能够走到因果命运之道的尽头。 唯一的问题是,苏醒没办法获取到这部功法。 哪怕是天机阁中,大周天观星法,也是无法兑换的。 目前,唯一的可能性,是取得地榜第一,得到天机阁主的一个要求承诺,或许能够得到大周天观星法。 一位身穿黑袍,看起不轻容貌的女子,忽然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嘴角轻轻上扬,似乎有些诧异。 嗯,这世间居然还有这等愣头青,是动了多大的因果,居然惊动了天道。 女子只是关注了一会,随后微微摇头,感应到了某个方向的存在。 难难道,终于找到你了。 现实世界,苏醒意识重新回归。 揉了揉眉心,消化脑海中的记忆,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因果命运之道,终于迈入第五境了。 呼,只不过第六境的参悟,未免有些太困难了。 苏醒微微摇头,十枚闻倒单,加上一次必然性顿悟,怎么也抵得上数万年的参悟了。 但苏醒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程度,依旧停留在第五层入门境界。 要想迈入第六境道之真境,还是差得太多。 看来短时间内,是无法迈入第六境了。 果然在玄仙时,参悟第六境的大道,还是太过于勉强了。 苏醒有些无奈。 一般而言,迈入第五境大约是精先方能办到,最不济也是玄仙巅峰。 同时,想要迈入第六境,没有精先巅峰的修为,是办不到的。 苏醒能够在玄仙巅峰时,尝试参悟大道第六境,已经极为不易了爱,空间之道还是太难了些,下次选择速度大道试试吧。 苏醒如此想到。 此次模拟的目标,苏醒基本达成。 沉浸式模拟之中,苏醒获得了足够的大道感悟。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提高猎魔马甲的修为了。 呼,也不知猎魔究竟能够提升到何等境界。 苏醒有些好奇,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四百四十年,你离开了九重天狱,前往了一处异族入侵的世界。 你变化为了猎魔神底的身份。 没过多久,异族联系上了你。 第三总军团长,亲自邀请你加入,成为第三总军团的副军团长。 你对此稍显意外,须知异族总军团的副团长,唯有太乙经先方能有资格担任。 但你,仅仅是三级神底,就能够取得此位,那便是猎魔之神身份的功劳了。 成为副军团长,对你有利无害,不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更能够调查异族情报,于是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接下来,你安稳培育信徒,积攒信仰之力。 转眼间,便是六十载时间过去。 第五百年,短短六十年间,你的信徒数量就已经突破百亿,也培养出了三尊圣者级别的猎魔使徒。 但这六十年间,你的实力并未有丝毫进步。 因为每一次模拟,你都需要重新积攒信徒,这成为了实力增长的最大阻碍。 不过好在,大批的猎魔信徒,如同韭菜一般野蛮生长。 你获取信仰之力的速度,也在逐渐加快。 时间很快来到第七百年,短短两百年间,你猎魔信徒的数量已经突破千亿。 同时,你培育出了第一批猎魔使徒,共二十位。 得到使徒的支持后,每年定期祭祀,让你获得信仰之力的速度更快。 信仰的种子已经种下,你只需静静等待收获即可。 如此,又是三百年过去。 第一千年,你终于积攒了足够的信仰之力。 你调动全部的信仰之力,开始提升境界。 随着大量信仰之力的消耗,你的境界从三级神体初期,直接晋升到三级神体中期。 短短三百年,你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个台阶。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着微微点头。 则则,三百年时间提升至三级神体中期,这速度未免太快了。 按照这个速度,恐怕再模拟一两次, 猎魔马甲就要迈入二级神体。 结实,那可就相当于惊仙之境了。 猎魔马甲达到二级神体,起码在修为境界上超过了苏醒本尊。 呼,不过速度还是变慢了一些。 因为猎魔马甲身怀恶难神体的缘故,因此很难长寿。 而信仰之力又需要滚雪球一般,培养更多的信徒。 每一次沉浸是模拟,信徒都需要重新培养。 否则按照这个进度,恐怕万年就能成为一级神体了。 苏醒不难想象,若是他有万万亿猎魔信徒,上万名猎魔使徒,那获取信仰之力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不过还是不能太贪心了,这种速度已经足够了。 此次模拟也不知道境界能否突破至三级神体后期。 苏醒稍有期待,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自从变为猎魔之后,你将自己的信仰之力有规划的使用。 第一批信仰之力需要保证猎魔使徒的催生三级神体中期,你能够培养的猎魔使徒数量达到了五十位。 仅仅培养这部分使徒,若是从零开始,你就需要积攒接近三百年。 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更多的使徒让你收获信仰之力的速度数倍的提升。 于是,接下来你花了一百年时间将使徒数量扩充到了五十位,接着等待下一批信仰之力的收获。 时间很快来到第一千一百年,这一年南蛮玉传来消息,六亿主神亲自邀请你前往南蛮玉。 但你知晓,前往南蛮玉之后,你又需要重新培养信徒,对境界提升无益。 于是,你拒绝了六亿主神,专心提升修为。 六亿主神虽然对此有些不满,但你的身份毕竟在这,无数亿族需要讨好于你。 不过,你还是派出了几位裂魔使徒,前往南蛮玉,以防止六亿主神一直叨扰你。 如此,又是三百年时间过去。 那棵信仰之树上,再次挂满了足够多的信仰果实,甚至比之前还要多出不少。 你没有犹豫,将信仰果实尽数吸收,转化为自身修为。 但这一次,消耗了全部的信仰之力,你距离三级神体后期,仍然有一步之遥。 你顿时清楚,随着境界的提升,所需神力不断增加。 哪怕信仰之力充沛,速度也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松了口气。 果然,天下任何修行道路都是越往后越难的,修为速度慢下来,这倒还合理一些。 苏醒虽然有些遗憾,但也知晓这是正常的。 接下来,苏醒只需要安稳修行,想必能够提升到三级神体后期。 第1400年,信仰之力的耗尽,让你难以及时回应信徒们的要求。 短短百年间,你显身的频率明显变少,信徒也开始减少祭祀。 而这,更进一步让你收获信仰之力的速度变慢。 你总结经验教训,知道以后需要留下一部分信仰之力,作为回应信徒,维持信仰的工具。 不过好在信仰之力恢复迅速。 短短百年间,信仰之数上又多出了不少果实。 第1500年,这一年,六亿主神传来消息,告知整个南蛮玉基本已经被入侵。 以后,南蛮玉沦陷的速度更快了。这些消息并未让你受挫。 你继续苟着修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实力境界越强,也变得愈发倒霉起来。 你知晓,这是恶难神体的恐怖,修为境界越高,厄运带来的影响越大。 短短百年间,你已经遭到了数次人族修士的刺杀,每一位刺杀的人族强者都有精先修为。 但好在你一直比较警惕,于是干脆躲在大本营中吃喝玩乐,偶尔回馈信徒们的需求,等待信仰之力的重新积累。 如此,又是两百年时间过去。 第1700年,你信徒的数量已突破万亿之数。 你动用了积攒数百年的信仰之力,将自己的境界直接提升至三级神体后期。 神力迅速增长,你对于法则的感悟程度也迅速提升。 第1900年,你接到任务入侵一座大千事件。 你想,这刚好可以影响一族入侵的速度,于是便兴冲冲地跟随军团出战。 却没想到,这一族军团遭到了人族埋伏,此次出手的赫然是大罗金仙白帝。 白帝此次的目标正是你,他身至一尊猎魔神底的恐怖。 于是,他亲手刺杀于你。 在白帝的刺杀下,你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你死了。 丁,本次模拟结束。 差一点到2000年,有些可惜了。 下次在这个时间节点前,一定要将信仰之力用尽,否则就亏了。 苏醒按字迹下时间点。 不过对此苏醒也有些无奈。 成为一族之后,难免被人族强者针对。 不过这也不重要,关键的是,苏醒此次模拟的目标再次圆满达成。 先看看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纯水玉体。 紫色天赋,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灵域修行成果。 七千里灵域开始逐渐由灵域向灵界级别转化。 灵域对现实的影响更强,售价十万能量本源。 巨灵花二十万珠。 天地孕育的奇珍一宝,可增长灵气,售价两万能量本源。 没有丝毫犹豫,此次模拟的天赋是紫色级别,苏醒完全没有带出的必要。 我选择带出灵域修行成果,以及巨灵花二十万珠。 您成功带出灵域修行成果,花费十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一百零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四点。 您成功带出巨灵花二十万珠,花费两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一百万八千二百四十四点。 接连提示音落下,苏醒感觉到自己的灵域变得更强大了数分。 与此同时,灵天洞天的范围也进一步增长,达到了方圆七千里。 原本苏醒的灵天洞天中,已有近五十万珠巨灵花,再加上新获得的二十万珠达到了七十余万珠。 可惜灵天洞天的范围太大了,若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 或许洞府将超过洞天级别,成为传闻中的大洞天。 届时,我的修行速度恐怕会更快。 远古时期,圣人在世,上界之中,传闻有十大洞天,三百小洞天,伏地不计其数。 其中大洞天,灵气充沛的恐怖,传闻用容器放在植物下接着,第二天,植物低下的露水都会是极品灵液。 那等洞府,唯有大罗金仙方有资格居住。 若是苏醒能够将自己的灵天洞天改造成大洞天,不但修行速度会大幅提升,还能够获得取之不尽的灵液。 不过大洞天的形成没有那么容易,恐怕需要布置更高级的阵法凝聚灵气才行。 苏醒估摸着,以他现在的阵法之道还差一些。 大洞天之事,日后再说吧,眼下急需的是能量本源。 苏醒看了一眼模拟面板,能量本源已经快要跌破一百万点。 那么接下来,必须尽快获得大笔能量本源了。 苏醒没有犹豫,伸手撕开空间,一步迈出,出现在虚空之中。 随后取出星辰日月缩,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星辰界赶去。 转眼间,五天时间过去。 这五天,苏醒日夜兼程,总算抵达了星辰界。 回到紫卫部落,这里与之前没有任何差别。 毕竟苏醒也只离开了二十多天。 很快,新奴老者出现在了苏醒面前,并邀请苏醒参加星辰大会。 苏醒本不想参加,但一想到,这一大会关乎苏醒未来能量本源的获取,又不得不去。 很快,苏醒现身在了紫卫部落的大殿。 原本空荡的神殿中,如今却有数千修士拥挤一团。 这些修士皆是来自于各大部落,乃是各大部落来到星辰参会的。 苏醒出现在神殿的那一刻,原本还有些吵闹的神殿,逐渐安静下来。 苏醒想了想,走到一众修士身前,朗声说道。 感谢各位来参加星辰大会,正如你们所想的,我就是星辰之主。 一是,你们之前看到过的那个参天巨人。 此话一出,下方各个部落的修士都沸腾了。 虽然他们早有预料,但见到苏醒亲自承认,心中依旧激动。 这一批最早来的修士,无论是不是被苏醒的断体之法和小周天观星法所打动, 但想必对星辰之主依旧是保持敬畏和信仰的。 苏醒现身之后,简单地说了几句。 大致意思就是,你们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吃香的喝辣的,提升境界,修行资源,漂亮的仙女,以后都会有的。 这一类的话,苏醒前世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但如今让苏醒自己来说,反倒觉得颇为有趣。 再加上苏醒有成功学大师的加持,自身境界实力远超下方的部落代表。 于是很快参会的代表,都打心底地向苏醒臣服了。 这一幕,把一旁的心奴都看待了。 原本他还以为苏醒不善面对这一场景,还想着会不会要他亲自来洗脑。 现在一看,纯粹想多了。 苏醒之主大人不但修为实力绝顶,气魄也如此之足,心奴老者在角落中静静看着这一幕,感慨道。 很快一个时辰过去,在场的数千修士已经被苏醒洗脑了足足一个时辰。 眼见时机差不多了,苏醒也不拐弯抹脚,直接道。 嗨嗨,既然大家都认可,那我就先取出大巫断体诀,以及小周天观星法了。 这想必,就是各位所需要的了。 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部落,都能得到这两本功法的扩音预检。 但我,也需要你们给出一些星辰石,星辰石,关乎我星屋一族的运势。 苏醒花音刚落下,不远处就有部落代表喊道。 大人,您说这话干嘛? 我恶狼部落,愿意贡献出所用星辰石,共计8679枚。 我天允部落,愿意贡献星辰石,3216枚。 大人,我们彩戏部落比较穷,星辰石没准备多少,只有500多枚,等之后再补上。 大人,随着神殿之中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快接近200位部落的代表,都愿意奉上星辰石。 苏醒满意地看着这一幕,朝着星奴使了个眼神。 星奴很快会议,安排手下将这些星辰石一一收下。 当大会结束之后,苏醒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取出装满了星辰石的储物袋,苏醒深吸一口气道。 没想到,这一次获得的星辰石数量比模拟中还要多。 是不是我之前的发言太精彩了? 此次苏醒一共获得星辰石共计39万余枚。 比模拟中多出近三分之一。 没有丝毫犹豫,苏醒尝试将星辰石转化为能量本源。 耳边响起模拟器的提示音。 叮。 叮。 检测到大量能量本源,共价值2024万能量本源,是否吸收。 卧槽,多少? 2000万能量本源。 苏醒深吸了一口气,瞳孔中的激动之色难以掩饰。 足足2000万能量本源。 这是苏醒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如此一笔巨款。 若是按照苏醒现在的模拟速度,这一笔能量本源,足够未来四五次模拟了。 而且每次模拟,都能带出修为。 这意味着,只要苏醒愿意,随时可以晋升金仙了。 巨大的惊喜,只让苏醒激动了片刻,毕竟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惊喜之下,苏醒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道路。 如今能量本源已经足够,那么就不必专门提升大道感悟了。 将修为尽快推进到金仙之境,方为上侧。 苏醒有信心,一旦将修为推进到金仙之境,便能想办法进入第七重天。 在第七重天中,苏醒便能想办法寻找到天原树。 有了此树的果实,苏醒的大乌断体绝也将迈入第六层。 炼体,炼气双双突破的情况下,苏醒的实力将再次有巨大进步。 真正相当于金仙圆满的实力。 须知,整个三千世界能够达到这等实力的修饰,恐怕也不过寥寥数百罢了。 一旦达成,苏醒就勉强算得上是三千世界的顶尖强者了。 炼体,炼气双双突破之后,要说对抗太乙金仙,恐怕还有些不太现实。 但太乙金仙之下,能够威胁到我的人也不多了。 到时候,在模拟上几次修为更进一步之后,说不定就能媲美太乙金仙。 一旦拥有太乙金仙的实力,我便无惧红跃和写三了。 彼时,便无需再畏惧,躲藏。 而是真正的能够站在正面抗衡一族了。 想到此处苏醒激动的浑身站立。 他等待那一刻,已经等了太久。 无数次的隐忍,为的不就是那一刻吗? 想到这里,苏醒目光看向了自己的模拟面板。 还剩下三次模拟机会,足够突破至金仙之境了。 突破金仙之后,再离开星辰界吧,到时候也会快一些。 苏醒如此想到,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49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21273323点。 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模拟开始。 抽取金色传说天赋,花费一点能量本源,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获得金色天赋空间原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空间原体。 金色天赋百大神体之一。 你天生拥有极高的对空间的感应天赋,在空间之道上的悟性远超常人。 空间原体。 空间之道悟性相关的天赋。 苏醒心中一喜。 按道今天真是双喜灵门。 非但获得了2000多万能量本源,居然还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空间之道相关天赋。 拥有此天赋之后,未来我领悟空间之道,想必速度会在快上一倍不止。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知道,眼下的关键还是要将修为提升至惊险。 抱着这样的信念,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丁。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苏醒想了想,此次模拟既然是提升修为为主。 还是大气晚成效果最佳。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天赋。 临天动天中,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没有犹豫,你离开了星辰界。 离开星辰界后,你飞速赶往了小青云界。 你出售了红月相关的情报。 你前往蓝星,知晓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足三个月。 三个月后,红月和雪三便会密切关注着蓝星。 你需要在此之前将人族尽数迁移离开此地。 领域的巨大提升,七千里灵天动天范围, 足以让你将蓝星上愿意迁徙的人族尽快带离。 你联系上了大夏军方,大夏国执行力极强, 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绝大部分的平民都尽数迁移入了灵天动天。 至于其他国家,部分人族愿意离开,也有部分人不愿意。 你并未强求,带着一部分蓝星人族前往了小青云界。 离开小青云界时,你抬头望天看到了血红色的天空, 以及天空中的那的红月。 但你只是挑衅地朝红月放了个眼神,对此并不惧怕。 因为你知晓,这里的只是红月的分身,并非本体。 而红月尚未完全复活,区区分身,又如何能够威胁到如今的你? 你感受到了红月的怒火,无数红眼一族,从无尽深渊之中复苏。 天空中诞生了一道红色的结界静止,似要阻止你离开此地。 这等空间静止,若是寻常惊仙,恐怕无法脱身。 但你对空间之道的感悟,已迈入第五境。 心意撕开结界,你带着数十亿人族扬长而去。 驾驭星辰日月缩,仅仅花了一日时间,你就抵达了小青云界。 并非不是你不能更快,而是星辰日月缩,毕竟只是中品后天领宝。 若想更快,需要获得更高级的仙周方可。 返回小青云界后,你花了一笔零食,埋下了白地城附近的土地,足以让剩下的人族尽数生活在这里。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着微微皱眉。 果然,到了如今的地步,星辰日月缩已经跟不上我的步伐了。 毕竟只是中品后天领宝,速度有极限,若是先天领宝就好了。 但苏醒也知道,先天领宝可遇不可求。 如今最好的办法,或许是进一步升级星辰日月缩,让其能够更进一步。 而这,需要苏醒拥有更高的炼气技艺。 不过,我如今的实力,只要红月不是本尊出手,仅仅是分身,对我也无可奈何了。 苏醒有些庆幸,自己的空间之道已经迈入第五境。 否则面对红月那静止的封锁,恐怕还有一定风险。 那么接下来,便是想办法提升修为,凝聚顶上三花之地花了。 苏醒看向不远处的那珠通神花。 有这珠通神花在,应该问题不大。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接下来,你抽时间去了趟青云宗,完成交易后,三杯物倒茶倒手。 之后,你花了三十余年时间,在青云狱中寻找到了全部的罗天宗传承。 花了十年时间,你顺利抵达了天机狱。 第四十年,白云宗之中,你开始积累大只若鱼的时长。 如此,一百六十载时间过去。 第二百年,你积累了一定时长后,开始准备感悟大盗。 你前往了第五重天的某处秘境,并开始参悟大盗。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着微微点头。 虽然此次目标是凝聚地花,但是沉浸式模拟的次数,却不能浪费。 使用沉浸式模拟,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剩余能量本源2123万6823点。 提示音落下,苏醒进入模拟世界。 九重天狱,第六重天之中。 苏醒熟练地取出了物道茶,以及提前准备好的空间之道道运制宝。 空间原体,新的金色天赋。 我倒要看看,能给我带来多少物性加成。 苏醒在上一次模拟中,参悟了空间之道。 只是十没闻到单,加上一次偶然性顿物砸下去。 空间之道的感悟,硬是没有提升,依旧停留在第五进入门。 如今星获得了金色天赋空间原体,想必会好上不少。 苏醒心中稍有期待,于是开始参悟起空间之道。 转眼间,百年时间过去。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施展神通,消化完记忆之后,苏醒微微点头,倒是还算满意。 四杯物道茶,一次必然性顿物,再加上十没闻到单,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总算是勉强达到了第五进小城了。 从入门到小城,虽然只是一步只差,但却足以让一尊金仙苦苦参悟五万载不止。 此次没有选择加成大致弱于天赋。 否则以我现在对于空间之道的物性,恐怕还会更强一些。 苏醒大致算了下,空间原体,大致让他对空间之道的物性滋质提升了一倍左右。 速度,的确算不慢了。 按照这个进度,四五次模拟或许就能提升至第六进了。 四五次沉浸是模拟的机会,换来空间之道第六进。 这对于苏醒而言,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不过,也就是修为尚未达到金仙,若是达到金仙之境后,我对于大道的感悟强度将会更进一步。 届时就轻松不少了。 对于修士而言,境界越高,感悟大道的效率也会提升。 是完全不能比较的。沉浸是模拟结束,那么接下来就是前往天机界,安稳修行,凝聚得花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确定并无遗漏后,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百年,沉浸是模拟结束之后,白云界也发生变故。 天机阁派出的仙周,抵达此舰。 你登上仙周,朝着天机阁的方向驶去。 第三百二十年,仙周顺利击退一族截杀。 你在这一战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力。 以一己之力,击杀了一族两位二级神底。 你登上了天骄榜地榜,位列第三十八名。 第三百三十年,你顺利抵达了天机界。 抵达天机界后,你混了个克卿长老的名头。 之后一段时间,你打算闭关,先行提升修为。 你留在天机界中,进入灵天洞天,取出通神花。 不断调整自身状态,直到达到忘我的境界。 这一瞬,你没有犹豫,取出通神花。 伏下之后,一股暖流,遍布四肢百骸。 顶上三花,分为天地人,亦为精气神。 炼精化气,乃是藏精于体,顺利之后,凝聚顶上人花,气质超凡脱俗,境界荣辱不惊。 而炼气化神,乃是因人之生存赖以气,蕴含的是心中之气,唯有心无惊无孔,无愤无愿,方能达到所谓的实气而生。 成功炼气化神,则自身气足,不识无骨,自气中而来,弥补自身。 当然,实气之法,并非是单纯的臂谷不识之法。 真正的实气之法,乃是从天地之中汲取能量。 天地气不绝,则人气不绝。 顺利凝聚地花,炼气化精,将能够获得唯有精先方能达到的境界,自天地万物之中获取能量,壮大自身。 自身先利源源不断,实气而强。 你脑海中闪过无数关于炼精化气的记忆,心中气息不断平稳。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而你,似乎已经忘却了一切,只能感应到自身的呼吸,以及天地的呼吸。 天地的呼吸,蕴含玄妙的道运,你努力调整自身气息,将自己的呼吸于天地呼吸,逐渐调整到同一个频道之上。 这个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哪怕是你,在通神花的帮助下,也只能勉强达到。 如此,转眼间,便是三百载过去。 第六百五十年,某天你心有所感,忽然感觉自身遇到更通顺一步,翘穴之内,一朵银色的小花逐渐绽放。 而在它的身旁,还有另一朵铅色小花。 恭喜你顺利凝聚顶上三花第二花,地花,亦为银花。 你的修为更进一步,对于大道的感悟更深切,能够自天地万物,大道之中,汲取能量壮大自身。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 终于,地花凝聚,顶上三花,只剩下最后一朵,金花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双拳紧握。 一旦顺利凝聚天花,三花聚顶,那便是真正的金仙大能。 哪怕是上古,远古时期,金仙修饰,都是天地间的大能。 通神花顺利取得,那么接下来,就只要再从天机阁中获得虚无之境的使用权,便能凝聚天花了。 而眼下,模拟时间已不足四百年。 虽然有些困难,但苏醒还是想试试,能否顺利取得虚无之境。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七百载,顺利凝聚第二朵顶上三花的四十年后,你适应了新的境界。 闭关结束之后,你回到天机界,并前往了天机阁。 你询问了天机阁中获得虚无之境使用权的条件。 白帝告知你,想要使用虚无之境,需要极高的贡献度。 整个天机阁有史以来,唯有两个人使用过。 而那两个人是现任天机阁主,以及他的徒弟。 因为虚无之境,乃是天地间的瑰宝,甚至比先天之宝更加珍贵。 而且每一次使用,都会对虚无之境本身有所消耗。 若是用在凝聚天花这等小事之上,实在可惜。 因此,哪怕能够使用虚无之境,也需要惊人的贡献点。 或者付出让天机阁认同的代价和宝物。 你听后,心中有些无奈,哪怕虚无之境的使用权极难获得。 但对此,你势在必得。 若是不借助虚无之境,你恐怕需要花费万年时间,方能顺利迈入精先之境。 这对你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你询问白帝究竟需要付出何等代价,才能取得虚无之境的使用权。 白帝告知你,首先需要对天机阁有足够的贡献。 若是贡献足够,完全能够使用一次虚无之境。 但若是满足了基本的贡献,却又不够,也可付出部分天才地宝代替。 听到,能用天才地宝代替后,你心中一喜。 连忙询问白帝你的贡献是否足够。 但白帝告知你,远远不够。 仅仅击击杀一族两尊精先,守护仙舟,虽说是一件大功,但起码也要完成这样的大功劳四件,贡献点才勉强足够。 若是平时出行任务,换取贡献点,哪怕是一名精先,也需要万年岁月,方能换得一次使用虚无之境的机会。 天机阁的很多地级长老,都是为了换取这么一次使用机会,才会留在天机阁内的。 听到白帝的话后,你心中愈发期待。 这虚无之境,究竟有什么魔力? 居然让如此多的精先心甘情愿为天机阁卖命。 你对此不得而知,唯一的选择是,尽可能多地做任务,积攒贡献点。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你不断在天机阁执行任务,积攒贡献。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眉头紧皱。 想不到,这虚无之境的使用机会,居然如此苛刻。 一位精先都,需要花费万年时间,方能换得一次使用权吗? 苏醒稍微算了算,大约四次拯救仙周那般的贡献点,可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 虚知那一次行动,苏醒不但斩杀了一尊异族三级神底,更护住了数百万,甚至更多的未来天机域的仙苗。 别的不提,就是这机会,都千载难得。 就算苏醒有心完成,也得有这个机会才行。 苏醒脑海中不断思索。 拯救仙周,抵得上一次。 八百年后的大战,若是表现优异,绝对也能抵得上一次。 还有击杀那暗影族二级神底的任务,击杀赤铜神底的任务,两者加起来,或许也能抵得上一次。 如此算来,剩下的,我只需要日常出行任务,或许也能勉强达到。 寻常惊仙,满足四次拯救仙周那种级别的任务,需要万载。 那一次,大约是两三千年。 而苏醒的实力,已经接近惊仙巅巅峰。 再加上苏醒对于未来情况的知晓,三五百年时间,或许就能办到。 呼,不过即便如此,也需要到第八百年后,方能进入虚无之境了。 此次模拟,应该是办不到了。 苏醒微微摇头,既然办不到,那苏醒也没必要继续留在天际阁内了。 剩下的时间,不如提升猎魔马甲的境界,才更加合理。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离开天际阁后,你外出执行任务。 来到一处被异族占领的世界后,你便化为了猎魔马甲的身份。 此刻,猎魔马甲的境界,已然是三级神底后期。 虽然自身战力一般,但是那号令天下猎魔的地位,是极大的优势。 短短数年时间,你便统合了这一届的猎魔,手下猎魔数百万之多。 你的信徒,开始逐渐在猎魔之中散布开来,信仰之力与日俱多。 没过几年,异族找到了你,邀请你成为第三总军团的副团长。 你没有拒绝,更高的地位,能帮你更好的培育信徒。 之后,你花了三百年时间,培养了五十位圣者级别的信徒。 所积攒的信仰之力,全都用来扩大信徒数量。 你收集信仰之力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直到第一千年,你开始积攒信仰之力,准备突破境界。 又是三百年时间过去。 时间很快来到第一千三百年。 这一年,你拥有的猎魔信徒数量已经突破万亿。 猎魔之神的身份,即便是异族的一级神底,也对你十分讨好。 毕竟每一个神底,都希望自己的军团能够打胜仗。 而这少不了猎魔炮灰的支持。 不过在你的干预下,异族近年来实力接近的战争,没有一场胜利。 这一年,你积攒了足够多的信仰之力,准备突破境界。 信仰之数上,数十万枚信仰果实绽放着诱人的光芒。 随着你心中移动,大量的信仰之力开始消耗。 与此同时,你的境界和神力迅速提升。 你对于空间法则,速度命运法则的领悟,飞速提升。 你的神力不断增长。 你的神格变得更加凝练。 终于,随着那海量的信仰之力耗尽,你的境界顺利突破至三级神底巅峰。 此刻,你距离二级神底只有一步之遥。 呼,三级神底巅峰相当于玄仙巅峰了。 看来这猎魔马甲的修为,要先一步与本尊突破至惊性了。 苏醒扎了扎嘴,再次感叹猎魔异族的信仰之力强大。 强的不是猎魔异族的个体,而是那无穷的猎魔汇聚出来的力量。 苏醒这猎魔马甲,几乎可以说是,吸干了大半个猎魔异族的信仰,方达到此境界的。 还剩下数百年时间,不知能否顺利突破至二级神底。 苏醒稍有期待,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一千三百年,境界突破之后,你心情十分不错,又外出帮助一族输了几场战争。 之后,你偶尔回应信徒和使徒的要求,信仰之力不断增长。 如此,又是两百年过去。 在此之前,六异主神曾请求你,前往南蛮玉帮助其入侵人族。 但你以神力在晋升关键期为由,暂时拒绝。 因此,第一千五百年,南蛮玉彻底被入侵。 接下来,你继续积攒信仰之力。 又是三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八百年,你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厄运越来越恐怖,说不定某天就会突然暴死。 而大量的信仰之力,你并不打算浪费。 于是,你在这一年榨干了积攒五百年的信仰之力,朝着二级神底发起最后冲击。 你对于法则的领悟程度,神性顺利达到二级神底级别。 你的神力不断增长,达到二级神底级别。 唯有,最后的神格距离二级神底还有一步之遥。 但数百年积攒的信仰之力却已然耗尽。 你的境界最终卡在了二级神底之前。 无奈之下,你只能继续积攒信仰之力。 但不出意外的,数十年后,你遭到了人族修饰的刺杀。 在一尊太义精仙出手之下,你无力反抗。 你死了。 丁,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面板,颇有些无奈。 哎,距离二级神底还有一步之遥,看来要等到下次了。 也不知本尊何时方能突破精仙。 苏醒想了想,还是将目光先看向了模拟奖励。 空间圆体。金色天赋,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域修行成果。 九千里灵域开始逐渐由灵域向灵界级别转化。 灵域对现实的影响更强,售价二十万能量本源。 半步金仙修为。 顺利凝聚胸中武器,顶上三花已经凝聚千花、银花。 只差最后的金花便能顺利三花聚顶,成就金仙道果。 售价五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了一眼奖励的价格,顿时一阵肉疼。 鸭的,锦锦银花的凝聚就需要五百万能量本源。 这鸭的,怎么不去抢? 那金仙净之时,一层境界的突破,岂不是需要千万能量本源了? 苏醒顿时面如死灰。 如此看来,那他手上的这两千多万能量本源还真不够看的。 最多,恐怕也就够苏醒破入金仙气了。 想入金仙二重都不太可能。 哎,虽然贵,但修为还是要提升的呀。 看来去一族敲竹杠的计划,得尽快实施了。 等烈魔马甲达到二级神底之后,便差不多了吧。 顿了顿,苏醒接着道。 至于空间元体,还是需要的。 接下来大道感悟方面,我主攻空间大道,有了这天赋,无疑会轻松许多。 如此想道,苏醒默念道。 我选择带出空间元体,以及半部精先修为。 您成功带出空间元体,花费十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2123万6813点。 您成功带出半部精先修为,花费500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1623万6813点。 随着提示音落下,苏醒的存货瞬间减少四分之一。 500万能量本源,请客间就没了。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下一秒,苏醒的心神气息开始逐渐变化。 脑海中涌入大量记忆,窍学之内一朵银色的小花逐渐展开。 瞬息之间,苏醒似乎感受到了大道的呼吸,感受到了天地万物的呼吸。 大道呼吸逐渐与苏醒的呼吸频率吻合。 片刻之后,苏醒缓缓睁开双眼道。 顶上三花的凝聚果然玄妙。 虽然不是直接修为,法力的提升,但却是对于大道的提升,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 这500万能量本源,花得值。 苏醒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未来的能量不足了。 突破惊仙之后,必须得尽快再去一趟小青云界和蓝星了。 尽可能多得获得能量本源吧。 完成这些后,苏醒就必须想办法去一族那边敲诈血肉精华了。 现在还剩下两次模拟机会,那便,一鼓作气吧。 苏醒没有犹豫,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50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1623万6813点。 剩余模拟次数一次。 模拟开始。 抽取金色传说天赋,花费一点能量本源,是否抽取? 是。 叮。 恭喜您获得金色天赋幽名之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幽名之体。 金色天赋百大神体之一。 寻常人族靠近则会感到心寒体量。 难受万分,但却是极佳的鬼修体质。 嗯。 幽名之体。 对我倒是没用。 苏醒微微摇头,也知道并不是每次都能抽到好用的天赋。 算算最近的模拟,苏醒能够带出的天赋也就先天道体和空间原体了不过好在。 马上就要惊仙了。 惊仙之后,模拟器说不定会有新一轮的更新。 苏醒有些期待,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丁,请选择喜佳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天赋。 临天动天中,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你出发前往蓝星,将人足就离。 你前往天机阁。 你前去和青云子交易。 你收集了罗天宗的全部传承。 第三十年,你准备前往天机域。 第四十年,你顺利穿过无尽海域,抵达了天机域。 你前往了九重天域,第五重天,搜集更多的天才地堡。 在红韵天赋的加持下,你收获颇丰。 第二百年,你正式准备参悟空间之道。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您成功使用,剩余能量本源一千六百二十万三百一十三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第五重天,某处秘境。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没有浪费时间,直接着手参悟空间大道。 物道茶已经煮好,其他参悟空间大道的道运宝物也已经准备。 那么,便开始参悟吧。 苏醒说着,饮下一口物道茶,周身闪过玄妙的空间道运。 转眼间,百年时间过去。 沉浸式模拟结束,苏醒意识重新回归本体。 缓缓睁开双眼,苏醒眼中带着一丝惋惜之色。 百年沉浸式模拟,空间之道距离第五镜大成,还差了灵门一脚啊。 苏醒叹息一声,他有些低估了大道第五镜的参悟难度。 不过也差不了多少,再来个三次模拟,想必就能迈入第六镜了。 苏醒也不急于一时,眼下关键的是修为顺利迈入惊险。 算算时间,差不多模拟第三年了。 天机阁的仙周快要降临,接下来必须要好好表现一番,尽可能多得获得贡献。 如此才能取得那虚无之境的使用权限。 苏醒已经打算,这一次模拟夺为天机阁打打工,猎杀一族了。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百年,你参悟结束,但空间之道距离第五镜大成,依旧有一步之遥。 来不及惋惜,很快白云界遭逢大变。 你带着白家姐弟登上仙周,仙周化作流光,朝着天机界的方向驶去。 转眼间,二十载时间过去。 第三百二十年,仙周不出意料地遭到异族截杀。 白帝、肖斩龙等大能修士出手,但却被异族神底和雪三缠上,无法抽身守护仙周。 在此情况下,你出手了。 此次你没有丝毫留守,惊仙后期的实力斩露无遗。 短短数日,死在你手中的异族神底数量近百,无数异族真神死在你的万象天雷影之下。 此战之后,你受到了白帝的青睐,互换了联系方式。 白帝邀请你加入天机阁,并授予了帝级长老职位。 对此,你自然没有拒绝,欣然答应。 第三百三十年,仙周抵达天机界。 同年你加入天机阁,开始执行任务。 因为,你打一开始目标就是奔着虚无知境地使用权限去,所以需要不断出行任务,积攒贡献点。 凭借着你帝级长老的身份,大多数的任务都能接取。 转眼间七十载过去。 第四百年,七十年间你共执行任务上百次,击杀异族神底数百尊,更解救了十余个被异族正在入侵的人族事件。 你的名声逐渐在天机域广为传播。 你登上了天骄榜地榜,位列第28位。 同年,你执行了一个关键的任务,猎杀那尊媲美金仙后期的异族神底。 此次行动除了你参与之外,还有另一位金仙中期的长老一童。 但你知晓,这位金仙长老派不上多大的用处。 数个月后,你顺利寻找到了那尊赤铜神底,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战,持续了足足三年之久。 虽然你的硬实力高于赤铜神底,但想要斩杀一尊媲美金仙后期的敌人,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最终还是你赢了斩杀一尊金仙后期的赤铜神底,你的名望迅速增长。 而在天骄榜上的排名也提升至第23位。 当然,你最在意的还是天机格的贡献点,迅速增长。 算上斩杀赤铜神底的贡献,你已经积攒了使用虚无之境一半的贡献点。 但你丝毫没有懈怠,继续执行任务。 因为具有先知先觉的优势,你脑海中不少异族情报一一浮现。 因此,太乙惊仙之下,几乎没有长老的任务执行效率比你高。 你也成为天机格中公认的任务狂魔,更是被人族修饰视为榜样。 如此,又是200年的时间过去。 第600年,即便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猎杀异族身上,但你的修行也没落下。 这一年,你的灵域范围增长到了8000里。 但异族并未有大范围的战争,日常的剿灭异族,积累贡献点的速度也变得慢了下来。 你算了算一直积攒的贡献点,若是800年那场大战中表现正常,刚好够换取虚无之境的使用权。 于是,执行任务之余,你也不忘参悟灵域。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松了口气,差不多,此次模拟应该能够获得虚无之境的使用权了。 这虚无之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还真是有些期待。 苏醒目光接着看向模拟面板。 时间飞逝,转眼间便是200余年过去。 天机狱第一次与异族大战即将爆发。 临战前夕,你将自身状态调整到了最佳,并准备参战。 与之前的模拟轨迹一样,你顺利加入了肖斩龙麾下。 随后,在短短数年时间内,死在你手中的异族神底,数量变不下数百尊。 而人族修饰一方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 战争爆发数年,人族真仙阵亡千余位,甚至还死了十余位金仙。 至于天仙之下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这其中,那一尊金仙巅峰的暗影族神底,尤为可怕,在战场上猎杀了超过三位金仙。 因此,这暗影神底登上了天机阁猎杀榜,若是击杀暗影族神底将获得海量的贡献点。 而你等的就是这一刻。 数百年积累的贡献,若是再加上这次顺利击杀暗影族神底,便能基本达到虚无之境的使用权限。 届时只是在付出大量天才地宝作为代价交易,便能够使用虚无之境。 但对手毕竟拥有惊仙巅峰的实力,哪怕你对于空间之道造一颇深,十分克制着暗影族神底,你也不敢轻敌。 于是,你喊上肖斩龙,准备联手对其刺杀。 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钓鱼之后,那尊暗影族神底终于露出了马脚。 在你经历一场大战后,那尊暗影族神底对你进行了刺杀。 但你谋划了一年之久,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当其离开暗影界的那一瞬间,你就迅速封锁了周围的空间并不下静置,让其失去了穿梭于暗影界与现实世界的能力。 失去这一能力,这暗影神底顿时实力大减。 而单纯地比拼肉身和神通,你自是不输于它。 这一战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最终你以自身受伤为代价,亲手将这尊暗影神底击毙。 而躲在暗处的肖斩龙,甚至都没有出手。 这一战后,你在天际阁中的地位更高。 这尊暗影族神底是你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也让你一口气提升到了天交榜第十六位。 数年之后,人族和异族的大战告一段落。 从大规模的战争又重新转向小规模的战斗。 而你也重新回到了天际域,用全部的贡献点,以及之前积累的大量天才地宝,换取了一次使用虚无之境的机会。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握了握双拳,终于使用虚无之境的机会到手了。 我倒要看看,这虚无之境,究竟是何等存在? 苏醒深吸一口气,默念道,使用沉浸式模拟,持续时间一年。 叮! 提示音落下,苏醒意识进入了模拟世界。 天际阁总部最深处的秘境之中,苏醒来到了一处奇异的空间。 这处空间正是苏醒之前兑换通神花和炼气石的地方,也是降临的宝库。 很快,耳边传来了一道声音,来自于这片空间的气铃。 请选择您要兑换的物品。 苏醒没有犹豫,说道。 我想到,兑换虚无之境的一次使用权。 苏醒说吧,静静等待着。 听到苏醒的话后,那宝库的气铃似乎愣了一瞬,原本冰冷机械的声音,忽然带了一些人性化的色彩。 片刻之后,苏醒耳边传来提示音,检测到您满足虚无之境使用机会。 注意,虚无之境乃是人足至宝,每个人一生只能使用一次。 一旦进入虚无之境,若是满足条件即可最大程度地激发自身潜力,完成修为或境界上的突破。 注意,该机会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请问是否使用。 苏醒听到耳边的声音后愣了一下,随后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说,这片宝库就是在虚无之境中。 而你就是虚无之境的气灵。 苏醒算是明白了,为何天机阁将虚无之境看得如此之重。 因为整个天机阁总部内部都是建造在虚无之境中的。 尤其是天机阁宝库以及天机阁无数年来积累的天才地宝都在此中。 如此看来,这虚无之境的功能似乎有些像罗天镜啊。 只不过不同的是,罗天镜还处于受损状态,而虚无之境应该是全盛时期。 苏醒脑海中不断思索。 作为过去最大宗门的罗天宗,拥有罗天镜,乃是天地之宝,甚至级别更超先天之宝。 而如今天地间最强大的实力,莫过于天机阁,拥有同一级别的宝物,似乎也很正常。 所以,虚无之境,乃是一剑和罗天镜同级别的混沌之宝。 苏醒心中暗自想到。 很快,耳边传来气灵肯定的提示音。 是的,虚无之境,乃是天机阁总部设立之地。 苏醒见着气灵居然还能回答自己的问题,顿时有些疑惑道。 我想询问一番虚无之境的使用。 你说每一个修饰一生只能来一次,并且激发最大潜力的意思是。 还有,苏醒一连问了数个问题,大致就是询问这虚无之境的具体功能。 没想到这气灵真的一一回答道。 虚无之境,能够暂且借助时间的力量,赐予修饰属于它未来的部分实力。 而这种获取未来力量的效果,一个人只能使用一次,而且对我的本体会造成一定损伤。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自己的功能,虚无之境的气灵道。 九百万年前,仙人天机阁主动用了唯一的机会,将自己对于命运大道的造诣提升至第七境。 八百万年前,白帝动用了这次机会,将自身对于剑之大道的感悟,提升至第七境。 六百万年前。 总之,虚无之境能够从时空中截取一部分未来的力量,并提前预知给使用者。 虚无之境的气灵一连解射数条,苏醒听后,直接愣住了。 这虚无之境,居然能够直接提升修饰的大道感悟吗? 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能力?苏醒直接一个呆住了。 大道第七境,唯大道以成。 意是,唯有大罗金仙方能抵达的境界。 无数太乙金仙穷极一生,花费无数岁月,想要一窥大道以成之境,却都无可奈何。 而这虚无之境,居然能够直接办到。 苏醒沉默了一下,随后道。 那你可以将我的修为,直接提升到大罗金仙吗? 苏醒直接改变了想法,还追求个锤子的金仙啊。 若是真的能够借助未来时空之力,从时空之中,截取未来的力量。 那岂不是无敌了苏醒也绝对有信心,未来的他一定是大罗金仙。 而现在,仅仅是提前预知罢了。 然而,听到苏醒的要求后,气灵解释道,这是不可能的,首先,使用者拥有修炼到大罗金仙的潜力。 其次,我不可能一次性截取太多未来之力,我能够设计的更多是虚无的存在,并且一次性只能截取一小部分。 综合你,现在的情况来看,你可以要求我帮你提前进入仓物顶上三花最后的步骤。 也就是说,我能够让你直接进入仓物金花的状态。 至于能否仓物成功,我并不知晓。 苏醒听后,稍微有些惋惜。 好吧,还是只能仓物金花吗? 直接让我进入仓物金花的状态吗? 这倒是,不赖。 苏醒总算明白,为何白帝所言,虚无之境能够帮助苏醒凝聚顶上三花了。 因为虚无之境的能力,本就是截取未来的部分力量。 因此,帮助苏醒凝聚顶上三花,的确算得上大材小用了。 最好的用途是苏醒卡在某个境界之时动用虚无之境,以省下无数岁月的蹉跎。 所以,虚无之境一人一生只能使用一次。 那对于我而言,是否每一次模拟都能使用吗? 苏醒心中有些犹豫。 若是真的只能使用一次,那他现在用,会不会太早了? 不行,金仙之境是必须要尽快抵达,已经脱不得了。 若是再拖下去,等雪三来蓝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苏醒不再犹豫,尽快达到金仙之境,是当务之急。 哪怕这机会,他只能使用一次,也必须用了。 下定决心的同时,苏醒心中也生起一个疑惑。 那么,和虚无之境同为混沌至宝的罗天静,其功能真的只有现在这么点吗? 到底,罗天静还有多少功能?我未能开发。 想到这,苏醒心中有些激动。 就仿佛有一座巨大的宝库,等着苏醒前去探索。 罗天静是处于功能受损的状态。 需要使用足够多的法力注入,方能使罗天静恢复。 在金仙之前,苏醒的法力虽然浑厚,但维持罗天静的运行就已经消耗不小了。 若是再多注入,对于苏醒的修行都有害。 但,我若是突破至金仙之后呢? 法力定然会再次迈向新的台阶。 届时,或许就能试试罗天静的其他功能了。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耳边却传来气灵的声音,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是否要用掉这唯一的机会? 听到这话后,苏醒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到。 我确定。 好,如你所愿。 话音落下之后,一道奇妙的光芒笼罩在了苏醒的身上。 紧接着,苏醒双眼一黑,失去了意识。 苏醒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看到了一道和自己很像的身影。 但那并不是一个人,或者说只是一个人形的光运。 那道光运的形状和苏醒的体型相近,就连气息也极为类似。 唯一不同的是,比苏醒要强大。 在梦里,那道光运缓缓和苏醒融为一体。 顷刻间,苏醒陷入了一种极为玄妙的状态。 一段段领悟凭空涌入苏醒心神。 炼神反虚者,精气足。 而虚神,神为体之源,壮之神魂,方清醒于世,脱窍而虚足。 如入虚空之境,归入神虚,则金花生。 在这种玄妙状态的加持之下,苏醒只感觉自己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的充足。 在此之前,苏醒的精气是十足的,铅花和银花的绽放,让苏醒的精气达到了精鲜层次。 唯有金花迟迟未绽放,使得神魂稍弱。 而现在,苏醒感觉到自己神魂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 是的,膨胀。 这神魂变强的速度,已经不足以用增长来形容。 用最恰当的例子来说明。 原本苏醒的神识范围是十万里,天人静。 而在这种玄妙的过程中,苏醒的神识范围,顷刻间增长到超过百万里。 甚至隐约开始朝千万里神识逼近。 这是足以笼罩大半个小千世界的神识。 如同小青云界那等小千世界,苏醒甚至能直接从天魔城感应到十万大山南部。 在神魂的剧烈膨胀之下,苏醒的窍关之内,也隐约间一朵金色的小花逐渐绽放。 恋须反神,则金花生意。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不知不觉间,已经重新回归到了现实世界。 从那种玄妙的状态脱身,苏醒回味良久。 所以,我的神魂。 苏醒下意识地感应了一番自己的神识,却没有丝毫变化。 呼,模拟中我的神魂,应该已经无比地壮大了吧。 所以,到底是否顺利凝聚金花了? 苏醒迫不及待地看向模拟面板。 虚无之境中,你逐渐醒来,感知到了自己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的充足。 暴增的神识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心中一动,便能感应到天地间的任何一处角落。 耳边传来气灵的声音,稍显疲惫。 它告知你,是时候离开虚无之境了。 因为外面,有一个劫难等着你。 还未等你反应过来,你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天机城内。 原本晴朗的天空,如今已经乌云密布,方圆十万里之内,雷声轰鸣。 你微微眯眼,看着那天空中的滚滚雷霆。 你知晓,是时候渡劫了。 传说中的,惊仙之劫。 仅仅片刻之间,数十位天机阁的长老靠近。 他们告知你,尽量不要在天机城中渡劫。 你心知明了,惊仙之劫的威力过于恐怖,甚至可能会损伤天机城的屏障,从而误伤到百姓和低阶修士。 没有犹豫,你一步迈出,离开了天机城,出现在十万里外的一座大山之巅。 天空中的雷霆,也随着你的移动而迁移。 滚滚雷声如同浪潮般袭来,这恐怖的渡劫之雷,比你之前渡过的任何雷劫都要恐怖。 然而,你没有丝毫害怕。 刚刚凝聚金花,此刻,你精气神充足,正是最为全胜的时期。 无需再多准备,若是此刻都无法渡过雷劫,之后又如何能够渡过? 于是,你盘坐于大山之巅,闭目养神,将自己的呼吸和天地之道逐渐同步,将自身气息调整到最佳状态,静静等待雷劫的降临。 终于,随着雷霆的不断汇聚,黑云笼罩的天空中,第一道雷劫披下,那雷劫自天边来,裹挟着如同能毁灭世界的威力,朝着你狠狠砸来。 若是寻常玄仙巅峰,恐怕应付起这第一道雷劫都要小心翼翼。 起初你也有些紧张,但感受到第一道雷劫的威力后,你轻蔑一笑。 雄厚的原力缠绕在左手上,你不躲不闪,朝着那雷劫一拳砸去。 仅仅一拳之下,这金仙雷劫居然被你直接砸得溃散。 金仙雷劫再强也仅仅是针对玄仙巅峰以及金仙初期,而你的实力早已超出了这个范畴。 哪怕是纯粹的肉身力量,你都能够硬汉天节而不伤,眼中涌起浓浓的战意。 你感受到雷劫之中,那丝丝的雷霆正在不断淬炼着你的肉身。 于是,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你朝着天空中的雷劫做出了一个挑衅的手势。 这点威力,莫不是给你挠痒痒。 早在之前渡雷劫之时,你便知晓,雷劫乃天道一部分,也是有微弱的意识。 果不其然,在你的挑衅之下,雷劫被顺利激怒,更加恐怖的雷霆开始汇聚。 而你却丝毫不慌,反而愈发兴奋。 一道,两道,十道,百道。 随着雷霆的不断披下,你感觉到自己对于雷之大道的感悟,连同着自己的肉身都在淬炼。 那被你遗忘许久的,天雷圣体似乎正在逐渐完善。 而这道道雷霆,让周围的修士们开始恐慌。 无数金仙大能,遥遥望向这道雷霆,心中震惊不已。 这雷劫的力量,早已超过了寻常金仙之劫,莫说玄仙巅峰,即便是一些金仙修士,都未必有把握抗下。 打磨在这雷劫之中,非但没有丝毫恐惧,反而有些享受。 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肉身正在雷劫之中不断壮大,天雷圣体逐渐成形。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深吸了一口气。 天雷圣体终于要顺利完成了吗? 苏醒没想到还有此意外之喜。 原本苏醒的天雷之体只是半成品,超过寻常金色天赋,但却没达到红色天赋神话级别。 也不如真正的天雷圣体。 却没想到,在金仙之劫下,苏醒的天雷圣体将迎来再次的进化。 还真是双喜灵门啊。 金仙突破在即,天雷圣体也将完成进化。 苏醒嘴角上扬。 顺利凝聚金花之后,苏醒已然没有丝毫地担心了。 至于那区区金仙之劫。 若是以苏醒的实力都无法度过此劫,那天地间便没有玄仙能够度过了。 呼,度过此劫,金仙再望。 苏醒安耐住心中的激动,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这金仙之劫足足持续了七七四十九天。 起初之时,雷霆之声络绎不绝,天空中似乎有无数雷霆等待劈下。 而到最后,雷霆的威力不再变强,雷霆劈下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低。 终于,七七四十九日之后,天上的雷霆逐渐消散。 你看着逐渐散去的雷结仰天大笑,似乎感觉到了天结的不甘心。 你似乎察觉到了天结的意思,大致是。 你小子等着,等你在突破之后,看小爷不劈死你。 你对此却是毫不在乎,因为经过整整四十九日的天雷洗礼,你的天雷圣体终于完成了净化。 又一个红色神话天赋,天雷圣体终于达成了。 苏醒心情很是不错。 这天雷圣体许久之前就有净化的趋势,当时只是半步圣体。 而一直以来,苏醒忙于提升修为,大到感悟,因此忽视了天雷圣体的净化。 直到现在,苏醒趁着渡劫之缘,才让天雷圣体终于完成了晋级。 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 大谢,还在后面呢?雷杰已经渡过,那惊心还会远吗? 苏醒期待地看向模拟面板。 当天雷无奈地退去之时,原本乌云十万里的天空逐渐晴亡。 多日阴霾的天气逐渐退去,七彩的霞光斜裹着丝丝暖意自乌云的缝隙中穿透。 乌云退去的速度越来越快,天雷也终于散去。 耀眼的光芒重新笼罩在这片大地之上,如同大雨出晴之后让人心安。 天空中祥云逐渐汇聚,七彩霞光自九天之上落在了你的身上。 你溢立于山巅,微微闭眼,感受着霞光和祥云的气息忽然间浮灵心智。 不知何时,在你的头顶上,一朵虚幻的千色小花逐渐绽放。 第一朵千花虚影凝聚之后,紧接着第二朵银色的小花也盛开。 最终,金色小花盘踞于一千,迎两朵虚幻之花上。 三花聚顶的一瞬间,你方圆千里之内,所有的鲜花绽开,枯木逢春。 万物复苏,祥瑞诞生。 无数修士不约而同地看向你所在的山顶,看到了三花聚顶的那一幕。 这些修士都心有所感,不约而同地生起一个念头。 祥瑞现世,三花聚顶,金仙方程。 从此,世间又多了一位金仙大能。 恭喜你,顺利突破至金仙之境。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深吸一口气,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成了,终于晋升金仙了。 从此天地之大,大可取得了。 一尊金仙的诞生,在三千世界之中,也是极为罕有的事情。 毕竟这一境界,已经象征着天地间的顶尖站立。 以我的底蕴,晋升金仙之后,一身实力,恐怕已经触摸到金仙巅峰的门槛了。 若是遇到暗影神底那等被我克制的对手,甚至能够击败真正的金仙巅峰。 呼,也不知晋升金仙之后,我的法力提升到了何等层次。 不过想来,目前我的实力,应该能够进入天交榜的榜前十了吧。 苏醒有些好奇,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晋升金仙之后,你的生命本质再次完成了一次升华。 原本如大江大湖般汹涌的仙力,逐渐变得平静下来。 因为大海,总是那么波澜不惊。 但只是稍微掀起一点波澜,就能引动毁灭性的海啸。 你体内的法力,在晋升金仙之后,浑厚了足足三倍。 那桩大树碑的法力,让你有一种错觉,自己的法力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你的肉身之上,隐约间镀上了一层金光,最后归于平静。 这看不见的金光,乃是金仙所特有,有气韵祥瑞加深,万邪不轻之小。 微微调整了一番气息,你较为顺畅地,适应了金仙的身份。 与此同时,你感觉到不少目光正注视着你,更有不少修士闻风而来。 有的修士实力不俗,以达玄仙,金仙之境是想结交于你。 也有的修士是想一堵金仙的风采。 你见状微微皱眉,将头顶虚幻的三花收起。 三花巨顶毕竟太过于招摇,也不会有金仙没事就顶着头顶的三花到处乱逛。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忍不住会心一笑。 若是真有金仙,一天到晚头上顶着三朵花出去显摆,那得多搞啊。 苏醒微微摇头,晋升金仙之后,苏醒短期内最大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但仅仅是金仙之境还不够。 苏醒达到金仙境是为了更好的提高战力。 那么接下来,便要想办法前往第七重天了。 不过此次模拟已经到了八百多年,前往第七重天估计也没什么意义。 剩下的时间,将猎魔的境界再往上提一提吧。 苏醒可是记得,他猎魔马甲,距离二级神底,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转眼间,距离你顺利成为金仙已经十余载过去。 十多年时间,你彻底适应了金仙的身份,也了解到了自己的真实战力。 你多次向白帝请教。 切磋,白帝了解到你的大致实力后,肯定地告诉你,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地榜前十的地步。 但,距离地榜前五,前三,甚至第一,都还有不小的差距。 你听后心中一动,向白帝询问了地榜前五,前三,以及第一,究竟有何等实力。 白帝告知你,地榜前十,拥有金仙巅峰战力,乃是基础。 地榜前五,需要太乙之下无敌,寻常金仙飞这等修饰义和之敌。 地榜前三,其真实战力,接近半步太乙之境,乃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以自身手段,甚至能够短暂抗衡太乙金仙。 而地榜第一,其实力甚至已经达到了太乙金仙的标准。 你听后若有所思,如今的地榜第一,应该是子灵仙子。 其当初金仙巅峰的修为,的确和身为太乙金仙的血三交手许久不落下风。 白帝还告知你,包括他在内,所有老牌的大罗金仙,都曾经是地榜第一。 这是一种象征。 地榜第一,像是一种荣耀。 所有登上地榜第一的修饰,若不陨落,未来必将成为大罗金仙。 苏醒看到这,叹息一声道。 果然,强者之间,亦有差距啊。 以我的实力,方才进入地榜前十。 若想成为地榜前五,恐怕大乌断体,绝要迈入第六层才有机会。 至于地榜前三,修为或许还要在网上提一提,或者某一条大道迈入第六境。 但最后的地榜第一,苏醒眉头微皱,他是体会过,金仙和太乙之间那恐怖的实力差距。 就如同现在的他,在血三面前,依旧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的。 紫灵仙子,身怀圣体,修炼资质世间一决,被顶尖仙门青云宗收入门下,成为青云子真传。 即便如此,也花了数万载,成为金仙巅峰之后,方拥有和太乙金仙薄一薄的底气。 虽然我所学神通义不差,大道感悟也是优势,不输于紫灵仙子,但若是想达到地榜第一,恐怕需要炼体达到第六境巅峰或者金仙巅峰修为吧。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今的地榜第一,是紫灵仙子。 而苏醒必须拥有击败紫灵仙子的实力,方能登临地榜第一。 这起码需要苏醒真正地和一尊太乙金仙一战,并且势均力敌。 修为之事,一步一个脚印,自然能达到。 不过眼下,猎魔马甲必须晋升二级神底了。 苏醒心中一动,看向模拟面板。 第八百三十年,你离开了天际界,前往了一处被异族正在入侵的小千世界。 你很快变化为了猎魔神底的模样,气息哪怕是圣人都看不出破绽。 很快,便有实力不俗的异族联系上了你。 你顺利成为异族第三总军团的副团长。 借助着异族的力量,你轻易获得了大量的血肉精华,并能够迅速地培养信徒。 转眼间,便是六个甲子过去。 第一千二百年,你积攒的猎魔信徒数量已经足够多,猎魔使徒也培养出了五十余位。 于是,你不再继续将信仰之力用在培养信徒上,而是积攒信仰之力准备用来突破境界。 在这期间,六一主神来找过你,但被你拒绝。 如此,又是三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五零零年,你积攒了足足三百年的信仰之力。 你开始源源不断地用信仰之力提升自己的境界。 随着无数信仰之力的消耗,你的神格逐渐完善,神力不断增长。 终于,当你将大部分的信仰之力全部灌输之后,你水到渠成般迈入了二级神底层次。 新境界的提升,让你感知到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心念一动,便能联系上无数猎魔使徒的信仰网络。 你能够培养的猎魔使徒数量,也直接提升到了一百位。 同时,你觉醒了新的能力,加速猎魔的出身和孵化。 只要你愿意消耗信仰之力,甚至能够加速猎魔信徒的培养,以保证未来更多的使徒诞生。 苏醒看到这长出一口气,猎魔马甲的实力也终于达到了二级神底层次。 之后的计划,就方便多了。 不过,随着猎魔实力的提升,信仰之力的弊端也体现出来了。 不,与其说是信仰之力的弊端,不如说是模拟时长还不够。 苏醒不断思索。 随着他猎魔马甲境界提高,未来晋升一级神底,甚至主神级别,无疑需要更多的信仰之力。 而每一次模拟苏醒都要从灵积累信徒,还需要支付部分信仰之力来培育猎魔使徒。 毕竟猎魔使徒的基数足够,苏醒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 如此一来,苏醒用信仰之力提升境界的次数就有限。 理想的情况下,是苏醒动用前期的所有信仰之力来培育信徒。 直到数量足够,苏醒再一次性用这些信仰突破境界。 但这,需要苏醒把握好一个平衡点。 若是模拟时长越多,收集的信仰之力才会越多。 苏醒现在已知的是,猎魔马甲在1600年和1800年时会遭到截杀。 苏醒要想模拟更久,需要在这两个时间点格外注意。 如此想到,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500年,晋升二级神底之后,你的实力壮大了不少。 但你却更加谨慎,因为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恶难神体也将发挥更恐怖的威力。 你决定开始积攒信仰,留作未来提升命运法则。 第1600年,你收到了一个命令,带领手下的猎魔入侵一座中签事件。 若是以往的你,肯定会出手。 毕竟有你在,能够破坏异族的行动。 但这一次,你却拒绝了。 因为你知晓,这一次行动其实是人族设下的陷阱,其目的就是刺杀你。 于是,你躲在异族的一处大本营中继续闭关。 接下来200年间,你小心谨慎,老老实实留在大本营中积累信仰之力。 很快,时间来到第1800年。 这一年,你将积攒的信仰之力全部用在命运法则的领悟之上。 命运法则,如同修士的命运之道,能够一窥急凶命运,帮助你趋急避凶。 随着信仰之力的不断注入,你对于命运法则的领悟不断提升。 终于,你的法则之力迈入了第五境。 命运法则提升之后,你松了口气。 接下来,你时不时窥探未来的命运。 每次受到任务命令前,都会预测急凶。 一旦情况不对,你就会直接拒绝出行任务。 虽然这样的做法,受到了不少异族神体的诟病,认为猎魔十分胆小,懒惰。 但碍于你的身份,这些异族也不敢多言。 你就这么一直苟了数百年。 时间,很快来到第2000年。 某天,你收到异族行动的任务,这一次异族的目标,是一处极为接近天机界的大千世界,苍蓝界。 若是苍蓝界被异族拿下,那天机界将陷入被动,人族危在旦夕。 此次行动之前,你补算了一番,自己的性命并无危险。 这说明,异族行动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于是,你不得不参与到这次行动之前,跟随第一军团前往了苍蓝界。 数个月后,由暗影主神率领的一只精锐率先抵达苍蓝界。 而你率领的亿万猎魔炮灰则紧随其后,你们刚一抵达苍蓝界便发现中了圈套。 人族提前放出消息,引诱异族来攻,而更是设下了层层埋伏,为的就是歼灭异族主力。 这场大战的结果,你并未看到,因为战争爆发没多久,身为猎魔神底的你,成为了人族的针对目标。 平日里保护你的一级神底,自顾不暇。 而一位太乙精仙出手,轻松将你斩首。 你死了。 丁,本次模拟结束。 看着眼前的模拟文字,苏醒深吸一口气。 新的事件出现了吗? 第2000年,天机狱和异族的第二次全面战争爆发。 也不知,那一场战争的结果如何。 不过按照模拟的情况来看,人族准备充分。 而一族似乎并不知晓,所以人族应该能打赢吧。 顿了顿,苏醒接着道。 也罢,2000年后的事情,谁又知道呢? 当务之急,还是带出此次模拟的奖励。 惊仙之境,天雷圣体,就在眼前了。 想到这,苏醒期待地看向奖励列表。 幽冥之体。 金色天赋,售价10点能量本源。 灵域修行成果。 9000里灵域开始逐渐由灵域向灵界级别转化。 金仙初七。凝聚胸中武器,汇集顶上三花,一身仙力静蜕变,顺利晋升金仙镜,享受圆百万载,售价1000万能量本源。 天雷圣体。 十大圣体之一,破出虚妄,扫除一切邪碎的圣雷体,对于雷灵根极大加持,感应雷灵气效率极大提高,对于雷之大道感悟加深,售价50万能量本源。 看着眼前的四个选项,苏醒并没有犹豫。 金仙修为,以及天雷圣体,是苏醒必须要带出的。 只是,这1000万能量本源迈入金仙之境,未免太贵了。 苏醒脸色有些难看,正如同他之前猜想的那样。 金仙镜,一层小境界的提升就需要1000万能量本源。 那么,从金仙一层到金仙大圆满,起码需要1亿能量本源了。 这环,仅仅是练起,若是算上大乌断体绝,那就需要翻倍了。 2亿能量本源,抵达金仙圆满,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圆满吗? 苏醒微微皱眉,这个数字确实不少了。 苏醒目前稳定的能量来源,还是小青云界和蓝星。 即便如此,一个月时间,小青云界和蓝星加起来,能量本源也才二三百万。 也就意味着,三个月甚至五个月时间的能量本源积累,才够苏醒提升一重境界不过好在。 星辰界未来将成为我最为主要的能量来源了。 仅仅之前,星辰界就给苏醒带来了2000万能量本源。 这还只是星辰界部分部落的星辰石。 若是星辰界所有部落都献上星辰石,或许有一亿,甚至两亿之多。 这些能量本源足够让苏醒将修为堆到金仙圆满了。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星辰时的获取需要等待一两年时间。 而苏醒等不了那么久。 所以,陆恰死了呀。 若想要继续提升境界,必须开源,搞到手更多的能量本源了。 苏醒没有急着立刻提升修为。 晋升金仙镜已经不是小事了。 所引起的动静,哪怕有模拟器的遮掩,想必也会被周围的生灵感应到。 因此,苏醒必须提前布置好遮掩阵法,做好事十足的准备,方能晋升。 那么,就找一处洞符,布置阵法吧。 苏醒难难道。 他现在的灵域还不足以支撑金仙镜的突破,若是苏醒强行突破,金仙镜突破时的动静,可能会让苏醒的灵域空间变得不稳定,因此,必须在现实世界。 星辰界,一座中千世界,应该足以让我突破了吧。 苏醒难难道。 接下来几天,苏醒一直忙碌于寻找风水宝地,布下阵法,开辟洞符。 能够减少金仙突破动静的隐匿阵法,已经极为高级。 若是以往的苏醒,恐怕要花费数个月时间。 但命运因果之道迈入第五境后,苏醒布置起来变得得心应手。 当准备完全之后,苏醒才回到洞符之中,正式准备晋升金仙镜。 新开辟出的洞符之中,苏醒盘息而作,默念道。 我选择带出金仙修为,以及天雷圣体。 剩余能量本源1570万313点。您成功带出金仙修为,花费1000万点能量本源,剩余能量本源570万313点。 接连两道提示音落下,苏醒身上的气息开始变化。 只见苏醒的身体在瞬息之间膨胀了一小圈,又迅速恢复原样。 皮肤表层,丝丝紫光缠绕,但也只是出现了几个呼吸,又迅速连去。 此刻,天雷圣体正式完成晋级。 在天雷圣体晋升之后,你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开始暴涨。 此次晋级和以往完全不同,总的来说,突破产生的动静要大上太多。 体内原本汹涌的法力,逐渐在你体内水涨船高,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紧接着,气息开始收敛,又逐渐归于平淡此刻星辰界。 你所在的突破之地,方圆千里之内,乌云密布。 天空中似有雷结诞生,但那雷结郁郁许久,却迟迟劈不下来。 直到你彻底晋升惊仙之后,忽然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 头顶之上,不知何时三花聚顶,洞府周围百里,无数花朵绽放,仿佛回到了春天。 苏醒深吸一口气,缓缓起身,离开了洞府之中。 离开洞府之后,你抬头望天,刚好看到天边正在缓缓消散的雷结。 那天雷似有神会,感应到你的存在后,似乎有些不服气。 如同小孩子一般发出一声炸雷,在你耳边轰鸣。 你见状微微一笑,只是朝着天结摆了白手,似乎再说下次见。 这天结也够憋屈的,裤子都脱了,硬是要穿回去。 感受着天上的霞光落在身上,苏醒的心情格外愉悦。 惊仙之静啊。 终于达到了。 苏醒微微闭眼,仔细感悟身体的变化。 体内用之不竭的先例,趋于圆满的肉身,无不体现了两个字,强大。 还有那趋于饱满的神魂,苏醒只是心中一动,就能感受到半个星辰界的动静。 在苏醒的神魂范围之内,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苏醒的眼睛。 现在,我的神魂,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苏醒有些好奇,心中一动,将自己的神石尽数释放。 神石如同潮水一般铺开。 十万里,五十万里,百万里,三百万里,五百万里。 最终,苏醒的神石,居然直接达到了八百万里范围。 足足是之前八十倍的提升,这便是金仙强者的神魂之力吗? 苏醒深吸一口气,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这种强大,是苏醒从未体验过的。 他现在完全确定,自己的实力绝对媲美金仙大圆满的修饰。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苏醒看着自己剩下的能量本源,只剩下区区五百多万。 这让苏醒,完全没有安全感了。 五百多万能量本源,甚至不够金仙弃一层境界的突破。 肉身想要突破之大乌断体绝地六层,也是难啊。 唉,还必须离开星辰界,去一趟蓝星了。 距离血三抵达蓝星,只剩下三个多月时间,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苏醒看了一眼时间,是时候离开星辰界了。 如此想到,苏醒一步迈出,出现在紫薇部落之中。 刚抵达紫薇部落,就看到等待多时的新奴。 只见新奴此刻情绪激动,眼中似有泪光闪动。 在苏醒面前单膝下跪,激动道。 恭喜星辰之主大人,恢复实力,迈入金仙之境。 愿星辰之主授予天骑,法力无边。 苏醒听到这老头喋喋不休地拍着马屁,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到嗨嗨,实力小有进步,不值一提。 不用想,苏醒都知道是自己突破金仙时的动静太大了,才会使十万里外的新奴都有所感应。 金仙之境的突破,威势必然浩大,哪怕有模拟器遮掩,也是让天结无法落下。 若是苏醒在蓝星突破,定然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看来以后,太乙金仙的突破,也不能在蓝星上进行。 苏醒难难道。 身前的星奴听到苏醒的话后,心中更是佩服万分。 突破金仙这等大事,在星辰之主大人眼中却是不值一提。 苏醒不知道星奴的想法,只是道。 接下来,我会离开星辰界一段时间,可能要过几个月才回来。 你那边这几天收集了多少星辰石,一并给我吧。 星奴听后连忙取出一个储物袋,交到苏醒手中,又道。 星辰之主大人,在下有个建议。 过几天,还有不少部落要来,会奉上不少星辰之石。 如果大人时间不赶的话,在星辰界可以再待上三五天即可。 苏醒听到星奴的话后,寻色一番。 他现在顿速极快,前往小青云界和蓝星,估计十天就能抵达,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于是便点头答应下来。 也好,那我就在星辰界等几天吧。 很快五天时间过去,苏醒从星奴手中又接过了一个储物袋。 两次星辰石加起来,大约为苏醒提供了五百万能量本源。 虽然不少,但对于如今的苏醒,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拿到这一笔能量本源之后,苏醒离开星辰界,前往了小青云界。 十天之后,小青云界中,白帝城内,苏醒找到了之前的合作伙伴白轩。 作为地先后期的老牌仙人,白轩依旧是那副肾虚的模样。 只不过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起一年前好了不少。 看起来是和苏醒合作以来,油水没少捞。 白轩对苏醒的态度一如既往的恭敬,客客气气道。 苏老哥,有段时间没见了呀。 最近忙啥呢? 苏,这是这段时间收集来的一金属矿石,你清点一下。 苏醒听后微微点头,将除物带结果。 心中一动,尝试将其转化为能量本源。 随即,耳边响起模拟器的提示音。 钉,检测到,价值234万7098点能量本源,是否吸收。 苏醒听后微微一笑,两个月时间搞到手200多万能量本源。 看来白轩这段时间是没偷懒的。 苏醒心情不错,拍了拍白轩的肩膀。 说道,这段时间修为小有突破。 这是五千万上品零食,就作为之后,你几个月收购矿石的定金了。 哪怕价格高点也行,最重要的,数量要有保障。 苏醒随手将装有五千万上品零食的储物带递了过去。 白轩见后愣住了,确定储物带中的零食之后,整个人吓得腿差点一软。 这可是五千万上品零食啊。 别说他这个小小的地仙,哪怕是天仙,甚至是真仙看到都会眼红。 苏,苏老哥,这么大一笔零食,您真的,放心。 白轩咽了口口水,哪有半点地仙修饰的风度。 就这五千万上品零食,他要是搞到手,小青云界之大,他哪里去不得。 哪怕是帮助他,强行突破天仙都够了。 白轩真的很好奇,眼前这位神秘的苏老哥真不怕他捐款跑路。 苏醒听后微微一笑。 五千万上品零食,对于两个月前的他的确是一笔巨款。 但这两个月来,苏醒先后找到了几处螺天传城,又驱走了黄沙盗人的遗藏。 这区区五千万能量上品零食,对苏醒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苏醒此次拿出如此大数量的零食并不是为了显摆,而是想让白轩加大收集矿石的力度。 大致意思是,哥们这不差钱,你这边货有多少来多少。 至于,苏醒是否怕白轩卷款跑路。 苏醒对此略微一笑,看着眼前还不知道情况的白轩,苏醒心中一动。 紧紧散发出一缕契机笼罩在白轩身上。 刹那间,白轩只感觉自己浑身被汗水浸透,其瞪大眼睛看着苏醒,在苏醒的威压之下,甚至连喘气都办不到。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半分钟,苏醒才收起了气势,重新变为人畜无害的模样,拍了拍白轩的肩膀道。 白老爹,咱们合作这么愉快,你也不想发生什么矛盾吗? 说吧,苏醒略带深意地看了白轩一眼,离开了万金阁包间。 待苏醒走后,白轩再也忍不住,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两股之间不停地发抖。 这,这,这位苏老哥,哦不,苏前辈,究竟是何等修为? 白轩咽了口口水,在刚才苏醒的那道气势之下,他完全没有半点反抗的心思。 白轩作为人脉极广的地仙,家族在小青云界中也算是显赫。 白地城的那位真仙境城主,其实就是白轩的姨父。 正因如此,白轩才能在白地城中混吃等死,却还掌握这么多的人脉。 因此,白轩也算是见过真仙强者出手的,但无论是气势还是压迫感,都远不如刚才的苏醒。 所以,这位苏前辈是一位真仙境的大修。 甚至,更高。 想到这,白轩呼吸都略显凝致,哪里还敢起半点探磨苏醒灵食的心思。 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哪怕不吃不喝,不敬女色,也要把苏前辈的事儿办妥了。 另一边,苏醒离开白地城后,并未过多停留,直接返回了蓝星。 半日之后,苏醒在蓝星的静置屏障之外,小心谨慎地补,算了一番,确定自己没有危险。 又使用屏蔽气息的手段,才安稳地回到了蓝星。 第一时间返回大厦国,苏醒很确定谢三这个时间点还未察觉到蓝星的情况。 于是,苏醒先是找到了静从雪和洛书颖,将塔罗商会最近两个月的收益尽数取出。 又前往了分布在蓝星各地的傀儡组织。 两者加起来,再次给苏醒带来了两百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此刻,苏醒手中的能量本源数量,已经再次接近一千五百万。 京都郊外的一座大山中,苏醒静静等待卢老爷的赴约。 此次回到蓝星,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下一次再来时,雪三可能就已经埋伏在此地了。 这意味着,在拥有正面击败雪三的绝对实力之前,我不能再返回蓝星了。 因此,能够带走的能量本源,要尽数取走。 以我做事谨慎的程度来看,雪三应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若是我本尊在蓝星,必定被雪三感应到。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想好了树众准备和后手。 不多时,一道身影出现在大山之中,正是卢元武。 此刻卢元武风尘仆仆地赶来,见到苏醒后连忙道。 前辈,您找我有何事? 苏醒没有立刻说出目的,而是道。 这三个月来,大厦军方的情况应该不错吧。 卢元武听后连连点头,说道。 多亏了前辈,如今我们大厦军方的整体实力再度提升。 甚至,大厦国中即将有第二尊大帝强者诞生了,还有那位也有了一些突破的希望。 苏醒微微点头,他知晓卢元武所言,应该是镇腰关的那个大抵巅峰的强者。 虽然这等实力在苏醒眼中和蝼蚁无异,但对于大厦国和蓝星人族而言,的确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 苏醒确定自己的丹药已经出现效果之后道。 未来一段时间,我需要出一趟远门,短则半年,长则一年。 因此,我需要你那里提供足够数量的一金属。 听到苏醒的话后,卢元武拍了拍胸口道。 没问题前辈,我这就让人去准备,十万吨四阶一金属早已经准备好了。 苏醒听到卢元武的话后,微微摇头道。 不够。 卢元武听后愣了一下,十万吨四阶一金属还不够。 于是问道,那前辈的意思是? 苏醒见状不再隐瞒到我需要大厦军方,所有能够调动的一金属,以及各种副本道具。 越快越好。 顿了顿,苏醒接着道。 至于价格。 苏醒取出了一枚储物剑,说道。 这储物道具中,有一百枚八阶脱胎换骨丹,一千枚七阶脱胎换骨丹,六阶脱胎换骨丹一万枚,还有十枚九阶的脱胎换骨丹。 想必这些东西,能够帮助大厦国的实力提升许多了。 听到苏醒的话后,卢元武终于彻底的失态。 八阶脱胎换骨丹,足以让大地强者晋升圣级。 一百枚脱胎换骨丹,若是时间允许的话,大厦军方甚至能够培养出十位以上的胜者及强者。 更不用提那一千枚七级脱胎换骨丹,一万枚六阶脱胎换骨丹了。 至于十枚九阶脱胎换骨丹,这更是卢元武想都不敢想的。 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这一笔丹药,大厦军方的实力足以在未来十年内增长十倍。 而且是顶尖战力的增长。 前辈,您说的,要大厦军方所有的一金属库存和副本道具,卢元武还是有些心里没底。 虽然眼前这笔财富十分庞大,但大厦军方所有的一金属和副本道具,哪怕是卢元武也没权力调动。 但,机会就在眼前。 如此大的一笔丹药,如此绝佳的机会,岂是区区一金属能够比拟的。 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卢元武怀疑自己会后悔一辈子。 于是,卢元武咬牙道。 前辈,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尽量调动大厦国库中的所有一金属和副本道具。 此事设计太大了,我需要请示镇妖关那位的意见。 苏醒听后思考了一会,一个月的时间苏醒倒不是等不起。 于是点头道,也好,你调动一金属的确需要时间。 那就一个月后,再在此地见面吧。 说吧,苏醒一步踏出离开了此地。 灵天动天中,苏醒看了一眼自己剩下的模拟次数。 还剩下三次模拟机会,一千五百万能量本源。 应该还可以,再提升一番修为吧。 如今,苏醒将短时间能获得的能量本源尽数取来了。 至于大厦军方那边,想要得到能量本源,还需等待一月时间。 苏醒这一个月,自然不能浪费。 因此,苏醒打算把剩下的三次模拟机会用掉。 突破金仙之后,炼器修为估计短时间内难以增长了。 那么接下来,就得去一趟九重天狱,第七重天。 唯有在第七重天中,才能找到天元术的消息。 还有罗天镜,金仙的修为,不知能够修复罗天镜多少程度。 大道感悟,也需要尽快将空间之道迈入第六层了。 苏醒罗列除了数条未来模拟的计划。 正式开始模拟之前,苏醒看了一眼自己如今的属性面板。 姓名 苏醒 年龄 24岁 职业 修仙者 修为 惊献一众 大巫断体诀第五层圆满 功法 如一观想图,罗天化仙诀,正一副弃绝,大巫断体诀,小周天观心法。 天赋 五行圣体 异形 红韵 喜加一 先天道体 空间圆体 大气晚成 不讲武德 吞天 天生剑体 打不死的小强 技能 虚空一剑 小成 灵域 八千里 炼丹术 大成 五行仙暴术 圆满 神农域灵术 圆满 神势八百万里 天人静 护体剑刚 六千四百道 八卦算运术 圆满 阵道 大成 玉剑术 圆满 傀儡之道 大成 修仙术法若干 大道感悟 雷之大道 第五境 五行大道 第五境 剑之大道 第五境 速之道 第五境 力之道 第四境 命运大道 第五境 因果大道 第五境 空间之道 第五境 杀之大道 第四境 特殊体质 天雷圣体 随着苏醒正式迈入金仙境 面板上苏醒的天赋 技能 易或者是功法 都能用豪华来形容了 也正是这些天赋和大道感悟 才让苏醒在出入金仙之时 就拥有抗衡金仙巅峰的底气 不过 天赋兰剩下的空位 已经不多了 实力增长 也暂时陷入了瓶颈 最理想的状态 自然是赚取足够的能量本源 但若是实在无法赚取 也只能优先提升大道感悟了 苏醒如此想到 确定好此次模拟的目标之后 苏醒默念道 开始模拟 花音落下 熟悉的抽奖界面并没有出现 苏醒耳边反倒出现了系统的提示音 丁 一千万点能量本源是否升级 听到这提示音之后 苏醒愣了一下 期待许久的模拟器新版本 终于来了 但看到那一千万能量本源的更新代价 苏醒顿时有些蛋疼 压得 手上就一千五百多万能量本源了 不过这模拟器更新 是必然要进行的 苏醒心一横 若是能量本源实在不够 苏醒突破至大物断体 绝地六层 苏醒也只能选择先提升大道感悟了 至于修为 等到大夏军方那边的能量本源到账再说吧 于是 苏醒深吸一口气 默念道 确认升级 耳边传来模拟器声音 丁 您花费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五百二十三万七千八百五十六点 模拟器版本升级中 请稍后 版本升级成功 升级成功提示音响起后 苏醒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更新功能 丁 模拟器7 零版本更新功能如下 1 抽奖几率增加 抽取金色传说天赋概率为百分之百 红色神话及天赋概率为百分之二 2 取消天赋栏上限限制 3 模拟储存次数增长 为模拟的次数 最多储存五次 4 新增奖励储存功能 为提取的奖励可花费一定能量本源 暂存在奖池中 最多储存三个奖励 5 新增时间点预设功能 可提前预设某个时间点之前的行动 直接自某个时间点开始模拟 6 新增时间回溯功能 宿主将随即保留部分实力和记忆 传送至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回溯所经历的一切 不会对现实有任何改变 7 优化天赋奖持抽奖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器更新内容 心中一喜 足足七个更新内容 除去不靠谱的第七个 则则 此次模拟器的变化很大 苏醒一一比较 首先是天赋抽奖概率的提高 无用的紫色天赋终于被彻底取代 抽中金色天赋概率提升至百分之百 就连抽到红色天赋的概率 也来到了百分之二十 比之前的百分之五 无疑要高上太多 百分之二十的概率 未来的模拟中 红色天赋也能逐渐取代金色天赋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至于第二条更新 天赋栏上限居然直接取消了 这意味着 以后只要对我有用的天赋 或许都能带出 甚至于 若是我修为陷入瓶颈 只凭纯粹天赋的堆积 也能成为数值怪物 苏醒眼前一亮 这第二条更新 无疑大大提高了苏醒的上限 艺人拥有百大神体 已经不是梦想 苏醒现在的目标 是收集完整的十大圣体 届时苏醒一人 便抵得上三千世界的天骄门了 至于第三点 模拟机会储存上限提升至五次 这说明 我最多能连续进行六次模拟 一个半月的时间内 若是能量不够 都是可以延后的 苏醒微微点头 这点对他的帮助却是不大 毕竟苏醒多余的模拟次数 完全可以通过沉浸式模拟消耗掉了 至于第四个更新 则是新增的奖励储存功能 苏醒眼中闪过一抹兴奋 这个他期待许久的功能 终于更新了 亦或者 苏醒奖励难以抉择之时 便可以将这奖励暂时储存 并支付额外费用提取 举个例子 比如苏醒在一次模拟中 获得了一个红色天赋 炼器修为以及炼体修为 三个奖励 若是以往 苏醒只能选择两个 但现在 苏醒有了奖励储存 可以支付额外能量 暂时将这奖励储存起来 然后苏醒再支付能量 将奖励带出 如此 虽然多花了一些能量 但是带出奖励的效率 却高了不少 至于这新功能 是否还有其他的用处 暂时不得而知 苏醒思索了一番 目光看向第五点更新内容 新增时间点预设功能吗 就比如说 我对于未来几年的模拟是固定的 便无需浪费时间 直接可以从固定时间点开始 苏醒想了想 这新功能的用处 似乎不大 随后 苏醒将目光看向了第六个新功能 也是苏醒 最期待的一个新功能 时间回溯 不仅仅 能够模拟未来的事情 也能模拟过去吗 只是模拟中的过去 不对现在带来任何影响 可若是我去过去模拟 得到的收获 能否带出呢 就在这时 苏醒耳边传来模拟器的提示音 钉 时间回溯功能 类似于随机触发一场 回到过去的奇遇 苏主可亲身参与到一次过去的事件中 待事件结束之后 即刻模拟结束 回到现实 苏醒听到模拟器的提示之后 微微皱眉 这时间回溯 居然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次过去的事件 具体是指什么 苏醒有些好奇 可以带出过去事件中获得的物品 嗯 真的能够回到过去 带出物品 苏醒很快就想到了 过去时间限中 那些存在过的先天灵宝 天才地宝 若是能够带出 将省下苏醒很多事 想到这 苏醒心中有些期待 以上 就是此次模拟器的全部更新内容了 而苏醒手中 现在还剩下三次模拟机会 以及五百多万能量本源 那么 要不要尝试一下新功能呢 即便是模拟未来 也不足够带出修为 不如时间回溯一次试试 苏醒寻思了一番 决定还是先尝试下时间回溯的功能 开始模拟 丁 请选择模拟未来 亦或者是过去 我选择模拟过去 苏醒默念道 您成功使用时间回溯功能 奇遇触发中 第151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五百十三万七千八百五十六点 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获得金色天妙因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百分之一百 妙因神体 金色天赋 百大神体之一 对于音律方向的感悟非比寻常 可参悟音律之道 又是一个百大神体 但可惜对现在的我 没啥用了 苏醒微微摇头 他现在所学已经颇为繁杂 若是再加上个音律之道 即便是有模拟器加成 也颇为吃力了 此次模拟 便先尝试一番时间回溯吧 也不知 会降临到什么时间点 苏醒有些好奇 时间回溯是降临到随机地点 随机时间线 就连苏醒的本尊实力 也是随机性的保存 丁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对象 我选择加持 大气晚成 为了稳妥起见 苏醒还是选择加持 大气晚成天赋 你开启了一次时间回溯 在此次回溯事件中 你仅能发挥出炼体修为 炼气修为 跌落至人仙境 你的天赋得以全部保存 灵天动天暂且封存 你回到了随机的时间线 当你恢复意识时 发现自己躺在了一片大山之中 你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 决定先离开这座大山 寻找修仙界的踪迹 你散发神识 请客间笼罩了大山周 为十万里之地 很快 你发现了一座 存在生命的小村庄 你决定去那处小村庄中探索一番 顺便弄清楚 现在是什么时间线 片刻之后 你抵达了这处小村庄 你看到了村里的村民 这些村民 各个身高数十丈 体型壮如大山 看到这些村民的第一时间 你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巫族 你心中不断思索 巫族存在的时间线 必然是在上古时期之前 但你不清楚 现在究竟是上古时期 巫族快要覆灭之时 亦或者是更远的时期 你决定去村庄之中探索一番 但你靠近村庄之后 很快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之处 村庄中正发生着战斗 数千之一族正在入侵这座巫族村庄 而这巫族村庄中 似乎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 青壮巫族似乎都不在村内 大多数是年迈的巫族 相比之下 巫族这处村落的实力相差太大 在你观察情况的短短时间内 便又有数位巫族的年迈巨人被击杀 见此情况 你没有犹豫 直接上前帮助巫族 毕竟无论何时 异族都是修仙界的敌人 哪怕人族和巫族之间有矛盾 也远不及灭杀异族大势重要 但在前往那巫族部落之前 你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直接以人族身份现身 而是发动大巫断体诀 变化为了一尊十丈高的巨人 再加上你改换容貌 因此 气息看起来和巫族十分相似 变化为巫族模样之后 你很快参与到这场战斗之中 只见你伸出宽大的手掌 轻贺一声 跳到了一头异族身旁 双臂用力 这尊异族双脚模真神 被你活生生地撕成了两半 虽然练气修为被暂时封存 但仅凭着炼体实力 大巫断体诀 这些异族也远不是你的对手 你参战之后 短短半个时辰 这一波异族大军 就被你以一己之力击溃 但即便如此 这巫族部落之中 也是死伤惨重 原本巫族部落就人数稀少 部落中不过剩下百余人 上千巫族巨人的部落 已经算得上是大部落 而在这一战中 巫族部落留下的老弱病残 阵亡数十头 仅剩下数十个老弱病残 击杀那些异族之后 想象中的感恩戴德并没发生 那些巫族反倒有些恐怖地看着你 并不敢靠近 你对此有些疑惑 但也不好直言 索性升起了火 将那些异族血肉精华尽数取出 就在这部落旁吃起了烤肉 诱人的香味 很快传遍了整个巫族 你眼睁睁看着不少巫族躲在暗处 看着你手中的烤肉流着口水 而你则故意装作大块朵頤的模样 吃得很香 很快 几个胆子大的年幼巫族 耐不住诱惑 逐渐靠近了你 你见状也不啰嗦 直接将丢过去了几块烤熟的血肉精华 你见状嘴角微微上扬 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看似随意地询问着情况 这些巫族孩童心眼不多 很快就将一些基本的情况告知了你 你所在的这处村庄 其实是巫族的部落之一 而这个巫族部落 明曰各 信仰的是十二祖屋之一的勾芒 你听后心中一动 询问起这些年幼巫族 现在是什么时间线 但这些孩童又如何知晓 他们只说 祖屋们已经很久没有险胜 巫族部落之间关系也越来越差 他们族中的大人都要外出狩猎 但却很久没有吃饱了 你听后心中一动 正欲继续询问之时 眉心忽然一阵刺痛 没有任何犹豫 你双腿发力 跳出数百米远 躲过了即将袭来的一击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的挑眉 从模拟中的文字 苏醒已经大致推算出了 此次时间回溯的时间线 十二祖屋许久未曾显灵 巫族部落的幼儿 甚至都吃不饱 这正是巫族已经衰落的征兆吧 苏醒琢磨了一番 此次穿越的时间线 应该是上古时期 临近近古时期 距今可能只有千万年的时间 那么那个时间线中 到底发生过哪些大事呢 苏醒对那段时间也不太了解 看来以后有时间 得看看修仙界历史中的大事件了 还有 那忽如其来的杀意 是怎么回事 抱着这样的疑惑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你躲过了这忽如其来的一击 定睛一看 却见一个身高数十丈 浑身充满爆炸肌肉的壮汉走来 这巫族壮汉头顶上 带着华丽的羽毛装饰 看似在这部落中的地位不低 同为炼体修士 你能够看出其肉身中的恐怖力量 一身修为恐怕不亚于惊险 一击未果 那巫族壮汉露出一抹惊异之色 随后又一步跃起 朝你袭来 一拳轰出 大山崩裂 江河结断 你见状挑了挑眉 接连闪躲数次后 也起了三分火气 索性与这巫族青年战斗一团 这一战 也让人心惊 你十分肯定 这尊巫族青年 拥有的实力不亚于你 其净凭肉身力量 就已经接近惊鲜中期的修饰 与此时的你仿佛 而这巫族壮汉 与你大战半日之后 眼中居然也带有一丝欣赏之色 久闻巫族好战果不其然 就在这时 两位巫族部落的老者姗姗来迟 将之前部落中发生的事情 告知了这位巫族壮汉 这巫族壮汉听后 脸色好了不少 并且也不再对你抱有敌意 反而眼中带着一丝歉意 邀请你去部落之中喝酒 并向你赔礼道歉 你听后思考了一番 前往这巫族部落 正好可以了解 现在所处的时间线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很快 你们回到各部落中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那头戴华丽装饰的巫族巨人 应该就是各部落的族长了吧 正值壮年 拥有惊鲜中期的战力 倒也不弱了 只是仅此实力 和全盛时期的巫族 还是差得太多了 不过巫族那号战 恩怨分明的态度 倒是没出乎苏醒的预料 那么便去个部落中看看 此次时间回溯的大事件 究竟是什么 苏醒心中隐约有了一个猜测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很快 你跟随这位各部落的族长 返回了部落村庄 这位名叫个的巫族巨人 为之前的行为 对你感到抱歉 刚返回巫族村落之中 你就看到数十位壮年期的巫族巨人 正在忙碌 有的手持树杖的巨斧 有的正在点柴生活 拖行着数百米之长的妖兽 分割着血肉 巫族 平日里以猎食妖兽为生 强大的肉身力量 要求他们 必须从妖兽的血肉精华中 获得足够的能量 尤其是正值成长期的巫族孩童 若是没有足够的妖兽血肉补充 他们很难成长为强大的巫族战士 你跟随族长各 进入到了巫族内部 大块的妖兽血肉 经过简单的烹烤后呈现了上来 撒上巫族特质的矿岩 扛着几个杖许高的酒缸 送到了你面前 巫族酷爱酒肉 你拯救了这个部落 击退异族得到了巫族最大的款待 九过三巡 你和这位名叫各的大巫聊起了天 他询问你来自哪一个部落 为何会来到各部落的领地 你此刻的模样正是巫族巨人 也难免个有此疑惑 但你并不能直接说自己是人族身份 于是谎称自己来自于遥远的部落 部落灭于异族的入侵 而你就此流浪 各听到你的话后 深表遗憾 也没有仔细盘问 你们就这么聊着天 昙花的间隙 你旁敲侧击地询问如今的局势 很快 你知晓了 此刻身处的时代 是上界和下界分离之后不久 世间十大欲出力 而你所在的位置 被称为东欲 这个时代 巫族已经彻底衰败 留下的巫族部落 大多血脉不再精纯 伪力远不如以往 你继续询问 这修仙界的实力 各回答 他并没有听过降临教 也并不知道所谓的 罗天宗和青云宗 但当你询问天机阁时 各表示 他曾经听过 人族之中 似有名曰天机阁的组织 你听后若有所思 又询问了自己知晓的 几个人族强者名字 直到问到白帝之时 各表示 自己隐约间听过 有一个名为白帝的强者 在数千年前 成就了太乙金仙道果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深吸一口气 此刻 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回溯的时间线了 上下界初分 罗天宗和青云宗尚未成立 白帝刚刚达到太乙之境 这个时间线 的确是千万年了 所以 这个时间点 到底爆发过什么大事 苏醒思考了一番 脑海中似有一个猜测 但又说不出来 只得继续看向模拟面板 你听到各的话后 对大致的时间线有所了解 正当你准备继续询问之时 忽然感受到部落之外 有剧烈的战斗声响 你合个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起身 前往了部落外 凭借着惊人的势力 你看到高空之上 一位身穿青色长裙的人族女子 正在逃亡 汗水打湿了乌黑的长发 看起来有些狼狈 而在她的身后 是一尊恐怖的异族神底 实力约莫在惊仙巅峰 那女子仅有惊仙初期实力 显然不敌 但却并借着身体周围 玄妙的波动时 有反击 看到战斗的局势后 格微微皱眉 将目光看向你 似乎在询问你是否要帮助那人族女子 你则被女子的战斗招数所吸引 那玄妙的波动 分明是灵狱 不 灵剑 这位人族的金仙女子 对于灵狱的掌控堪称恐怖 已然达到了灵界的层次 这在金仙初期的境界中 几乎难以实现 也正是凭借着对灵狱的掌控 女子才能以金仙初期修为 抗衡二级神底巅峰的异族 你只是思考了一瞬 便一步跃起 朝着天空中的 那尊异族神底杀去 一旁的各剑后微微一笑 很快也加入了战斗 以三包一 即便你实力只剩下炼体修为 但在两位金仙七的帮助下 你们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这一战持续了整整三天 最终这尊异族神底被你们斩杀 虽然是以三敌一 但你们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势 乌哥的左臂被连根斩断 但凭借乌族恐怖的恢复力 只需调养数日便能重新找回 而你胸口也留下了一道 深可见苦的伤口 好在并无大碍 正当你准备询问那女子的身份之时 女子忽然气息紊乱 从高空中坠落了下去 幸好你眼疾手快 及时将其救下 并带往了乌族村落之中 数日之后 在乌族草药的帮助下 这女子成功醒来 但还是一脸警惕地看着你们 虽然共患难击杀了一族神底 但是在这个时间线上 乌族和人族的关系并不融洽 这女子谨慎地看了你们几眼 道谢之后便准备离去 但刚一起身 这女子双腿一软 还是无力地倒下 之前受一族神底追杀 这人族女子已经身受重伤 精气神亏空的厉害 就连顶上三花 都隐约间有种不保的趋势 无奈之下 女子只能在乌族部落之中调养 接下来数年时间 这人族女子在部落之中养伤 而你则和大乌各 前往部落外的大山中打猎 你们彼此熟悉起来 渐渐成了好友 而在这相处的数年时间内 你也知晓了女子的身份 这人族女子名叫洛琳儿 乃是一无宗门的散修 凝聚顶上三花后 准备游历食欲 以寻求突破之机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细细思索了一番洛琳儿 如今的时间线中 有这好强者吗 苏醒并未听说过 看来 这女子应该是 没有活到这个时候 苏醒微微摇头 时间就是这样 哪怕再惊艳的天才 都有可能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那洛琳儿 能够以金仙初期 抗衡金仙巅峰的异族神底 也算得上是天骄 却没有活到现在 也不知 这一次模拟的奇遇 究竟是什么 苏醒有些好奇 时间回溯功能的介绍 可是说 会让苏醒参与到一次大事件中 可眼下来看 巫族部落遇袭 应该算不上大事件吧 或许接下来 会有不一样的发展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洛琳儿的伤势最终痊愈了 而她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临走之前 洛琳儿邀请你们 一同前往前往更远的地方游历 听到洛琳儿的话后 你心中有些犹豫之际 却没想到大巫个 率先同意了 原来 这些年异族的入侵越来越频繁 而巫个的部落中 老弱较多 再加上大山中的妖兽猎物 越来越少 因此 各打算举足迁移 寻找更适合的地方 建立重建家园 见巫个都如此说 你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于是接下来 你们三人带着整个个部落 数百巫族 前往寻找更合适的家园 转眼间 便是十年时间过去 十年游历 你们三人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 但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洛琳儿虽然是散修 并未败入宗门 但却出自一修仙家族 而眼下 洛琳儿收到传音 若是家族遭遇灭族之灾 数千人被杀害 仅剩下部族百人 侥幸逃的一命 且正在被追杀 在此情况下 洛琳儿不得不回去救援家族 因此 准备与你们道别 但你不放心 洛琳儿一人回去池园 于是暂时和个告别 并约定了三年后 在约定地点见面 你随洛琳儿 前往了其族人藏匿的地点 没过多久 就遇到了前来追杀的敌对势力 你们没花费多少气力 就将前来追杀者一一击杀 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东域最大的人族修仙宗门 暗通一族 并打算血迹人族 而洛琳儿的家族 无意间撞破此事 从而被追杀 得知情况之后 你们知晓 仅凭自己的力量 压根无法对抗 毕竟东域最大宗门中 可是有大罗金仙存在 于是 你和洛琳儿 护送洛氏家族之人 前去和个部落会合 三年后 你们顺利会合 巫族部落并无意外发生 但你们却对 接下来和去和从有些迷惘 东域最大的宗门 一族的入侵 即便是金仙在这股洪流中 也难以独善其身 更何况洛氏家族和巫族部落中 还有老洛需要照顾 就在这时 洛琳儿找到了你何个 他告知你们 他早年游历之时 曾经发现了一处秘境洞天 那处秘境洞天不但隐蔽 而且范围极大 里面的资源 足以让洛氏家族和巫族部落一起居住 唯一的问题是 那处秘境疑似传自远古时期 极为凶险 以他一人之力 难以探索 你听后若有所思 很快三人做出决定 一同前往那处秘境探索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 终于确定了 自己参与的是 哪一个大事件 洛琳儿 巫族部落 共同前往一处秘境避难 所以最后会开辟出一个新的势力吗 那么 这个势力的名字 就不言而喻了 罗天宗 苏醒深吸一口气 他万万没想到 自此回溯到的时间点 居然是罗天宗创立之前 而且 恰好遇到了罗天宗的两位创始人 哦不 在这个时间线中 或许我就是第三位创始人了 苏醒挠了脑脑袋 有些莫名其妙 洛氏家族 刚好是罗天宗一大派系 再加上巫族部落的参与 苏醒已经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那位洛琳儿 就是罗天祖师 嘶 难怪仅仅今仙出境 就领悟了灵剑 也就那位罗天祖师 能够做到了吧 苏醒眼中闪过异样的神采 既然已经知道 穿越到的时间点 知道即将接触的大事件 那么苏醒 就知道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所以 关键还是那处秘境嘛 那处秘境 应该就是罗天宗成立的地点了吧 罗天宗立宗之本 乃是三大混沌至宝之一的罗天镜 而模拟中 洛琳儿不像是得到 罗天镜的样子 所以 罗天镜就在那处秘境之中嘛 想到这 苏醒对接下来秘境中的发展 开始感兴趣了 目光重新看向模拟面板 很快 在洛琳儿的带领下 你们前往了他之前探索过的秘境 踏入秘境之中 你们仿佛来到了一处全新的天地 这里山清水秀 林中是乱窜的小路 到处是鸟语花香 更让你惊讶的是山林之中 居然有灵液汇聚而成的小溪 空气中的灵气 都是外界的树被 隐约间达到了上品浮地级别 见到你们眼中的震惊之后 洛琳儿解释道 他之前曾探索过这里 并怀疑这里是一处远古时期 上界的世界碎片 后来经过时间的转化 逐渐成为了如今的秘境 你听后微微点头 也唯有上界之中 才有如此灵气充沛之地了 而自从上界被毁 如今天地灵气衰竭 这一处秘境 绝对是各大势力争夺的对象 但好在 无论是洛氏家族 还是巫族之人 来到这处秘境之后 都没有离开的打算 外界追杀的敌对势力众多 唯有这片天地 是安生之所 一年之后 洛氏家族和巫族部落 暂且安顿好后 洛琳儿找到了你何个 他在这秘境深处 发现了一座隐蔽的上古宫殿 其中似有宝物现世 来了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动 新知这处秘境 或许就是罗天静隐藏之地了 有罗天宗两位祖师在 这罗天静 应该能够顺利取得 只是罗天静 对我似乎没用啊 苏醒微微皱眉 他已经大致猜到 此次时间回溯其遇的奖励了 进入那处秘境之后 势必能够得到罗天静 至于罗天静之外的宝物 苏醒不知是否有 哎 不过罗天静我已经有了 虽然还未完全修复 但现在修为已经达到金线 应该能恢复罗天静的部分能量 再带出一个罗天静 似乎没有必要 且不论能否带出 即便能带出 我的能量也是不够的 也不知能否在这奇遇之中 得到一些其他好处 苏醒若有所思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很快你和洛林儿 三人进入了那处宫殿之中 这处宫殿中 的确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不知存在了多少万年 想象中的危险并未发生 唯一有些棘手的 是这一处宫殿核心区域的阵法和静置 比较难以破解 但好在 除了你之外 洛林儿也颇为擅长震道 在你们二人的合力之下 花费数个月时间 终于破除了这一处阵法静置 进入宫殿的核心区域之后 你看到了一处 稍显破旧的洞幅 青石板的桌子上 放着一面破旧的镜子 以及一个有玄妙花纹的储物袋 你们三人对视了一番后 你率先上前 将那面破旧的镜子捡起 放在手中把玩了一番 毫不意外的 你手中的 正是另一面罗天静 只不过此时 罗天静似乎在漫长岁月中 失去了神力 你尝试注入一缕法力 镜面上闪过微弱的光芒 显然需要注入更多的先例 方能使罗天静恢复 对于你而言 一面罗天静都难以供养 第二面自然无需占有了 于是 你将罗天静递到洛林儿手中 拿起了那个储物袋 神石探入其中 出乎意料的 储物袋中并没有成堆的宝藏 只有一枚拳头大小的果实 你将那枚果实拿在手中 肉身却隐约觉得 有些亲切之感 体内的大巫 断体绝透露出一抹渴望 就在这时 一旁的个愣住了 他仔细看着这一枚果实 便认在三后 惊呼了一句 天原神树的果实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你听后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果然不出所料 这枚果实 就是大巫断体 绝破入第六层所需的 天原树果实 巫哥请求你将这枚果实 给它看上几眼 你伸手递了过去 便认在三后 巫哥轻轻叹息一声 这天原树果实栽种极难 更需要漫长岁月 但对于大巫一族 却是至宝 可眼下 想要御御出完整的天原神树 无疑太过于困难 你听后并未反驳 只是将果实取回 拿在手中不断妈撒 之后你们三人 仔细地探查了这座洞府 确认除了镜子和这枚果实之外 并没有有价值的东西 离开洞府之后 你们商定这宝物的分配 巫哥主动退出宝物的分配 按照他的话来说 节节静置 是你和洛灵儿合作所迫 他只是过来凑了个热闹 并未有任何贡献 洛灵儿闻言默不作声 他看着自己手中的镜子 似乎也在其中感觉到了 那暗藏的恐怖潜力 你看出了洛灵儿的想法 他是觉得罗天静更加珍贵 若是他去走罗天静 对你不公平 但此刻你更需要的 无疑是天原神树的果实 即便有两面罗天静 你也无力供养 于是 你提出由洛边补偿巫哥的宝物 那面罗天静归洛灵儿所有 而你独占天原神树的果实 洛边听后 朝你头来感激的目光 同意了这个提议 之后 你们重新返回 日子 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你每日除了修行之外 就是研究天原神树的果实 转眼间 千年时间过去 大巫一族和洛世家族 已经彻底在秘境之中 站住了脚跟 而洛灵儿的修为 在这短短千年时间内 已经暴增到惊鲜后期 这一年 洛灵儿外出而归 正式提出了 想建立新宗门的想法 在洛边的想法中 成立宗门 是为了庇护家族 也是为了保护人族 乌哥也同意了这一想法 于是 罗天宗正式成立 洛灵儿邀请你加入罗天宗 成为罗天宗的三位祖师爷之一 也就在这时 你心中隐约传来一股预感 此次时间回溯 到此为止了 丁 恭喜你顺利参与到 大事件罗天宗的成立 本次模拟结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长舒一口气 原来如此 洛灵儿 也就是罗天宗祖师爷 虽然早年已经颇有天资 算得上是天骄 但罗天宗正式崛起 还是依靠着罗天敬啊 苏醒估摸着 洛灵儿得到罗天敬后 短短千年 晋升至金仙后期 应该是罗天敬中操控时间之法 罗天宗建立的初衷 仅仅是为了庇护两族吗 苏醒微微摇头 对于这个事实 有些意外 呼 不过此次模拟 最大的收获 还是天元术的果实啊 想到此处 苏醒在南眼心中的激动 目光看向模拟奖励 妙因神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天元神术果实 远古时期 天地有神术 约天元 十之可壮体魄 掌元力 乃巫族至宝 然极难培育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此次模拟 因为使用了时间回溯功能 苏醒并没有修为上的提升 但 天元神术的果实 终于出现了 苏醒心中有些激动 原本他还打算前往九重天狱 但现在看来 压根不用找了 一次时间回溯 顺利的奇遇 让苏醒直接得到了天元神术的果实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苏醒心情很是不错 默念道 我选择 带出妙因神体 以及天元神术果实 丁 您成功带出妙因神体 花费十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五百十三万七千八百四十六点 您成功带出天元神术果实 花费三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二百十三万七万八千四百五十六点 妙因神体 对苏醒或许没有多少帮助 不过区区十点能量本源 苏醒也不介意花费一下 若是少带出一项奖励 总显得有些吃亏 随着提示音落下 苏醒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略微变化 听觉变得更加敏锐 这是妙因神体的加持 与此同时 苏醒的手中 多出了一枚拳头大小的果实 这果实通体呈现乳白色 带有淡淡的香气 看着手中的果实 苏醒内心莫名多出一丝渴望 吃下它 就能尝试突破入大乌断体 绝地六层了 苏醒咽了口口水 但还是压制住了心中的冲动 不行 直接吃下去太亏了 九重天狱中 是否有通源神术都不一定 万一这是世间的最后一颗 那麻烦可就大了 苏醒微微摇头 大乌断体 绝地六层的进展 还需要依赖着手中的果实 若是直接服下 无异于杀鸡取卵 最好的办法 无非是苏醒自己 种出完整的天原神术 届时 苏醒将拥有足够多的果实 助自己修炼大乌断体绝 以我的御灵之术 还有五行土这等宝物 再加上罗天静的帮助 应该足以御御出来了 苏醒如此想到 此刻 苏醒手中还剩下两次模拟机会 可能量本源 确实不够了 一次时间回溯功能 便得到如此重宝 若是再来一次呢 也不知能够回到过去的哪个时间点 苏醒有些异动 想要尝试再次时间回溯 但耳边却传来模拟器的提示音 叮 时间回溯功能正在重制 冷却时间剩余一个月 苏醒听后翻了个白眼 好吗 这时间回溯功能 一个月只能使用一次 无奈地摇了摇头 苏醒将目光 看向自己体内的一样宝物 罗天静 是时候 让你恢复部分伪力了 苏醒心中一动 下一秒进入了罗天静之中 罗天静 罗天踪 苏醒拿着手中的天原神术果实 很快找到了神农有田 神农 你可认得这没果实 苏醒问道 神农有田听到苏醒的话后 仔细上前辨认了一番 随后有些惊议道 这 莫非是传闻中的天原神术果实 本以为已经灭绝 却没想到 居然还能再次看到 苏醒听到神农有田的回答后 也不意外 这神农有田 虽然修为一般 但是精通玉灵之道 在此道上 已经走到三千世纪的巅峰 自然认得 却见神农有田娓娓道来 我曾在宗门中的古迹中看到 我罗天宗开宗之时 有二位祖师 其中一位 便是巫族后人 其手中有一枚天原神术的果实 曾经我罗天宗 也想培育出这枚果实 但这果实培育 实在是太难 最终神术果实枯萎 我以为世间再无这神术果实了 苏醒听到神农有田的话后 心中一动 说道 哦 宗门古迹 是哪一本 可否找来与我看看 苏醒有些好奇 之前的时间回溯 让苏醒参与到那个时间点中 但按照模拟器的描述 时间回溯不影响现实世界 听到苏醒的话后 神农有田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本有些泛黄的古籍 苏醒接过后 开始翻看 实质东欲危机之时 由大罗判出人族 祥义族 创将灵教 我罗天祖师落实一族 上下数千人 竟被杀害 祖师携族人而逃 恰遇巫族后人 约各 二人乃昔日好友 遂共往罗天境避难 遂创罗天宗 往后万年 我罗天祖师逆境取得太义道果 罗天宗积身一流势力 又是一元活而过 罗天祖师取得大罗道果 威震三千事件 遂追杀将灵教主 昔日人族叛徒谢仙 数万载 苏醒一幕十行 大致将古籍中的内容翻看了一番 发现进入罗天境的事件 除了自己没有参与其中 其余和苏醒在时间回溯中 看到的一模一样 所以 那人族叛徒 就是现在的谢仙 将灵教存在的时间 居然比罗天宗 还要早上一些岁月 苏醒挑了挑眉 他对于三千世界的历史 大事件了解的还是太少 之后需要时间回溯的话 无疑要补足这一块的短板 看来 日后要多在罗天宗藏经格内 翻找一番历史古籍了 苏醒难难道 不过眼下 更关键的 无疑是将天原树顺利栽种 于是 苏醒取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五行图 耗费一定法力 选了一处灵气浓郁之地 栽种在罗天境内 天原树极难成活 但是五行图 乃天下灵直接适宜的宝贵土壤 因此那枚果实 顺利地栽种下去 呼 果实已经种下 那么接下来 就要尝试修复罗天境了 苏醒看着自己种下的果实 种植在罗天境内 苏醒最放心不过了 种植完天原树后 苏醒朝着罗天宗内大会的场地走去 这里 是罗天境核心所在 苏醒来到这处场地后 很快用先例 激活了罗天境的气灵 主人 您找我有何事 耳边传来罗天境气灵的声音 苏醒直接道 近来修为有所突破 以得经先道果 我想尝试修复罗天境 只是不知 具体的修复流程如何 听到苏醒的话后 罗天境气灵有些喜悦 自从被苏醒体内的神秘之物镇压后 罗天境一直在沉睡 如今 苏醒准备注入先例 为其修复 自然让其激动 于是连忙回复道 主人 我乃是天地间的混沌至宝 拥有自我修复功能 只是需要足够的能量 法力来为我修复 因此 您只需要注入法力即可 苏醒听到罗天境的回答后 微微点头 罗天境气灵内 晋升金仙之后 苏醒体内先例 已经如同汪洋大海 若是苏醒真仙之时 定然无法攻击罗天境所需 但现在 苏醒是金仙 随着先例的不断注入 原本破碎的罗天境面 居然隐约有修复的趋势 珠网般的裂纹 缓缓减少 原本昏暗的境面 也重新泛起光芒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在大量先例的注入下 短短一个时辰 苏醒就感觉体内的先例 亏空大半 但罗天境上数百道裂纹 才仅仅修复了一道 呼 还是太慢了 苏醒微微摇头 加快了先例注入的速度 一边注入先例 苏醒还取出了 数千万滴上品灵液 灵液不断注入体内 补足着亏空的灵气 几乎每过一个时辰 苏醒体内的先例 就要完全转换一次 如此惊人的消耗 甚至比对战惊仙巅峰的修饰 更加辛苦 但苏醒咬牙坚持 看着罗天境逐渐修复 如此 三天时间过去 整整三天三夜 苏醒自己都快忘了 究竟注入了多少先例 只是这注入的先例数量 恐怕相当于上百个 惊仙初期的修饰总和了 就连上品灵液 苏醒也足足消耗了五一滴 若不是苏醒拥有足够多的聚灵花 恐怕压根无法支持 如此高强度的修复 整整三天时间 应该差不多了吧 苏醒看着罗天境面上的裂纹 已经修复了接近三分之一 他能够感觉到 这罗天境的威力 已经恢复了不少 若想要继续修复 得等到苏醒积攒足够的灵液 或者修为继续精进了 停下修复之后 苏醒心中轻换气灵 很快耳边传来罗天境气灵的声音 经过苏醒的修复之后 气灵明显精神了不少 原本机械的声音 都更有人性化的色彩 苏醒健壮闻道 罗天境 你现在的力量 是否恢复了一些 耳边传来罗天境肯定的答复 主人 我现在 感觉自己好极了 您需要我告知您 现在能够使用的功能吗 苏醒听后 微微点头 罗天境气灵变道 主人 随着您法力的注入 罗天境的范围 大约恢复到了 全盛世气的1% 苏醒听后 下意识地释放神识 如潮水般不断往外 请客间 神识穿过罗天宗门 随后探索到了 更广阔的天地 万里 十万里 百万里 苏醒眨了眨眼 嘀咕道 好家伙 这罗天境 居然如此广阔 原本只是一座山门大小 现在的范围 却比整个蓝星都要大了 苏醒微微点头 罗天境范围的扩大 无疑对苏醒是个好消息 于是 苏醒示意气灵 接着告知 剩下修复的功能 主人 除此之外 我控制时间流速的最大限度 也从十倍 增长到了三十倍 最多 我能让罗天境内的时间流速 是外界的三十倍 这意味着 外界一天 等于罗天境内一月 听到气灵的话后 苏醒眼前一亮 足足三十倍的时间差距 苏醒淡淡道 罗天境气灵 接着介绍道 除此之外 因为能量恢复了一部分 所以复制物品的功能也恢复了 只要提供足够多的能量 就能以罗天境复制品级 不高于先天至宝级别的天才地宝 复制 听到气灵的话后 苏醒终于有些动容了 复制宝物 天才地宝 这等能力 已经和模拟器极为接近了 只不过不同的是 模拟器的复制 需要消耗能量本源 而罗天境 仅仅只需要消耗法力 而若是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呢 在模拟器中 使用罗天境 复制天才地宝 定然能事半功倍 想到这 苏醒小心脏开始加速 泽泽 不愧是三大混沌质宝之一啊 眼下 这质宝终于恢复了部分能力 比之前强大太多 就这还不是罗天境全盛时期 苏醒心中感叹一声 罗天境的确是他见过 除了模拟器之外 最强大的法宝了 唯有那虚无致境 才能和罗天境搬一搬手腕 一个是复制物品 一个是从时空中截取力量 两者各有千秋 苏醒若有所思 根据苏醒的情报 三大混沌质宝 理应有三个 但目前苏醒所知的 只有虚无致境和罗天境两个 最后一道质宝的消息 苏醒还并未知晓 嗯 还是不要太贪心了说 这等宝物 寻常人能够一窥真容 都是千难万难 我却能独自占有一个 至于另一个 只要有能量本源 每次模拟时都能使用 已经极为不错了 苏醒想了想 他现在需要决定的是 罗天境的复制功能 该如何使用 不高于先天至宝的天才地宝 都能够复制 我手中有价值的宝物 有哪些 苏醒首先想到的 就是刚刚获取的天元神术果实 但随后苏醒摇了摇头道 天元神术的果实 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想必花费能量不少 而且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将果实培育出来 到无需浪费了 除此之外 就是大道感悟方面的宝物了 悟到茶 闻到丹 自然是越多越好 若是一次模拟 我能够参悟二百年 那大道参悟的速度 将会翻倍 苏醒将自己所想计划 一一记录下来 不错 那么这次模拟中 就该试试罗天境的能力 以及培育天元神术了 目前手中 还剩下两次模拟机会 唯一缺少的 就是能量本源 不过能量本源急不得 先等等一个月之后 大下国的消息吧 苏醒如此想到 那么 便开始模拟吧 苏醒默念道 耳边传来模拟气体式音 第152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获得红色神话 及天赋空灵根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百分之一百 空灵根 神话及天赋 天地间的蠢儿 世间含有的顶级灵根 拥有者只要不陨落 修炼至精先亦不是难事 没错 拥有它 你就是天骄 卧槽 空灵根 终于出现了 苏醒看着最新抽出的天赋 心中喜悦之色难以掩饰 空灵根啊 甚至比圣体更加稀有的存在 只要拥有了空灵根 就等于说 拥有了成为超级强者的入场券了 百分之二十的几率 红色天赋 居然一次性就出了 苏醒直呼 真是瞌睡了来 枕头他现在修为正式迈入金仙之境 寿远百万载 因此 寻常一位金仙的突破 一层修为都是以万年计量的 即便苏醒拥有种种天赋加持 再加上正义服气绝 想要提升也是难上加难 一次模拟 大概率是突破不了一重境界的 毕竟 超灵根在金仙之中 只能够算得上平庸了 甚至夸张一些 成就太乙金仙以上的强者 几乎人手空灵根 不过有了这空灵根天赋 我修行的速度将在快上数倍不止 一次模拟 也能够提升更多的修为了 无论如何 这空灵根天赋 苏醒是要定了 不错 目前最适合我的红色天赋也抽到了 那么接下来 就正式开始模拟吧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家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器晚成天赋 苏醒默念道 罗天镜中 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 你开始研究天元神术的培育 在这期间 你熟悉了罗天镜的使用方法 注入法力 可以使外界和罗天镜内的时间流速差距 最大在30倍 外界一天 罗天镜内1月 而维持外界一天时间 你所需要消耗的 大约是金仙初期法力的一半 即便你迈入金仙 先力源源不断地恢复 但在此高强度的消耗下 也需要不断地服用灵液 保证修为不跌落 同时 高强度的法力消耗 让你无心修炼 但好在 天元神术的长势很是喜人 外界一月时间 罗天镜内 大约过去了两年半 在五星土的帮助下 以及你和神龙 有田竭尽全力地培育 天元神术终于开出了一株 拇指粗细的树苗 根据古籍记载 天元神术需6000年迈入成熟期 往后每3000年 接一次果实 虽然时间漫长 但好在 罗天镜内的流速 与外界不同 足够天元神术 结出数次果实 如今种子已经种下 之后 你只需静静等待神术结果 辅制以修炼即可 一个月后 你从大夏国军方 得到了一笔惊人的财富 包括许多易金属 和副本道具 你知晓再过两个月时间 雪三便要来到此地 而以你现在的实力 暂时还无法战胜谢三 于是在两个月内 你将大夏军方的人族 净数带离 逃往了小青云界 进入小青云界后 你将红月的情报 出售给了天机阁 之后 你前往青云宗 和青云子进行了交易 从青云宗回来之后 你回到了小青云界 并再次进入罗天镜内 准备尝试复制物道查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微微皱眉 罗天镜内部 供养三十倍的时间流速 居然消耗如此之大吗 仅仅一天 就需要消耗 精鲜气一半的修为 苏醒顿时有些头疼 原本他想的是 罗天镜内外 时间流速不一致 苏醒以后 就能在罗天镜内修行 即便修行速度 快不了三十倍 但提升个十来倍 应该没问题吧 但苏醒忽视了 罗天镜时间倍速开启的消耗 须知 金仙的法力总量 是非常恐怖的 哪怕苏醒 与金仙巅峰的修饰大战 算上自然恢复 需要整整一年 才能将法力耗尽 而每天消耗一半 这意味着 消耗比金仙之间的大战 多出太多 果然 涉及到时间方面 哪怕是小范围内的 消耗也很恐怖 苏醒微微摇头 每日进半的法力消耗 势必让苏醒的法力 无法保持在充盈状态 连法力都无法保持充盈 修为的提升 更无从弹起了 或许 是三十倍的时间流速 消耗太大 之后可以尝试低倍速 看法力消耗如何 不过 现在苏醒的主要目标 还是培育出天元神术 以及复制物道茶 且看看 这物道茶 能否复制出来吗 苏醒心中稍有期待 物道茶放在罗天镜核心之中 并不断往其中注入法力 随着法力的不断注入 你隐约感觉到 似乎有一片新的物道茶 正在缓缓生成 但这复制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你估计 若是每日不间断地注入法力 起码需要百年时间 方能成功复制出一片物道茶 而且物道茶的复制消耗巨大 同时供应三十倍时间流速 复制物道茶 即便是以你的法力 也难以支撑 在此情况下 你只能暂时终止物道茶的复制 转而全力催熟天缘神术 时间流速的控制 需要大量的灵液补给 于是接下来三十年时间 你探索了青缘狱中 每一处罗天传承 获取了数不清的灵液 第三十年 你决定离开青缘狱 前往天机狱 外界三十年 罗天镜也保证了 足足三十年的三十倍时间流速 相当于天缘神术在罗天镜内 足足成长了九百年 原本拇指大小的小树苗 已经长成了一人多高的小树 翠绿色的树叶上 似有原力附着 你仅仅在天缘树下修行 就感觉自己的原力有所增强 除了种植天缘神术外 三十倍的时间流速你 也并未浪费 你还在罗天宗内 种植了漫山遍野的巨灵花 每三年成熟一次 九百年时间 多出了不下于五十万株巨灵花 取完罗天宗传承之后 你并未继续留在青缘狱内 而是前往了天机狱 第四十年 你顺利抵达了天机狱白云界 你隐藏身份 在白云宗内 取得了一个长老身份 静静等待天缘神术的成熟 如此 转眼间又是一甲子时间过去 第一百年 在三十倍的时差之下 罗天竞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千年 三千年时间 天缘神术已经长到大约三丈之高 树干之粗 一人难以环抱 但可惜 天缘神术依旧没有迈入成熟期 而此刻罗天宗内 已经漫山遍野 都是巨灵花 百万株巨灵花随处可见 以布折阵法 将巨灵花的产生的灵气汇聚 使得罗天宗范围内 灵气浓郁程度堪比极品冻天 百万株巨灵花 每日都能够为你诞生 大约万滴极品灵液 有了这些灵液的补足 你方能不断地维持 罗天境内外的时差 而罗天境内的百万株巨灵花 对于现阶段的你而言 已经基本足够 于是 你开始每日花费一些法力 将罗天境内的巨灵花 带到灵天冻天之中 除了种植巨灵花之外 你也开始钻研阵道 尝试布置更高级的巨灵阵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百万株巨灵花 每日都能诞生万滴极品灵液 算上我灵天冻天内的巨灵花 一日足以诞生一万多地 这对于金仙境的我而言 的确足够了 不过 眼下的问题是 大洞天的建造 不是简单的堆砌巨灵花 和灵气就能达成 必须苦心钻研一番阵道 将灵天冻天 再次改良一番才行 之前 苏醒曾见过大小洞天之别 苏醒现在的灵天冻天 只能算得上是小洞天级别 哪怕是极品小洞天 也最多只能诞生极品灵液 但 若是能够更进一步 诞生大洞天 那对于苏醒的修行 将大有必义 不仅是因为 大洞天中修行效率更高 最重要的是 大洞天内能够诞生仙叶 仙叶 这是一种在上古时期 都无比珍贵的宝物 其浓度和效果 足足是灵液的百倍之多 一滴仙叶 就相当于百滴极品灵液 唯有太乙精先之上的强者 方有资格享用仙叶 毕竟太乙精先之上 法力浑厚程度不知几何 仅仅是灵液已经不够了 对于现阶段的我而言 极品灵液倒是够修行了 但若是使用仙叶修行 必定事半功倍 因此 这大洞天的打造 必须提上日程了 空灵根 配合仙叶修行 我才能以极快的速度 修行到太乙精先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于是 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除了培育天原神术 距离花外 又在藏经阁内 参雾震倒 直到第二百年 天原神术终于迈入了成熟期 外界二百年 罗天境内 却已然过去了六千载岁月 足足数十丈之高 遮天蔽日的天原神术 屹立在罗天宗门内 整个一片区域内 都散布着祥和的气息 莫说是服用天原神术的果实 仅仅是在树下修行 就让你感到 炼体修为略有提升 时隔数千万载 这棵昔日无数大巫 梦寐以求的神术 在你的手中 终于彻底复活 然而 神术上的果实 还没有诞生 此刻葱绿的树叶上 已经开始开花 这花朵千年一泄 需要三千年后 天原神术的果实 才能彻底成熟 于是 接下来的时间 你继续在罗天境内 栽种聚灵花 研究正道 罗天境内外 足足三十倍的时间差 虽然你无法修行 但却能够参悟 研究各种修仙百亿 经过之前百年的研究 你对于正道的感悟大大提升 彻底迈入了正道宗师境界 在你手中 甚至已经能够布置 十四阶的聚灵阵 只要再往上一步 便能布置十五阶聚灵阵 届时就是货真价实的 正道大宗师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眼前一亮 对啊 罗天境内外三十倍时间差 虽然无法直接修行 但却可以研究修仙百亿 这等于我研究的时间 足足多了三十倍 苏醒顿时来了兴趣 正道修为的提升 没有那么容易 真正的顶尖正道强者 能够布置出十六阶正道的大宗师 地位不亚于精闲 而每一个正道大宗师 无疑不需要数万载 乃至数十万载的苦心钻研 对于苏醒而言 想要人造大洞天 诞生仙业 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远古时期 所有大小洞天 都是天然形成 要么是拥有奇真异宝 要么是天地间的节点 否则灵气不可能那么充沛 而如今 大洞天自然形成几乎不可能 唯有正道大宗师 方有一丝机会打造出大洞天 而且一般的正道大宗师 恐怕都办不到 起码需要 能够布置十七阶聚灵阵才行 苏醒思索了一番 能够布置十七阶聚灵阵的大宗师 地位比之太乙精先至高不低 再加上苏醒足够的聚灵花 以及灵脉龙的帮助 三者叠加之下 说不定真能让苏醒 打造出一座大洞天 一旦大洞天顺利打造出来 苏醒的修行速度 势必会在快上数倍 省去无数的修行岁月 那么这次模拟 除了培育天原神术外 那就是提升正道感悟吧 还有数百年时间 折算在罗天境内 便是万载不止 应该足够了吧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时间 很快来到第三百年 罗天境内 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千年 这一年 天原神术上 终于接触了喜人的天原果 各个拳头大小 饱满圆润 你数了一下 偌大的天原神术上 共计有天原果四十九枚 这和古籍中 记载一般无二 六千年成熟 三千年一结果 果成七七四十九枚 唯有巫族中最强大 有潜力的战士方 能被赐下天原神术的果实 但如此珍贵的果实 你每百年时间 就能享用四十九枚 你将天原神术的果实 一一摘下 并没有急着服用 因为这一年 白云界内 天机阁的仙州顺利入境 你带着白家姐弟 登上了仙州 第三百二十年 仙州遭遇一族截杀 这一战中 你发挥亮眼 三花俱顶 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以一己之力 击杀一族神底数百 甚至还击杀了两尊二级神底 此战之后 你一战成名 登上天骄榜 位列地榜第十八位 与此同时 你收到了白帝的邀请 成为了天机阁的长老 第三百三十年 顺利抵达天机界 你在天机城内 购买了一处洞府安定下来 除了偶尔外出执行任务之外 你将更多的心思 放在自身修为的体身上 罗天境内 天元神术依旧在茁壮成长 成熟期的天元神术 拥有惊人的生命力 完全无需照料 而你 取出了之前得到的四十九枚天元果 正式准备修行 天元树下 你服下了一枚天元果 感受到一股暖流入体 体内生命力不知绝间旺盛了三分 同时 仿佛有一团火苗 在你的丹田处燃烧 火苗渐渐变化 最终成为了一股精纯的元力 在你的体内种下 与此同时 你感觉到自己丹田汽海之内 那朵元力之花 正在迅速变化 绚烂绽放的元力之花 居然倾刻间枯萎 最终重新退化 成了种子的形态 你见状心中一惊 但仔细体会之后 发现自己的元力 并没有出现大问题 反倒是变得更加精纯 同时 你感觉自己的元力 带有了一些奇妙的特质 这特质说不清道不明 但却让你觉得 元力变得比之前强大太多 你神识那世 感受着气海中的元力之种 心中隐约有一种预感 当这枚种子 真正破土而出时 你就能更进一步 大乌断体 绝从此迈入第六层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喜 一枚天元神果 让自己的元力发生了质变 反扑归真 重新变为了元力之种的形态 则则 当元力之种重新绽放 恐怕就不是元力之花 而是变为了天元神术 苏醒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罗天宗的藏经阁中 曾有古籍记载 上古时期 巫族有天元神术 三千年成熟一次 结果四十九枚 所有修为达到 玄仙巅峰的巫族修士 都有机会进行比斗 选出最强的四十九名巫族战士 也只有这四十九名巫族战士 方能得到一枚天元果 从此完成元力的升华 但元力之种的第二次绽放 其难度太大 所需时间也极久 对于巫族而言 若没有外力干预 仅凭自己修行 需要十万年 乃至于数十万年 方能让元力之种 成长为天元神术的幼苗 也只有巫族 寿元是人族的十倍还多 才能忍受这漫长岁月了 苏醒难难道 寻常玄仙巅峰 寿元也不过几十万载 又如何能够等待 让苏醒等上十万年 乃至数十万年 更是不可能之事 所以 也只有依靠天元神果 催化元力之种的成长了 长话短说 苏醒主打一个有钱人性 别的大巫梦寐以求的果实 唯有晋升金仙之前方 有一丝机会获得 但苏醒每百年 就能拥有四十九枚 因此 苏醒打算不断投入天元神果 来迅速帮助自己 突破至大巫断体绝第六层信号 我选择将天元神术种下来 否则再拿找这么多果实 苏醒按道一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拥有足够多的天元果 你并不打算等待 而是选择以堆砌资源的方式 强势突破大巫断体绝第六层 之后 现实中每两年时间 你就服用一枚天元果 转眼间百年时间过去 第四百年 四十九枚天元果尽数服用 而你的炼体修为 也终于破入大巫断体绝第六层 丹田七海之中 那枚小小的原力之种 终于突破而出 一如刚刚突破而出的天元神术 只有拇指大小 但即便如此 你的原力总量 质量都远胜以往 恭喜你 大巫断体绝顺利迈入第六层 而这一年 第二批天元果也已然成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喜上眉梢 终于 大巫断体绝顺利迈入第六层了 也不知 我的实力究竟增强了多少 大巫断体绝迈入第六层 苏醒的炼气修为 也迈入惊鲜之境 两者结合起来 苏醒的实力 在惊鲜巅峰中 应该也属于佼佼者了吧 或许 地榜前五 当有我一席之地了 苏醒感叹一声 还好有天元果 才为他剩下了这漫长的岁月 四十九枚天元果 现实终百年 罗天境中也足有三千年时间 就算苏醒天赋不错 正常情况下 也需要十万载 才能迈入第六层 相当于 一枚天元果 就能为苏醒省下两千年时间 而且 每百年我就能收获一批天元果 接下来 正是炼体修为的暴涨时期 苏醒估摸着 若是按照这个速度 或许两次模拟 他的炼体修为 就能从第六层入门 迈向第六层小城了 不过苏醒一次模拟中 不可能只提升炼体修为 最基本的大道感悟 是必须沉浸式提取的 一次模拟 按照九百年来算 三百年时 第一批天元果成熟 之后起码能收获六批天元果 共计295枚 但前提是 必须一直维持 罗天径30倍的时间差 这对我来说 也是不小的消耗 苏醒若有所思 也不知 大乌断体绝迈入第六层 需要多少能量本源 或许和金鲜一层一样 需要一千万能量本源吧 苏醒看了一眼面板上 剩余的能量本源 仅仅两百多万 目前的情况是 苏醒的能量获取速度 完全跟不上实力的增长了 必须 尽快获取更多的能量本源 且先将此次模拟结束再说吧 接下来百年时间 需要参悟大道了 苏醒的空间之道 距离第六镜越来越近 这方面也不能懈怠 于是苏醒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100年 丁 您成功 剩余能量本源 220万956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模拟时间线 苏醒暂时停止了 罗天径的时间流速 维持30倍时间差的法力消耗 对于苏醒感悟大道 有一定负面影响 取出悟道茶 提前准备好的大道感悟宝物 苏醒开始参悟空间大道 转眼间 36载时间过去 两杯悟道茶彻底耗尽之后 苏醒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顺利迈入第五镜大城 剩下两杯悟道茶 加上必然性顿悟 十枚文道单 苏醒花了一夹子的时间 才彻底消化 重新回到现实中 苏醒缓缓睁开眼 体悟了一番 自己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百年沉浸式模拟 我距离空间之道第五镜巅峰 只有一步之遥了 下一次沉浸式模拟时 说不定就能正式迈入第六镜了 想到这 苏醒有些激动 空间之道第六镜 乃太乙精先才能掌握的手段 苏醒提前掌握之后 对于战力的提升是巨大的 苏醒有把握 在空间之道迈入第六镜后 整体实力能够进入地榜前三 至于击败子灵仙子 成为地榜第一的实力 苏醒微微摇头 那估计还需要等他炼体 炼气修为再提升一番后 才能够绊倒 说起来 悟道茶还是不够啊 一共十二片悟道茶 仅仅够泡四杯 满打满算也就够七十二载 罗天镜复制悟道茶的功能 也需要尝试一番了 苏醒对于此次模拟的目标 炼体修为迈入大悟断体 绝第六层 已经达成 天元神术也成功培育 那么接下来 就是尝试罗天镜的复制能力 毕竟苏醒目前手中能量不够 更多的是一番尝试 为之后的模拟做铺垫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五百年 你闭关结束 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大幅度提升 接下来 你进入罗天镜中 开始尝试复制悟道茶 悟道茶乃先天至宝 取自神术悟道树的茶叶 这等奇悟天地孕育而生 若不是罗天镜这等逆天宝物 绝对难以复制 即便如此 你想要复制悟道茶 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 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每隔上几日 就注入体内净半的法力 罗天镜核心中 一片翠绿的茶叶 也在逐渐孕育 转眼间 百年时间过去 这百年来 你除了复制悟道茶叶 便是参悟震道 经过不断的钻研 加上你本身震道天赋极强 你终于能够顺利布置 十五阶距灵阵 恭喜你 顺利成为震道大宗师 罗天镜果然是提升 修仙百亿的绝佳宝物 外界短短数百年时间 我的震道 居然又有所精进 终于迈入了震道大宗师境界了 苏醒的心情很是不错 十五阶震道大宗师 地位比之金仙都不遑多让 若是再迈上两个阶段 成为十七阶震道大宗师 苏醒就能够正式尝试 布置大洞天了 大洞天凝聚先业 对于苏醒的帮助 可想而知 现阶段 还是优先提升炼体修为 等到大洞天布置出来后 再提升练气修为 才最有效率 你们一人一意逐渐的试探 差不多结束 你也几乎摸清了 六亿神底的底细 第六百年 你顺利成为了震道大宗师 能够布置十五阶聚灵阵 在不断的战斗中 你在天交榜上的排名不断提升 已经升至地榜第十一名 其背后被扯断的羽翼处 伤口不断往外渗透着鲜血 你见状脸色有些难看 虚空一见 在你的杀法手段中 已经能够排名前三 但却依旧无法伤其分毫 这对你战力的加成 可想而知 于是 大战一触即发 六亿神底抖了抖翅膀 脸上出现一抹细血之色 想来 这尊六亿神底 距离一级神底已经不远 在六亿神底一族中 也算得上是天交 回首间 原力如同潮水般涌出体外 建议重新凝聚 甚至伸出左手 摸了摸背后的双手 将鲜血抹在了嘴唇之上 六亿神底见状后 脸上带着一抹渴望之色 看着你的肉身 似乎是猎人 见到了渴望已久的猎物 迈入大巫断体绝第六层之后 攻伐之力 依然不是你最强的手段 你最强大的 是恐怖的肉身和防御力 只见其用人族语言嘲讽到 六亿神底的羽翼 是一族之中最坚固的东西之一 尤其是区区界能够斩断 所欠缺的 只是时间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眼神不断闪烁 远古时期 巫族部落的战士 三百年时间方能复制出三片悟道茶 仅仅够泡一杯 而你 又何曾不是这么想的 紧接着 那一对翅膀 居然变成了一柄造型古怪的古剑 通体成血色 如同西方神话中的审判之剑 原力如同一柄无所不斩的利刃 撕扯开了六亿神底的翅膀 这血液 不是你的 而是来自于那尊六亿神底 对我来说 时间可没那么多 好在 有天元果 那么便看看 练气练体双双大突破后的我 究竟拥有多少实力吧 战斗刚打响的头两年 仁族和翼族之间不断试探 而你在这短短两年时间内 也斩杀了翼族神底上百头 甚至轻松斩杀了一尊 接近金仙后期的翼族神底 但其似乎全然不顾 任由鲜血往下流淌 这六亿神底 回出了上百剑 最终你的护体剑刚 尽数破碎 不计其数的羽毛漫天飞舞 如同利刃剑雨一般 哪怕是金仙一个 不注意都会身受重伤 转眼间 一月时间过去 你嘴角轻轻上扬 只是淡淡一笑 因为天机狱和翼族的第一次大战 彻底爆发了 古剑入手 你明显感觉到 这六亿神底变得不一般了 然而 你对此还是太不满意 但 你并没有放弃 就在你疑惑之时 让你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你听后明了 必须注入更多法力方 能复制更多的误导茶 于是你决定暂时搁置误导茶的复制 转而全心培育天元果 一剑 十剑 百剑 精先修士 一层境界的突破 动辄数万载 若是没有仙叶辅助 即便拥有空灵根 一次模拟 我也未必能突破一层境界 那效率太低了 若想复制得更快 要么继续修复罗天境 要么注入更多的法力 是啊 除去沉浸式感悟 翼族和天机狱大战的时间 一次模拟 最多也就服用三次天元果 共计一百四十七枚 远古巫族 当初就是以一拳一脚 将翼族赶出十玉 但他不知 剑道只是你众多手段中的一种 眼下你最强的 是近身肉搏的能力 直接远处 六翼神底的羽翼之上 多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凹痕 丝丝鲜血 净湿了羽翼 六千四百道护体剑钢 将你身体周围 三百六十度全方位保护 任由那股剑 释放出恐怖的威力 然而 六千四百道 六千道 五千道 三千道 顶刻间 你双拳上的原力数量 多出了数倍 你这一拳的力道 也增强数倍有余 他看向自己的翅膀 已经不知多少万年 他没受过伤了 似乎 失去了护体剑钢之后 你再也不是他的对手 有舍便有德 即便是我 也不可能每次模拟中 面面俱到 毕竟时间是有限的 你能够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原力 已经生生不息 只要天元神术不枯萎 你便有用之不竭的原力 这一年 第三批天元果成熟 你继续修行 远古巫族 兽元是人族十倍之多 金仙七的巫族 便拥有千万载兽元 如此方能支持 大乌断体 绝漫长的突破过程 疼痛 让这尊强大的神体 变得愤怒起来 只见黑色的羽翼 顷刻间展开 将其背后要害死死挡住 剑盲斩击在羽翼之上 恐怖的波动 让空间都有些扭曲 这一战 战斗之处 双方都在试探 你见状却不紧不慢 体内的原力 在顷刻间释放 丹田之内 那颗虚幻的天元神术 也不断往外涌出原力 直到第803年 你遇到了自己一个 前所未有的劲敌 起初 你们的战斗地点 是在一处 被异族入侵的小千世界 迈入金仙之后 苏醒短期内的目标 便是成为地榜第一 获得见到天机阁主的机会 见到这一幕后 你微微皱眉 眼下六亿神体的这副姿态 恐怕颇为棘手 根据大乌断体诀的记载 这颗虚幻的天元神术 成长到一丈高时 大乌断体诀 就算彻底迈入了 第六层小城 只不过 唯一遗憾的是 此次模拟苏醒 将精力都放在罗天镜中 未能完成天机阁的任务 想必换取天机阁的 虚无之境的 使用权限是不够的 感受着羽翼上的疼痛 六亿神体脸上 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 护体剑刚的威力 来源于剑道以及原力 苏醒有些不知足了 若是能够一直模拟下去 他甚至能服用无数天元神果 迅速将修为堆砌至第六层圆满 转眼间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索性也不差这一次 接受虚无之境的洗礼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只见其挥舞着手中的骨剑 每一次斩机 都将你身前的原力撕碎 即便如此 这一年你 也没有继续提升炼体修为 甚至连罗天镜的倍速 都并未维持 试探正式结束 而你也第一次使用自己的绝技 虚空一剑 你的双拳之上 有温润的血液流下 还有两根黑色的羽毛附着在上 灵力的剑气 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光芒 直冲云霄 随后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 顷刻间穿过空间 消失不见 于是 你每隔两年服用一枚天元果 同时注入法力 让罗天镜保持与外界三十倍的时间差 只见他六一神底 抚摸了下手中的一对翅膀 一股奇妙的能量 将翅膀上的羽翼尽数退去 双眼变得赤红 嘴角带着一抹凝笑 你剑装不敢大意 连忙全力催动剑矣 配合上进阶后的原力 新的护体剑刚 将你牢牢地保护再起来 六一神底冷笑一声 表示你的攻击太弱了 下一瞬 剑气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六一神底身后 只取其要害 第八百年 天机狱和异族的第一次大战爆发 你以天机阁长老的身份参战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与此同时 进步最大的是原力 丹田之中 那颗虚幻的天元神术 已经有一尺来高 虽然六一神底的本命神通可步 但你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此次 这六一神底 就是要以你之血 扬其名讳 你动用空间之力 请客间出现在六一神底的身前 原力附着在双拳之上 朝着六一神底投入轰去 但对于巫族而言 想从第六层入门修制小城 需要三十万载 苏醒很快根据目前的情况 制定了自己未来的发展路线 随着不断的斩击 你身体周围的护体健刚 也在迅速破碎 于是 你询问罗天静气灵 用背后的羽翼 挡下了你这一拳 眼中似乎还有些疑惑 一尊精先巅峰的六一神底 除了恐怖的速度 更加棘手的是 六一神底背后的那三对羽翼 不但能够乱人心智 更能爆发出一种血脉神通 六一神底 极其擅长速度 其对于速度法则的领悟 已然迈入了第六境 六一神底 乃是一族十大帝族之一 而其二级神底巅峰的境界 足以战胜地榜前十的天骄 速度比你更快 肉身力量却比你稍弱一筹 六一神底的恐怖 足以让大多数的惊仙绝望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一次 和异族的大战 这一战中 刚好可以再表现一番 看看如今的我 实力到底能在地榜上 排入多少名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于是 一件不成 你便暂时放弃远距离攻击 转而与六一神底近战 第八百年 随着四十九枚天元果入腹 化为精纯的能量 你的肉身再次增强大约五成 原力翻倍 体内的天元神术 也从一尺多高成长 到了三尺多高 从他的眼神中 你看到了一抹 对食物的渴望和玩弄 然而 你没想到的是 六一神底 居然挡下了你这一剑 毫不犹豫的 六一神底怒吼一声 随后扯断了自己背后的两只羽翼 第二批天元果在百年前 就已然成熟 同年 第一片雾道茶 顺利孕育而出 脆绿色的茶叶 沁人心脾的香气 似乎仅仅秀上一秀 智慧都有所增长 蕴含着恐怖威力的一拳击 在六一神底的翅膀之上 但却如同击中了一块 坚不可摧的钢板 而拥有天元神术的你 静斩惊人 届时 苏醒的一身实力 恐怕能够媲美太义 但苏醒也知道 这不太现实 拥有模拟器的他 成长速度绝对是冠绝古今 苏醒微微摇头 还是决定将精力 放在罗天镜中 尝试复制物倒茶 顺便再培育一番天元术 以炼体修为为主 当能够布置17阶距灵阵后 苏醒有了足够的仙夜支持 在转修炼器 过不其然 那六一神底手中持有古剑之后 力量明显增大了不止一倍 宛若陷入了狂暴模式 气灵给的回复是 他现在并未完全恢复 而悟到茶品阶很高 乃先天之宝 虽然你的剑道 依旧停留在第五境 但是近身后的原力 让你护体剑刚的防御力 翻了数倍不止 在天元神果的帮助下 你的炼体修为迅速提升 那六一神底双眼赤红 疯狂地斩击着手中的古剑 之前见你用剑 他以为你是剑修 而在他的认知中 人足剑修应该不善肉身才对 第七百年 四十九枚天元果禁术服用 你的肉身力量 比之前壮大了不止一倍 紧接着 六一神底闷哼一声 被你一拳轰出数千米 但诡异的是 一道黑色光圈 似乎将虚空一剑的威力 禁术化去 六千四百刀护体剑刚 重新出现在你的体外 仿佛 刚才六一神底那拼命的斩击 只是一个笑话 现实事件 苏醒看到这 忍不住面露喜色 护体剑刚 终于不是一次性的绝技了 剑道的不断攀升 让我拥有更加浑厚的剑意 足以支撑 更多次释放护体剑刚 而元力之术的存在 让我拥有取之不竭的元力 护体剑刚的元力消耗 完全足够了 感叹的同时 苏醒也有些庆幸 这六一神底 绝对是我见过最强大的敌人 那一身实力 绝对能够进入地榜前无甲 若不是我种下元力之术 有了更加强大的护体剑刚 恐怕未必是那六一神底的对手 即便如此 现在战斗结果也尤未可知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着应对之策 但他不知晓的是 这尊六一神底 是六一一族新生代中最强的一个 在十大帝族之中也难逢敌手 地位 相当于人族顶尖势力中的圣子 圣女 不但潜力高 而且更是修行了数十万载 苏醒思索了半天 也没找到六一神底明显的破绽 眼下 只能继续观望一番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与六一神底的战斗 是你突破至惊仙之后 最为险恶的一战 哪怕是之前那尊暗影神底 给你的压力也没有这么大 毕竟你的能力 克制那尊暗影神底 而眼前这尊六一神底 如同六边形战士一般 几乎找不到弱点 这一战 持续了足足六个月时间 六个月后 你的气息比之前已经跌落许多 长时间高强度的战斗 自然有所所耗 身上受创数十处 大都是最近半个月来所受之伤 因为更久之前的伤势早已痊愈 而眼前的这尊六一神底 也几乎好不到哪去 背后的六根羽翼 它自己折断了两根 而你也在数个月前 将其中一只右翼斩断 你原本以为 这六一神底的疯狂状态 最多只能持续数日 却没想到 其陷入这种疯狂的状态 已经半年之久 虽然比之前 六一神底 无论是气息 力量 还是速度 都不负全胜 但依旧恐怖 眼见这六一神底 再次朝你冲来 手中古剑飞舞 而你也取出后天至宝墨兵剑 恐怖的剑意 自你身上往外宣泄 虚空一剑将其逼退之后 你后退数百里 与其拉开距离 这样的战斗 在半年来 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看着手中的墨兵剑 你隐约觉得 其有些不堪重负 毕竟墨兵剑 只是中品后天至宝 虽然战力不俗 但品级明显比不上 六一神底手中的古剑 那柄古剑的坚固程度 已经接近先天至宝 你心知 随着你境界的不断提升 手中的这个老朋友 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后天至宝 对于寻常惊仙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了 但我的对手 现在都已经是惊仙巅峰 太以之下无敌的那种 恐怕需要先天至宝 最不计 也是半步先天至宝 才能不落下风了 苏醒有些无奈 此时有无师成的好坏 就体现出来了 那些顶尖的天骄 比如天骄榜地榜前五的存在 几乎是人手先天至宝 人家或许没实力得到 这先天至宝 但架不住那些古老的大势力 数十个元会的传承 祖上传下来 几件先天至宝 那不是很正常吗 就苏醒所知 子灵仙子身上 就起码有三件先天至宝 他身上的那件紫色流仙裙 传闻便是上古时期 某位大罗的宝物 是防御极家的先天至宝 还有他手中的一对玉环 攻防一体 也为下品先天至宝 呼 虽然我手中宝物不少 但大都不适合战斗 进攻性的先天至宝 更是没有 苏醒有些无奈 若是论宝物 他手中的罗天静 自认不属于任何至宝 但罗天静可没法帮助他遇敌 他来 之后还得想办法 将墨兵剑的品级 再往上提一提了 苏醒如此想到 不过眼下 还是度过眼前的难关在说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又是半年的时间过去 你和六一神底的这一战 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以来 你们对彼此的招数 实力已经颇为熟悉 而在这一战中 你也不断突破自我 六一神底看向你的目光 也不再像最初那般看待蝼蚁 他知晓 你绝对是人族中 数一数二的天骄 若不陨落 迟早晋升大罗的那种 他更知晓 如此人族 绝对不能任由成长 于是 更加猛烈的攻势袭来了 其手中古剑不断斩击 而你的墨兵剑 也在斩击之下 逐渐无力 不知过了多久 你似乎听到了一道 无声的哀鸣 手中的墨兵剑 终于层层断裂开 这是第一次 你手中之剑 被敌人斩断 实力相近的情况下 法宝品级不敌 是这样子的 眼见你手中法宝不在 这六一神底露出凝笑 继续朝你攻来 而你也彻底放弃剑术 转而用纯粹的肉身 加上原力 与其对战 这六一神底 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做一力破万法 只见你越战越强 原力生生不息 失去了长半的剑后 你反而心生愤怒 并开始放弃防守 全力和六一神底 以伤换伤 六一神底虽然体质强悍 但又如何是你的对手 如此 又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 在你们大战了足足两年半之后 六一神底背后的羽翼 终于被你斩断了最后一根 而你的伤势 也颇为严重 那一处被异族占领的小千世界 已经在你们战斗的余波下 化作了虚空中的尘埃 战场在一年前 就转移到了虚空 六一神底原本以为 进入虚空之后 会是他的主场 却没想到 身为炼体修饰的你 在虚空之中依然强悍 只见你怒吼一声 身后陡然出现 一尊万丈之高的巫族虚影 紧接着 遥远的虚空之外 传来轰鸣 这一战 你们已经打得难舍难分 六一神底没有注意到 从遥远虚空迅速而来的星辰 就在此时 六一神底嘴角上扬 似乎发现了你的破绽 只见其身影一闪 恐怖的古剑之剑 穿透了护体剑缸 插入你的胸口 露出了半截古剑 你被这一剑 直接穿透了胸膛 古剑入体 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 正在被不断吸收 然而 六一神底没注意到的是 你在这时也露出了笑容 只见你爆喝一声 握住了古剑 动用空间之力 整个人出现在了万里之外 而与此同时 一颗如同小世界大小的星辰 砸了下来 六一神底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那星辰砸中 神通 万象星辰隐 在你突破至大巫 断体绝第六层后 这一神通的威力 只能用蔑视来形容 相隔万里 你也感觉到 六一神底的气息不断削减 最终 直至湮灭 而你 则在万里之外仰天长笑 这一战 终究是你胜了 只不过 那穿透你胸口的古剑 依旧未能拔出 你感觉到自己的眼皮 逐渐百年的沉重 你咬牙将古剑从胸口拔出 先力附着在伤口之上 只能用尽最后的力量 来到一处小千世界避难 抵达这座陌生的小千世界后 你匆匆进入灵田洞天 整个人昏迷了过去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这六一神底 绝对是我战胜的 最强大的敌人了 以其实力 绝对能够迈入地榜前五 不过 终究是我赢了 同时 苏醒还注意到了最后 他是陷入了昏迷的 所以 这一次战斗 也能触发强者之心 苏醒顿时觉得 有些意外之喜了 也不知这次强者之心 增强的会是哪方面的实力 苏醒有些期待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当你从昏迷中醒来时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 这一次苦战 让你身受重伤 虽然在巫族血脉 和自身天赋的加持下 伤势已经逐渐恢复 但你的实力 依旧不及全盛时期的五成 你决定在这一处小世界中 休养半年 待实力恢复后 再重新参加战斗 同时 你仔细检查了自己的实力 强者之心天赋 的确是触发了 你神时内势 明显感觉到丹田内的 那株原力之树 大约增长了两尺 从原本的三尺之长 增长到了五尺 而你的原力总量 再次增长接近一倍 体内的原力更加精纯 就连肉身也变得更加强悍 你大致计算了一番 这一次强者之心的触发 抵得上你百年服用 五十枚天元果 带来的实力增长 这一战之后 你的总体实力增长数成 下次再遇到那尊六亿神底 定然不会赢得如此狼狈了 半年后 你的伤势基本痊愈 状态也接近巅峰 于是 你离开了暂时养伤的 这处小千世界 临走前将这处小千世界中的 异族强者尽数斩杀 当你重新回到 人族大本营之后 许多人族强者 甚至包括白帝在内 都震惊了 这三年来你毫无音许 他们都以为 你死在了异族的手中 但当你拿出 六亿神底的古剑之后 在场的所有金仙都 脸色大变 这柄赤红色古剑的主人身份 不言而喻 六亿神底 异族之中的绝代天骄 被誉为下一任 六亿魔族组长的候选人之一 一号称太义之下 无人可将其击杀 而你如此轻飘飘地 取出古剑 毫无疑问的 这说明 六亿神底已经被你斩杀 这一场维持十年的大战 很快结束 而你在这一战之后 成为天机狱中 扬明最快的天骄 斩杀六亿神底的壮举 让你在天骄榜上的名次 再次飙升 位列地榜第四名 距离地榜前三 只有一步之遥 但你心知 这一步想要迈出去很难 地榜前三 人族最顶尖的几个天骄 万年都未必能够诞生一位 而你想要迈入地榜前三 起码需要空间之道 迈入第六境 修为进一步提升 才有机会 这一战之后 你回到了天机界 让你没想到的是 斩杀六亿神底 算上你之前的功勋 居然勉强足够 换取一次虚无致境的使用权 于是 你毫不犹豫地 进入虚无致境中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心中一喜 这一次模拟 我做的任务并不多 贡献点却依旧足够了 这意味着 以后每一次模拟 只要我参加三百年 先周遇袭事件 五百年左右 斩杀赤童神底 八百年那一战中 斩杀暗影神底 和六亿神底 这四件任务 或许就足够使用一次 虚无致境了 无需再繁琐地执行任务 这对苏醒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 苏醒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修行 而且不会错过 虚无致境的提升 算起来 这是我第二次 使用虚无致境了 按照之前模拟中的介绍 虚无致境一人一生 只能使用一次 也不知 此次模拟我能够使用 苏醒有些紧张 这毕竟关乎着 苏醒未来的成长速度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八百二十年 进入虚无致境后 你见到了虚无致境的气灵 它导致你 在你身上感受到了 老朋友的气息 你听后心中一惊 知晓是罗天静的存在 被虚无致境感知到了 同样身为三大混沌质保之一 彼此之前 或许有神奇的感应 之前罗天静破损严重 虚无致境感受不到 还是很正常的 但如今 罗天静修复了一部分 依然能被虚无致境感知到了 让你庆幸的是 虚无致境对于你并没有恶意 它紧接着问你 想要提升什么方面的实力 是修为 大道感悟 意或者是其他 苏醒看到这 略显犹豫 目前苏醒的炼气修为 刚入境先 还没到达突破瓶颈的时候 炼体修为 距离大乌断体 绝第六层小城 也有不小的距离 这么一看 最好的选择 要么就是空间大道 要么就是正道了 虚无之境 说不定能够让我正道更进一步 达到能够布阵 十六阶距灵阵的层次 届时 只要再迈出一步 便能布置大洞天了 苏醒犹豫了一番后 还是选择精进正道 正道和空间之道的选择 熟悠熟裂上未可知 不过是先后破镜罢了 心中已有决定后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几经思量之后 你决定优先提升 自己的正道感悟 随着虚无之境 气灵的能力发动 你再次进入了 那种玄妙的感觉 一片恍惚中 你似乎看到了一道 和自己相似的虚影 它似乎是未来的你 当人影和你重合之后 你对于正道的感悟 不断提升 不知过了多久 当你再次回过神来时 已经离开了虚无之境 回到了天机城 你对于正道的感悟 大幅度提升 已经能够布置 十六阶聚灵阵 此刻 世间正道境界 和你仿佛之人 不超过一手之数 离开虚无之境后 你回到了罗天境 你并没有选择 继续培育天元果 而是 一边在罗天境内 继续参悟正道 偶尔外出执行任务 如此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九百年 你心有所感 似乎有危机来临 眉心隐约刺痛 你知晓 近期将有劫难 于是 你前往了一处 被异族入侵的小千世界 变化为了裂魔异族形态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那么接下来 就是提升裂魔的实力了 以裂魔神明的潜力 说不定会比本尊 更早突破之太乙境界 苏醒有些期待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成为裂魔之区后 没过多久 便有异族找到了你 并邀请你成为 第一军团的副团长 你加入异族之中 开始积蓄实力 培养信徒 在异族的权力支持下 你拥有了超乎想象的血肉资源 全部供给裂魔 短短百年时间 便有千亿裂魔诞生 每一尊新诞生的裂魔 都会接受你的赐福 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接下来 你开始培育裂魔使徒 在裂魔之中 传播自己的信仰 如此 三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三百年 你顺利培育出了 上百尊裂魔使徒 源源不断的信仰之力 涌入你的体内 你开始积攒信仰之力 并准备一鼓作气 突破境界 这一等 便是五百年时间 第一千八百年 你将积攒了五百年的信仰之力 全部调动 提升自己的神力 随着信仰之力的不断减少 你的神力开始迅速增长 终于 当你将绝大部分信仰之力使用之后 你的神力终于迈入了二级神底中期 第一千九百年 你遭遇了一次人族的刺杀 但好在你早有预料 成功躲得此剑 第两千年 一族得到消息 准备入侵一座 距离天机界 于是并没有亲自参与这次行动 而是派出手下的猎魔使徒前往 而你则静静留在猎魔大本营 苍狼界中等待 一族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 你等待着这一战的结果 可能关乎未来一族和人族的命运 若是人族胜 便又能坚守数千年 但若是一族胜 那将会催枯拉朽般 入侵大半个天机狱 然而 你终究没有等到这一战的结果 因为在一族大军出发后不久 一支强大的人族修士队伍 袭击了苍狼界 由三尊太乙金仙联手 率领十一位金仙 仙人数百位 直击一族大本营 而此刻一族中大部分的强者 都已经离去 苍狼界防守空虚 你成为了三位太乙金仙的 首要刺杀目标 哪怕其他一族神底 拼命保护你 也无济于事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微微点头 不错 看来人族那一战中 是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入侵异族大本营 另一方面 在苍狼界中射服 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苏醒有些惋惜的是 他没看到那一战的结果 不过也并不重要了 眼下苏醒最期待的 还是此次模拟的奖励 究竟有多丰厚 目光看向模拟奖励列表 空灵根 红色天赋 售价一百点能量本源 物道茶 一片 先天宝树物道术所生产的茶叶 具有起质 开悟之效 泡茶饮用 能够轻易进入悟性大开状态 多次饮用效果不衰减 售价二十万能量本源 天元神术 远古时期 天地间的十大神术之一 位列先天至宝榜前十 乃是天地孕育的奇珍 被巫族奉为神术 其果实对于炼体 原力修行有奇效 售价十亿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 在体内种下原力之术 原力生生不息 威力更甚以往 以至第六层入门 体内原力之术五尺 售价两千万能量本源 震道感悟 以至震道宗师级别 可不至十六阶聚灵阵 售价一百万能量本源 六亿神底之古剑 六亿一族的本命法器 由自身语义转化而成 其兼顾程度 接近先天至宝 亦是打造先天至宝的材料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罗天静 破损 三大混沌至宝之一 售价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奖励 一时间竟也有眼花缭乱的感觉 奖励列表中 足足罗列出上百种不同的奖励 但其中有价值的 大约是以上七种 不但有天赋 修为 天才地宝 感悟 甚至连六亿神底的古剑 都在其中 最让苏醒震惊的是 破损的罗天静 似乎真的能从模拟器中带出 只是这价格 为什么罗天静的价格是问号 苏醒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只能认为是罗天静过于珍贵 他现在完全付不起了 天元神术 价值十亿能量本源 也未免太贵了 苏醒摇了摇头 与其花费十亿能量本源 不如每一次模拟中 花费三百年时间培育了 综合看下来 此次模拟的空灵根 大物断体绝修为 还有正道感悟 是值得带出的 只是 大物断体绝的价格也 有些过于昂贵了 苏醒微微摇头 不过好在模拟器新版本更新之后 他获得了暂时储存奖励的权利 因此 即便目前能量不足 也能够存到之后领取 想到此处 苏醒莫念道 我选择带出空灵根 以及正道感悟 丁 您成功带出空灵根 花费一百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二百二十万八百五十六点 您成功带出正道感悟 花费一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二十万九百五十六点 提示音落下 两道玄妙的能量 涌入苏醒体内 原本苏醒的灵根 乃是五行超灵根 虽然算得上是顶尖灵根 但比之空灵根 还是差了太多 而如今 苏醒的灵根 终于再次迈上了一个档次 达到了空灵根级别 而与此同时 苏醒的脑海中 涌入大量的正道记忆 感悟 片刻之间 苏醒对于正道的领悟程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 苏醒算是一个 勉强踏入正道宗师的正法师 但经过这一波大加强后 苏醒成为了正八经的正道大宗师 不错 能够布置出十六阶的聚灵阵 其他正法的造诣 也停留在了十四十五阶左右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正道修为有所突破 距离布置大洞天 已经不远了 下一次模拟之时 说不定就能布置出 十七阶的聚灵阵 苏醒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他现在还剩下一次模拟机会 唯一有些头疼的 依旧是模拟能量的不足 大夏军方那里的能量本源 还需要一月时间 才能尽数取得 索性将剩下的一次模拟机会 也一次性用完吧 苏醒想了想 下一次模拟中 优先提升的 该是大道感悟 以及正道感悟了 至于炼体修为 因为尚未带出 突破至第六层的奖励 因此不能带出 那么 就需要优先提升 大智若鱼的加成了 想到这 苏醒没有犹豫 将手头上剩下的 最后一次模拟机会 也用掉 开始模拟 第153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120万956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获得 金色天赋千佛体 下次抽取 金色天赋概率 为100% 千佛体 百大神体之一 乃亿万中无一的 福道奇才 对于佛道感悟极强 若是修佛 修为可一日千里 嗯 千佛体 苏醒微微摇头 佛道 他并不感兴趣 而且 目前所学已经颇多 不是一再多学一道 也罢 那便直接开始模拟吧 苏醒默念道 请选择喜佳一天赋 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 大致弱于天赋 苏醒默念道 罢天镜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一月之后 你离开了蓝星 你前往了小青云界 就在这时 苏醒的眼前 闪过一道提示音 丁 是否使用预设功能 使用之后 将直接来到第50年 抵达天机域 苏醒听后想了想 接下来50年 苏醒的行动轨迹 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 于是点头道 使用预设功能 第50年 白云界中 你开始修行正道 你待在罢天镜中 每日消耗大量的法力 维持内外30倍的时差 转眼间 外界过去了150年 而你在罢天镜中 也足足修行了4500载 4500载修行 让你对于正道的感悟 不断提升 然而 正道十七镜 实在是太难领悟 这等正道大师 已经差不多 站在正道的尽头 仅凭你闭门造车 实在难以达到这一境界 而罢天镜中的那些 阴灵残魂的正道境界 都已经被你反超 难以给你提升 太大的帮助 在此情况下 你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天机阁 于是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开始积攒 大智弱于天赋 第三百年 天机阁的先周抵达 第三百二十年 你斩杀一族神底 帮助击溃一族大军袭杀 名声开始在天机狱中传播 第三百三十年 你抵达了天机剑 你开始寻找 天机阁中 是否有强大的正道大宗师 最终 你得知整个三千世界 最强大的正道大宗师 就是天机阁主本人 天机阁主 不但在不算一道上 无人能及 相传 天机阁主能够布置出 困住大罗金仙的超级大阵 但很可惜 天机阁主不在阁内 你压根无法向天机阁主请教 不过 天机阁内留有天机阁主早年 修行正道的详解 名为 天机阵法详解 此书就在天机阁的宝库之中 只需要有足够的贡献点 就能够兑换 仅凭之前救下先周修士的贡献 你便足以兑换此书 于是 你将这本古籍 带到罗天镜中准备钻研 在你钻研的过程中 惊讶地发现 在罗天镜内 居然也可以进行 大致弱于天赋时间的叠加 大致弱于天赋 在经过强化后 三日语者状态 可以换取一日的超脱悟性 而在罗天镜内 三十日才等于外界一日 这个发现 让你顿时大感兴趣 于是 你如同卡bug一般 疯狂积累超脱状态 转眼间 外界十年时间过去 而罗天镜内 过去了整整三百年时间 你也积累了百年的超脱状态 你准备正式闭关 借助物道茶 参悟震道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震道十七阶 的确值得我使用一次 沉浸式模拟了 若是继续使用模拟兑换感悟 浪费时间不说 价格还昂贵 百年沉浸式模拟 应该足够我 将震道提升至十七阶了 想到此处 苏醒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眼下 他还剩下两杯物道茶 十枚闻道丹 一次偶然性顿悟 说不定天机阁内会有记载 关于大洞天形成的原理 哪怕是极品先天至宝 其镇压的效果 也未必有 罗天镜投影的效果好吧 毕竟先天至宝世间虽然稀有 但还是有那么几百件的 你以空间之力 搬运来了一座百丈高的小山 又开辟沟渠 栽种灵直 苏醒心中一动 挥手间提前准备好的灵笔 浮沫在空中挥舞 大洞天 乃先天郁郁而出 要想人为建造出 除了需要足够的灵气供应之外 最重要的是 要有镇压这片洞天的质保 此次模拟的目标顺利达成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便再种植一些巨灵花 再尝试大洞天的布置吧 洞府中的品质 进一步提高 相比于寻常惊仙 动辄五万 十万年一次突破境界的速度 苏醒一次模拟 基本能保证一次以上的修为突破 已经是惊为天人了 对于惊喜而言 数万载突破一层小境界 已经算是极快的速度了 别的不说 就那三百万株巨灵花 除了苏醒之外 这世间的任何一个势力 都是无法拿出的 三百万株巨灵花 听起来很多 但是对于八千里方圆的灵天洞天而言 能够让整天天地维持住伏地及灵气 就已经极为不错 每一日的修行 你都能感觉到自身法力的积累 你在这座藏经阁内寻觅许久 终于找到了 关于大洞天建设的办法 又是五十载时间过去 因此 哪怕在远古时期 莫说用百滴极品灵液 换取一滴仙液 哪怕是千滴 也未必有修士愿意换 即便如此 苏醒距离布置十七阶距灵阵 还有一步之遥 如此 耗费百年心血 你终于完美地打造出了一片 最适合自己的洞服 苏醒眨了眨眼 当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而如罗天静这等混沌质宝 整个三千世界 也就只有寥寥三剑罢了这等修行速度 甚至比当初在悬仙之时 还要快上三分 但无论苏醒怎么推演 能够做到的 都已经做到了最好 仅仅服下千滴仙液 你原本消耗大半的法力 就尽数恢复 这仙液不但是修行的绝佳圣药 更是在战斗中 恢复法力的宝物 苏醒仔细回忆 自己模拟中所做之事 洞服的布置 想看看是否有遗漏之处 或许 是还缺少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苏醒有些接受不了 若是这世间 还能诞生大洞天 那苏醒就一定能布置出来 苏醒习惯的是未雨绸缪 虽然它现在能量不够 但也只是暂时的 提前将修行所需准备好 总归是没错的 接下来 你在罗天境内种植巨灵花 并准备筹集大洞天的布置 这仙液蕴含的能量 百倍于极品灵液 而且更易吸收 更对仙人拥有莫大的好处 回忆起脑海中的记忆 苏醒微微点头 满意到 于是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又继续培育巨灵花 第四百年 你随身的灵天洞天内 拥有的巨灵花数量 已经超过百万珠 支付了一笔贡献点后 你进入了天机阁内的藏经阁 亦是整个三千世界 记载古籍 功法等最全面的一座宝库 罗天境内百年沉浸式模拟 外界仅仅过去了三年时间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七百年 你在修行法力之余于 将自己的灵域范围 修行至九千五百里 距离万里灵域 已经极为接近 苏醒只是大致翻越了一部分 就颇为感触到 世间震道 天机阁主若称第二 恐怕没人敢称第一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满意地点了点头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为寻找大洞天诞生的原理 你前往天机阁内寻找 苏醒泡上一杯悟道茶 开启超脱状态的悟性加持 在山谷之内 你专门为林麦龙 开辟出了一片池塘 经过数千年的恢复 林麦龙的伤势早已痊愈 源源不断地往外释放灵气 但 精先的法力 实在是深厚不见底 想要进展 更是难如登天 不行 看来得去天机阁内找找答案了 而日产千滴仙叶 一滴仙叶的效果 起码底得上百滴极品灵液 意味着一日产量 就是十万极品灵液了 与此同时 每日洞府之内的聚水阵中 都会产出上千滴诱人的仙叶 第三百五十年 你自罗天境中出关 如同注入核心 整个洞府开始疯狂运转起来 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在大洞天之中闭关修行 借助着正义福气诀 你的修为一日千里 空气中的灵气 肉眼可见地浓郁了数倍 整个洞府方圆十里之内 让修饰无比的舒适 如同人间仙境 苏行已然是十六阶的正道大宗师 但仅凭这本古籍中 天机阁主所写的心得 翻阅之后就多有感触 取出诸多布阵材料 一边布阵 一边参悟天机阁主留下的正道响解 洞府风水的 不知道聚灵阵的范围 你都亲手打造 力图保证着洞府内部灵气的足够 还有灵域 距离完成突破也不远了 但在大洞天之中修行 加上你自身的空灵根 修行资质早就是世间顶级 至此 你拥有了在这个时代 连大罗金仙都 梦寐以求的修行洞府 大洞天 算上雾道茶 大智若鱼 大气晚成等等的加持 苏行一年参悟 可抵寻常修士两千年 第五百年 你灵天洞天中 聚灵花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三百万株 可见苏行的震道 距离天机阁主的层次 还有巨大的差距 仙液更易吸收 而且灵气精纯 经线七修士可直接吸收 十分容易转化为 本身的修为法力 难道 这世间 大洞天真的诞生不了吗 十五阶天原脸吸震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能布置出来了 现实世界 苏行看到这眼中 闪过激动的神色 丁 剩余能量本源 116万4456点 哪怕诞生再多的极品灵液 但没有仙液诞生 就产生不了质变 在聚水镇的作用下 一条由灵液填满的山西 自山顶上缓缓流下 你知晓 留给你修行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更加努力提升法力 底牌充足 苏行完全能够将自己 堆至十七阶 震道大宗师的层次 九阶微型聚灵阵 在参悟过程中 也顺便掌握 苏行微微摇头 此洞府 每日都可为你提供 数万滴极品灵液 苏行觉得 大冻天诞生仙液 或许并没有那么容易 不是纯粹灵气的堆砌 就能办到的 你在这洞府山谷周围 栽种了上百万株聚灵花 并在聚灵阵的引导下 将聚灵花诞生的灵气聚集 这对于其他修饰而言 或许难如登天 但对于你而言 却轻松至极 震道大宗师 布置十七阶聚灵阵的层次 终于达到了 起码 也需要极品先天灵宝 作为洞天的核心镇压 方能建造 苏行刚想到这 就微微摇头 苏行想要看看 以他现在的修行速度 在今仙期想要取得进展 需要多久 顿了顿 苏行接着道 如今仙液和大洞天 也已经顺利完成 那么是该试试修行的速度了 就相当于 灵石比至灵液差不多 若是说原本的你 就像是咬一瓢水 填满自身的仙利气海 那如今 每一次修行 都是用桶来填满气海 效率不止提高数倍 将新布置出的 九阶微型巨灵阵 代替原来的微型巨灵阵 苏行明显感觉自己 吸收灵气的速度 又快了不少 然而 苦等许久之后 随着洞府内灵气的逐渐攀升 却依旧没有仙液诞生 最让苏行激动的 还是大洞天带来的 修行速度加持 现实世界 苏行看到着微微皱眉 如此 转眼间便是三十六载时间过去 仅仅两百年时间 你就摸到了 金仙一层中气的门槛 而若是灵液 即便比之寻常灵气 灵时 已经精纯太多 但难免有杂质 金仙之上 哪怕使用极品灵液修行 也需要剔除杂质 那么 便正式开始参悟镇道吧 同年 你的灵域范围 提升至九千九百里 距离达到万里 晋升灵界 也只有一步之遥 三十六载时间 我对于镇道感悟提升巨大 但似乎 距离不至十七阶距灵阵 还有一段距离 更何况 如今这个时代 整个三千世界 能够诞生仙业之地 恐怕都不超过一手之数吧 当百年沉浸式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重新回归现实 于是接下来 你开始布置灵天洞天 并选了一处方圆石里的山谷 打造为自己的洞府 原来如此 需要以一质宝镇压 方能布置出完整的大洞天吗 虽然数量庞大 但依旧不够晋升大洞天所需 在混沌质宝投影的镇压之下 整个洞府在短短片刻之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当于七万两千年 参雾震道的成果了 大洞天中 灵气是极品洞天的十倍不止 修行速度也会有数倍的提升 你回到灵天洞天之中 并默默唤醒了体内的罗天镜 随后用罗天镜的一道投影 放于洞府山谷之中 这天 苏醒取出提前准备好的布阵材料 挥手间便是一座足以覆盖 一座城池的巨型脸稀震罗天镜中 苏醒手中捧起一本厚厚的古籍 正是天机格格主所撰写的天机 正道响解 三百年时间 从金仙一层初期到金仙一层中期 这个速度绝对不算慢了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如此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从炼气房炼丹房再到布阵室 灵气充沛之地专门用来修行 仅仅三百年时间 你的修为就有了一次小突破 哪怕是一些大罗金仙 都未必有诞生仙业的门路 三十六载 苏醒使用了大约两杯雾倒茶 好在 对于我而言 一切需要时间累积的底蕴都不是难事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从金仙一层至金仙二层 恐怕也只需要区区六七百年光阴 如此想到 苏醒又泡了一壶新的雾倒茶 开始参悟 更何况 这还是在没有金色级别大器晚成的加持之下 若是加持之后 甚至两百年内就能完成一次小突破 仙业的珍贵程度 远不是极品灵业所能比的 你终于明白了 何谓大洞天 这绝对是任何修士 乃至仙人都梦寐以求的洞府 不错 修炼速度大约又快了五成 眼下只差大洞天顺利布置 未来金仙七的修行就将畅通无阻了 第五百年 你顺利在灵天洞天内 打造出了一座大洞天级别的洞府 这是大罗金仙都梦寐以求的 这样一来 修行就没有那么轻松 紧接着 一道巴掌大小的微型巨灵阵出现在苏醒首星 第八百年 在一个平静的午后 一次运转周天法力之后 你的修为顺利突破至金仙一层中期 怎么会 还没有仙夜诞生 这说明洞府依旧停留在极品洞天级别 仍然未达到大洞天级别 世间万道 果然是越往后越困难 这一步之遥 却可以挡住无数修士的苦修啊 那么此次模拟 便尝试领悟灵界吧 苏醒嘴角上扬 他可是还记得 天机格虚无之境 还有一次提升实力的机会 此次虚无之境的使用机会 用在灵界的晋升之上 最为合适 苏醒难难道 苏醒一路向下 很快来到了深渊第二十层 强如白地 堂堂大罗金仙 活了千万年 但在灵域之道上并无天赋 因此也就区区十万里的灵界 因此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获胜 区区十几万能量本源 看来是啥都干不了了 丁 检测到蕴含能量本源物质 价值985点能量本源 是否吸收 但碍于红月的威慑 苏醒不敢做得太明显 半天之后 深渊第一百层 与此同时 苏醒能够感觉到 自己对于灵域的掌握程度 大幅提升 你死了 毕竟他每一次模拟时间有限 能够培育出来的信徒 也是有限的 苏醒嘴角微微上扬 我对这无尽深渊 还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呀 但下次再回蓝星时 便不是这幅场景 因此也无需顾及些什么了 千佛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六亿神底之古剑 六亿异族的本命法器 由自身语义转化而成 其坚固程度 接近先天至宝 亦是打造先天至宝的材料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那便是 无尽深渊 一个月时间 是时候再去无尽深渊中扫荡一波了 唉 伤脑筋啊 击败六亿神奇之后 太以惊仙之下 恐怕几乎没有 能让我触发强者之心的存在了 想到此处 苏醒心中一动 以自身灵界 笼罩了整片深渊第二十层 苏醒有些无奈 您成功带出万里灵界 花费一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十六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点 我选择带出万里灵界 以及今仙一层后期的修为 可相对的 每一次神力提升所需的信仰 却越来越多 但与此同时 两股玄妙的能量 也涌入苏醒体内 定 本次模拟结束 相当于每一次模拟 其实都能有一定实力提升 配合模拟器的奖励储存新功能 刚好合适 灵界和灵域 虽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相隔万里 不过 随着猎魔马甲的境界不断提升 实力增幅速度也慢了起来 万里灵域 终于达到了 此次模拟已经进行了八百多年 该完成的都差不多了 最后再提升一番猎魔马甲的实力 就差不多了 第两千年 你遭遇人族袭杀 在苏醒神识感知之内 每一只红眼异族的位置 都一清二楚 在此之前 苏醒一直知道 无尽深渊如同一座宝库 能够为苏醒提供大量的能量本源 没有犹豫 苏醒直接踏入了深渊第101层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 微微点头 毕竟 这可是达到了大动天级别的宝地 苏醒既然已经决定短期内不回蓝星 那就无需顾忌了 深渊一百层之后 里面的怪物都是异族神明了 这意味着 苏醒从金仙一层入门 提升至金仙一层巅峰 几乎不花能量 苏醒微微摇头 相比猎魔的实力提升 苏醒本尊的实力显然更加重要 苏醒只是略微伸手 所有的深渊之时都自动聚集起来 出现在苏醒面前 然而 苏醒并没有在这里停留 这些低级的异族诞生的深渊之时 实在价值不大 但相比之前的模拟 你的实力已经又有所提升 沉淀了一番心情 苏醒又将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不错 七十四万八千七百九十点能量本源 苏醒微微点头 接近一千点能量本源 甚至于 只要苏醒在灵界修行上 投入足够的时间 未来超过白地也不是梦想 有了灵界 我的实力整体应该又提升了一截 算是勉强能够迈入天交榜地榜前三了吧 顿了顿 苏醒接着到 不过这一个月的时间 也不能浪费了 呼 那么便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等带出炼体修为之后 我的实力应该稳居地榜前三了 第一千二百年 你培育出了足够的裂魔信徒 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信仰之力 丁 您成功带出金线一层后期修为 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一十六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点 而提升到金线二层 就需要花费千万能量本源 二层巅峰 同样是千万能量本源 不过这般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几分钟之后 当你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炼器修为有所提升 最让你感到棘手的 还是那位六异神奇 身为二级神奇巅峰的存在 即便你战胜 它也异常艰难 第八百一十年 第一次大战结束 你回到天机界 虚幻的人形光影逐渐和你重合 你的心中多出许多感悟 你对于灵欲的掌握程度 发生了质的飞跃 仔细体会许久之后 苏醒缓缓睁眼 估摸道 灵界范围之内 我的神通威力提升大约一倍 灵天洞天 改造 由金仙苏醒一手打造的洞天福地 以至大洞天级别 由罗天静投影镇压 布置重重镇法 内有巨灵花三百万珠 珍奇一宝无数 可日产鲜叶千滴 乃世间屈之可数的宝地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在这一战中 你表现依旧出色 斩杀数百位异族神奇 其中包括暗影神奇和赤童神奇在内 数百年来积累的贡献 再加上此次大战优异的表现 让你获得了一次 使用虚无之境的权利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喜 金仙和太乙之间 巨大的鸿沟 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 这灵天洞天 苏醒是必定要带出来的 从金仙一层初期 到金仙一层后期 这是寻常金仙数万载的积累 还有金仙一层后期的修为 仅仅耗费一点能量本源就能带出 果然模拟器提升所需的 还是按照一层境界来算 在强者之心的帮助下 你顺利晋升金仙一层后期 苏醒思考了一下 此次模拟需要带出的奖励 是 苏醒果断道 等下次苏醒再回到蓝星时 必然拥有超过血三和红月的实力 否则苏醒压根无法回来 更大的提升 是灵欲往灵界的蜕变 苏醒所在的灵天洞天 肉眼可见的范围扩大 达到了方圆万里 唯有等到一个月后 从大夏军方那里 得到能量补充了 苏醒嘴角上扬 看着神识感应内的那些异族 如同看到白花花的能量本源 仅仅这束洞符 若是我自己布置 恐怕都要花费数年时间布置 震道感悟 以致震道宗师级别 可布置十七阶聚灵阵 售价一百万能量本源 第一千七百年 你使用信仰之力 提升自身神力 而若是对上太乙金仙 哪怕是我 也是实死无生 苏醒看了一眼面板上的能量本源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随着灵欲的质变 在灵欲范围之内 你对于大道的掌握 神通施展威力 都有成倍的提升 金仙一层后妻 凝聚顶上三花 胸中武器 想百万载兽元 肉身不朽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苏醒微微摇头 显然还是从模拟中 直接带出灵天动天才 最为合适 而这 也让苏醒法力 再浑厚了接近两成 你进入了虚无之境 你选择截取自己未来 对于灵欲的领悟 灵界瞬间笼罩整层深渊 无形的空间之刃一散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的修为 改造后的灵天动天 还有震道感悟 下一秒 无形的空间之刃 笼罩了整个深渊第二十层 而在清源狱中 无论是红月还是雪山 都拿苏醒没有办法 对于境界低的时候 最多也就卡一波实力差距 二十层以下的深渊 一次扫荡 也能赚个上千点能量本源 虽然不多 但也聊胜于无了 震道感悟和灵天动天改造 则暂时储存在奖励池中 苏醒话音落下 耳边传来模拟气提示音 接连两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没有犹豫 再次前往深渊第102层 因此 苏醒打算放肆一波 既然要赚取更多能量本源 那就来一波大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无尽深渊中 可是有许多红眼异族存在 这可都是能量本源啊 根据苏醒翻看古籍得到的情报 灵域便是普通修饰的极限了 无尽深渊第一层 苏醒顺利进入了这一处副本世界 那么 我倒要看看 这无尽深渊到底有多深 无尽深渊越往下 那些异族的等级越高 掉落的深渊之时 品质也更好啊 能够在两三次模拟时 突破一层瓶颈 已经算极为不错了 万里灵界 灵域达到万里之后 完成了质的蜕变 灵界之内 宛若真是世界一般 开始诞生大道法则 灵域范围之内 对于神通 使用者的大道感悟巨大提升 售价100万能量本源 苏醒对此倒是能够理解 法则和大道本源 开始出现在你的灵田洞天之中 那万里的灵田洞天 已经出具世界雏形 虽然只是百里的增长 但却是质的变化 它无论是底蕴 还是硬实力 都没有达到那个门槛 更伤脑筋的是 手中的能量本源没了呀 除非 我放弃本尊的实力提升 2000年时间 全部用来提升猎魔马甲的神力 如此应该 能让猎魔实力大幅提升 目前模拟器的奖励池中 已经储存了三样奖励 尚未领取 苏醒暗自想到 眼下 蓝星之上 还有一处地点 能够为苏醒稳定地提供能量本源 丁 检测到蕴含能量本源物质 价值12356点能量本源 是否吸收 灵域范围 从9900里 正式突破至万里 苏醒眼前一亮 哦不 应该说灵剑 这些深渊之石 我收下了 虽然范围比苏醒广很多 但显然是 和苏醒在同一层次 瞬息之间 上千头红眼异族生死 毕竟他已经先 无论是在异族 还是在三千世界 都是屈之可数的大能强者了 他有信心 若是在遇到那六亿神奇 击败他也不需要付出 那么大的代价了 正道感悟 万里灵界 今现一层后期的修为 乃至于洞府的改造 都是好东西啊 苏醒难难道 但境界高深之后 这一点就能 好好地利用起来了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你能够感觉到 灵域和现实的融合 越来越多 万里灵域 越发接近 一座真实的世界 你的神力提升了 接近五成 但依旧停留在 二级神奇中期 则则 若是之前的我 恐怕无法全部带出 不过现在 也就没这烦恼了 仅仅半天时间 就赚到了六十万能量本源 不愧是无尽深渊 苏醒没有犹豫 直接前往了深渊第二十一层 而扫荡整个深渊第二十层 仅仅只花了苏醒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苏醒没有犹豫 默念道 果然 改造后的灵天动天 也在可选择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 无尽深渊最底层 一道沉睡已久的意识 陡然间苏醒 硕大 赤红的瞳孔 在深渊的最底层 陡然间睁开 透过无数层深渊 这瞳孔似乎看到了 正在深渊第一百零一层的苏醒 有意思 深渊一百层之下 居然又出现了 实力能够达到这里的蛊虫吗 只是这气息 不对 这个人类身上的因果线 似乎是凡人的人族修饰 这对赤红的瞳孔眼中 闪过圣人的光芒 这小小的几枚储物戒指中 似乎装载着大下国 乃至于整个人族的全部希望 别太严肃 等老夫下次来时 你或许就能知道一切了 而是苏醒感应到了 自己若是继续往下探索 会有一定风险 三周时间 足够我做很多事情了 其次 洛书颖曾为降临教做事 开启三十倍内外流速的差距 苏醒先是去了一趟 傀儡组织所在的地点 我想和你一起走 一般 他不会违背苏醒的命令 而眼下 洛书颖却从未有过的坚决 对于苏醒而言 这些年来 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 两女算是苏醒最亲近之人了 他知晓 越往下 他获取能量本源的速度 将会越快 所以 你打算离开这个星球 去其他地方 一周之后 从辅助修行类丹药 再到临时提升 战力等等 苏醒默念了一句 甚至可能逼迫苏醒 提前离开蓝星 而眼下 苏醒还有大下军方那里的 能量本源尚未到手 毕竟他们留在蓝星 暂时还没什么危险 若是跟随苏醒 反倒可能有生命危险 最后 静从雪的实力还是不够 前往三千世界 太过于危险了 丁 检测到大量能量本源 价值27万7896点 是否吸收 苏醒难难道 苏醒安排好良女的事情后 正离开别墅 几枚拳头大小 高品质的深渊之石 出现在苏醒手中 因此 苏醒也没必要太怕红月 处理好良女的事情后 苏醒又去了一趟老家 那只能暂时委屈你一下了 除此之外 苏醒还练制了数十件法宝 卢元武恭敬地站在苏醒身前 取出了几枚储物戒指道 前辈 您要的东西 都在里面了 在苏醒离开之后 三道气息恐怖的异族神奇 出现在深渊第二百层 并将获取方法告诉静从雪 万一有意外发生 这些傀儡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处 之所以让洛书颖离开蓝星 是有原因的 一年内 苏醒共恋制化神奇傀儡近百头 反须期傀儡五十尊 合体期傀儡三十尊 灵天洞天中 苏醒意识探入储物戒指之内 想看看大夏数千年来的积累 到底有多少 甚至 蓝星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那些异族的威胁了 就仿佛随手收割 几拨韭菜 就有大量的能量本源收入囊中 而洪月尚未完全复活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要我小心一些 也难以直接将我击杀 而一个原因休士 在苏醒未来将要面对的战争中 连炮灰都算不上 听到苏醒的解释之后 静从雪虽然有些失落 但也并未多言 他知晓 他必须留在蓝星 苏醒扎了扎嘴 搜查一番无果后 又重新返回了深渊底层 这风险虽然不至于威胁到苏醒的性命 但肯定会让苏醒惹上麻烦 炼制傀儡 足足花了苏醒一年时间 此刻别墅内 两女一言不发 脸色有些苍白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首先 静从雪是蓝星人 这里有她的父母 家族 朋友 而她自己 则开始炼制傀儡 将派在外面的所有傀儡 尽数收回苏醒默念道 根据苏醒的判断 红月现在的实力 大约是在金仙巅峰 到半步太乙金仙之间 想必妹妹不会出事 面对自己最信任的两人 苏醒没有隐瞒 除了不可以说的事情之外 其余都告诉了两人 不过 对于苏醒而言 金仙之下 并无区别 苏醒闻言回头 就看到了面前轻咬嘴唇 眼神却十分坚定的洛书影 不过 已经进入了深渊第一百多层 我现在 应该进入红月的视线中了吧 做完这一切后 苏醒心中稍微安定 有一个很强大的敌人 在未来会来到这颗星球 首先 映入苏醒眼帘的 是堆积如山的各种副本道具 真正的如同大山一般 堆积的密密麻麻 现实世界的三周 相当于螺天境内两年时间 不过 模拟器的冷却时间 终归是按照现实时间流速来计算的 这也让苏醒到手 十多万能量本源 根据之前得到的情报 这座无尽深渊之中 除了红月之外 应该并无能够威胁到我的存在 苏醒微微摇头 难难道 白花花的能量本源啊 这深渊还有那么多层 可不能浪费了 苏醒微微摇头 拒绝了静从雪 跟随自己一起离开蓝星的要求 说吧 苏醒转身进入螺天境中 好 那你便和我一起离开 是 随后苏醒又回到老家 告诉父母自己要出差一段时间 并在两老身旁留下了几道保护措施 三个月后 苏醒接着让这一批炼丹师 继续炼制丹药 蓝星的事总算处理得差不多了 不多时 几道身影出现在红月本尊身前 这个时候 苏醒肯定不会提前离开的 和静从雪不同 洛书影一直是一个狠认死里的人 苏醒有些恋恋不舍地 看向无尽深渊 甚至还有两尊傀儡 是苏醒从黄沙盗人的遗迹中获得 被苏醒修复之后 实力接近天仙后期 数个呼吸之后 几尊强大神力巅峰的异族神明 倒在血泊之中 那么接下来 就该和卢元武做最后的交易了 所以 我还需要你在蓝星为我处理一些事情 你不能离开 又在镇妖关中 安插了两尊大乘七傀儡 暗中保护于胖子 到时候 整个蓝星的格局都会有巨大变化 这效率 还真是恐怖啊 深渊第二百层中 细细思考之后 苏醒同意了这个要求 仅仅几分钟时间 苏醒又是二十多万能量本源到手 也就是 罗天宗的后人 毕竟这些傀儡 都是苏醒炼制而成 若是散落在蓝星之上 万一被写三发现蛛丝马迹就不妙了 其次 苏醒确实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在苏醒离开之后 为苏醒处理事情实在不行 就动用空间之力 离开这无尽深渊便是 血三也不可能找到苏醒的真实身份 自己的家人暂时并无危险 傀儡禁术被苏醒回收 还包括这一个月以来卖出的货物 给苏醒也带来了接近百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短短半个时辰 苏醒从深渊第101层 杀到了深渊第110层 苏醒听到静从雪的话后 微微摇头道 另一边 苏醒已经从深渊第101层 杀到了深渊地第110层 苏醒看出了洛书营眼神中的坚定 短则半年 长则一年 我便会回来的 学姐 接下来塔罗商会还是要正常运行 只不过那些丹药都不能继续往外出售了 一金属依旧是未来收购的主线 苏醒的灵界如同潮水般 笼罩了整个深渊第200层 你们几个 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接下来就该去处理事情了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是时候离开 这无尽深渊了 呼 这两年 还真是够干的呀 心中一动 耳边再次传来提示音 若是继续留在蓝星 恐怕会有性命危险 前三个月 苏醒发动罗天境内的英灵 包括神农友田在内 数百万炼丹师 连同他自己一起炼制丹药 苏醒难难道 苏醒难难道 随后进入下一层深渊 是 最后 苏醒又去了一趟镇妖关 暗中派人给了鱼胖子几件保命之物 与苏醒一起炼制傀儡的 还有罗天宗内数十位傀儡师英灵 因此 洛书颖跟随苏醒一起离开蓝星 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相当于人族中人先中期的修士 看了一眼模拟面板上的数字 达到人先进实力的傀儡三尊 不如因果命运之道第五层后 苏醒有把握 哪怕是红月 也无法推测到苏醒的因果 和真实身份 这些傀儡 苏醒打算 留在万目真人的遗迹之中 大成七傀儡一尊 竟从雪率先开口道 但对于苏醒而言 无论是强大神力 还是异族的真神 异或者是什么二级神奇 都没有区别 有苏醒从三千世界取得的几处宝库在 苏醒压根不缺炼丹的材料 呼 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时刻呀 苏醒扎了扎嘴 心情颇为不错 苏醒做事向来谨慎 准备在离开之前 将自己留下的痕迹 尽数消除 其数量 甚至是之前百里加交易的上百倍 这便是 一个国家数千年来的底蕴吗 等三周之后 处理完一切事情后 再来探索一次吧 后来被发现是叛徒 并将此事上报给了血三 不过 对此他并不担心 他在来之前 就已经一容脸稀 屏蔽了自身天机 但若是红月不计一切代价 恐怕能够恢复全盛时期的一丝力量 届时拥有的实力 大约在太乙经线左右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苏醒留下的三枚玉佩 这三枚玉佩中 都蕴含着苏醒权力一击的功法神通 对于这些亲近之人 苏醒并未让他们跟随自己 一起前往三千世界 则则 短短一周时间 便从这无尽深渊中 赚到四百多万能量本源 这些傀儡 自然并非苏醒一人炼制而成 而是集合罗天境内的傀儡 一同炼制 苏醒 静从雪 还有洛书颖 三人共处一室 时间大概多久 以后还会回来吗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 而他来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到我 并且杀掉我 苏醒说吧 身影一动 离开了无尽深渊 一个时辰之后 苏醒的身影 出现在了大夏军方的核心区域 是 数分钟之后 苏醒重新返回大夏国 并非是苏醒 不想继续赚取能量本源 做完这一切后 苏醒返回了大夏国 叮 检测到大量能量本源 价值17568点能量本源 是否吸收 拿出了几瓶能够延年益寿的仙药 苏醒谎称是保健品 给了梁老 首先 洛书颖和静从雪不同 她不是蓝星 而是邻足之人 妹妹苏念安在大夏军方效力 苏醒将一枚玉佩给了小妹 又给了几件法宝 三周之后 就是离开蓝星的时间了 但在此之前 必须做好实权的准备 以我现在的实力 还不是她的对手 所以 我必须外出一段时间 苏醒离开了大夏军方 苏醒对此并不意外 这些奇奇怪怪的副本道具 哪怕那些商会 民间收藏家拥有很多 但又如何比得上一个国家 丁 检测到大量 价值534万能量本源 是否吸收 她是不可能丢下一切 和苏醒离开蓝星的 剩余能量本源 4567399点 感受到卢元武的郑重 苏醒微微点头 无形的空间之刃 在深渊第二百层中肆虐 身后 却出现了洛书颖的身影 三周之后 苏醒离开了罗天静 重新回到现实 苏醒心中一动 将洛书颖 收入自己的随身动天之中 苏醒对卢元武道 短短三个月时间 从一阶丹药到十阶丹药 总计净百种 卢元武虽然有些疑惑 但也值得点头 两年时间 虽然每日法力都有很大消耗 但却足以让我炼制诸多傀儡 丹药 法宝 留下许多后手了 苏醒果断道 仅仅这一批副本道具 就为苏醒提供了近500万能量本源泽泽 这还只是开胃菜啊 即便竟从血资质不俗 现在也仅仅修炼制原因期 接下来 我将抹出你的部分记忆 为了防止一些事情 没问题吧 而此时 这深渊中红眼异族的实力 大约也从弱小神力初期 来到了弱小神力中期 我大夏军方 数千年来积累的一金属 副本道具都在其中 大夏国 京都别墅内 这是寻常状态下的红月 将卢元武部分记忆 可能让自己真实身份暴露的记忆 全部抹出之后 接下来的一金属 才是重头戏 苏醒将目光缓缓一向 另外几枚储物戒指 只先在这几枚储物戒指中 堆积满满当当的 全是一金属 从最低的一阶一金属 到四阶一金属 足足装满了数个储物戒指 甚至于 苏醒还在其中看到了 几块半人高的 稀有的五阶一金属 则则 这便是大夏国 数千年来的底蕴吗 果然以前我 还是太小瞧这片土地了 还真是发达了呀 这么多一金属 究竟价值多少能量本源 苏醒微微感叹一声 只能说 虽然蓝星职业者的实力不强 但毕竟这片土地 曾经是罗天界的一部分 超出了苏醒 获得的任何一笔能量 甚至于 仅仅这一笔能量 就足够将苏醒堆砌至金仙中期了 高地的中央 是一个一人高 仗许宽的圆形小水坑 你渐渐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您成功带出震道感悟 花费110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2816万7877点 看出了那赤红瞳孔中的一抹惊意 以及嘲讽 丁 您成功带出大巫断体绝修为 花费2200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2926万7877点 只要有达到标准的职业者出现 立马会成为红月的养料 只见原本万里方圆 杂乱无序的灵天洞天之内 凭空多出了许多神灵 苏醒的预期是 十天之内将这一笔能量赚到 随后从容离开蓝星 随着灵界的艰难展开 你的神通术法 大道感悟 数倍提升 苏醒顿时感觉到神清气爽 状态攀升了不少 十七阶聚灵阵 十五阶以上的多种阵法 至于那些片门的低阶阵法 苏醒可以说是看一眼就能布置出来 看来得找个时间 将天赋随便送个人了 这是苏醒在之前的模拟中存下来的 只需要支付额外的能量本源 苏醒便能提出奖励 于是 你决定加快扫荡一族的速度 天雷圣体 在这一刻 以最大的努力 为你对抗着这红月的干扰 可惜了 这天赋暂时对我没用 未来一段时间 我还是要谨慎为上 最后 让苏醒最关心的是 大冻天的诞生 只见灵天冻天之中 灵气最充沛的地点 5126万7877点 一笔巨大的实力入手 苏醒所要做的第一件事 十种大道感物 化作绚烂的色彩 在你的身旁悬浮 大约五尺之高 树干上充盈着原力 源源不断地为苏醒补充 也不知 我能否在红月手中逃脱 这足以弥补 未来苏醒几次模拟提升修为所需了 有沾染了灵气的植物 亦有初步诞生智慧的各种低阶妖兽 虚空一件 穿过数万里空间 展向高空之上的红月本体 接下来 你前往无尽深渊 你无力地呐喊着 这珠光宝体 对你接下来的行动不利 于是 你随便找了一个路人 使用赠人玫瑰天赋 将这宝体送给了他 你拼命地挣扎 脑海飞速思考 寻找能够摆脱这诡异红光的办法 没有来的恐惧 寝客间撞进了你的胸口 你的肉身在寝客间强悍数倍 气力百倍增长 然而 你如同一颗被汗死的螺丝般 压根无法移动分毫 苏醒微微摇头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不过风险 是可以避免的吗 无形的阻力 阻止着这处空间通道的诞生 你打破了红月的束缚 苏醒眨了眨眼 原本乌黑的长发 在这一刻 居然夹杂着银白的发丝 那么 接下来就让我看看 如今的我 能否从红月手中保命吗 也就是承蒙罗天遗泽 而且 小夕中的灵液 并非低阶灵液 而是上品灵液 完全足够用来探路了 你能够感觉到 红月的束缚 变得微弱了许多 珠光宝体 与此同时 苏醒浑身上下的气势 开始剧烈变化 否则 单凭蓝星的能量本源产量 又如何能够比得上 修饰齐聚的小青云剑 请选择喜佳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苏醒扎了扎嘴 你拼命地发动空间之力 想要将自身挪移出蓝星 那么 只要我击杀那三尊 媲美惊仙的异族神奇 就会惊动红月 然而 当你准备继续往下探索之时 趋吉避凶天赋 疯狂传来预警 丁 恭喜您获得金色天赋珠光宝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100% 你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将自己的底牌 一张张掏出 但 蝼蚁尚且惜命 然而 就在这时 你深吸一口气 努力调动自己谨慎的先例 和全部的原理 其表现出来的手段 远不是你一个 精先初期的修士 能够抗衡的 这柄只有中品后天 至宝层次的仙宝 在这一刻 发挥了最大的效果 就如同红月将蓝星职业者 当作韭菜般收割一样 苏醒也何尝不是将 深渊中的红眼一族 当作韭菜收割呢 不过 在此之前 先夜入腹 瞬息之间化为精纯的法力 让苏醒的法力 微不可查地提升了一丝 接下来 就该去深渊之中 洗劫一番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这片天地 终究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可此刻的红月 比当初的赤童神奇 不知道强大多少 但对于如今的你而言 区区三尊精先 并不是你的对手 随着一抹刺骨的寒冷 涌入心头 你恢复了理智 你强大的肉身 在此刻居然连一步 都难以迈出 整个人失去了行动能力 你一路沙穿 花了五天时间 再次来到了深渊第二百层 相比于炼体修为 迈入金仙之后 阵道感悟的提升 就显得有些平淡了 好在炼体修为的突破 动静不大 否则也无法在 灵天动天中进行了 但 如今的你空间之道 迈入第五境大城 对于空间的掌握 金飞西比 即便红月不下禁止阻难 你还是艰难地 撕开了一处通道 苏醒眼中带着一抹笑意 三百层之后 这里出现的是一族神底 足足四千多万能量本源 苏醒的脑海中 只是多出了不少 关于震道的记忆 同时 苏醒的震道 真正达到了大宗室巅峰 这种能力 你曾经在那赤童神指身上见过 而且 这恐怕还不是这片天地的全部 还有许多罗天界的碎片 恐怕连大厦军方 和整个人族都未曾挖掘 整片天空 如同打翻了一瓶红墨水般 在寝刻间 变得赤红一片 护体剑刚 再次出现在你的身体周围 部下层层结界 隔绝内外 这幅状态 宛若陷入了天人武衰的仙人 可这 可为你 争取了短暂的时间 总算 带出这一部分修为之后 安心了不少啊 身为曾经大千世界的碎片 自然拥有诸多宝物 苏醒心情相当不错 炼体修为提升之后 苏醒的自保之力 又大大提升 你花了三天时间 将这三尊红眼一族 尽数击杀 除了收获深渊之时外 你还得到了大量的血肉精华 也就是 那么一步 这 是你最强的形态 若是仅凭蓝星的修饰自己修行 凭借着罗天界曾经的资源 恐怕也会有不少仙人诞生吧 不过好在 大道五十 天眼四十九 人顿其一 进入那片洞府山谷之中 则是鸟语花香 灵气充裕的 几乎要直接凝结为液体 一道诡异的红光 逐渐从那赤色瞳孔中散射出来 缓慢地靠近你 则则 不愧是传闻中的仙叶 则则 不愧是曾经罗天界的一部分 一只如同月亮般的巨大红色眼球 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足足三百万株巨灵花 遍布山谷 你的心如刀角 这柄陪伴你许久的灵剑 再次毁在了你的眼前 之前离开无尽深渊前 那种有威胁的预感 做不得假 在这个连下品灵液都珍贵的修仙时代 仙叶无疑是珍宝中的珍宝 只见苏醒浑身的肌肉 肉眼可见的膨胀 如同气球一般鼓起 你又花了五天时间 从深渊第三百层 杀到了深渊第四百层 然而 这建议还未碰到红月 便被抵挡下来 第154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486万7877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刹那间 冷汗从你的额头上低了下来 灵气不断汇聚在此 每日都能够为苏醒 带来大约千滴鲜叶 在苏醒愣神的短短时间内 便有了数滴鲜叶凝聚 灵界 在你的身旁展开 如同 行将救目的老者 开始腐朽 膨胀的双臂和大腿肌肉 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你发觉自己的身上 带有奇异的光芒 走在路上 都会引起不少路人的注意 时末冰剑 苏醒有些担心 一念生 则三花开 你死了 苏醒难难道 你和高空之上的那轮红月 对视了一眼 苏醒伸出手 无形的原力 包裹在每一寸皮肤之上 骨骼经脉 发出爆炸般的轰鸣声 阵阵响动 让人心惊 终于 你咬牙 身体往前迈出了一步 这尊已经陨落了 数十万年的昔日主神 依旧恐怖 在红月的巨大压迫之下 你最后一丝清醒的理智 都开始逐渐退散 一仗 十仗 百仗 自然是提升实力了 让你陡然间变得轻松起来 趋吉避凶天赋疯狂传来预警 仿佛 只要这红光碰到了你 你就永无翻身之地 没有丝毫犹豫 你伸手 在身前撕开了一道虚空通道 因为额外提取的缘故 每一项奖励 都额外收取 苏醒百分之十的能量本源 你不信心 再次尝试 果然 随着我不断深入 尤其是击杀异族神奇 和那三尊二级神奇的举动 让红月感觉到了威胁吗 你看到那赤色瞳孔眼中 似乎带有一抹嘲讽 如同 玩动一只路边的小虫 你的眼皮越来越沉重 话音落下 苏醒耳边传来模拟气体诗音 金银签 三花聚顶 六千四百道护体健刚 顷刻间出现在你身旁 想要斩断这无形的红光 这也是 整个山谷大洞天的核心 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苏醒才缓缓睁开双眼 逐渐适应了体内暴动的力量 与此同时 你瞪大眼睛 抬头看向天空 模拟开始 墨冰剑 可以让人保持理智 但这种巨大的恩赐 背后是红月无数年来的算计 丁 检测到海量能量本源 价值四千三百九十六万四千三百九十六点 是否吸收 你花了大约五天时间 从深渊第二百零一层 杀到了深渊第三百层 在苏醒自身提升修为 实力的同时 灵天洞天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心中一动 苏醒的耳边传来一道提示音 你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力 寿源 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削减 你的体内 传来了一道剑的轻盈 蛆虫和银耳 出现在你的皮肤之上 整整四百层无尽深渊 为苏醒提供的能量本源 恐怕数以几千万计 心中略显期待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客间 你再次失去了行动权 各种脸膝阵 防御法阵 巨灵阵等运转 如此想到 苏醒默念道 说到底 还是红月限制了 这片土地的潜力和发展 数条灵石矿脉 埋藏在山谷地下就此 苏醒轻而易举地 成为了整个修仙界 都不超过一手之数的 十七阶阵道大宗师 花费两千多万能量本源 提升的不仅仅是苏醒本尊 然而 回到蓝星之后 你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要再次撕开空间 离开蓝星 苏醒意识到 自己的思绪有些飘远 目光重新看向几枚储物戒指 然而 没有任何用处 是 与此同时 一道无形的静置屏障 笼罩了整个深渊 似乎在阻止你离开 而在聚水镇的中心 则是一块被阵法保护起来的高地 嘴角轻轻张开 鲜叶入腹 经过二十多天 无尽深渊一到二百层的异族 重新刷新出来 不过 相比于冒的这些风险 再次前往深渊之后 苏醒的收获 无疑是恐怖的 你看到了这柄 酝酿许久的墨兵剑 在气灵的控制下 朝着万里之外的红月斩去 我选择 带出大污断体绝修为 震道感悟 以及改造后的灵天洞天 你有些绝望地闭上眼睛 五行之力 在你身前酝酿 绚烂的五行仙暴树 朝着红月砸去 除此之外 扫荡深渊前面三百层的速度 还需要加快 否则仅仅是深渊之行 就要花费半个月时间 还是有些太慢了 没有犹豫 苏醒直接尝试 领取奖池中储存的奖励 只要这一次 能从红月手中逃走 以后要逃的 可就是红月了 眉心那隐隐的威胁 提醒你越往下 越可能遭遇强大的一族 苏醒摇了摇头 数万年来 蓝星上的职业者 如同韭菜一般 一茬茬地被收割着 变为红月恢复生命 和实力的补充剂 那诡异的红光 还是照在了你的身上 你心中顿时知晓 这是红月出手了 你逐渐 失去了意识 苏醒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他此刻还剩下四次模拟机会 神识那时 苏醒还在自己的丹田汽海之中 看到了那尚未完全成长起来的原理之术 珠光宝体 修仙界奇异的宝体之一 拥有吸引财宝的奇特作用 不过珠光宝体拥有者 会发出耀眼的宝物光芒 从而很容易吸引到其他生物 此刻在苏醒的奖励储存奖池中 有三样奖励尚未领取 显然 职业者在初期 相比于其他修行门槛 有太大的优势 万丈之高的巫族巨人虚影 再次出现在你的身后 开始模拟 红月规定了这片土地中 最强者的上限 苏醒心中一动 一滴精英的仙叶 出现在了苏醒身前 有何况是你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心中意景 也正是在这时 你遇到了三尊前所未有的 强大红眼一族 为苏醒的这片灵天洞天 多出了不少生机 您成功带出灵天洞天 改良后 花费330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2486万7877点 原本如玉般圆润饱满的皮肤 也在寝刻间开始升起周围 而需要承担的 仅仅是这一丝风险 苏醒没有犹豫 直接将这4000多万能量本源 尽数吸收 至此 苏醒的能量本源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无论是威力还是数量 都有十倍以上的提升 可这一切 是值得的 每一座城市 能够容纳的人族 都数千万之多 渐渐的 你的眼前出现一抹幻觉 然而 静止还是控制住了你 在红月本体面前 你的空间之力极大削减 压根无法使用 蓝星之上的琐事 也处理得差不多了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弯腰钻进通道之中 你终归是离开无尽深渊 回到了蓝星 一道巫族巨人的虚影 出现在苏醒身后 不过剩下的 两千多万能量本源 恐怕还是不够花啊 仅仅一滴 便能抵得上 百滴极品灵液了 能够通过杀戮 获取力量 相当于每一位职业者 都掌握了高深的杀戮法则 你努力调动着 自己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 我选择加持 大气完成天赋 接连三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的身体 发生巨大变化 可仅仅片刻之间 整个蓝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引以为傲的肉身 在此刻失效了 你的肉身上 开始泛起点点恶臭 变强的滋味嘛 还真是不错 这一金属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 莫兵剑刚刚触碰到 那诡异的红光 便在空中停滞了下来 并在数秒之后 变得暗淡孤光 直至层层冬裂 你咬牙 将自己最后的一丝 潜力炸干 万丈高的大巫巨人虚影 出现在你的身后 苏醒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原力 发生了质的变化 终究 还是慢了一步 抵达深渊 第201层之后 这里的红眼异族敌人 实力已经来到 真神层次 每一层 依旧有一道 五尊异族神明镇守 苏醒看到这新天赋后 微微皱眉 而更加恐怖的 是体内原力的变化 眨眼睛 你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不过不同的是 这天赋 似乎自带吸引目标的能力 这是灵液 汇聚而成的小溪 没用 依旧是没用 这是三尊 接近惊鲜实力的 红眼一族 显然不是区区 四百层能够遇到的 你承认 你低估了红月的恐怖 获得财宝的奇特体质 苏醒之前 抽到过类似的天赋 百丈高的小山上 缠绕着一条小溪 缓缓下躺 你眼睁睁看着 红光渗透了你的皮肤 如同陷入了沼泽一般 越挣扎 便衰老得越快 在前往无尽深渊之前 还是再模拟一次吧 呼吸变得愈发沉重 你咬紧牙关 想要迈出这艰难的一步 你在这一刻 掏出了所有的底牌 为的 仅仅是活下来 同时灵天洞天内 还有了数座大型的人类城池 呼 仅仅是纯粹的肉身之力 大约就增强了三倍以上 那布满血丝的瞳孔 穿过云层和层层阻隔 锁定了你 灵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这鲜叶如同穷江玉露般 让人有些流连忘返 你掐之不算一番后 感应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接近你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现实世界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文字 一滴冷汗 字额间低下 好险 差一点 就死掉了 此刻 苏醒无比的庆幸 自己没有贸然进入那无尽深渊 而是提前模拟了一次 虽然 浪费了一次模拟机会 但苏醒 保住了性命 庆幸之余 苏醒又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失误 他已经很多次模拟 没有遇到这种开局急死的情况了 可这一次 他还是轻视了红月 导致自己直接死在了红月手中 所以 是不是我最近实力飞跃之后 有些太飘了 苏醒扪心自问 他的确是有些万乎所以了 百年沉浸是模拟的机会 可不能浪费了 苏醒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此 对于虚无之境的使用方式 已经比较熟练 又是四天时间过去 你终于达到了深渊第四百层 苏醒知晓 这是因为修为还不够 顿了顿 苏醒又想到了什么 难难道 呼 第四百层之后 击杀那三尊二级神奇 才会触发红月的本尊降临 太乙经仙或许能够让苏醒重伤冰死 从而触发强者之心 而是想到了 自己曾经抽到的某个天赋 也罢 还是先进行沉浸式模拟吧 但好在 即便他们知道了你的存在 将你当成罗天宗传人 你顺利 离开了蓝行 没错 苏醒没有选择加持路人假天赋 就要触手可及了吗 第七百九十年 经过数百年的修行 在仙业的帮助之下 你终于破镜 修为提升至金仙七二层 那么 只要我本尊使用沉浸式模拟 再借助虚无之镜 破入第六镜 都不需要花费额外的能量本源了 以后 胜算若是没有九成八以上 都不值得我亲自下场 刚一进入无尽深渊 你就火力全开 丝毫不顾及仙力和大道感悟的消耗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 也不能浪费了 练其修为 破入金仙二层 倒是预料之中 苏醒如此想到 真正的太乙精先强者 只不过这次 似乎与以前不同 在这强大的冲击之下 苏醒不可避免地 暂时失去意识 不错 看来速度快是有有用的 也有可能是 和路人甲天赋的双重效果叠加 但此刻 苏醒还有另一个选择 哎 强者之心天赋倒是很好 直接提升实力 就是触发有些困难了 第六百一十年 你的大巫断体绝更进一步 体内的原力之数达到七尺 苏醒准备之后 再想想办法 看能否继续触发强者之心 接下来百年间 你将主要精力 放在炼体修为的提升之上 为了最大限度 还原未来苏醒可能遇到的情况 苏醒是不可能对这天赋动手脚的 仅仅是抽这个紫色天赋 就花费了苏醒一百点能量本源 所以 或许我可以探索到 深渊第三百九十九层 整整四百层的异族 都死在了你的手中 但哪怕只是能够起到略微的干扰作用 对于苏醒来说 都是值得的 毕竟 在即将可能的生死危机之前 一切有用的手段 都要利用起来 话说起来 紫色天赋池中 有不少天赋来着 应该能够抽到吧 模拟时间线 罗天境中 一旦破入第六境 那也就完成了 由金仙到太乙最重要的一步 两者齐头并进 或许才是更好的选择 模拟开始 这一次模拟 他就活了半个多月 有个锤子奖励啊 时间 很快来到第四百年 第六境的大道 这是唯有金仙巅峰 或者说半部太乙方 能尝试突破的 他不求能够 以这个天赋 直接屏蔽红月感知 那未免有些不切实 苏醒并没有急着参悟大道 而是先调整了一番 罗天境内外的时间差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年 而这一次 苏醒吸取教训 仅仅花了九天时间 就杀到了深渊第四百层 第五百一十年 经过罗天境中 长达百年的闭关 你对于空间之道感悟 已达第五境巅峰 这付出的代价 比苏醒想象中 要高出不少 原力之数八尺 你距离大乌断体诀 第六层小城越来越近 但苏醒没有把握 能够从太乙金仙手中活下来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苏醒并没有立刻抽取天赋 第七百五十年 你的灵域范围 增长到一万两千里 灵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直到第二年 开始有大量的红眼一族 出现在战场之上 你知道 是红月距离彻底复活 越来越近了 接下来 你去了烫青云宗 并和青云子顺利交易 昏迷之前 苏醒心中 生起一个疑惑 这一年 天际阁的仙周 也来到了白云界 经过两百多年的苦修 你的修为 终于达到了 惊鲜七一层巅峰 我是路人甲 你的存在感极低 如同漫画角落里的路人甲 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 亦或者是你的仇人 也往往会忽视掉你的存在 注意 拥有该天赋后 请不要随意闯红灯 四季师父 很有可能察觉不到你 苏醒脑门上升起黑线 想模拟面板 重新返回蓝星之后 你依旧不敢停留 空间知道第六境 传闻中的道之真境啊 因此 这一次击杀六亿 神奇你并没有受到 太严重的伤势 苏醒捏了捏拳头 心头久违地 升起一抹亢奋 苏醒嘴角上扬 无论如何 他算是找到了 暂时安全的一条道路 但步入深渊第二百零一层后 你杀敌的速度 还是不可避免地慢了一些 接下来二百多年 你待在白云界中 苏醒提醒自己到 你一路疯狂赶路 仅仅花了两天时间 就杀到了深渊第二百层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但这一次 需要提升哪方面的实力呢 而是静静在小青云界中待了一年 这一年来 并未有蓝星被毁灭的情报 第三百三十年 你加入了天机阁 成为天机阁内的长老 地位颇高 第八百一十年 第一次异族大战结束 你回到天机阁 借助虚无之境 一举破入大道第六景 接下来十年内 你接连斩杀数百位异族神奇 在这一战中表现出色 每一个天赋 都有自己合适的场景 就如同当初的子孙满堂天赋 刹那间 无数记忆 关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涌入苏醒脑海 你心知 是红月和血三联手 苏醒身处于一片黑色的空间 似乎什么都没有 或者 以更快的速度 扫荡深渊前三百层 这是足够带出一个 红色天赋的能量啊 不过好在 总算是抽出来了 唯有身前 那散发着亮光的通道 有一道和苏醒十分相像 却又看不清模样的虚影 和苏醒的身体缓缓融合 苏醒微微摇头 他对此也早有预料 之后尼玛不停蹄 继续往更深处的深渊奔去 苏醒有些跃跃欲试 但以苏醒的身份 还不足以请动大罗金仙贴身保护 因此 大道第六景 往往被视为太乙金仙的标志 苏醒能够感觉到 自己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提升 唯一可惜的是 随着你实力的提升 以及多次和六异神奇交战后 知晓了他的弱点 苏醒在参悟到第五景巅峰之后 明显感觉到 有一种力量 似乎在阻止苏醒 破入第六景 苏醒对此还没有考虑好 虚空之境 在陷入瓶颈之时 效果最好 提示因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因为喜加一天赋 只能强化模拟中的天赋 之前 苏醒从深渊第一层 到深渊四百层 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 千万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点成就 成为金仙 算得上是三千世界的顶尖强者 就飘了呀 你开始有精力 每日修行一个时辰 修为缓慢提升 以至于都快忘记 它最大的优势是时间 因此 完全无需争取一时的得失 你在京都最繁华的大街上溜了一圈 却没有任何一道目光落在你身上 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存在 第八百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达到八尺九寸 一次模拟中 提升修为或许也不仅仅局限于 炼器或者炼体器中某一项 丁 您成功使用沉浸式模拟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四百八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六点 苏醒有些激动 看向模拟面板后默念道 只要有模拟器在 每个月甚至每一周苏醒的实力都在提升 苏醒慎重思考了一番 觉得这个计划或许可行 苏醒心中一动 将罗天晶内外的时间流速调整为了十倍 不错 一百年后的大战贡献点足够便能再次使用虚空之镜 额外提升实力了 苏醒如此想到默念道 一滴鲜液可抵得上百滴极品灵液 且更加精纯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但可别忘了 苏醒的敌人都是什么样的存在 红月 同时 你密切关注写三的情报 并从天机阁处得知 血三曾前往蓝星附近的区域 微微睁开眼 消化完脑海中的记忆 苏醒有些惋惜道 空间直到第五镜巅峰 算是达成了 只可惜 距离第六镜 还是有一步之遥啊 这一年 第二批天元神术成熟 你外出执行了一次任务 斩杀了赤童神指 第三年 你开始搜集罗天宗散落在各地的宝物 同时开始在罗天境内孕育天元神术 每隔两年 吞浮一枚天元神果 49枚天元神果 恰恰够你百年修行所需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长舒了一口气 抵达小青云界后 你并没有选择向天机阁 汇报蓝星的情报 那么 便正式开始模拟吧 狗捉啊 还是要狗捉 开始模拟 苏醒如此想到 虽然只是顺带提升 但五百年若是修不到惊心二层 未免对不起我 这身天赋了 苏醒微微摇头 眼下 他还剩下三次模拟机会 人族最大叛徒组织 降灵教的四把手 目前 我的炼体修为 大巫断体诀 达到了第六层入门 无耻之高的原力之术 只要成长到一丈 便算是迈入小城了 苏醒没有犹豫 正式准备模拟 丁 请选择喜家一天赋 加持的目标 是否有 苏醒可以钻的漏洞 这是一个 苏醒很早之前 抽取到的紫色天赋 那么 便直接开始新一轮的模拟吧 至于魔化后的青云子 那就更不用说了 当今世界真正的大能 大罗金仙 欧布 半胜级别的存在 想到这 苏醒不断提醒自己 在此之前 苏醒对于空间大道的感悟 已经达到第五境大成 这一年 第一批天元神果成熟 下至黄金级一族 上至一族神明 全都无差别地 死在你的手中 你前往无尽深渊 大道第六境 乃道之真境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突破 同年 天元神术成熟 开始凝聚天元果 不过眼下 苏醒还是准备先提升空间之道 昔日亲手毁灭 最强人族势力罗天宗的存在 哪怕 红月刚刚复活 实力百不存一 但也不是苏醒一个小小的金仙 能够碰瓷的 雪三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此次模拟 最基本的目标总算达成了 你心知数百年后 青云子便会被彻底吞噬 你想要寻找帮青云子 解决恶尸的办法 只有去天机遇方有机会 难不成带出那杀珠光宝体 让自己变成行走的大灯泡 苏醒摇了摇头 显然否决了这个想法 不过 随着苏醒解锁模拟器新功能 能够多带出奖励之后 依靠苏醒自己 也未必不能破入金仙第二锦 青云子依旧是处于 被恶尸吞噬的状态下 想要压制住恶尸 青云子一身法力 几乎不能使用 正是这节省的几日 方才让苏醒捡回了一条命 莫冰剑此次为了救我 又被摧毁了 果然后天之宝 已经跟不上未来我要碰到的敌人了 第155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486万7876点 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撕开空间 找到了蓝星屏障处的薄弱点 必须尽快寻找 或者升级法宝了 若是有机会 苏醒想试试突破至空间之道第六境 念及此处 苏醒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服用误道茶 开始参悟起空间大道 离开蓝星之后 你马不停蹄 一路驾驭星辰日月缩 将自身空间之道 速度大道催动到了极限 严格来说 空间之道 还是任何大道的感悟 都只是记忆罢了 细细思考此次模拟 苏醒寻找 是否有一漏之处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十年 你出发前往了天机域 第四十年 你顺利抵达天机域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在不惜代价之下 半日后 你抵达了小青云界 唯一可惜的是 强者之心天赋并未触发 倒是浪费了一次机会 按照天赋级别来说 紫色天赋 对于如今的苏醒 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苏醒尝试着抽取 这曾经的路人假天赋 诚然 苏醒现在的实力 苏醒的要求之下 虚无之境开始帮助苏醒 提升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你登上仙周 跟随前往天机界 先后斩杀暗影神奇 和六异神奇之后 你在天交榜上的排名 晋升至地榜第四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第三百年 还是试试十倍的时间流速差 应该勉强能行 以法力维持 罗天境内外三十倍的时间流速 同时每日修行一个时辰的 正一副棋绝 花了又花了三天时间 你杀到了深渊第三百层 苏醒准备 再尝试一次 至于此次模拟的奖励 我是路人甲 这让苏醒想到的 还是因为珠光宝体 这个电灯炮天赋 给的苏醒灵感 每日灵天洞天中 诞生的千滴鲜艳 完全足够你维持 罗天境内外的时间差 他已经想到了 此次虚无之境的使用对象 帮助自己的空间大到 顺利突破至第六境 不能飘 千万不能飘 一步一个脚印 哪怕自己实力提升 无需那么苟了 但小心谨慎 总归是没错的 苏醒不打算 令色模拟次数 准备继续提升修为 否 希望 能够顺利完成吧 而百年之后 下一批天原神果 已然成熟 没有丝毫犹豫 扫荡完深渊 第四百层的异族之后 你离开四开空间 离开了无尽深渊 尤其是空间之道 更是高深的大道 愈发困难起来 丁 您成功使用沉浸式模拟 剩余能量本源 2483万1311点 感受了一番法力的消耗 苏醒微微点头道 消耗大约是之前的三分之一 倒是还能接受 那么便开始正式参悟大道吧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这自然是苏醒尚未使用权力 那么此次模拟 苏醒的基本目标 是达到第五境巅峰 接下来 你继续培育天原神术 提升炼体修为 同时也兼修炼器 以及灵域之道 苏醒果断道 哎 让我就这么放弃 那数千万能量本源 实在是舍不得呀 转眼间 百年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重新回到现实 这是昔日的异族主神 异族十大帝族之一 赤童异族的族长 但在现实中 苏醒拥有的路人假天赋 就是紫色级别的 顿了顿 苏醒也有些遗憾道 第三百二十年 仙周遇袭 你表现优异 同年 异族和天机狱的第一次大战爆发 这天赋 曾经帮助我干扰了龙老狗的感知 说不定在红月身上 也有一定作用 那道闪耀 却有些梦幻的人形虚影 再次朝着苏醒走来 哪怕苏醒 请动肖斩龙 也未必能够在一尊 太义惊仙级别的强者手中 保下苏醒 果然 只要我杀得够快 并且不和那三尊异族神奇碰上 就不会引出红月 你暂时 安全了 但原力之数达到一丈 你便算是迈入了大乌断体 绝地六层小城 毕竟随着他实力越来越强 能够威胁到他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此刻 你也察觉到了淡淡的威胁 不过 但蓝星暂时也是安全的 最多阵妖关上一族入侵的 更加猛烈 苏醒不断提醒自己 30倍的时间差 法力消耗太大 之前曾尝试过 对我仓物大道 都有一定影响 唯有白地 有这等实力 并用全部的贡献点 以及大量的宝物 换取了一次 兑换虚无之境使用权的机会 炼体修为的提升 也还算顺利 下一次模拟 应该就能正式破入大乌断体 绝地六层小城了 片刻之后 苏醒额头上 冒起几根黑线 因为有仙叶的存在 你恢复法力的速度 大大提升 同时 你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原力 肉身也增幅两成左右 苏醒估摸了一番 仅仅是从大道第五境巅峰 破入大道第六境 估计他还需要至少 三次百年沉浸式模拟 虽然他现在练气修为 达到精先一层巅峰 但若是 直接使用虚无之境突破 未免有些大才小用了 你并没有触发 强者之心天赋 奇怪 那道身影 似乎看起来更真切了一些 当苏醒再次恢复意识之时 已经离开了虚无之境 苏醒掐指一算 有些庆幸道 幸亏沉浸式模拟了一年时间 这一次 我居然昏迷了整整六个月 苏醒知晓时间之后 立刻体悟起 自己对于空间之道的掌握 导致真境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苏醒明显感觉到 自己对于空间的掌握 与以往完全不同 仿佛 苏醒完全洞悉了空间的本质 这 便是导致真境吗 金鹏神体 百大神体之一 拥有远古时期 神兽金鹏的部分血脉 在肉身 速度一脉上颇有天赋 更有概率掌握金鹏的 本命天赋扶摇九万里 并对龙类种族 有一定克制 最起码 你还能选择逃跑 往后见到上多有不解 还请前辈不令赐教 接下来二百多年 你一如既往 培育天元神术 修行正义服气绝 苏醒暗自想到 苏醒决定 下次模拟之时 想办法去问问 紫灵仙子的真实实力 至于空间盗运的损耗 也同样仅仅花了百分之一 体内法力在短时间内暴涨 从金鲜一层后期 直接突破至金鲜二层 但仅仅是日常的赶路的话 几乎没有压力 第156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1611309点 剩余模拟次数一次 若是苏醒咬咬牙 跨越亿万里距离 也不是做不到 空间之道 亦可欲敌 虽然不主杀法 但苏醒还是拱手谦虚道 日后 从小青云界前往星辰界 恐怕也无需半个月 只要法力 空间盗运足够 无需一日就能抵达了 你外出执行任务 击杀了赤童神奇 不过 此次模拟的目标 基本已经达成 接下来 就是提升猎魔马甲的修为了 第400年 天元果成熟 空间之道迈入第六景 对我的提升不可谓不大 就在这时 苏醒感觉到 一道熟悉且强大的气息 正在苏醒靠近 而同时 苏醒体内的原力 肉身也增长了大约五成 第2000年 你遭到人族刺杀 这一年 你的灵界范围达到13000里 没想到你在空间之道上的天赋 居然还要超过剑道 苏醒一次性带出了四项奖励 与此同时 苏醒身上的气势开始攀升 眼下我还有两次模拟机会 虽然能量不足以带出修为 但是扫荡深渊之后 可就不一样了 转眼间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因此 奖励类别较少 但质量却不低 此次模拟 苏醒因为专心修行 并未接触到什么新的宝物 仅仅今仙初期的修为 刚才那体现出来的空间之道掌控力 恐怕已经达到道之真境级别了吧 举个例子 以苏醒现在的修为 第320年 异族结杀 实力 总算是又跨越了一个小台阶 丁 本次模拟结束 这意味着 连续不断地使用空间之道 对我来说 几乎没有损耗了 自然是将价值较低地存在奖池中 如此额外支付的10%能量本源 需要使用数十次才会有些吃力 你花了15年时间 找到了罗天宗散落在各地的传承 苏醒所在的灵天洞天范围 也增长到了一万两千里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这让苏醒的法力总量 大约增长了三成 一念起 须于顿走百万里不是梦想 可这 需要苏醒再花费700万能量本源才够 接下来要去深渊之中 实力自然是能提升多少是多少 之后 你前往了天机域 转眼间便只剩下一百多万 在苏醒精准的控制下 整片山脉恢复如初 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虽然实力增长迅速 但这是 在有足够能量本源的供应下 才能够保证的 比起上一次模拟 我的实力又有了显著的进步 原本 苏醒虽然顿速足够快 也能使用空间之力跨越空间 随后心中一动 将手中的空间放回原处 之后 你果断变化为裂魔形态 第1300年 第一波信仰之力被你全部用尽 你培养出了足够的裂魔使徒 恐怕太乙精仙一个不小心 都会被重创 听到苏醒的话后 这白衣哈哈一笑道 苏醒微微摇头 这说明 他和真正的太乙精仙 还有不小的差距 嗯 金鹏神体 不错 这天赋似乎对我有些用 此次模拟之后 或许可以带出 神识探入这个模型之中 山脉中的一切生灵 都易如既往般生活 只不过 缩小了无数倍 眼下 苏醒没这么多了 第500年 49枚天元果消化完毕 第二批天元果成熟 如同紫灵仙子那等天骄 或者说 能够进入地榜前三的存在 第三百年 天元神术成熟 宁成功带出金仙二层修为 花费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八十三万 一千三百一十一点 答案是 依旧差一大减 苏醒深吸一口气 这种对于空间之道奇妙的体验 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苏醒轻轻伸手 身前出现了一道空间通道 苏醒嘴角上扬 嗯 不对 随后 苏醒默念叨 您成功带出灵界修行成果 花费二十二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六十一万 一千三百一十一点 第八百五十年 你察觉到了一丝被窥探的威胁 体内的原力之术 原地拔高了一寸 空间之道第六境的优势体现出来 至于那扶摇九万里 九指是虚指 真正的金翅大鹏鸟 可不止这点顿速 踏入这通道之后 苏醒消失在了原地 我是路人甲 紫色天赋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接下来百年 你每两年服用一枚天元果 炼体修为一日千里 下一瞬 苏醒出现在了银城中 天机界银城 这是一座距离天机城族 有千万里的城池 苏醒摸了摸下巴 难难道 尤其是外出执行任务之时 这种预感更是强烈 苏醒仔细回想了一下 之前血三 包括子灵仙子 表现出来的实力 你撕开空间 接连使用空间之力 跨越无数距离 来到了一处 被一族入侵的小千世界 您成功带出天赋 我是路人甲 花费两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六十一万 一千三百零九点 便有些感慨道 相传远古时期 金鹏鸟中最强大的存在 也接近大罗金仙层次 那么 便正式开始模拟吧 以及 奖池内的两项奖励 除非是大能修饰 布下滔天的大阵 否则基本不可能困住 达到空间真净的修饰 即便在天机界内 你也有些心神不宁 你怀疑 一族已经在天机界内 发展了一些内奸 但刚高兴没多久的苏醒 余光撇到模拟面板上的 剩余能量本源后 胸口忽然有些疼痛 这四个奖励 我都很想要啊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完全无需使用星辰日月缩 这对于苏醒顿速的提升 不可谓不大 最终 变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 袖珍山脉模型 出现在苏醒手中 而苏醒从天机城到这 仅仅花了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 甚至于 紫灵仙子 恐怕不止 掌握了一条道之真境 但现在 苏醒只需接连跨越数十次空间 就能从蓝星 抵达最近的虚空节点 苏醒心中一动 却见一道白衣预见而来 很快落在了苏醒身前 踏入道之真境 空间之道的变化 可不仅如此 你死了 万一要是遇到危险了呢 我选择带出大巫断体诀修行成果 金仙二层修为 苏醒很快想通了这一点 至于消耗 不过 眼下还剩下沉浸式模拟尚未进行 当苏醒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稍微适应了一番 让我 拥有了从太乙金仙手中逃生的能力 苏醒如此想到 空间之道 在攻伐方面 还是有些疲软的 起码 那些太乙金仙初期 且不擅长空间之道的强者 难以击杀苏醒了 正面打打不过 难道我还不会跑吗 你成为一族第三总军团的副团长 不过实力才是基础 我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和太乙金仙硬碰硬 哈哈 你可得好好请我喝几瓶好酒 你登上了天际阁仙舟 准备前往天际剑 总算是 能够迈入地榜前三甲了 之后 你找到了青云子 并与其顺利交易 只见八掌大小的袖珍山脉重新变化 又逐渐恢复为原来的模样 空间大道迈入第六境之后 是时候尝试掌握五行之道了 苏醒洗上眉梢 这意味着 苏醒的保命能力大大提升了 哪里 白前辈 小子只是恰巧入了空间之道第六境 远远比不上前辈 仅仅片刻之后 在他惊人的法力恢复速度下 已经重新恢复 之后 你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施展空间之力 顺利逃离蓝星 目标依旧是 破入大巫断体诀第六层小城 这超强的赶路手段 短时间内跨越亿万里距离 灵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苏醒目光 看向奖励列表 唯一可惜的是 空间之道并非主攻法 我如今的实力 恐怕也就勉强迈入地榜前三甲 至于炼气炼体两种修为 苏醒更是需要带出 起码 大巫断体诀达到第六层大城 再加上修为破入金仙中期 方有可能进入地榜前二 这金翅大鹏鸟 在修仙界 也是留下过一些传闻 不过 金仙七的法力 比之太乙金仙 还是有天壤之别 我还是无法向太乙金仙那般 完全无视这等距离的法力消耗 你体内的原力更加精纯 原力的威力更强 金仙二层 金仙初期修为 凝聚顶上三花 胸中武器 想百万载兽元 肉身不朽 售价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虽只是一寸之差 但这却表示 你正式迈入第六层小城境界 若是再让我穿过 蓝星红月的空间禁止 恐怕将没有丝毫阻碍 这一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增长到九尺四寸 路人假天赋没什么好说的 为了之后无尽深渊的探索 苏醒必须带出来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苏醒又摸索了一番 自己对空间之道的掌握 趋极必凶天赋 也时而传来预警 想到这 苏醒终于明白 那些擅长空间之道的太乙精仙 究竟是有多么恐怖了 丁 您抽取到金色天赋金棚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苏醒如此想到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 在体内种下原力之数 原力生生不息 威力更甚以往 以至第六层入门 体内原力之数89寸 售价1300万能量本源 但那样做 法力的消耗可就大了 而对于掌握空间 导致真境的太乙精心而言 呼吸间跨越亿万里距离 也没什么损耗 地面上 只剩下数千里的深坑 苏醒还是决定 将五行之道 作为自己的首个功法大道 虽然空间大小变了 但是质量却没变 更集中在一点 第330年 你抵达了天机界 苏醒心中一动 来到了天机界中 一片荒芜人烟的区域 完全能够先模拟一次 等到扫荡完深渊后 再提升修为 好说好说 修为又有所突破 大喜之势 还是先 看看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他现在的实力 面对太乙精先 并非没有丝毫反抗之力了 举手投足间 可跨越千万里空间吗 灵界一万两千里 灵域蜕变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20万能量本源 如此 才是最大化提升实力 五尺之刀的原力之数 提升至八尺九寸 苏醒稍微感应了一下 他法力的消耗 大约百分之一不到 只见苏醒轻轻伸出右手 五指向上 顷刻间 苏醒身前的整片山脉 瞬间被连根拔起 在这个世界中 能够威胁到苏醒安全 和性命的强者越来越少 之后七十载 你在天机界中修行 偶尔外出执行任务 静静等待天元果的成熟 第二十年 你顺利抵达了天机域 而且 空间之力迈入第六境 空间静置 已经极难束缚到我了 而现在 最多半个时辰 苏醒就能从蓝星到小青云界了 整整十倍的顿速提升 这是因为 苏醒赶路方式 发生了质的变化 丁 请选择喜家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苏醒扎了扎嘴 他现在还只是道之真静出气 你前往了无尽深渊 花了七天时间 探索至无尽深渊第四百层 至于想要取得榜首 恐怕还要一条功法大道 达到第六境 才有希望 丁 您成功带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一千三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千一百八十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一点 苏醒算了算 想让他实力更迈出一步 最快的方法是 原力之数达到一丈 大乌断体绝达到第六层小城 让自己的实力 更进一步 接下来 苏醒想试试 达到道之真静后 空间之力的其他变化 而灵界的范围 也是需要苏醒长期积累的 能带出来最好 话音落下 苏醒耳边传来提示音 终于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小城 相当于金仙中期的肉身力量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忍不住面露喜色 模拟开始 半个时辰后 你抵达了小青云界 不同于以往的你 如今的你 面对这等强者 并非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接下来 你留在异族大军中 发展猎魔种族 培养信徒 收割信仰之力 过了没多久 你身为猎魔神奇的气息 被异族发现 那么 如今的我 听后嘴角微微上扬 被夸赞 自然心里暗爽 尤其是 被这等强者夸赞 苏醒如此想到 我选择加持 大气晚成天赋 开始模拟 但即便如此 苏醒的能量本源 也是锐减 但让苏醒有些惊喜的是 苏醒看到 心抽出来的天赋 有了一些兴趣 因此 达到大乌断体 绝第六层小城 才是最理想的情况 跨越千万里距离 消耗百分之一的法力 是 第1900年 你用尽了积累600年的信仰之力 正是剑仙白帝 注意 这是一整片的山脉 延绵千里不绝 可眼下 剩余的能量本源 恐怕已经不足够 我进行下一次模拟了 更是尤为擅长速度 苏醒难以想象 若是以一整个小世界收缩起来 随后在战斗中 出其不意 朝着敌人砸去此次模拟 依旧截止在2000年的时间节点 距离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小城 只有一步之遥 第900年 你终于遭受了一尊 太乙金仙的追杀 第650年 经过数百年的修行 你的练器修为 达到精线二层中期 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白地 感觉到了有些不太对劲 才过来查看 再借助空间之力 抵达小青云界 第600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术 终于暂时成长到了瓶颈 达到了九尺九寸 但毕竟损耗不小 不能作为长期赶路的方式 既然如此 那就全部带出来吧 终于 你的神力达到了二级神奇中期 追杀你的 乃是降灵教高级干部 代号谢四 恐怕都是掌握 大道第六境的绝世天骄 毕竟他们距离太矣 只有修为上的差距了 这一战中 你开始扬名 登上地榜第21位 空间之道第六境 道之真境 在无数信仰之力的浇灌下 你的神力不断增长 哎 能量本源 来得快 去得也快啊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小城 恐怕在地榜上的实力 距离前二 都还有一定距离 紧接着 那延绵千里的山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断缩小 若是修至第六境巅峰 那会有多么恐怖 恐怕 整个小世界 都会如同探囊取物般 被苏醒拿在手中 乖乖 真是后生可畏啊 在进入无尽深渊之前 苏醒准备 最后再模拟一次 苏醒先是选择 将路人甲天赋 和灵界修行成果 暂时存在天赋抽奖时内 甚至于 从蓝星到小青云界 对于他们而言 恐怕也仅仅是几分钟的事情罢了 两久之后 苏醒缓缓睁眼 满意道 实力提升的感觉 真不错啊 而为了保险起见 苏醒的裂魔马甲 也提前一百年提升实力 这倒没什么好说的 仍需要努力啊 也只有这位大罗金仙 会如此不正经了 原来是苏醒之前 练习空间之力时 弄出来的动静太大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微微点头 来人看到是苏醒之后 先是愣了一下 感应了一番山脉 重新恢复原样后 吃了一惊到 如此方能知晓 自己距离太乙金仙 还有多少差距 无论是追杀 还是保命 都是一流的存在 掌握这股力量的大修士 几乎可以随意顿走于 三千世界 任意移出的点了 呼 导致真境 轻松拿捏数千里方圆的空间 弹指尖可令空间崩坏 远不是 苏醒之前控制的方圆 数十里空间 那么简单大能修士 游历三千世界 不过是一念之间罢了 传闻 上古时期 有擅长空间之道的大罗金仙 一招秀礼乾坤 可在衣袖中装下 整个小千世界 看来并非虚言 说着这白衣身影 和苏醒勾肩搭背 朝着城池方向走去 空间之道第六经啊 然而 这只是苏醒 对于空间之道 顿速方面的进步 苏醒估摸着 这一次裂魔马甲境界 提升至二级神奇中期 应当不难 再从虚空节点 抵达到小青云界附近 他稍微计算了一下 原本 苏醒从蓝星到小青云界 大约需要半天时间 第六百八十年 某个平淡的午后 你弗灵心智 感觉到自己的肉身 发生了微妙变化 你全力反抗 无济于事 毕竟五行圣体的优势 不容小觑 开始沉浸式模拟 开始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苏醒默念道 叮 明成功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八百零八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九重天域 第五重天 苏醒开始参悟其五行之道 上百件蕴含五行道运的法宝 放在苏醒身前 饮下一口悟道茶 开启大致若鱼状态 苏醒的悟性数十倍提升 转眼间 七十二载时间过去 如此 苏醒的五行之道 又有所精进 苏醒并未感觉到 想象中的阻碍 眼下 苏醒还剩下一次 必然性顿悟 还有十多枚闻道弹 尚未服用 五行仙暴数 出现在手中 可是之前模拟器的 时间回溯功能 却帮助苏醒 意外获得天元果 苏醒微微伸出手 感应到了一层黑色的光幕 苏醒喃喃道 施展空间之道 身影不断在空中闪烁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朝着第六重天驶去 原本 在苏醒的计划中 第七重天 应该是达到惊仙之后 就去 大约 过了三天时间 一步踏出 跨越数十万里 但眼下 苏醒实力比之前强大了不少 自然打算前去探索一番了 苏醒无需休息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朝着第七重天走去 但每一次苏醒 都会被无数年前的 那一场大战所震撼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苏醒喃喃道 是时候 去一趟那个地方了 可眼下 苏醒还剩下 二十载沉浸式模拟的时间 苏醒没有犹豫 花费八年时间 将这些丹药和必然性 遁物的机会 全都使用 再次看到了 那荒芜的景象 这 便是前往第七重天的壁垒吗 苏醒体内的先例 也源源不断融入手心 即便苏醒不是第一次看到 这副场景心中一动 天地间的灵气 开始迅速暴动 一日之后 苏醒触碰到了无形的屏障 这光幕 只是检查了一番苏醒的境界之后 便放苏醒进入了第七重天 就好像 自己被脱光衣服 看得一清二楚般 看着手中的 这道五行漩涡 苏醒满一点头道 不错 迈入第五境小城之后 五行仙暴树的威力 又提升了五成以上 而是朝着更高层的天域赶去 接下来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知道第六重天 距离第七重天的壁垒 比三千世界最大的大千世界 都要辽阔 因此 前往第七重天 耽搁了一段时间 自然要去探索一番了 第七重天 九重天域的上三重 事关成圣之谜 上古新秘 终于将五行之道 从第五境入门 提升至第五境小城 紧紧伸手触碰到这层光幕之后 苏醒就感觉到了一股 与众不同的气息 苏醒都不记得 自己赶了多少路 苏醒全力冲刺五行大道 为的是寻找天原神术的踪迹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黄沙 荒帝 青岛的大山 明显的大战后的踪迹 第七重天 穿过这层屏障 就能抵达第六重天 苏醒曾经来到过这 自然没什么意外 很快 苏醒抵达第六重天 不同的是 苏醒这一次 并未在第六重天过多停留 这里 便是第七重天吗 很快 苏醒感觉到 自己踏入了一片新的天地 第一反应是 充沛的灵气 苏醒所在的地方 只是第七重天 一个不起眼的区域 但 周深的灵气 分明已经达到了浮地级别 这在三千世界 是非常罕见的 须知 哪怕是大千世界 无论是青云界 还是天机界 其灵气比小千世界 虽然充沛不少 但也完全达不到浮地级别 唯有一些宝地 才能够达到浮地级别 三千世界的每一处浮地 都被仙人之上的修士所占领 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区域 甚至连天仙都不配拥有浮地 然而 苏醒迈入第七重天后 那充沛的灵气 分明告诉苏醒 整个第七重天 灵气最稀薄的地方 也有浮地级别 我的天 苏醒心中难免惊叹 第七重天 究竟有多么辽阔 苏醒不知道 但一定比任何一处大千世界 都要辽阔太多 苏醒倾向的是 第七重天的疆域 或许有下界一整个大域那么辽阔 一整座大域都是浮地级别 这是什么概念 苏醒很快就想到了 传闻中远古时期 天地分上下两界 上界灵气充沛 乃是修士的起源之地 那片天地间 万族其放 人族 只是最不起眼的一股力量 此刻 苏醒亲身来到这片天地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传闻是真的 震惊之余 苏醒才来得及好好打量一番这片天地 首先 第七重天和一到五重天不同 这里没有大量的迷雾 更没有成为一处处秘境的世界碎片 反而 如同第六重天那般 这里是一座与外界一样的世界 依旧有着大战后的痕迹 偶尔能看到截流的大江崩塌的大山 但不同的是 这里战火的痕迹会少伤很多 当真是一片修士修行的奇妙世界啊 苏醒再次感叹道 他毫不怀疑 哪怕是资质平庸的杂灵根 在这里也能修炼到原因以上的境界 难怪上古时期 乃是真正的修仙盛世 优渥的灵气和环境 无疑能够很好地弥补资质的缺陷 同样的 高资质 高品质灵根的修士 在这片天地 也能取得更高的成就 苏醒没有施展空间之力 而是释放神石在方圆百里 随后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在第七重天中奔走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苏醒可能奔走了数千万里距离 这时 苏醒才缓缓放慢脚步 对于第七重天的环境 才有了进一步认识 第七重天中 伏地级别的灵气 仅仅是门槛 如同下界一样 第七重天中的灵气分布 也是不均匀的 甚至于 还有不少上品伏地 极品伏地级别的宝地 这些宝地都是无主的 最夸张的是 我居然还看到了天然形成的洞天 同样是 无主之地 苏醒已经有些难以想象了 要是三千世界中 有这等宝地 恐怕早就被争得头破血流了 每一处洞天级别的宝地 都是一个修仙宗门 能够崛起的根基 而在第七重天 无论是伏地还是洞天 都没人争夺 则则 这便是上古时期修士们 享受过的修仙资源吗 苏醒也明白了为何 上古时期的修士们 比现在的修士们 强大那么多了 并非是新一代的修士们不行了 相反 随着时间长河的不断推进 修士们的整体修真文明 修行亦或者是资质 应该是呈现增长趋势 但奈何这片天地间的修行资源 相差太大了 除了灵气充沛之外 这片天地中的灵职 无疑也更多 下界稀有的灵职 在这里似乎如同野草野花般 随处可见 甚至仙药都发现了不少 苏醒大致对于第七重天 有了个初步判断 修仙者们的绝对天堂 所有修士们 都梦寐以求的存在 所以 为什么如此的宝地 却没有修仙文明诞生呢 为何下界的修士 不来上三重天中修行 苏醒不仅心中疑惑 上三重天 虽然有修为要求 起码需要精先以上 方有资格踏入 但苏醒相信 虽然他办不到 但那些大罗精先 比如白帝 天机阁主 恐怕是有办法将天机域的修士 带上第七重天的 届时 恐怕仅需短短万年 便会涌出无数天骄 所以 那些大能强者们 为什么没这么做 苏醒很快知道了这个原因 正在体会着第七重天美妙的苏醒 眉心忽然发出刺痛 趋吉避凶天赋 疯狂传来预警 有敌人 而且是能威胁到我生命的敌人 偷袭 苏醒迅速反应过来 并在第一时间 激发六千四百道护体剑钢 顶上三花齐出 将自己牢牢地保护起来 下一瞬 一道宫式袭来 只见一只蕴含着恐怖威力的黑爪 船头虚空 撕扯在苏醒的护体剑钢之上 看到那黑爪的一瞬间 苏醒眉头紧皱 这种熟悉且让人作呕的感觉 全是暗影族 为什么 第七重天中会有一族出现 苏醒心中一个念头闪过 却也来不及细思 必须先度过眼下的危险 暗影族的攻击方式 苏醒再了解不过 毕竟苏醒自己 曾扮演过暗影族马甲 还在模拟中 多次对抗那暗影族的神奇 暗影族 最大的屏障 是只有自己能够自由穿梭的暗影界 借助空间之力 不断在暗影界和现实世界中穿行 无论是刺杀 自杀手段 神通掌握 越阶刺杀目标也不是不可能 而眼下 苏醒在遭遇刺杀的一瞬间 就判断出了 这尊暗影神奇的实力 半步太以惊险 或者说 距离一级神奇 只有一步之遥 这尊偷袭他的暗影神奇 绝对比苏醒在天机狱大战中 击杀得更加强大 毕竟 苏醒的空间之道 已经迈入第六境 但在这暗影神奇正式出手之前 几乎没有任何感应 唯有从暗影界脱离的那一瞬间 苏醒感应到了空间波动 才迅速做出反应 将护体剑刚保护在身体周围 这说明 这尊暗影神奇 在空间法则的领悟上 起码也达到了第六境 碰 与此同时 空间中传来剧烈的波动 暗影神奇那恐怖的黑爪 撞击在了苏醒的护体剑刚之上 散发的战斗余波 让周围的大地都开始塌陷 空气不断震动 产生振振轻盈 咔 咔 在苏醒的注视之下 护体剑刚如珠网般层层破碎 6400道护体剑刚 居然还不足以挡住暗影神奇的这一击偷袭 但 也足够了 剑刚卸掉了这一击的绝大部分力道 苏醒迅速反应过来 身影在空中暴退 调整自己的呼吸 凭借着肉身将这一击的劲道 巧妙地化解 如此 苏醒有惊无险地挡住了这一击偷袭 与暗影神奇拉开一段距离后 苏醒松了口气 此刻 苏醒才来得及看清这位偷袭者的模样 这尊暗影神奇高 紧紧一米 如同一个注入 浑身却长满尖锐 暗红的黑刺 漆黑的皮肤 如同黑影一般 完美潜伏在树荫之下 三寸长的利爪 坚固程度 甚至比先天至宝 都丝毫不让 金兽 小块的肌肉内 却充斥着令人震惊的力量 暗影族 实力越强 越接近人形嘛 甚至连身高都变小了 有些像 传闻中的水猴子 苏醒微微皱眉 这一尊暗影神奇的进化程度 显然比苏醒之前 战场上击杀的那尊更恐怖 仅凭刚才那一式刺杀 苏醒毫不怀疑 金仙巅峰的修士 都会当场殒命 哪怕是地榜排名前五的强者 一个不小心 都可能被中创 还真是棘手的敌人啊 还好 我的空间之道 迈入了第六境 苏醒暗自庆幸一声 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目光和气机 死死地锁定着 这一尊暗影神奇 因为一旦露出破绽 这暗影神奇 随时可能发动下一步刺杀 而此刻 苏醒面前的暗影神奇 眼中也露出了一抹诧异 人类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存在的 苏醒身前几十米外 这半人高的暗影神奇 并没有急着动手 反倒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苏醒 这个眼神 我看得多了 苏醒心中轻声道 每一个过去模拟中 强大的存在 都会用这种细血的眼神 看着苏醒 可现在 他们都被苏醒 一个个地踩在脚下 你也 不会例外吧 苏醒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动手 灵界 在请客间展开 瞬息笼罩了周围万里方圆 随后 又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收缩 最后笼罩了方圆百里之地 同样的灵界修为 压缩在一定范围内后 效果更强 而方圆百里 已经够了 下一秒 苏醒动用空间之力 封锁了方圆百里内 所有的空间 暗影神奇感受到周围的空间波动 脸色微变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进入暗影界的能力 被限制了 起码 不能够如之前那般 随心所欲地进入暗影界中 原来如此 看来你对空间的掌握也不弱 不过下等种族 终究是会死在我手中的 像你这样的 我杀了可不下于十个呀 暗影神奇迷着眼 看着苏醒 像是看到了最美味的猎物一般 回答他的是苏醒的 一记五行仙暴树 极致压缩的仙力 在苏醒手中绽放 如同一朵绚烂的花 悄无声息地来到暗影神奇的身后 这是五行仙暴树结合空间之道 苏醒的空间之道 迈入第六镜后 所掌握的最新手段 以惊人的空间掌握度 让五行仙暴树可以随心所欲 出现在灵界之中的任何一处地点实战中 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下一秒 五行仙暴树在暗影神奇的身后爆炸开 巨大的威力 让整片空间都炸裂开 方圆千里 山巻青岛 宛如世界末日 则则 不愧是上界 这里的空间比三千世界牢固多了 苏醒有些惊诧 这一季五行仙暴树 威力是足以毁灭一个小千世界 但在这第七重天 威力紧紧波及到了方圆千里 这说明 这片空中的稳固程度 不是下界所能比的 巨大的灰尘扬起 散落在万丈的高空之上 苏醒有信心 哪怕是惊仙巅峰的强者 被这么出其不意的一炸 也得身受重伤 然而 烟雾还未散去 苏醒的脸色就有些凝重 在他的感应中 那暗影神奇的生命气息 居然没有丝毫削减的征兆 原来如此 虽然不能借助暗影界 却能让自身虚化 半前藏在暗影界中 从而规避伤害吗 苏醒眯着眼 看到烟雾之中 那半虚幻的身影 果然 能够位列十大地族 暗影一族依赖的 也不仅仅是单一的暗影穿梭呀 不过 这一招 你能挡住吗 苏醒心中一动 身上剑意在顷刻间爆发 随后 直接那道银芒 穿过空间 斩在了暗影神奇的 驳梗之处 虚空一剑 苏醒蕴含空间之力的 剑术神通 这一剑 可不管你是不是 将自己虚化 哪怕躲藏在暗影界中 苏醒也能斩到 然而 苏醒还是低估了 这暗影神奇的实力 只见其迅速将一双黑爪 挡在要害部位 空气中传来 金歌交击之声 下一秒 黑爪上出现了一道 细微的白痕 而苏醒的虚空一剑 却已然被化解 是剑修吗 可惜 剑术似乎有些不过关啊 这一剑 准度够了 力量却还不够 暗影神奇淡漠开口 眼中细血之色 难以掩饰 苏醒剑状 也眉头轻皱 可惜了 剑之大道尚未迈入第六景 否则这一剑 就能将其斩杀了 苏醒之言 有些可惜 借助空间之道 苏醒的虚空一剑 的确斩到了暗影神奇 但无奈第五境的剑道 威力似乎不足 被暗影神奇 那双媲美先天至宝的黑爪 挡了下来 至此 两人的初步试探到此为止 在空间之道上 苏醒或许不及这暗影神奇 但苏醒胜在手段多样 掌握多种神通 因此 短时间内 也能和这暗影神奇不分胜负 而暗影神奇 也凭借着他手中的那一双黑爪 以及媲美金仙巅峰体修的身体素质 和苏醒近身缠斗 二人很快大战了数百回合 暗影神奇剑 迟迟没有拿下苏醒 也收敛了手上的笑容 随后 这暗影神奇说了一句 让苏醒意想不到的话人类 你的实力不错 有没有兴趣成为我的附庸 附庸 苏醒愣了一下 他对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 在他每次模拟中 猎魔马甲麾下 都有数不清的附庸 从圣者及异族 到三级神奇 都愿意为苏醒这个史无前例的 猎魔神奇效力 可异族附庸 不应该都是异族吗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苏醒轻笑道 哦 成为你的附庸 有什么好处 听到苏醒的话后 这一族神奇反而疑惑了 道 好不容易来趟第七重天 结果压得什么都没探索到 直接死在了这一族手中 果不其然 下一秒暗影神奇手中 发出奇怪的波动 苏醒迅速反应 提起手中的 墨兵剑就进行格挡 苏醒脱口出道 不过也不是苏醒修行不到家 虽然原力和法力依旧充沛 但还是 受伤太重了 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就算死 也要让你脱一层皮 苏醒深吸一口气 不再打算与这暗影神奇交战 不但伤势的恢复速度 慢了百倍不止 就连伤口 也变得比以往疼痛了数倍 子凌她比我年长一万岁了 现在 她可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你是唐依依 现任天机阁主的唯一清传弟子 苏醒体力 已经有些渐渐不知 呵呵 活下来 面容精致的像个洋娃娃 身高大约一米六 看起来却只有十八九岁 苏醒说吧 运转法力 再次朝着暗影神奇攻去 发出了让苏醒毛骨悚然的笑声 不行 再这样下去 就要死在这 而暗影神奇 追击苏醒这么久 也并非没有消耗 三寸长的长爪 居然被其一根根拔了下来 二人又大战了数百回合 必须要搏一搏了 天机阁主 没和你在一起吗 下一秒 苏醒的身后 就传来一道空间波动 毕竟这暗影神奇的空间之力掌握度 恐怕连许多太乙 精仙都比不上 这等实力 比之子灵仙子 也差不了多少了 苏醒估摸着 哪怕是地榜第二的那位 碰到这暗影神奇 想要扎而胜之 也十分费劲 鲜血顺着手臂不断流淌 而此刻 苏醒对于上三重天 人族 以及异族之间的局势 终于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苏醒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其实也是间接询问 为何人族修士 没有来上三重天 开辟修真闻名 暗影神奇发出一声闷哼 明显气息衰减了许多 却还是咬牙 顿入暗影界中 准备逃跑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 第一反应是 观察附近的环境话音落下 苏醒看到了一只剑 苏醒心中暗道一声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准备结果苏醒的暗影神奇 脸色一变 一个转身顿入暗影界中 嘴里还骂骂咧咧倒 但空间盗运 短时间内是难以恢复了 经线巅峰修士 擅长补算之道以及剑术 成名之计 就是将剑术和补算之术结合 是十分恐怖的神通 位列天罡神通榜前三 体内的法力仅剩不到三分之一 至于空间盗运也差不多 这暗影神奇更是绝 居然直接将自己的爪子上的指甲 一根根拔了下来 耳边却传来那少女迎铃般的声音 恐怕这一距离 已经足以横穿一座重牵世界了 苏醒的身上 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不是在灵天洞天中 所以 我没死 虽然如此 但苏醒实力受损更严重 依旧不是暗影神奇的对手 见到 本就是苏醒最强的功法手段之一 哼 等我想办法回去后 就抢回地榜第一的位置 然后去见我师父 废话 你看我这样子 像是没事吗 如今墨兵剑被毁 苏醒如同自断一臂 又如何能敌半步一极神奇的暗影神奇 耳边却传来如银铃般悦耳的少女声音 这少女声背着一张烈红色的长弓 身上穿的 也是艳红色的修身裙 如此 缠斗了半日之后 苏醒似乎听到了墨兵剑的阵阵哀鸣 你们人族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等到主神大人们 勘破第九重天 便是你人族覆灭之时 不 应该说是上三重天 连续穿梭数十次之后 苏醒无论是法力 还是空间道运 都有些不够了 当初的六异神奇扯下背后的翅膀 而是 疼不出手 这里 有更加强大的敌人 苏醒不断思索 凭借他手头的情报 也只能进行推测罢了 虽然有自己 和暗影神奇交战许久 其实力大将的缘故 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九重天狱上三层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样的局势 这少女听到苏醒来自天机阁后 瞬间来了兴趣 连忙道 若想要调查情报 直接变化 为一族神奇便是 因此 苏醒直接拒绝道 可身后的暗影神奇 依旧是不死不休的追击 再这么下去 不过是慢性死亡罢了 昏迷之前 苏醒听到了一句 这位道友 你没事吧 本尊今日状态不好 下次再来取你性命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是墨兵剑第三次被毁了 可眼下 苏醒肯定是不愿意成为 这暗影神奇的附庸 位列地榜第二的那位 难怪 最近万年没听过你的消息 原来是来了九重天狱 苏醒提起手中的墨兵剑 瞬息间又是数到强大的剑气纵横 能够活下来 不就是最大的好处吗 最擅长的空间之道 被敌人碾压 这种感觉真不是滋味 说吧 只见这暗影神奇 做出了一个 让苏醒没想到的动作 苏醒无奈将手中墨兵剑收了起来 武器被压制 他只能使用神通和肉身之力 和对方作战 可这样一来 苏醒很快便陷入了下风 苏醒能够感觉到 其穿梭于暗影界 和现实世界的速度 慢了不少 想起来了 就是这个少女 击杀了那暗影神奇 就吓了我 好熟悉的名字 但从结果来看 这位唐依依 是比自己要强上不少的 听到苏醒说 她是地榜第二时 唐依依明显了皱小鼻子 横道 那都是万年前的事情了 就当苏醒以为 这暗影神奇要顺利逃走时 身影一闪 暗影神奇出现在苏醒身前 只见其露出一脸不耐烦的神色 残忍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又战了数百回合后 这暗影神奇 似乎失去了耐心 苏醒也迅速问出了 自己心中的疑惑 这疯娘们 还真是烦人 那匕首中奇异的能量 阻止着苏醒修复 苏醒听到这 顿时问道 所以 天机阁主并非不想前往下界救援 唐一一听后 顿时有些念码 说道 师父他 自然是在地霸重天了 若想要知晓实际情况 还需要更多的情报 一只藏于阴与阳之间的剑 仿佛有耀眼的光芒 却又充满着灰败气息 下界的局势怎么样了 你认识白帝叔叔吗 二人继续缠斗 但 这暗影神奇 对于空间之道的感悟 明显比苏醒更强 苏醒心中迅速回忆起来 声音微弱地说道 我来自于天机阁 乃是天机阁长老 来此处 自然是听闻九重天狱的名声 所以想来看看了 苏醒顿时有些无语 只见这黑色匕首入手后 暗影神奇的速度 快了不止一倍 就连力量也有了成倍的提升 我现在实力太低 还去不了 咔 下一秒 苏醒的脸色变了 苏醒仅存的意识 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剑 自遥远的空间射来 射中了暗影神奇的腹部 并直接洞穿 留得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溜了溜了 第七重天 空间极其稳固 就连苏醒穿越空间的距离 都变得少了许多 主神大人们腾出手 于是再次施展空间之力 苏醒身上的伤势 再度添加不少 这一族神奇说了几句话 苏醒却从中得到了不少信息 你是刚来上三重天的 然而 逃到数十万里之外后 苏醒还未来得及松口气 人族抗争一族的主战场 不仅是三千事件 还包括这九重天狱 仅仅战斗了数百个回合后 寻找新武器 必须提上日程了 早在数万年前 这位就是天交榜第二的存在了 仅仅次于紫灵仙子 这些伤口如同刀割一般 每一块都弯曲了苏醒的血肉 深可见骨 想到此处 苏醒不再犹豫 停下脚步后 取出一瓶仙液一口影下 体内法力迅速恢复 六亿神奇的古剑 红月的诡异力量 还有眼前这暗影神奇的匕首 都拥有毁灭后天至宝的威力 再这样下去 可不行啊 苏醒心中又升起数道念头 第七重天的天空 通透到如同玻璃般 一眼望穿 苏醒松了口气 最让苏醒头疼的是 他的恢复之力 在那柄黑色匕首下 仿佛被克制一般 一道黑芒闪过后 十根力找在暗影神奇手中 居然化为了一柄 一尺多长的黑色匕首 苏醒看到这一幕 忽然想到了什么 一道黑芒闪过 匕首直接滑向苏醒的脖梗 二十年沉浸式模拟 很快结束 苏醒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苏醒想要出声吐槽 却无力发出声音 整个人还是坠入了黑暗之中 要到此为止了吗 一个矮小的黑影 从空间裂缝中钻了出来 苏醒也不废话 直接道 唐依依 听到苏醒的话后 唐依依摇了摇头道 是我现在的实力 还不够 苏醒忽然想到了什么 瞪大了眼睛道 喂 你怎么会一个人来第七重天 我看你修为也不高啊 师臣何处 你是天机阁长老 看起来是最近万年来新上任的 不知过了多久 苏醒已经极为疲惫 而身后暗影神奇的追击 依旧没有停止的意思 苏醒想起来了 之前白帝也说过 天机阁主 就在上三重天之中 若是立下功劳 说不定能一见母神 成为我们异族的一分子 届时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脑海中迅速回忆起 关于唐依依的情报 终于 再一次被暗影神奇手中的匕首 刺中心脏之后 苏醒无力地倒了下来 这起码说明 九重天狱中 有不止一尊主神 相当于大罗金仙 暗影神奇 这支剑直接洞穿了空间 蹲入了暗影界中 这是 第几次了 莫兵剑果然还是弱了一些吗 成为我们异族的附庸 你们方能保住性命 难怪 我一直被那暗影神奇压着打 但这唐依依仅仅射出两剑 就斩杀了那暗影神奇 异族神奇 都压得 有这么自残的招式对吧 苏醒有些不甘心 压得 食指连心懂不懂啊 这得多疼啊 逃啊 咬牙却心知不是这暗影神奇的对手 苏醒闻言抬头看了眼天空 苏醒见情况不妙 撕开了一道虚空通道 一步跨出 就出现在了数十万里之外 然而 就在苏醒有些无奈地 准备结束模拟时 跟西北 对东南 山泽通气 阴阳之剑 去 不过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族出现 你又是谁 忽然 空气中传来一股法力波动 不过片刻时间 苏醒就施展数十次空间之力 不知辗转腾挪了多少空间 随后 苏醒仿佛听到了那暗影神奇无力的闷哼 一股生命气息迅速削减 直至完全湮灭 你这家伙 还真是不死不休啊 这种空间掌握力 恐怕已经接近第六境大城了 苏醒仅仅调整了数十个呼吸 身后那暗影神奇便已经追杀了过来 我听闻 他也来了九重天狱 而在那高空之上 却还有第八重天 所以 你师父为什么没带你 一起去第八重天 以他的实力 应该能办到吧 钻心的疼痛 让苏醒在战斗中 愈发处于下风 苏醒还没吐槽完 眼前这暗影神奇 就向苏醒发动了猛攻 只见墨兵剑 在这黑色匕首的砍击之下 居然多出了一处拇指大小的缺口 苏醒深吸一口气 苏醒见状沉默了一下 忍不住吐槽道 至于这暗影神奇口中的母神 苏醒也见过了 那团能够给予一族力量的巨大血肉 可现在一听 那团血肉不仅能够给予一族力量 还能将人族转化为一族的一部分 柔了柔眉心 苏醒消化完脑海中的记忆 难难道 原来如此 难怪这么久以来 都没有天机阁主的消息 事实上 正如苏醒所猜测的那般 一族和人族的战场 不仅仅局限于三千世界 或者说下界 而在九重天狱 上三重天中 还有更高级的战场 只有人族真正的顶尖强者 才能接触到 毕竟 进入上三层的门槛 起码需要精先巅峰的战力 而且 上三层中 因为有异族的存在 人族示弱 因此压根无法进行 大规模的迁徙 苏醒难难道 在和唐一一的交谈中 苏醒知晓了九重天狱中 人族和异族的战斗区域 就是在第七和第八重天 而那里人族的目的 是突破异族的封锁 冲入第九重天 上三重天中 人族顶尖强者 都是小规模的作战 有点类似于游击战 一部分强者 如唐一一这般 虽是天骄 但实力稍逊色一些 在第七重天中 对抗一族 同时 也寻找破入太乙金仙的奇迹 而在第八重天中 则是由天机阁主 带领的特别作战分队 只有固定时间 才会碰面交易 换取自身修行所需的 天才地宝 虽然苏醒不知 成为地宝第一后 该如何见到天机阁主 和暗影神奇的那一战中 苏醒陷入昏迷后 顺利触发了强者之心天赋 而且 提升的还是苏醒的练气修为 在沉浸式模拟结束之时 我的练气修为 已经接近金仙二层后期 比其强大的 几乎都是一级神奇 要想知道原因 恐怕唯有亲自 见到天机阁主后 当面询问了 苏醒 起码需要拥有 太乙金仙初期的修为实力 方能办到 之前 你所遇到的那暗影神奇 在第七重天的一族中 都能排名前十 而他们的实力 远超了金仙巅峰概念 哪怕是一些出入 太乙金仙的敌人 都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哪怕是唐一一 也许久没见过天机阁主了 接下来数十年间 你跟随唐一一 逐渐摸清了 第七重天的情况 亦是 人族真正的顶尖强者 他们对抗的是 一族的精锐军团 你结识了地榜第二的唐一一 同时了解到 第七重天中 除了他之外 还有数十名金仙巅峰的 天骄存在 此次模拟 说不定真的能达到 金仙二层后期的修为 也就是说 大乌断体绝修 至第六层大成 练气修为达到金仙后期 见到 五行之道迈入第六境 我方有把握 完全压制唐一一和子灵仙子 成为地榜第一 看来此次模拟剩下的时间 我就只能在第七重天中度过了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也罢 刚好提升一番修为吧 这意味着 地榜第一的含金量 比他想象中更高 人数不多 只有寥寥数十人 却都是太乙金仙之上的存在 这是人族无数个人 会来积累的强者 想到这 苏醒深吸一口气 他们 会合作猎杀人族修士 亦或者吞噬第七重天中的生灵血肉 增长实力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而天机阁主 带领着数十位太乙金仙 在第八重天中 对抗异族的原因 正是想办法前往第九重天 寻找成圣之迷茫 目标虽然更加困难了 但此次模拟 苏醒并非是没有好消息的 第七重天中的异族 所有都拥有神奇以上的实力 唐一一告知你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并不会聚集在一起 而是在第七重天中 分头行动 苏醒思考了一番 却没有得到答案 唐一一之所以想取得地榜第一 恐怕也是 为了想办法 见天机阁主一面 苏醒微微皱眉 顿了顿 苏醒也有些头疼到 上三重天 与下面的六重天不同 一旦进入 很难离开了 虽然灵气充裕 但寻常修士 哪怕是普通精仙 面对一族最精锐的部队 也没有多少存活的概率 因此 苏醒短期内的目标 依旧是实力晋升至地榜第一 第一军团 以及第二军团 文明的原因也能解释清楚了 唐一一的实力 与子灵仙子 或许已经在伯仲之间了 第八百年 第七重天中 因为无法回到下界 你只能在第七重天中 修行磨练 这些天骄大兜地榜有名 还有的则修行许久 未登地榜 呼 从这次沉浸是模拟的情况来看 则有着实力恐怖的异族大军 但既然修真界都有这样的传闻 那自然有它的道理 而在第七重天中 除了这数十名人族修士之外 可明明 之前白帝说过 天机阁主似乎去过第九重天 又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 的确比下界要危险许多 因为时刻都可能有一族埋伏 但同时 第七重天中 拥有更多传自远古时期的天才地宝 对修士帮助极大 不过可惜 身怀罗天传承 拥有仙业的你 这些天才地宝对你无用 第八百三十年 你和唐一一分别 并决定独自修行 提升实力 你每日使用仙业修行 修为一日千里 很快 七十年时间转眼间过去 第九百年 在足够先业的帮助之下 你的炼器修为 终于突破至 惊心二层后期 同时 你这七十年间 不断和异族神奇斗争 虽然异族是大 但你运气不错 斩杀了许多异族 唯一可惜的是 第七重天中过于危险 你必须保证自身状态 无法维持 罗天径三十倍的时间流速 因此 炼体修为 你依旧停留在第六层小城 体内原力之术一丈 但好在有足够的灵液 你每寻找到一处闭关之地 便修行正义服弃绝 短短百年时间 你就在第七重天中 发现了不下于上百处洞天 你甚至开始怀疑 第八重天中 是否有大洞天级别的宝地 如此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年 这是你本尊模拟时间最远的一次 下界的战乱 完全无法影响到你 你的敌人 仅仅是第七重天中 那些异族神奇 而真正能够威胁到你的 不过是那几尊异级神奇 但第七重天中人族不仅你一个 加上你小心谨慎 运气又十分不错 因此 数次逃脱了异族神奇的围剿 这百年以来 你多次尝试离开第七重天 重返下界 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正如唐依依告知你 想要离开上三重天难如登天 哪怕是太乙惊仙 也需要花费许多心思 同时 这百年来 你还得知了一些重要的情报 你将这些情报 一一记录下来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动 使用沉浸式模拟 脑海中 此次模拟的情报 基本都被苏醒得知 原来如此 九重天域 上三层 其实就是一片整体 我还是小看了上三层的辽阔啊 严格来说 上三重天 可以直达下界 三千世界五大域的任何一处地点 但需要 极高的空间之道领悟 苏醒眼中若有所思 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情报 下界 五大域因为其距离之远 不同大域之间 因为还有无尽海域的阻隔 因此 想要前往其他大域 十分困难 且耗时 但若是 苏醒先前往九重天域 再从九重天域中 找到合适的坐标 最后从九重天域上三重 直接返回下界 就能够起到 跨越大域的作用 这能够为苏醒 省去不少时间 空间之道感悟 也不知需要 何等层次的感悟才足够 苏醒微微摇头 他现在考虑的首要任务 依旧是提升实力才对 九重天域 虽然有去无回 但却能够模拟更长远的时间 倒是个不错的修行地点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七重天的生活 对你来说 是有些乏味的 每日除了修行 就是猎杀异族神奇 亦或者被异族神奇追杀 偶尔遇到其他人足天骄 你们会选择互换情报 以及天才地宝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修行下 转眼间三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三百年 在接近长达三百年的苦修后 你的修为 终于达到了精心二层巅峰 也正是在这一年 你收到了唐依依的秘密传印 他告知你 上三重天将有大事发生 并让你前往一处地点相聚 你接收到这一消息后 心中一动 如约赶往了地点 当你抵达约定地点后 发现来到这的 不仅唐依依 还有十多位 在第七重天中的其余天骄 看到唐依依的严肃神情后 你知晓 的确是有大事发生了 唐依依告知 他准备前往第八重天了 并非是他突破至太义惊仙境界 而是第七重天中的天骄们 开始被异族神奇大范围围剿 数年之前 异族神奇们临时打通了 第八和第七重天的下行通道 并将数尊强大的异级神奇 从第八重天传送至第七重天 而在这短短数年时间内 第七重天中的人族修士 已经被刺杀了十余位 若是继续不管不顾 接下来死的就将是你们 你听后微微点头 这数年来 你遭遇的异族神奇刺杀 的确更多了 因此 唐依依打算集结所有存活的天骄 并合作打开一条通道 前往第八重天 然而 就在这时 周围的空间传来数十道恐怖的波动 你和唐依依率先反应过来 却依旧是太晚了 原来 第七重天的人族天骄中 已经出现了叛徒 而你们汇聚在此的消息 已经被异族神奇们得知 因此 十多尊强大的异级神奇合作 准备将你们一网打尽 面对异级神奇 在场的修士们 除了你和唐依依稍有反抗之例外 其余无一例外暴毙 然而 即便你和唐依依拼死反抗 却还是倒在了一族神奇联手围攻之下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开着眼前的文字 沉默了一下 前往第七重天 本尊居然可以创下最长模拟记录吗 整整 一千三百年 苏醒思索着 前往第七重天的利弊 好处 自然是第七重天中 敌人只有一族神奇 虽然对于寻常惊仙来说十分危险 但对于苏醒而言 甚至比下界还要安全 毕竟下界中 苏醒要担心降灵教的刺杀 因此 第七重天中 苏醒能够模拟一千三百年 相当于多出四百年的修炼时间 若是想要提升修为 第七重天 无疑是个绝佳的去处 但前往第七重天 便没有了回头路 似乎会失去进入天机阁 虚无直接的机会 苏醒微微皱眉 此次模拟 他万万没想到 进入第七重天后 便无法再回去了 从而失去了一次 使用虚无致敬的机会 但很快 苏醒发现了自己思维中的盲点 不对 我完全可以在八百年后 等人族大战结束 使用虚无致敬后 再前往第七重天 届时 就相当于额外延长了四百年模拟时间 想到这 苏醒眼前一亮 眼下 苏醒显然多出了一条模拟选择 八百年后 要么成为一族马甲身份 提升一族修为 收集情报 要么前往第七重天 继续提升修为 对于如今的苏醒而言 显然第二点更好 而且 第七重天中 等本尊坚持不住后 说不定我能再变成猎魔马甲的模样 想到这 苏醒心中一喜 模拟时长 终于进一步突破了 苏醒本尊的模拟时长 已经很久没超过九百年了 但现在 居然一口气提升了四百年 达到一千三百年 这多出的四百年修行时间 能让苏醒的修行速度 进一步提升 则则 这第七重天 果然没有白探索 苏醒微微点头 目光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列表 金鹏神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一万四千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 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 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二十万能量本源 金鲜二层 金鲜二层巅峰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小成 体内原力之数达到一丈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七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的眼前 闪过四道模拟奖励 炼气 炼体修为 灵界的感悟成果 以及新的金色天赋 金鲜神体 炼体修为 之前原力之数 已至八十九寸 提升至一丈之高 仅需七百万能量本源吗 苏醒微微点头 如此看来 炼体修为的提升花费 和他预料的一样 从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入门至小成 总计需要三千万能量本源 比之炼气修为 还是要便宜一些的 提升音落下 苏醒身上的气势 再次暴涨一劫 新天赋金鲜神体 让苏醒在素质大道上的资质 提升了一丝 而灵界范围 也从一万两千里 提升至一万四千里 苏醒只感觉自己的力量增长不少 原力也提升接近一倍 恭喜您带出灵界一万四千里 花费二十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点 说吧 苏醒一步迈出 苏醒难难道 心中有些惋惜 那么眼下 必须尽最大可能的 榨干无尽深渊的价值 又是一天半过去 片刻之后 苏醒出现在了 无尽深渊第一层 看着眼前的四项奖励 苏醒琢磨了一番 默念道 我选择将金鹏神体天赋 以及金鲜二层巅峰的修为 储存至奖池内 而灵界感悟和炼体修为 依旧处于未领取的状态 呼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小城 总算是实力成长到目前的极限了 呼 总算是足够让炼体修为升至第六层小城了 保险起见 还是先提升修为 再继续往下探索吧 片刻之后 苏醒适应了体内修为的增长 取走深渊之时 转化为能量本源后 苏醒看了一眼 列表上剩下的能量本源 我选择带出 大巫断体绝修为 丁 恭喜您带出天赋金鹏神体 花费十一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点 如此想到 苏醒一点都不放过 花了半天时间 从深渊第一层 扫荡至深渊第一百零一层 经过连番的扫荡之后 深渊中的一族数量 还是少了一部分 起码不是无休止的原地刷新 不过炼体修为小境界的提升 并没有炼气修为那么明显 苏醒话音落下 奖池内多出了两样未领取的奖励 又是一日之后 苏醒出现在了深渊第二百零一层 这不是苏醒第一次来无尽深渊 但苏醒知晓 此次之后 他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回来了 随后 苏醒又将暂时储存在 奖池内的两个奖励取出 仅额外支付百分之十费用 离开灵天洞天 苏醒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南南道 是时候 前往无尽深渊了 丁 恭喜您带出金鲜二层巅峰修为 花费两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四十一点 但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前往深渊下层 苏醒如此想到 呼唤出模拟面板 默念道 丁 恭喜您带出大巫断体绝修为 花费七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六点 毕竟 苏醒剩下的能量本源不够了 七百三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六点 而在即将前往无尽深渊前 苏醒必须尽最大可能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见 苏醒体内的法力增长大约三成 提升到金鲜二层巅峰 随着深渊第三百层的最后一头一族真神 被苏醒击杀 仅仅一天半的时间 苏醒就收获了数十万能量本源 接连三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以最小的代价 带出了三样奖励 仅仅剩下炼体修为尚未带出 苏醒估摸了一番 进入无尽深渊 短短三天时间 眼下 以最强形态扫荡剩下的一百层 即便被红月发现 逃生的概率也会增强许多 苏醒便来到了第三百层 他比起数次模拟前 被红月击杀的那一次 实力增长了大约五成 尤其是空间之道迈入了第六境 即便被红月发现 苏醒也有不小的把握 能够顺利逃跑 那么 便看看剩下的一百层 能够带给我多少能量本源吧 苏醒心中一动 进入了深渊第三百零一层 神石如潮水般 笼罩了深渊一整层 灵界也瞬间覆盖 呼吸之间 苏醒锁定了第三百零一层的一族 三尊达到三级神器层次的红眼一族 在灵界之内 苏醒的空间之力爆发 数十道空间之刃 划过三尊一族神器的身体 五行仙暴树 出现在这些神器的身后 也寝刻间爆发 片刻之后 三尊一族神器死在苏醒手中 三枚深渊之时 也被苏醒收入囊中 丁 检测到蕴含能量本源物质 价值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八点 能量本源是否吸收 是 苏醒果断到 满意地点了点头 深渊第三百零一层 随意地扫荡 就能给苏醒带来十多万的能量本源 这让苏醒很是满意 紧接着 苏醒前往深渊第三百零二层 半日之后 苏醒来到了深渊第三百三十层 身上的能量本源 共计六百八十七万余点 又是半日过去 深渊第三百六十层 苏醒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剩余能量本源一千五百七十六万点 时间 很快来到了 苏醒进入无尽深渊的第五天 苏醒停留在了深渊第四百层之中 三尊三级神奇巅峰的红眼一族 倒在苏醒脚下 而此刻 苏醒身上的能量本源 已经来到三千零三十六万点 还真是惊人啊 深渊三百层到四百层 居然提供了整整三千万能量本源 苏醒眼中闪着兴奋之色 此次冒上一点点风险 带来的收益 让苏醒十分满足 苏醒看了一眼 深渊第四百零一层的入口 略显犹豫 要不要 继续往下探索百层呢 苏醒有些异动 仅仅三百层到四百层 带给苏醒的能量本源 就如此可观 那若是四百层到五百层之间呢 要不要 拼一把 若是能继续往下探索百层 达到五百层 恐怕 能让苏醒的能量本源破亦 哪怕只是继续探索个几十层 也能多出数千万能量本源 但 如此巨大的收益 自然是有风险的 首先 深渊第四百零一层后 异族的实力将会达到二级神奇 也就是相当于人族修饰的金仙境 哪怕是苏醒 想要扫荡一层异族神奇 击杀三尊相当于金仙的敌人 也需要半天时间 满打满算 苏醒五天时间 也就探索个十来层 或许 能给苏醒带来接近千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面临的危险是 一旦被敌人缠住 被红月所发现 恐怕苏醒又要进退两难了 冒一点风险 多出千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到底值不值 苏醒只犹豫了一秒 就决定 拼了 若是错过这次机会 短时间内 恐怕没有获取大量能量本源的机会了 但 在拼之前 还能再模拟一次 试试风险 一次模拟 虽然看似时间漫长 但对苏醒来说 现实世界也不过是过去几分钟罢了 这点时间 苏醒完全等得起 如此想到 苏醒果断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57次模拟开启 30362333点 剩余模拟次数一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您抽取到红色天赋再来一发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再来一发 红色神话及天赋 每次模拟 仅可使用一次 当你法力 元力 大道感悟等 全部消耗殆尽时 主动激活此天赋 可瞬间使自身状态 恢复至巅峰 再来一发吧 少年 卧槽 又一个红色神话及天赋 而且 还是顶尖战力天赋 苏醒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再来一发 听起来是有些抽象的天赋名称 但简单来说 当苏醒战至精疲力竭之时 主动激活此天赋 可让苏醒所有状态 恢复巅峰 在战场上 这绝对是能够瞬间扭转战局的天赋 这天赋 只有两个字 无敌了 只要和敌人的实力差距不是太大 有这天赋 那岂不是 直接尾赢 苏醒仿佛已经想象到了 自己和敌人大战一昆年 二人斗志筋疲力竭 结果苏醒启动后背隐藏能源 直接两管血 两管蓝 对面还打个屁啊 则则 若是之前和那第七重天的暗影神奇交战时 我拥有这天赋 恐怕最终结果不会输 更夸张的是 若是我晋升大罗金线 有了这天赋的加持 恐怕直接在大罗金线中 都能属于顶尖强者了 毫无疑问的 这是能够拔高苏醒战斗潜力的恐怖天赋 则则 有了这天赋 从红月手中逃离的把握 又大了一些 苏醒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此次模拟 他能否继续闯个数十层 再赚他个几千万经验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 大气晚成天赋 无尽深渊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进入了深渊第401层 这一层中 有三尊二级神底初期的红眼一族 你没有丝毫留守 将自身的五行之道 发挥到极致 损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力 和五行道运 你花了四个时辰 将三尊一族神奇全部斩杀 你获得了三枚蕴含强大能量的深渊之石 与此同时 你感应到了无尽深渊的最底层 有一道目光盯上了你 趋极避凶天赋 开始传来预警 你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前往深渊第402层 你使用五行仙暴数 花了四个时辰 再次将这一层的一族神奇斩杀 第403层 你使用虚空一剑 第404层 6400道护体剑钢齐出 你花了五个时辰 斩杀一族神奇三尊 第405层 护体剑钢 第406层 你使用灵界 以恐怖的肉身和神通 花费半天时间 将这一层肃清 之后 你前往了第407层 连续三天 高强度的战斗 死在你手中的一族神奇 数量已经接近20尊 而你 五行大道和法力 你尝试前往了第408层 你花费了整整一日时间 终于艰难将这一层的 三尊一族神奇斩杀 与此同时 你感觉到危险 越来越接近了 没有犹豫 你直接撕开空间 全力使用空间之力 逃离了无尽深渊 重新回到蓝星上 你看到了逐渐变红的天空 你知晓 红月将来到蓝星了 你全力催动第六境的空间之道 撕开了蓝星的屏障 在红月即将到达之前 你顺利逃离了蓝星 离开蓝星之后 你仿佛看到了红月的愤怒 你没有丝毫停留 朝着小青云界的方向赶去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长舒了一口气 总算 红月没来得及追上我 但随后苏醒又微微皱眉道 可惜的是 这一次 居然只闯到了深渊第408层吗 苏醒有些不满足 仅仅8层 哪怕击杀的都是二级神奇 可这些深渊之时 能够给苏醒带来的 也不过是几百万能量本源罢了 这 还不够 包括这一次 还剩下两次模拟提升实力的机会 必须 尽可能地多提升实力 多探索几层无尽深渊了 苏醒清楚 这如同以战养战 苏醒实力越强 便能够探索更多层数 获得更多能量本源 然而 实力提升的越多 3000万能量本源 是该全部缩哈到实力提升之上了 只要能够逃出红月的追杀 便能继续发育实力 探索更深的层次 每多探索一层 可能都是数十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而且 此次模拟结束之后 3000万能量本源 绝对足够我实力再提升一个档次了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抵达小青云界后 你开始准备培育原理之术 你开启了罗天镜内外 30倍的时间流速差 这让你每日消耗 大约二分之一的法力 你将蓝星的情报 告知了天机阁 你前往了青云宗 并和青云子顺利达成交易 取得关键宝物物到查 之后 你花了十年时间 收集了罗天宗 散落在外的全部传承 体内法力的质量和总量 进一步提升 让你维持罗天镜内外时间差 更加得心应手 转眼间 又是70年过去 不错 随着我练器修为不断提升 等迈入精先中期 甚至后期之后 维持罗天镜时间流速的消耗 就没这么大了 体内的原理 再次精纯了大约一成 迈入大乌断体 绝小成之后 原理之术的成长速度 明显快了不少 你没有气馁 继续修行 这一年 你外出执行任务 斩杀了六亿神奇 如此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你除了每日修行 一个时辰的正义服气绝外 其余时间 几乎都用来修炼大乌断体绝 只是我目前的法力还是不够 等精生精先巅峰之后 或许能够尝试进一步的修复 还有炼体修为 大道感悟的提升 也是必须的 苏醒如此想到 因为参与到仙洲保卫战中 你才能保证 在八百年后 积累足够的贡献 使用虚无致敬 在天际阁仙洲的降临 苏醒迅速思考 好此次模拟 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苏醒知晓 罗天静此时 才修复了三分之一 未能发挥出全部威力 同年 天元神术成熟 天元果开始孕育 那么 实力起码提升至 精先三层巅峰 如此只需花费 一千万能量本源 甚至 到时候能够维持 更高的流速 五十倍 一百倍都有可能 同年 第一批天元神果成熟 第四百年 这一年 你的灵界范围 提升至一万五千里 第三百二十年 仙洲玉席 你在这一战中表现惊人 只是不知道 此次模拟有没有机会 修炼至精先中期 第五百年 经过百年的苦修 你体内的元力之数 成长到一丈一尺 因为大乘的标准是 体内的元力之数 成长到三丈之高 不过迈入精先三层之后 苏醒的整体实力 又往上迈了一个小台阶 接下来的二百八十年间 你细心培育天元神术 同时修行 正一副气觉和灵域 但 想要突破之大乌断体诀 第六层大城 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因为之前一战中的经验表现 你登上了地榜 位列地榜第十八位 第三百三十年 你抵达了天机界 这一年 你的练气修为 艰难破入精先三层出气 于是 你留在天机界中 继续闷头修行 转眼间 时间来到模拟第三百年 你知晓这一名次 和你的实力相差甚远 但若是 未能达成地榜第一 对你并无区别 第二十年 你顺利抵达天机域 白云剑 苏醒估摸了一番 觉得恐怕有些困难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百年 天机阁仙周 抵达白云剑 罗天静若是完全修复 其潜力绝对是 不输于虚无之境的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第六百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成长到一丈三尺 第七百年 原力之数成长到一丈五尺 这一年 你的练气修为 也提升至精先三重中期 将新一批的原力之数收获后 你没有继续外出执行任务 而是进入罗天静中闭关 准备参悟大道感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您成功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零三十二万 五千八百三十三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罗天静中 苏醒缓缓睁开眼 取出物道茶 提前准备好的大道感悟宝物 苏醒南南道 此次沉浸式模拟 依旧是提升五行大道 此道之前 已经提升至第五境小城 最迟下一次模拟 便能提升至第五境大城了 想到此处 苏醒不再犹豫 开始参悟 转眼间 百年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消化完脑海中 百年修行的记忆和感悟后 苏醒微微点头道 五行知道 距离第五境大城已经不远 按部就班的修行 下次模拟时便能达到了 模拟已经进行到七百年 那么距离那一场大战也不远了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七百一十年 你离开了罗天静 回到天机界 百年沉浸式模拟 外界仅仅过去了十年 你对于五行之道的感悟 更进一步 你继续修行 为第八百年的那一场大战做准备 时间 很快来到第八百年 此时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已经成长到一丈六尺 灵界范围也来到一万六千里 你为即将到来的大战 做了充足的准备 这一年 天机域和异族的大战爆发 这一战持续了整整十年 你在这一战中表现优异 先后斩杀暗影神奇 六亿神奇 立下巨大功劳之后 你获得了一次 进入虚无之境的权利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略微思考了一番 此次虚无之境 要提升哪一方面的实力呢 苏醒此时的选择有三个 提升炼气修为 炼体修为 亦或者是五行之道感悟 都是不错的选择 带出大道感悟 所需能量本源最少 性价比最高 而带出修为 则能够省去苏醒苦修的时间 可需要花费更多的能量苏醒 只是思考了一瞬 便下定决心 还是优先提升五行大道 此时 我的五行大道 已距离第五境大城不远 此次进入虚无之境 保底能够提升至第五境大城 下次模拟时 若是再次提升大道感悟 我的五行之道 恐怕能够迈入第六境 顿了顿 苏醒心头有些火热道 而大道第五境和第六境的差距 堪称天壤之别 作为顶尖的攻伐大道 若是五行大道迈入第六境 我绝对能够杀至更底层的深渊层数 越深入 意味着获得的能量本源越多 相反 炼体修为提升至第六层大城 恐怕短时间内无望 而炼体修为 苏醒有把握在下一次模拟时 突破至惊鲜中期 毕竟 苏醒目前手中还捏着一次模拟机会 那么 便提升五行大道感悟吧 苏醒心中一动 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年 丁 您成功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零三十二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现实世界 大约过去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 顺利从模拟时间线返回 呼 虚无之境 果然神奇啊 五行之道 顺利迈入第五境大城 甚至还朝着第五境巅峰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虚无之境的效果 比他想象中 甚至还要好上一筹 按照这个效果 下一次模拟结束后 五行之道 就能迈入第六境了 下一次的百年沉浸式模拟 五行之道 迈入第五境巅峰 再借助虚无之境 一鼓作气 迈入第六境 苏醒如此想到 那么接下来 是时候前往九重天域了 根据之前的模拟经验 九百年后 苏醒会面临多方的刺杀 很难存活 相反 前往第七重天 则能够延长四百年模拟 多出这四百年模拟 对于苏醒的实力提升 是很有帮助的 眼下 本尊的实力提升 优先于裂魔马甲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八百一十二年 从虚无之境中出来后 你顺利迈入了五行之道 第五境大乘 你继续维持着 罗天境内外三十倍的时间差 天元神果继续孕育 时间 很快来到第八百八十年 你将四十九枚天元神果 尽数服用 体内的原力之数 也成长到了一丈七尺 新一批的天元神果 尚未孕育 而这数十年间 你已经遭遇了数次刺杀 趋吉避凶天赋传来的预警 越来越强烈 你心知 是时候离开天机域 前往九重天域了 于是 你出发 前往了九重天域 在第六境空间之道的加持下 仅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 你便抵达了九重天域第七重天 进入第七重天后 你再次感受到了 这里灵气的充沛 不过拥有灵天洞天的你 看不上第七重天的灵气 与之前不同的是 你知晓第七重天中 危险重重 你并没有第一时间散发神识 肆意地在第七重天探索 这势必会引起一族的关注 你按照脑海中的记忆 寻找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隐蔽之地 布置下隐匿阵法之后 你决定先在此地前修 你尽力维持着罗天静的功效 这让你体内的法力不佳 不能维持全胜姿态 但好在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 你并没有被一族发现 第九百年 新一批的天元神术成熟 你躲在洞府中 又进入灵天洞天 开始修行 转眼间 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术 成长到了一丈八尺 想比之前 你的体魄强大的竖城 体内的原力也精纯了大半 与此同时 你的炼器境界 距离金仙三层后期 越来越近 正当收获了新一批的天元神果 准备继续修炼之时 忽然感应到了 趋吉避凶天赋传来的预警 终究 躲藏了一百多年后 你还是被一族发现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非但不忧愁 反而有些欣喜的 躲藏了一百多年 才被一族发现 这运气 的确十分逆天了 看来宏运天赋的含金量 还在提升 毕竟 第七重天一族中 可是有暗影神奇那等空间之道 迈入第六境的存在 此次会不会就是他发现了我 顿了顿 苏醒同时也有些跃跃欲试 想比之前 此次模拟我的实力提升许多 应该 不会像上次那般狼狈了吧 若是使用再来一发天赋 未必不能和这暗影神奇五五开 当然 苏醒心中想的是 尽量剩下这一天赋 再来一发作为保命天赋 不到生死存亡之际 苏醒不打算使用 况且 苏醒短时间内 恐怕找不到 如同暗影神奇这般 能够帮助苏醒 触发强者之心的存在了 则则 错过了暗影神奇 再难找到如此合适的经验宝宝了 有了再来一发天赋 苏醒心中很有底气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灵天洞天中 你感受到了周围空间的波动 似乎有一个强大的存在 想要强行进入这处洞天 你自然不愿意将战场 放在灵天洞天中 这可能会让你精心布置的 大洞天毁于一旦 于是 你返回了第七重天 并很快找到了 那道危险的来源 果不其然 这危险来源 赫然就是之前 重创你的暗影神奇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你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朝其发起了攻势 经过之前的一战 你对于这暗影神奇的手段和实力 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 想法 暗影神奇并不知晓你的来历 因此 战斗刚开始不久 暗影神奇就吃了个闷亏 你凭借着迈入第五境大城的五行之道 施展五行仙暴术 配合不讲武德天赋 直接在暗影神奇的背部 炸出一个碗口大小的血窟窿 五行之道中的阴阳之气 阻止着暗影神奇上市的恢复 让你在战斗初期 占了不小的便宜 但 随着战斗的不断推进 暗影神奇也逐渐熟悉了你的神通和招数 开始发起反击 这一战 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 前三个月 你在战斗中 凭借着对奇的了解 占据上风 但第三个月开始 暗影神奇的伤势逐渐恢复 你的优势不在 战况逐渐白热化 暗影神奇扯断自己的利爪 召唤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器 那并一尺之长的匕首 散发出恐怖的光芒 你手持墨兵剑 知晓这匕首的坚固程度 不亚于先天至宝 不可立敌 于是 你选择将大量的元力 缠绕在墨兵剑上 保证墨兵剑能够长时间的战斗 元力之术的成长 让你的元力更加精纯 无论是威力还是防御性 都远超之前 因此 长达数个月的拉锯战中 墨兵剑并未损坏 而在元力的不断包裹中 你也察觉到了 墨兵剑的材质 似乎变得更加坚韧 转眼间 一昆年过去 战斗至此 你体内的法力 已经消耗大半 身上受了许多创伤 最致命的是 即便有元力的保护 但在长时间的战斗中 墨兵剑 还是不可避免地损坏了一部分 反观暗影神奇 虽然也身受树窗 但却依旧有一战之力 若是想要保住性命 恐怕要激活再来一发天赋 正当你犹豫之时 却敏锐地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迅速接近 你对这一道气息再熟悉不过 正是之前一次模拟中 救下你的罗莉少女 唐依依 你心知 唐依依是埋伏在暗处 找准时机 准备给暗影神奇致命一击 有了援军加入 你心中松了口气 暂时停止了激活天赋的打算 而是准备借此机会 看能否再次触发 强者之心天赋 于是 你和暗影神奇 又熬战了一个月时间 在此期间 你不断消耗 暗影神奇的空间之力 为唐依依的一击必杀做准备 而你身上的伤势 也不断加重 终于 在你不断以伤患伤之下 暗影神奇汉族 阿哈租了破绽 一击将你中创 在昏迷之前 你依然保留着 激活再来一发天赋的选择 可那只像争着阴阳之道的 黑白利剑 划破空间 击中暗影神奇后 你松了口气 隐约间 你听到暗影神奇的惊恐声音 眼皮越来越沉 你陷入了昏迷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喜 强者之心天赋 应该是顺利出发了 只是不知道这次 强者之心 会增强我哪方面的实力 苏醒稍有期待 目前 我的实力 还是被暗影神奇压了一头 估计下一次模拟之后 便起码 修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当你再次醒来时 第一时间就查看起自己身上的变化 唐依依显然为你进行了疗伤 虽然手段很粗糙 但是在你强大的恢复力下 伤势已经好了大半 此次强者之心强化的 买是你练气修为 再来一发 红色天赋 售价100点能量本源 第1230年 正在突破中的你 忽然察觉到了危险 时间很快来到第1300年 实力顺利增长之后 你和唐依依相处了三年时间 恭喜您带出红色天赋再来一发 花费110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688万5358点 片刻之后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 满意道 丁 恭喜您带出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1300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732万5468点 果然 1300年的劫难 还是无法躲过吗 先是将较为便宜的两个 储存到讲池内 苏醒便默念道 我选择带出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接下来留给他的时间 大约只有五天 练气修为也顺利竞升 金仙三重巅峰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小城 体内原力之数达到一丈九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1300万能量本源 金仙三层 金仙三层巅峰修为 售价1000万点能量本源 这一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成长到了一丈九尺 你被一族神奇发现踪迹 被迫终止闭关 灵界范围提升至18000里 时间转眼间来到第1200年 即便你和一众人族天骄联手 依旧未能获胜 这一年 第八重天的一族神奇降临 来到了第七重天 丁 恭喜您带出金仙三层巅峰修为 花费1000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2032万5468点 练气修为 从金仙二层巅峰 直接晋升至金仙三层巅峰 一个小境界的进展 让苏形体内的法力浑厚了大约三成 金仙中期的突破十分困难 你数次尝试之后 都未能成功 无奈 你只得暂且放弃突破 而大巫断体绝的进展 也让苏形的肉身和原力更进一步 接连四道提示音落下 苏形的修为迅速增长 苏形稍微算了算 数位一级神奇 的确足以横扫第七重天了 你开始尝试 突破至金仙中期 不过 好在此次模拟的目标 总算基本达成 也算无憾了 此次模拟的四个奖励 苏形自然全都想要 你顺利晋升至金仙三重后期 甚至距离金仙三重巅峰 也只有一步之遥 模拟结束之后 苏形微微皱眉 你死于两尊一级神奇的围攻之下 灵界一万八千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 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四十万能量本源 接下来 你继续寻找到了一处 适合闭关的隐秘洞府 并努力修行 三年之后 你告别唐依依 准备独自在第七重天中修行 苏形迫不及待地 将目光看向模拟奖励 不错 整体实力比之前强了大约三成不止 也不知道 如今到底能够闯到深渊地多少层 恭喜您带出灵界一万八千里 花费四十四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六百八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点 五天之内 苏形能够闯荡尽可能多的层数 便能获得更多能量本源 而眼下 苏形还剩下最后一次模拟机会 梭哈是一种智慧 苏形没有犹豫 直接开启新一轮模拟 开始模拟 第158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六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五十八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您抽取到金色天赋玄武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百分之八十 红色天赋概率为百分之二十 玄武神体 金色天赋百大神体之一 拥有该天赋后 兽元将是同境界修饰的三倍以上 同时肉身防御力提升 嗯 四大神兽之一的玄武吗 苏形微微点头 这玄武神体 不但能够提升苏形的兽元 还能增强防御力 对于现在天赋兰充足的苏形而言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如此 那便开始模拟吧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气完成天赋 无尽深渊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进入了深渊第401层 实力增强之后 你对抗二级神奇初期的一族得心应手 仅仅花了三个时辰 你便扫荡了第401层 你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前往深渊第402层 三个时辰之后 你抵达了403层 你一路闯荡到405层 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 接下来 你又花了一天时间 顺利闯过第408层 之前五天时间扫荡的敌人 如今你只花了两日 但抵达409层后 你的状态也稍有下滑 击杀一族神奇的速度变慢 如此 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第五天 深渊第415层中 你感应到了 那股恶意越来越强 红月已经注意到了你 并准备真身降临 没有犹豫 你撕开空间 离开了无尽深渊 回到蓝星 你看到了蓝星天空的逐渐变红 在红月即将降临之前 你离开了蓝星 你仿佛听到了 红月愤怒的吼声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嘴角上扬 果然 实力提升之后 闯荡无尽深渊更加轻松了 起码 能够闯到深渊第415层 能量本源绝对能够翻倍 苏醒估摸着 闯到深渊第415层 能够给苏醒带来的能量本源 就已经接近千万级别了 所以 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 留给我的时间 还有五天 这五天内 能够闯到多少层 全看我的本事了 顿了顿 苏醒接着到 此次模拟之后 五行之道 若是能迈入第六境 再加上顺利提升至金仙中期 甚至能闯到更深的层数 想到这 苏醒心头一阵火热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你离开了蓝星 返回小青云界 接下来十年 你收集罗天传承 和青云子顺利交易 第20年 你抵达了白云界 转眼间280年过去 第300年 经过200多年的积累与沉淀 你顺利迈入金仙四层 恭喜你 成为金仙中期修士 同年 天元神术成熟 你开始孕育天元神果 那艘熟悉的仙舟 也降临了白云界 第320年 仙舟保卫战中 你表现惊人 顺利击退一族 第130年 仙舟抵达天机阁 第400年 第一批天元神果成熟 第500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成长至两丈之高 灵界范围 提升至19000里 第600年 原力之数 成长至两丈一尺 第700年 你顺利晋升至金仙四重中期 体内法力更加浑厚 第800年 新一批天元神果服用后 原力之数 成长至两丈三尺 这一年 你的灵界范围 也提升至两万里 你开始为 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实力一如既往的提升 经过多次的摸索 这的确是实力提升 最迅速的方式了 提升至金仙中期 也是水到渠成之势 苏醒对于自己 这800年来的模拟 取得的成果并没有意外 毕竟在种种天赋的加持下 苏醒的资质 已经只能用怪物来形容了 那么 接下来就是准备大战了 大战之后 再准备沉浸式模拟 并使用虚无之境吧 希望 五行之道能顺利迈入第六境 苏醒心中期待 第800年 天机狱和异族的第一次大战爆发 第810年 你积累了足够的战功和贡献 获得了一次 兑换虚无之境使用权的机会 你并没有急着兑换 而是选择进入罗天境中闭关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 丁 剩余能量本源 684万8858点 模拟时间线 罗天境之中 苏醒引下一口误道茶 周身漂浮着 提前准备好的五行大道感悟至宝 难难道 这一次模拟 五行之道一定要迈入第六境 深吸一口气 苏醒没有犹豫 直接开始参悟 在五行圣体的加持下 苏醒感悟五行之道的速度飞快 九十载时间 转眼间过去 这天 苏醒离开了罗天境 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嘴角微微上扬 苏醒满意道 在误道茶 闻道丹和必然性顿悟三者加成下 五行之道 终于迈入了第五境巅峰 那么接下来 只要前往虚无之境突破五行之道了 苏醒朝着天机阁总部走去 时间重新回到现实 沉浸是模拟百年 现实世界 依旧只是过去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而此刻 无尽深渊第四百层 苏醒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五行之道 终于也迈入了道之真境 正如苏醒所预料的那般 在虚无之境的加持下 苏醒对于五行之道的感悟 毫无阻碍地破入了第六境 苏醒心中一动 掌心出现一道绚烂的五色光芒 而在苏醒的控制之下 这五色光芒若隐若现 又重新变为黑白之色 原来如此 五行之道 修至高深之境 居然涉及了阴阳生死之道吗 看着手中黑白之色 苏醒想到了那少女射出的一箭 阴阳之道 阴主死 阳主生 而五行之道中 每一种五行元素 有分阴阳 实则和生死之道一一对应 苏醒缓缓闭眼 感应到了自己的变化 不但五行之道 迈入了道之真境 甚至于 我还直接领悟了阴阳之道 直接迈入了阴阳之道第一进 阴阳之道 在一族体系内 相当于生死法则 也是世间顶级的大道法则之一 如此高深的大道 此刻苏醒却是直接掌握了 则则 阴阳之道 虽然潜力很大 但是我目前还仅仅是第一进 能发挥出来的作用有限 眼下 主要战力还是来源于五行之道 不过 若是我 能将阴阳五行之道合一 恐怕将爆发出更加恐怖的力量 苏醒心中 隐约有了一个方向 模拟时间线 也到了差不多该进入九重天狱的时间了 苏醒没有思考太久 眼下情况紧急 苏醒必须争分夺秒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八百五十年 你离开了天机狱 前往了九重天狱第七重天 你按照记忆中的位置 寻到了一处绝佳的闭关之地 你开始闭关 继续提升修为 转眼间 一百五十年过去 第一千年 你体内的元力之术 成长至两丈两尺高 练气修为 也在稳定朝着金仙四层后气推进 闭关中的你 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注视 你知道是暗影神奇发现了你 可空间之道迈入第六境后 你已经完全不虚他 很快 暗影神奇找到了你 大战一触即发 你凭借着先知先觉的优势 对于暗影神奇的招数 和本命神通早有预料 再加上五行之道迈入第六境后 蕴含了一丝生死之力 战斗的第一年 你一直压着暗影神奇打 让其身受数到重创 果然 实力再次提升之后 这暗影神奇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苏醒微微点头 对此并不意外 五行之道迈入第六境 道之真境 这就是苏醒目前为止最强的攻法手段 再加上练气 练体修为双双突破 苏醒的整体实力 起码提升了五成以上 这也意味着 苏醒的实力 真正迈入了地榜前二的级别 苏醒脑海中 回忆了一番唐一一的战斗表现 片刻之后 苏醒缓缓睁眼道 目前 我和唐一一的实力 的确是在伯众之间了 只是唐一一目前仍然是地榜第二 也不知其距离紫灵仙子 尚有多少差距 苏醒仅仅见过一次紫灵仙子 和血三之间的交手 能够看出 紫灵仙子是近乎于太乙精先的实力 但苏醒当时修为尚浅 看不出多少端倪 不过这暂且不及 眼下这段时间 还是继续提升实力吧 哪怕最后不敌 但只要有一线生机 就能够让实力增强 若是苏醒激发再来一发天赋 绝对是能够斩杀暗影神奇 这次苏醒断然是不能再错过了 眼见援军来袭 你更加明目张胆的假赛 可 让你失望的是 你的修为并没有丝毫的增长 地榜第一 便能一见天机阁主 哎 可惜了 又要寻找新的触发强者之心的目标了 而现在 苏醒实力超过暗影神奇 如此假赛 终究是太明显了 但你的实力今非昔比 再加上之前重创了暗影神奇 依旧占据了优势 这么好的经验 宝宝再次离他而去 苏醒微微皱眉 不得放水的姿态 才有可能触发强者之心 也更符合强者的姿态 果然 假赛是无法触发强者之心的吗 也不知 这样的假赛 能否触发强者之心天赋 战斗第三年 你感应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正在接近 是唐一一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皱眉 因此 你只能在战斗中 侵蚀暗影神奇 并偶尔露出破绽 想到这 苏醒心头有些火热 你第一时间 查看起自身修为的变化 苏醒有些惋惜道 而要被暗影神奇击败 陷入重伤昏迷状态 苏醒就必须要假赛一次了 当你再次醒来时 身旁依旧是唐一一 而你的伤势 也恢复了大半 在多次假赛放水之后 你也逐渐受伤 双方战斗军事 那是因为 当时他和暗影神奇的实力 在伯仲之间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而唐一一也及时出手 将暗影神奇斩杀 战斗第二年 暗影神奇逐渐熟悉了 你的攻击手段和神通 防守中开始反击 苏醒有些可惜 他有些明白 强者之心的触发机制了 也罢 暂且试试吧 反正也没什么损失 最后 你被暗影神奇重创 陷入昏迷 只不过 凭借暗影神奇的实力 也不知道能否让我 触发强者之心天赋了 只要能够战胜紫灵仙子 我就能真正地登临地榜第一 强者之心 顾名思义 是要挑战最强者 无怨无悔 之前一次模拟 苏醒未使用再来一发天赋 依旧触发了强者之心 你和暗影神奇的激战 依然持续着 苏醒难难道 这意味着 苏醒的实力 理论上来说 是超过暗影神奇的 而接下来 苏醒想要触发强者之心 必须要面对 太乙金仙级别的敌人了 也罢 既然无法触发强者之心 那就继续修行吧 强者之心并未触发 你有些失落 但还是很快调整好心态 继续修行 接下来数年间 你和唐依依共同对抗异族 并偶尔切磋 互有胜负 第1010年 你告别了唐依依 独自闭关修行 这一闭关 便是接近三百载 时间来到第1300年 你顺利结束了闭关 二百多年的苦修 让你的修为 终于达到金仙四重后期 与此同时 你体内的元力之数 也成长到了两丈三尺 淋浴范围也增长到 两万一千里 这一年 你知晓第八重天的异族 会降临此界 而面对这些 太以惊仙级别的异族围久 你不是对手 你不甘心 此次模拟如此轻易地结束 好在 你早有办法 能够延长此次模拟的时间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早在之前一次模拟中 苏醒就准备延长模拟时间了 既然九重天狱中异族是大 那我便化身猎魔马甲的形态 如此绝对能延长模拟时间 猎魔马甲的实力 已经很久没有提升了 哪怕剩下几百年时间 亦不能浪费 顺便 我还能凭借猎魔身份 调查清楚 九重天狱中异族的势力分布 心中已有决定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一千三百年 你选择变化为猎魔马甲身份 而在这一年 第七重天的天骄们 遭遇到了异族的围剿 在这一战中 人族天骄近乎全面 唯有唐一一不知所踪 你并没有发现唐一的尸体 很快 你便被其他异族发现 这些异族神奇 看到你都纷纷震惊 一尊二级神奇级别的猎魔 居然如此突兀地 出现在了九重天狱中 但很快 这些异族神奇们 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母神再次眷顾 诞生了一尊神奇级别的猎魔 只要他们源源不断地 为母神寻找力量 便会有更强大的异族诞生 因为你身上的气息 十分纯正 哪怕是异族主神 也看不出破绽 虽然仅是二级神奇 但猎魔身份的特殊性 让这些异族神奇们 对你尊敬有加 过了大约数年 一道玄妙的光芒 降落在第七重天中 紧接着一条通道被打开 包括你在内 大部分的异族神奇 都前往了第八重天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眼中 闪过一道金芒 居然 以这种方式 前往了第八重天吗 以苏醒的实力 短时间内 定然是无法抵达第八重天的 可眼下 在异族神奇的带领下 居然提前得到了 前往第八重天的机会 第八重天 应该就是人族和异族的主战场了 真正顶尖战力集结的地方 况且 到底能够拥有多少宝物 苏醒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看看第八重天的风景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在这伟立的加持之下 你顺利抵达了第八重天 你降临的地点 乃是一处异族的大本营 这座大本营内 集结了上百位异级神奇 甚至连异族主神都足足有三尊 你初次来到这第八重天 见到了异族中 真正的大批强者 仅仅这一处大本营中 存在的异族强者数量 就足以攻下天机域了 但 这些异族神奇聚集在一起 为的 仅仅是阻止一个女人 进入第九重天 而这个女人 自然是 天机阁主 你十分惊异 即便天机阁主 被誉为史上最强大的大罗金仙 但以一己之力 又如何能够对抗如此多的异族 很快 你知道了这个答案 天机阁主 并非是一尊大罗金仙 而是 一尊半圣 他并非是如同青云子那般 斩三世失败 失去理智的半圣 而是货真价实的半圣 甚至 被誉为距离圣人最近的存在 而天机阁主的目标 就是前往第九重天 正到成圣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眉头紧皱 天机阁主 居然是一尊半圣吗 虽然 这对人族来说 是个巨大的好消息 毕竟 人族总算是有一尊圣人级别的战力了 哪怕只是半圣 和大罗金仙之间 也有天壤之别 可问题是 一尊清醒的半圣 依旧不足以守卫人族吗 苏醒难难道 天机阁主 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寻求成圣之道 原因恐怕只有一个 半圣不足以驱逐一族 守住修仙界 这说明 一族中绝对是有 圣人级别的战力存在的 这个想法 苏醒早就有 只不过如今更加度定了一些 前往第八重天 果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报 那么接下来 就该在第八重天中 想办法得到更多的一族和人族情报 为未来做准备 同时 猎魔马甲的境界 也能在网上提一提了 苏醒的猎魔计划即将展开 那么眼下猎魔境界的提升是必须的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来到第八重天后 你开始打探一族的情报 很快 你了解到第八重天一族 一级神器的数量 就有数百尊 更有数尊主神级别的存在 第一军团的数位副团长 以及第二军团的大半战力 都在第八重天之中 因为 你猎魔神器的身份 被保护得很好 没有直接参与到 和人族修士的大战之中 你仅仅在第八重天待了数年 调查到了一些情报后 就收到了一则命令 虽然有些遗憾 没能收获更多的情报 但你也将第八重天中 不少一族神器的种族 和实力记录下来 而且在天机狱中 更适合你繁衍猎魔种族 第1310年 你回到了天机狱 你的回归 很快得到了天机狱中 一族大军的重视 你一如既往 成为了第三总军团的副团长 接下来 你在天机狱中 培育猎魔使徒 信徒 如此 接近500年时间过去 第1800年 你培育出了足够多的信徒 源源不断地 为你提供海量的能量本源 但你却并没有得意 因为你知晓 第2000年的天机狱 和异族的第二次大战 对你将会是巨大的威胁 之前数次模拟 你都在这个时间点死去 而这一次 你不打算坐以待毙 你联系上了第五总军团的团长 这位亦是一尊异族主神 出自于异族十大帝族之一的 韬龙异族 韬龙异族 与六异 暗影异 或者是赤铜异族不同 其种族具有的魔性特质较少 反而更偏向于兽类 相传 韬龙异族暴食无节制 真身体型大若一颗星球 一口气可吞下亿万生灵血时 壮大自身 亦可吞噬星球世界 韬龙异族 在异族中的地位也并不低 在十大帝族之中 亦能排名前八位 而你联系上的韬龙主神 乃是韬龙异族的族长 亦为暴食 对于你的联系 韬龙主神十分高兴 并很快派出了两尊一级神奇 亲自驾驭黑洲前来接你 虽然第三军团的军团 找暗影神奇 对此有些不喜 但也不好得罪于你 于是 你暂时离开了第三军团 前往第五军团避难 而第五军团所在之地 为清元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心中一喜 兜兜转转 还是回到了清元域啊 回到清元域后 应该就能避免 第两千年一族的那一场大战了吧 而且 相比于危机四伏的天机域 清元域显然更加安全一些 虽然信徒距离更远 获取信仰的速度会慢一些 但总归能活得更久一些 至于异族的情报 等之后有机会也能取得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850年 你离开了天机域 回到了清元域 与之前不同的是 你这一次 是以猎魔马甲的身份 担任第五军团的临时副团长 接下来一百多年 你安心留在清元域中 收集信仰之力 时间转眼间来到第两千年 这一百五十年来 你收集了不少信仰之力 但依旧不足够 你晋升二级神奇后期 好消息是 一百多年来 你对第五军团的情报 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第五总军团 实力大约只有第三总军团的八成 韬龙主神的硬实力 也在暗影主神之下 信仰之力并没有收集足够 好在你没有遇到多少危险 于是继续留在第五军团的大本营中 安心发育 时间转眼间 又过去了三百年 第2300年 这是你模拟有史以来最久的一次 而身处于清元域 你也终于得知了 第三军团所在的天机域情报 三百年前 天机域和第三总军团的第二次大战出发 那一战中 人族设计扳回一城 可以说延长了人族千年弃运 白帝以一己之力 击杀了三尊一级神奇 更是重创了暗影神奇 但在那一战中 人族亦是损伤严重 他已经先阵亡了两尊 其中就有你认识的 肖斩龙 而白帝也失去了左臂 元气大损 不过好在 苍蓝界守下来了 天机域中 人族依旧占据着大半江山 天机域和异族的战斗 依旧处于白热化阶段 你得知这一消息后 稍微松了口气 这说明人族气运尚未断绝 然而 很快你便高兴不出来了 第2500年 你得知了一道消息 异族第七总军团 抽调大半异族离开南蛮域 协助第三军团 入侵天机域 天机域和异族之间的战斗 本就处于军事 一旦第七总军团加入战场 天机域势必会陷入绝对烈势 但此刻 你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身在清元域的你 只能全力提升境界 如此 又是200多年过去 第2700年 这一年 你将积攒了800多年的信仰之力 全部缩哈 提升自己的境界 在海量信仰之力的贯注下 你的神力不断提升 终于 你顺利迈入了二级神奇后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心情复杂 有喜有忧 喜的是 它顺利迈入了二级神奇后期 距离成为一级神奇 已经不远 担忧的是 天机域的情况 实在是危机了 也不知 天机阁主那边情况如何了 白帝又能否坚守住天机域呢 苏醒有种预感 或许 距离人族彻底战败 已经不远了 原本以为 人族起码还有数万年的弃域 但随着南蛮域被彻底入侵 人族其他大域 已经难以坚守了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第2800年 你得到情报 天机域中苍蓝界被异族占领 天机界 危在旦夕 远在清元域的你 虽然通过异族神域得知了部分情报 但对于这场战争的详情 却不甚了解 你只知道 在异族情报中 这场大战只是惨剩 虽然第七军团援助 但天机域毕竟是人族最强大的仙域 拥有不少隐藏的强者 而到了人族存亡之际 不少沉睡了无数岁月的惊仙 太乙都纷纷出世 可即便如此 人族依旧是败了 天机域中大半的疆域都被异族占领 只剩下天机界以北的部分世界 依旧在坚守 可根据情报 异族的下一批援军也即将到达 整个天机域都快要守不住了 现实世界苏醒看到这心头一跳 他想过人族会输 但没想到会输得这么快 连三千年都没到 人族就兵败如山倒 就连核心大域的天机域都不保 更何况其他大域呢 而且 天机域乃是人族最强的大域 异族集结了绝大多数的战力 一旦天机域被彻底入侵 其他大域恐怕也守不了多久了 苏醒神情有些严重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有模拟器在 千年时间 晋升大罗金仙亦如反掌 但大罗金仙之上呢 哪怕是大罗在这乱世之下 也难以自保 三千年时间 能否足够我一窥圣人之秘呢 苏醒心里有些没底 自他拥有模拟器 踏入仙徒 至今满打满算不过三年 仅仅三年时间 从炼器晋晋升至金仙 这等速度绝对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随着境界的提升 苏醒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了 越往上修行越难 金仙晋升太乙 还能用岁月衡量 有天资的仙人 百万年内 或许就能晋升太乙金仙 可太乙金仙想晋升大罗 实在太难 苏醒微微皱眉 古往今来 多少太乙金仙 但能够晋升大罗的寥寥无几 几乎百分之一都没有 太乙金仙 寿源千万载以上 若是在修行养生之道 服用天才地宝 或许寿源能达到数千万载 而大罗金仙 寿源近乎无尽 苏醒难难道 而此次模拟中 他真正担心的点是 人族在未来几千年内 必然会被一族锁灭 这意味着 苏醒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每一次模拟的上限 至多也就数千载了 每一次模拟 最多修行几千年 需要多久 才能修至大罗金仙 数年 甚至数十年 顿了顿 苏醒难难道 那么更往上的 圣人之境呢 想到这 苏醒已经有些没把握了 而且 越往上境界提升 所需要的能量越多 收集能量本源 也是个大问题 苏醒握了握双拳 现在思考这些并没有意义 眼下提升实力 才是第一要务 想到此处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此次模拟 差不多也要到尽头了 接下来一段时日 你更加关注一族的情报 同时 你也隐约察觉到了 自身似乎有一劫难 转眼间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2900年 这百年来你相安无事 直到某天 你遭遇到了一个神秘人的袭击 这尊人族强者 实力强大的恐怖 保护你的两尊一级神奇 在其手中 甚至撑不过一周 而你在这神秘人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熟悉之感 其气息癫狂 如入魔道 终于 在临死之前 你认出来了这尊神秘强者 青云子 这是已经彻底入魔的青云子 虽然失去了理智 但那半生的修为 却是实打实的存在 你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看着眼前模拟结束的文字 苏醒微微点头 无论如何 此次模拟的目标是达成了 只要能量足够 我的实力将会再次迎来巨大提升 目光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列表 玄武神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两万一千里 灵域蜕变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三十万能量本源 金仙四层修为 金仙四层后期修为 售价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小成 体内原力之数达到两丈三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六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四项奖励皆是苏醒能够用得上的 奖励倒是很诱人 可惜的是 手头上的能量本源不够了 苏醒微微皱眉 他现在剩余的能量本源为 六百八十四万八千八百五十八点 接近七百万能量本源 倒是够苏醒带出三项奖励了 只是金仙中期的修为 还是无法带出 呼 不过管不了这么多了 现在实力能提升多少 就提升多少吧 苏醒没有犹豫 将玄武神体和灵界仓物成果 放入奖励储备区域 如此多付出百分之十的能量 就能带出 我选择带出 丁 恭喜您带出玄武神体 花费十一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六百八十四万八千八百四十七点 丁 恭喜您带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六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八十四万八千八百五十八点 恭喜您带出灵界两万一千里 花费三十三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五十一万八千八百五十八点 接连三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 是苏醒体内的原力 大约再次提升了三成左右 灵界范围的扩大 也意味着灵界变得更加强悍 除此之外 玄武神体也能让苏醒 拥有更强的防御力 与此同时 苏醒发现自己的生命力 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似乎 兽元变得更加悠长了 玄武神体 拥有同境界修饰三倍的兽元吗 苏醒微微点头 虽然兽元的增长 对于模拟中的他并没有多少用处 但谁不希望自己活得更久一些呢 哪怕是仙人也不例外 适应了体内增长的修为后 苏醒撕缠了一下 估摸道 相比之前 我的整体实力大约提升了四成左右 其中最大变化的 自然是五行之道迈入了第六境 只可惜 金仙中期的修为还未取出 否则整体实力的提升应该在五成左右 这等巨大的实力跨越 让苏醒非常满意 须知 金仙境能够提升五成整体实力 相当于迈出数个台阶了 那么 接下来就该正式闯荡无尽深渊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目光看向血红色的土地 以及前方一处神秘的通道 那处通道 自然是通往深渊第401层的 苏醒来到通道门口 难难道 迈入下一层 便没有回头路了 若是进入401层 必然引起红月的注视 但这一举动 同时也可能给我带来 数千万能量本源的财富 在如此巨大的财富面前 苏醒很难不心动 唯一的问题是 留给苏醒的时间 只有五天 五天时间内 苏醒能闯到多少层 便能获得多少能量本源 而五天的时间一到 苏醒必须撤退了 毕竟 现在还不是正面和红月对抗的时候 之前 我的实力大约能够闯到410多层 但此次实力飞跃之后 绝对能闯到更高的层次 苏醒心中燃起渴望 没有犹豫 一步跨入 迈入深渊第401层 血红色的土地 漫天都充满着不祥的气息 空气中粘稠的感觉 让苏醒微微皱眉 深渊第401次 带给我的恶意 比之前要打上太多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神识如同潮水般 笼罩了整一层 很快 在苏醒的感知中 三尊形态各异的二级神奇 正在沉睡着 嗯 这三尊 果然还是红眼一族吗 苏醒将自己的灵界 笼罩了整层深渊 身影一闪 出现在一尊一族神奇身后 随后 绚烂的五行仙豹树 在苏醒手中酝酿 轻轻一抛 五彩漩涡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贴近了这尊一族神奇的皮肤 下一秒 一股恐怖的波动释放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这尊二级神奇 刹那间蒸发掉 只留下 最核心的一块深渊之石 一击秒杀了一尊二级神奇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五行知道第六竞 这是超过精仙层次的力量了 区区出入二级神奇的异族 又如何能够抵挡 苏醒感应了一番自己体内的消耗 五行大到感悟 大约消耗了大约五十分之一不到 并且还在缓慢恢复 法力的消耗 则大约是在二十分之一 能够秒杀精仙级别的目标 自然神通损耗也不算小 不过 中心恢复巅峰 嗯 法力的消耗 可以忽略不计 毕竟有足够的灵液补充 但五行大到感悟的消耗 倒是不得不重视了 苏醒估摸着 像这样的异族神奇 苏醒在短时间内 杀上数十头便需要休息了 不过 除了五行之道外 苏醒还有其他的攻法手段 只不过杀起来更加费力一些 做不到秒杀罢了 不过 眼下更重要的是 苏醒看了一眼手中的 这枚深渊之石 至今为止 苏醒都不知道 这深渊之石的来历 但这并不妨碍苏醒 将其转化为能量本源 心中一动 苏醒耳边传来模拟器的提示音 叮 检测到大量能量本源 价值198769点 是否吸收 听到这愉悦的声音后 苏醒心头一震 呼 仅仅一枚深渊之石 居然就价值接近20万能量本源吗 这价值 可足足是之前的数倍了 苏醒心中 直呼来的不亏 深渊第三百层到四百层之间 一尊一族三级神奇 至多提供几万能量本源 而眼下 四百零一层中 仅仅一尊异族神奇 就提供了数倍之多 不错 价值比我预想中还要高一些 那么 是时候动手了 知晓深渊之石的价值后 苏醒更有干劲 身影很快出现在另一处 异族神奇身旁 依旧是五行仙暴术 粗暴地碾压 五行知道第六境 夹杂着阴阳生死到运的攻势 足以秒杀着等级别的敌人 一刻钟之后 苏醒肃清了深渊 第四百零一层的三尊异族神奇 但却并没有急着进入下一层 而是在原地修整了片刻 又是一刻钟时间过去 苏醒感觉到 自己的法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状态也重新恢复巅峰 微微点头道 算上恢复的时间 大约半个时辰 就能肃清一层了吗 这速度 属实是惊人了 苏醒心头一喜 这比之前一次模拟 击杀异族神奇的速度 有数倍的提升 不过 苏醒清楚 他这是因为五行之道第六境的优势 相当于太乙惊仙初期的大道感悟 还是杀伐之道 对付这些相当于出入惊仙的敌人 自然轻松 可一旦苏醒的五行道运用尽 速度便会慢上数倍不止了 不过 能杀多少是多少吧 苏醒身影一闪 来到了深渊第四百零二层 刚一踏入第四百零二层中 苏醒就心头一跳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入苏醒心头 趋及避凶天赋 也开始传来预警 果然 感知到了吗 苏醒微微皱眉 目光穿过血红色的大地 似乎看到了无尽深渊的最底部 一尊强大的存在 正在缓慢苏醒 好在 红月尚未完全复活 想要彻底苏醒 起码需要五天时间 而这五天时间 就是我最好的发育机会 想到此处 苏醒更加快了 速杀一族神奇的速度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苏醒来到了深渊第四百零三层 随着五行先暴数越发熟练 苏醒一层 曾肃清这深渊中的一族神奇 第四百零四层 四百零五层 转眼间 一天时间过去 第四百零五层 苏醒暂时停止了 速清一族的动作 看了一眼自己面板上的能量本源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扫荡了十五层 攻击四十五只二级神奇 终于 能量本源再次突破千万点 那么 是时候带出精仙中期的修为了 先提升实力 再继续往下闯荡 无疑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想到此处 苏醒默念道 我选择 带出精仙四层后期修为 恭喜您带出精仙四层后期修为 花费一千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十七万四千三百五十五 随着提示音落下 苏醒身上的气势再度增长 从精仙三重巅峰 顺畅地突破至精仙四重 再一路增长到精仙四重后期 苏醒的法力再度浑厚了三成不止 最关键的是 随着修为的突破 苏醒的状态再次恢复到了巅峰 就连之前损耗的五行大道本源 都全部恢复 呼 果然 修为的突破 在关键时刻 也能作为储备法力来用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也是为何 他要在闯过十几层无尽深渊之后 再提取修为的原因之一 苏醒仔细体悟了一番 自身实力的增长 点头道 不错 和我预料的差不多 突破精仙中期后 整体实力再次提升了一成半左右 最关键的是 法力浑厚 施展五行先暴术的威力 将会更加恐怖 突破精仙中期 苏醒秒杀那些二级神奇初期的一族 将会更加得心应手 举个例子 大道感悟 就像是五行先暴术威力来源的根本 但想要彻底发挥出 这一神通的威力 必须有足够强悍的修为支撑 三千世界 七十二地煞神通 三十六天罡神通 如今 我五行先暴术的威力 应该已经属于顶尖天罡神通 是能够作为太乙精仙底牌的存在了 相比之下 反倒是护体剑刚 和虚空一剑的威力 稍逊了一筹 倒不是这两个神通的潜力不够 而是到了苏醒这个境界 决定神通术法威力的 更多的是来源于 对于天地大道的感悟程度了 五行之道 率先破入第六境 更蕴含了阴阳生死之道 此类神通 自然在苏醒手中威力大增 呼 实力更进一步 眼下还剩下不到四天的时间 不知还能闯荡多少层 苏醒看了一眼远处的通道 难难道 踏入四百层之后 苏醒明显感觉到了 这些红眼异族的实力都差不多 下层的异族神奇 或许比上层的略强一些 但总体来说 依旧处于二级神奇初期 看来 无尽深渊底部 异族神奇的实力 也不是无限制增长的 这些红眼异族 应该是自那一战后沉睡的存在 应该是属于异族底蕴 苏醒能够感觉到 自从深渊三百层后 那些红眼异族 一旦被击杀 就不会再重新刷新了 想来也是 低阶的红眼异族 红月或许有能力 让其无限重生 但达到神奇级别 哪怕是红月 也不可能无限制让其复活 否则凭借红眼异族的恐怖 人族修仙界 恐怕早就被颠覆了 那么 我现在每集杀一尊 红眼异族神奇 异族的实力 就被削弱一分 也难怪 这会惊动红月了 苏醒难难道 若是前三百层的红眼异族 红月想必是不会这么在乎的 那么 就让红月更加肉痛一些吧 苏醒嘴角上扬 准备动身前往下一层 晋升金仙中期后 苏醒的状态 前所未有的强盛 半个时辰之后 深渊第417层 苏醒依旧保持着 半个时辰一层的扫荡速度 偶尔法力 大到感悟消耗过度后 才会暂时休息一番 转眼间 三天时间过去 这是 苏醒进入深渊四百层下的第四天 而眼下 苏醒所在的层数是 深渊第460层 短短三天时间 苏醒扫荡了足足45层 无尽深渊 连续三天三夜的 释放五行仙暴数 饶是苏醒 此刻也觉得有些疲惫不堪 此刻 空荡的深渊460层中 苏醒引下一瓶极品灵液 感受到法力迅速恢复后 苏醒长出了一口气 呼 连续三天三夜的 释放五行仙暴数 五行大道的道运 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 必须留一部分大道底运 应对突发状况 毕竟这是我目前 最强势的攻法手段 苏醒看着通往 更下方一层的深渊通道 若有所思 随着越来越深入 那道来自于深渊 最底层的恶意 越来越恐怖了 若是现在 我离开无尽深渊 绝对能够全身而退 但按照模拟的时间 还有一天 红月才会出击 不同的是 我如今闯荡的层数远超之前 不知道 红月是否会加快苏醒的速度 苏醒有些犹豫 她是否要冒这一次风险 但看了一眼面板上的能量本源 苏醒决定 仅此一次的冒险 3056万能量本源 仅仅45层无尽深渊 就带给我了 接近3000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实在不是我不够稳健 而是给的太多了呀 苏醒感叹一声 3000多万能量本源 苏醒仅仅花了三天时间 就搞到手了 前所未有的效率 这种底蕴增加的感觉 让苏醒欲罢不能 如今 每深入一层无尽深渊 就能给我带来 接近80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十层 就是800万 那就冒一次险吧 再闯荡十层 我就说手 一天时间内 闯个十层 再离开无尽深渊 应该来得及 苏醒舔了舔嘴唇 眼中罕见地露出一抹贪婪之色 风浪越大 鱼越贵 前所未有的收益 让苏醒哪怕知晓敌人 是恐怖的红月 也未尝没有糊口夺食的胆量 做好决定 苏醒雷厉风行 迅速进入深渊下一层 第461层 苏醒花了大半个时辰的时间 将这一层清理 五行大道感悟不足后 苏醒击杀一族神奇的速度 明显慢了不止一筹 但 依旧是以碾压之势闯荡 深渊第462层 463层 465层 最终 深渊第470层 苏醒浑身充斥着恐怖的波动 散发着恐怖剑异的墨冰剑 从一尊二级神奇的心脏处拔出 这尊二级神奇的生命气息 迅速削减 直至烟灭 最后一枚深渊之石入手 苏醒随手将其转化为能量本源 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3872万 4399点能量本源 前所未有的数字 让苏醒再度拥有了充足的底气 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五天的时间节点 还剩下最后不到两个时辰 苏醒在思索 要不要再往下闯荡一层 然而 就在这时 苏醒脸色一变 原本随意的表情 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恶意 从沉睡中完全醒来 与此同时 苏醒的趋吉避凶天赋 疯狂传来预警 一股让人心惊的威压 笼罩在苏醒身上 与此同时 笼罩了整座无尽深渊 苏醒抵抗着那恐怖的威压 咬了咬牙道 果然 比模拟中快了一些吗 果然是老狐狸呀 红月 对于这个老对手 苏醒没有丝毫的轻视之意 但现在的我 和之前可不一样了呀 苏醒心中一动 顶上三花齐聚 短暂地挣脱了这一股威压 随后 空间知道疯狂冲击 这无尽深渊的空间 静置 缓缓破除 一道空间通道 在苏醒身前费力地撑开 达到道之真境境界的空间大道 终究是破除了红月的禁止 苏醒嘴角上扬 在那股恶意彻底降临之前 转身进入了空间通道之中 蓝星 大下国 苏醒出现在一处荒山之中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原本蔚蓝色的天空 已经笼罩上了一层赤红色的光幕 那抹红色逐渐深邃 便为令人心惊的血红色 一轮赤红宛若瞒瞳孔的红月 悬挂在赤色天空之上 看起来格外甚人 此刻 整个蓝星 七国十二玉 所有的生灵都不约而同地 抬头看向那片天空 那股深入骨髓的恶意 让所有生灵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苏醒盯着那越来越红的月亮 感觉到了红月的本尊 正在迅速降临蓝星虽然有些不爽 但无论如何 现在还没到彻底作战的时候 实力 还是弱了一些呢 苏醒能够感觉到 红月距离彻底降临蓝星 已经很接近了 或许 就在下一瞬 不过 时间 还是够的 苏醒说吧 手中迅速施展术法 红月布置在蓝星上的静置 正在被迅速撕开 一道通往无尽虚空的空间通道 彻底在苏醒面前出现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那轮红月 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颗硕大 血红的眼珠 彻底暴露在蓝星的天空之中 与此同时 一道诡异的呢喃声 在苏醒耳边响起 人类 你过界了 既然来了 那就永远留下吧 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恐怖 诡异的红光 自红月之上 迅速朝着地面上的苏醒射来 苏醒此刻 半只脚已经踏入了空间通道之中 却停下了脚步 朝着天空中的红月轻蔑一笑 苏醒嘴唇微张 回应道 老狗 现在还没到取你性命的时候 等下次再见时 就是你的死期了 顿了顿 苏醒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而现在 白白了您嘞 说吧 苏醒完全踏入那空间通道之中 气息消失在蓝星之上 溜了溜了 提前复苏的红月 感受到自己被戏耍了一番 心头不由地生起一抹屈辱之意 蓝星之上 似乎隐约间 还传来红月无尽愤怒的吼声 人类 无论天涯海角 无定当将 你碎尸万段 与此同时 无尽虚空中 距离蓝星数百万里之外的某处 无名虚空 苏醒的身影 陡然间出现 在这里 还能隐约间看到蓝星的虚影 拍了拍胸口 苏醒忍不住道 呀的 这次可装了个大的 从红月眼皮底下逃跑 这一下子 红月老狗 可要气急败坏了 苏醒这一举动 看似没有丝毫用处 只是激怒红月 但实则 是苏醒精心计划的结果 清扫无尽深渊 激怒红月 在从容逃脱 每一步看似凶险 实则都在计划之内 而苏醒做的目的 是让红月提前从沉睡中醒来 如此 提前复苏的红月 必定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等未来苏醒与其交手时 原来追杀苏醒的人还少吗 但 正如苏醒所言 下一次相见之时 该害怕的 就该是红月了 嗯 无论如何 在实力成长到足够之前 再也不会 回到蓝星了 下一次现实中见到红月时 我应该拥有碾压他的实力了吧 苏醒喃喃道 看着模拟面板上 剩下的能量本源 苏醒嘴角上扬 离开蓝星之前 总算是吃了得饱啊 接近四千万能量本源 数次模拟之后 苏醒的实力 绝对会再次迈上几个新台阶 甚至 地棒第一的位置 也不再遥不可及 没有在原地停留太久 这里距离蓝星的距离还不够远 苏醒远远没有到彻底安全的时候 很快确定了虚空中的方向 下一处虚空节点的坐标 苏醒施展空间之道 呼吸之间再次顿走数百万里 苏醒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赶往小青云界 一个时辰之后 小青云界白地成 时隔近两个月 苏醒再次回到了 这座修仙城池之中 身前 是恭敬无比的万金阁实际掌舵人 地仙白轩 平日里在白地成作为作福的地仙老祖 在苏醒面前 却拘束得像个质子 只见其恭敬地递来了几枚储物戒指 随后老实地站在一旁等 苏醒发话 自从之前苏醒暴露了部分修为 敲打一番白轩后 白轩老奢不少 就连收集灵矿的效率都高了不少 苏醒将储物戒中的灵矿 全部兑换为能量本源 随手将其打发走 待房间内仅有苏醒一人时 苏醒身影一闪 回到了自己在白地成的洞府中 随后转身进入了灵天洞天 心中一动 将几枚储物戒中的矿石吸收 苏醒再次多出接近200万能量本源 此刻 苏醒的能量本源达到4073万4396点 4000多万能量本源 也该为下一步做打算了 苏醒难难道 此时 苏醒手上一次模拟次数都没了 距离下一次模拟机会刷新 也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苏醒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打算 无论是现实 还是模拟中的规划 蓝星 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 未来一段时间 我将失去一笔稳定的能量来源 不过 好在临走前捞了一笔 也不算亏就是了 苏醒顿了顿 接着道 那么 目前我剩下的稳定提供能量本源的方式 只有小青云界 以及星辰界了 若是勤快一些 多去找一些罗天宗遗落的传承 应该也能多出不少能量本源 苏醒细细思索了一番 很快做出了规划 未来一两个月内 那便尽可能多地搜集罗天宗传承吧 到时候再去趟星辰界 将星辰大会获得的星辰石 也全部拿过来 这些能量本源 应该足以让我的修为 无限接近太乙金仙了 但 最多也就到此为止了 苏醒将炼气 炼体修为 提升至金仙巅峰和第六金巅峰 估计需要的能量本源 将会在一亿不止 至于晋升太乙金仙 所需的两亿能量本源缺口 苏醒短时间内 肯定是搞不到手的 到时候 苏醒必须寻找新的渠道和办法 到时候 就需要借助裂魔马甲的身份了呀 苏醒心中早有打算 难难道 一尊一级神奇级别的裂魔 在异族中的地位 恐怕比之主神都差不了多少 而且 异族为了尽快地入侵三千世界 肯定会提供足够多的血肉精华 保证我培养裂魔 这些血肉精华 可都是白花花的能量本源啊 苏醒嘴角微微上扬 只要以裂魔神奇的身份 展现在异族中 苏醒短时间内 绝对能够搞到手 足够多的能量本源 甚至 足够苏醒本尊 晋升太以惊仙之境了 此法 既可壮大自身 又可削弱异族实力 甚妙 只不过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裂魔实力的提升不可过于明显 而且在那段时间内 我无法以本尊身份出现了 因此 必须将裂魔马甲的实力 提升到一级神奇 短时间内无法暴增之后 方可执行 苏醒算了算 未来两个月时间 足以将裂魔马甲的实力 提升至神奇级别了 未来一段时间 现实中的计划该如此 至于模拟中 还是继续提升实力吧 只等一个后机勃发的契机 苏醒如此想到 心中已有计划 苏醒制定了一条虚空航行的路线 这处路线 从小青云界出发 目标是星辰界 若是直线行驶 苏醒来往于两界之间 甚至用不到三日的时间 但苏醒决定 这一路上稍微绕点远路 以小青云界和星辰界为核心 将两界周围 藏有罗天传承的秘境 尽数取走 苏醒算了算 两个月时间 足够苏醒取走 大约十处罗天宗传承了 届时 苏醒的能量本源和底蕴 将再次加强 既已决定 那便出发吧 苏醒说罢 一步踏出 以肉身在虚空之中顿走 以如今苏醒的肉身 和空间之道掌握 星辰日月缩的航行速度 完全比不上苏醒本尊了 只不过长时间的顿走虚空 消耗还是不低 因此 苏醒偶尔也会驾驭 星辰日月缩航行 顺带着恢复法力和感悟 如此 转眼间 便是一月时间过去此刻 清元玉 一处名为如意界的中千世界中 苏醒取走了第六处罗天传承 顺带打算看看这处世界中 是否有值得购买的能量物质 这么一找 苏醒还真的发现 如意界中 一种名为如意果的神奇果实 蕴含不俗的能量 此果身为神奇 一枚小小的果实 服用之后 便能诞生一个 如现实般的梦境 这梦境之真实 哪怕是仙人 也难辨真假 不少修士 将这果实 视作快乐的源泉 一枚小小的如意果 便可让修士黄粮一梦 在梦中为所欲为 满足七情六欲 也有修士 以如意果打磨星境 在梦中寻找机缘 如意果 也因此得名 而对于苏醒而言 此如意果的用处 更多是为了赚取差价的能量 一枚如意果 价值百枚极品零食 蕴含大约50点能量本源 若是苏醒 直接以极品零食兑换能量 百枚极品零食 也就兑换10点能量本源罢了 因此 如意果的性价比 虽然不如铁金 但也不错了 况且 如意果的数量 可不少 很多商会会来如意界 大批采购如意果 为的就是去其他世界高价售出 而苏醒 豪至千万极品零食 采购了10万枚如意果 这相当于整个如意界 一年的产量了 而10万枚如意果 也给苏醒 带来了接近500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临时无用 能量本源 大为有用啊 苏醒转身进入灵天洞天 难难道 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此刻苏醒的能量本源 5206万 7689点 六处罗天宗传承中无用的资源 再加上一次交易 给苏醒带来了1000多万能量本源的收益 为此 苏醒费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想到此处 苏醒已经有些怀念 在无尽深渊中 疯狂赚取能量本源的日子了 呼 不过这些也够了 模拟次数也已经积累了五次 那么是时候开始 新一轮的模拟了 苏醒难难道 开始模拟 苏醒话音落下 耳边传来模拟气体是音 第159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5206万 7689点 剩余模拟次数四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您抽取到金色天赋星辰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星辰神体 金色天赋 百大神体之一 该天赋具有呼应星辰 壮大自身实力的作用 与星辰相关的神通天赋功法 都将得到加成 嗯 星辰神体 看到眼前出现的星天赋 苏醒脸上露出古怪之色 这星辰神体 对于苏醒来说 用处可就不小了 大巫断体诀 其中就蕴含星辰之道 而苏醒的命运因果之道 来源于周天观星法 和星辰也有莫名的联系 难不成 我真是星辰之主 苏醒吐槽了一句 想到当初星辰界中 那星辱老头对自己的崇敬 一时间觉得有些巧合 不过 即便不是星辰之主 拥有此神体后 恐怕也差不多了 苏醒难难道 这天赋 苏醒是想要带出来的 不过如今苏醒一次模拟 可带出四五项奖励 无非是多花几点能量本源罢了 顺手之势 此刻 苏醒最关心的 是自己模拟中 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现实中的计划已经制定 若无意外发生 便按照那个轨迹发展就是了 只是模拟中 实力的提升方向 苏醒若有所思 如今 他的实力来源 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 修为境界的提升 练气 练体双修 是苏醒实力一切的根源和基础 因此 苏醒每一次模拟 都注重境界的提升 第二 大道感悟境界 自苏醒迈入真仙以来 越来越感觉到了 大道感悟的重要 如果说修为境界是基础 那大道感悟的境界 就是将修为实力 无限放大的根源 同境界的修饰相战 大道感悟 几乎决定了 二人间战斗的胜负结果 举个例子来说 若是两尊金仙巅峰的修饰交战 一方大道感悟为第五境 登堂入室 而另一方为道之真境 那战斗结果 绝对是碾压性的 能够在金仙巅峰 参悟道之真境的存在 基本上都能稳定在天交榜前时 晋升太义触手可及 而金仙巅峰 为参悟道之真境 差距甚大 也就是天交榜二三十名的水平 对于苏醒来说 大道境界则是越接而战的关键 除了修为和大道感悟 两个最主要的实力来源之外 苏醒的实战能力 也受影响于其他几个重要因素 例如 神通术法的熟练程度 神通术法 是发挥出大道境界的最好手段 比如 苏醒最爱用的五行仙暴术 和剑道神通 甚至灵界对神通的增强等等 还有多种天赋 给苏醒的战力 也能带来巨大提升 如今 苏醒手握三十多种金色级别以上的天赋 完全就是个数值怪物 道 还有一样关键 法宝 墨兵剑终究是有些落伍了 在与实力相近的顶尖强者交手过程中 中品后天之宝 已经不够看了 苏醒的法宝不少 更拥有罗天静这等混沌之宝 但 罗天静不善攻伐 苏醒用得最衬手 最为发挥它实力的 依旧是墨兵剑 看来 得想办法提升墨兵剑的品质了 苏醒难难道 自苏醒获得墨兵剑以来 其一直作为苏醒的主战法宝 伴随了苏醒不知多少模拟中的岁月 若是忽然间换一个法宝 苏醒恐怕还真有些舍不得 不仅是因为有感情 更是因为 使用新法宝 需要许久 才能让苏醒达到那种心意相通的地步 况且 墨兵剑作为苏醒的本命元气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看来 墨兵剑的重铸 也要早点提升日程了 苏醒难难道 推演完自己的实力和短板之后 苏醒对于接下来模拟中实力的提升方向 有了大致的计划 变体修为 距离大乌断体绝第六重大城 已经不远了 依旧是未来主要的方向 至于大道感悟 苏醒若有所思道 若是见到也迈入第六境 那我 应该能够摸一摸那地榜第一的位置了吧 也是时候 去试一试子灵师姐的实力了 苏醒微微闭眼 心中盘算 确定没有遗漏之处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丁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天赋 临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将蓝星上关于红月的情报 告知了天机阁 并叮嘱天机阁小心应对 天机阁听闻这消息后 迅速做出反应 毕竟一尊金仙提供的情报 可信度极大 可即便如此 天机阁依旧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才勉强召集到两尊太乙金仙 前去蓝星上打探情报 你将两尊太乙金仙 带到蓝星之后便离开 并在蓝星附近的续空中暗中观察 你有些好奇 自己闯荡无尽深渊之后 便与红月照面之后 会有何等变化 大约过了跃余时间 你感受到了蓝星上恐怖的战斗波动 两尊太乙金仙与红月大战 还有一族气息协议的太乙金仙 在帮助红月 正式降临叫血三 远在虚空中的你 很快感觉到了一抹注视 是红月发现了你 显然 红月察觉到了你身上熟悉的气息 认出了你 你感应着蓝星上的大战 心中却有些犹豫 两尊太乙金仙 再加上你十分接近太乙金仙的修为 或许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创红月 斩杀血三的机会 但同时 你心中趋吉避凶天赋疯狂欲警 仿佛 只要进入蓝星参战 你就再无丝毫生机 最终 你决定尽快返回小青云界 等待战斗结果 转眼间 又是一昆年过去 模拟第四年 你从天机阁得到一道预料之外的情报 整个蓝星 消失了 而与蓝星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两尊太乙金仙 听到这一情报后 你脸色微变 因为你知道 未来 再次改变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微微皱眉 两尊太乙金仙 居然牺牲了 而且 居然连蓝星也一同被毁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这次的变化可不小 自从苏醒告知天机阁 蓝星上红月的详细情报和实力后 那两尊太乙金仙 已经数次重伤脱险 并未牺牲了 可这一次 两尊太乙金仙 居然直接被斩杀 这说明 是红月的实力 进一步的成长了 亦或者是 这才是 红月的真正实力 苏醒细细思索 红月作为数百万年前 最顶尖的强者 能够抗衡大罗金仙巅峰的存在 其必然也是 走到了主神境界的巅峰 哪怕只是初步复活 配合血三 斩杀两尊太乙金仙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问题是 红月之前 没有斩杀两尊太乙金仙 这一次 却爆发出了超过之前的实力 如此做 应该是 付出了某些代价的 或许 红月是感受到了一些威胁 苏醒更倾向于 是自己深入扫荡深渊的举动 让红月察觉到 自己已经暴露了 因此 红月才会如此 急不可耐地提升实力 呼 果然还是忽视了这一点啊 苏醒叹息一声 或许在之前几次模拟中 红月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苗头 但苏醒当时给到的压力 还没有那么大 而这一次 苏醒不但和红月打了一个照面 甚至从红月眼皮底下 从容脱身 恐怕正是如此 才让红月加速了复活的计划 而蓝星 在四年后 就要消失了吗 苏醒注意到的是 模拟中文字的表述是消失 而不是蓝星被毁 所有蓝星人族全部死亡 苏醒能够想到的 让蓝星消失的存在 那尊 自苏醒第一次模拟时 就在的 遮天蔽日的巨兽 果然 那尊巨兽 提前出动了 苏醒难难道 曾经 那头遮天蔽日的恐怖巨兽 是苏醒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可现在 苏醒的实力 已经完全不虚那尊巨兽了 甚至 在上一次模拟中 苏醒也获得了那尊巨兽的身份情报 异族十大帝族之一 代号七宗罪之暴食的 韬龙异族 只不过 苏醒所看到的那头韬龙 并非是一尊活着的韬龙 那尊韬龙 早在数百万年前 就已经死去 只不过死后 被红月改造成了 类似于傀儡的存在 其内部空间 不到如同虚空一般 足以吞噬世界 韬龙之师啊 那可是一尊曾经的主神尸体 却成为了 如今异族入侵各个世界 最恐怖的威胁之一 苏醒难难道 当异族入侵某座世界 并将其最后一丝价值榨干之后 便会派出所谓的韬龙 让韬龙吞噬世界 汲取最纯粹的世界本源 世界本源 是异族那边的称呼 而在人族修仙界 这世界本源 也被称为天道 三千大道 皆来源于此 苏醒曾经历的雷劫 也是天道的手笔 总之 未来改变了 绝对算得上是个坏消息了 四年之内 若我不做出应对 蓝星就将有灭顶之灾了吗 苏醒深吸一口气 留给她的时间 似乎更少了 不过 在四年之内 拥有击败红月的实力 似乎也不是没可能办到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不过 净水救不了圆火 还是先想想目前之事吧 接下来 该去青云界 是一世子灵师姐的实力了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她有些好奇 自己距离地榜第一 还有多少差距 得到蓝星覆灾的情报后 你心中无喜无悲 只不过对于红月和异族 愈发憎恨 过了越余时间 你离开小青云界 前往了青云宗 在青云宗内 你顺利和青云子达成了交易 之后 你并没有离开青云宗 而是留在其中 安稳修行 很快 作为二代嫡系小师弟 你见到了多位同辈的师兄师姐 其中就包括 紫灵仙子 紫灵仙子 原本是青云宗二代最年幼的师妹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而现在 他终于等到了一个 比他还要年幼的师弟 因此 对你也是照顾有加 第二十年 在青云宗中待的十几年 让你和紫灵仙子的感情 十分不错 紫灵仙子偶尔会指点你 修行上的疑惑 而你也教导紫灵仙子 御灵之道 终于 你眼见时机差不多时 向紫灵仙子提出了切磋的邀请 紫灵仙子听后微微点头 算是同意 切磋 讲究一个点到为止 你在接下来十年内 与紫灵仙子切磋了上百次 对于紫灵仙子的实力 有了大致的了解 简单来说 你完全不是紫灵仙子的对手 你无论是大道感悟 还是法力浑厚程度 都远不如紫灵仙子 最让你头疼的 是紫灵仙子的三种 先天至宝 威力不俗 完全碾压了墨兵剑 在交手过程中 你甚至怀疑 紫灵仙子 拥有击杀太已经先出七的实力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皱眉 难难道 紫灵仙子 地榜第一 实力居然到了如此地步 仅仅是切磋 我居然完全不是对手 苏醒有些难以置信了 他原本以为 自己和紫灵仙子 即便有差距 应该也只是有限 却没想到 差距如此之大 所以 地榜第一 的确就相当于太乙精仙级别了吧 苏醒微微皱眉 紫灵仙子展现出来的战力 比当时唐依依还要惊人 细想起来 当初紫灵仙子和血三交战 虽然落于下风 但却未死 而血三 也未必是刚刚突破太乙精仙 根据苏醒的推算 血三的实力 应该是在太乙精仙初期 而且 应该不是太乙精仙一重 或是太乙二重 或是三重 呼 果然 我距离紫灵师姐 还有不小的差距啊 苏醒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考试全校第二 是因为能力只有第二 而全校第一 是因为最高只能第一 天交榜排名 亦是这个道理 则则 以紫灵仙子的实力 只要突破太乙精仙 恐怕立刻就能迈入天交榜天榜之中了吧 紫灵师姐的实力已经知晓 那么接下来 要尽快提升修为了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十年 你离开了青云宗 并留下了一部 记载自己玉灵心得的预见 赠予了紫灵仙子 接下来十年 你将罗天宗 散落在青元域的传承取走 离开青元域之前 你能感觉到 青元域的局势 已经十分恶劣 一族连续攻占了多个小千世界 其入侵恐怖程度 远超之前任何一次模拟 你没有留在青元域 而是前往了天机域 第五十年 你抵达白云界 接下来二百多年 你一边培育天元神术 一边努力修行 正义伏气绝 第三百年 天元神术成熟 天机阁仙洲 也抵达白云界 第三百二十年 仙洲保卫战中你 表现惊人 抵达天机界后 你又是苦修术十载 第四百年 第一批天元神果成熟 你开始提升炼体修为 第五百年 你体内的元力之术 成长到两丈四尺 第六百年 你的炼气修为 顺利突破至金仙四重巅峰 你开始为破入金仙五重做准备 第七百年 第八百年 终于 异族和天机域的大战爆发 而经过数百年的苦修 你的境界进一步提升 炼气修为 终于破入了金仙五重 灵界范围也增长到了两万五千里 而元力之术 已经达到了两丈七尺 你自视 哪怕是在出入太乙金仙的敌人手中 你也能够保住性命 第八百一十年 这一场旷世战争结束 你在这一战中 以惊人的表现 登上了地板第三 同时 你获得了一次 使用虚无致敬的机会 因为你在这一战中的表现 白帝也对你十分欣赏 提出要指点你的剑刀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有了白帝的指点 想必我迈入剑刀第六镜 将会更快吧 世间领悟剑刀第七镜的剑仙 或许不止一人 但走到第七镜镜头的 恐怕只有白帝一人而已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您成功使用沉浸式 剩余能量本源 52031189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天机界中 苏醒眼前出现那 逍遥不羁的白衣男子 只见白帝说道 见到修制越高深的境界 越需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能够教你的 不是我的剑刀 只是一些经验 所谓学我者生 伺我者死 你听懂了吗 苏醒听到白帝的话后 脸色一正倒 听懂了 前辈 白帝 很好 那便正式开始吧 经过数次模拟的相处 苏醒已经习惯了 白帝的教导方式 白帝生性潇洒不羁 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求约束 传闻白帝扬明之时 曾被天下剑修奉若神明 亿万剑修 曾集体请求白帝成立剑宗 率领三千世界所有剑修 可想而知 若是这剑宗成立 其影响力会有多么恐怖 恐怕瞬间就会一跃成为 三千世界的第一宗门 甚至超过天机阁 可白帝 最后拒绝了 理由是 他懒得管理 后来 白帝的追随者们 自主成立了白帝楼 名义上是愿意接纳 三千世界所有散修 但实际上 白帝楼内 大多数散修 都是剑修 苏醒曾问过白帝 这白帝楼是否是白帝 自己成立的白帝 却一口否认 表示 他只是挂个名义上的楼主名头 白帝楼内的事物 他几乎没管过 但苏醒毫不怀疑的是 只要白帝一声令下 集结白帝楼修饰 恐怕整个白帝楼 上下八成以上修饰 都会响应 无他 白帝的人格魅力 的确是很大的 八百年后的那一战中 人族能够取得一定优势 也是因为 参战的不仅有天机阁 其中还有白帝楼的顶臂支持 除此之外 白帝就连教导苏醒剑道 也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很显然 这种教导方式很好 苏醒在白帝的教导下 苏醒剑道感悟迅速 偶尔和白帝切磋剑道 虽然被虐的一直是苏醒 但在这种情况下 苏醒成长速度 堪称前无古人 转眼间 九十年时间过去 苏醒身上感悟类的法宝 无论是误道查 文道丹 还是必然性顿悟天赋 都已经使用 而苏醒的剑道 也直接从第五进入门 提升至第五进小城 而此刻 是模拟第九百年 苏醒告别白帝 来到天机阁外 难难道 不知不觉间 九十年过去了 模拟也来到了第九百年 往次的模拟中 此时我都得想办法避难 可这次 却不用这么急迫地逃跑了 如今 苏醒的实力 虽然尚未达到 抗衡太乙的程度 但凭借着空间之道第六进 从出入的太乙金仙手中保命 却不是难事 因此 这些年来 苏醒虽然偶然感应到危险 但却都安稳不过 更何况 这近百年来 苏醒大部分时间 都和白帝待在一起 有一位大罗金仙在身旁 苏醒自然遇不到什么危险 给了极大面子 苏醒难难道 不过即便如此 以后沉浸是模拟的百年 都可在八百年后进行了 相当于能多在三千世界 待上百年 也算不错了 苏醒琢磨了一番 接下来 他还有一次虚无之境的使用机会 是时候再提升一番了 墨兵剑的重铸锻缎造 不能再往后拖了 若是我晋升剑到第六进后 墨兵剑品级不够 会极大影响我的实力 所以 是时候再提升一番练器之道了 苏醒如此想到 他如今在练器之道上的造诣 已经达到大宗师级别 能够练制后天之宝 但 还不够 苏醒想要将墨兵剑 彻底晋升为先天之宝 这必然少不了 苏醒曾经的某个天赋 已血迹起 但在此之前 苏醒打算先去提升一番练器之道 于是 苏醒踏入了虚空之境 沉浸式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重新回归现实 整理了一番脑海中的记忆后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练器之道 终究是突破了之前的瓶颈 如今以我自己的气道感悟 也足以练制上品后天之宝了 若是借助以血迹器 说不定能直接练出 极品后天之宝 苏醒对此还是很满意的 虽然尚未能练制先天之宝 但比之以往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下一次模拟时 要着重提升练器之道了 有罗天静的加持 练器之道也不难提升 至于此次模拟接下来的时间 是时候前往九重天域了 模拟九百多年 苏醒已经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前往九重天域坊 是最为安全的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九百三十年 你准备前往第七重天 但在前往第七重天前 你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清元域被一族入侵大半 清云子不知所踪 疑似身死盗消 同年 紫灵仙子晋升太乙金仙 登入天骄榜天榜第八十三位 得知这一消息后 你十分吃惊 但也来不及细想 只能继续提升修为 你在第七重天中闭关修行 转眼间便是一百七十年过去 第一千一百年 你被暗影神奇发现 你与其大战一场 最后以身受重伤的代价 将其斩杀 在这一战中 你也结社唐一一 其暗自跟踪暗影神奇数十年 为的就是找到机会将其斩杀 却没想到被你先手斩杀 和唐一一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你告别回到闭关之地 继续提升修为 转眼间又是二百年过去 第一千三百年 你心有所感 顺利出关 此时 你已经晋升金仙五重中期 而体内的原力之数 也达到两丈九尺 距离第六层大城 只有一步之遥 灵界范围 更是达到了两万七千里 你自信 以你如今的实力 恐怕一丝 毫不逊色于唐一 但比之子灵仙子仍有差距 这一年 第八重天的异族降临 袭杀第七重天的天骄修士 你变化为猎魔神奇 逃过一劫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 生起一个疑惑 子灵仙子 居然晋升太义惊险了 而青云子 身死倒消 苏醒有些猛了 为何变化会如此之大 细细思索许久后 苏醒猜测到 子灵仙子的晋升 莫非是和我给他的御灵术 心得有关 苏醒能够想到的 此次直接改变子灵仙子的道徒的 似乎只有这一件事了 苏醒在御灵之道上 可以说走到了顶峰 即便是随手写的御灵心得 也是无价之宝 仅仅一本御灵心得 帮助子灵仙子 破入太义惊仙境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同子灵仙子这等 走到惊仙巅峰的修士 底蕴往往已经足够 想要更进一步 等待的其实是一个契机 这契机说来玄妙 有的惊仙巅峰修士 喜好锤吊之道 或许偶然间 吊到一头浮原之鱼 或许就扶灵心智 顺利突破太义 还有的修士 甚至只是去青楼玩耍 息息红尘 心念通达之下 也能突破太义 因此 这契机可遇不可求 所以 子灵仙子的突破契机 就是在这玉灵之道上 苏醒若有所思 子灵仙子喜好玉灵之道 并尝试种植聚灵花 等灵植树万载 或许 这就是子灵仙子的 道和契机 至于证明是否如此 似乎也不难 这次模拟的心得 只是我随手所写 下次若是送上 用心所助的心得 或许能提前帮助 子灵仙子突破 想到这 苏醒心中有些欣喜 子灵仙子突破太义金仙 对苏醒的影响可不小 首先 子灵仙子身为金仙中的 顶尖天骄 拥有大罗之资 晋升太义之后 对于清元玉而言 绝对是新增一大战力 其次 最关键的是 子灵仙子晋升太义之后 会脱离天骄榜地榜榜首的位置 苏醒就无需击败子灵仙子 来取得地榜榜首了 只要 苏醒想办法击败一名 太义金仙级别的敌人 或者与其交战保持不败 就能顺利地晋升地榜第一了 而晋升地榜第一后 苏醒就能见到 三千世界的传奇女子 半胜天骑阁主 甚至能让天骑阁主 回答苏醒的一个问题 到时候 苏醒的发挥空间可就大了 相当于 每一次模拟 都能问一次问题 嘶 没想到 地榜第一 居然以如此方式顺利达成了 原本以为 起码还要数次模拟之后 可现在一看 我居然已经是地榜第一的实力了 苏醒眨了眨眼 这幸福来的 有些突然了 所以现在 我的竞争对手 只剩下唐一一了 而取得地榜第一 他的实力强就行了 理论上来说 苏醒只需要在第七重天中 击败唐一一 便能取得地榜第一的宝座 但他与唐一一并不是敌人 况且第七重天中 击败唐一一 外界也未必知晓 因此 更稳妥的办法 是苏醒在子灵仙子 晋升太乙之前 占平一尊太乙精仙界时 苏醒就会登临地榜第二 待子灵仙子晋升之后 苏醒便会顺其自然地 成为地榜第一 到时候 苏醒就拥有了 见到天机阁主的资格 只是 苏醒有些疑惑的是 天机阁主 明明在第八重天中 即便我成为地榜第一 又如何能见到他 不管了 先取得地榜第一再说吧 不过 那也是下次模拟的事了 此次模拟 还是优先提升 暗影神奇的实力吧 目前 暗影神奇的境界 已经来到二级神奇后期 距离突破一级神奇 也不远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300年 你化为的猎魔神奇 被异族接纳 并奉为上兵 数年之后 在异族的独有通道下 你离开第八重天 返回了天机域 重返天机域后 你一如既往培养使徒 积攒信仰之力 如此 五百年时间过去 第1800年 信徒和使徒数量 都达到了短期内的巅峰 再难突破 于是 你申请前往清元域 你来到清元域中 积蓄信仰之力 如此 千年时光悠然过去 第2800年 某天你有所感应 算到自己将有劫难将至 于是 你将积攒千年的信仰之力 全部用尽 灌注下 你的境界不断拔高 你的神力不断成长 最终 你距离二级神奇巅峰 仅有一步之遥 又是数个月过去 你没想到 这次的劫难 依旧是入魔的清云子 清云子并非生死盗销 只是彻底入魔 模样大变 而且没有理智 你死于清云子手中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难难道 果然 身为半圣 哪怕失去理智 清云子怎么会那么轻易死亡 果然是入魔之后 被旁人认不出来了 苏醒叹息一声 恐怕任谁都想不到 昔日的正道翘楚 清云子入魔后 会成为三千世界的祸害 清云子的入魔 苏醒暂时还没能力阻止 眼下 苏醒更关注自己实力的进步 猎魔马甲 距离一级神器也不远了 看来要比本尊修为 更快抵达他已经先层次了 且先看看 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苏醒目光 看向奖励列表 星辰神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两万七千里 灵域蜕变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金仙五层修为 金仙五重中期修为 售价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小成 体内原力之数达到两丈九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七百万能量本源 看着眼前的四项奖励 苏醒都眼馋得紧 丁 恭喜您带出星辰神体 花费十一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五千二百零三万一千一百七十八点 恭喜您带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七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四千五百零三万一千一百七十八点 恭喜您带出金仙五重修为 花费一千万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五百零三万一千一百七十八点 恭喜您带出灵界两万七千里 花费五十五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七十八点 随着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的实力再次迎来暴涨 星辰神体 让苏醒在命运因果之道 以及大乌断体绝修行上的天赋 都有所增长 从金仙四重后期 直接突破至金仙五重的修为 让苏醒体内法力再次增长 接近两成 灵界范围进一步扩大 最关键的是 苏醒的大乌断体绝 已然极为接近第六经大成 只差最后一尺 苏醒便能破入大成之境 届时 苏醒的肉身力量将继续提升 苏醒盘膝而坐 片刻之后才感受到修为的提升 逐渐停止 适应了暴涨的修为 苏醒满意道 大乌断体绝 距离第六经大成 终于不远了 等到突破入大成之后 我便可以想办法 去找太乙经线交手了 地榜第一 也快了 顿了顿 苏醒又有些肉疼的 不过这能量本源 花得也太快了 哎 每一次提升实力 都需要一两千万能量本源啊 苏醒扎了扎嘴 不过心疼归心疼 实力还是要继续提升的 眼下 苏醒还剩下四次模拟机会 三千多万能量本源 那么 便一鼓作气 去争议争那地榜第一的位置吧 开始模拟 第160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34481178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否 苏醒默念道 此次模拟 苏醒打算尝试炼直末兵剑 既然要炼剑 苏醒自然要带出之前的 以血济气天赋了 花了几点能量本源 苏醒顺利抽出此天赋 以血济气 金色天赋 你的血液拥有特殊的能力 当你以自身精血 激烈武器先宝之时 能够一定程度地提升先宝的品质 不知道 以血济气天赋 随着我血脉的提升 效果会不会更强了 苏醒若有所思 他现在拥有的神体血脉 可比当初获得这天赋时 强了太多 若是按照苏醒的猜测 血脉品质也会影响激烈效果的话 说不定 苏醒真能打造出一柄先天之宝 想到这 苏醒感应了一番体内的墨兵剑 难难道 快了 你会明阳整座修仙界的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 我选择大气晚成 灵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离开如意见 一路顺利 抵达了星辰界 在靠近星辰界时 你忽然有所感应 感到了一些异族的气息 你收敛生息 不动声色地靠近 很快发现了十多位 善与隐秘的异族神奇 进入了星辰界 似乎在寻找某个存在的踪迹 甚至还有几位降临教干部 也潜入了星辰界中 你没有打草惊蛇 知晓他们 是在寻找你化身的猎魔神奇 你按照计划去参加星辰大会 对他们的窥去不为所动 星辰大会一如既往地举办 许多部落在之前的四个月内 陆续赶来 而你也收获了大量的星辰时 离开星辰界时 你被降临教的干部跟踪了 你将他们引到虚空后 轻易将追击你的三人击杀 这三位降临教干部的代号 分别是血十三 血十八和血二十一 其中 血十三的境界已经接近金仙 这让你怀疑 降临教排名前十的干部 多为金仙境 不过 这些干部现在对你的威胁不大 你需要注意的 仅仅是血四以上的干部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 太乙金仙以上的修为 你将这三个干部击杀后 遮掩了天机 又变化身份样貌 前往了小青云界 你依旧告知了天机阁蓝星的情报 希望清元玉的修士们 早做准备 对抗一族 但这一次 你不建议派出修士 前往猎杀红月 只是告诉天机阁 不要踏入蓝星 但可在蓝星附近侦测情报 因为你今年的境界 天机阁风格对你的情报很是幸福 很快派出修士前去调查 此事了结之后 你前往青云界 顺利与青云子交易 你开始和子灵仙子培养感情 他偶尔和你切磋 而你 则向他传授御灵之道 如此 十年时间过去 这十年来 你察觉到 自己距离子灵仙子 依旧有不少的差距 期间 你还收到了蓝星毁灭的消息 临走之前 你将自己苦心所写的御灵心得 交给子灵仙子 接下来二十年 你收集罗天传承 前往了天机域 第三十年 你抵达了白云界 你进入了罗天境 开始培育天元神术 除了日常修行之外 你开始参悟练气之道 罗天宗作为曾经的第一宗门 拥有无数炼气典籍 炼气材料 更有善于炼气的长老英灵 对你知道 现时一日 罗天境内一月 在三十倍的时间差下 你对于气道的感悟 飞速进步 而且 随着你晋升金仙五重 明显感觉到 维持罗天境的法力 消耗更少 一日的消耗 从大半法力 缩减到不到一半 如此 二百七十年时间过去 外界二百七十年 罗天境内 却已然过去了八千多年 这八千多年来 你近半的时间 都用在钻研炼气之道上 以你如今的眼界和炼气基础 几乎将罗天宗内 所有炼气相关的古籍 全都看完了 八千年来 你炼制数万件 不同品级的法宝 其中 你甚至还炼制了一柄 上品后天至宝 以这件至宝的品质 足以登上后天至宝榜前版 但你并不知足 后天至宝和先天至宝 其中差距 可想而知 先天至宝 天地孕育而出 想凭借人力铸造 难如登天 每一个时代 能够炼制先天至宝的大能 都屈之可数 当今修仙界 仅有两位炼气大宗师 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前提下 有把握炼制出先天至宝 但旁人所打造 未必和你心意 模拟第三百年 你离开了罗天静 回到白云宗内 此时 天机阁仙洲抵达 你心知自己的炼气之道 尽无可禁 唯有在天机阁内方 有晋升机会 第三百二十年 仙洲保卫战爆发 第三百三十年 顺利抵达天机界 你花费了一些贡献点 并捐赠了不少功法 法宝 从天机阁内 兑换了大量的炼气古籍 同时 你也得到了世间为二的 能炼制先天至宝的 炼气大宗师指点 在接下来数十年间 你炼气之道不断精进 时间来到第四百年 这一年 第一批天元神果成熟 除了修行正一服气诀 磨练炼气技以外 你又多出了服用天元神果 修行大物断体诀的任务 时间缓慢推进 很快来到第五百年 这一年 你得到了一项情报 地榜榜首 青云宗二代弟子 紫灵仙子 晋升太义 你的猜测 得到了验证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露出了然之色 果然 紫灵仙子晋升的契机 就在御灵之道上 没想到 我随手的好意 成全了紫灵仙子 也成全了自己 上一次模拟 紫灵仙子千年才成就太义 如今只花了五百年 这足以说明 苏醒的御灵之道感悟 帮助到了紫灵仙子 那么 由于紫灵仙子的晋升 我在地榜上的排名 就会顺身一位 成为了地榜第二了 既然想法得到验证 那下一步就是提升实力 想办法交战太义精线了 苏醒在想办法 寻找合适的目标 一位出入太义精线的敌人 最好还和苏醒有一定仇怨 思索了许久 苏醒选定了一个目标 降临教高级干部 血四 血三虽也是太义精线修为 但恐怕我不会是对手 想比而言 排名靠后的血四 也为太义精线 却只是出入太义的实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前数百年 血四应该是在清元玉活动 直到数百年后 才前往了天机玉 苏醒揉了揉眉心 心中已有打算 虽然他如今的实力 已经不惧血四 但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眼下 先将大乌断体绝修炼之大成 想必会更有把握一些 想到这 苏醒微微点头 也好 此次模拟再巩固一番实力 但下次模拟时 便以那血四扬名吧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紫灵仙子晋升的消息 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因为紫灵仙子 本就是绝世天骄 因此刚一晋升太义 就登上了天骄榜天榜 传闻 三千世界 整个五大狱 百万年来 扬名的太义精线 共有三百余位 其中还包括 身死到萧雀 未被发现的 但其中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修士 能够登上天榜 大多数的太义 只拥有太义初期的实力 因此想登上天榜 起码也需要太义精线 中期战力 而紫灵仙子 刚刚成为太义精线 就拥有了 越小境界而战的能力 得知紫灵仙子晋升之后 你心中为他高兴 但同时 你也更加努力地修行 百年时光荏苒而过 时间 很快来到第六百年 在你接连两百年的苦修之下 某天你心有所感 浑身契机巨大增长 力气 也短短数日内 壮大了一倍有余 体内两丈九尺的原力之数 也终于拔高了一寸 突破至三尺之高 这一日 你终入大乌断体诀 第六层大成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喜 同时也松了口气 太好了 终于突破至大乌断体诀大成了 如此一来 我的整体实力 应当是超过唐一了 虽然只是一尺之长 但却是质变 大乌断体诀大成之后 我也拥有了 和太义精线搬一搬手腕的资格了 原力 来炼体修饰之本 其重要性 不亚于炼气修饰体内的 灵力或先力 而三丈高的大乌断体诀 毫不夸张地说 原力之术不死 苏醒的原力便生生不息 这意味着 苏醒以后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原力 接下来 就要冲击更高的境界来啊 大乌断体诀修至第六层圆满 需原力之术九丈九尺 但原力之术突破至十丈 也意味着 我的大乌断体诀 正是迈入了第七层 想到这 苏醒心中有些渴望 因为 大乌断体诀第七层 意味着 极致的恢复力和生命力 传闻 修至第七层巅峰 可滴血重生 哪怕被打的肉 身成碎肉 也可凭借一滴精血 在极短时间内复活 这一伪力 比之太乙精先 丝毫不让 而且 现在只进行到模拟第六百年 还有不少时间 实力还能再往上提一提 苏醒难难道 看向模拟面板 炼体修为更进一步后 你并未松懈 继续苦修 十年之后 你的修为再度突破 炼气境界 迈入惊鲜五重后期 接下来近二百年 你依旧修行大巫断体诀 正义服气诀 并沿袭练气之道 转眼间 到了第八百年 这一年 大战爆发 你在这一战中表现出色 展现出了地榜第二恐怖的战力 斩杀一族神奇数百尊 而那尊六异神奇 也死在了你的手中 你将六异神奇的古剑取走 这是能够炼制 先天至宝的材料 你留着大有用处 第八百一十年 你开始 向白帝请教剑道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丁 持续时间一百年 剩余能量本源 34443667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接下来九十载 苏醒接受了白帝的指点 虽然已向白帝学习了许多次 但每一次皆有所感悟 直到沉浸式模拟的第九十年 苏醒感悟大道的宝物用镜 苏醒才告别了白帝 九十年沉浸式模拟 可惜 距离见到第五镜大城 还有一步之遥啊 苏醒叹息一声 大道争锋 总归是越往上越困难的 能够修制距离第五镜大城 只有一步之遥 已经是苏醒资质不俗 再加上有天下第一剑线的指点了 哎 虽然为一鼓作气突破至第五镜大城 但距离第六镜也不远了 也就这几次模拟的事情了 苏醒难难道 接下来 该去虚无之镜中 再提升一番练气之道了 苏醒眼中闪过金光 沉浸式模拟很快结束 苏醒重新回归现实 说理完脑海中的记忆 苏醒悠悠长叹一声道 继续灵之道后 终究在炼气一道上 我也站在三千世界的巅峰了 在进入虚无之境前 苏醒对于炼气之道的掌握 已经站在了三千世界的最前列 除了那两尊能够炼至先天之宝的大宗师外 苏醒乃世间无愧的第一炼气时 而经历虚无之境的帮助后 苏醒更是省去了无数岁月 在炼气之道上 迈入了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大宗师之上 乃无上大宗师 如今 我也算是站在三千世界炼气之道巅峰之人了 苏醒难难道 其实 炼气大宗师和无上大宗师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苏醒想象中那么大 唯一的差别是 无上大宗师可炼制先天之宝 但先天之宝炼制 所需的因素和条件过多 先天之宝层次的材料 打造收益 运气 以及炼气宗师自己的水平 天地郁郁至宝 先天而生 乃先天之宝 凭人力打造先天之宝 谈何容易 因此 世间的那两尊无上大宗师 皆是因为掌握了某种秘法 或是特殊体制 方能炼制先天之宝 可即便如此 也需要付出莫大的代价 方才有概率炼制出 简单来说 先天之宝 乃天地孕育 人力难打造 哪怕是打造出来 也需要运气 而且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对于苏醒来说 亦是如此 如今 我的炼气技艺 短时间内 恐怕无法再提升了 接下来 收集材料 借助以血祭气天赋 方能尝试先天至宝的打造 苏醒难难道 对于他来说 只要威力够了 自然能够锻造先天至宝 或者 苏醒也有一个蠢办法 以自身原力温养莫兵剑 经过无数岁月之后 莫兵剑自然可成 但这样 无疑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苏醒短时间内 不打算这么做 呼 是时候动身 准备前往九重天狱了 暗影神奇的双爪 可也是炼制先天至宝的绝佳材料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910年 你离开天机狱 前往九重天狱 抵达九重天狱后 你寻到了闭关之地 开始修行 第1100年 暗影神奇找上门来 你费了一番功夫 将其斩杀 取得了炼制莫兵剑的关键材料 这一年 你的修为提升至金仙五重巅峰 体内的原力之术 成长到三丈三尺 于第七重天中 你正式开始莫兵剑的炼制 先天至宝的炼制 其难度可想而知 你取出了提前准备好的 先天级别材料 包括暗影神奇的双爪 六翼神奇的古剑 以及一枚在天机阁中兑换的 先天熔金石 先天至宝是十分坚固的 唯有借助这先天熔金石 方能熔炼 即便如此 材料的融合 也花了你接近一甲子的时间 直到第1160年 两种材料方才顺利和莫兵剑 熔炼为一体 接下来 你开始淬火 塑形 运灵 一整个步骤进行下来 又是40年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第1200年 此时 莫兵剑经过你近百年的炼制 品质已然提升至极品 后天至宝级别 但 终究是未入先天至宝 于是 你开始动用最后的天赋 以雪祭器 月底燕祖们手里的月票 快要过期了 后颜求一波 月票败现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叹息一声 若是没有这一雪祭器天赋 极品后天至宝 恐怕就是极限了 相比之前 我的血脉经过数次强化 也不知 能否破入先天至宝级别 苏醒心中期待 若是莫兵剑晋升 它的整体实力 将再度提升二三成 到时候 就真正能与太乙金仙出气的敌人抗衡了 心中有些紧张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在正式以雪祭器之前 你在闭关的洞府内外 布置了树道大阵 杀伐 隐匿 屏蔽天机 保证自身安全 毕竟使用以雪祭器天赋之后 你将会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虚弱期 必须防止意外发生 随着第一滴精血 滴入莫兵剑中 你能够感觉到其中剑灵的渴望 也感知到了 莫兵剑正在悄然变化 没有犹豫 你不断往其中注入精血 随着精血的不断注入 你的法力 肉身乃至于原力 都陷入了虚弱状态 在此状态下 你的整体实力暴跌一半不止 整个以雪祭器的仪式 持续了整整三个月时间 若不是 你巫族血脉 加上恐怖的肉身和恢复力 恐怕早已游进灯枯 但这一切的努力 没有白费 当莫兵剑上的最后一抹瑕疵被抹去 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让你知晓 莫兵剑终于晋升 先天至宝 眼前的灵剑莫兵 发出轻快的剑影 似是喜悦 兴奋 与此同时 天地间 异象突生 方圆千里之内 百花齐放 天空之中 七彩祥云降落 数十道意识和目光 瞬间锁定你所在的洞府 在这一瞬间 你知晓 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先天至宝诞生的威势 吸引了方圆千万里之内的所有修士 以及异族 数十道气息 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赶来 异族乃是敌人 但先天至宝 即便是人族修士你 也不得不防 而眼下 你又是处于实力虚弱受损的时期 来不及喜悦 你将莫兵剑收起 随后施展空间之道 远遁到了百万里之外 之后 你屏蔽自身天机 又掩藏了赶路的痕迹 没有丝毫犹豫 你变化为了猎魔神奇的模样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心中惊喜 该当如此 这可是先天至宝啊 哪怕是太乙金仙 甚至大罗金仙都会心动的宝物 实力受损之后 我恐怕无法护住 唯有变化为猎魔 方能顺利掩藏 虽然无法继续提升本尊的修为 但莫兵剑带给苏醒的振奋 却是难以掩饰的 接下来 只要提升一番猎魔马甲的实力 就能结束此次模拟了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很快 你化身的猎魔神奇 被异族发现 在异族的安排下 你回到了天机域修行 接下来数百年 你一如既往发展信徒 借口前去清源域避难 第2800年 在劫难降临之前 你将信仰之力全部用尽 随着信仰之力的用尽 你顺利突破至二级神奇巅峰 距离一级神奇 只有一步之遥 数个月后 你遇到了入魔的青云子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后 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 长舒一口气 你的奖励列表 以血济气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三万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 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 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三十万能量本源 金仙五层巅峰修为 金仙五重巅峰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大成 原力之数三丈三寸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炼气感悟 无上大宗师及炼气感悟 最高可炼制先天至宝 售价一百万能量本源 墨兵剑 先天至宝 由炼气无上大宗师苏醒炼制而成 宿主本身的墨兵剑本体 可抵扣一定能量 售价八百 一千五百万能量本源 此次模拟 苏醒的收获 不可谓不大 从炼气感悟到修为 灵界 甚至还有苏醒梦寐以求的 先天至宝 皆有 苏醒看着列表中的奖励 难难道 等这次模拟之后 我将真正拥有 太义精仙级别的实力了 核实的兵器 气体双修为的突破 我选择代出 苏醒心中默念 除了天赋以血迹气外 其余五项奖励 苏醒都选择了代出 丁 恭喜您 代出灵界三万里 花费三十三万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四百一十一万 三千六百六十七点 恭喜您代出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三百万点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一百一十一万 三千六百六十七点 恭喜您代出 晶签五重修为 花费一点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一百一十一万 三千六百六十七点 恭喜您代出 练气感悟 花费十一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一百万 三千六百 six七点 恭喜您代出 莫兵剑 花费八百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三百万 三千六百六十七点 一连串的提示音 在苏醒耳边 想起首先是苏醒修为的提升 练气修为虽然未突破境界 但从惊险五重中期增长到五重巅峰 让苏醒实力亦有进步 而大乌断体绝突破大成 更是让苏醒的原力和肉身壮大接近一倍 脑海中练气感悟 灵界范围的增长 片刻之后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 心中一动 一柄三尺三寸 通体如墨般深邃 如玉般温润 又如黑洞一般射人心魄的剑 出现在苏醒手中 先天至宝 墨冰剑 在看到墨冰剑的第一瞬间 苏醒就爱不释手 从后天至宝 晋升先天至宝后 墨冰剑的变化极大 但苏醒一眼就认了出来 而且那种心意相通的感觉 并未消失 墨冰剑入手 苏醒能够感觉到 这柄剑的不凡 隐藏于看似普通的剑锋之下 神物自会 再没有发挥出墨冰剑的威力前 恐怕谁也想不到 这会是一柄先天至宝 而且墨冰剑坚固和锋利了太多 只是放在苏醒手臂上轻轻一滑 以苏醒恐怖的肉身 都出现了一道深邃的伤口 耳边传来墨冰剑气灵的稚嫩的声音 主人 苏醒闻眼眨了眨眼 似乎看到身前站了一个身高不足一米 身着黑裙的可爱小萝莉 先天至宝 剑林显形吗 苏醒心有所感 对于墨冰剑的每一处都无比熟悉 晋升先天至宝后 墨冰剑诞生了两个新的能力 誓言以及斩命 所谓誓言 是墨冰剑能够通过吞噬苏醒体内的原力 在短时间内让剑体本身更加坚固 甚至只要注入足够的原力 短时间内威能将超过下品先天至宝级别 除此之外 墨冰剑斩出的剑气 也犹如放大气一般 能让苏醒本身原力造成的威力和破坏更大 这是苏醒以本命原力 孕育之后得到的能力 至于斩命 是那六亿神奇的白骨剑所留下的能力 当初 苏醒和那六亿神奇交战 可没少吃苦头 每一次白骨斩击到苏醒肉身 造成伤害 就强硬地从苏醒体内抽取了部分寿命 一场战斗打下来 苏醒哪怕是军事 也得损失数千年寿元 也得亏苏醒年轻力壮 要是某个老年金仙 恐怕直接地气急败坏了 而墨冰剑晋升先天至宝后 这一效果更加惊人了 苏醒的每一道剑气 只要斩击到目标 就能剥夺对方寿元 则则 这斩命天赋 绝对是寿元不多修士们的噩梦啊 想要杀我 也得先留下数万载寿命再说 除了誓源和斩命两个新能力外 原本墨冰剑 让人保持理智冷静的能力 也得到了增强 而暗影神奇的利爪 更让墨冰剑的坚固程度是 之前的数倍不止 则则 不愧是先天至宝啊 之前还是小瞧了墨冰剑 对我带来的增幅 如今看来 拥有墨冰剑后 我的实力 起码能增强三成 若是见到修至第六境 这增幅甚至能来到五成以上 苏醒甚至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今 苏醒也得到了衬手的宝物了 不过 也不是全让无代价呀 苏醒看了一眼自己的修为 金仙五重巅峰 体内原力之术 三丈三寸 这一次模拟 苏醒毕竟在炼器上 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因此修为提升 还是受到了影响 否则 苏醒恐怕能迈入金仙六重了 呼 不过也是先后顺序罢了 眼下 我还剩下两千多万能量本源 三次模拟机会 还能继续提升境界 苏醒没有犹豫 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61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300万3667点 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阴阳二分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阴阳二分体 金色天赋 你对于阴阳之道的感悟上 极有天资 可参悟阴阳之道 嗯 阴阳二分体 苏醒眨了眨眼 看了一眼自己面板上的某条大道 阴阳大道 第一境 自苏醒五行之道 迈入第六境后 偶然间得悟此道 但一直以来 却没有时间修行 则则 阴阳二分体 增加对阴阳大道的感悟资质吗 之后若是有时间 或可参悟一番 苏醒如此想道 随着他境界越来越高 每一腾境界所需的能量本源 也越多苏醒 很难再保证 每一次模拟 皆有修为上的进步 那么在此情况下 苏醒如何保证自身实力进展呢 自然是参悟各种大道了 如阴阳大道这等顶尖大道 苏醒是不嫌多的 收起目光 苏醒思考 自己此次模拟想要提升的方向 依旧是 以提升炼气 炼体修为为主 尽快修至金仙巅峰 只不过 这一次 得尝试一下 那地榜第一的位置了 苏醒眼中闪过光芒 之前 他已决定好了自己的垫脚石 降临教高级干部 解四 是目前最好的目标 只是 该如何引出这血四呢 血四此刻应该正在清源域中潜伏 可问题是 偌大的清源域 如何找到血四 降临教干部 可是极为擅长藏匿的 否则这么多年来 早就被震到剿灭了 哪怕是天机阁 其中也没有降临教干部的准确消息 所以 必须闹出一点动静 引出血四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后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主意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洗家衣 我选择大气晚成 临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 此刻 新陈界中 有数位降临教干部 以及一族正隐秘器中 在寻找猎魔马甲的踪迹 你在新陈大会上现身 很快引起了这些降临教干部的注意 没有丝毫留守 你锁定了这几尊降临教干部 随后将他们一并斩杀 斩杀数位降临教干部后 你并没有急着离开新陈界 而是留在此界中安稳修行 你的目的是 引出更强的降临教干部前来探查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嘴角上扬 没错 苏醒的目的 自然是借着这新陈大会来引出谢四了 至于苏醒 为何确定来的一定会是谢四 这并不难推测 新陈界中 最强的降临教干部 编号为血十三 已然是接近惊仙之境了 若是数位干部一同失踪 必定引起降临教前来调查 而前来调查之人 修为想必会更高 而降临教干部中 对我有威胁的 无非是排名前四的存在 血一至今未现身 无从知晓 血二此刻身在天机狱 而血三则有蓝星的任务 因此 来的人必定是谢四 苏醒对此 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因为谢四有太乙金仙修为 哪怕 之后派来什么血六 血九之类的金仙 苏醒也无所谓 无非是多杀几尊 直到引出太乙金仙的谢四即可 呼 若是运气不好 直接引来了血一 嗯 倒也不算亏 无非就是以一次模拟机会 弄清楚了 血一是什么样的存在罢了 至今为止 苏醒还未见过血一 也未曾知晓 那血一和血仙 是否同为一人 嗯 既然如此 那便试试吧 苏醒打算尝试自己这个想法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击杀降临教干部后 你选择继续留在星辰界 转眼间 便是三年时间过去 第三年 几个修士鬼鬼祟祟的 进入了星辰界 虽然已经极力掩饰 但你还是发现了 他们身上特有的降临教气息 你花了些功夫 将这几个降临教干部 尽数击杀 其中 最强的那一位 乃是一名惊鲜后妻的邪修 代号 血七 在血七的储物戒指中 你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你的运气非常不错 血七的顶头上司 就是血四 接到探查星辰界的任务后 血七带领了一支队伍前来 而在此之前 血四和血七 则在一处名为 千岛界的中千世界执行任务 对血七进行搜魂之后 你对目前的情况大致了解 果然 就和你猜测的那样 目前有时间过来的 只有血四了 于是 你在星辰界中 静静等待着血四的到来 如此 又过了大约两年时间 模拟第五年 正在闭关修炼的你 忽然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出现在了星辰界 与此同时 你的趋吉避凶天赋 也隐约传来预警 这说明 来者的实力不在你之下 你并没有隐藏踪迹 很快血四发现了你 他从你身上 也隐约感觉到了一抹威胁之意 只见血四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对你感到陌生道 奇怪 你是何人 为何会伏击我降临教干部 明明只是精先修为 却能让我隐约间感觉到危险 真是奇怪 你听后嘴角 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 心中暗道 你对我陌生 但我对你 可是熟悉得很啊 说着 你提起莫兵剑 虚空一剑 直接划过空间 斩落在血四的要害之处 刚一见面 便是杀招 面对这尊太义精先级别的敌人 你没有丝毫留守的可能 血四见状 脸上闪过一抹愤怒 道 区区精先 也敢对我出手 说着 血四身前多出了一条血色的长河 如同绸缎般 将你的那道剑一吞噬 一击不成 你心中早有预料 而星辰界 也不是九战之地 若是你和血四再次爆发大战 很有可能毁了整个星辰界 于是 你向血四露出挑衅的眼神 身影一闪 离开星辰界 来到了虚空之上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今仙 便拥有毁灭小千世界的能力 若是我和血四在星辰界展开战斗 恐怕整个世界 都会毁于一旦马 而这 自然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而在虚空中战斗 对于苏醒来说 虽然实力会有些受损 但苏醒大巫断体觉得强悍 肯定能够让他比之血四 更占据一些优势 然而 接下来的文字 却让苏醒有些意外 你逃到虚空之中 让血四的心中 生起了一丝警惕 很显然 血四也怀疑 你设下了一些埋伏 或是调虎离山之际 可血四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为调查失踪的将领教干部 自然不可能放过你 于是战斗 一触即发 虚空之中 你原本以为血四实力 也会和你一样有所减少 但却万万没想到 血四所修炼的功法 乃至于肉身 对于虚空中的战斗 基本不受影响 而且血四的法力浑厚 身前环绕着血四的长河 这是将领教的独门神通 天明谢和 此神通威力 不亚于顶尖的天罡神通 哪怕是同境界中 都难有对手 血和在瞬间 就化作洪流将你吞噬 整个虚空忽然安静了下来 你的气息也逐渐消失 下一秒 一道虚空通道 出现在百万里之外 在即将被血和吞噬的最后一瞬 你终究还是发动空间之力 顺利逃脱 谢四也很快发现 继续朝你追击 你手持零剑墨兵 体内原力汹涌不止 如同洪水般 诸如墨兵剑中 千万剑气化作银河 闪耀了一整片虚空 如此恐怖的战斗 甚至能够毁灭一整个中千世界 然而 谢四毕竟是太乙金仙 那恐怖的血核不断削减 吞噬着剑翼 攻防一体 保护着谢四 可你实力突破之后 也不是金仙可比 战斗一时间僵持不下 转眼间 半个月时间过去 果然不出你所料 血四毕竟是出入太乙金仙 仅仅只有五条大道 迈入第六境 其最强的 也不过是一条第六境小成的 血之大道 虽然法力比你强悍 但肉身甚至还不如你 这就让 你在战斗中 并未处于绝对的下风 再加上晋升 先天至宝的末兵剑 让你在战斗中 也能不落下风 而随着战斗的继续 血四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他从未见过 像你这般难缠的金仙 心中隐约有些惊慌 他心中清楚 你已表现出来的实力 恐怕足以位列地榜第一 而地榜第一 只要不陨落 未来必定成就大罗金仙 想到这 血四更加坚定了 击杀你的决心 可随着战斗继续 血四又发现了一丝异常 他的寿源 正在迅速削减 修行血仙经 本就有损寿源 他的实际寿命上限 甚至还不到正常 他已经先的一半 而仅仅和你交战了一个月 他的寿源就莫名其妙地 减少了近三万年 这让血四十分心疼 但他咬牙 还是想将你击杀 如此 又是三个月时间过去 终于 战斗持续了 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这四个月来 你数次身受重伤 但却凭借着惊人的恢复力 让自身伤势恢复 虽然全程被血四压着打 但却并未陷入生死之境 反倒是血四 在这一战中 甚至损失了 足足十多万年寿源 终于 血四慌了 晋升太乙之后 他好不容易 多出了数百万年寿源 可在你这就折损了十万年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他知晓 再这么打下去 恐怕他就要 寿源耗劲而亡了 于是 血四终于动用了大战 恐怖的血和 笼罩了整片空间 扑面的湿山血海 让你的理智逐渐消散 这是明天血和最强的招式 聚集所有的煞气和血之道 汇聚成的恐怖攻击 任何修士 只要被血和吞噬 都将成为血和的一部分 诚然 在这一招下 你没有反抗的空间 但在最后关头 你用出了再来一发天赋 临死之前 顺利逃脱 反观谢四 见你居然毫发无损地 从血和中逃脱 终于彻底慌了 没有丝毫犹豫 血四逃离了这一处虚空 你见状并未追击 反倒心中一片庆幸 幸亏施展这一招的 乃是血四 若是更强的血三施展 那恐怖的煞气 恐怕让你压根无法反应过来 也没有释放天赋的机会 而眼下 血四只是错误 估计了你的实力 再加上其受缘损失太多 因此才临阵而投 即便你追上去 也完全没把握 将其留下 你留在原地 神识展开 很快发现了远处 几道意识的观战 你们这一战 声势浩大 吸引了数位金仙修士的关注 几位金仙都 认出了谢四的身份 反倒是你一直默默无闻 却忽然爆发出 堪比太乙金仙的战力 当真恐怖 在你准备离开之前 有数道神念传颂而来 询问你的道号 你文言沉默片刻后 留下了玲珑金仙的道号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 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堂堂太乙金仙 血四居然被我逼退了吗 太乙金仙 似乎也不过如此了 虽然和血四的战斗 苏醒有一定运气存在 不但莫兵剑克制修行 谢仙金的修士 能够削减他们受缘 更凭借着再来一次天赋 吓到了谢四 但和血四战斗四月时间 并未败退 这也是实打实的 这说明 如今的苏醒 的确拥有和太乙金仙 初期修士血战不败的实力 思索了一番 苏醒对自己的实力 大致有了一定评估 如今我的实力 大约相当于 刚刚迈入太乙金仙 没多久的修士 在太乙金仙中 绝对算得上是 最弱的那一类 但即便如此 太乙金仙初期的修士 若是不付出一定代价 绝对无法威胁到我的性命 唯有太乙金仙 中期以上的修士 对我才有较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 如今的我 哪怕是血三 或许都能过上几招了 起码能从他手中 撑住数日吧 苏醒微微点头 地榜第一 也就是他这个实力了 只有之前的子灵仙子 或许超过苏醒一节 但唐一一 就定然是坐稳地榜第一的位置 甚至 苏醒将打破地榜第一战里的天花板 而且 此次的目标也达成了 此战之后 玲珑金仙的名头 将彻底响遍三千世界 而我 也将登上地榜第一的位置了 苏醒只是有些好奇 天交榜 乃天机阁所设 只是天机阁主 已经无数年未现身了 本体也在九重天狱中 苏醒 该怎么找到天机阁主 从而取得那地榜第一的许诺呢 不管了 半生的伪力我自然不知 或许天机阁主有办法吧 苏醒心中期待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击退血色之后 你并没有在原地停留太久 若是之后血色反应过来 再来追击于你 恐怕你九死一生 于是 你以玲珑金仙的身份 离开了星辰界附近 出现在了小青云界中 没过多久 一个女人找上了你 这女人你认识 小青云界天机阁分阁主 那位看起来十分慵懒的少女 少女很显然知晓了你的身份 并告知你 地榜第一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三千世间 同时 她也询问你是否想见一面天机阁主 天机阁主将会回答你一个问题 无论是修行上的疑问 意或者是其他 你听后自然同意 欣然答应 于是 少女告知你 想要寻到天机阁主 需前往天机域的天机阁总部 你听后心中疑惑 但也点头同意 同时 你将红月的消息告知她 再三强调 千万别靠近蓝星 以你玲珑金仙的身份 自然让天机阁幸福 他们表示 会尽快处理此事 而接下来 你并没急着前往天机域 在此之前 你还要走一遍流程 寻找罗天传承 前去青云界交易 和子灵仙子交流 并赠与玉灵心得 一整个流程下来 时间来到模拟 第二十年 你前往了天机阁 第三十年 你抵达了天机阁 却没有急着去天机阁 而是在白云界中静静等待 你知道二百多年后 那仙周会降临此界 接下来二百多年 你培养天元神术 修行正一副弃绝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很快时间来到模拟 第三百年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果然 人的名书的影 成为地榜第一之后 我在三千世界的名望 大大提升了 哪怕是天机阁 对于我提供的情报 也更加重视 地榜第一修士 这是当之无愧的 太乙之下第一人啊 世间无数惊仙中 苏醒此刻的实力 当属第一 这等修士 在三千世界任何一处 都足以开宗立派 堪称顶尖大能了 那么接下来 苏醒早已摸索出一套 最高效率提升修为的方式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百年 天机阁仙周抵达白云界 第三百二十年 仙周保卫战爆发 在这一战中 你故意展现出修为实力 你很快便被认出 乃是地榜第一的玲珑金线 这一消息 很快让仙周上的 所有修士振奋 包括白帝在内的一众强者 都对你好感增加 事后 白帝邀请你加入天机阁 同时承诺 赐予你天阶长老的位置 须知 天阶长老唯有太乙金线方 有资格担任 享受极高的资源和待遇 而你在金线之境 就被白帝亲自赐予此地位 自然是因为 名声响彻三千事件 之后数十年间 白帝对你多有关照 你卑视作正道修士 新一代的翘楚 然而你知晓 这一切只是虚妄 你能够做的 只是更努力地提升修为 抵达天机界后 转眼间便是数百年过去 在此期间 你一直静静等待着 天机阁主的联系 但是却并未得到消息 第六百年 你体内的元力之术 成长至三丈六尺 第六百五十年 你的修为 终于突破至金线六重 第七百年 你的灵界范围 提升至三万三千里 第八百年 天机狱和异族的 第一次大战爆发 第八百一十年 大战结束 你准备向白地求教剑术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 盯 剩余能量本源 22966,967点 模拟中 转眼九世余仔过去 这日 苏醒告别白地 准备 呼 白地的指导下 终于让我的剑道 接近第五境巅峰了 接下来 只要前往虚无之境 便能顺利将剑道 迈入第五境巅峰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作为功法之道 数一数二的大道 剑道迈入第六境后 绝对会让苏醒的整体实力 进一步提升 但同时 苏醒的心中 也升起了一个疑惑 明明这一次模拟 我已经取得了 地榜第一的位置 可为何 足足等待了数百年 天机阁主 依旧没有联系我 看来 希望只能放在 虚无之境中了 苏醒若有所思 这虚无之境 显然是天机阁主 留下的后手 说不定 苏醒能在 虚无之境中 找到联系上 天机阁主的办法 如此想到 苏醒朝着 天机阁总不敢去 片刻之后 苏醒踏入了 虚无之境中 依旧是熟悉的流程 苏醒提交了 贡献点和天才地宝后 获得了一次 截取时间力量的机会 这一次 苏醒选择提升 剑道感悟 这让苏醒的剑道 直接迈入了 第五境巅峰 最多下次模拟 苏醒就能真正 迈入剑道第六境了 就当苏醒以为 这一次沉浸式模拟 将就此结束时 情况却有所改变了 当苏醒再次醒来时 并未脱离虚无之境 而是依旧在 这处玄妙的空间中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苏醒的耳边 却传来一道 略显沧桑的女子声音 这声音和 虚无之境气灵的声音 完全不同 其主人不言而喻 天机阁主 孩子 你终于来了 只是不知 你是否是我等待的那个人呢 这一道不含任何情感的声音 入了苏醒耳中 让苏醒心中 顿时一个机灵 深吸一口气 苏醒问道 请问您 是否是天机阁主前辈 苏醒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中回荡着 并无回忆 过了一会 那道声音传来 孩子 我的本体 现在遇到了一些事情 若是寻找你想要的答案 来太虚界中寻我吧 话音落下之后 苏醒被传送出了虚无之境 天机成一处无人的巷口 苏醒看了一眼天空 若有所思 去太虚界吗 原来如此 是我想偏了呀 天机阁主 虽然本尊在九重天狱中 无法现身 但太虚界连通万千 无论身在何地的修士 都能在太虚界中联系上 以天机阁主的神识和补算之道 只要我进入太虚界 说不定他就能联系上我 苏醒微微闭目 在刚才进入虚无之境后 苏醒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神魂被种下了一个标记 这标记无害 仅仅相当于坐标 大概是天机阁主 为了在太虚界中 联系自己所需的吧 呼 说一千到一万 一切的答案 还是要等见到天机阁主后 方才知晓了 想到这 苏醒不再犹豫 先是回到了自己的洞府 苏醒苏醒 神魂逐渐上浮 进入了太虚界中 很快 苏醒来到了一处虚无 广阔的天地 这里的广阔 甚至远超三千世界 神识如同潮水般释放 很快苏醒感应到周围 千万里内的场景 不少修士的神识 正在太虚界中交流 亦或者是在猎杀太虚之灵 增长神识 说起来 自从我晋升金仙后 已经许久没来此地了 苏醒难难道 在修为稍低时 苏醒非常注重神识的提升 可自从凝聚顶上三花 成就天仙后 苏醒的神识暴涨 之后 苏醒关注于自身境界和实力的提升 已经许久没进入太虚界中了 所以 天机阁主该怎么联系上我呢 苏醒的神识 在太虚界中游荡着 就在这时 一道轻盈的神识 却连接上了苏醒 是天机阁主 苏醒心中一喜 跟随着那道神识 很快便远离了太虚界中的寻常神识 不知过了多久 苏醒来到了一片新的地区 这里似乎是太虚界中 更为深层次的区域 周围能够看到的 都是天阶以上的太虚之灵 而且极少有修士神识 能够到达这里 下一秒 一道白色的光团 出现在苏醒眼前 这光团很快化作一道女子身影 看不清容貌 只能看出大致的光团形状 这是一个身穿长袍 留着长发的女子背影 耳边传来天机阁主的声音 千万年来 你是第一千零一个 来到我面前的孩子 不知道 你是不是我所等待的那个人呢 这声音传入苏醒耳中 就让苏醒原本紧张的情绪 逐渐安抚下来 莫名地感觉到有些温暖 千万年来 第一千零一个来到此地之人 苏醒愣了一下 但很快反应过来 天机阁主的意思 恐怕是千万年来 苏醒是第一千零一个 登上三榜榜首之一的人 并见到了天机阁主 虽然只是天机阁主神识的虚影 下意识的 苏醒就问道 前辈 您说自己设立天交榜 已然千万年 您还没等待 自己要等的那个人吗 所以 您要等的 到底是什么人 眼前 天机阁主的虚影叹息一声 道 孩子 这些你暂时无法知道 我设立天交榜 自是解纳一线生机 而你见到我之后 你能够问我一个问题 无论是关于什么的 修行 未来 亦或者是其他 只要是我能回答的 我知道的 都能告知于你 苏醒闻言沉默了一下 眼前的天机阁主 苏醒也察觉到了 并非是神世本尊 而更像是一道神魂的神念 虽然依旧强大 甚至远超苏醒 但却没达到半生的威能 所以 只是问一个问题吗 苏醒脑中迅速转动 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身份 也明白过来 此次来到虚无之界中 苏醒只能询问一个问题 所以 究竟要问什么呢 是三千世界的未来 是解救青云子的办法 亦或者是其他 苏醒在很早以前 想见到天机阁主 最初的目的是 寻求让青云子 摆脱入魔的办法 而眼下 苏醒却不打算这么问了 询问青云子的解救之法 之后还有机会 可现在 我最想知道的事情 却不是这个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 最终深吸一口气 对着眼前的虚影问道 前辈 我想知晓 您为何要设立天交榜 而您所要截取的那一线生机 究竟是什么 听到苏醒的话后 眼前的天机阁主沉默了一下 随后语气中 罕见地露出一抹差一道 孩子 你确定这是你的问题吗 你可以问我任何事情 无论是修行之道上的困惑 亦或者是某一处 至宝的藏匿地点 只要是三千世界之内的 应该没有我不知晓的事情 苏醒听后 再次对于天机阁主的威力 感到震惊 一位半圣 亲口说 三千世界内 没有他不知晓之事 这让苏醒完全相信 天机阁主 恐怕真的能算尽世间万物 但 现在的苏醒 就想知道这个问题 知晓天交榜设立之游 知晓那一线生机 恐怕就能知道很多事情了 于是 苏醒肯定道 是的前辈 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眼前的虚影听后 微微点头道 千万年前 我成就大罗之境后 从我师父手中 接过了现任天机阁主的位置 天机一脉 终生所求之事 乃庇护人族 师尊陨落之后 我做了一个梦 苏醒听到这愣了一下 修士是极少做梦的 尤其是仙人 对自身的梦境 甚至都有十足的掌握 可若是仙人做梦 尤其是大罗金仙 那绝对是某 有某种深意和预兆 可哪怕是上古时期的 妖魔大能梦魇 又如何能够闯入 一尊大罗金仙的梦境中呢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 眼前天机阁主接着道 自我成就大罗之后 世间之事 先由我所不知 可那一梦 我却算不出丝毫结果 一连十三卦 皆为未记卦 苏醒听到这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抹 难以置信之色 未记卦 一连十三卦 皆为未记 苏醒对于补算之道 算是颇有研究了 而未记之卦 乃天地六十四卦之末 也是最为变幻莫测的卦象 算出未记卦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是有大能强者 蒙蔽天机 让算卦者完全无法算出结果 其次 那便是天地间无此事物 一切都在混沌变化之中 天机阁主 堂堂大罗金仙 更是在补算之道上 走到尽头的存在 苏醒是不幸 有大能修士 能够蒙蔽他的感知 和算卦结果的 所以 只能是一切混沌未知 可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命运所寻迹象 一连十三卦 皆为未记卦 未免太过于离谱了 大致相当于 一个人致硬币一万次 皆为同一面 而且这一面 并非正反 而是一万次都立在原地 压根 是不可能发生的 苏醒静静听着天机阁主的下文 却见其接着道 这卦象 太过于匪夷所思 以至于我 都不得不信 而那一梦中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告知我 天地间将有大劫 曾经的劫难 将在千万年内 以一种更加强盛的姿态归来 直到 毁灭整个修真界 我询问那道声音 是否有可解之法 最终得到的答案 便是那一线生机 让我等待一个不在命运 五行六界之内的人 那一梦醒来后 许多事情 我也记不清 顿了顿 天机阁主接着道 唯一能够让我记得的是 我需要创建天交榜 以此 来吸引那个人的到来 既然是不在命运之中 能够抗衡大劫之人 那自然 是前无古人的天交 为此 我等了足足千万载 可之前那一千人 应当都不是 这也是我 创立天交榜的原因 至于那一线生机为何 我也不知 这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存在 天机阁主的话音落下 眼前静静听着的苏醒 心中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等待千万年的那个人 是我吗 苏醒心中毫无疑问地 就生起了这个念头 原因无他 千万年来 多少天交 大能修士诞生 仅仅天交榜榜首 诞生的太乙金仙 恐怕都不低于百位 大罗金仙 更恐怕有数位 可这些天交 强者 却都不是天机阁主 在等的那个人 而我 拥有模拟器 的确是不在命运因果之内 再加上恐怖的成长速度 或许 天机阁主 再等的就是我了 苏醒心中暗自想到 并非是苏醒自夸自卖 而是拥有模拟器的他 确实有这个底气三千世界 哪一位天交修士 不曾认为 自己是气韵之子 就是主般的存在 苏醒 也不例外 可是 苏醒有些疑惑 可千万年前的天机阁主 又是如何知晓的 那一场梦 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苏醒若有所思 他曾听闻 大能修士 可偶然间亏去一缕天机 所谓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仍然有一线生机 而天机阁主 更是深谙不算之道的绝世大能 能够偶然间亏到一缕天机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我就是天机阁主 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 两久之后 苏醒想通了这一点 微微摇头 无论等的人是不是我 似乎都没什么重要的了 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改变本该毁灭的未来 至于天机阁主 只是我的一场机遇罢了 苏醒心中想到 而眼前 天机阁主回答完苏醒的问题后 也终于到 孩子 我射天交绑三绑 人地天 登顶人绑 即可询问我 世间万里 但三绑权限不同 越是网上 便能询问越关键的问题 你所问之事 理应为天榜榜首后方能询问 但千万年来 你是第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 因此 我也便回答了 不过此事 你还是该保守此秘密 说着 天机阁主又道 我期待你成为天榜榜首的那天 而现在 此次见面 是该结束了 说着 天机阁主的神识虚影逐渐消失 此刻 虽然苏醒心中有太多问题想要询问 但也知晓 只能询问这一次 看来 剩下的问题 只能等之后模拟再问了 苏醒心中想到 现实世界 当此次沉浸式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意识回归 回忆起脑海中和天机阁主的对话 苏醒喃喃道 天机阁主 等待的那个人是否是我 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接下来 我要真正用上天机阁主这个机遇 世间至强之先 号称无所不知者 定能 为我解答诸多疑惑 苏醒如此想到 心中快速罗列了几点 自己想知晓的问题答案 首当其冲的 便是如何解救入魔的青云子 阻止青云子坠入魔道 对苏醒意义重大 甚至半圣境界的靠山 还能让苏醒免于青云子的追杀 甚至青云狱有了这位定海神针后 恐怕也会安定许多 还有罗天宗的秘密 数万年前那一战的结果 等等 只要每一次模拟 我都向天机阁主询问答案 心中疑惑自然能一一解开 苏醒如此想到 不过接下来 苏醒还是该一如既往的提升修为便是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离开太虚界后 你出发前往了九重天狱 接下来数百年 你努力修行 提升修为 时间很快来到模拟第一千三百年 此时 你体内原力之数以三丈九尺 修为来到惊仙六重中期 灵界范围成长到三万五千里 你尝试在第七重天中 配合唐一一的人族 天骄伏击一族 但第八重天下来的一族大军 终究是太强大 远不是你们能够抗衡的 你变化为了裂魔神奇的模样 接下来数百年 你召集信徒 吸收信仰之力 直到第两千八百年 这一年 你将积攒的所有信仰之力 全部耗尽 最终 你的神力迅速攀升 仅差一步 就能达到一级神奇层次 数个月后 你死于青云子手中 叮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微微点头道 不错 本尊实力稳步提升 裂魔马甲的实力 距离达到一级神奇也不远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 一族境界的提升 虽然和修士体系不同 但也多有相似之处 从二级神奇到一级神奇 需要经过三层关爱 神力 神性 以及神格 对于裂魔神奇而言 这三者都能通过信仰之力提升 能省下苏醒许多功夫 只不过 晋升一级神奇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 所需要的信仰之力 肯定比之前要多出太多 只是不知道 需要几次模拟 苏醒想了想 反正在提升本尊修为的同时 裂魔马甲修为顺路提升 也不麻烦 那么 便看看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阴阳二分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三万五千里 灵域蜕变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精先六重中期修为 售价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大成 原力之数三丈九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没有犹豫 将此次奖励全部带出 无论是修为 神通还是新的天赋 对苏醒都有用处 恭喜您带出金色天赋 阴阳二分体 圣余能量本源 两千二百九十六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点 丁 恭喜您带出灵界三万五千里 圣余能量本源 两千二百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点 恭喜您带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圣余能量本源 一千九百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点 恭喜您带出精先六重修为 圣余能量本源 九百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点 接连数到提示音落下 苏醒的能量本源开始暴减 转眼间 剩下的能量本源 已经不足千万点 可随之 苏醒浑身的气息开始暴涨 练气修为 突破 顺利晋升金仙六重中期 让苏醒的法力浑厚大约两成 练体修为 突破 体内原力之数达到三丈九尺 也让苏醒的肉身和原力小幅度增长 灵界范围增长 新的天赋加持 一次模拟之后 苏醒的实力再次迎来飞跃 然而 喜悦的同时 苏醒眼中也有些愁容 苏醒看着眼前不到千万点的能量本源 叹息道 哎 这能量本源 虽然好用 但花费的还是太快了些 苏醒密谋许久 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从红月手中虎口拔牙 才勉强赚了几千万能量本源 这才不久 就用完了呀 哎 接下来的能量本源 甚至不够一次的模拟 看来 得先去再找几处罗天传承了 苏醒如此想到 他手中还剩下两次机会 苏醒准备积攒足够的能量本源后 一口气突破至金仙后期 只要突破金仙后期 苏醒法力更加浑厚 想必能够更轻松地使用罗天镜 从我所在的如意界 前往星辰界 还能经过四处罗天传承 顺利的话 按照平均一处传承 提供五百万能量本源来算 又是两千万以上的收益 若是运气好些 找到一两种适合交易的资源 又能带来不俗的能量本源 想到这 苏醒没有犹豫 顺着提前规划好的路线 朝着天机域方向驶去 转眼间 又是三周多的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新纪元 2027年2月1日 这一天 苏醒抵达了星辰界 没有任何声张 苏醒屏蔽自身气息 在星辰界中搜寻了一圈 随后回到了紫薇部落 并没有惊动新奴 和其他星辰界本土修士 苏醒只是在紫薇部落中 随便找了一个住处 静静看着星辰大会顺利举行 果然 降灵教和一族 已经盯上了星辰界 只要我一现身 很快就会被降灵教发现了 苏醒撕锁了一番刚刚 苏醒感应到了星辰界上 降灵教几位干部 还有几头暗影一族的气息 显然 这些人和一族 是在寻找苏醒猎魔马甲的消息 先把他们晾在那吧 暂且不急着对他们动手 苏醒看了一眼自己的模拟面板 他已经积攒了五次模拟机会 而近一个月来 苏醒寻到四处罗天遗迹 再加上发现了一种 名为受果的绝佳能量资源 赚取了几百万能量本源 如今 苏醒的能量本源总数 再次达到35267998点 三千多万能量本源 足够我接下来的两次模拟了 当务之急 还是先突破至惊鲜后期 到时候 无论是击杀这些降灵教干部 还是暂且狗住 都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迫不及待地看向模拟面板 开始模拟 第162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35267998点 剩余模拟次数四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红色天赋单胜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单胜 红色天赋 你在炼丹一道上的天赋 远超常人 拥有走到此道尽头的天赋 卧槽 有一个红色天赋 苏醒脱口而出 但看到新天赋的效果后 苏醒又有些失望 可惜了 是修仙百一类的红色天赋 并非是增加战力的 苏醒微微摇头 不过 作为修仙百一之手 单到之后 对我定大有用处 能够获得单胜天赋 自然也是不俗 苏醒如此想到 自从苏醒修为愈发高深 再加上天生绝脉 让苏醒无法通过 直接吞服丹药增长修为 苏醒已经许久 未曾学习新的丹药了 可得到这天赋后 苏醒就有些兴趣 学习新的丹药炼制 话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有一种丹药名为生仙丹 可直接让修仕原地成仙 虽然只是最弱的人仙 且有损潜力 但也绝对是无价之宝了 更有听闻 那传闻中的九转金丹 可直接让修仕飞升惊险 只是不知 之后是否有机会炼制出来 苏醒难难道 他现在也该为自己的亲人 朋友多考虑一番了 若是能学会九转金丹的炼制方法 能够帮助父母亲人 甚至朋友摆脱生老病死 那自然是最好的 亦或者是用这金丹收买人心 亦是可以 不过眼下 还是先进生金鲜后七尾上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 我选择大气晚成天赋 临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从星辰界中 收取了足够的星辰时 并离开了此界 你前往了一座名为 千岛界的中千事件 按照情报 血四此刻就在此界中执行任务 凭借着补算之道 和超强的神识 很快 你找到了血四 大战 一触即发 比起之前一次模拟 你的实力又有所进步 但依旧不足以击杀太乙金仙 面对血四这等太乙金仙初期的修饰 你也只能勉强保持不败 这一战 持续了整整三年时间 在付出一次再来一发的代价后 你三年内 共斩断血四近十万载寿元 这使得血四不想与你交战 此战之后 你的名声开始在三千世界流传 你成为了紫灵仙子之下 名副其实的地榜第二 你按照计划 前往小青云界 之后前往青云界交易 并交好紫灵仙子 模拟第三十年 你带着搜寻好的罗天传承 离开了青云狱 抵达天机狱白云界后 接下来二百年多年 你安稳修行 第三百年 天机界仙洲抵达 仙洲保卫战中 在你有意的暴露下 你的身份被一众修士发现 你成为了天机阁天阶长老 之后二百余年 你留在天机界中修行 第五百年 你的练习修为终于更进一步 达到金仙六重后期 同年 紫灵仙子得正太乙道果 你顺位晋升地榜第一 第五百五十年 你体内的元力之数达到四丈一尺 随着大乌断体绝不断精进 你感觉到 提升变得愈发困难 天元神果的效果逐渐减弱 你距离大乌断体 绝第六层圆满遥遥无期 第六百年 灵界范围达到三万七千里 如此 又是二百余年过去 第八百年 波及一域的大战爆发了 第八百一十年 持续十年的大战结束 你在这一战后表现出色 并回到了天机域 跟随白帝学习剑道 苏醒看到这 深吸了一口气 很好 接下来 就该尝试破入剑道第六境了 一旦迈入第六境 我的实力将进一步暴增 甚至 到时候能够真正拥有 击败谢四的实力 顿了顿 苏醒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 盯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五百十三万 一千四百九十八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转眼间 沉浸式模拟九十载过去 接受了白帝近百年指点的苏醒 这天告别了白帝 独自前往天机阁总部 可惜 见到距离第六境 还有一步之遥 不过好在 借助虚无之境的力量 应该能够顺利突破吧 苏醒一想到 能够破入剑道第六境 心中难免激动 况且 想见到天机阁主 也需要去一趟那虚无之境了 片刻之后 苏醒进入了虚无之境 依旧是熟悉的流程 当苏醒再次回过神来 感受到了自己剑道的变化 从第五境巅峰 顺利迈入了第六境 迈入第六境之后 苏醒感觉自己的剑 似乎变得普通了起来 仿佛 原本波涛般的剑气 逐渐变得如同威风一般平凡 剑道 反扑归真了吗 苏醒难难道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剑道 有了惊人的突破 无论是对于剑的理解 亦或者是神通威力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于 具体有多大的变化 此刻苏醒还无法试验 就在这时 苏醒耳边传来天机阁主虚影的声音 小友 苏醒按照之前模拟中的程序 离开了天机阁 随后神石进入了太虚界 进入太虚界没多久后 苏醒感觉到了一道神石的连接 之后 苏醒跟随着那道神石 来到了太虚界的更深区域 也再次 见到了天机阁主 小友 你可以向我询问任何一个问题 只要是我知晓的 天机阁主虚影缓缓到 声音沉入苏醒耳中 苏醒听后深吸一口气 终究是问出了心中的那个疑惑 前辈 我想知晓 是否有办法 阻止青云子入魔 苏醒问完困惑自身许久的问题 静静在原地等着天机阁主告知答案 可 在苏醒满心的期待之下 天机阁主虚影却摇了摇头 说道 抱歉 我给不了你这个答案 青云子曾经也是巅峰大罗 只是妄图斩三师成圣 殊不知圣徒已决 再加上青云子自身道心出了问题 即便是 我也无法帮助他恢复 毕竟 如今的他 境界也处在半圣了 因此 你还是换个问题吧 苏醒听到天机阁主的话后 脸色微变 怎么会 居然连天机阁主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难道 青云子那真的没救了 苏醒脸色有些灰白 青云子虽在模拟中杀了他许多次 但那是在入魔之后 严格意义上来说 青云子算得上是正道修士 若是有青云子助力 苏醒绝对能模拟得更久一些 居然没办法吗 不对 苏醒忽然反应了过来 现在的时间点 是模拟第九百年 也就是九百年后 此时青云子的确是已经斩三师失败 被恶师吞噬 彻底入魔了 但 九百年前呢 苏醒可是记得 青云子大约是在模拟第五百年 才被恶师彻底吞噬的 而之后的模拟 苏醒完全能够在青云子被彻底吞噬前 想到办法帮其解决 想到这 苏醒看着眼前的天机阁主 问道 前辈 若是青云子彻底入魔之前 是否有办法 能够阻止他入魔呢 听到苏醒的问题后 天机阁主想了想 问道 你确定 这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吗 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即便知道了 你也无法改变什么的 苏醒听后 肯定地说道 我确定想知道 天机阁主见状也不再询问 沉默许久 似乎是在思考什么 片刻之后 天机阁主回答道 青云子所走的成圣之路 乃斩三师成圣 这是在远古时期 世间最常见的成圣之法 好处是 成圣比较平稳 哪怕最终未能成圣 也能成就半圣之境 远超大罗惊仙 但缺点却是 需要的时间 太漫长了 斩三师成圣 动辄数百万年斩去一失 若是陷入瓶颈 数百元会不得寸进 也说不定 顿了顿 天机阁主接着道 因此 青云子选择 逆转三师 虽风险更大 但只要道心坚定 能省去无数时间 仅仅数百万年 青云子就斩下两师 但 青云子所修神通 一气化三清 有所必缺 在昔日就埋下伏笔 直到斩三师之时 方才暴露出来 但青云子发现之后 为时已晚 最终只能为心魔所困 迷失自我 苏醒听着天机阁主的话 微微点头天机阁主所言 与他之前知晓得差不多 只是更加详细 苏醒也知晓了前因后果 可问题是 青云子在彻底入魔之前 该怎么拯救呢 天机阁主很快便回答道 若是在青云子彻底入魔之前 想要帮助其 摆脱心魔所困 方法有三 其一 散弓重修 只需散去一气化三清功法 便能让恶师自散 只是一气化三清功法 被青云子所学甚久 相伴千万载 早已难以分开 若是强行散去 青云子一身修为恐怕不保 最终可能需要从炼起之事重修 哪怕青云子为大罗 散弓重修至大罗巅峰 恐怕也需要数百万载 苏醒听到天机阁主的 第一个回答后 微微点头 散弓重修 的确有些不符合实际了 且不认青云子 肯定不愿意一身道法流散 哪怕愿意重新 数百万年 一族恐怕早就毁灭世界了 因此 这办法不行 那前辈所言的其他两个办法是 苏醒接着问道 天机阁主回答道 这两门功法同修 便能壮之神魂 防止斩三师出现意外 虽然青云子现在一气化三清 已经修到尽头 但若是寻到如意观想图修行 也能延缓心魔的爆发 苏醒听到这微微点头 此法正是苏醒在之前 帮助青云子延缓心魔爆发之法 但 这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 苏醒问道 那前辈所言的 第三个办法是 天机阁主说道 至于第三个办法 则是上古时期记载的一种丹药 名曰天阳断魂丹 此丹 可让修士重新经历心魔节 在心魔之中堪破自我 最终战胜心魔 若是能够找到此丹 给数百年前的青云子服下 或可帮助青云子 重灵心魔节 彻底斩断恶施 从而寻到一线生机 苏醒听到第三个办法后 眼前一亮 若是能够重灵心魔节 彻底斩断心魔 那可就好办了呀 于是 苏醒说道 前辈 若是经历心魔节 即可斩断恶施 那办法许多 为何一定要这天阳断魂丹 在苏醒看来 心魔无非是一种幻境 其他类似的丹药 或许也能帮助青云子 度过此节 但天机阁主听后 却摇了摇头道 非也 唯有天阳断魂丹才可 青云子乃大罗金仙 寻常心魔劫难 幻境其一眼便可堪破 世间万千办法 唯有这天阳断魂丹 能够主动让青云子重灵心节 并保留一定清醒 也是成功率最大的 苏醒听后微微点头 又补算了一番道 这天阳断魂丹 早已失传 丹方除了我 恐怕世间其他人都找寻不到 现在 我便将丹方告知你 说着 天机阁主伸手一指苏醒眉心 苏醒脑海中 闪过一段记忆 耳边传来天机阁主的声音 天阳断魂丹 其主要有三 一曰天阳草 乃世间治阳之物 却生长在世间最阴寒魔气之地 已经数百万年未曾现世 唯有天魔狱中 会有找到此药之地 其二 断魂草 乃截断阴阳魂魄迫之灵药 纵使大罗金仙服下 也可能会魂断难收 此草药 在九重 天域第八重天中 曾经现身过 其三 约迷圣枝 乃是迷圣树的树枝 相传此树散发的香味 就连圣人闻到后 都会短暂迷失心智 不过 此树早在数百万年前 就已经灭绝 是否还有灵散的树枝流传下来 我也不知 苏醒将天机阁主所言 一一记下 当沉浸式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一时回归 揉了揉眉心 苏醒想着脑海中的三样炼丹材料 一时有些头痛 这天阳断魂丹 品质极高 炼制难度不在九转金丹之下 即便是炼丹大宗师 也未必能够保证炼制 且不论药材难秘 便是尝试炼制 我目前也做不到 苏醒微微摇头 他还需要继续提升自己的炼丹记忆 则则 这丹圣天赋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 苏醒难难道 炼丹记忆 对于苏醒来说不难提升 红色天赋 配合每一次模拟的罗天镜 至多两三次模拟 苏醒便能达到炼丹大宗师之境 难得 是炼丹药材的寻找 苏醒心中细细思索 寻找三种药材的办法 断魂草 在第八重天 是已经确定的 想要取得此草 要么本身实力更进一步 进入第八重天中寻找 要么就以猎魔神奇的身份 想办法搞到手 因此算是有头绪 至于 的确有办法能够搞到手 那便是 模拟器的功能 时间回溯 曾经 苏醒凭借这一功能 找到了天元神术 若是再使用一番 找到迷胜之 也不是难事 应该置于最后一的药材 天阳草 苏醒眯了眯眼睛 天魔狱 看来 是时候去一趟天魔狱了 苏醒如今 实力已然足够 有一定把握 能够穿过大狱间的结界 前往遥远的天魔狱 而且去那里 也不仅是为了天阳草 无论是 罗天祖师留下的物品 天魔狱的立场 亦或者是这天阳草 最终都指向了天魔狱啊 苏醒深吸一口气 这天魔狱 必须得去一趟了 苏醒微微闭眼 心中已经理清思绪 见到 也顺利迈入了第六境 如今 我的实力 算是彻底迈入太乙金仙层测了 彼之成为太乙前的子灵仙子 也不遑多让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此次模拟最大的困惑已经解决 接下来 就继续提升一番修为吧 也不知 此次模拟 能否破入金仙后期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九百一十年 你从天际阁主那里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如今剩下的时间 显然已不足以去天魔狱 于是 你决定前往九重天狱 继续提升修为 第一千年 你的炼气修为 终于提升至金仙六重巅峰 距离达到金仙后期 只有一步之遥 于是 你将更多的心思 放在炼气修为的提升之上 如此 二百多年过去 第一千二百六十年 经过二百多年的苦修 你无论是法利益 或者是突破时机 皆已成熟 于是 你毫不犹豫 朝着金仙七重 发起最后的冲击 积攒下来的数十万滴仙液 疯狂涌入你的体内 滋润着你的灵根 顶上三花 不知不觉间 已然重新现身个 在突破的最后关头 依旧是灵脉龙 助了你一臂之力 经过仙液的滋养 灵脉龙有了更大程度的进化 其口中喷出的金唇仙力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心中一喜 终于 迈入金仙七重了呀 迈入金仙后期后 我的法力 定将会浑厚太多 起码增长五成以上 苏醒心中难免欣喜 修为境界的提升 不但意味着 苏醒实力增长 更关键的是 苏醒还能凭借着 更高深的境界 尝试修复罗天境 亦或者开启 更高倍数的时间差到时候 苏醒的修行速度 将会更加恐怖 与此同时 苏醒也注意到了 灵脉龙的变化 则则 不愧是天地郁郁的 后天至宝榜首 居然连金仙的突破 都能帮助吗 随着灵脉龙 不断吸纳仙叶成长 恐怕未来 还能继续成为 我的一大助理 苏醒难难道 自从诞生仙叶之后 灵脉龙的成长速度 比之以往 不知道快了多少 想到这 苏醒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在灵夜小戏中 游泳的灵脉龙 早在数个月前 灵脉龙的那一身 黑煞之气 就已经被苏醒驱除 如今灵脉龙的成长速度 可以说是飞快 已经快要迈入青年期了 呼 那么接下来 就是最后提升一番 裂魔神奇的力量 这一次 要一鼓作气 将神力晋升 一级神奇层次 苏醒暗自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300年 第八重天的 异族神奇降临 你启动异形天赋 变化为裂魔神奇的模样 之后 你重新回到天机狱 开始培养信徒 继续信仰 第1800年 你前往了清原遇避难 接下来千年时间 你一直进行着 信仰之力的积攒 如此 时间很快来到 第2780年 近千年的信仰之力积攒 让你有充足的信心 朝着一级神奇发起冲刺 随着那信仰之力 如流水般不断使用 你一身神力 也在迅速增长 终于 某一刻 你感觉自己的神力 突破了智谷 恭喜你 神力达到一级神奇层次 果然 昨晚的稿子全都没了 今天又重新理顺 思路重写了 希望大家满意吧 今晚更新会恢复的 神力的巨大提升 让你实力产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 你依旧没突破 这一级神奇级别 因为除了神力达标之外 你的神性和神格 都相差甚远 而眼下的时间 已经不足以 你继续积累信仰之力 没过多久 你倒霉的 被入魔的青云子盯上了 你死了 盯 本次模拟结束 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 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 猎魔神奇的神力 也达到一级神奇标准了 距离彻底成为一级神奇 想来已经不远了呀 苏醒对此 还是比较满意的猎魔马甲 只要迈入一级神奇境界 苏醒在现实中 接下来的计划 也能顺利展开了 苏醒已经迫不及待 想凭借猎魔马甲 从一组手中 骗取大量的血肉精华了 呼 不过眼下 还是先带出 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苏醒看向奖励列表 单胜 红色天赋 售价100点能量本源 灵界39000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 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 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40万能量本源 金仙七重初期修为 售价1000万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大成 原力之数四丈五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300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奖励 心中有些激动 红色天赋单胜 修为也终于破入了金仙后期 那么接下来 是该尝试修复一份罗天静吗 苏醒默念道 我选择代出 恭喜您代出红色天赋单胜 圣余能量本源 3523万1388点 丁 恭喜您代出灵界39000里 圣余能量本源 3479万1388点 恭喜您代出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圣余能量本源 3179万1388点 恭喜您代出金仙七重修为 圣余能量本源 2179万1388点 随着模拟契提示音落下 苏醒身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单胜天赋 替代了原本的金色炼丹天赋 让苏醒在炼丹一道上的天赋 数倍提升 往日一些炼丹上不懂之处 都迎刃而解 灵界范围 也稳步增长到39000里 这已经达到寻常太乙金仙的灵界程度了 大巫断体绝也愈发精进 让苏醒体内的原力提升了大约一成 最后 变化最大的 自然是苏醒突破至金仙后期 体内的法力 浑厚了接近五成 让苏醒能够更加随心所欲地释放术法神通 苏醒微微闭眼 适应着体内的暴增的修为 片刻之后 苏醒缓缓起身 感觉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见到迈入第六境 修为也迈入金丹后期 我的整体实力 恐怕再次提升了三成 此次模拟之后 我真正拥有了不惧怕太乙金仙的实力了 苏醒嘴角上扬 心情大好 心中一动 苏醒又想到了谢四 以我现在的实力 即便杀不掉他 但再过上几次模拟 可就说不定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 他现在已经知晓了血四的位置 就在千岛剑 只要苏醒愿意 甚至能够亲自去千岛剑击杀谢四 所以 要不要去呢 苏醒有些犹豫 击杀谢四 自是有好处的 一尊太乙金仙留下的财富 恐怕足够苏醒用上许久了 但问题是 血四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虽然苏醒的墨兵剑克制谢四 再加上实力有所提升 但一旦打起来 数年内恐怕分不出胜负 也罢 突破太乙金仙之前 还没到出手的时候 太浪费时间了 苏醒微微摇头 太乙金仙级别的对手 动辄一战数年数十年 还未必能击杀对方 引起的动静太大 变数太多 对苏醒没多少好处 相比起来 稳定获取能量本源 安稳发育 才是最优解 眼下 我还有两千多万能量本源 四次模拟机会 此次修为晋升金仙后期 是该尝试修复一番罗天静了 苏醒想了想 很快定下了计划 第一 尝试修复罗天静 罗天静内外 时间差更大 法力浑厚 能让苏醒拥有 更高的修炼效率和资源 其次 想办法寻求解决 青云子入魔的办法 田羊草 断魂草 和弥圣枝 都得想办法拿到手 以及炼丹技艺 也需要继续提升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计划 苏醒深吸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 开启了新一轮模拟 开始模拟 第163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1791388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 金色天赋九幽冥王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九幽冥王体 白大神体之一 金色天赋 拥有沟通九幽 修魂驱鬼之能 在鬼秀一道上的天赋极强 但拥有此天赋后 在白天战力会削减一半 苏醒看到新抽出的天赋 忍不住眼前一黑 压得 白天战力减半 这体质 苏醒有些无语 这金色体质 的确是鬼秀的 梦寐以求天赋 但对于体质 堪称变态的苏醒来说 反倒是削弱了 唉 这天赋看来没用了 苏醒摇了摇头 又重新打起精神 眼下 更重要的是 罗天静尝试修复 还有解决青云子的问题 苏醒默念一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洗家衣 我选择加成大器 晚成天赋 临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日光照射之下 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一阵虚弱 你将九幽冥王体 随机赠送给了路人 你在星辰界 收取了足够多的星辰时 很快 你引起了前来调查的 降临教干部 你撕开空间 直接顿走 这些降临教干部 压根追不上 之后 你抵达了千岛剑 你和解四大战一场 这一战持续了三年之久 最终 血四战败逃走 并被你斩去了 数十万年寿源 第四年 你回到了小青云界 前往了天魔城 你暴露出了自己的身份 道号玲珑真人 同时 你表示 自己隐瞒了修为 其实是天魔城的客卿 你承诺 自己会帮天魔城击杀一族 接下来数年 你留在天魔城中杀敌 凭借着你接近 太乙惊仙的实力 死在你手中的一族神奇 不计其数 但很快 你便遇到了一些麻烦 战场上 红眼一族逐渐出现了 此时 你已经得到消息 蓝星早已被彻底毁灭 而红月和一族 也加紧了入侵清元玉的速度 与此同时 在战场上 你偶尔会有一种 被盯上的预感 虚极避凶天赋 也偶尔传来预警 你心中顿感不妙 得知恐怕是 血三和红月盯上了自己 也就在这时 天魔将终于找到了你 他询问你 为何会来此地 显然 一尊接近太乙惊仙级别的战力 不会无缘由地 来守护天魔城 你没有隐瞒 表示了自己是 罗天传人的身份 并言自己听说 天魔将和罗天祖师 曾有一段渊源 特来询问 听到你的话后 天魔将沉没了片刻 最终告知你 要去天魔狱中 找他本尊方可 你听后微微点头 并未多言 一年后 你离开了小青云界 临走之前 你斩杀一族神明数千 一族数百万 起码为小青云界 延长百年弃运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叹息一声 果然 从天魔将分身这里 还是得不到答案 哪怕展现出了更强的实力 依旧是要去天魔狱啊 苏醒对此 也没多少失望 毕竟他只是一世 若能直接得到 罗天祖师遗留之物 自然是最后 不行也就罢了 不过接下来 倒是能够 去找青云子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 他想试试 告知青云子办法后 他能否自己去寻找 天阳断魂丹的炼制材料 若是可以 当省去苏醒太多时间 还有和子灵仙子的切磋 帮助其晋升太义 也是必须的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离开小青云界后 你前往了青云宗 你很顺利地见到了青云子 并告知了自己 所想的解决办法 青云子对此有些吃惊 重度心魔节 以斩去恶尸 看似惊现 实则真有一线生机 对于天阳断魂丹 他也只是略有耳闻 却不知如何炼制 你告知了他 天阳断魂丹的丹方 青云子听后沉默许久 他告诉你 如今的他 一身实力爆发 不出百分之一 必须全力镇压心魔 一旦有所松懈 恐怕就会被心魔所吞噬 因此 搜集丹方之势 青云子希望能交给你来办 他会为此付出足够的报酬 青云子承诺 若是你顺利帮助其斩去恶尸 恢复本心 他愿意为你护到十万载 直到你晋升太义 你听后颇有些心动 若是真能救下青云子 青云宗的财富 恐怕尽可取之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琢磨了一番 青云子如今自身难保 是在难去寻找单方了 至于青云宗二代弟子 甚至未必由我亲自出马好 况且那天魔狱 我本身也要去一趟 弥圣之旁人也无法取得 苏醒叹息一声 此事果然还是要他亲自出马的好 心中已有决断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你答应了青云子的请求 临走之前 留下了如意观想图 确保青云子能坚持更久一些 同时 你告知青云子 寻找弥圣之和断魂草的踪迹 青云子将他手中的十二片悟道茶 净数给你 同时 还给了你记载许久的效果 耗尽的悟道茶叶 共计四十九片 你如获之宝 接受了笔定金 之后十年 你留在了青云子 时尔和子灵仙子切磋 临走之前 你留下了一本苦心制作的御灵心得 接下来二十年 你搜寻罗天传承 并前往了天机域 第四十年 你顺利抵达了天机域 并准备开始研究 罗天镜能否进一步修复 你进入罗天镜 一连数十日 不断向罗天镜注入法力 但可惜的是 以你如今的法力 依旧差了一些 恐怕需要达到精先巅峰后 才能进行下一次修复 虽然无法修复 你也发现了先例增长之后 罗天镜的其他变化 维持内外的时间差并未改变 最高依旧是三十倍 但你维持运转 所需消耗的法力 从一大半 跌到仅仅三分之一 每日仅需服用数百滴仙液 便能尽数恢复法力 虽然这依旧不足以让你修行练气 但却让你修行大物断体绝的速度 有了不少的提升 练体修行速度 比之前起码快了五成以上 你对此颇为满意 除此之外 你又尝试了罗天镜复制的功能 取出一片悟道茶 需要足足百年时间方 能复制出一片 但如今的你 只要日夜不停地注入法力 只需要五十年时间 便能得到一片完整的悟道茶叶 效率提升一倍 你只是稍作尝试 并未花费巨大的精力 复制悟道茶叶 接下来 你一如既往 培育天元神术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动 罗天镜果然随着我境界的提升 发挥出来的效果更大了 不过可惜 距离下一次修复 依旧有些差距 惊仙巅峰 也不远了 苏醒心中 暗自将修为境界的重要性 提升一个档次 除此之外 则是青云子那里的变化了 足足十二片悟道茶叶 再加上我手上的三片 足以浸泡五杯悟道茶了 还有四十九片 使用过的悟道茶叶 可以炼制闻道丹 总技能炼制的闻道丹 接近七十枚 想到这 苏醒眼中闪过一缕金光 苏醒在心中 暗自算了一笔账 每次模拟的十五片悟道茶 配合大气晚成等天赋加持 带来的提升将会是恐怖的 虽然随着苏醒境界不断提升 天赋的加持 没有最初那么恐怖了 毕竟修为越高 同境界的修饰天赋 也就越恐怖 举个例子 相比于真仙 天仙 金仙和太乙金仙 无论是资质还是悟性 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苏醒本身的基础悟性 只能说是中人之资 莫说是比较那些真仙 天仙 即便是比较能成仙的修饰 恐怕都有所不如 但好在 在种种天赋的加持下 苏醒的基础悟性 经过了数十甚至数百倍的放大 可这 随着苏醒境界提升 同境界修饰悟性内卷严重 优势也逐渐减少 想要抹平这一差距 苏醒需要更高级的天赋支撑 比如红色级别的悟性天赋等等 但这 毕竟需要一定运气 苏醒自己是 无法选择的 虽然基础悟性资质 只能说是中人之资 但架不住天赋多 资源多呀 苏醒嘴角上扬 他稍微算一算 在精仙境 凭借着各种天赋加持 他每一次参悟效率 基本都能十倍于同境修饰 若是算上大器晚成 和悟道茶的加持 一杯悟道茶 参悟十八载 大约也相当于 精仙修饰万年苦修了 五杯悟道茶 持续九十载 大约相当于五万年参悟 若是加持大致弱于天赋 则是相当于十万载苦修 还有七十枚文道单 以及一次必然性顿悟的机会 苏醒算了算 若是选择大器晚成加持状态下 他沉浸式模拟百年 将这些悟性资源全部耗尽 大约相当于十万载苦修 而若是提升大致弱于加持 不考虑修为的提升 大约相当于 精仙修饰二十万年的参悟 而我 真正的优势 是一次次的模拟机会 可以说 每一次模拟 都白嫖十万年参悟 若是给我百次模拟机会 那就是相当于千万年模拟了 哪怕是第七境 我也能试一试 想到这 苏醒心情有些激动 修为迈入精仙巅峰后 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突破太矮 不是其他原因 而是没有足够的能量本源 到时候 实力想要进一步提升 所依赖的 无非就是大道感悟了 只要数十次模拟 足以让我将所掌握的所有大道 都迈入第六境了 那时候 我的战力 绝对会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 目前 苏醒所涉猎的大道 分别有 见到 第六境 五行之道 第六境 空间大道 第六境 雷之大道 第五境 命运大道 第五境 因果大道 第五境 素之大道 第五境 荔枝大道 第四境 杀之大道 第四境 阴阳大道 第一境 总计 十条大道 而且超过一半的大道 都属于顶尖大道级别 提升至第六境 苏醒不知 但苏醒可以肯定的是 所有的金仙 包括绝大部分的太乙金仙 是不可能做到的 唯有那些活了数千万年的太乙 近身无望 或许将心思放在大道参悟之上 亦或者是 那些不知活了多久的大罗金仙 也会有时间同时参悟这么多的大道 而他们的战力 基本都属于同境无敌 若是我的修为提升至金仙巅峰 配合十条大道 迈入第六境 哪怕是太乙金仙中期的大能 我也未必不能碰一碰 若是破入太乙之后 恐怕战力更是会直逼太乙金仙后期 有朝一日 太乙之境 比肩大罗将不是奢望 想到这 苏醒心中生起一抹野望 在太乙之境 占大罗而胜之 古往今来 未曾有之 三千世界 或有绝世天骄 比如天榜前列的那几位 在金丹晋展大城修士 或许都曾经做到过 但是太乙斩大罗 却闻所未闻 通俗的来说 修行越往上 到太乙 大罗层次 大家哪个不是绝世天骄 当初越阶杀敌 如吃饭喝水般存在 都是绝世天骄 你越阶斩我 我不要面子的呀 因此 哪怕是天骄榜天榜第一 太乙巅峰 也至多只能占大罗而平之 而且只能占那种 刚成为大罗 不超过数百万年的 新晋大罗 比如血二 若是笔之白帝 青云子这等老牌大罗 压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若是我 保持如此恐怖的压制力 直至太乙巅峰 恐怕 将成为有史以来 第一个太乙斩大罗的修士 那有朝一日 我晋升大罗惊仙呢 想到这 苏醒心跳加速 如今修仙界 圣徒断绝 圣人不显 这强战力 也就是大罗惊仙和半圣 若是苏醒 一直能保证足够的压制力 晋升大罗之后 恐怕也能直接堪比老牌 大罗惊仙 再沉淀一些年 或许能站在这世间 战力的巅峰 呼 不过 这也只是最保险的策略罢了 若是能有机会一窥圣道 自然要全力以赴 苏醒知晓 他现在的一切沉淀 都是为了能在道途中走得更远 毕竟 模拟器最大的优势 就是让苏醒 有无数次试错 积累的机会 未来虽然可期 但还是要先提升修为境界才对 苏醒收回思绪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时间 很快来到第三百年的节点 这一年 天元神术成熟 而你也登上了前往天机界的先周 之后二百年间 你一如既往修行 在天机格内积累贡献 时间 很快来到第五百年 这一年 子灵仙子晋升太乙 你成为了地榜第一 惊仙七重中期 体内元力之数四丈八尺 灵界四万里 让你实力进一步提升 而在这两百年间 你也开始寻找 前往天魔域的方法 天机域 位于五大域中心 其西方 就是五大域中的天魔域 亦是天魔域总部所在之地 可想要从天机域前往天魔域 不但需要经过漫长的无尽海域 甚至比从清元域过来的 无尽海域还要难以穿过 最为凶险的是 从天机域前往天魔域之中 还有一处被称为 死亡绝地的区域 根据情报 死亡绝地并不是一片固定的区域 而是无数恐怖的异族 汇聚而成的浪潮 如风魔般游荡 若是不幸遇到这浪潮 哪怕是太乙惊仙 也九死一生 即便没有遇到死亡绝地 以太乙惊仙的顿速 恐怕也要花费千年时间方 能抵达天魔域 若想要在短时间内抵达 必须取得这一处 无尽海域的安全航行路线 并通过虚空节点 短时间内 跨越长距离的空间 但问题是 这一处无尽海域的航行路线 十分难以寻找 你调查了接近两百年 并借助天机阁的力量 所得到的信息和航线 也寥寥无几 不足以保证你安全穿过 在此情况下 你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天机阁主 此时 紫灵仙子已经晋升太义 你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地榜第一 而以你积累的贡献点 也足以进入虚无之境中 只是无法使用虚无之境 截断时间力量的手段罢了 思考了几天后 你决定前往虚无之境 前往虚无之境后 你很快听到了天机阁主的声音 并在气质时之下 进入了太虚界 进入太虚界后 你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从天机域前往天魔域的 最佳路线 天机阁主听后 沉默了片刻 似乎是在推演 片刻之后 一道最佳路线图 涌入了你的脑海 按照这条路线 原本千年的航行时间 将直接缩短至五十年 期间不但经过虚空节点 亦能够规避死亡绝地的出现 得到想要的情报后 你离开了太虚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只深吸了一口气 不愧是天机阁主 以后若是遇到不懂的难处 直接在模拟中询问他便可 毕竟每一次模拟 都有询问机会 可不能浪费了 既然已经知晓 前往天魔域的路线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动身了 不过 在动身之前 苏醒还是决定 先将沉浸式模拟使用完 毕竟前往天魔域 危机不知 若是中途出现意外 可就浪费了一次模拟机会了 目前我的剑道 空间之道 五行之道 皆迈入了第六境 接下来理应提升因果命运之道 但大周天观想法 我目前还未取得 只能等下次模拟时 再问天机阁主询问了 除此之外 接下来理应提升速度之道了 先将此道提升之第六境再说 如此想到 苏醒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您成功使用 剩余能量本源 2175万4887点 提示因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当沉浸式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重新回归现实 不错 仅仅一次模拟 就将速之道提升至了第五境小城 果然普通大道的修行难度 比之顶尖大道差了太多 苏醒之前所修的五行 见到 空间之道都是顶尖大道 即便有对应的天赋 如先天剑体等 恐怕也需十次模拟方 能彻底参悟 若不是有虚无之境的辅助提升 苏醒进步没那么快 而眼下 无需借助虚无之境 苏醒即便没有对应天赋 仅仅依靠自己 至多三四次模拟 就能晋升第六境 其难度差距太大 三四次模拟 也就意味着 寻常惊仙巅巅峰修士 闭关五十万年 差不多能将一条普通的大道 从第五境提升至第六境吧 苏醒微微点头 这和他之前预想的差不多 素之大道又有所提升 那接下来该前往天魔域了 希望 一切顺利吧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小青云界中 你开始为接下来的虚空航行 做最后的准备 星辰日月缩 虽是中品后天至宝 可远距离航行 但速度还不够快 在正式出发之前 你打算将星辰日月缩 重新淬炼一番 你采购了一大批材料 包括高品质的灵矿 提前准备好的阵道核心 防御阵法 并花费了一笔贡献点 在天机阁内 兑换了一些 后天至宝层次的矿石 之后 你进入了罗天境 开启了内外三十倍的时间差 对于已经成为 炼气大宗师的你而言 重铸星辰日月缩 并不困难 但毕竟是大型仙宝 这依旧花费了你足足十年时间 也就是罗天境内三百年 第五百二十年 星辰日月缩 顺利晋升后天至宝 你施展空间之力 朝着天魔域的方向赶去 平日你都是凭借肉身赶路 每一次动用空间之力 都能穿过数百里距离 而当法力和空间之道 降到一半一下后 你方激活星辰日月缩 一边驾驶 一边恢复法力 第五百三十年 你正式来到了 无尽海域和天机域的边界 并迈入了这一片 新的无尽海域 正如天机阁主所言 天魔域和天机域之间的 无尽海域 要比清源域和天机域之间的 辽阔许多 也危险数倍不止 但好在 你如今的实力 早已今飞昔比 第一次航行 速度并不快 大约花了十年时间 你抵达第一处虚空节点 穿过这一处虚空节点 能剩下 你百年航行时间 接下来五十年间 你接连穿过十余处虚空节点 距离天魔域 也越来越近 其间 你也遇到了数次虚空骑兽的袭击 其中不乏惊仙巅峰的虚空骑兽 但对你而言 只不过是多一份底蕴材料罢了 甚至于 你还见到了一头 太以惊仙级别的虚空骑兽 在无尽海域中游荡 那恐怖的实力 即便是你 也没办法正面对敌 你只是远远看了一眼 便匆匆退去 第五百九十年 你距离天魔域 已经越来越近 有着天机阁主提供的路线 一路上倒没有意外发生 你散发着神识 感应着方圆数百万里内的一举一动 然而 就在这时 你感觉到了神识范围边缘 传来一股强大的气息 那气息诡异 而充满杀戮 宛弱能够吞噬世间的一切 在神识感应之中 你看清了那一片区域内的存在 那是 无数只已经迷失了的异族 从弱小神力的异族神明 载到一级神奇 密密麻麻 如同蚂蚁堆积成山一般 仅一眼望去 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只 这 便是能够吞噬一切生灵的 死亡绝地 主体是一座小世界大小的世界碎片 其上无数只异族 瞪着星红的瞳孔 这些 全都是红眼异族 密密麻麻 如同能够吞噬一切的黑一般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看到这一幕后 你愣了一瞬 如此数量的异族大军 恐怕足以覆灭整个清元域了 若是异族能够将这一部分 红眼异族收复 恐怕入侵人族将势如破竹 然而 这亿万红眼异族 似乎完全迷失了自我 更被困在了那世界碎片之上 只能无止境地游荡于 这片无尽海域 你仅仅泄露出了一丝气息 便感觉到 那恐怖的死亡 绝地盯上了你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穿过空间 朝你袭来 宛若 下一瞬就要追上你 你见状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即便是你 若是被这死亡绝地盯上 恐怕也如同巨石投入海中 只能掀起片颗浪花靶了 最终的结果 只能是被彻底吞噬 因此 没有丝毫犹豫 你立刻动用空间之力 辗转腾挪数千万里 然而身后的死亡绝地 还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追击你 这速度 哪怕是太乙金仙都难以逃脱 所幸 你对空间之道的感悟 迈入了第六境 更幸运的是 你距离下一处虚空节点并不远了 如此逃亡数日之后 你穿过了一处虚空节点 摆脱了危机 那由无数红眼一族构成的死亡绝地 终究是无法穿过虚空节点 如此 你暂时逃得一劫 可经此之后 你心中再也不敢放松 三千世界之大 危险太多 哪怕是太乙金仙 横穿这等绝地之时 也不敢保证能够安全度过 最后一段航行 你显得谨慎了很多 收敛神识 按照天机阁主提供的航线 安稳前行 终于 时间来到了第六百三十年 经过长达百年的虚空航行后 你终于达到了一片新的大域 你抵达了 天魔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松了口气 无论如何 总算是抵达天魔域了 哪怕比预想的花费时间多了一倍 那也是因为第一次航行 有些不熟悉 等之后会越来越快的 真正让苏醒有些心惊的 是无尽海域中 那所谓的死亡绝地 完全由无数红眼异族构成 在一座如同半位面的世界碎片中 永远迷失在了无尽海域中 四处游荡 疯狂吞噬一切生灵 也成为了无尽海域中 最危险的存在 哪怕是太乙惊仙 面对这死亡绝地 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所以 为什么这一片死亡绝地 会存在呢 那些红眼异族 明明都是红月的手下才对 若是被收回异族中 绝对实力会暴涨 可是 却无只能迷失在 荒芜的无尽海域中 苏醒心中生起疑惑 这死亡绝地的存在 似乎又是一个不小的秘密爱 看来只能之后有机会 问问天机阁主了 苏醒暗自记下 不过眼下 最关键的 还是抵达天魔狱后 接下来该去寻找天魔将了 身为天魔狱的统帅 天魔将应该在此界中才对 总不会像天机阁主那般 神龙剑手不见尾巴 苏醒希望能够找到天魔将 问清楚当年之事 也希望知道 罗天祖师 抵达天魔狱后 你第一眼就有些愣住了 整个天魔狱 给你的感觉 都是肃杀和嗜血 这种感觉 并不是来源于肉眼所看 事实上 天魔狱中绝大多数的世界 如同清源狱和天机狱一般 天是蓝的 水是清澈的 但不同的是 天地之间的那种感觉 就仿佛 天道在哭泣 似乎无数生灵 都死在这片区域之中 又仿佛 天道无时无刻地不在哀鸣 心中带着一抹疑惑 你很快找到了一座小千世界 你也用脸吸 抹去自身痕迹 很快游历在这一处 名曰十界的小千世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想了想 此次前往新的大狱 倒还算是顺利 最起码没遇到那种 出灵天机狱时遇到的情况 以我堪比太乙出境的实力 在天魔狱中 应该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可这模拟文字所说的 天道的哭泣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苏醒对此有些好奇 五大狱 如今的情况皆不相同 其中中狱 天机狱因为有白地镇守 再加上强者最多 因此还算安定 而北狱清元狱 在模拟五六百年后 恐怕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 都被一族占领吞噬了 而东狱 苏醒没去过 不过据说是散修聚集之地 群龙无首 混乱得很 恐怕比之清元狱都有所不如 至于南蛮狱 恐怕是五大狱中最惨的了 模拟第一千五百年 整个大狱都被灭掉了 虚知一个大狱之辽阔 哪怕是一族入侵 肯定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这说明 哪怕在苏醒现实时间线中 南蛮狱都被入侵大半了吧 至于西域天魔狱 苏醒微微摇头 他对天魔狱的了解 其实并不多 大致知道的是 天魔将是一尊老牌大罗精仙 实力比之白地 恐怕都丝毫不差 而且 这位是如同铁血军人一般的鹰派 对于一族 那是用尽全力地打击天魔狱千万年来 连年征战 几乎每时每刻不再剿灭一族 同时 天魔将所成立的天魔狱 几乎就是专门打击一族 和所有人族叛徒的组织 因此 千万年来 天魔狱的伤亡恐怕是最大的 虽然伤亡很大 但天魔狱的修饰 也是五大狱中数一数二的 除了天机狱外 就数天魔狱的综合实力最强 而且 天魔狱修饰上午 几乎大半的修饰 走的都是气体双修的路子 因此 战力同镜中堪称强大 苏醒脑海中 闪过天魔狱的一道道情报 说一千到一万 听说了这么多情报 却不如亲自去看一眼吧 苏醒难难道 毕竟这是苏醒第一次来到天魔狱 哪怕模拟文字描述的详细 但也不如苏醒亲自体会一番 而且 苏醒也需要接收模拟中的部分情报 比如无尽海域的新航线等等 如此想到 苏醒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 十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21751237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身处于世界之中 此刻苏醒身处之地 刚下了一场暴雨 感受着大雨出晴 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花瓣的味道 苏醒细细体会了一番 果然 天魔狱和天机狱的世界感觉 是不一样的 苏醒眯了眯眼 这种不同 并非是肉眼所能观看到的 而是苏醒晋升惊仙之后 对于天地 自然以及大道的感应度更高 三华聚顶之后 苏醒能够感觉到天地之间的呼吸 那其实就是流散在天地间的道运 是无处不在的天道 而眼下 苏醒很明显感觉到 十界的天道有一种拧巴感 的确会混杂着一些负面情绪 就如同模拟文字所描述的那般 仿佛天道在哭泣 所以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 苏醒微微皱眉 很快神识如同潮水般 笼罩了大半个十界 整个十界中 最强的修士大约是天仙巅峰 比之清元玉的寻常小世界 的确要强一些 只不过 这里的修士 似乎上午之风有些浓郁啊 苏醒眨了眨眼 他此刻 身处于十界的一处散修城池中 这里到处可见身高九尺 浑身充满爆炸肌肉的炼体修士 身高一米八 体型匀称的苏醒 在这群修士中 反倒是像诸如一般了 须知 修士修身修道也修本心 哪怕是筑基七修士 都能够对自己的体型 有一定控制了 一般的修士 大多身材匀称 也更符合世人审美 可在十界中 不仅是男修士 就连女修 也长着一副魁梧的身材 俗称大击霸 果然 天魔狱颇有上午之风啊 哪怕是主修炼器的修士 也会兼修炼体 苏醒摸了摸下吧 他在十界中停留了数日 发现天魔狱内 贩卖炼体为功法 丹药益或者是天才地宝的极多 而且 相比于天机狱和清元狱 天魔狱内 还拥有极为繁荣的异族生意 异族的血肉精华 对于这些炼体修士而言 都是大补之物 长期服用 对它们修为增长大有好处 虽然天魔狱内 没有脱胎患骨丹 不能像苏醒那样 高效率地利用异族血肉精华 但天魔狱中 也早有应对异族血肉 狂暴之力的手段 不至于修士长期服用后 彻底失去理智 陷入癫狂 果然 天魔狱中 也早已形成了 以战养战的策略 异族通过吞噬人族血肉 来提升自己 而天魔狱的体修 亦可通过吞噬异族血肉 壮大自身 也正因如此 天魔狱才能和异族斗争 千万年而不衰 苏醒若有所思 若是其他大戒 也效仿天魔狱 炼体炼气间修之 以异族血肉为滋补 壮大自我 恐怕实力皆会有所增长 也不至于陷入如此绝境了 甚至于 在清原狱中 除了小部分的炼体修士 大部分炼气修士 对于异族血肉精华 是嗤之以鼻的 甚至认为 异族血肉是粗笔的 肮脏 若是吞服之后 哪怕对修行有意 也会坠入邪道 对此 苏醒只能表示呵呵了 异族猎杀人族壮大自身 此消笔长 人族定然不敌 而在灭族之战中 那些所谓的正道修士 还讲究道义 当真可笑 最后不过是灭族之灾把了 细细回想 苏醒在小清原狱中 偶尔能遇到妖兽血肉交易 但也仅限于妖修的血肉精华 异族血肉精华 只有在天魔城附近 方有交易 这也是为何 人族一直被异族压着打吧 千万年来皆如此 此消笔长了千万载 人族又如何能敌 苏醒可是知道 那些神奇级别的异族 动辄献祭一成 乃至于一介的人族修士 壮大自身 不可同日而语 哎 不过说这些都晚了 按照正常时间线的发展 数千年后 人族恐怕就要被异族吞灭了 哪怕现在吞噬异族血肉 也来不及了 苏醒轻叹一声 有些惋惜 不过 这天魔狱的局势 却比我想象中更好一些 虽然战力不如天机狱 但凭借着天魔狱修士的任性 恐怕数千年后 反倒是天魔狱能坚持到最后了 苏醒如此想到 天魔狱给他的第一感觉 很不错 起码在对抗异族这方面 是五大狱中做的最好的 不仅仅是天魔狱带头对抗异族 哪怕是民间散修 也自发地组织对抗异族 且已经形成传统不过 光凭十界一个小千世界 还不足以以偏概全 接下来 该去天魔狱其他世界探寻一番了 苏醒难难道 接下来 苏醒在十界中找到了天魔狱分布 天魔狱在天魔狱中的经营范围极广 不但对抗异族 而且也开设商会 画了一笔零石 苏醒买下了附近几个世界的航行路线 准备一路航行过去 到最近的大千世界 魔星界 转眼间 五年时间过去 魔星界最繁荣的城池 苏醒改换面貌 行走在这座修士城池之中 五年时间也探索了数十座世界 果然 天魔狱对于异族的对抗 比其他大狱要重视太多了 甚至散修连接起来 由高阶修士带领 跨界对抗异族 只要有异族的消息传出 就是各界修士联合对抗 哪怕太乙经线也抗击在对抗异族的第一线 苏醒若有所思 心中有个疑惑 为何 天魔狱对于异族如此厌恶 又为何 天魔狱会如此抗击异族 仅仅是因为天魔将讨厌异族吗 那么 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醒有些不明白了 哪怕是在高手如云的天机狱中 对抗异族更多的 也只是天机阁和白地楼罢了 普通散修 还是不会正面接触到异族的 当他们接触到异族的时候 往往是自己所处的世界 已经被异族入侵了 而天魔狱 几乎每个修士都渴望上战场 杀异族 以至于 苏醒五年来所看到的 天魔狱被异族的入侵世界最少 据苏醒所了解 整个天魔狱 大约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世界 被异族所占领 这甚至比天机狱还要稳定 所以 为何天魔狱会如此 又为何天道会哭泣 看来 只能从天魔狱中寻找到答案了 苏醒眯了眯眼 想知道这一切 苏醒能做的 唯有前往天魔狱总部 见到天魔将本尊 或者天魔狱高层 方能知晓了 那么接下来 便前往天魔狱核心区域吧 苏醒难难道 为保险起见 还是先以散修的身份 加入天魔狱中看看情况吧 心中已有决定 苏醒朝着 最近的天魔狱分部赶去 接下来数年 苏醒以一尊精先体修的身份 加入了天魔狱中 紧接着 开始四处征战 跟随着其他天魔狱成员 一同抗击一族 很快 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揉了揉眉心 苏醒消化了自己这十年来的精力 脸上露出一抹感兴趣的神色天魔狱 还真是一个神奇的组织啊 苏醒难难道 天魔狱内 专门设立猎杀一族的部门 加入天魔狱中 级别不看实力 只凭杀一族数量来判断 自天四十九到天一 层层秩序鲜明 宛苏军中功勋 的确有不俗的作用 苏醒脑海中 回忆起天魔狱的情报 天魔狱的架构 和小青云界的天魔城 有些想象 不同的是 天魔狱总部显然更加完善 刚加入天魔狱的修饰 无论实力境界如何 等级皆为天四十九 而每一次参与行动 猎杀一族后 根据战功和表现 等级会得到提升 最低为天四十九 最高为天一 既符合天魔狱名称 又暗自呼应大道五十 天眼四十九之一 而随着等级的不断提升 也会被接连不断地掉离 从较为安全的世界 调往更加危险的世界 苏醒五年时间 先后参与了三次行动 斩杀一族接近百万 其中一族神明也足有上万 凭借着本尊的实力 苏醒在天魔狱内的级别 也在迅速提升 从刚加入的天四十九 已经提升到天三十九了 并非是苏醒实力不够 而是时间太有限了 虽然每一次战场上 我的表现都很出色 但毕竟所处的位置 一族中先有强者 甚至还没遇到过一族神奇 唯有掉到更加危险的区域 方能尽快提升等级 见到天魔狱和天魔狱 其他高层 毕竟 天魔狱中真正的强者 可都在最危险区域的 第一线战斗着呀 苏醒脸上露出一抹异样的神色 天魔狱和其他大狱不同 无论是天机狱 还是清元狱 都是大狱的边缘区域比较危险 异族和降临教活动频繁 比如天机界和清云界 都在两大狱的核心区域 因此周围较为安全 反倒是天魔狱 就仿佛同心园一般 越是核心区域 越靠近天魔狱中心 异族数量越多也愈发危险 相对而言 反倒是天魔狱的边缘地狱 比如苏醒刚到时区的石界 比较安全 异族级别较低 因此 天魔狱越中心区域 异族越强大 甚至有大量神奇出没 而天魔狱的这强者们 也集中在那里 这种分布 还真是有些意思 苏醒挑了挑眉 就仿佛 要集中全部的强者 将异族大军 堵死在天魔狱核心区域似的 所以 又是为何会这样子呢 苏醒脸上露出更感兴趣的神色 进入天魔狱后 苏醒心中 已经诞生了不少疑惑 天魔将为何对异族 如此痛苦还能够 天魔狱中修士 为何如此团结对抗异族 天魔狱的强者分布 为何与其他大狱完全相反 以及最后的 天魔狱的天道 为何哭泣 这一切的答案 等我见到天魔将后 想必都会得到解决 不过想见到他 必须前往天魔狱最核心的区域 看来 还是要慢慢积累级别啊 苏醒难难道 五年时间终究是太短了 但苏醒接下来 起码还有数百年时间 能够慢慢积累功勋 凭借着接近太乙惊线的实力 混入天魔狱高层 应该不难吧 到时候 一切的答案都将揭晓了 苏醒心中满含期待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六百四十年 你成为了天魔狱的中间力量 全线等级天三十九 同年 因为你在战场上表现优异 你被调往了天魔狱更核心的区域 你抵达了一处名曰巨鹊界的中千世界 这一处世界很是奇特 仿佛被一柄巨剑 将整个世界自南北分为了两半 无尽的深渊 阻隔了巨鹊界南北修士 唯有仙人以上才能自由通行 也正是因为巨鹊界的奇妙地形 方成为了这一片区域 对抗异族的核心 不少零散的异族 亦或者是异族大军 都在附近百余个世界内活动 而天魔狱专门猎杀异族的部门 则以巨鹊界为根基 猎杀附近的异族 以巨鹊界为核心 周围数百个世界形成的区域 显然比魔星界和石界附近 危险了不少 神明之上的异族不在少数 就连异族真神和神奇 也偶尔现身 这一片区域内的天魔狱成员 全线等级在天三十到天三十九之间 只要击杀足够数量的异族 积累功勋 便能前往下一片更危险的区域 寻常修士 百年想晋升一级都是困难 但对你而言 晋级却轻松无比 又是十年时间过去 十年内 你大小共参与了十余次任务 诸杀异族神明数千 异族真神上百位 更击杀三尊异族神奇 功勋的飞速积累 让你能够快速地达到更高级别 终于 在第六百五十年 你功勋等级达到天二十九 能够前往了下一处区域 随着全线等级的提升 想进阶到下一个等级 需要更多的功勋 但这并没有让你提升 全线等级的速度慢多少 因为前往更危险的区域后 意味着你能对抗更加强大的一族 获取更多的功勋 接下来数十年间 你在天魔狱内的全线等级迅速提升 第六百六十年 你提升至天二十三 第六百七十年 你晋升天十九 前往了下一区域 第七百年 你的全线提升至天十一 此时 你已经是天魔狱中真正的高层人物了 整个天魔狱千万年来 能达到这一等级的修饰 也不过寥寥数百人罢了 而到了这一等级 全线提升的速度 就变得慢了起来 不过好消息是 只要在提升一级 晋升至天时 你就能够自主选择猎杀异族的区域 能够真正深入天魔狱的核心区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扎了扎嘴 泽泽 想要见到那天魔将本尊 还真是不容易啊 苏醒略显感叹 不过他也知晓 天魔狱这种功勋等级 其实是对低境界修饰的一种保护 让实力较弱的修饰 待在较为安全的区域 猎杀异族不断成长 方能成为更强大的修饰 哎 只可惜 我还要一级一级往上升 不过只要再努力一二十年 应该就能自由前往最核心的区域了吧 能够达到天时级别的 起码也是精先以上的存在 如此来看 天魔狱的战力 在五大狱中的确能排名前二了 如此 苏醒对于即将见到的天魔 将本尊更加期待 不过 我记得之前模拟中 天魔将在二百多年时 本尊曾遇到一些麻烦 也不知如今 麻烦是否解决了 苏醒若有所思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时间很快来到第七百二十年 经过足足二十年的努力 你终于积累到了足够的功勋 晋升天时权限 短短百年时间 从最低的天四十九 晋升天时 让你打破了天魔狱 有史以来的记录 在百余年的厮杀中 你的炼体修为进一步提升 体内原力之术 成长到五丈之高 接近太乙精先的实力 更让你被天魔将注意到了 这一年 你拥有了前往天魔狱 最核心区域的资格 没有丝毫犹豫 你朝着最核心区域赶去 在一位天魔狱高层的指引之下 你们急速航行 一路上穿过数百虚空节点 经历无数世界之后 终于抵达了天魔狱核心区域 天魔狱核心区域 是以天魔界为核心 包括周围的数十处世界 但当你来到这片区域后 心中一惊 因为 包括天魔狱在内的 数十个世界 都并非完整的世界 而是一个个 如同经历大战后破碎的 世界碎片 通常 哪怕是大千世界 也是一颗圆形的星球 只不过体积会大上许多 但在三千世界中 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世界构成 比如眼前的 如同悬浮的整片大陆一般 看上去是一个平面 在虚空中游荡的破碎世界 这种游荡在虚空中的大陆 被称为世界碎片 亦或者半未免 其模样 和你在无尽海域中看到的 那无数红眼异族存在的死亡绝地 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这里的世界碎片更完整 也更辽阔 但你见到这一片区域后 依旧是震惊了 究竟是何等惨烈的战斗 才让整个世界 由当初完整的模样 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带着这样的疑惑 你跟随着那位天魔狱干部 前往了最核心的天魔界中 那里 有天魔狱高层的一处据点 不过寥寥万余人构成的一座小据点 却汇聚了整个天魔狱的最强精锐 排名在天师以上的上百位强者 大半都在这据点中 就连平日 负责后勤和情报的人员 都有真先以上境界 那位接引你的干部 看出了你心中的疑惑 只是略微笑了笑 表示之后 你会知晓这一切的原因 很快 你来到了破碎的天魔界 在一片荒地上 看到了一处较为简陋的据点 如同废土之后 搭建出的临时庇护所一般 数十个气势 让你都有些心惊的大汉 围坐在一圈 中间支起巨大的篝火 每个壮汉手中 拿着一柄踢骨刀 一边大口吃肉 一边喝着美酒 偶尔还谈笑风声 你见此之后 心中略显差异 眼前这数十尊光着 臂膀的剑兽大汉 居然无一不是例外 皆为惊心以上的修饰 这么多的强者 居然都会聚一堂 但当你仔细观察一番后 发现这数十位大汉中 有小半身上 还有战斗后的痕迹 甚是惊人 你看着这一幕 若有所思 就在这时 你注意到了最中心区 那一顿大口饮酒吃肉的黑甲状汉 你心中顿时闪过一个名字 天魔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惊 终于看到天魔将了呀 有些事情 必须要当面问个清楚了 苏醒毫不犹豫 默念到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十年 丁 7587点 随着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 来到了一片陌生的空间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没有云 只有深邃的虚空 在这座世界碎片上 没有完整世界中蓝色的天空 云朵 甚至苏醒感觉不到 这世界碎片中天道的存在 空气中只有稀薄的灵气 似乎是大能修饰强行造出 除了能够修行之外 这里似乎和虚空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恐怕仙人之下的修饰 压根无法在这世界碎片上生存 这里便是天魔界吗 苏醒微微皱眉 能在这里生存的 肯定都是强者 因为这和在虚空中 长时间战斗并无区别了 也唯有天魔域中 这些强大的炼体修饰 才能在如此危险的区域内 和异族战斗了 你便是那位新晋的天使序列 灵龙真人马 听说你有一条成年期的灵脉龙啊 不如拿出来给大伙看看 就在这时 一个留着寸头 光着膀子 露出筋状肌肉的炼体修饰 笑着调侃道 这修饰说着 还从眼前的篝火上的一瘦肉上 切了一大块 随手丢给了苏醒 吃点吧 这是虚空异族的精华血肉 吃了它 才能在这破环境中多待一会 苏醒一把接住这块血肉精华 入手分量极重 还散发着烤肉的淡淡香气 只不过 那只充人心的不凡精纯能量 让苏醒挑了挑眉 十大帝族之一 虚空异族吗 居然还是 一尊一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苏醒也不客气 直接大口品 尝了起来 一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这可是好东西 对炼体修饰更是无价之宝 哪怕是太乙精纤 也未必能够搞到手 一块巴掌大小的血肉 苏醒没一小会就吃完了 感觉到体内那精纯的能量 似乎自己的肉身都精进了一丝 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苏醒盯着眼前那篝火上剩下的烤肉 刚才递来烤肉的壮汉修饰 见状也不墨迹 又是切了一大块血肉 分量足足是刚才的三倍 苏醒接过后 取出随身携带的孜然调料 均匀地撒在烤肉上 三下五除二 没过一会 苏醒又将这块烤肉 吞进了肚子里 格 味道不错 总算是吃了个七分饱 苏醒学着这些壮汉的模样 随便找了块石头做了下来 见到苏醒如此轻松自如的模样后 在场的数十个壮汉 起码有一半都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苏醒 而刚才那递来烤肉的修士 更是一脸赞赏 朝着苏醒伸出了个大拇指 夸道 好小子年纪轻轻 体魄和气魄却不小 能一口气吃下这么多血肉精华 已经超过在座大半的人了 哈哈 看来我们天魔狱中 又要增添一元虎将了 说着 这修士又自我介绍道 俺叫十八天 你叫我三个就行 天魔狱中 我排行老三 能来这的 都是愿意杀一族的 大家以后都是兄弟了 苏醒听后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之前在天魔狱中待了五年 他可不是白呆的 对于天魔狱的情报了解了不少 尤其是强者情报 而这位十八天 在天魔狱高层内 被称为十三格 那可是一尊货真价实的 太乙金仙巅峰修士 且练体双修 一身实力 恐怕距离半步大罗也不远 更是在天交榜天榜上 排名极高 位列天榜第九名 乖乖 这天魔狱核心区域 还真是藏龙卧虎啊 苏醒扎了扎嘴 目光却又不由自主地看向 人群最中间的那位黑甲男子 虽然苏醒来的这一会 这黑甲男子并未发言 只是不断地往嘴里塞着烤肉 短短片刻 恐怕就已经吃了数十斤血肉精华 但苏醒能够看得出来 周围的所有修士 隐约间都以这黑甲壮汉为核心 有一种臣服者的意味在里面 再加上那标志性的黑甲 眼前之人的身份 呼之欲出了 所以 会是天魔将吗 苏醒看了一会 恰逢着黑甲壮汉抬起头来 二人目光相对 一头如狂魔般散落的头发 脸上数道寸虚长的伤口 不但没让其毁容 反倒增添了几分鹦鹉霸气 看起来狂妄不羁 如同刀子般射人心魄的眼神 举手头足间 让人不寒而立的压迫感 甚至连苏醒的呼吸 都停滞了一瞬 能够给苏醒带来如此大压力的 恐怕 唯有大罗金仙了 苏醒见过的大罗金仙 也不在少数了 但每一尊大罗金仙 给苏醒的感觉皆不相同 青云子给苏醒的感觉 就是正道修饰 符合传统印象中 大能修饰的那种鲜味 剑仙白帝 则是豪放不羁的剑仙 是苏醒见过最为亲和的大罗金仙 天机阁主 很是神秘 苏醒对其了解也并不多 至于眼前的天魔将 苏醒的第一反应 是霸气 没错 天魔将或许是苏醒见过 最霸气的大罗金仙 仅仅当初苏醒看到的 那小青云界内的分身 就给苏醒留下了 极为霸气的印象 而眼前的天魔将本尊 更是如此 紧一眼 苏醒就看出了 天魔将那舍我其谁的气势 以及常年征战 带来的身上 若有若无的战意和杀意 苏醒再了解不过 在这种强者眼中 最让他们在意的 便是实力 唯有表现得足够强大 才能引起这等强者的好感 苏醒看了一眼天魔将 由于片刻后 还是准备先问出自己的问题 毕竟天魔将分身 可是让苏醒自己 来本尊这询问的 天魔将的分身之术 应该本尊和分身之间 各自有独立意识 本尊并不能完全知晓 分身所经历的一切 只能大致感应到 这恐怕也是为何 天魔将本尊 并未认出我的原因 苏醒犹豫了一番 想着看有没有机会 单独找天魔将谈谈 毕竟这附近修饰太多 苏醒不好 直接询问罗天之命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有一小将匆匆赶来 对天魔将说道 大人 天魔界七点钟方向 三千万里外 又有新的一族出现了 应该是一尊 二级神器巅峰的 暗影一族 不好对付 听到这小将的话后 天魔将只是微微点头 并未多言 目光在人群中扫射了一圈 就在这时 刚才给苏醒帝来 烤落的十八天 主动站了起来 好饮了一口酒 说道 那些暗影畜生们 行踪最难捕捉 一般人可解决不掉 这次俺亲自去一趟 省得给这畜生跑了 说着 这十三就准备出发 前去干掉着暗影神器 虽然暗影一族 擅长顿走 但一尊太义精先巅峰修士 亲自出马 对付起来 还是轻轻松松的 但天魔将却并未答应 只是将目光 落在了苏醒身上 缓缓吐出了几个字道 那暗影神器 擅长空间速度之道 而正面作战和肉身较弱 你 可有把握 苏醒听到这话后 心中一动 果然 考验来了 对于天魔将这等强者 最能让其感到尊重的 唯有实力 只要苏醒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引得天魔将的尊重 之后自然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到时候 苏醒想问得明明白白也不困难 而眼下 天魔将对苏醒的考验来了 击杀一尊精先巅峰的暗影神器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对于地榜第一的苏醒而言 却并不困难 于是乎 苏醒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故所愿 说吧 苏醒伸手撕开一处空间通道 消失在了这处据点 天魔将看着苏醒离去的空间通道 若有所思 十三眼中则闪出一道金光 暗暴 好手段 仅凭这一手 起码空间之道也迈入了第六境 但显然 十三对于苏醒单独前往击杀暗影神器 还有些担心 只见其看向天魔将 小声道 要不要我去一趟 防止意外发生 天魔将听后微微点头 吸字如今道 地榜第一 可不会只有这点实力的 十三听后 看向苏醒离去的方向 若有所思 一个月后 天魔界一道虚空通道 出现在据点之中 一只一米多高的暗影神器尸体 如一团烂肉般 被苏醒随手丢了过来 随后苏醒一步踏出 毫不客气地 从十三手中接过一坛酒 饮了一大口后 方才道 不好意思 这家伙还挺会躲的 耽误了一点时间 眼见苏醒回来 这些天魔狱的强者们 再度震惊了 这 这才过去多久 居然就回来了 一位惊心巅峰的强者 看着地上暗影神器的尸体 不禁咽了口口水 后生可畏啊 这等实力 远超你我了呀 则则 依我看 这小子的实力 只要时间足够 功勋甚至能排到天舞以上 一群惊仙以上的强者 异论纷纷 眼中不乏动容之色 能够在短短一月时间 击杀一尊二级巅峰的暗影神器 这实力 哪怕是整个天魔狱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二级巅峰的暗影神器 相当于惊仙巅峰的修饰 但暗影神器 擅长藏匿 顿速 若不是实力稳稳超过它 实在是难以击杀 而且 这种层次的战斗 动辄三五年不等 苏醒在一个月内 击杀了这尊暗影神器 绝对堪称恐怖了 果不其然 在座的所有修饰 见苏醒回来后 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看向了人群中心的天魔将 天魔将眯了眯眼 饮下一大口酒后 脸上也闪过动容之色 思索片刻后 取出一坛酒 朝着苏醒一抛 苏醒接过 痛饮一番后 忍不住眼前一亮道 好酒 这酒居然能让我体内的鲜力燃烧起来 宛若穷江玉露一般 仅仅喝了几口 苏醒就感觉有些微醺 但精神状态却异常的好 就连经历了一月大战后 消耗的法力和心神 都已经尽数恢复 一旁的十三 见状后 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语气中有些酸味道 老大 你这也太偏心了 这也是百万年份的烧云鲜酿 可是用鲜液酿造而成 整个修仙界也不超过百坛 俺之前想问你 讨上两口喝喝 你可都没给啊 说着 十三淹了口口水 周围的其他修士们 看到苏醒手中的酒坛 也纷纷有些眼红 对于这群炼体修士而言 除了斩杀一族之外 为爱之事 无非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罢了 毕竟在这等危险的区域 可不知哪天就伸手一触了 苏醒见状微微一笑 也不含糊 直接豪放的道 我不胜酒裂 这没酒 我岂能独享 各位前辈一同饮了便是 说着 苏醒将酒坛中的酒分给众人 一坛酒 看似不少 但实则在场的美人 也就分个半碗罢了 可就是这半碗酒 就让在座的 在外界能成为一方霸主的强者们 小心翼翼 甚至还有几个只舍地喝一口 说剩下的药留着之后 喝天魔将看到苏醒所作所为之后 脸上闪过一抹欣赏之色 随后只见天魔将又取出一坛烧云鲜酿 朗声道 苏叶加入我们核心战场 今后大家又多出了一位 值得托付性命的生死兄弟 此大好事 今儿不醉不归 此话一出 周围的强者们纷纷激动地 脸红脖子粗 附和道 老大威武 欢迎苏叶兄弟加入 苏醒看着这一幕心中一动 知晓天魔将是彻底认可了他 这一场宴会 苏醒喝了许多 也吃了许多血肉精华 也彻底感受到了 这些炼体修士们的豪放 与男人的浪漫 九过三巡 眼见这些修士们各自出行任务 或是开始修炼 苏醒也终于准备开展计划 天魔将前辈 苏醒刚一口开 天魔将就一扬手打断道 你和他们一般 喊我老大便好 苏醒听后也微微点头 改口道 老大 我有一些私事 想和你聊一聊 天魔将听到苏醒的话后 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看了眼在场 还有不少正在喝酒的修士 于是将苏醒喊到一边 又撑起了一道结界 才问道 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 苏醒微微点头 也不再磨叽 直接开口道 老大 我是你在清元玉小青云界的分身 让我来找你的 清元玉小青云界的分身 天魔将听后疑惑了一下 随后细细思索了一番 他似乎在小青云界 真的有这么一尊分身 不过天魔将所修的分身之法 可分身数百不止 再加上那尊分身 是数十万年派出去的 因此 天魔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也算正常 犹豫了一番后 天魔将问道 所以 我那道分身 让你来找 我有什么事吗 苏醒听后也不犹豫 直接在天魔将面前 泄露出了一抹 大乌断体绝的气息 天魔将感受到 这熟悉的气息后 愣了一瞬 随后仔细地 打量了一番苏醒 不确定地说道 你是 罗天宗的后人 说到这 天魔将也反应过来 苏醒来找他所为何事了 悠悠长叹一声 天魔将感叹道 没想到那一脉 覆灭千万年后 却还后继有人啊 而且资质颇为不俗 有当年那位的风范 罗天宗在你手中振兴有望 顿了顿 天魔将想到了什么 说道 所以 你是为了 罗天祖师的传承而来吧 在罗天祖师陨落之前 曾教育了我一些东西 并拜托我 若是罗天有后人出现 将那些东西 完整地交到他的手中 原本我以为 此事再无希望 没想到千万年后 真的有一位 合格的罗天传人出现了 天魔将仔细地 打量了一番苏醒 道 气体双修 修至今仙后期 且对空间 见到 五行之道等 都有不俗的掌握 更是地榜第一的天资 哪怕罗天祖师当年 也莫过于此了 苏醒刚才的心情 还是有些紧张的 毕竟在刚才之前 苏醒还不能完全确定 天魔将对于 罗天传承的态度 而现在 听到天魔将的话后 苏醒已经基本确定 天魔将和罗天祖师 应该是属于 同一条战线的 哪怕不是目标完全一致 起码不是敌人 否则 现在天魔将 完全能将苏醒擒住 谋取罗天传承 于是 苏醒壮着胆子问道 老大 所以罗天祖师 到底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听到这话后 天魔将深深地 看了苏醒一眼 随后叹息一声道 在告诉你答案之前 你先和我去几个地方吧 说吧 天魔将随手一撕 在虚空中撕开了一条缝隙 半个身子钻了进去后 对苏醒招了招手 苏醒见状 眼皮挑了挑 他可是看出来 天魔将这开辟虚空裂缝 完全没用到空间之力 凭借的 仅仅是纯粹的肉身力量 片刻之后 苏醒跟着天魔将 穿过了那道虚空通道 抵达了一处奇异区域 嗯 这片天地 苏醒刚迈入这片区域后 就眉头紧锁 心中没有来得升起 情绪波澜 恋星成仙之后 苏醒的心中 第一次出现 类似悲伤暴怒的情绪 这是很离谱的 仙人心境牢不可破 轻易不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 第一次来到某片天地 就让苏醒感到情绪波动 仔细感应了一会 苏醒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眼中带着一丝悲悯之色 悲伤的不是苏醒 是这片天地啊 是 整个天魔域的天道 在悲伤 在这里 能够轻易感知到天道的悲伤 比在其他区域感觉到的 要明显太多 苏醒深吸一口气 心中已然有了一个推断 天魔将微微闭眼 感受着这片空间中 若有若无的悲伤 许久之后 缓缓睁眼 眼中难得起了一丝怜悯 回头对苏醒道 你也 感觉到了吧 来自于 天魔域的哭泣 天魔将说着 伸手一指虚空中的某个方向 苏醒疑惑地看去 目光穿过无尽虚空 看到了一处奇特的 眼泪那是一滴 晶莹 庞大的眼泪 呈现水滴状 完全凭空地悬浮于虚空之中 那是 天魔域天道的眼泪 亦是造成如今一切的根源 天魔将看着虚空中的那一滴晶莹眼泪 眼中闪过无限追忆 悲伤 怜悯 以及 后悔 苏醒没有说话 听着身旁天魔将的追忆 以你的对天地大道的感悟 刚才天魔域时 应该就感受到了天魔域内的 那道悲伤了吧 为何 天魔域不同于天机域和清元域 为何 我们对异族如此痛恨 说到这 天魔将叹息一声道 因为 天魔域就是异族入侵三千世界五大域的 起点 苏醒听到这心中一个咯噔 果然 心中的猜测 被证实了 所以 天魔域全体修饰 对于异族的痛恨 天魔域天道的悲伤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耳边 传来天魔将有些沧桑的声音 一千三百万年前 在天魔域核心 也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个位置 诞生了一个奇异的通道 所有修饰都没注意到 那通道的诞生 更不知道其由何而来 直到 有修饰发现 修仙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新种族 他们嗜血 残忍 以人族修饰血肉为食 吞之则壮大自身 他们狂暴 可不 吞噬所看到的一切 无差别的 对修仙界所有生灵发起攻击 彼时 正值上古时期末期 修仙界上下界分离 十大欲修饰各修饰 疯狂争夺资源 谋求长生之道 彼时 正值乱世 无数豪杰天骄崛起 亦有无数仙门大派发动战争 那一场持续数百万载的修仙界大战 惹得生灵涂炭 无数修士战死 亦有无数修士门派崛起 也正因当时的混战 人族顶尖强者们 都将目光聚集在其他顶级门派之中 并未注意 这忽然出现的种族 也正是那一场大战 给了异族们最好喘息的养料和发育空间 可当大战结束 修仙界开始正视异族之时 一切 为时已晚 说到这 天魔将眼中带着一抹懊悔之意 当修仙界反应过来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异族的成长体系和我们修士完全不同 而且也无需经过漫长岁月的修行 他们仿佛是天地间的楚儿 似乎是 专门来取代我们人族的存在 在那旷世一战期间 异族开始疯狂发育 吞并了不知多少小世界 而他们也拥有对虚空奇特的掌握能力 对我们修士 如同毒药般的虚空 对异族而言 却如鱼得水 于是 他们如同病毒一般 疯狂在修仙界中传播天魔玉 清元玉 罗天玉 天机玉 那一战后 存留的五大玉 接受异族残害 尤其以 罗天玉最为严重 在一千三百万年前的那一战后 罗天宗祖师带领整个罗天宗 七十二位太乙精仙 数百精仙 一军突起 成为三千世界 当之无愧的第一势力 而罗天祖师 更是其女子 修行仅仅百万年 便已然凭借对灵界的掌握 位列顶尖大罗 而在那一战后 其他顶尖势力元气大伤 默默舔尸伤口 罗天宗却强势统一了罗天玉 成为三千世界第一势力后 一世间有种 万仙来朝的气势 苏醒听到这微微点头 天魔将所言 有部分信息苏醒 这些年 查阅罗天宗典籍曾见过 也曾在那一次时间回溯模拟中 亲眼见过 当年罗天祖师的风采 天资卓越 气韵惊人 身怀罗天静 这三者随便拿出一个 都可成为人中龙凤 而同时拥有三样的罗天祖师 的确称得上 是那个时代的气韵之子 可这一切的辉煌 不过是 过眼云烟罢了 天魔将眼中 闪过一抹追忆之色 当年 罗天宗以万仙归巢之势 一跃成为战后五大狱的第一势力 更是独占了疆域最大的东狱 后改名罗天狱 罗天祖师 背负灭族之血海深仇 更是顶尖大势力中 带头抗衡一族的宗门 当时 罗天祖师的宏愿 是让五狱归一 修天下之先 驱逐一族 让战争不再 保修仙界永久太平 可当时世间大罗 顶尖强者不在少数 又如何能够坐视罗天宗一家独大 于是 各大势力明里暗中 都有一针对罗天宗 使得罗天门人 一旦进入其他大狱 都会受到各种针对 苏醒听后微微点头 罗天宗的宏愿 的确是太大了 灭绝一族 报血海深仇 倒也没什么 但是 十五狱归一 这等宏愿 非圣人不能办到 也难怪 当初罗天宗会最终走向失败了 苏醒微微摇头 有些理解 那段时间罗天宗的遭遇了 是罗天祖师的战略出了问题 若是先报血海深仇 再驱逐一族 最终再想办法 使得五大鱼归一 重建远古时代的修仙盛世 分为三步走的战略 未必不能办到 可罗天祖师 毕竟是天之骄子 当时的世间第一大罗 也望太大 最终反世 苏醒心中暗自思索 耳边 也再次传来了天魔将的声音 自远古时期之后 圣徒断绝 世间圣人不显 纵使在天骄的修士 最多也只能修至半圣层次 但不成圣人 终不得永生 苏醒听到这心中一跳 下意识地问道 哪怕是大罗金仙 亦不得永生吗 天魔将文言看了苏醒一眼 微微点头道 长生 非永生 大罗金仙 虽得长生 但若没有服用过 严寿天才地宝 寿元不过一亿两千九百六十万载 合计一千元会 对寻常修士 或许是难以企及的长寿了 但 对于当初从远古时代 活下来的那一位 世间最长寿的大罗 当初的冬裕最大宗门 正义教祖师 正义大罗而言 却是寿元不多了 苏醒听到这 心中不断转动 正义教祖师 正义大罗 一千多万年前 冬裕最强大的宗门 这似乎就是当初暗通一族 最后被洛氏家族发现 灭了洛氏一族满门的那位 恐怕也正是如此 洛林 罗天祖师 才如此痛恨一族吧 太乙金仙 寿千万载 大罗金仙 寿元亦不过上千元会 不成圣人 终不得永生吗 苏醒心中暗自想到 他一直以为 大罗金仙就能永生了 现在从天魔降口中 苏醒才知晓 大罗金仙 亦不得永生的秘密 面对死亡的恐惧 哪怕是大罗金仙 也无法超然无碍 苏醒感叹一声 心中不断脑补 一尊活了上一年的大罗金仙 从远古时代末期 活到上古时代末期 看遍云起云落 山河变化 也看过无数天骄的崛起和云落 纵观时代变迁 可圣徒断绝 永远不得踏出那最后一步 道徒无望 开始逐渐被后世天骄所超越 这种绝望 或许就连大罗也难以忍受吧 正因如此 正义大罗 才会选择背叛人族 成为异族走狗 所求之物 无非是长生二字罢了 苏醒心中暗道 对于当年的恩怨 已经隐约有了一个猜测 所以 罗天宗的正义副弃绝 就是取自于正义教吗 而那正义祖师 和如今降灵教的创始人血仙 又有何等关系 两者是否是同一人呢 苏醒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看向天魔将 而天魔将也没有藏私 将当年的一桩桩隐秘 禁述说出 正义大罗 寿缘将尽 成圣无望 自是不愿坠入轮回 也就在这时 一族找到了他 具体当时给了什么承诺 我不得而知 但想必 无非是长生 亦或者许诺得证圣人等等 也是自那以后 世间多了一个组织 降灵教 而位列人族叛徒 悬赏榜榜榜首之人 则为谢仙 苏醒听到这 心中一个咯噔 果然 当初的正义大罗 就是如今的谢仙吗 在天魔将的讲解下 这个和苏醒斗争数载 在模拟中击杀苏醒 不下于百次的神秘组织 终于浮出了水面 其创始人的身份 苏醒也终于知晓 正义大罗 谢仙 一尊从远古时期 活下来的顶尖大罗妖 不 千万年前 正义大罗就寿源将近 可却安稳地活到了现在 这说明 正义大罗 恐怕更往上迈出了一步 一尊 半圣吗 苏醒的呼吸有些急促 眼中也多出了一抹凝重 降灵教的幕后boss 居然是一尊半圣 也难怪 这叛徒组织 千万载都未被剿灭了 至今为止 苏醒能够明确得知的半圣 也不过三位罢了 天机阁主毫无疑问是半圣 甚至说是世间最接近圣人的修士 入魔后的青云子 也能算一个 还有这血仙 恐怕也是半圣了 想到这 苏醒心中一动 看向眼前的天魔将 青云子 天机阁主 甚至是血仙 都迈出了那一步 那 和这几位齐名的 眼前的天魔将 亦或者是之前的剑仙白帝 是否 也迈出了那一步呢 苏醒若有所思 天魔将看了一眼思考的苏醒 没有询问 只是接着道 血仙为将灵教首领 率领将灵教背叛人族 协助一族入侵三千世界 至今千万载 为人族造成了太大的损失 说到这 天魔将眼中 闪过一抹痛恨 若是让我逮到了这血仙 必取其手机 顿了顿 天魔将接着道 血仙所创邪功 血仙经 逆天地之理 纵使砸灵根 甚至无灵根的修饰 亦能修行 且修行速度之快 只怕是 超过世间所有功法 不过 邪门歪道 得天诛之 所有修行血仙经的修饰 其寿源都不到 正常修饰的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 千万年来 血仙凭借着血仙经 让降灵教 再无数不被注意到的 小世界中拨下种子 以阳谷的形式 不断选拔有资质的修饰 也因此 降灵教中顶尖战力不少 算得上是如今 三千世界的顶尖势力了 以血仙经为基 以血河大法为功法手段 杀戮越多 神通越强 即便在同境之中 降灵教的修饰 战力也不算弱 苏醒听到这 深有感慨 无论是血四 还是血三所施战的血河 都算得上是顶尖神通了 恐怕在三十六天刚神通中 也名列前茅 血河大法 的确邪门 凭借着无尽的杀戮 被他们所杀的修饰 或凡人 都会化为血河的养料 屠杀越多 神通威力越强 是极其罕见的成长性神通 再加上血仙经的高速成长性 哪怕降灵教内的干部 只要是精仙以下 即便死再多 也能迅速重新培养 如韭菜一般 割不尽 灭不绝 但 正义祖师再强 也不是当初天下第一大罗 罗天祖师的对手 说到这 天魔将眼中 带着浓浓的追忆之色 那一战 是东玉归一的一战 正义大罗 率领正义教内十二位太乙 七十二位精仙 在正义教山门内 布下滔天大阵 罗刹诸天阵 传闻 此阵传自远古时期 以一尊大罗为阵眼 辅之十二阵星 七十二阵点 其威力 可封锁大千世界 困死半生 甚至于 正义大罗 还偷偷引入了一尊一族主神 其实力 亦有大罗精仙层次 两尊大罗精仙 十二太乙 七十二精仙 再加上滔天大阵 哪怕是半生 也逃不得好 可罗天祖师 亦精通阵道 再加上其本尊实力超绝 比是其灵界范围 已经何止亿万里 足以笼罩半个大千世界 最终 那一战中 只打得正义界覆灭 一族主神惨死 十二太乙无疑幸存 七十二精仙灰飞烟灭 就连那困圣之阵 罗刹诸天阵 也被打得支离破碎 唯有 正义大罗假死脱身 逃得一劫 而后罗天祖师 追杀正义大罗三千载 直到罗天界有要事 才不得不返回 但至此以后 罗天宗也一统了整个罗天狱 正义教门人 凡有通敌一族之修士 无论修为 禁皆杀之 若是被蒙蔽的修士 则须知自由 或是加入罗天宗 或是加入其他势力 一无不可 说到这 天魔将眼中 也难免带有一抹敬佩之色 恩怨分明 大义凌然 罗天祖师 实为其女子也 苏醒看着眼前 天魔将滔滔不绝 心中不由地生起了一抹疑惑 哪怕天魔将是那个时代的人 也不一定对这事 能了解得这么清楚吧 于是 苏醒问道 老大 为何你对当初之事 了解得那么清楚 听到苏醒的问题后 天魔将深深地看了苏醒一眼 最终说道 你可知 罗天宗创始人 实则有两位 一位乃罗天祖师 另一位 乃巫族后人 明曰各 苏醒听后 脸上洋装疑惑 实则心中一动 这正是 他在时间回溯中看到的历史 所以 天魔将想说什么 苏醒更加疑惑 可天魔将接下来的话 让苏醒心中惊诧 罗天祖师和巫各 乃是至交好友 后巫各 与洛世一族的一位女子相爱 并诞生了一个 身怀巫族血脉的后人 苏醒听到这 心中如惊雷划过 看着眼前的天魔将 沉默良久 我本名为乌战 你其实应该叫我 师叔祖才对 当天魔将彻底说出 自己的身份后 苏醒深吸一口气 一切的一切 在苏醒心中都串联了起来 为何 天魔将对一族如此痛恨 恐怕不仅仅和 天魔狱的遭遇有关 也和天魔将的出身有关 又为何 天魔将对当年之事 如此清楚 为何天魔将能够 修行大巫断体诀 因为 天魔将本就是罗天传人 为何天魔将在 罗天祖师临终之际 会信任天魔将 让天魔将来等待 罗天传人的出现 因为 天魔将就是最正宗的 罗天后人 比苏醒这个罗天后人 要正宗太多了 想到这 苏醒心中又生起了 另一个问题 所以 为何罗天祖师要多此一举 另寻罗天传人 明明您才是 最血脉正宗的 罗天传人才是 苏醒有些疑惑 恐怕天魔将是世间 最有资格继承 罗天传承的人了 听到苏醒的话后 天魔将苦笑一声 摇头道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首先 罗天宗内分两大派系 虽然不分彼此 亲密万分 但主修的道路不同 以罗天祖师为首的 则是主修炼器 炼体辅之 修罗天化先诀 正义服气诀 也是罗天宗的血脉 最强盛的一脉 而以巫族后人为核心的 主炼体 修大巫断体诀 乃是隐脉 较为禅弱 当时巫族收天下生灵为功 也就是罗天宗内 才能庇护巫族一脉 不过也不可声张 顿了顿 天魔将接着道 其次 我不善炼器之道 天赋远不如炼体 实在不是继承罗天祖师 传承的好人选 而罗天宗内巫族一脉 也大多如此 最后 因为罗天宗要留一线生机 罗天宗要留一线生机 苏醒听到这心中一动 他倒是知晓 罗天宗当年逢灭宗之难后 的确选择了两种保留传承的方法 不过显然 罗天宗由胜而衰 大约持续了数百万年 其原因 无非是内忧外患罢了 说到这 天魔将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其内忧为 人族内部 各大顶尖势力 向罗天宗使绊子 罗天门人得不到有效支援 打击一族 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而外患 一族势力之大 实力之强 超过了罗天祖师的预料 在人族和一族的战斗之初 包括罗天祖师在内 没有太多顶尖强者关注一族 他们大都将注意力 放在与其他人族势力 争夺大道 资源 修饰上 最关键的原因 是因为 当初一族虽然占领了一些小世界 但是并未表现出太强的战力 最强者 不过是一级神奇 也就是太乙精献罢了 但 哪怕一族有数十个一级神奇 在那些顶尖势力眼中 也不过是罗尼罢了 苏醒听到这 深有同感 大罗之下接罗尔 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若是一族没有主神级别的存在 哪怕是数十位一级神奇 也是不堪一击的 只要一两个顶级势力联合 派出一两尊大罗精先出手 谈指尖 一族可灭 但可惜 一族是有媲美大罗的存在的 而且 不止一位 甚至于如今 一族是大 已然超过了三千世界修士之河 可究竟是千万年来 一族成长至此 还是说 一族本就拥有如此实力 只是一直在隐藏呢 若是前者还好 可若是后者 想到这 苏醒不寒而栗 若是一族一直在隐藏自己 直到合适的时候 再全部展现出来 那未免 太恐怖了 因为这意味着 一族从一开始 就抱着覆灭整个人族的目的而来 所以 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 苏醒微微摇头 对此不得而知 耳边 天魔将接着说道 罗天宗由胜而衰 经历数百万年 但真正让罗天宗由优势转为烈势 大好局势葬送的那一战 却是罗天祖士被围攻重伤的那一战 那一战 罗天宗阵亡数十位太乙 包括祖师乌个也战死 数百位精仙不入轮回而死 罗天宗一战后 实力大减 从世间最强势力 逐渐沦为顶尖势力 终末尾的存在 说到这 天魔将眼中带着一丝愤怒 那一战 发生在距今大约八百万年前 不知何时 三千世界流传出了一条传闻 世间三大混沌之宝之一的罗天敬 就在罗天祖士手中 而更重要的是 刘延忠 在圣徒断绝的时代 罗天敬是成圣的唯一希望 也正是因为罗天敬 罗天祖师才能在短短数百万年内 成为顶尖大罗 开创出偌大的罗天宗 苏醒听后心中一跳 罗天敬关乎成圣之秘 此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他坐拥罗天敬这么多年 经历数十次模拟 似乎也没探出罗天敬中 有成圣之秘 罗天敬虽然强大 但也只是能节约大量修行时间 积蓄大量资源而已 更多是一种战略上的法宝 和成圣之秘 似乎没多少关系 是因为 我并未完全修复罗天敬吗 苏醒若有所思 天魔将不知苏醒心中所想 只是接着道 可流言毕竟是流言 纵使罗天祖师自己 都不知罗天敬身怀成圣之秘 但以罗天祖师的傲气 也并未发言否认 因此 三千世界的顶尖大势力 都将目光盯上了罗天祖师 他们希望罗天祖师生死 只要罗天祖师陨落 他们就能有机会得到罗天敬 彼时 我身为罗天宗隐脉 隐藏身份在外游历 在罗天宗资源的知识下 不到两百万年 大巫断体绝脉入第八层 实力不弱于大罗金仙 说到这 天魔将有些傲气 仅仅两百万年 成就大罗金仙 这等速度 的确可傲视群雄了 哪怕是在远古时期 巫族一脉中 也算得上是顶尖天骄 即便是苏醒 若是没有模拟器辅助 也远不如天魔将 拥有大罗实力后 我知晓罗天宗情况危急 因此想要回游罗天玉 但我的行踪 不知何时已经被知晓 一个我没想到的修士 拦住了我回游罗天玉之路 说到这 天魔将咬了咬牙 吐出一个名字的 正道巧储 青云子 彼时 青云子已然是成名 许久的大罗金仙了 我的实力 自然不如他 而他也没有 对我下杀手 只是阻止了我回游罗天宗 苏醒听到这心中 咯噔一跳 是青云子阻止了天魔将 虽然苏醒之前 隐约推断出了一些 但此刻天魔将亲口承认 让苏醒有些三观崩塌 莫非青云子 真的是人族叛徒 可凭借苏醒对青云子的了解 似乎其还是做不出此事 青云子 虽然求证长生 用过一些手段 但总体来说 比之修仙界的绝大多数修士 都挣到太多了 完全算得上是挣到修士 应该不会做如此背叛人族之事才对 就在苏醒疑惑之时 天魔将道 哎 后来我才知晓 青云子 并非是人族叛徒 但他所做之事 的确是有叛徒之意 后来 青云子曾向我解释过 他在未得政大罗之前 曾遇到过罗天祖师 两人 曾入一远古秘境探索 各有所得 而青云子所得 为一气化三清 此法 在其修制大罗之后 隐约察觉有些不妥 因此 青云子曾请天机阁补算 以求化解他这神通必去的方法 最后 天机阁主给的回答 指向了罗天宗 再加上青云子联想到 当初和罗天祖师 同入秘境之事 自然更加怀疑 罗天祖师 拥有弥补一气化三清必缺之法 顿了顿 天魔将道 因此 后来青云子曾去寻找罗天祖师 想要求得弥补一气化三清必缺之法 罗天祖师本就在当初 秘境中和青云子有矛盾 自然不同意 两子至此结下 祖道之仇 大过于天 后来罗天祖师 曾寻找多种方法 弥补一气化三清必缺 却都不能成功 直到那一战爆发前 罗天祖师不算道 他的成圣之机 就藏在罗天宗之中 因此 纠结许久之后 青云子还是选择了做出行动 虽然并未直接对罗天宗动手 但青云子也选择阻我前缘罗天宗 按照这牛鼻子老道的话来说 衣着一颖自有定数 罗天祖师祖他之道 如今他也该报之 此为因果两清 苏醒听到这 微微皱眉 他算是有些理解当年之事了 青云子虽然未直接覆灭罗天宗 但在罗天宗的灭亡中 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这一做法 苏醒觉得也说不上是大恶之举 毕竟青云子并非直接背叛人族 而且 罗天祖师祖祭道徒 本就是死敌 也说不上是 谁对谁错吧 但站在罗天宗的立场 青云子自然是敌人 想到这 苏醒叹息一声 指得道 往事一矣 已过千年 罗天一脉也没有几人了 这因果算是了断了吧 听到苏醒的话后 天魔匠瞥了他一眼 只是冷笑道 哼 哪有这么容易 若不是现在 一族此时入侵过于危机 老夫非要去青云狱中 给那青云子点颜色看看 天魔匠接着又想到了什么道 不过我听说 那青云子 受一气化三清必缺影响 已经入魔 倒是大快人心啊 哈哈 天魔匠说着 仰天长笑树生 苏醒听后 沉默不语 这天魔匠的确是恩怨分明 但也是个直性子啊 哎 恩怨未化解 看来想要借助天魔匠之力 为青云子化解心魔 绝无可能了 苏醒心中暗道 他原本想着 让天魔匠帮他搜寻那天养草 毕竟这天魔医是他的主场 但如今一看 苏醒不太可能 直接将此事告诉天魔匠 值得 隐瞒了 想了想 苏醒还是劝说道 青云子入魔 对我人族并非兴使啊 虽然 站在罗天传人立场上 我对其厌恶 可如今三千世界比不上之前了 一族是大 青云子算得上是正道之休 青云子入魔 青云玉少了主心骨 又能挡得住一族几时啊 纯亡齿寒的道理 一旦青云玉被占领 其他大玉压力大增 又岂能幸免于难 到时候距离人族灭亡 恐怕就不远了 苏醒小枝 以情动之以理 为天魔匠分析局势 天魔匠自然知道这些 听到苏醒的话后 并未反驳 只是冷哼一声 算是默认了苏醒之言 纵使如此 天魔匠也没有化解 和青云子的恩怨 苏醒剑氛围有些微妙 连忙接着问道 前辈 那后来如何了 天魔匠文言收敛心中不快 继续追一道 后来啊 一族设下天罗帝王 以代号杀戮为首的 七位一族主神 何而攻之 一举入侵罗天狱 其他势力或推波助澜 或袖手旁观 做事罗天狱被入侵 纵使罗天宗再强 又如何能抵得过七位主神 持续万载的大战之后 罗天宗已然抵运好境 回天无力 他以金仙进阶灭亡 金仙实不存一 罗天祖师也在重伤之后参战 最终力竭而死 当我赶到罗天狱后 一切都迟了 我只见到了罗天祖师最后一面 说到这 天魔匠眼中闪过一滴金银 道 原本 我想和罗天宗共存亡 然 罗天祖师似乎已经预料到 败局已定 即便由我加入 也无力回天 因此 他希望我保存有生之力 为其保住部分传承 直到在有生机之时 或可重振罗天宏愿 苏醒听到这 对于当年之事 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 天魔匠 的确是罗天传人 但因为其巫族血脉 不足以负担整个罗天宗的传承 因此 只得为罗天祖师 保存部分传承了 听到这里 苏醒有些疑惑道 即便那些大势力不愿出手 可天机阁呢 天机阁一直以保卫人族为己任 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 天魔匠听到 这微微点头道 的确 在那段时间内 天机阁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 和罗天宗 属于同一战线的顶尖势力了 但可惜 天机阁要负责天机狱安危 并不能为罗天狱 提供太多帮助 而且包括天机阁在内 所有势力 都不会认为 人族会输给异族 他们始终以为 该先灭罗天宗 再慢慢剿灭异族 意不迟 哪怕是天机阁也认为 未到人族危机存亡之时 针对罗天宗的行为 只是人族内部纷争 顿了顿 接下来 人族的实力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族之中 是拥有主神之上的存在 苏醒听到这 头皮一阵发麻 果然 苏醒的猜测没错 主神相当于大罗经先 那一族之中 是拥有圣人级别的存在 虽然苏醒一直这么猜测 可没有实际证据 如今听天魔将亲口承认 苏醒心知 还是有些负担的 人族圣徒无望 而一族之中 却拥有比肩圣人的存在 人族弱不出圣人 哪能对抗一族呢 如今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若是一族愿意 岂不是能随时覆灭人族 不过好在 天魔将接下来的话 给了苏醒一些希望 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 一族主神之上的存在 无法直接来到五大狱中罢了 呵呵 不过当真可笑 当初人族那些顶尖势力 知晓了一族实力超出想象 拥有主神之后 居然还以为 只要优先覆灭罗天宗 取得罗天静 便能取得传承 从而有圣人诞生 驱逐一族 只可惜养虎为患 如今一族 已经到了危机修士存亡的时刻 天魔将冷笑几声后 继续说起了罗天密文 后来 罗天宗覆灭之际 为保证传承不断 留下了三道保险 第一道保险 集结罗天宗内 值得信赖的精锐 带领部分仙苗 顿走于罗天狱各界 以及相邻大狱 为保证星火相传 但当时罗天宗内已有叛徒 也不知这传承 到底能够保留下多少 苏醒听到这微微点头 现实中 苏醒所搜集的罗天传承 其实就是当初 各个罗天宗门人 带领仙苗 前往各界的尝试 但苏醒探索了这么多次 都没发现一个活着的罗天传人 毫无疑问 这第一道保险 已经失败了 第二道保险 则是罗天祖师阵亡之后 罗天祖师的坐骑 五彩青牛带领着 罗天宗内部分门人 自我封印 全宗门人进入罗天境之中 至此 罗天境被封印 谁也不知 直到罗天传人的出现 说到这 天魔将看了一眼苏醒 眼中带着一抹欣赏之色道 看你如今的修为实力 应该是 继承了罗天宗最关键的传承 灵儿师叔再天有灵 想必也会欣慰吧 苏醒听后抿了名嘴 洛灵儿 自然是指罗天祖师了 而以天魔将的辈分 自然该称罗天祖师为师叔 顿了顿 天魔将最后说道 至于这最后一道传承保险 自然是我了 灵儿师叔临终之际 将最为关键的传承交付于我 他说 若是有足够优秀的罗天后人出现 有望振兴罗天宗宏愿 那就让我将这道传承交付于他 千万年来 我也遇到过几位不错的罗天传人 但先后死于非命 他们皆未达到 继承这传承的要求 唯有你 我想 如今以你的潜力 算是达到了这一要求了 苏醒听后 心中再也忍不住 问道 前辈 所以 罗天师祖他 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 天魔将文言深吸一口气 眼神似乎有些追忆 飘忽 最终开口道 他呀 他给你留下了 一个世界啊 一个世界 苏醒听到这后 心头一跳 眼中带着一缕疑惑地看向天魔将 却见天魔将叹息一声 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那一滴眼泪 说道 你知道吗 这滴眼泪封印的 就是当初一族入侵三千世界的通道 若是这封印被破除 将会有更多 恐怖的一族入侵三千世界 而这滴眼泪 是天魔域世界意志的显化 亦是 罗天祖师最强的神通 灵界 当初 罗天祖师在灵界一道上 走到了古往近来的尽头 哪怕是远古时期的圣人 在灵界一道上 也恐怕远不如罗天祖师 罗天祖师的灵界范围 庞大的足以笼罩整个罗天界 那可是 一整座大千世界啊 顿了顿 天魔将接着的 当罗天宗战败 罗天玉被打得支离破碎之后 罗天祖师敏锐察觉到 若是不彻底封印一族 通往三千世界的通道 那可能百万年内 人族就会彻底被异族入侵 因此 罗天祖师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将灵界一道发挥到了极致 在天魔与天道的帮助下 终于封印了这道通道 化作眼泪 永远隔绝异族 至此 三千世界之外的异族 无法陆续进入 为人族延续了千万载弃运 不过可惜 天魔与天道 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带着低眼泪的封印 彻底被破除之后 就是人族灭绝之时了 苏醒听到这 心中震动 罗天祖师在灵界一道上的造诣 居然如此恐怖 封印了异族入侵的通道 苏醒愣神地 看着远处的那一滴眼泪 沉默许久 异族之中 主神之上的存在 无法入侵三千世界 或许 也和这滴眼泪有关吧 罗天祖师 精彩艳艳之辈 一个时代真正的气韵之子 虽然因为天资 实力带来的骄傲 最终没能成为 那个时代的胜利者 但其所作所为 却比从那个时代 苟活至此的强者 更加令人钦佩 苏醒透过那一滴眼泪 似乎看到了一个场景 修仙界五大玉 面临灭顶之灾 罗天祖 已然被打得支离破碎 就在危难之间 罗天祖师 似乎看到了人族的未来 于是 强势将临天魔玉 连接天魔玉天道 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 封印了这处通道 那一日 天道垂泪 而人族 却因此 被延续千万载弃域 耳边 继续传来天魔匠的话 你从天机域来此戒时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那所谓的死亡绝地 苏醒听到天魔匠的话后 心中已有猜测 没错 那死亡绝地 其实就是当年 罗天界的一片世界碎片 罗天祖师 以绝强的威力 将杀戮挥下的无数神奇 红眼异族 尽数封印在了 那片死亡绝地之中 死亡绝地中的异族数量 足以毁灭半个大狱了 但却因为 罗天祖师的强势封印 这一股异族强大的力量 最终只能迷失在 无尽海域之中 天魔将话音落下 苏醒也终于肯定了 自己的想法 灵狱一道 修至极限 居然如此恐怖猛 封印异族神奇 在死亡绝地中 阻止异族进入三千世界 罗天祖师所做之事 的确为人族谋弃运 苏醒心中佩服的同时 也有些疑惑 可这 和罗天祖师所留下的世界 有何关联 天魔将似乎看出了 苏醒心中的疑惑 轻笑一声 随后取出了一枚 巴掌大小的黑色圆珠 这黑色珠子 很明显是残缺不全 只剩下了不到一半 但却传来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是 苏醒心中一惊 很快一个念头生起 没错 这是罗天界的世界碎片 天魔将话音落下 苏醒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在罗天祖师临死之际 借助罗天境之力 将破碎的罗天界收敛 又以灵域封印 最终 形成了这象征着 半个大千世界的质宝 这黑色圆球中 或许 装有半个罗天界的传承 资源 哪怕是大罗金仙 也无比眼红之物 不过这世界质宝中 到底装了什么 我也不知晓 只有等你继承之后 方能知道了 苏醒听到这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这是 半个罗天界啊 千万年前 最强大宗门所在的大千世界 其疆域之广 其中蕴含的宝物 各种资源 罗天传承之多 究竟有多么恐怖 若是 苏醒能够取得这枚宝珠 哪怕只是罗天界的部分世界碎片 恐怕也足够提供 我晋升大罗的资源了吧 想到这 苏醒小心脏扑通直跳 很快 耳边传来天魔将的声音 当初 罗天祖师独占七尊一族主神 整个罗天界被打得支离破碎 一部分碎片 成为死亡绝地 被封印在无尽海域中 一部分碎片 如今应该处于清元域和冬域之中 最后不到一半的世界 则被罗天祖师合并自身灵域 被封印在这枚宝珠之中 只要罗天后人身怀罗天境 得到认可 便能得到这一部分碎片 拥有半个罗天宗的抵御 苏醒听到天魔将的话后 终于明白了 当年的罗天祖师 究竟给他留下了何等恐怖的一笔财富 看着天魔将手中的黑猪 苏醒眼中带着一抹渴望 天魔将也并未贪磨此宝 只是将黑猪递给了苏醒的 至落灵而世书归天千万载后 没想到真的出现了一位 足够资格的罗天传人 如今 物归原主 将这枚宝珠交付给你 也算了却了我此生最大心愿了 不过 灵而世书临死前曾言 此宝珠需要对罗天境足够的掌握力 方能彻底激活 不知如今的你是否能办到 苏醒接过黑猪 放在手中不断骂撒 体内的罗天境 也与此同时传来一响 心中一动 苏醒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试一番 不过也不急于一时 天魔匠还在一旁呢 完成罗天祖师的遗愿后 天魔匠似乎长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增长了不少 苏醒见状若有所思 修行心结已解骂 在当初那一战中 被毁的不仅是罗天狱 整个天魔狱 超过90%的生灵 进阶被图 如今天魔狱的修士 或是当时幸存修士的后代 或是自其他大狱迁徙来的修士 受天魔狱天道影响 自然对一族痛恨万分 天魔匠低声道 又解开了苏醒心中的一个疑惑 如今 你继承罗天传承 还需好生修行 若能迈入大罗之境 说不定能重现当年灵儿师叔的威名 说到这 天魔将看向苏醒的目光 也有些柔和 若是你愿意 往后便留在这天魔狱中吧 身为你的师叔祖 我自然会尽力护你周全 保证你的安全 苏醒听后 心中一喜 连忙点头同意 有一尊大罗精先的保护 苏醒在这天魔狱中的安全 将大大提升 多谢天魔师叔祖 苏醒微微点头 心中又想起了 自己来天魔狱的另一个目的 于是问道 老大 我之前听闻 天魔狱中有天羊草的存在 不知您是否知晓 说着 苏醒取出了一幅天羊草的绘图 是苏醒提前准备的 天魔将接过话 仔细地辨认了一会 才不确定地说道 数十万年前 我似乎在天魔狱核心区域中 看到过这一株草 只不过 那里过于危险了 是如今一族大军集结之地 即便是我 也不敢轻易涉足 苏醒听后 心中一喜 只要有这天羊草 一切都好说 天魔将为苏醒解答疑惑之后 二人又重新回到之前的据点之中 来到据点中 一处简陋的小屋中 苏醒布置了一个隔绝阵法 随后迫不及待地 想要实验一番 罗天祖师留给他的黑猪 心中一动 苏醒进入了罗天镜 罗天镜中 一如既往的祥和 但罗天门人 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包括罗青牛 神冬有田在内的数位 罗天门人 迫不及待地找到了苏醒 宗主 我 我们似乎感觉到 一缕老宗主的气息 是 是他老人家还在人世吗 看着这些罗天门人 眼中的一抹希望 苏醒叹息一声 最终还是告知了他们真相 放心吧 虽然灵儿师祖不在了 但我会带领你们 重新回到巅峰的 苏醒劝慰道 告别这些罗天门人后 苏醒迫不及待地 去了罗天大会的场地 在那里 有罗天镜本体存在 看着眼前罗天镜的气灵道 所以 你的意思是 需要我晋升太乙之后 方能激活这一枚黑猪 取得其中的罗天传承 罗天镜气灵肯定地说道 是的 主人 我能够感觉到 这一枚黑猪中 有着老主人加持的封印 必须拥有太乙境界 方能解开 而且 黑猪中不仅有着 当年的半个罗天界 为了更好的封印 这黑猪中 还有这我的一部分碎片 若是能够彻底将这黑猪激活 我或许就能恢复 全盛世气的大半威力了 只不过 这个激活 融合的过程很是漫长 我想 老主人的意思应该是 当你达到太乙境仙之后 能够尝试将这一枚黑猪 融入自己的灵界之中 若是能够做到 主人您的灵界范围 或许能达到半个罗天界那么大 甚至有朝一日 超过老主人也说不定 还有 苏醒静静地听着 罗天镜气灵地回答 片刻之后 大约摸清楚了这黑猪的用途 正如同天魔将所说的那般 罗天祖师给苏醒留下的 是一个世界 但又 不仅是一个世界 这枚黑猪的本体 是半个破碎的罗天界 在罗天祖师恐怖的灵域修为下 早已将自身灵域和罗天界 合二为一 最后无尽压缩 才凝结成了这一枚黑猪 因此 这枚黑猪 是集结半个罗天界的宝藏 罗天镜碎片 再加上罗天祖师的灵界修为 三者合一 需要苏醒修为达到太乙境仙后 方能激活 并逐渐吞噬 将黑猪纳入苏醒自己的灵域之中 一旦完成 苏醒的灵域范围 将达到一个恐怖的境地 而且 罗天界的宝藏 罗天宗的传承 都将被苏醒收回 甚至于 连罗天镜也能进一步修复想到者 苏醒心中一阵澎湃 只要达到太乙修为 若是在现实中 能够搞到手这枚黑猪 恐怕晋升大罗的能量 都不差了吧 苏醒咬了咬牙 又稍微计算了一番 以我的顿速 从星辰界前往天机域 起码也要十年 再前往天魔域 恐怕要数十年时间 这耽误的时间 还是太久了些 想到这 苏醒微微皱眉 数十年时间 便能晋升大罗 这的确不算慢了 但一路上浪费数十年 变数太多 苏醒不愿轻易涉险 不过 我记得 除了无尽海域这条通道之外 似乎还有其他的办法 九重天域 苏醒眯了眯眼 他记得白地和唐一一层岩 九重天域乃上界 连接五大域 若是有合适的通道 苏醒完全能够 先前往九重天域 再从九重天域 想办法抵达天魔域 无需经过无尽海域 自然能剩下无数时间 还有 天魔域内的晋升机制 实在是有些缓慢了 得询问一番天魔将 是否有什么办法 直接能见到他 很快 十年的沉浸式 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回到现实 此次沉浸式模拟 还真是收获颇多呀 不但了解了当年的隐秘 更只晓了 罗天祖师留下的惊人财富 若是能取得那枚黑猪 说是一步登天也不为过了 苏醒摸了摸下巴 又道 还有在天魔域中 虽然危险 但有天魔将在 应该能模拟得更久一些吧 只是可惜 没法接受虚无之境的强化了 苏醒想了想 有舍有得也算正常 他现在关心的是 在天魔域中 他能够模拟多长时间 会不会 打破以往模拟的记录呢 想到这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七百二十年 你以苏叶的身份 进入天魔域核心区域 接触天魔将后 你了解到了千万年前的心秘 之后数十年间 你在天魔域核心区域中 猎杀异族 时间很快来到模拟第七百五十年 短短三十余年时间 你击杀上百尊异族神奇 在天魔域内的权限 晋升天巴 整个天魔域 能够达到这等权限的 也不过寥寥数十人 同时 随着这些年 在天魔域核心区域内的作战 你对于异族的实力 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天魔域内异族的数量 不比天机欲少 而且实力同样恐怖 几乎每年 这些天魔域核心强者 就需要出手数次 为的就是打击零散的异族 而除了这些零散的异族外 天魔域内 还有一支极为强大的异族军团 异族第四总军团 由两尊主神率领 挥下数十尊一级神奇 近千二级神奇 无数异族神明构成 但由于罗天祖师的封印 整个第四总军团 都不能冲破天魔域核心区域 即便如此 若不是天魔将本尊镇守在此 恐怕早已摧毁封印 毁了天魔域 每百年 天魔将都需要加固一次封印 即便天魔将强横 但面对整个第四军团 也只能采取游击战术 率领部分天魔域精锐强者 对抗这些异族 百万年来 虽然第四军团未能扩张 但天魔域内的顶尖强者 也不断阵亡 更加恐怖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昔日天魔域 天道和罗天祖师 联手布置的封印 已经开始逐渐泄露 偶尔有强大的一族 自通道中出来 和第四军团会合 进一步冲破两道封印 你知晓 天魔域的情况 也并没有眼下那么平静 无论是通道封印 还是第四军团的封印 只要被破除一个 整个天魔域 恐怕都要毁于一旦 也正因如此 天魔将才不敢轻易离开 可人族修士培养缓慢 金仙诞生更是困难无比 整个天魔域千年 都未必能诞生一尊惊弦 相反 每数百年的战斗 天魔域几乎都有 高层修士的阵亡 整个天魔域的力量 也在不断削弱 在此情况下 你献上了自己 前行研制的 脱胎换骨丹单方 这单方 对于整个天魔域内的修士 无疑是无价之宝 虽然短时间内 对于天魔域的局势 没有太大帮助 但如果时间放眼在百年 千年 甚至是万年之上 那将是恐怖的 原本需要千年 才能练出仙人体的修士 或许仅需二三百年 便能拥有练体仙人的水平 而脱胎换骨丹的主要 一族血肉精华 对于天魔域而言 更是取之不竭 天魔将知晓 这一单方 对于整个天魔域的重要程度 若是有足够的时间 培育新的修士 天魔域甚至能真正镇压 整个第四军团 于是 脱胎换骨丹单方 顺利地在天魔域内推行 作为线上单方的你 权限也从天八 直接晋升天三 拥有天三权限的 整个天魔域内 也不过一手之数 虽然权限对如今的你 用处不大就是了 第七百六十年 你询问天魔将 是否有办法 在进入天魔域后 直接联系上他 天魔将思索片刻后 给了你一枚特制的通讯信物 这枚通讯信物 唯有在生死危机之时方能使用 只要在天魔域范围内 激活着通讯信物 天魔将就能瞬间感应到 到时候 天魔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你将这枚通讯信物 默默保留下来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眼前一亮 不错 有了这通讯信物 下一次模拟时 就无需花这么多时间 慢慢在天魔域内 晋升权限等级了 只要我一踏入天魔域范围内 就能联系上天魔将了 如此 能省下不少时间 顿了顿 苏醒又到 不过整个天魔域内 灵气稀薄 但常年有战斗发生 更适合练体修为的提升 接下来 该继续提升大物断体绝了 苏醒想要试试 这次模拟能有多久 当然在这期间内 也不能忽视修为的提升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八百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术 终于成长到五丈一尺 这一年 你跟随天魔 将前去天魔域核心区域 加固封印 同时寻找天羊草的踪迹 但天羊草并不是那么好找的 你们寻找了数月 并未有发现 而新的异族神奇 从封印中脱身 你们不得不返回据点杀敌 如此 你在天魔域内 时而打探天羊草踪迹 猎杀一族 修为境界也不断提升 时间很快来到模拟第一千年 这一年 你的练器修为 终于晋升金仙七重后期 体内的原力之术 也成长到五丈三尺 长年的战斗 让你在大乌断体绝上的进展 更快了三分 天魔将一如既往 每百年加固一次封印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通道内涌出的一族 也不可避免地愈发强大 最近百年 更是接连涌出了三尊一级神奇 而这等实力的异族神奇 整个天魔域 只有寥寥数人能够对抗 这让天魔域的镇守 变得愈发困难 不过好在 近年来随着脱胎换骨丹的推广 短短二三百年时间 天魔域中下层站立如 雨后春笋般涌出 拥有仙人体的修饰 比两百年前 多了大约三成 你对此感到开心 但更多时间 还是放在修行之上 时间很快来到第1200年 天魔将告诉了你一个惊人的坏消息 清元域中的大界 天元界被攻陷了 包括天元宗宗主在内的 两尊老牌太乙金仙战死 整个清元域 超过三分之二的疆域 都被一族入侵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微微皱眉 果然 红月那边发生变故后 清元域毁灭的时间 要进一步提前了 要想延缓清元域的毁灭 看来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青云子身上了 只可惜 天阳草至今还是没有踪迹 苏醒叹息一声 不过也不急于一时 苏醒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寻找天阳草的踪迹 哪怕每一次模拟 只探寻一小片区域 只要世间存在天阳草 苏醒就能找到 如此想来 或许需要将天魔域核心区域划分 每次模拟固定探索某个区域便是 苏醒只一个念头 模拟中的它就立刻执行 数百年的寻找 都未能找到天阳草 让你决定采取分区域探索的办法 你将整个天魔域核心区域 分为十个大区域 再将每个大区域内 分为十个小区域 之后 每百年固定 只探索一处小区域 如此一来 即便天魔域辽阔无垠 但在精确的划分下 你也知晓 哪一片区域没有天阳草 为之后的探索节省时间 制定好新的探索计划后 接下来数百年 一边探索 一边努力提升修为 时间很快来到模拟第1400年 这一年 天魔将告知你 南蛮域彻底沦陷 大罗惊仙南蛮黄战死 你听到这一消息后 心中一颤 这比你之前模拟的时间 提前了足足百年 一族入侵三千世界的速度 再一次加快了 但好在 身处于天魔域的你 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在天魔将的保护下 你已然打破了 自己本尊模拟的记录 足足1400年的模拟 让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达到了五丈六尺 修为境界 也无限接近惊鲜七重巅峰 但好景不长 随着南蛮域被彻底入侵 一族腾出了 相当一大部分的有生战力 入侵南蛮域的整个第七军团 抽掉了接近一半的一族 派往其他四大域中作战 首当其冲的 就是距离南蛮域最近的西域 天魔域 一族横渡大域 借助黑洲 无需通过天机域 因此选择了距离最近的天魔域 作为主要入侵对象 在此情况下 数百头一族神奇 数万一族神明 涌入了天魔域 一时间 整个天魔域局势 发生了巨大变化 即便700年来 因为脱胎换骨丹的帮助 达到炼体天仙之境 但短短数十年的战斗 却让天魔域损失惨重 实力倒退回了数百年前 在此情况下 天魔将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之身离开天魔域 前去南蛮域斩杀六翼主神 在天魔将看来 只要南蛮域大乱 第七军团的一族 便无力入侵其他大域 于是 第1450年 天魔将前往了南蛮域 按照他的计划 若是顺利 50年内应该能回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将加固封印的办法 交给了你 并告知你 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内 你为天魔域代理首领 以你区区精先修为 按照常理而言 自然难以担此重任 但数百年来 你早已和天魔域 一众强者打成一片 况且 你贡献脱胎换骨丹 成为代理首领 并没有多少阻碍 为防止一族出现暴动 天魔将对外宣布闭关 其实暗中离开天魔域 知晓这一消息的 包括你在内 只有数人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难怪 之前我化身的猎魔 神奇会在南蛮狱中 遭遇天魔将的袭杀 天魔将那次的目的 居然是直接 图灭六一竹什么 苏醒解开了 心中的一个疑惑 不过 天魔将离去之后 整个天魔域内的危险程度 将大大提升了 也不知 我能否顺利坚持到 天魔将回归 苏醒微微皱眉 隐约间觉得 自己此次模拟 或许快到尽头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天魔将暗中 离开的前十年 天魔域并无意外发生 你带领天魔域众人 不断猎杀 第七军团来源的 异族神奇 局势并无大的变化 但随着天魔将 长时间没现身 异族第四总军团 似乎也发现了一些端倪 开始不断派出一些 突破封印的异族神奇试探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试探的异族神奇 也愈发强大 终于 来到模拟第1480年 第四军团付出了巨大代价 称无敌 整个天魔域内能 对付的只有寥寥两人 一人就是位列天交榜 第九的十三 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另一人 则是陆九天 乃天魔域副首领 一身修为 被称为半部大罗金仙 位列天交榜 天榜第三 在这两人的联手下 那尊一级神奇 巅峰的异族 自然被诛杀 但陆九天和十三 也受伤不清 至此 被封印的异族 终于彻底确定 天魔将此时不在天魔域内 于是 整个第四军团的异族 疯狂地想要突破封印 而被那一滴 天道眼泪封印的通道 也隐约有了松动的痕迹 在此情况下 你不得不提前 加固封印的计划 于是 在天魔域高层的掩护下 你们尝试加固封印 但这一次 异族显然是下定了决心 一股作气 献祭了数尊一级神奇 将第四军团的军团长 虚空主神放了出来 虚空主神 其外形是一只堪比星球大小的巨大虫子 拥有恐怖的力量和吞噬之力 在一尊堪比大罗金仙的主神手下 你们自然没有了反抗之力 封印的加固失败了 而你也死在虚空主神手中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眉头紧皱 果然 没了天魔将的天魔域 完全无法镇守第四总军团 不过 此次模拟也算是收获匪浅了 接近1500年的本尊模拟时间 的确是打破记录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天魔将暗中离开 无疑是一场豪赌 若是顺利击杀六亿主神 足以在保天魔域千年安宁 但可惜 赌输了 接下来 整个天魔域都将陷入危机中 即便天魔将赶回来 恐怕天魔域也将损失惨重 哎 看来下一次模拟 只能劝解天魔将别去南蛮域了 不过 即便不去南蛮域 也只是慢性死亡罢了 苏醒摇了摇头 目光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九幽名王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四万五千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 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 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六十万能量本源 金仙七重巅峰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 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大成 原力之数五丈六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五百五十万能量本源 罗天黑猪 拥有罗天祖师 对于灵界的毕生感悟 封印了半个罗天界 并蕴含罗天镜部分碎片 售价一万亿能量本源 天魔匠通讯信物 在天魔域范围内 激活此信物 也让天魔匠感知到 售价一百点能量本源 脱胎换骨丹炼制经验 蕴含十二阶 十三阶脱胎换骨丹的炼制心得 售价十万能量本源 星辰日月缩 改 极品后天至宝 经过炼器大宗师 苏醒改良之后 拥有惊人的顿速和防御力 能够长时间在虚空之中穿梭 售价一百万 五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奖励 瞪大了眼睛 罗天黑猪 价值一万亿能量本源 苏醒顿时眼前一黑 他原本还想着 能否将这黑猪 从模拟中带出 可一万亿能量本源的天文数字 立刻打消了苏醒的想法 呀的 我要是有一万亿 还要啥黑猪啊 苏醒微微摇头 看来这罗天黑猪 只能想办法从现实中获取了 仔细选择了此次模拟的奖励 苏醒觉得 灵界修行感悟 练气练体修为 以及天魔匠的信物 是值得带出的 除此之外 还有改良后的星辰日月缩 能够让苏醒感悟更加轻松 也是个不错的奖励 苏醒心中一动 耳边传来模拟气提示音 丁 恭喜您带出灵界修行感悟 剩余能量本源 2114万7587点 恭喜您带出精纤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 2114万7585点 恭喜您带出大物断体绝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 1564万7585点 恭喜您带出天魔匠信物 剩余能量本源 1564万7475点 恭喜您带出星辰日月缩 改 剩余能量本源 1509万7475点 提示音落下之后 苏醒浑身气势 在短时间内暴涨 练气修为 从金仙七重初七 直接飙升至金仙七重巅峰 体内元力之数 成长一丈一尺 让苏醒的元力总量 再次提升三成 心中一动 一枚巴掌大小的黑周 落入苏醒手中 自然是改良后的 星辰日月缩不错 基础顿速比之前 起码快了一倍 而且足够 我在虚空中航行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改良后的星辰日月缩 基础速度就相当于 金仙在虚空中航行的速度了 而与此同时 苏醒的手中 也多出了一枚黑色的令牌 只见令牌上 龙飞凤舞地写着 天魔二字 苏醒眨了眨眼 看着手中的令牌 若有所思 若是 我在此节激活着令牌 天魔将会有所感应吗 苏醒思索了一番 觉得应该不会有感应 毕竟介绍中都说了 唯有在天魔狱范围内 天魔将才能感应到 花了一刻钟时间 苏醒逐渐适应 体内修为的增长 也开始为 接下来的发展做打算了 知晓模拟中的 罗天黑猪后 无疑多了一重保险 哪怕局势再恶脸 我也能想办法 带着家人朋友 前往天魔狱 罗天黑猪中的资源 足够我晋升大罗金猪 只需要再苟住模拟百年 想必成为老牌大罗强者 亦不是难事 苏醒难难道 之前他所担心的一点 就是找不到足够多的资源 为他模拟提供能量 但现在 有了罗天黑猪后 苏醒的担心就少了很多 再不计 苏醒也能想办法 成为大罗金猪 拥有这一层保障后 苏醒能做的事情 无疑更多了 血丝的位置 我如今已经知道 一尊太乙金猪 身价之丰厚 起码数千万能量本源吧 那么 要不要去尝试 击杀谢四 在天骄榜上扬名呢 苏醒有些异动 不过 这也得看 我在接下来的模拟中 实力能够提升到什么地步 如果击杀谢四的时间 花费超过两个月 那就得不偿失了 苏醒如此想到 眼下 我还有三次模拟机会 千万能量本源 天阳草 断魂草等消息还未得到 看来要开始新一轮模拟了 苏醒心中已有决断 起码要寻找到 一两位天阳断魂丹的主要吧 还有前往天魔狱 无疑是目前 本尊模拟时长最多的方式了 模拟一千五百年以上 也是我修为提升的最佳方式 若是能想办法 触发强者之心 就更好了 接下来几次模拟 或许能借助此法 尽快修行到金仙巅峰 待到金仙巅峰后 尝试击杀谢四 或许就用不到那么久的时间了 苏醒脑海中推演了一番 自己接下来模拟的计划 上百次的模拟 让苏醒已经摸索出了 提升修为的最佳路线 既然此次模拟的目标是 尽可能提升修为 并尝试寻找天阳断魂丹的主要 那就依然是要前往天魔狱的 心中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64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1509万7千475点 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红色天赋千换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嗯 又一个红色天赋 苏醒心头一跳 连忙看向新天赋 千换 红色神话及天赋 你能够拥有变身他人模样的能力 从气息到模样 完全变化成另一个人 同时自动掌握他人的神通术法 圣人之下无法分辨 每次模拟仅能使用一次 可重新变化为本尊 注意 该天赋变化为他人后 实力不做改变 苏醒看到新抽出来的天赋 若有所思 显然 这新天赋千换和苏醒之前抽到的红色天赋异形 是有些类似的 不同的是 异形是变化为异族 而千换则只能变为人族 异形天赋 哪怕是圣人也无法辨别 但千换却是圣人之下无法辨别 异形每一次模拟 只能变化一次 无法重新变化为本尊 而千换却能够在变成他人后 重新变为本尊 总体来说 两个天赋说不上熟悠熟练 但却各有用处 苏醒心中迅速思考 很快推演出了几种千换天赋适合的场景 倒是可以浅浅尝试一番 但接下来模拟 还是要以提升修为为主 苏醒已有决定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天赋 临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你前往了星辰大会现场 大批的星辰石入手 你神不知鬼不觉地 找到了潜入星辰界的降临教叛徒 并将其一网打尽 自星辰界出发 你前往了千岛界 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你和血色进行了一场大战 这一战在虚空中爆发 声势浩大 足足持续了两年 最终 你将血色的兽员全部斩尽 堂堂太乙金仙受绝而死 你成为了历史上屈指可数的 在金仙之境 逆斩太乙的天骄 哪怕是紫灵仙子 在金仙巅峰时 也只是栗战太乙金仙不败 却做不到击杀 这一战 很快被清源于各大势力所知晓 你登上天骄榜 位列地榜第一位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没有多少欣喜 反而微微皱眉 计划失败了 血色毕竟是太乙金仙 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要击杀它是很有希望 但爆发出的动静 还是太大了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击杀血色 取而代之 实在是不太可能 苏醒原本的计划是 击杀血色 并想办法取而代之 但现在看来 实在是难以办到 因为引发的动静太大了 只要降临教不是傻子 都会对苏醒变成的血色多有防备 计划也无从展开 我原本的想法是 最好能凭借血色的身份 潜入降临教高层内部 再想办法知晓降临教内部的秘密 比如血三 血二的动向 甚至是血仙所在 但现在 好像没法办到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 又暗道 血色是没法轻松击杀 但降临教内其他的干部呢 比如血五 血六之类 只要没有达到太乙之境 应该都能轻松击杀 但苏醒刚想到 这又微微摇头 虽然击杀较弱的干部的确轻松一些 不会引起多大动静 但击杀之后 苏醒又能取得多大的收益呢 哪怕取而代之 又能从降临教中得到多少秘密 想到这 苏醒微微摇头 不过直接晋升地榜第一 倒是个意外之喜 以我现在的实例 两年时间击杀血四 其实是有些水分的 毕竟 我对血四神通招式了解许多 再加上墨兵剑对其多有克制 纯粹靠号自然能将其耗死 但若是面对其他太乙惊仙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苏醒难难道 接连数次模拟后 苏醒实力增长巨大 但还没到能够斩杀太乙惊仙的程度 目前 苏醒对于没有修行血仙精等 寿源正常的太乙 哪怕是出入太乙之境 苏醒应该也是误开的局面 唯有对上将灵教干部 才有些优势 也罢 还是先提升实力为主吧 至于潜入计划 等到能轻松击杀血四之后再说 苏醒心中已有决定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击杀血四之后 你一如既往开展计划 前往天机阁出售情报 去青云宗交易 帮助紫灵仙子学习御灵之道 收集罗天宗传承 时间很快来到第三十年 你离开了清元域 前往了天机域 自模拟第三十年至三百年间 你一如既往培育天元神术 苦心修行 第三百年 天机阁仙州降临 第三百二十年 仙州保卫战中 你表现异常惊人 除了以一己之力守护仙州外 你更是配合太乙精仙肖斩龙 两人合力击杀了一尊异族的异级神旗 整个仙州上下 都知晓了你的身份 地榜第一 玲珑金仙苏叶 这一战后 白帝向你发起了邀请 希望你加入天机阁 成为天街长老 你接受了邀请 并向白帝提出了一个要求 你希望能够得到一次 虚无之境的使用机会 这个要求 显然是有些过分的 寻常金仙辛苦积累贡献万载 甚至都难以得到一次 使用虚无之境的机会 而你仅仅刚加入 就希望得到这次机会 可面临一位地榜第一的修士 拥有如此潜力的剑修 白帝最终还是同意了你的要求 他将自己的贡献点分出一部分 为你兑换了一次 进入虚无之境的机会 而你协助肖斩龙击杀 一级神器的功勋清零 也献上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时间很快来到第三百三十年 你们顺利抵达了天机界 接下来数十年间 你依旧刻苦修行 直到第四百年 你某天福灵心智 修为水道区城般 从金仙七重巅峰 晋升金仙八重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嘴角上扬 果然 实力才是一切的基础啊 地榜第一 无论是实力 潜力 还是名气 都已经足够 再加上协助肖斩龙击杀 一尊一级神器 也算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白帝又对我极为看好 如此叠加之下 才提前得到了 进入虚无之境的机会 如此一来 便能省去我数百年时间 可以提前前往天魔狱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目标已经达成 那么接下来只需沉浸式模拟 参悟大道 得到虚空之境的强化后 便能前往天魔狱了 还是一如既往修行速度大道 加上虚空之境强化 应该能迅速破入第六境吧 苏醒心中一动 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一千五百零六万零九七五点 很快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回归睁开双眼 一道金芒闪过 苏醒满意地 速度大道 已然大道第五境大成 距离巅峰也不远了 看来下次模拟 便有机会彻底迈入 速度之道第六境 苏醒推演了一番 空间之道第六境 速度之道第五境大成 如今苏醒的顿速 在太乙金仙中 已然算是不弱了 除非那些成名已久的 太乙金仙 否则苏醒该有保命之力 而且 除了速度之道的进展 最关键的 是大周天观想法呀 苏醒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 心中一动 一步完整的推演补算功法 涌入记忆 此法正是天机阁主的成名神通 大周天观心法 此法绝对是不传之密 但苏醒凭借着地榜第一的身份 还是顺利取得 有了大周天观心法 接下来 我在命运因果之道上的修行 终于不会止步不前了 只需投入时间 迟早便能迈入第六境了 苏醒在脑海中 观摩了一番大周天观心法 但此法比之小周天观心法 还要晦涩十倍不止 苏醒估摸着 想要迈入第六境 还需要不少时间 呼 不过大周天观心法已经到手 后续便不急了 慢慢积累便是 眼下最重要的是 尽快前往天魔狱 尽早见到天魔将 线上脱胎换骨丹丹方 应该有所改变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五百年 你对于素之大道 感悟达到第五境大成 同时得到了天机阁主赠予的 大周天观心法 你根据之前模拟的经验 完善了穿过无尽海域的航线图 并提前准备好了 横渡无尽海域的资源储备 乘坐上极品后天 至宝级别的星辰日月缩 你朝着天魔狱方向赶去 相比于之前一次模拟 此次你对无尽海域的航线 要了解太多 仅仅花了五十年时间 第五百五十年 你就抵达了天魔狱 来到熟悉的时界 你找到了一处天魔狱分布 激活了天魔将的信物 静静等待着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一道黑甲身影 出现在你的身后 天魔将抵达 对于你拥有天魔将的信物 气十分疑惑 但你并未过多解释 只是告知了他 你罗天传人的身份 同时 你将脱胎换骨丹单方 送给了天魔将 接下来 天魔将为你讲述当年发生之事 并将罗天传承赠予了你 脱胎换骨丹 也在天魔将的肯定下 迅速在整个天魔狱推广开 而你凭借着这一大贡献 直接晋升为 天魔狱全线等级中的天使 拥有了前往核心区域的资格 一切 如上一次模拟时展开 只不过重走一遭的缘故 进度要快了两百年不止 而你也在天魔狱核心区域中 继续寻找天阳草的踪迹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微微点头 不错 这一次模拟的进度 比之前快上不少 有更多时间 搜寻天阳草的踪迹了 除此之外 更长时间的准备 或许应对之后的 一族第七军团的支援 也更有把握一些 目前 还是要以提升修为为重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在天魔狱中 修行猎杀一族 搜寻天阳草的踪迹 转眼间 数百年时间过去 模拟第一千年 你将第一块 可能存在天阳草的核心区域 全部探索完毕 并未发现天阳草的踪迹 但你并不灰心 开始第二区域的探索 第一千一百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成长至六丈三尺 第一千二百年 你的炼气修为 终于提升至金仙八重中气 同年 清元狱的噩耗传来 天魔狱中 也多出了许多异族入侵 一时间 局势变得危险起来 但好在天魔狱这些年 在脱胎换骨丹的帮助下 实力迅速提升 仙人的数量 比至九百年前 近乎多出一倍 因此 天魔狱的局势 还没到最危急的时刻 即便如此 天魔将 还是起了前去南蛮狱 袭击六翼主神的念头 听到天魔将的决定后 天魔狱高层 并未有人反对 唯有你 知晓此次天魔将一走 天魔狱内 必然再次面临危机 于是 你告知天魔将如今之际 还是以防守天魔狱为主 一旦封印中的异族军团脱困 届时才是整个三千世界的危机 听了你的劝告后 天魔将暂时放弃 只身前往天魔狱的念头 接下来百年 天魔狱中异族数量虽然变多 但总体局势依旧可控 直到第1600年 新一轮的危机诞生了 这一年 你得到消息 清元狱内清云宗被攻破 包括子灵仙子在内的 一众二代弟子战死 虽然天魔将恨清元狱 但在此危机情况下 接连两界被攻陷 人族恐怕难以为继 然而 还未等天魔将思考未来何去何从 新一轮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了天魔狱 以六亿主神为首 半个第七军团集结战力 尽数入侵天魔狱 至此 天魔狱内忧外患 有被封印的第四军团 外游第七军团入侵 一时间局势岌岌可危 最终 第四军团被封印的一族 献祭了一半的一族神明 顺利突破封印 并和第七军团一族会合 在两尊主神的围攻之下 天魔将短时间内 也疼不出手之缘 最终 你死于一尊一级神奇巅峰的一族手中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沉默良久 局势 居然已经危及到这个地步了吗 第1400年 南蛮欲被彻底入侵 第1600年 清元欲岌岌可危 比起之前几次模拟 局势似乎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苏醒微微皱眉 他有些不明白 模拟中未来变化如此巨大的原因吗 是因为我从红月手中逃跑 引起了红月的注视吗 恐怕 不仅是如此吧 苏醒细细思索 发现自己从成为地榜第一 进入天魔狱后 局势就开始变得恶劣 唯一的解释 是一族那边发现了什么异常 会不会 一族之中也拥有如同天机阁主那般 能够洞察到时间长河的存在 而在未来中 他看到了一丝威胁 所以才加快了入侵三千世界的步伐 想到这 苏醒的眼神变得凝重起来 若真是如此 最有可能的 就是一族之中 那尊堪比圣人的存在了 会不会 那位真的能够洞察到 时间长河的变化 苏醒不断脑补 天机阁主 擅长补算之道的半圣 却拥有洞察时间的能力 这是苏醒已经完全确定的 那更强的圣人存在呢 一族之中 那位堪比圣人的神明 或许已经透过时间长河 洞察到了苏醒的一些踪迹 这 是最坏的猜测 目前还不能确定 苏醒摇了摇头 若真有这么一位存在 是从时间长河中洞察到了危险 哪怕未能感觉到苏醒这个个体 也足以引起苏醒的重视了 毕竟 苏醒最大的优势 就是借助模拟器隐藏自身 不断成长 若是被一族中的某位发现 那绝对是灭顶之灾 不行 必须想办法试探一番 苏醒深吸一口气 思考着可能存在的试探办法 接下来一次模拟 尽可能隐蔽自身 完全不暴露出来 也不干预三千世界的诡计 若是如此 未来进展还是在变化 这就说明 现实中已经有一位存在 察觉到异常了 苏醒迅速思考 很快想到试探之法 想到这 苏醒不由地抬头看向天空 透过灵天洞天的空间 透过那无尽的虚空 苏醒仿佛看到了一双无形的大手 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未来 若真是如此 那就是一场 何时间赛跑的游戏了呀 苏醒无声嘀喃道 苏醒花了许久 才从这种细思极恐的危机感中摆脱出来 无论有没有这么一个存在 提升实力 都是必须的 只有实力足够 才能更有机会应对 且先看看 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 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千换 红色天赋 售价100点能量本源 灵界5万里 灵域蜕变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50万能量本源 精鲜八重后期修为 售价1000万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大成 元力之数六丈六尺 元力生生不息 售价500万能量本源 炼丹心得 百年炼丹经验 售价10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了一眼此次模拟的奖励 除了炼丹心得之外 苏醒可以说全都想要了 可目前 苏醒手上的能量本源 只有15060975点 满打满算 带出炼体 炼气双修为后 苏醒就几乎没有存货了 可修为是必须带出的呀 苏醒也没犹豫 选择先将炼气 炼体修为和新的红色天赋带出 至于灵界感悟 只能之后再说了 耳边传来模拟器提示音 丁 恭喜您带出精鲜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5060975点 恭喜您带出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60975点 恭喜您带出红色天赋千换 剩余能量本源6865点 接连三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浑身气势再度暴涨修为境界 从精鲜七重巅峰顺利破入精鲜八重 再一路成长到八重后期 体内的法力浑厚了接近两成 五丈六尺的原力之数 也成长至六丈六尺 这让苏醒的原力和肉身 也再度增幅不小 模拟面板上多出了新的红色天赋 千换 花了片刻时间 苏醒适应了实力的增长 才重新考虑起接下来的计划 只剩下六万出头的能量本源 肯定是不够了 倒是模拟次数还剩下两次 应该足以将我堆砌到精鲜巅峰 星辰大会上的星辰石 必然要尽数取得 只是在此之前 需要解决一些麻烦了 苏醒心中一动 整个星辰界中 潜伏起来的数位降临教干部 以及数头一族神明的位置 都一清二楚 一旦我在星辰大会上露面 这些降临教干部 肯定会将情报上报至血色手中 因此 先解决掉麻烦 按照模拟来看 大约半年到一年后 血色就会出动 前往星辰界一探究竟 但在此之前 我必定已然离开了 从之前的模拟来看 降临教高层干部 是拥有类似于命牌的宝物存在 无论杀不杀 都会被知晓 苏醒细细思索一番 无论解不解决这些降临教干部 只要自己取走星辰时 就会引起降临教和一族注意 因此 无疑是要先下手为强的 如此一来 潜伏在星辰界上的降临教干部 汇报的时间更晚一些 才能争取更多时间 心中已有决定 苏醒不再犹豫 微微伸出双手 虚空一撕 一到空间通道 就出现在苏醒眼前 下一秒 苏醒出现在一位降临教干部身旁 没有丝毫意外 直接地秒杀 仅仅花了片刻时间 苏醒就将降临教三位干部 以及数尊一族尽数击杀 做完这一切后 苏醒回到紫薇部落中 盘点起收获 呼 降临教干部 倒是意外的身价颇风了 苏醒眼中微亮 一尊接近金仙的降临教干部 其他两尊皆为悬仙 再次多出了接近五百万能量本源 还有潜伏在星辰界的异族 一尊异族真神的尸体 为苏醒提供了大约十万能量本源 两尊三级神奇的尸体 为苏醒提供了接近两百万能量本源 如此 苏醒的能量本源数量 再次达到七百万点 没有急着去星辰大会 苏醒先是选择带出灵界感悟 丁 恭喜您带出灵界五万里 花费五十五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六百六十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七点 随着提示音落下 苏醒的灵界范围又小幅度增长 呼 星辰界上的隐患处理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该前往星辰大会收取星辰石了 苏醒难难道 接下来 苏醒以星辰之主的身份 前往星辰大会 将部分部落贡献的星辰石 尽数取回 距离上一次苏醒 收取星辰石 大约过去了小半年的时间 这小半年以来 再次有数百个星辰界的部落前来参会 为苏醒提供了足足三千多万能量本源 如此 苏醒的能量本源暂时达到了四千万的门槛 四千万能量本源 两次模拟机会 这一笔能量本源收完后 短时间内 星辰界无法再提供大量能量本源了 苏醒难难道 那么等实力抵达金仙巅峰瓶颈之时 也该是猎魔神器出动的时刻了 苏醒眼中闪过微妙的光芒 还有现实中那可能存在的隐患 未来的不断变动 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希望 不是我所想的最差的那个结果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65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四千零三十二万 七千八百九十二点 剩余模拟次数一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路人甲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百分之八十 红色天赋概率为百分之二十 路人甲 金色天赋 我不是路人甲天赋的强化版本 能够极大的削弱 该天赋拥有者的存在感 是一种概念上的路人甲 面对超出概念实力的目标时 天赋无作用 金色路人甲天赋 苏醒看到这新抽出的天赋后 眼前一亮 之前我是路人甲天赋 已经有相当恐怖的效果了 而现在 苏醒抽出的路人甲 乃金色级别天赋 效果可想而知 看到新抽出的天赋 苏醒嘴角上扬 难难道 真是瞌睡了来枕头 看来这一次的计划 能够更加完美地实施了 苏醒眯了眯眼 最近几次的模拟 很不寻常 模拟中未来的变化越来越大 义族入侵的速度越来越快 苏醒甚至不清楚 造成这一变化的 是现实中的他 还是模拟中的他为此 苏醒的计划是 在下一次模拟中 全程苟住 不暴露自己 也不干预义族和人族的任何战争 只求保住自身性命 在此情况下 苏醒想看看 未来清源域和南蛮域覆灭的时间节点 是否依旧提前 若依旧提前 这说明 此刻在现实之中 义族因为一些原因 加快了入侵三千世界的节奏 而最大的可能是 义族之中有某位至强的存在 推测到了人族之中出现了苏醒 或者说 这位存在 不一定直接观测到了苏醒 而是察觉到了人族之中 出现了某个变数 而不得已 加快了入侵三千世界的节奏 那么 便让我看看 你是否存在吧 苏醒眯了眯眼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持的对象 我选择加持 大气晚成天赋 临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离开了星辰界 抹去自身痕迹 并屏蔽了天机 一容脸稀后 前往了小青云界 你在小青云界白地城中 租了一处洞府 期限三十年 接下来三十年 你在小青云界中安稳修行 并未干涉任何未来 每隔十年 你便会前往白地城的 天机格分部打听情报 了解三千世界局势 让你有些惊诧的是 蓝星的毁灭时间 再次提前了 仅仅两年半后 整个蓝星就毁于一旦 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而红月带领的一族 爆发出恐怖的威慑 开始疯狂入侵青云狱 仅仅模拟第三十年 小青云界的局势 就已经逐渐白热化 但好在有天魔将分身作证 小青云界暂无覆灭之险 可小青云界周围的小千世界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短短三十年时间 被彻底入侵的小千世界 就有三座 更有数十个小世界 被一族涂灭一空 模拟第五十年 你离开了小青云界 按照你的判断 此次模拟 小青云界撑不过百年 离开小青云界后 你前往了青云狱的第二大世界 天云界 作为有两尊巅峰太一守护的 大千世界 天云界暂时安宁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眉头紧锁 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之前几次模拟 我都没怎么注意青云狱的局势 可如今一看 小青云狱的提前覆灭 已经早有预兆 而且此次模拟我没有丝毫干预 这说明 现实中或许的确有那么一个存在 推进了一族入侵三千世界的节奏 苏醒深吸一口气 但仅凭五十年时间 苏醒还无法完全确定 暂且不急 再看看吧 这一次模拟 索性将未来三千世界的局势 看得更清楚些吧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五十年 抵达天元界后 你在天元城中 隐姓埋名努力修炼 除了日常的修行之外 你也开始尝试高阶丹药的炼制 此刻你的炼丹记忆 勉强达到宗师水准 能够炼制大多数十一阶 十二阶的仙丹 但这距离炼制天阳断魂丹 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好在罗天境内的传承 足够你一路钻研 直到炼丹大宗师级别 接下来五十年间 清元玉局势变幻莫测 短短五十年内 被入侵的小千世界 足有十余座 小世界更是不计其数 直到第105年 你收到天机阁情报 小青云界覆灭 天魔将分身临死之前爆发 却被红月亲自出手击杀 异族的声势逐渐浩大 如同一张巨网般 向整个清元玉加速入侵 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皆在天元界中观察局势 直到第200年 整个清元玉内 已经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世界 被彻底入侵 清元玉内的顶尖势力 也仿佛后知后觉般 建立起修士联盟 开始全方位抗击一族 但你知晓 实在是太晚了 这一次模拟 因为你没有和清云子交易的缘故 清云子将在三百年前彻底入魔 而整个清元玉内 除了一尊已经锤锤老矣的大罗精仙 本尊一直沉睡在清云宗内 如今清元玉局势腿秘 海皇大罗也不得不出关稳住局势 可你知晓这一切 只是徒劳 第210年 你没有继续留在清元玉内 而是自无尽海域 前往了天机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眉头微皱 真是兵败如山倒 整个清元玉已经被役族逐步蚕食 就连沉睡的大罗精仙都出山了吗 苏醒脑海中 回忆起海皇大罗的情报 这位海皇大罗 也是上古时期成名的大罗精仙 其天资之高堪称恐怖 以散修之身 成就大罗果位后 成为清云宗太上供奉 平日无需出手 一直是低调闭关的状态 但在如今清元玉的局面下 清云子即将入魔 发挥不出实力 此刻需要一尊大罗精仙来稳定局势 也只能勉强出山了 海皇大罗似乎不善战斗 可毕竟是活了上一年的老牌大罗强者 对于大道境界的感悟应该不俗 其迈入第七境的大道 一尊大罗精仙也不足以转败为胜 苏醒知晓 按照这个局势 清元玉的战败 只是迟早的事情罢了 模拟二百多年 距离清云子入魔已经不远了 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在天机狱中更安全一些 不过此次模拟我不想暴露身份 混入天机界似乎有些困难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 为了更准确地获取情报 这一次模拟 他不会前往天机阁 成为长老获取贡献 毕竟那样会一定程度上改变未来 我没记错的话 苍蓝界是个不错的地方 在之前的模拟时 是一千八百年以后 苍蓝界才遭遇入侵 作为天机狱数一数二的大千世界 苍蓝界较为安全 而且距离天机界很近 情报获取也不困难 想到此处 苏醒不再犹豫 准备此次模拟 接下来的时间 就在苍蓝界中安心修行 以我现在的实力 哪怕是雪三亲自出手 我也能想办法逃脱 只要不是大罗精先血二 亲自出手追杀我 我应该能够保住性命 再者 有路人假天赋 哪怕是血二 也不一定能发现我的踪迹 只管安心修行 静观三千世界风云变化便是 苏醒安自想到 不过沉浸式模拟的机会 还是不能浪费了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四千零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很快 百年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可惜 此次模拟 因为没和青云子交易 物倒查和文倒单的数量少了太多 速度大到 虽达到了第五镜巅峰 但距离第六镜 尚有一些距离 苏醒也不恼怒 最多下一次模拟 速度大到便能迈入第六镜 如今 提升大到感悟 对于苏醒的代价极低 百年沉浸式模拟 也不过数万能量 本源外加上等待一周罢了 目前 苏醒缺的是能量本源 而不是模拟次数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二百五十年 你抵达了天机域的大千世界 苍蓝界 你隐姓埋名 在苍蓝界最大的修士城池 苍蓝城中修行 每十年 前往天机阁获取情报 如此 转眼间一百五十年过去 第四百年 第一批天元神果成熟 你开始将更多精力 放在炼体修为的提升上 第五百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达到六丈七尺 第六百年 你得到情报 入魔的青云子 出现在青云域内 无差别的 开始屠杀异族和人族修士 第七百年 你修为中路精纤八重巅峰 开始准备突破事宜 第八百年 天机狱向异族的第一场大战 正式打响 天机阁和白地楼联手 对外召集有识之士 一同参战 你没有选择加入这场战斗 而是继续待在苍蓝界中修行 做观外界风云变化 或许是因为路人假天赋的缘故 八百年来 你并未遇到异族和降灵教的袭杀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喜 金色级别的路人假天赋 果然效果极佳啊 若是之前的模拟 八百年的时间点 恐怕我已经先后经历上百次刺杀了 虽然和我此次 模拟低调隐藏身份有关 但想来路人假天赋的作用 也不容忽视 苏醒对此次模拟的效果 还是比较满意的 她就是想看看 在自己完全不干扰的情况下 三千世界的局势会如何发展 就模拟八百年的情况来看 未来的局势不容乐观 也不知 天机狱这一战的结果 会不会改变 八百年那一战 天机阁和白地楼准备颇多 算是人族对抗异族战争中 罕见的胜仗 原本该是胜券在握 但如今未来不断发生变化 苏醒也不确定结果了 希望人族能够坚持得久一些吧 现在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在路人假天赋的作用下 我并未受到 异族和降临教的猎杀 不过 清朝之下岂有顽暖 按照这个趋势 一旦三千世界被彻底入侵 我也逃不过一死了 苏醒难难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天机狱和异族的大战 一触即发 无数修士赶往前线 而异族也在战斗中 露出了他们可怕的獠牙 一转眼 二十年时间过去 第八百二十年 战争并没有按照你想象中结束 而是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根据你得到的情报 仅仅二十年间 人族阵亡的先人数量 就不下于数万名 这场战争的规模 超出了你的预料 战斗爆发第三十年 开始陆续有金仙陨落 第八百五十年 天机狱中陨落的金仙 已经接近十余位 异族这一次重创人族的决心 前所未有的强烈 但这一切战争 都与你无关 你并没有加入战场 依旧留在苍蓝界中 安稳修行 直到第九百年 这一场持续百年的大战 才终于结束 根据你的情报 这一战中 人族陨落的先人 数量超过十万 金仙以上的修士 更是陨落了三十余位 其中甚至包括两尊太乙金仙 当然 异族一方的战局更是惨烈 神明陨落数十万头 但人族修士的境界提升 需要漫长岁月的积累 远不可和异族相比 此战 天机与人族虽胜 但也仅是惨胜罢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脸色 变得严肃了起来 果然 天机与八百年这一战的局势 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原本是人族的一场突击战 仅仅持续十年 但斩获却并不少 可如今 居然变成了一场 延绵百年的大战 虽然人族一方 因为准备充分 依旧胜利 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顿了顿 苏醒疑惑道 所以 发生这一切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苏醒眉头紧皱 凭借他现在的信息 尚不足以推理出 一族背后的黑手 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 一族一方的确发生了变化 起码 对于五大狱的入侵 更加重视了 天机与的格局尚不明确 便再观察一番吧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九百年 天机与的这场百年大战结束 人族因为损失惨重 不得不开启漫长的防守 而一族一方 则源源不断地出现 红眼一族 开始入侵天机域的各个事件 好在你所在的苍蓝界 并未被入侵 而静观百年风云变化之后 你心中偶有感悟 扶灵心智之下 修为水稻渠成斑 破入了惊鲜九重 如此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年 你的炼丹记忆有所突破 可以尝试炼制十三阶的丹药 但距离成为炼丹大宗师 仍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一千一百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成长至七丈三尺 距离大乌断体 绝第六层圆满更近一步 第一千二百年 你得到消息 一族向南蛮玉发动了总攻 南蛮玉难以防守 并向其他四大玉发起了求救 但五大玉中 最强大的天机玉都难自身难保 压根难以排出救兵 第一千三百年 南蛮玉覆灭 大罗金仙南蛮黄战死 第一千四百年 你修为稍有精进 朝着惊仙九重中期 迈出坚实一步 你开始思考 杜杰太乙的准备 同年 清元玉陷入危机 再难自保 而你所在的苍蓝界 也开始陆续受到 异族大军的进攻 第一千五百年 苍蓝界遭遇异族总攻 一整座大千世界被封锁 最终沦陷 好在你提前感应到了危机 逃往了苍蓝界附近的 一座小千世界 你得到消息 在这一战中 百底一似重伤 数年之后 你所藏身的这处 小千世界被异族进攻 你开始逃往下一处世界 接下来百年 你一直在逃亡中度过 你亲眼目睹了 一座座小千世界的沦陷 而清元玉 也在第一千五百年时 彻底沦陷 包括紫灵仙子在内的 一众青云宗二代嫡系战死 海皇大罗疑似叛族 加入祥灵教 第一千七百年 接连数百年的逃亡 虽然异族入侵 并不是主要针对你 但接连的逃亡 还是让你没法专心修行 而且近年来的逃亡 也让你预感到了 危险越来越近 路人假天赋 毕竟只是金色 并非无敌 大罗金仙便能稍微感应到你 而若是遇到 一族中半生的存在 你依旧无法保住性命 在修为 破入金仙九重中期之后 你终于暂时放弃了本尊身份 你决定变化为猎魔神奇 继续收集情报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眉头紧锁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惊恐坚持不到三千年 猎魔神奇身份吗 目前 苏醒的猎魔神奇 距离一级神奇 已经很接近了 神力已经达到一级神奇的门槛 所欠缺的 仅仅是神性和神格 目光再次看向模拟面板 这一年 你变化为了猎魔神奇身份 很快便被一族所接纳 而此刻 一族在与人族的大战中 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因此 你虽然依旧得到不菲的资源供应 但远不如之前模拟中获得的资源 你开始培养猎魔使徒 东狱沦陷了 这一年 人族五大狱中 已经阵亡了三个大狱 仅仅剩下天机狱和天魔狱 依旧还在坚持 出奇地 在占领了三座大狱后 一族似乎放慢了入侵的节奏 似乎在酝酿一些计划 如此 又是三百年时间过去 第2300年 恶难神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你开始遭遇人族修士的刺杀 天机狱虽然丢失大半疆狱 但依旧保证了大部分强者 尤其是白帝率领的强者队伍 开始在天机狱中 频繁猎杀一族神奇 第2500年 为防止被刺杀 你将积累了数百年的信仰之力使用大半 用来提升自己的神性 你对于空间 速度 以及命运因果法则的领悟迅速提升 但很显然 仅仅数百年的信仰之力 无论是市场 还是信徒数量 都远不如从前 自是难以让你神性达到一级神奇层次 第260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袭杀 取走了你的性命 白帝出手了 在临死亡的前几年 你得到情报 天魔狱也即将被彻底入侵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沉默良久 仅仅2000年时间 人族五大狱就已经丢失了三座吗 而且按照这个趋势 3000年的期限达到之前 恐怕整个人族五大狱都会彻底沦落 届时 人族的栖息之地将在何处 莫非只有部分强者逃亡九重天狱了吗 苏醒微微皱眉 在人族五大狱被入侵大半的情况下 天机阁主依旧没有出手 看来 天机阁主尚未找到 破入圣人之路啊 白帝等顶尖强者 更像是在为天机阁主拖延时间 似乎将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天机阁主的身上了 苏醒叹息一声 对此也并不意外 在绝对的实力 种族数量差距下 唯一的胜利办法 也只有一位超脱一切的强者出现了 天机阁主成圣 这或许就是人族唯一的希望了 也不知天机阁主最后能否迈入圣人之境 苏醒心中有些好奇 不过 此次模拟 基本已经证实 在现实之中 一族中有一位存在 发现了我的踪迹 从而加速了入侵三千世界的步伐 而且 他似乎是刚发现不久 入侵三千世界的节奏 还在不断加快 或许要不了多久 南蛮欲连千年时间都坚持不到了 苏醒眼神有些凝重 简单来说 他暴露了 但没完全暴露 人族之中 尚有天机阁主这等 善于补算之道的存在 能够在时间长河中 捕捉到一缕踪迹 而一族之中 那位疑似圣人的存在 恐怕更是如此了 只要我小心一些 他应该不能直接捕捉到我的存在 不过谨慎起见 因果命运之道 也要尽快破入第六境了 苏醒难难道 眼下 还是先看看 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路人甲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五万五千里 灵域蜕变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金鲜九重中期修为 售价一千万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大成 园力之数七丈七尺 园力生生不息 售价五百五十万能量本源 炼丹心得 千年炼丹经验 最高可炼至十四节丹药 距离炼丹大宗师 亦不原意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此次模拟 虽然苏醒并未直接参与 改变三千世界的未来 但因为路人假天赋的存在 苏醒修行的时间足够长 足足一千七百年的修行时间 让苏醒的炼气 炼体境界双双突破 还有炼丹经验 五十万能量本源 虽然有些贵了 但也是值得带出的 至于路人假天赋 倒是可以暂且存在天赋池中 毕竟这天赋实在是双刃剑 虽然一路苟住 提升修为境界很香 但对于现阶段的苏醒 无论是虚无之境的使用 青云子的交易 还是地榜第一的奖励 都是很有颜昂出的 我选择带出 苏醒默念道 耳边传来模拟气提示音 丁 恭喜您带出 今仙九重中期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 三千零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恭喜您带出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五百七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恭喜您带出 灵界五万五千里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五百二十四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恭喜您带出 炼丹心得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四百七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接连四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身上的气势 开始变化练气修为 从金仙八重后期 直接突破至金仙九重中期 体内原力之数 成长一丈一尺 灵界范围进一步提升 大量的炼丹记忆和经验 涌入苏醒脑海 足足一刻钟之后 苏醒才在模拟气的帮助下 逐渐掌握新获得的力量 微微皱眉 苏醒难难道 随着修为的提升 每一次修为反馈 适应所需要的时间 都越来越长了吗 若是太乙金仙之后 修为的突破 恐怕不会是及时反馈了 在低境界之时 苏醒尚未感应到 修为突破的瓶颈 每一次修为反馈 几乎都是及时提升 但随着苏醒境界越来越高 破入金仙之后 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触摸到了一层上限 无论是实力的掌握 还是修为的反馈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了 不过 这也合理 若真是一直不变 修为反馈永远是瞬息完成 甚至直升大罗 那我就真得考虑一下 模拟器究竟是什么阶位的存在了 哪怕是圣人 也无法做到如此吧 苏醒如此想到 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苏醒喃喃道 还剩下一次模拟机会 手中的能量本源 还剩下两千多万 那么也该开始下一轮模拟了 此次模拟 便无需再借助路人假天赋了 本着收益最大化的原则 该是继续和青云子交易 加入天机阁 苏醒心中迅速做好计划 还有 也该考虑一番 晋升太乙金仙之事了 苏醒目光 看向面板上的修为 境界一栏 修为境界 金仙九重 中期 大乌断体诀第六层大城 七丈七尺 经过十多次的模拟 苏醒的修为 也终于接近金仙境的巅峰 不过 金仙突破太乙金仙 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苏醒微微闭眼 脑海中回忆着 白帝曾和他说的晋升之法 玄仙之境 凝聚胸中武器 金仙之境 会及顶上三花 而到了太乙金仙 则需要度过修士 最恐怖的灾难 甚至比雷劫 风灾 还要恐怖数十倍不止 那便是 天人武衰 抵达金仙之后 每三千六百载 就会经历一次 天人武衰 据苏醒所知 天人武衰分别是 污秽衰 仙人百毒不清 万臣不染 哪怕是最低的人仙 也无需担心 皮肤染上灰尘 衣服沾上泥垢 唯有在一位修士 寿源将近之时 方会生出污秽 这时 修士已经走到寿命尽头 要十难医 大罗难救 但在金仙之后 污秽衰一旦出现 将持续三千六百载 法力衰弱 神通难用 这时 修士的实力会大幅度下降 天人武衰第二衰 则是华灵衰 金仙头顶三千青丝 亦会化作白发 持续三千六百载 在此期间 修士的修为和战力 依旧会大幅度下降 天人武衰第三衰 夜球衰 经历此衰时 仙人夜下流汗 体力不知 唯有仙人福 尽寿中之时 两夜才会自然流汗 天人武衰第四衰 臭回衰 仙人体带清香 没有一丝乌臭之意 但在经历此衰时 哪怕是金仙 也会浑身散发老人臭 乃寿源将近之相 若想度过 依旧须三千六百载 而天人武衰最后一衰 则是自艳衰 亦是武衰之中 最为凶险的存在 经历此衰时 金仙对自身艳无万分 难以控制地艳无自己 以至于十分堕待 不修行 不修心 自艳衰 亦为三千六百载 天人武衰 哪怕金仙亦有陨落风险 唯有度过武衰 方能得正太乙道果呀 苏醒微微呢难道 不过 自我模拟以来 每一次模拟 至多不过两千多载 寻常手段下 我怕是永远无法度过天人武衰了 苏醒眯了眯眼 接着道 因此 必须要有非常手段 缩短天人武衰的时间 方能有机会度过 对于寻常修士而言 金仙突破太乙 最难的 其实不是天人武衰 而是修为的积累 大道感悟的提升 但对于苏醒而言 无论是修为 还是大道感悟 皆不是问题 唯有着需要硬时长的天人武衰 三千六百载一度 武衰结完 起码需要一万八千载 在寻常手段下 对于模拟中的苏醒 是不可能完成的 下次模拟时 便去问问天机阁主吧 看看他有没有提前度过天人武衰之法 苏醒如此想到 不过 这次模拟最大的收获 或许不仅仅是修为的提升 和对未来的掌握 真正关键的 是我的确注意到了 异族之中有那一位存在 原本我在鸣笛在暗 对我极为不利 不过眼下去是回到同一条线上了 苏醒摸了摸下巴 自苏醒模拟三年多以来 一直都是异族在鸣 他在暗 但实力提升之后 苏醒为了更快地获取能量 不得不承担一些风险 由此 局势又变为了 苏醒处于半暴露状态 直到异族之中那一位存在 可能意识到了 有苏醒这么一个人存在 但苏醒却对其不知 这时候 苏醒是十分危险的 但经过此次模拟之后 苏醒确定 异族之中有那么一位存在 形势又变为了同一条线上 趁着那位还没注意到我之前 尽快地提升修为吧 苏醒看着仅剩的一次模拟机会 也不墨迹 直接发动了模拟 开始模拟 第166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4791392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兵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龙皇之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龙皇之体 金色天赋 百大神体之一 拥有上古龙族和凤凰的一丝血脉 体质惊人 炼体天赋极佳 嗯 又是一个神体 苏醒微微点头 这龙皇之体 倒是个不错的堆积属性天赋 不过 苏醒现在炼体资质已经很高了 除非是红色级别的天赋 否则对苏醒的加成实在有限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苏醒喃喃道 开始思考此次模拟的计划 炼气修为提升至金仙巅峰 这是肯定的 大乌断体绝尽可能的提升 速度之道迈入第六境 炼丹记忆尽可能迈入大宗式级别 还有询问天机阁主 是否有提前度过天人武衰之法 苏醒在脑海中 将此次模拟的大致计划过了一遍 随后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佳一天赋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 灵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你前往千岛界 与将灵教干部血色开启大战 这一战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最终你将其斩杀 你留下了道号玲珑金仙 你的名声开始在三千世界传播 你前往了小青云界 为了人族能够坚持更久 你告知了天机阁气情报 接下来 你和青云子交易 指点子灵仙子御灵之术 搜集罗天宗传承 前往天机域 计划顺利执行 转眼间数百年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第三百年 这一年 天机阁的仙洲降临白云界 第三百二十年 仙洲保卫战爆发 你凭借着强悍的实力 地榜第一的声望 取得了一次 使用虚无之境的机会 第三百三十年 你顺利抵达天机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动 墨面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一百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四百七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熟忍地泡上一壶雾倒茶 取出诸多速度大盗的盗运之宝 苏醒开始参悟大盗 转眼间 五十余年过去 沉浸闭闭关中的苏醒 在这一天 缓缓睁开双眼 身旁速度大盗盗运瞬间收敛 眨眼间反扑归真 这一日 速度大盗 迈入第六镜 苏醒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他能够感觉到 速度大盗升至第六镜后 他顿速再度暴涨 嗯 整体顿速 比之前快了大约三倍 在短距离的航行上 效果不明显 可若是中长距离的跋涉 那效果就很惊人了 苏醒稍微推演了一番 速度之道迈入第六镜后 他渡过无尽海域 从清源域赶往天机域的时间 将节省一半 原本需要十年 如今却只需要五年左右了 不错 速度大盗不愧为攻防一体 更对现实中的 我有巨大用处 之后 若是需要搜集螺天传承 将会事半功倍 苏醒满意道 眼下 还有几片悟道茶 和七十余枚完美品质的温道丹 尚未服用 该提升哪一条大道呢 苏醒稍微思索了一番 就将目光看向了因果命运之道 面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果命运之道 就急需提升了呀 刚好 大周天观心法也已经到手 是该试试这神通的难度了 苏醒没有犹豫 引下悟道茶 开始参悟起大周天观心法 斗转心仪 日月变幻 转眼间 四十余年过去 沉浸式模拟的第九十五年 苏醒将所有的温道丹 和悟道茶使用完毕 因果命运之道 还真是难以领悟啊 苏醒微微皱眉 四十余年沉浸式模拟 在悟道茶和温道丹的帮助下 苏醒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 居然还停留在第五进入门层级 而大周天观心法 更是尚未入门 哎 道足且长 看来这因果命运之道 需要花费颇多时间了 苏醒摇了摇头 也不急于一时 眼下 该去一趟虚无之境了 苏醒说吧 一步跨出 很快出现在天机阁总部 顺利地进入虚无之境中 苏醒向气凌要求了 此次的加成选择那边试一试 虚无之境 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提升吧 苏醒眼前闪过虚影 截断时间长河的力量后 脑海中多出颇多感悟 并陷入了昏迷 当苏醒再次醒来时 第一时间查看起 自己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进步 嗯 依旧停留在第五进入门级别吗 苏醒挑了挑眉 她能够感觉到 自己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 进步很大 但无论是因果还是命运 都是顶尖大道 苏醒又无名师指点 仅有一部大周天观星法 尚且晦涩 想要在短时间内进步 实在是太困难了 暂且先水魔功夫吧 按照计划 接下来一段时间 都是不缺模拟次数的 苏醒目光略微闪烁道 太虚界 苏醒向着眼前的天机阁主 虚影问道 前辈 我想知道 是否有节省时间 度过天人武衰之法 苏醒向着眼前的天机阁主 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听到苏醒的话后 眼前的虚影微微皱眉 道 天人武衰 达到金仙大元满后自来 三千六百载经历一栽 乃是天定 要想提前经历天人武衰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时 天机阁主话锋一转 又道 不过 也不是全然没有办法 天地之间 有武衰独物 一约污汇完 时之 可让天人武衰来得更加猛烈 同时时间 缩短至三百六十载 除此之外 还有华灵石 球叶散 臭慧丹 和自咽水 皆味刺等作用 这五种毒物 原本是上古修士炼制的天下制毒 哪怕是金仙修士不甚沾染 也会实力大减 一身修为实不存一 甚至有死亡的风险 但 天流一线生机 后来有修士发现 若是修士能够顺利抗住这毒药 便能在短短三百多年时间度过武衰 而且效果更甚 苏醒听到这眼前一亮 连忙问道 前辈 那这五种武衰毒物 该在哪里获得 天机阁主则达到 我天机阁中便有 此五种毒物 因为兑换的修士教授 寻常也用不到 因此 价格不算昂贵 苏醒将天机阁主所言 一一记下 很快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回到现实世界 天人武衰 三千六百载一轮回 进度过虚一万八千载 而武衰毒物 十倍压缩天人武衰的时间 效果也更能烈十倍了 寻常金仙巅峭峰 定然不会冒此风险 安稳渡过天人武衰便是 但此药对我 倒是有大用 金仙圆满之后 可扶之 尽快破入太乙金仙之境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眼下 是时候离开天机域 前往天魔域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四百三十年 沉浸式模拟结束 你自天机阁主口中 得知了尽快渡过天人武衰的办法 你开始准备 横渡无尽海域 前往天魔域 第四百六十年 仅仅三十年 你便顺利抵达了天魔域 激活天魔令 很快天魔将现身 接下来数百年间 你推广脱胎换骨丹 增强天魔域整体实力 努力修行 提升自身修为 并在核心区域中 寻找天羊草的踪迹 时间 很快来到第八百年 这一年 你的修为顺利突破至 惊仙九重后期 体内原力之数 达到八丈二尺 数年之后 远在天魔域的你 收到了天机域中 爆发大战的消息 这一战 依旧持续了百年时间 直到第九百年 大战结束 以天机域人族惨胜收场 第九百年 你探索完了 规划的第二片区域 依旧没能找到 天羊草踪迹 你开始探索 更加核心的区域 第一千年 你灵界范围达到 五万八千里 境界修为略微提升 第一千三百年 蓝蛮域覆灭 第一千五百年 清元域覆灭 这一年 天魔域面临的危机 前所未有的严重 其他大域的异族军团 源源不断地支援而来 就连你也遭到了数次刺杀 但好在 有天魔将互道 你并未面临生死之灾 数年之后 你的修为 终入金仙九层巅峰 此时 你的境界尽无可进 以为金仙大圆满 若想进一步提升 唯有迈入太乙之境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情有些复杂 虽然未来的局势 依旧不容乐观 但好消息是 终于迈入金仙大圆满之境了 接下来 就要考虑破入太乙金仙所需了 天人武衰 足够的能量本源吗 苏醒难难道 天人武衰 以苏醒的道基来看 应该不是难事 但晋升太乙金仙 所需的能量本源 绝对是一笔大数字 异族神奇马甲计划 得尽快实施了 猎魔马甲的实力 也要尽快迈入 异旗神奇层次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600年 天魔狱遭遇异族大举入侵 你提前预知到了危险 离开天魔狱核心区域 化为猎魔神奇模样 横渡无尽海域 你回到了天机狱 之后 在一族提供的血肉精华下 你开始培育信徒 第2000年 你拥有了足够多的使徒 开始收集信仰之力 第2600年 你用尽所有的信仰之力 提升神性 信仰之力不足 你的神性级别 尚未迈入一级神奇层次 数个月后 你遭到了白地的猎杀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又是一次模拟 终于迈入金仙大圆满了 苏醒神情有些振奋 如今 他距离成为太乙金仙 只差天人五衰了 而达成天人五衰的办法 苏醒也已经得知 只要能量本源足够 苏醒之多几次模拟 便能成就太乙金仙 但是 头疼的就是能量本源啊 苏醒揉了揉眉心 根据他的经验 想要突破至太乙金仙之境 起码也需要一至两亿的能量本源 而眼下的苏醒 显然是拿不出那么多的 唯有变化为猎魔神奇 更加合适 不过在此之前 先带出修为为上 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龙皇之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六万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金仙大圆满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诀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诀第六层大成 原力之数八丈八尺 原力生生不息 售价五百五十万能量本源 炼丹心得 千年 现实 炼丹经验 最高可炼至十五阶丹药 以达炼丹大宗师境界 售价一百万能量本源 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苏醒毫不犹豫 将五项奖励尽数代出 耳边传来模拟器提示音 丁 恭喜您代出金仙大圆满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四百七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点 恭喜您代出大巫断体诀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二十四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恭喜您代出灵界六万里 剩余能量本源 一千九百七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恭喜您代出炼丹心得 剩余能量本源 一千八百六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点 恭喜您代出龙皇之体天赋 剩余能量本源 一千八百六十九万一千三百八十一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浑身气势再度变化修为境界 终于提升至金仙大圆满 并且尽无可敬 体内原力之数 增长一丈一尺 炼丹心得 灵界感悟 龙皇之体一一带出 花了些许时间 苏醒适应了新增的修为和境界 满意地点了点头 短时间内 炼气修为是不可能提升了 带到体内原力之数 成长到九丈九尺九寸 大乌断体 绝也修至第六境圆满 若是两者双双突破 便算是彻底迈入太乙之境了 修为的提升在苏醒的预料之中 不过眼下 苏醒需要考虑的是 新的能量本源获取方式 无论是蓝星 小青云界提供的能量本源 对于之后的我而言 都是杯水车星 唯有星辰界中的星辰石 才能提供大量 不过星辰石毕竟有限 部落上贡也需时间 而现在的我 可等不及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距离下一次模拟冷却刷新 还有三天 而苏醒的裂魔神奇马甲 想要破入一级神奇层次 起码需要数次模拟 并且需要苏醒 以裂魔身份模拟2000年以上 才能积攒这等数量的信仰之力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 先沉淀一波 之后提升大道感悟 和裂魔神奇的境界吧 顿了顿 苏醒眼中闪过一缕金光 不过 在此之前 得先将异族的目光吸引过来啊 苏醒挠了脑脑袋 有些后悔 击杀那些前来寻找 他的降临教干部和异族了 若是不击杀 苏醒化作裂魔神奇之后 想必很快就能吸引他们过来 唉 大意了 不过 此刻后悔也来不及了 为了尽快吸引一族前来寻我 还需再泄露出一些气息啊 如此想到 苏醒身影一闪 出现在星辰界 一片寥无人烟的荒土之上 随后 心中一动 异形天赋激发 紧接着 苏醒的外形开始逐渐变化 与此同时 裂魔神奇的气息 笼罩了整个星辰界 精线大圆满 大巫断体绝大成带来的力量 如同山红倾泻一般 消失在苏醒体内 与此同时 一股新的 全然不同的力量 在苏醒体内诞生 二级神奇巅峰 神力 达到一级神奇层次 速度法则 空间法则 因果命运法则 皆在第五境 肉身力量 大约相当于 精线巅峰修士 这在一族之中 只能算是重归重矩 呼 虽然不是第一次变身了 但每一次变化 都会觉得十分奇妙 苏醒扎了扎嘴 稍微适应了一番 这裂魔神奇的身躯 单纯实力来看 即便我现在也算得上 是半部一级神奇 但烈魔的实力 终究是太弱了 现在的我 实力大约相当于 精线后期吧 恐怕这副神区 迫入一级神奇境界后 都比不过我本尊的实力 苏醒微微摇头 烈魔毕竟是 一族中最低等的种族 虽然经过苏醒的 数次强化 但整体战力 还是处于中下水平 不过 烈魔神奇的强大 不在于其本身实力 而是在于其战略要性 二级烈魔神奇 可以说是所有 烈魔一族的信仰 不但能够迅速繁育新的烈魔 更能够直接赐予 烈魔使徒神力 因此 烈魔神奇的身份 才会在一族之中 如此之高 苏醒目光闪烁 根据他的推算 若是这烈魔马甲 提升至一级神奇级别 其在一族之中的地位 恐怕足以媲美 十大帝族之中的主神一级了 而且 一族会全力地培养 这具烈魔马甲 还差一些 就差不多能晋升一级神奇了 苏醒难难道 苏醒变化为 烈魔神奇形态 在星辰界中 大约待了一刻钟时间 很快 苏醒能够感觉到 星辰界中 不少天仙以上的修士 都感应到了 苏醒这具马甲的存在 趁着这些修士尚未赶来 苏醒又重新变化为本尊 撕开虚空 出现在了紫微部落之中 一切 都进行得异常顺利 接下来 便是静静等待了 苏醒在脑海中 推演了一番星辰界附近的 罗天传承 来回往返时间在一个月内 虽然大部分的罗天传承 都被我取走了 但随着速度之道 迈入第六景 我的行动范围会更大一些 大约 还有两处罗天传承 能够取走 也不能浪费了 如此想到 苏醒心中一动 出现在虚空之中 随后迅速朝着 另外两处罗天传承 所在之地赶去 与此同时 某处未知空间 一道意识从沉睡中醒来 两尊一级神奇 出现在这道意识身前 又出现了 我能感觉到 新的同胞 猎魔一族的神奇 他对我族 接下来的战争 有大用处 不惜一切代价 最快地赶往那个地方 将他接回来吧 随着话音落下 神秘意识 再度陷入沉睡 与此同时 那两尊一级神奇 朝着星辰界的方向 快速赶来 转眼间 大半个月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 新纪元2027年2月17日 这天 苏醒将计划中的 两处传承 尽数取走 两处罗天传承 给我带来了 接近八百万能量 本源的收益 剩下的模拟次数 也来到了三次 大巫断体诀 距离第六层圆满 也不远 是时候 看一看异族的动向了 苏醒心中一动 呼唤出了模拟面板 开始模拟 第167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669万1381点 剩余模拟次数两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 金色天赋鲜舞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鲜舞神铁 金色天赋 百大神体之一 血脉中拥有的奇妙特性 能够将炼气和炼体修为 更好地发挥出来 鲜舞神铁 看到新抽出的天赋 苏醒眼前微亮 这新天赋 看起来还是极为不错的 对苏醒的战力 想必又能有所提升 炼气修为 已经尽无可尽 眼下 倒是大巫断体诀 需要尽快迈入第六层圆满 除此之外 还要看看 异族将会在何时 寻找到猎魔神奇马甲 苏醒心中已有计划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 加持的目标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 临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半个月后 你重新潜伏到了星辰界附近 你在星辰界附近 隐秘自身气息 屏蔽天机 待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直到3月15日这天 你感觉到有两股强大 邪恶的气息降临在了星辰界 是两尊 一族一级神奇 其中一尊一级神奇 乃是暗影一族 另一尊 则是来源于一族之中 一个被称为神族的种族 图纳族 你只是感受到了 这两尊一族神奇的气息后 心中便已有了判断 迅速远离此地 直到数年之后 你前往千岛界 找到了血四 按照计划 这一次 你依然要击杀血四阳明 随着实力提升 此次你仅仅花了一年时间 就将这尊出入太乙的 降临教干部 顺理击杀 你的名声开始响彻三千世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条眉 居然 是图纳一族吗 看来 一族一方对于裂魔神奇 还真是关心啊 苏醒摸了摸下巴 脑海中回忆起裂魔神奇 获取的情报 一族之中 亦有天赋恐怖的种族 甚至还要超过十大地族 那便是 神族 神族一出生 便拥有神明级别的力量 生而为神 但神族极难繁育 并且除了出生起点较高外 资质也就和地族差不多 因此 因为数量并不多 一族之中的神族们 大都十分神秘 并不是入侵三千世界的主要战力 而图纳一族 就是神族中的一个种族 其天生善于窥探命运 在补算一道上 拥有惊人的天赋 看起来 似乎是想要图纳一族 来寻找我的踪迹吗 苏醒微微点头 不过他并不担心 他化身的裂魔神奇 哪怕是圣人都看不出端倪 更别说 这些神族了 所以 一族派出的神奇 大约会在一个月后 降临星辰界 对于我而言 还有六七次模拟机会 足够将裂魔神奇 晋升为一级神奇级别了 苏醒微微点头 一族找到他的时间刚刚好 并不会耽误太多 如此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击杀歇斯之后 你很快登上地榜第一的宝座 接下来 你按照计划 前往青云宗交易 指点子灵仙子 搜集罗天传承 第三十年时 你顺利抵达了天机域白云界 接下来二百多年 你一如既往修行 第三百二十年 仙周保卫战爆发 第四百年 天元神果成熟 你修炼大巫断体质的速度暴涨 第五百年 你体内原力之术 成长至九丈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六百六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一点 很快 百年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一副如是重负的表情 终于 命运因果之道算是勉强迈入第五境小城了 大周天观心法 也终于入门 此次沉浸式模拟 苏醒将误道查 文道丹 以及一次必然性顿悟 全都用在大周天观心法的参悟之上 再加上一次虚无致敬的使用机会 才勉强将大周天观心法推进入门层级 可见 命运因果之道的难度之大 严格来说 在此道上 我的天赋属实 只有中人之资 能够迈入第五境 都算是纯粹资源的堆砌了 接下来想迈入第六境 恐怕会更加困难 苏醒叹息一声 再犹豫 是否还要继续将时间 花费在因果命运之道上 不过 除了因果命运之道外 其他大道的境界 短时间内对我来说 似乎也没有太大帮助了 总不能 指望空间大道 速度大道这些 迈入第七境吧 苏醒微微摇头 那需要花费的时间 恐怕更加恐怖 而且 在迈入太乙之前 尝试参悟第六境的大道 都是事被公办 得不偿失的 除此之外 我问天机阁主的那个问题 苏醒眯了眯眼 脑海中回忆起模拟中 他询问天机阁主的疑问 此次模拟 苏醒的问题是 一族之中 是否有圣人级别的存在 当时 听到苏醒的问题后 天机阁主的回答是 有 主神之上 为主宰之境 主宰之境 主宰万物生死 生灵兴衰 不逊于圣人的强大一族吗 苏醒深吸一口气 虽然早有预料 但此刻从天机阁主口中得知 这一境界的名称 才算尘埃落定 对现在的我而言 关心这些 还是太早了 接下来 还是尽早将大巫断体诀修饰 第六境圆满吧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六百年 你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 迈入第五境小城 之后你准备动身 前往天魔狱 第六百三十年 你顺利抵达天魔狱 激活天魔令后 你见到了天魔将 接下来一如你计划的推行脱胎换骨丹 寻找天羊草 修行大巫断体诀 转眼间 六百七十载光阴过去 时间来到第1300年 在天魔将的互道之下 你安全地修行 体内的原力之数 已至九丈七尺 距离大巫断体 绝第六层圆满越来越近 而这数百年时间 你探索了更多的核心区域 你划分的十大区域 已经被探索了三块 皆无天羊草踪迹 你继续探索 这一年 南蛮欲被彻底入侵 第1500年 你体内的原力之数 成长至九丈九尺九寸 大巫断体 绝终入第六层圆满 你感觉遇到了大瓶颈 暂时无法提升 童年 清元玉被彻底入侵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尝出了一口气 终于 大巫断体 绝迈入第六境圆满 此次模拟本尊的修炼目标 顺利达成 接下来 该提升猎魔马甲的境界了 苏醒思索了一番 之前几次模拟 他猎魔神奇收集的信仰之力 皆用来提升神性 也就是所谓的法则之力 对于一族而言 只要有一条法则 迈入第六境 就算是达到了一级神奇层次 若是想参悟其他法则 亦可再成为一级神奇后尝试 而苏醒的选择是 空间法则 空间法则 保命手段极强 算是最适合猎魔神奇的法则之力了 毕竟猎魔马甲 身怀恶难神体 必须尽可能地自保 待到空间法则迈入第六境后 便能再提升神格 彻底晋升为一级神奇了 也不知 猎魔马甲 竟升为一级神奇后 又会多出什么新的能力 苏醒心中稍有期待 此次模拟 也差不多到了猎魔马甲该出场的时刻了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大巫断体 绝 迈入第六层圆满后 你离开了天魔玉核心区域 变化为了猎魔神奇模样 顺利加入了一族 享受颇多资源 你开始培养信徒 第2000年 你手下上百位猎魔使徒 猎魔信徒何止意问 你开始搜集信仰之力 第25500年 你将信仰之力 尽数用于提升神性 你对于空间法则的领悟程度 迅速提升 数年之后 你遇到了白帝的猎杀 你死了 叮 本次模拟结束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文字 微微皱眉 奇怪 怎么遭遇白帝猎杀的时间 又提前了 之前我记得 明明是2600年来着 苏醒思索了一番 唯一的解释 恐怕是人族一方情况更加危急 所以 白帝提前了猎杀进步 呼 幸亏提前使用了信仰之力 苏醒松了口气 将目光看向模拟奖励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圆满 我来了 纤舞神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灵界六万五千里 灵域蜕变 达到灵界层次 在灵界范围内 对于神通 空间之道的威力巨大提升 灵界之内 逐渐向真实世界演变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大巫断体绝第六层圆满 原力之数九丈九尺九寸 原力生生不息 距离达到第七层 仅有一步之遥 售价六百万能量本源 三项奖励 自然是要尽数代出的 苏醒没有犹豫 心中默念一番 耳边传来模拟器提示音 叮 恭喜您代出鲜舞神体 剩余能量本源 2665万4870点 恭喜您代出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 2065万4870点 恭喜您代出灵界六万五千里 剩余能量本源 2015万4870点 接连三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只感觉自己的肉身之力再度增强 浑身肌肉短暂地膨胀了片刻 随后恢复原状 苏醒的肉身强度 力量增长三成有余 也终于达到了一种圆满无瑕的形态 第六层圆满 仅凭肉身之力 就比肩半步太以惊鲜了吧 若想再进一步 唯有迈入第七层了 苏醒眯了眯眼 大巫断体绝第七层 将再度提升修饰的恢复力和生命力 若是修至第七层圆满 能够做到 即便肉身净毁 但只要还剩下一滴精血 便能滴血重生的程度 若是大巫断体绝修至第七层圆满 恐怕大罗惊仙之下 将再无人可以杀死了 苏醒脑海中回忆 迈入大巫断体绝第七层所需 气血之力 大巫断体绝想要从第六层破入第七层 只有一个要求 极致的气血之力 只要肉身强度 气血达到 便能迈入此境界 但 以苏醒目前的积累 显然还达不到此程度 还是需要 更多增长气血之力的天才地宝 方能有机会迈入第七层 苏醒难难道 无论是太乙精仙 还是大巫断体绝第七层 苏醒都挤不来 毕竟 目前他所拥有的能量本源 差得太多了 眼下 苏醒需要的是 先将猎魔马甲 提升至一级神奇境界 距离一族降临星辰界 还有接近一个月时间 现在 还是要先返回星辰界附近了 苏醒说吧 撕开虚空 施展空间之力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赶往星辰界附近 二十多天后 星辰界附近某处虚空 苏醒感应了一番周围的虚空 确定并无危险后 难难道 最多五天之后 一族就要到达星辰界了 现在 也该变为猎魔神奇的模样 提前准备了 说吧 苏醒心中一动 整个人迅速变化 为猎魔马甲模样 变化为猎魔神奇之后 苏醒整个人实力大减 但在星辰界附近 还是极少有存在 能够威胁到的 五天之后 那两尊一级神奇就会赶来 运气应该不会那么倍吧 苏醒摸了摸下巴 他打算一直以这幅 一族神奇姿态等待着 不过 在正式见到那两尊一级神奇前 先将我的境界再提升一番吧 苏醒目光闪烁 看向了模拟面板 此时 面板上两千余万能量本源 还剩下足足五次模拟机会 虽然变成猎魔 但也仅仅是暂时失去了 本尊的力量 模拟器 还是依旧能够使用的 那么 便让我看看 以猎魔的身份 直接开启模拟 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苏醒心中稍有好奇 默念道 开始模拟 开始模拟 第168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015万4870点 剩余模拟次数四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血灵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血灵神体 金色天赋 百大神体之一 你天生拥有从血液中 获取能量的能力 对于鲜血相关神通学习能力 大幅提升 血灵神体 苏醒挑了挑眉 他的第一反应 是这天赋 似乎很适合降灵教的功法神通啊 无论是血仙精 还是血和神通 似乎都能从这天赋中得到好处 可惜了 降灵教的神通 对我暂时无用 不过日后 说不定有能用到的地方 暂且留着 苏醒难难道 虽然变身异竹形态 但苏醒依旧能够进行模拟 以异竹形态开始模拟 检测到你的天赋血灵神体 和裂魔形态适配度较低 该天赋自动转化为 对于杀戮 鲜血等相关法则 悟性小幅度提升 看着眼前的文字 苏醒挑了挑眉 自从裂魔神奇诞生之后 天赋就不能变化了 这么看的话 若是以裂魔形态开启模拟 似乎天赋对于该形态 也是有一定增幅的 苏醒若有所思 虚空之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将自身的气息隐蔽了一番 继续藏匿在星辰界附近 很快 五天时间过去 三月十五日这天 你感觉到了 有两道气息迅速接近 这是两尊一级神奇 分别来自于暗影族和图纳一族 两尊暗影神奇找到你后 顿时面露惊喜之色 你装作一副懵懂 谨慎的表情看着他们 表现得多有防备 这两尊神奇 对你这种心态 没感到意外 并不厌其烦地为你解释 很快 在这两尊神奇的解释下 你渐渐地放下了防备之心 伟大存在的命令 他感知到了你的存在 并预见你对于一族未来 有巨大帮助 因此希望 你能够加入一族第五种军团 也就是负责入侵清元域的一族军团 而作为奖励 一族会为你提供足够的资源 帮助你提升神力 同时帮助你壮大裂魔一族 听到两尊神奇的话后 你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并询问他们将要前往何处 这两尊一族神奇告知你 他们要带你前往一处 名曰空无界的中千世界 那里是他们一族的藏匿地点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中千世界 空无界 苏醒记忆中 的确有这么个世界的消息 这是一座中千世界 但面积极大 堪比大千世界 同时 因为空无界外独特的虚空地形 许多高强度的虚空乱流环绕 惊心以下修饰 几乎无法进入 因此 空无界内并无多少特产资源 商贸不发达 因此和外界的沟通极少 基本算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中千世界 因为空无界附近 却并未去过 原来如此 入侵清元玉的异族大军 居然一直潜伏在空无界附近吗 苏醒眯了眯眼 空无界 距离小青云界和蓝星似乎不算远 大约只有数十个空间节点的距离 看来 清元玉中的异族 正是以这一座世界为据点 向清元玉发起入侵的 苏醒默默将这一消息记下 仅仅刚一变化为猎魔神奇马甲 就捕获了如此重要情报 则则 仅这个情报 此次模拟就不算亏了 苏醒微微点头 同时有些好奇 自己变化为猎魔神奇之后 还会有什么展开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根据两尊异族神奇的话 你将跟随他们一同前往空无界 而第五军团 会给你一整座空无界附近的小千世界 以便你繁育猎魔 第五军团会为你提供足够的血肉精华 而你要做的 是尽快繁育出足够多的猎魔 十年之内 他们要让你培育出五百万猎魔大军 百年之内 你需要培育上一精英层次的猎魔 第五军团的要求 对你来说并不困难 以你的力量 甚至这个时间能缩短数倍不止 于是 你准备跟随这两种异族神奇 去看看所谓的空无界 一个月后 就在你们快要抵达空无界时 两尊异族神奇 脸色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们告知你 接到了一位大人的命令 而那位大人对你很感兴趣 想要见你一面 你听后 心中些许诧异 但毕竟只是模拟你 无需担心自身安危 于是 你同意了这一要求 跟随两尊异级神奇改变方向 朝着另一处虚空赶去 最后 抵达的地点 让你十分震惊 是蓝星 而对你感兴趣的那位大人 正是 红月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头一跳 红月 居然对我感兴趣了 难道 他看穿了我的身份 这是苏醒的第一反应 但很快 就被苏醒否决了 红月虽强 但毕竟只是主神层次 而且 苏醒变化的猎魔神奇 也数次在模拟中 接触过主神级别的异族 都没有露出破绽 应该不是识破了我的身份 或许红月氏 有什么其他事情 要找我 苏醒若有所思 准备将计就计 去一趟蓝星 很快 你跟随两尊异级神奇使者 从虚空中的通道 前往了无尽深渊 数个月时间过去 当初被你清理的无尽深渊 已经恢复了一部分 但那些神奇之上的红月异族 显然换了一批 你跟随两位使者 一路抵达了无尽深渊最底层 也见到了红月 显然 这时的红月尚未完全复活 你所看到的 乃是红月化身的本体 一直堪比小山大小的 巨大红色眼珠 这也是 所有赤铜异族的本体化身 很快 红月浅退了两尊使者 似乎有私密的话 想要单独对你说 你静静站在原地 想看看 红月准备闹出什么名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红月 似乎对我的化身很感兴趣啊 不过 这倒是一个难得的 接触红月的机会 是该近距离接触一番的 苏醒心中一动 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年 盯 剩余能量本源 20154505点 随着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无尽深渊 最底层 耳边 传来红月音测测的声音 你们两个 暂且下去吧 我有一些私事 想和这位聊一聊 苏醒眯了眯眼 眼前巨大的红色眼珠 发出一道直击心灵的声音 传入在场三人心中 听到红月的话后 那两尊一级神奇使者 犹豫了一番 但还是对视一眼 行了一个古怪的礼仪 道 是 大人 说吧 这两尊使者 便离开了无尽深渊最底层 带使者走后 这一处空间中 便只剩下了苏醒和红月两人 苏醒面无表情地 看着眼前的红月 静静等待着夏文 姐姐 你好 母神宠爱的心境神奇 看你的气息 似乎距离一级神奇 已经不远了呀 则则 没想到最低等的 猎魔一族中 居然也出现了 这么一尊了不得的存在 有你在的话 千万年后 说不定猎魔一族 也会躋身十大帝族之猎呢 眼前的红月 接连说了不少话 完全没有以往 苏醒见到的那种恐怖感觉 相反 眼前的红月 话语中 似乎对苏醒的这种化身 还有一种拉拢的感觉 苏醒心思迅速转动 随后努力地 维持着猎魔马甲的人设 悉字如今道 你 什么意思 红月听到苏醒的话后 没有丝毫恼怒 反而说道 则则 刚一出生 便是接近一级神奇层次 看来母神在你身上 投入了不少心血 未来 你必定能够成为 和我一样的存在 不 你甚至能够成为 比我更强的存在 有机会一窥 那主宰之境啊 说到这 红月的语气中 已经俨然多出了一些癫狂 一听到主宰二字 苏醒顿时来了精神 仔细倾听 但显然 红月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 于是语气一转又倒 不过 现在的你 还是太弱小了 刚刚出生的你 降临在一族最弱的种族之身 可是急需成长的机会啊 而眼下 我族 和人族血实大战连绵 像你这样的存在 可是很容易陨落的 甚至于 一旦你被榨干了利用价值 站在主宰之下的那几位 会巴不得你尽快离开人世的 红月说了许多 话语中 似乎一直在为猎魔马甲 考虑苏醒静静听着 反应了一会后 才后之后觉得皱了皱眉 道 你 是什么意思啊 红月没有怪罪苏醒 反而 用一种蛊惑人心的语气 缓缓道 所以 刚刚诞生的你 需要一位真正值得信赖的盟友啊 而我 就是你最佳的盟友 苏醒听到红月的话后 挑了挑眉 难难道 萌 有吗 你是 想和我合作 苏醒一字一句地说道 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红月 似乎想从那枚巨大的眼珠中 看出一些破绽 对啊 合作 你受母神青睐 出现得太晚了一些啊 整个一族之中 能够对你成长提供帮助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位了 但是他们 都不会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你 无论是傲慢 暴食 暴怒 亦或者是现在的那位杀戮 他们 都只不过是利用你而已 当你的利用价值被榨取之后 他们就会一脚将你踢开 而我 就不同了 顿了顿 红月说道 你 应该听说过我的存在吧 苏醒听后心中一动 他的确知晓 但眼下不能表现出来 于是恰到好处地 露出了一抹疑惑和感兴趣的神色 问道 所以 你是谁呢 你又为何要和我结盟 对你有什么好处 苏醒一连问出三个问题 他很想知晓 眼前红月要找他的原因 却见红月缓缓说道 我吗 我不过是一个过去的失败者罢了 但如今的我 却在死亡和失败中 获得了新的权柄 想要卷土重来 或许 你也能称我为 上一任杀戮 千万年前 红月尽可能地向苏醒诉说着 他曾经的强大和优势 而苏醒则静静听着 希望从中截取到有用的信息 片刻之后 苏醒微微闭眼 心中暗道 两任杀戮之间的斗争吗 原来如此啊 原来 在一族之中 最强大的十大种族 被称为帝族 帝族之下 则为王族 而帝族之中 最强大的七位族长 则被称为七宗罪 当然 这是苏醒自己的理解 并非是 红月本义这七位强大的 猎魔主神 代号分别为 杀戮 而在这七位之中 又以杀戮为首 七位最强大的主神 享有最优先的资源 无尽的血肉精华 最甜美的世界意志 而显然 眼前的红月 就是上一任杀戮了 可自从千万年前的那一战 红月带领数位主神 一战罗天祖师 虽然罗天祖师最终陨落 但红月也同时陨落了 陨落之后的红月 因为自身领悟的杀戮法则 和高位法则死亡法则十分相似 并在陨落之前 亏到了一丝死亡法则的本源 也因此 红月才有了现在的复活机会 作为上一任赤同一族组长 七宗最终最强大的存在 曾经自然是风光无限的 但现在的红月 可就没有那么风光了 自从红月死亡之后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最近百万年来 才重新和一族取得联系 但千万年时间过去 早已物是人非 上一任杀戮之主 红月 已经成为了过去世 而现在的杀戮之主 则是红月的儿子 或者说 二代红月 赤同一族的新任组长 凭借着赤同一族的底蕴 二代红月在短短千万年内 便一举超过往日那些老牌的 七宗最主神 成为了新任杀戮 七宗最之首 但法不可同修 任何一道上位法则 能够走到尽头的存在 必然只有一位 因此 就上演了一出 父子之间决裂的好戏 现任杀戮之主 二代红月 其一身实力 在主神之中也堪称绝顶 相当于主神巅峰 而且千万年来的经营 拥有无数支持者 以及整个赤同一族 作为后盾 而红月 身为上一任杀戮之主 虽然曾经很强 但毕竟陨落了太久 千万年时间过去 昔日的族长之位不在 失去了赤同一族的支持 在整个一族之中的关系网 也淡化了不少 但红月毕竟也有一定的优势 死亡之际 对于死亡法则的领悟 千万年前积累的老部下 无数红眼一族 还有一些曾经老友们的联系 以及现任赤同一族中 还有一部分老一辈强者 是支持红月的 但红月最大的劣势 是尚未复活 哪怕彻底复活 想要恢复往日的实力 也需要一些时间 苏醒柔了柔眉心 渐渐理清思绪 心中生起一个念头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更何况是大道之争 法则之争呢 哪怕是父子 一代红月和二代红月之间 也必然只能活下来一个的 这似乎 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情报 苏醒心中不断推演 挑起新老红月之间的斗争 从而引起一族内部的混乱 这对于整个人族而言 绝对有巨大作用的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但具体如何利用 还需要考虑 不过眼下 红月有求于我 倒是可以从他手中 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苏醒心中念头闪过 很快有了主意 看着眼前巨大的红色眼球 苏醒慢悠悠道 所以 你想要和我联盟 重新夺取 你赤同一族组长的机会 可是 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红月听出了苏醒话语中 对联盟露出了兴趣 于是道 我关你 似乎走的是信仰一道吧 凭借着信仰之力 迅速提升神力 神性和神格 无需经过漫长的吞噬 对于猎魔一族 的确是拥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也是 我愿意和你合作的原因 信仰之力的收集 需要大量信徒 也就意味着 需要大量的低等猎魔 而低等猎魔的繁育 需要大量血肉精华 顿了顿 红月终于提出了一个 令苏醒感兴趣的条件 所以 这样你会有和我联盟的想法吗 红月缓缓说道 语气中充满自信 似乎笃定了苏醒 肯定愿意和他交易 而事实上 苏醒确实心动了 不是因为红月所说的 提供血肉精华 能够让苏醒 更快地繁育低等猎魔 收集信仰之力 而是因为 现实中的苏醒 需要血肉精华 大量高等级的血肉精华 对于苏醒而言 可就相当于白花花的能量本源 一百斤一族真神的血肉精华 相当于一具完整的一族真神尸体 能够为苏醒提供十万能量本源 而一百斤三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能够为苏醒提供一百万能量本源 若是 二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价值将再翻上十倍 一百斤二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相当于一千万能量本源 若是红月真的能够为苏醒提供足够的血肉精华 这绝对能够为苏醒省下许多功夫 听到红月的条件后 苏醒心中是惊喜的 但表面上 苏醒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道 所以 你能为我提供多少血肉精华 听到苏醒的话后 红月沉默了片刻 随后爆出了一个数字 最近十年内 每年 我能为你提供三万斤真神 或者同等价值的血肉精华 你看如何 苏醒听后稍微算了算 一百斤血肉精华是十万能量本源 三万斤真神血肉精华 就是三千万能量本源的数量 的确不少 也非常有诚意了 但苏醒 依旧不满足 深吸一口气 苏醒缓缓爆出了一个数字 不够 每年起码提供五万斤真神 或者同价值血肉精华 而且分两批交易 第一笔需要在一年内 第二笔需要在五年内 最后 苏醒和红月讨价还价 达成了共识 红月十年内 每年给苏醒提供四万斤真神级别血肉精华 血肉精华分两次提供 一次一年内 一次五年内 共提供四十万斤血肉精华 很快 和红月达成交易之后 苏醒跟随两名使者 前往了悟空见 一年的沉浸式模拟 很快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揉了揉眉心 此次模拟的记忆尽数消化 还真是 从异族中得到了了不得的情报 新老杀戮之主见的斗争 看来异族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此次模拟 还了解到了清源域内 异族大军的布置和实力分布 算是巨大收获了 最后 除了异族为我提供的血肉精华外 红月还能额外提供一笔 算是很不错 红月承诺 十年内为苏醒提供 四十万斤真神级血肉精华 这就相当于四亿能量本源了 算上异族提供的 十年内苏醒能获得的血肉精华是十亿 虽然这个饼花得有些远 但苏醒还是吃下了 最关键的是 苏醒现在的实力 才是二级神奇巅峰啊 若是苏醒破入一级神奇 谈判的筹码立刻就不一样了 这血肉精华的数量 起码能够翻上一倍 则则 看来提升至太乙金仙巅峰的能量本源 算是有着落了呀 苏醒心情非常不错 不过 当务之急 还是尽快将猎魔马甲 提升至一级神奇级别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和红月达成联盟之后 接下来一年时间 你在空无界附近繁育猎魔 第二年 红月托人给你送来了 二十万斤真神级的血肉精华 同年 红月顺利复活 蓝星毁于一旦 但红月实力的恢复 并非一朝一夕 直到模拟第五年 红月告知你 他的境界正式恢复至主神级别 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待在空无界附近的一处小千世界 安稳繁育猎魔 你顺利完成了 培育上一猎魔大军的目标 甚至数量超过目标五倍有余 你发现 一族提供给你的血肉精华 的确是经过计算的 虽然足够你繁育足够数量的猎魔 但多余的却有限 更是没有高级血肉精华 因此 你猎魔马甲 想要通过吞噬血肉精华 提升境界十分困难 如此 你基本肯定 红月所言不虚 异族之中主宰之下的那几位 虽然表面对你讨好有加 甚至多送你见面礼 但他们也不希望 你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如此 又是数百年时间过去 第五百年 清源域中 接近三分之一的疆域 被异族占领 或许是因为恶难神体的缘故 整个异族入侵三千世界的节奏 小幅度减缓 第八百年 你收到消息 天机域和异族的大战 一触即发 而你身处于清源域内 并未前去参战 第九百年 红月告知你 他的实力已经接近巅峰期 但如今的二代红月同样强大 红月准备继续继续抵御 第一千年 你经过千年的培育 信仰你的猎魔信徒达到了千亿级别 更有足足两百位猎魔使徒 为你源源不断地提供信仰之力 你开始继续信仰之力 准备之后的突破 第一千四百年 南蛮域被异族第七军团彻底入侵 第一千六百年 清源域被彻底入侵 你被派往天机遇 加速入侵速度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看来恶难神体 配合我猎魔神奇身份 的确能够对异族的气韵 造成巨大影响 就连原本不断加快的入侵节奏 都变得迟缓下来了 第一千六百年清源域覆灭 倒是比前一次模拟 慢了百年 最关键的是 足足千年积累的信仰之力 足够我更快地迈入一级神奇层次了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不过 还有一次的异形机会 在最后时刻 也是需要使用的 沉浸式模拟的感悟机会 可不能浪费了 苏醒眼神闪动 之前的沉浸式模拟 苏醒发现 自己能够使用异形天赋了 只不过 如同之前模拟中 苏醒变化为异族后 就无法变为本尊形态一样 一旦苏醒 以裂魔形态变为异族 那么唯一一次的异形机会 只能帮助苏醒变化为本尊 且使用之后 无法重新变为裂魔形态 虽然是单向变形 但对于苏醒而言 也是极为有用的 只要苏醒在用尽信仰之力后 变为本尊 就能进行沉浸式模拟 起码 能够保证苏醒不浪费 模拟中的沉浸式感悟机会 则则 这般也算是模拟最大化利用了吧 苏醒心中十分期待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800年 你在天机狱中 继续收集信仰之力 第2000年 冬域覆灭的情报传来 你继续收集信仰之力 但随着你存活的时间越来越长 恶难神体的威力 也愈发恐怖 你有种预感 自己距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如此 又是200年时间过去 第2200年 那种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你开始陆续受到 人族太乙惊献的猎杀 而且 随着不断对三千世界的入侵 南蛮玉 清元玉 东玉的先后覆灭 猎魔大军的战略意义逐渐降低 异族对你的保护也逐渐降低 终于 你决定在这一年 用尽所有的信仰之力 提升神性 这是你积累千年的信仰之力 信仰之力注入 你对于空间法则的领悟度 不断提升 第五境大乘 第五境巅峰 最终 你对于空间法则的领悟 距离达到第六境 只有一步之遥 你没有继续收集信仰之力 而是知晓 此次模拟走到了尽头 你远离了异族大本营 来到一片没有异族存在的虚空 激活异行天赋 你重新变化 为本尊模样 没有丝毫犹豫 你寻到一隐蔽之地 进入了罗天境内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心中一动 默念到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零一十一万八千零五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百年沉浸式模拟 很快过去 苏醒重新回到现实 则则 因果命运之道的提升 还真是困难 目前还是出在第五境小城境界 想要迈入大城 恐怕都需要花费颇多时间了 苏醒微微摇头 倒也不急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苏醒并不缺模拟次数 缺的是能量本源 算算时间 此次模拟 也是时候结束了吧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很快百年的沉浸式 模拟结束 你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 小幅度提升 因为在罗天境内 内部百年光阴 外界也才过去了区区三年多 模拟第2203年 你开始在天机域内探索 希望得到有用的情报 但你的存在 很快被一族捕捉到 模拟第22110年 二代红月找到了你 在一中一族主神勉强 你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你死了 叮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文字 微微点头 以猎魔身份进入模拟 以人族身份结束 倒是一个新的思路 如此 在提升猎魔境界的同时 大道感悟也不会落下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血灵神铁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果然 因为本尊没怎么活动 所以奖励有限吗 苏醒微微摇头 只有这血灵神体天赋 苏醒自然是看不上的 不过 也无所谓了 当务之急 是提升猎魔马甲的境界 苏醒低声道 随即看向模拟面板 此刻 苏醒还剩下四次模拟机会 2000万能量本源 一族马甲的实力提升 是无需能量本源的 这意味着 苏醒需要支付的 仅仅是沉浸式模拟所需的 36000点能量本源 除此之外 本源的花费罢了 那么 开启新一轮模拟吧 第169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011万805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百战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百战神体 金色天赋 修仙界百大神体之一 你对于神通术法 体术等 拥有天然的超强领悟力 随着不断的战斗 你在实战中 能够将神通术法等威力 最大程度发挥 咦 这倒是个不错的天赋 苏醒微微点头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虚空之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接下来 苏醒花了一整个模拟机会 重复了上一次模拟的计划 从被异族使者们发现 再到和红月达成联盟 最后 在异族的帮助下 苏醒不断地培养信徒 使徒 花费千年时间 苏醒将使徒和信徒的数量 培育到巅峰 随后 又花费1200年时间 苏醒收割了这一大笔信仰之力 以提升空间法则 在海量的信仰之力灌注下 苏醒对于空间法则的领悟 毫不意外地迈入了第六境 由此 苏醒的神性 也达到了一级神奇级别 只剩下最后的神格 便能彻底成为 一尊一级神奇了 收割完信仰之力后 苏醒重新化作本尊 也没有浪费沉浸世模拟中的感悟机会 苏醒死于一族主神的猎杀之下 一行行模拟文字 在苏醒眼前闪过 苏醒长出一口气 点头道 终于 距离一级神奇更进一步了 还剩下三次模拟机会 该是能顺利迈入一级神奇级别了 苏醒将此次模拟的天赋 百战神体取出 随后果断再次开始新一轮模拟 开始模拟 叮 接下来 苏醒花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完成了第170次 以及第171次模拟 在第171次模拟的后半段 苏醒的猎魔马甲 终于达到了一级神奇级别 第1000年 你培养出了足够的信徒和使徒 开始搜集信仰之力 第2200年 你将积累千年的信仰之力 尽数使用 终于 随着海量信仰之力的灌入 你的神格发生了质的变化 某一刻 你的神格突破了界限 此时 神力 神格 神性 三者你皆达到了一级神奇层次 恭喜你 成为了一尊一级神奇 成为一级神奇之后 你仔细地感悟自己多出的能力 最终 你发现自己新获得的能力 加持在了培育使徒之上 晋升一级神奇后 你能培育的使徒数量达到了500位 这让你获取信仰之力的速度大大提升 更关键的是 你能够直接使用信仰之力 催化出神明层次的使徒了 你稍微感应了一番 猎魔神奇晋升后的实力 随后找到一无人之地 变化为了本分 你进入罗天境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眼前微亮 直接催化出神明层次的猎魔使徒 乖乖 这能力可了不得呀 苏醒眨了眨眼 哪怕异族境界体系内 境界的提升很容易 但一尊神明的诞生 依旧是不简单的 尤其是猎魔神明 须知 如今整个异族中 拥有的神明及以上猎魔 也不过两三位罢了 而苏醒 只要支付一些信仰之力 几乎就能无痛催生猎魔神明 苏醒的使徒数量 最多为500位 这说明 苏醒能够培育出 起码500位猎魔神明 哪怕是异族主神 想要直接培育出一尊异族神明 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吧 相比起来 信仰之力的花费 几乎等于没有代价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默念到使用沉浸式 持续时间100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2004万4992点 很快 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呼 此次模拟 也算是结束了 短时间内 接连四次模拟 总算是将猎魔马甲 提升至一级神奇级别了 不过 苏醒微微皱眉 目光看向列表上的大道感悟 因果之道 第五境小成 命运之道 第五境小成 虽然接连三次模拟 让我对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程度 提升许多 但距离达到第六境 依旧有不小的距离啊 苏醒微微摇头 不过 每一次沉浸式模拟的花费 还是很低的 接连三次模拟后 我手中还剩下2000万能量本源呢 模拟机会 也还剩下一次 苏醒摸了摸下巴 难难道 这最后一次模拟机会 也该用了 刚好可以试探一番 我迈入一级神器后 能够从红月和一族手中 敲到多少好处 苏醒心中一动 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72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2004万4992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红色天赋天地为阵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天地为阵 红色天赋 你对于震道的天赋 已登峰造极 若一生专注此道 可走至天地尽头 以天地为阵 大罗金仙亦可困之 斩之 终于出现了 红色天赋 苏醒眼前一亮 天地为阵 这是一个修仙百意向的震道天赋 但与炼丹 炼器等不同的是 震道 是能够直接为修士增加战力的大道 震道意图 若是走到尽头 未必比大罗金仙差 甚至远古时期 也出现过震道无上大宗师 以天地为阵 最终斩杀大罗金仙的壮举 则则 天地为阵啊 若是我真能将此道钻研至极深程度 在提前准备好的情况下 恐怕大罗之下 再无人可敌 若是侥幸得到远古时期流传下的绝世阵法 恐怕大罗金仙亦可被我图知 苏醒对新抽出的红色天赋 还是极为感兴趣的不过 因为修仙界无数年来的发展 无数天骄 仙人留下的经验 三千世界中 震道的上限是比七道甚至单道要高一些的 而且震道 也是修仙百艺中最难的大道之一 目前 我对于震道的感悟 已经达到大宗师层次 虽然震道攀登困难 但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我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学习的 苏醒难难道 在正式开始模拟之前 苏醒回忆了一番自己如今的属性面板 姓名 苏醒 年龄 25岁 职业 修仙者 修为 惊仙大圆满 大巫断体诀第六层圆满 功法 如一观想图 罗天化仙诀 正一副弃绝 大巫断体诀 周天观心法 入门 天赋 单圣 千幻 天地为阵 五行圣体 异形 再来一发 红玉 喜加一 先天道体 空灵根 空间圆体 大气晚成 不讲武德 吞天 天生剑体 打不死的小强 百战神体 技能 虚空一剑 小城 灵界 六万五千里 炼丹 大宗师 炼器 无上大宗师 五行仙暴术 圆满 神农玉灵术 圆满 神识八百万里 天人境 护体剑刚 六千四百 八千一百 正道 宗师 玉剑术 圆满 傀儡之道 大成 修仙术法若干 大道感悟 雷之大道 第五境 五行大道 第六境 剑之大道 第六境 素之大道 第六境 力之道 第四境 命运大道 第五境 因果大道 第五境 空间之道 第六境 沙之大道 第四境 阴阳大道 第一境 特殊体质 天雷圣体 年仅二十五岁 苏醒炼器 炼体之道 便双双灯 临经仙境巅峰 实际战力 更是接近太乙经仙中期 这等天赋 若是被其他修饰 仙人们知晓 恐怕要惊为天人了 自远古以来 天地间恐怕都没有苏醒 这么年轻的精险 当然 苏醒实际修行的岁月 自然不止二十五载 得到大周天观星法后 大小周天观星法 合二为一 而且只有入门层次吗 苏醒看向面板上的功法一栏 难难道 若是周天观星法 迈入小城 恐怕我的因果命运之道 就能迈入第六境了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至于天赋一栏 红色级别的天赋 我目前就已经有了足足八个 金色级别天赋 更是足有三四十个之多 这些天赋随便拿一个出去 恐怕就能造就一位天才 而作用如此多天赋的我 已然成为了真正的数值怪物 同境界之中 万古无敌 越接而战 更是家常便饭 苏醒眼中闪过一抹自信 他之所言并非自夸 而是拥有如此多天赋的苏醒 的确拥有这个底气 至于大道感悟一览 我更是投入了无数心血 足足十条大道 其中五行 剑 空间 速度四条大道 已然迈入第六境 只是其余大道还需提升 苏醒总结自己如今的实力 自然不是为了骄傲自满 而是想从中找到自己的短板 并加以弥补 十条大道 皆有大用 之后的模拟中 当尽可能将这些大道 全部提升至第六境 还有技能一览 虚空一剑 还需继续修行 护体剑刚的上限 目前为八千一百道 也需提升 修仙百亿 对如今的我有用的 以单振气符等为主 也需进一步提升 苏醒心中不断推演 道 太乙经仙 动辄修行数百万载 尤其是那些老牌的太乙经仙 更是修行千万载以上 以我之实力 对付那些迈入太乙经 不足百万年的修士 还有得打 但若是对上那些 活了五百万年以上的 老牌太乙 恐怕就难了 苏醒估摸着道 不过 若是修为 迈入太乙经仙之境 大乌断体 绝也迈入第七层 再加上十条大道 杆物中多几条 提升至第六境 到时候的我 面对那些老牌的太乙经仙 恐怕也全然无压力了 苏醒眯了眯眼 回忆起脑海中的情报 数千万年来 如今五大玉加起来 天机阁所设立 天骄榜天榜 登上榜的 唯有太乙经仙境修士 紫灵仙子 在历界地榜第一中 也属于佼佼者了 其迈入太乙经仙后 能够直接登上天榜八十多名 那个时候的他 应该拥有太乙经仙中期的战力吧 苏醒稍微换算了一番 又到 天骄榜天榜前五十 基本都是老牌的太乙经仙 甚至很多都是卡在 太乙经仙巅峰的修士 只需一个契机 便能成就大罗果位 从此逍遥天地间 想一载寿源 若是顺利的话 当我练气练体 双双入太乙之境后 再加上大道感悟继续攀升 恐怕战力将接近 太乙经仙后期 比时的我 应该勉强能排到 天骄榜天榜六十多名吧 苏醒眼前一亮 天榜六十多名 这听起来不高 但却是十分惊人的 想象一下 天骄榜天榜 基本就相当于战力榜了 天榜六十多位 这意味着 世间存活的修士 哪怕加上那些大罗精仙 隐识不出的太乙精仙 在所有人族中 战力也可排名前一百了 这种实力 一般都是修仙界 一流顶尖势力的 开山老祖级别 则则 不知不觉间 我也快到这个境界了吗 苏醒喃喃道 心中感悟颇多 收回畅想 苏醒将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不过这一切 都是晋升太乙之后的事情 眼下 还是继续模拟尝试一番吧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虚空之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五日后 两尊异族使者找到了你 并引荐你前往空无界 两尊异族使者 惊诧于你的境界 已然是一尊异级神奇 异级神奇级别的猎魔 这对于整个异族而言 意义重大 很快这两个使者 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对你言语之中 多有讨好意味 甚至 两位使者还赠予了你界面里 共计两千斤 三级神奇级别的 血肉精华 你略带惊喜地 收下了界面里 并跟随两位使者 赶往空无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条了挑眉 果然 异族之中 也讲究人情世故啊 之前模拟时 我毕竟只是二级神奇 地位和这两位使者差不多 但晋升一级神奇后 就完全不同了 我在异族之中的地位 已经接近主神 也正因如此 这两位神奇 才会如此讨好于我吧 顿了顿 苏醒又想到了什么 难难道 看来 这一次和红月讨价还价 可是有十足的筹码了 四十万斤真神血肉精华 可不够了呀 苏醒眼中微亮 目光再次看向模拟面板 在赶往空无界的途中 两位使者脸色微变 随后告知 你想为你引荐一位古老的存在 告知你消息的同时 两位使者还询问了你的意见 若是你不同意 可以不去 你知晓将要见的会是红月 可送上门来的血肉精华 你如何会不受 于是 你跟随两位使者 前往了蓝星附近 抵达了无尽深渊最底层 见到红月之后 他很快遣退了两位使者 并开始拉拢你 言语中的说辞 和你记忆中大致相同 只不过态度更加温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你最终和红月确定了数额 十年内 红月为你提供 共计十万斤三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或同价值血肉精华 在此之后的资源供应 则是情况而定 而这十万斤三级神奇级的血肉精华 将分两次提供给你 第一批在半年内提供 数量为五万斤 第二批一为五万斤 在三年内提供 接受红月的条件后 你愉快地和其达成了同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喜 果然 一级神奇和二级神奇的待遇 完全不同啊 不但有其他一族送来见面里 这红月给予的条件 也分厚了太多 苏醒稍微计算了一番 十万斤三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那可就是十亿能量本源啊 而且 第一批就有五亿能量本源 在半年内提供 第二批也在五亿能量本源 三年内提供 无论是提供速度还是数量 比起之前都要高出太多 则则 一级神奇就已经拥有如此待遇 若是晋升主神呢 苏醒忍不住想到 但玄机摇了摇头 且不论晋升主神所需的信仰之力 会是多么恐怖 恐怕几年内苏醒每一次模拟 都提升一族马甲境界 都未必能办到 更重要的是 如果苏醒晋升为主神后 这些待遇还会有吗 苏醒的裂魔马甲 身为一级神奇 之所以有如此的待遇 最重要的原因有二 其一 裂魔一族的特性 决定了无论何处战场上 都需要大量的裂魔炮灰 因此 这些主神乃至于一级神奇 才会如此拉拢裂魔马甲 其二 裂魔马甲跟机前 而且裂魔的战力 注定不会太强 一级裂魔神奇听起来很强 并且地位媲美主神 但注定不会威胁到 那些顶尖主神们的地位 比如 以杀戮为首的七宗罪 七位老牌主神 十大帝族的组长 若是苏醒晋升主神 并且手下的裂魔数量 达到恐怖的地步 恐怕真有可能 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到时候 他们就不会是给苏醒资源 甚至有可能 暗中给苏醒使绊子了 哎 若不是和红月交谈 恐怕我也不知晓 一族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也有各自为营的情况 只不过 一族比之人族 还是要团结太多了 苏醒叹息一声 思考一番后 给此次模拟制定了计划 当从一族之中 榨取足够的好处之后 便尽早便会本尊形态修行骂 毕竟 猎魔马甲 已经晋升一级神奇 短时间内 是不大可能提升了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和红月达成同盟后 你跟随两位使者 前往了空无界 很快 你在空无界附近 拥有了一处 被一族占领的小世界 这一整座小世界 皆用来 让你繁育低等猎魔 由于你境界的提升 一族对你的要求更高了 十年之内 他们要求你 繁育出千万低等猎魔 百年内 培育出两亿低等猎魔 当然了 为此 他们会提供你 更多的血肉精华 每年 一族方面会为你提供 从大师级到神明级别的 血肉精华 数量不计其数 但根据你的计算 这些血肉精华加起来 总价值大约为 十万斤一族 真神血肉精华 也就是 相当于一亿能量本源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每年一亿能量本源 的确是很有诚意了 除去培育一些低等猎魔 做做表面功夫 私下里 我起码能私吞 九千万以上的能量本源 是的 苏醒准备 将私吞进行到底 至于真心实意 为一族培育低等猎魔 想想就不可能啊 最多 现实中的苏醒 也只会完成 培育千万低等猎魔的任务 至于百年内 一族提供的能量本源 那自然全都是苏醒个人的了 不过 一族还是太小气了一些啊 得看看 有没有其他一族神奇 给我送上见面里吧 苏醒心中有些期待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加入第五总军团后 你理所当然的 拥有了副军团长的身份 并且坐拥了一个小世界 专门繁育低等猎魔 一时间 你在一族之中风头无两 整个清源域内 神奇以上的一族 都渴望认识 你这个新贵团长 毕竟 无论哪一个军团 都希望自己的手下 有更多的炮灰 以减少精锐部队的损失 很快 短短一年时间内 你就受到了大量 一族神奇的见面里 下至三等神奇 送来了数百斤 真神血肉精华 上至一级神奇 主神送来的高阶血肉精华 你是来者不拒 短短一年时间内 你拥有的血肉精华 便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你稍微计算了一番 这一笔血肉精华的价值 将在七至八亿能量本源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 再也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了 乖乖 只要加入一族 短短一年内 起码能多赚取十几亿能量本源啊 这一步棋 还真是走对了 从一族中获取血肉精华 就等于变相削弱了一族整体实力 甚至还能探索更多的情报 当真是一举两得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倒要看看 这次行动 能从一族中捞到多少好处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你就这么待在这处无名小世界中 培育低等猎魔 转眼间数年时间过去 这几年来 红月按时送来了第二笔血肉精华 价值五亿能量本源 而其他一族神奇 也先后献上了不少血肉精华 虽然不如第一年内那么多 但总计也在五亿能量本源左右 如此 又是十多年时间过去 在此期间 红月恢复到了主神级别的力量 开始率领一批老部下 入侵清源域 第二十年 因为清源域中有实力的一族神奇 几乎都送过了见面礼 所以 近几年来 你收获的血肉精华数量越来越少 按照这个节奏下去 你继续留在一族中 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了 于是 你打算悄悄离开一族大本营 找机会恢复为本尊修行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存在 联系上了你 赤童一族现任组长 杀戮主神 二代红月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心中一动 二代红月 现任杀戮主神 为何会找到我 瞇了瞇眼 苏醒心中想到一种可能性 泽泽 看来 这猎魔神奇身份 还真是吃香啊 两尊敌对的主神 看来要连番拉拢我了 为了验证心中想法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二十年 现任杀戮主神 二代红月联系上了你 正如你所预料的那般 杀戮主神联系你的目的很简单 仅仅是让你 不要干预他和一代红月之间的斗争 为此 二代红月愿意赠予你 三十万金三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作为报酬 你对此 自然乐意之至 于是 你两头通吃 收下了二代红月的报酬 为了防止事情暴露 两头通吃之后 你就找了个借口 离开一族大本营 前往一处无人的虚空 重新变化为本尊模样 你前往了青云宗 苏醒扎了扎嘴道 泽泽 现任赤童一族的组长 还真是大方啊 三十万金三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这就是三十亿能量本源了呀 虽然时间有些久远 要等到二十年后 但却可以先行记下来 顿了顿 苏醒又到 那么接下来 是该进行本尊的模拟了 虽然修为短时间内很难提升 但沉浸是感悟的机会 却不能浪费了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前往青云宗后 你一如既往和青云子交易 教导子灵仙子御灵之术 第五十年 将罗天传承静术取走后 你抵达了白云界 接下来五十年 你在白云界中 进入了罗天境 开启内外三十倍时间流速 开始参悟炼丹之道 第一百年 此时大气晚成天赋成功触发 你准备开始参悟大道 使用沉浸是 持续时间一百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万八千四百九十二点 很快 沉浸是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回归现实 百年沉浸是模拟 弹指一挥间啊 苏醒微微睁眼 不过可惜了 因果命运大道 依旧停留在第五境小城级别 苏醒略微思索了一番 眼下他大道感悟的提升速度 有些过于慢了 以猎魔身份开启模拟 享受不到喜加一的加持 参悟效率慢了一倍不止 也难免如此 不过 倒也不是 没有加速大道感悟的办法 苏醒眯了眯眼 想到了自己身怀的至宝 罗天境 除了控制罗天境内的时间流速外 罗天境还有一重要能力 复制 苏醒之前尝试过 复制一片悟道茶 大约需要50到100年的时间 如此 只要苏醒使用一次模拟 专门来复制悟道茶 便能多出数十片之多 这些悟道茶 足以让苏醒 再多出百年的沉浸式模拟 届时 苏醒参悟大道的速度 将提升7到8成 等下一次模拟 我不使用悟道茶 复制完之后 再带回现实 效率才会最大化 不过可惜 模拟器同一样物品 只能带出一次 否则就能无限复制了 苏醒难难到至于 这一次模拟接下来的时间 便稍微提升一番修仙百意吧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二百年 沉浸式模拟结束 你在白云界中 开始钻研单道 第三百年 天机阁仙洲降临 第三百二十年 仙洲保卫战爆发 第三百三十年 抵达天机界后 你准备进入虚无之境中 使用沉浸式 叮 很快 为期一年的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 看了一眼面板 受到虚无之境加持后 因果命运之道 居然还在第五境小城吗 看来我在此道上的天赋 着实一般 不过距离第五境大城 似乎也不远了 顿了顿 苏醒又到 而且从天机阁主手中 得到了关于气血类 天才地宝的情报 之后的模拟 可以探明位置 需要的时候再去采摘 天机域的奖励达成 接下来的目标 便只有探索天阳草的位置了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百三十一年 你离开了天机域 准备前往天魔域 第三百七十年 你抵达天魔域 接下来 你一面推行脱胎换骨丹 一面寻找天阳草的位置 闲暇之时 则钻研担道 如此 千年时间悠悠过去 第1400载 你探索完了三片区域 皆为找到天阳草踪迹 你没有灰心 开始探索第四片区域 第1600年 天魔域爆发乱战 天魔将以一敌二 无法分心顾及你 你死于两尊一级神奇的围殴之下 丁 本次模拟结束 随着提示音落下 苏醒手中最后一次模拟机会 也用完了 呼 模拟1600年吗 在接下来的计划中 的确算是不错了 不过真正有价值的 也就是每一次的沉浸式模拟 以及一些情报的获取罢了 苏醒稍微算了算 百年沉浸式模拟 不过三四万能量本源 就算之后 苏醒拥有了更多的误导查 也不过沉浸式模拟200载 平均一次模拟 耗费能量本源不超过10万点 但苏醒的实力 却在稳定提升 在无法提升境界的情况下 半年我都需要在一族那里虚与尾仪 起码需要等红月的报仇到手 积攒足够突破到 太乙金仙的能量本源 而这段时间内 就是提升大道感悟 积累底蕴的绝佳时间 苏醒摸了摸下巴 如今他底蕴不足 只能暂且折服一段时间 只要机会一到 苏醒便能晋升太乙 一鸣惊人 而且距离红月彻底复活 只剩下一年半的时间 必须在这之前 想办法干掉他 否则整个蓝星可就危险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思绪不断转化 最终 目光还是看向了 此次模拟的奖励 且先将奖励提出吧 天地为阵 红色天赋 售价一百点能量本源 单道感悟 千年单道感悟 售价一百万点能量本源 看了一眼奖励列表 单道感悟虽然不错 但一百万能量本源的价格 还是太贵了 足够苏醒未来十余次 甚至更多的沉浸式模拟 直接带出单道感悟 肯定是不划算的 呼 既然如此 我选择带出天地为阵天赋 话音落下 耳边传来模拟气体是音 叮 恭喜您带出红色天赋 天地为阵 剩余能量本源 两千万八千零二十七点 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距离下一次模拟冷却 还有五天 接下来 就是静静等待那两个使者到来了 苏醒微微闭眼 在虚空之中 将自身气息逐渐收敛 转眼间 五天时间过去 某个瞬间 闭目养身的苏醒 忽然睁开双眼 漠黑的瞳孔中 闪过一缕光芒 来了 苏醒心中暗道一声 话音落下 大约一刻钟之后 苏醒附近的虚空之中 撕开了一条通道 两道异族的身影 从通道之中探出 其中一尊身材矮小 体型似猴 双脚泛着恐怖的光芒 这是暗影神奇 善于空间法则 另一尊 也是人形 但偏偏头大如斗 占据了身体体积的一般 这是图纳神奇 异族之中 善于命运法则的种族 暗纳住心中的不平静 凭他本尊的实力 若是被这两尊异族神奇 发现身份 恐怕凶多吉少 不慌 只要按照模拟中 那般形式 就不会有问题 而且能骗取一大笔能量本源 苏醒心中难难道 而在苏醒发现这两尊使者后 这两尊使者也发现了苏醒 是他吧 猎魔异族的心境神奇 主上所说的关键同胞 两尊使者换了个眼神 悄悄聊了两句 随后朝着苏醒迅速接近 可当他们靠近苏醒身旁时 一起愣住了 这 这股气息 一极神奇 在苏醒的视线里 这两尊异族使者脸上 都露出人性化的惊诧之色 随后 看向苏醒的目光 变得愈发温和 恭敬 你好 我叫巴图 这位是 这两位使者所言为异族语言 但化身为猎魔的苏醒 自然能够听得懂了 在苏醒精湛的演技下 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抹警惕的神色 接下来 就是苏醒发挥演技的缓解了 通过和两位使者的谈话 苏醒知晓了一些情报 也很快 取得了两位使者的信任 之后 两位使者一如既往 要带着苏醒前往空无界 同时 一如模拟中那般 给了苏醒一笔血肉精华 苏醒洋装将血肉精华 收入自身空间中 实则直接化为了能量本源 如此 苏醒手头上的能量本源 来到了四千万八千零二十七点 仅仅交谈片刻 苏醒就多出了足足两千万能量本源 则则 还真是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时刻 只需要动一动嘴皮 就能坐等能量本源入障 看来接下来 晋升太乙金仙巅峰的能量本源 也有着落了 苏醒心中一喜 很快跟随着两位使者 准备赶往空无界 但苏醒心中知晓 过不了多久 红月就会半路截胡 心中没有太大的压力 在那尊暗影神奇的帮助下 三人进入了一处迷你版的黑洲 顿走在虚空之中 半日之后 苏醒坐在黑洲内闭目养神 而那两位使者 则驾驶着这黑洲继续虚空航行 每一次瞬移都穿过大片虚空 这黑洲的顿速 甚至比苏醒还要快 则则 一族之中还真是手段颇多 苏醒心中暗道一声 随意看了一眼模拟面板 新一轮的模拟机会也已经刷新 此次模拟 为的仅仅是带出误道查 因此 也无需沉浸式模拟了 苏醒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173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48027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双生之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双生之体 金色天赋 你的体内拥有两个灵魂 拥有超出常人的天赋和思维能力 但双重灵魂之下 偶尔也会发生巨大副作用 苏醒微微皱眉 双生之体 一体双魂吗 效果恐怕超过寻常金色天赋 但副作用也太明显了 苏醒微微摇头 目光直接看向模拟面板 黑洲之中 你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模拟 一个月后 你顺利和红月达成同盟 接下来十年时间 你陆续获得了一族赠女的大量血肉精华 第二十年 你得到了二代红月的拉拢 你承诺两步相帮 因你的血肉精华到手后 你变化为了人族模样 你前往青云宗 并顺利和青云子达成了交易 之后 你离开青云宗 远渡无尽海域 抵达了苍蓝界 根据你的情报 苍蓝界千年内都没有被灭的风险 于是你安稳进入罗天境内 你取出提前准备好的误道茶叶 并开始源源不断注入法力 随着金鲜巅峰法力的不断注入 一片与之前一模一样的误道茶 逐渐诞生 整个过程 花了足足六十年时间 你终于顺利复制了第一片误道茶 这六十年内 你每日接注入法力 若不是拥有足够的鲜业补给 恐怕你早就被炸干 于是 休息了大约十年 你开启了第二次复制 模拟第一百一十年 你开始第二次误道茶的复制 但你尝试数次 却发现 自己无论怎么注入法力 误道茶都无法继续复制 你心中敬意不定 尝试取出另一片 尚未被复制的误道茶 奇怪的是 这一片尚未被复制的误道茶 依旧能顺利复制 你连忙去询问气灵 这与他之前所言能无限复制完全不同 每一种天才地宝 罗天境只能复制一次 罗天境气灵也不知为何会如此 只能解释 或许是因为 他尚未被完全修复 所以功能不如之前 你听后 心中虽然有些惋惜 但也并未多言 继续误道茶的复制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皱眉 罗天境也只能复制一次吗 这样一来 能带出的误道茶 就少了许多 苏醒算了算 他手中如今有三片误道茶叶 这说明 模拟中青云子给他的十二片误道茶叶 其中有三片已经被复制 因此 苏醒只能复制出九片 带出九片误道茶叶 算上苏醒手中三片 就是十二片若是每一次模拟时 都能和青云子交易 就是共计二十四片误道茶叶 也就是说 能饮用的误道茶 共计九杯 按一杯误道茶 持续十八载来算 消化完这九杯误道茶 共需一百四十四年 若是在算上多出的四十九片 使用过的误道茶叶 也就是共计 多出三杯误道茶 四十九没闻到单 不过 也不能全然这么算 青云子的那九片误道茶 也能再复制一次 苏醒稍微推演了一番 难难道 这么算来 花费二百多年沉浸式模拟 每一次感悟大道的成果 将比之前多出接近一倍 算是达到预期了 计算完毕后 苏醒索性不再纠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170年 第二片误道茶复制完毕 接下来 你以七十年复制一片误道茶叶的速度 共计花费六百多年 将剩下的误道茶净数复制 第八百年 此时你手中已然拥有24片误道茶 你开始尝试复制青云子交易给你的 49片使用过的误道茶叶 因为使用过的误道茶叶药性大减 因此 每一片复制仅仅需要花费十年时间 第1300年 你顺利将49片用过的误道茶叶复制 完成目标的你 心中再无压力 准备探索一番天机狱 而此刻 天机狱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仅仅过了百年 你就遇到了来自于血儿的猎杀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虽然仅仅模拟了1400年 苏醒却并未失落 而是迫不及待地将目光看向了模拟奖励 双生之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误道茶21片 完好 98片 已用 先天宝树误道术所生产的茶叶 具有起质 开悟之效 泡茶饮用 能够轻易进入误性大开状态 多次饮用 效果不衰减 浸泡过的误道茶叶也拥有一定功效 是炼制部分误性丹药的重要材料 售价616万能量本源 足足18片完好的误道茶叶 98片已经用过的误道茶叶 还真是逆天啊 经过罗天静复制过的误道茶叶 还能经过模拟器再复制一遍 如此 就得到了双倍的误道茶叶了 苏醒眼中闪过振奋之色 甚至引起了一旁图纳神奇的目光 但只是稍微看了苏醒一眼 这图纳神奇并未过多在意 苏醒心中盘算了一番 算上我手中的三片误道茶叶 模拟器中的青云子手中的12片误道茶叶 共计 36片完好的误道茶叶 147片使用过的误道茶叶 乖乖 这等数量 只有上古时期的圣人才能够拥有吧 苏醒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 按照一杯误道茶消化十八载的效率 苏醒甚至需要二百多年 方能将这些误道资源尽数使用 泽泽 还真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按照误道质保的珍贵程度 我的身价已经接近大罗金仙了吧 苏醒眨了眨眼 毫不犹豫地将误道茶叶带出 丁 恭喜您带出误道茶叶 花费616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33848026点 提示音落下之后 苏醒开辟的空间之中 多出了一个小木箱 里面安静地躺着这些误道茶叶 泽泽 等下一次模拟之时 这些珍贵的误道茶叶 就能派上用场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眼间 又是接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新纪元 2027年4月10日这天 正在驾驶黑洲的两位异族使者 脸色一变 似乎是收到了什么消息 随后 两位使者来到苏醒身前 开始向苏醒询问意见 尊敬的猎魔之主 有一位强大的存在 想要见一见您 我向您保证 他对你没有恶意 不知您是否愿意去 苏醒听到这心中一动 只小是红月找上门了 于是 苏醒向征信地犹豫了一番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去看看吧 得到苏醒的同意后 仙舟朝着蓝星的方向驶去 一如模拟中所经历的那般 苏醒见到了红月 红月自然是没有看出出破绽 只是对苏醒化身的猎魔马甲 一阵拉拢 最终 苏醒和红月达成了联盟 红月承诺半年内 为苏醒提供五万金 三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另外五万金 则在三年内提供 苏醒自然是很满意 只需虚与伪移一番 十亿能量本源就到手了 与红月达成同盟后 苏醒并未在蓝星过多停留 临走之前 只是稍微感应了 一番大下国境内情况 自苏醒走后 那一轮红月 便一直悬浮在蓝星的天空之上 弄得蓝星人是人心惶惶 哪怕高阶的职业者 想办法调查 也得不到任何信息 不过 好在红月并未提前对蓝星出手 那么 按照模拟中那般 距离蓝星毁灭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而苏醒必须在这一年半内 想办法干掉红月 起码要想办法保下蓝星 时间 不多了呀 苏醒最终看了一眼 这个蔚蓝色的星球 转身向更深的虚空遁去 转眼间 又是二十余天的时间过去 在五月一日这天 苏醒终于抵达了空无界 穿过层层 让金仙都避之不及的虚空乱流 苏醒看到了 在空无界附近无形的静止 瞇了瞇眼 苏醒喃喃道 这静止当真精妙 哪怕他以金仙巅峰的修饰 恐怕也看不穿 难怪到目前为止 清元玉还没发现 异族据点位置 降临空无界之后 苏醒很快受到了 第五总军团的两位军团长 亲自迎接 这是两尊异族主神 一位出自于图纳异族 善于命运之道 拥有恐怖的精神力 而另一位 则是大名鼎鼎的 韬龙一族组长 真神显露 堪比一座世界那么庞大 苏醒在模拟中 已然和这两尊主神 打过一些交道 因此并未露出什么破绽 这两位主神 对于苏醒的态度 倒是很尊敬 向苏醒说明了一番任务 并且进行了一番话柄后 便各自忙碌去了 身为第五总军团的 两位军团长 负责入侵整个清元玉 自然相当忙碌的 而苏醒也不愿 和主神级别的存在 多打交道 毕竟若是一旦被发现问题 那苏醒跑都没法跑 苏醒来到空无界后 很快一位专门的接待一族 和苏醒打起了交道 这是一尊二级神奇级别的魅魔 身段妖娆 面容娇好 魅魔一族天生善于魅惑 无论是在人族 还是一族的审美中 魅魔都是极为貌美的 按照那两尊主神的话 这只魅魔 配合苏醒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 并尽可能满足苏醒的所有要求 看似是全新服饰苏醒 但苏醒却感觉到了 这未尝没有一些坚实的意味在里面 尊敬的猎魔之主 我叫阿牧美 负责您未来一段时间的任务交接和生活 您有任何需求 都能向我提出 我会尽可能地满足于您 这魅魔神奇很知道自己的优势 贴近了苏醒 露出娇好的面容 苏醒只是微微皱眉 不动声色地后退半步 开门见山道 我需要血肉精华 来繁育低等猎魔 带我去看看 快遮掩住 笑道 猎魔之主大人 您所需的血肉精华 自然早已准备好 足够您未来繁育族人 至于您将居住的小事件 魅魔取出了一枚黑色的石头 只是轻微在空中一滑 一道空间之门出现在苏醒面前 苏醒迈入这道空间之门后 很快来到了一处独立的小事件 这座小事件的面积和蓝星差不多 只不过90%都是陆地 足以容纳上千亿低等猎魔了 苏醒稍微感知一番 就察觉到了这座小事件中 已经有了数万余裂魔存在 看来是给苏醒提前准备好的肿魔 随后 魅魔神奇挥了挥手 空间一阵波动 血肉精华如同小山一般 出现在了苏醒面前 裂魔之主大人 这是您未来一年内的血肉精华 之后每年 我们都会给您足够的血肉精华 供应您繁育族人 魅魔神奇恭敬地说道 苏醒听后点了点头 靠近这座血肉精华构成的小山 心中一动 丁 检测到大量蕴含能量本源物质 价值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五万能量本源 是否吸收 这座小山般大小的血肉精华 看似多 但大都是低阶翼族的血肉精华 因此 所蕴含的能量本源 并没有高出天际 饶氏如此 也颇为让苏醒心动了 泽泽 上亿能量本源啊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 最大的一笔能量本源了 苏醒 已经快要按捺不住 自己心中的激动了 这一笔能量本源到手后 苏醒甚至能够尝试突破 太已惊险了 不及 目前我还在异族的监视之下 肯定是不能化为本尊的 等之后找机会 再重新化作本尊突破就是 苏醒并不急于一时 他眼下的任务 是积累足够的能量本源 一亿能量本源虽多 但比之未来要得到的五亿 甚至十亿 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苏醒挥了挥手 洋装将血肉精华 收入自己开辟的空间中 实则将绝大多数的血肉精华 转化为一亿能量本源 如此 苏醒的能量本源数量 来到了前所未有的 一亿三千万 而剩下的一小部分能量本源 苏醒收入了储物空间 准备用来繁殖一部分 低等猎魔做做样子 很好 你可以暂时退下了 我接下来需要繁殖低等猎魔 苏醒对着魅魔神奇说道 魅魔神奇听后 恭敬地点了点头 随后将黑色石头 交给苏醒道 猎魔之主大人 有这枚黑石在手 您可以随时联系上我 若有任何需要 还请及时告知 说吧 这魅魔离开了这处小世界 此刻 整个小世界中 只剩下了苏醒一人 并没有急着展开计划 苏醒前往那 数万低等猎魔聚集的部落 则则 低等猎魔 还真是肮脏的种族 苏醒微微皱眉 看着不远处那些生吞血肉 甚至护食同族的 低等智慧生物 也罢 那便稍微做做样子吧 苏醒心中一动 出现在这数万猎魔之中 只是稍微露出了一抹气息 这数万低等猎魔 顿时愣在原地 随后发了风似的 跪在地上 疯狂朝着苏醒朝拜 同时做出了一些 古怪的祭祀动作 毫无疑问 身为一级神奇猎魔 苏醒就是所有猎魔族 唯一的神明 无论何等种族 境界的猎魔 看到苏醒之后 就会彻底失去理智 只剩下盲目的服从和崇拜 这就是猎魔一族的特性 也是苏醒身为猎魔之主的 隐形权柄 则则 还真是弱小的种族 不过猎魔的数量 的确看成恐怖了 苏醒难难道 那些最弱小的猎魔 甚至连普通人类都打不过 绝大部分的猎魔 则拥有人族 金丹到化神器的实力 是猎魔族的中间力量 只有少部分猎魔 拥有反须 合体之上的实力 至于达到先人级别的猎魔 无数年来 也就那么寥寥几支 不过 弱小的实力 同时还有惊人的繁育能力 苏醒扫了一眼这群猎魔 其中不乏刚从母胎中 出生的猎魔婴儿 猎魔婴儿 和人族的婴儿 同样弱小 但猎魔极其擅长生育 一只母猎魔 一胎能生出八到十只猎魔婴儿 一年更能繁育三到五次 一只最普通的猎魔 能轻松活上五十到一百年 更恐怖的是 一只低等猎魔迈入成年期 仅需一年时间 便能拥有起码住基七修士的实力 一年之后 猎魔婴儿成年 就能够繁育新一批的猎魔 而且猎魔没有生殖隔离 没有近亲造成的基因缺陷 只要一公一母两只猎魔 一年就能繁育三十到五十只猎魔 也许能够生育 这是一种几何倍数的 指数爆炸型的增长 可以说 只要有足够的食物 优偶的生活环境 猎魔就能无休止地扩张 并在很短的时间 挤满这个星球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存在 猎魔一族 因为智慧极低 胆小却好斗 大部分的猎魔还未成长起来 便会被铜族当作血石吃掉 因此 若是不加以管理 猎魔的繁育速度远没有那么快 顿了顿 苏醒难难道 而我 要做的是 在短时间内 以最低的代价 培育出一批猎魔 用来完成任务 苏醒眯了眯眼 只是轻微挥手 一片柔和的信仰之力 笼罩了这数万只猎魔 当光辉落在这些低等猎魔身上时 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些原本愚蠢 胆小的猎魔 眼中多出了一种名为智慧的东西 这 就是苏醒身为猎魔之主的权柄 岂质 只需付出一点点代价 苏醒就能轻易给予这些猎魔智慧 而眼下 这数万只猎魔 都成为了苏醒的范信徒 虽然只是范信徒 提供少量信仰 但他们 却绝对不会违背苏醒的命令 哪怕 苏醒让这些低等猎魔 去围杀一尊异族主神 嗯 还缺少一只猎魔使徒 苏醒眯了眯眼 在这数万只猎魔中 挑选出了一只最壮硕的 随后 一团信仰之力涌入 仅仅瞬间 这只半人高的猎魔 成长至了足足两米 浑身充满爆炸的肌肉 身上带有丝丝血红 同时 眼中的智慧 也比其他猎魔更加多 此刻 这只猎魔精华为了一只圣者 即猎魔 在所有的猎魔之中 也算是统领级别的人物了 伟大的神明 您最忠诚的信徒巴斯 愿为您献上生命 这只苏醒的第一只 名叫巴斯的猎魔使徒 口吐一族语言 对苏醒行礼道 苏醒稍微感应了一番 能够感觉到 这只猎魔使徒 对苏醒忠心耿耿 哪怕让他自杀 都没有丝毫犹豫 嗯 不错 接下来 你就负责这些猎魔的声誉吧 记住 我要在一年内 看到一百万只族人 而且 要食用最少的食物 说着 苏醒随手留下了 一堆血肉精华 大约价值一两百万能量本源 周围的数万只猎魔 在闻到血实味道的一瞬间 眼中泛红 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 若是没有苏醒和巴斯存在 这些低等猎魔 恐怕会瞬间蜂拥而至 将这些食物尽数瓜分 但身为高阶猎魔 天生对于低阶猎魔 拥有绝对的压制力 巴斯将这一堆血肉精华结果 随后放入了一座 临时开辟的山洞之中 在苏醒的注视下 巴斯合理的分配食物 开始维持秩序 很好 接下来我将沉眠一段时间 你们别打扰我 说吧 苏醒离开了这个部落 来到一处大山中 临时开辟了一座洞府居住 只需花费几百万能量 本源的血肉精华 应该就够繁育 未来一年的猎魔了 至于多余的经费 自然都是我的了 苏醒嘴角上扬 对此还算满意 呼 之前在抵达空无界前 尝试了两次模拟 因果命运之道 也终于迈入了第五境大城 不过可惜的是 并没有抽到红色天赋 天阳草也并未找到 眼下还剩下四次模拟机会 也一并用掉吧 说着 苏醒默念道 开始模拟 丁 第176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以133648023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与此同时 在空无界中 图纳主神和韬龙主神 通过一层光幕 观察着苏醒所在的 小世界情况 如何 他值得信任吗 韬龙主神声音沉闷地问道 头大如抖的图纳主神 听到瞥了韬龙主神一眼 像看弱智一般淡淡道 这位猎魔之主 颇受母神青睐 一出生 就是一级神奇级别 我预感到了 他是未来 我们攻陷人族的关键 他身为猎魔 自然是值得信任的 只不过 猎魔天生胆小为死 更偷奸耍滑 我只是想看看 他是否认真完成 我们的任务罢了 而且 我供应给他的血肉精华 想要突破至主神 需要漫长岁月 是威胁不到我们的地位的 韬龙主神听到图纳主神的话后 幸福地点了点头 韬龙主神 七宗最之暴时 拥有恐怖的肉身和力量 但智慧甚至连寻常异族神明都不如 图纳主神 七宗最之贪欲 拥有远超寻常异族的智慧 但战斗力在主神之中稍弱 而这两位关系不错 有着长达千万年的合作 如今率领着第五总军团 入侵着整个清元域 另一边 身处于小世界中的苏醒 结束了自己的第176次模拟 最近几次模拟 苏醒的规划都是类似的 前20年 在一族大本营中待着 积累血肉精华 获取足够的信任 之后找到机会 化身为本尊 前往清云宗交易 花费十万能量本源 进行长达274年的沉浸式模拟 将物倒茶 文道丹等尽数使用 提升自己对于因果命运之道的感悟 借助虚无之境 提升大道感悟 再询问天机阁主一些 关于修为上的疑惑 待到400年以后 前往天魔狱 寻找天羊草的踪迹 最后在1600年到1800年之间 死于一族主神手中 呼 因果命运之道 距离第五境巅峰越来越近了 苏醒揉了揉眉心 难难道 不过可惜天羊草尚未找到 不过已经探索了五个区域 应该也快了 苏醒心中暗自盘算着 距离红月许诺的交易 还剩下不到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 六个月 共计180余天 足够我进行26次模拟了 半年之后 五亿能量本源到手 我晋升太乙金仙所需 肯定是够了 而这半年时间的模拟 就是我沉淀的最好机会 苏醒思索了一番 二十多次模拟 接近五六千年沉浸式模拟的时间 如此长的时间 苏醒皆能服用物道茶 闻到单等之宝 这恐怖的积累 恐怕相当于数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的参悟了 相当于一位惊鲜 穷极一生的参悟 如此宝贵的财富 自然是要好好规划一番的 苏醒推演了一番 思考未来半年自己的发展方向 因果命运之道 尽快迈入第六境 杀之大道 力之大道等 也尽可能迈入第六境 单道 震道等 尽可能提升至无上大宗师级别 待半年之后 我以全胜姿态 迫入太乙金仙境 足以一跃至天交榜天榜六十余位了 苏醒反复推演着自己的计划 确定并无遗漏之处后 又到 不过 这半年的时间 除了模拟之外 也要想办法 从异族手中 榨取更多好处 算算时间 那些异族神奇们的见面里 应该也快到了吧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苏醒手中的黑石 闪烁了几下 随后 一道声音传来 猎魔之主大人 有些事情 我想可能会打扰到您 知晓您的存在后 不少神奇都联系上了我 他们或是来自于十大帝族 或是某些王族中的天交 而且都拥有神奇以上实力 想要认识您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听到黑石中魅魔的话后 苏醒终于忍不住道 有时间 太有时间了 我想问问 我该怎么见到他们 魅魔的声音接着传来 您可以来到空无界中 大部分的神奇 都会定期回来汇报任务 我想 他们都会很高兴看到您 当然 若是你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去他们的地盘 我想 他们都会用最高礼仪来接待您 除此之外 您可以注意神域之中的信息 不少神奇都表示 您未曾连接神域 苏醒静静听着 果然密密麻麻的信息 足有数千条之多 这还只是神奇之上的信息 断开和魅魔的联系后 苏醒嘴角上扬 道 终于来了呀 则则 这种能量本源入账的感觉 还真是美妙啊 说吧 苏醒离开了这处小世界 前往空无界 分割线 日月如梭 转眼间 半年时间过去 新纪元2027年11月1日 这天 苏醒所在的猎魔小世界中 伟大的神明 巴斯已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经过清点 目前我族共有猎魔27万余之 其中大部分尚未成年 苏醒听后微微点头 挥了挥手道 知道了 下去吧 巴斯文言恭敬退下 就在这时 苏醒忽然感觉到 一道信息连接上了他的神谕 红月 终于来了呀 苏醒嘴角上扬 迅速连接上红月意识 猎魔之主阁下 你要那些东西 已经准备妥当 是我派人送来 还是您自己来去 苏醒眯了眯眼 很快回复道 我自己去一趟 说吧 苏醒意识离开神谕 向巴斯交代了一些事情 又给了一批血肉精华后 离开了这处小世界 心中一动 空间法则释放 苏醒眼前出现一道虚空通道 向那魅魔神奇打了个招呼后 苏醒便一步踏出 离开了空无界 虚空之中 苏醒身影不断闪烁 每一次空间跃迁 便跨越千万里距离 朝着蓝星迅速赶去 与此同时 空无界中 贪欲 你就这么让他离开空无界吗 不怕发生意外 暴石之主涛龙 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球体 放在口中咔咔地咬食着 时而发出满足的声音 图纳主神听后 摇了摇头道 可不要小看他呀 虽然是猎魔出身 但他的实力 在一级神奇中都不算弱 更擅长空间法则 整个清元玉大罗之下 应该没多少人能威胁到他 再说了 这半年来 他出去的次数 也不止一次了 涛龙主神听后点了点头 忽然又神秘兮兮地道 贪欲 你不知道吗 他这次要去见的 可是那位 上一任杀戮之主 你就这么 让他们碰面了 图纳主神听后 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我劝你当做不知道就好 两任杀戮之间的斗争 和我们有何关系 做好分内之事就行了 伟大存在 不会忽视我们的功劳 涛龙主神听后点了点头 却欲言又止 图纳主神见状 终于有些不耐烦了 道 暴石 你太着急了 杀戮之主啊 七宗罪之手 这等位置 你就没有想过吗 涛龙听后 眼中闪过一抹渴望的神色 七宗罪之手 距离那个伟大的境界 或许会更近一些吧 图纳主神见状 露出了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 道 哼哼 其宗罪之手啊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位置 可以是杀戮 可以是贪欲 也可以是你暴石啊 他们之间的斗争 对我们有利无比 听到图纳主神的话后 涛龙主神露出渴望的神色 就连那硕大的眼珠 都隐约泛红 似乎看到了 自己坐上那个宝座的场景 图纳主神见状有些无语 暗道 真是个愚蠢的神 但他的眼中 又何尝没有对那个位置的贪欲 五日后 某处无名虚空 经过五日不停地赶路 苏醒已经远离了空无界 身处于空无界和蓝星之间的 一处辽无人烟的虚空 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后 苏醒施展了异形天赋 重新变化为了本尊 之后 苏醒又接连不停地赶路了两天两夜 才进入了一处 尚未被异族入侵的普通小世界中 呼 足足半年时间 终于又当回人了呀 苏醒扎了扎嘴 适应着自己原来的身躯 感受着体内那无穷的力量后 心中充斥着安全感 能量本源也积累得差不多了 趁着这个机会 是该尝试突破太乙精先境界了 苏醒难难道 半年内 苏醒先后进行了二十多次模拟 如今他手中还剩下五次模拟机会 虽然半年来 苏醒的境界并未提升 但整体实力比之前强了可不止一筹 这一切 来源于大道感悟 以及各种神通术法的精进 苏醒心中一动 目光看向时隔半年后的属性面板 姓名 苏醒 年龄 二十六岁 职业 修仙者 修为 精先大圆满 大巫断体 绝第六层圆满 功法 如意观想图 罗天化先诀 正一福气诀 大巫断体诀 周天观心法 小成 天赋 永恒不灭体 空间圣体 单圣 千换 天地为阵 五行圣体 一行 再来一发 红韵 喜加一 先天道体 空灵根 大气晚成 不讲武德 吞天 天生剑体 打不死的小强 百战神体 技能 阴阳回天 入门 虚空一剑 大成 灵剑 十万里 炼丹 无上大宗师 炼器 无上大宗师 五行仙暴术 圆满 神农玉灵术 圆满 神势八百万里 天人镜 护体剑刚 八千一百 八千一百 阵道 大宗师 玉剑术 圆满 魁磊之道 大成 修仙术法若干 大道感悟 雷之大道 第五境 五行大道 第六境 剑之大道 第六境 素之大道 第六境 力之道 第六境 命运大道 第六境 因果大道 第六境 空间之道 第六境 沙之大道 第六境 阴阳大道 第五境 时隔半年时间 苏醒已然迈入了26岁 功法一篮 周天观心法迈入小成 技能篮内 苏醒长达半年的积累 让虚空一剑迈入大成 灵界从昔日六万五千里 也提升至十万里 与此同时 练丹之道 苏醒也终于迈入 无上大宗式境界 算是看到了 三千世界丹道的镜头 十五阶仙丹 苏醒信手捏来 甚至于 苏醒如今 已经可以开始尝试 练制那无数修饰 梦寐以求的九转金丹 可惜的是 九转金丹材料过于宝贵 苏醒能够练制的次数也不多 因此 苏醒如今最多 只可练制三转金丹 哪怕是一介凡人福之 也可瞬间羽化灯仙 晋升天仙之境 护体剑纲 也由昔日六千四百道 达到了目前的瓶颈 八千一百道 唯有阵道稍弱 苏醒方迈入大宗式之境 可以布置十六阶阵法 但困杀金仙也不在话下 至于大道感悟 就是苏醒半年来 最大的心血了 半年时间 苏醒先后将因果命运大道 利之大道 杀之大道四条大道 迈入第六境 除此之外 雷之大道和阴阳大道 虽未入第六境 却也达到了第五境 阴阳大道的难度 不比因果命运大道 低上多少 之后还得花费心血 迈入第六境 苏醒难难道 除此之外 便是天赋了 半年时间 共计进行了二十三次模拟 抽取了二十余个金色天赋 修仙界百大神体 也已经被我 极其接近一半了 当然 最关键的是那三个红色天赋 永恒不灭体 空间圣体 以及恶难解体 永恒不灭体 红色神话及天赋 你是天地间最古老的生命 拥有超出常人的寿源 寿命是同镜修士的一百倍 是的 永恒不灭体 听起来牛批 但其实就是个 纯粹加寿源的天赋 足足百倍的寿源加成 的确比之前的什么玄武神体 长生体强多了 而且是个红色神话天赋 虽然对模拟中的苏醒没用 但苏醒还是带出了 至于第二个天赋 空间圣体 空间圣体 红色神话及天赋 你拥有对空间之道 恐怖的悟性 是的 简单的介绍 但却不普通的效果 苏醒尝试了一番 拥有空间圣体后 比之前她的空间圆体 感悟空间大道的效果 大约强了两到三倍 这意味着 苏醒在空间之道上的天赋 再度增加 至于最后一个红色天赋 恶难解体 苏醒眯了眯眼 眼中闪过一抹不寻常的神色 恶难解体 是红色级别的天赋 也是之前恶难神体的升级版本 但却并没有出现在 苏醒的模拟面板上 实在是 恶难解体带来的厄运 太恐怖了 苏醒抽到恶难解体的那一次模拟 尝试了一番其效果 那一次 苏醒仅仅活了二百多年 就被一个路过的主神一巴掌拍死了 效果 恐怖如斯 虽然恶难解体并未直接被苏醒带出 加持在本尊之上 但苏醒的裂魔马甲 原本的恶难神体 却被替换为了恶难解体 这恐怖的霉运 让苏醒甚至食而心神不宁 苏醒曾经在模拟中 尝试过恶难解体的效果 若是苏醒一直化身裂魔神奇 甚至能以一己之力 拖延清元玉被灭五百载 原本 清元玉一千五百年前 就会被异族覆灭 但因为苏醒恶难解体的加持 让异族入侵的速度 足足慢了五百年 那一次模拟 可真是精彩 一连数位太乙巅峰 似乎受到天道加持 居然突破大罗惊险 而青云子也在冥冥之中 陷入了半疯半魔的状态 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甚至开始打击异族 再加上 人族仿佛得到大气韵加持 修士们纷纷化身气韵之子 突破概率大大提升 饶是如此 在两千年左右时 清元玉还是被异族 以绝对的实力负面 不过 从那一次模拟中 苏醒就已经感受 除了恶难解体的恐怖 恶难解体 红色神话及天赋 你拥有恐怖的霉运 会波及身旁之人 甚至影响整个种族的气韵 与你为敌之人 会得到部分气韵加持 则则 这恶难解体天赋 若是能找个机会 送给一族某个主神就好了 苏醒难难道 而除了面板上 能看到的实力加成外 这半年来 苏醒在模拟中 还有其他收获 天阳草 终于得到了 苏醒是在第181次模拟时 找到的天阳草 其位于第四军团 被困的结界附近虚空 经过苏醒十数次搜索 才找到 而这一株天阳草 经过苏醒罗天晋复制后 可以得到两株 以每株天阳草 50万能量本源的价格 苏醒将两株天阳草 带回了现实 呼 天阳断魂丹 也只差两位材料了 还有半年以来 调查了一些 气血质保的位置 对我之后 突破大乌断体 绝地七层 有大用处 苏醒难难道 以上 就是苏醒半年来 模拟的全部收获 而眼下 苏醒准备开启 新一轮的模拟 时隔半年 积攒了足够的能量本源 苏醒终于能向 太乙精仙 发起最后的冲击了 开始模拟 第200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5亿13064396点 剩余模拟次数四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 红色天赋 呼吸之间的时停 下次抽取 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 为20% 呼吸之间的时停 红色神话 即天赋 你拥有一丝 掌握时间的力量 能够控制 方圆万里内的时间 并让其暂停三秒 每次模拟 仅能使用一次 备注 呼吸之间 呼吸天赋 苏醒愣了一瞬 眼中闪过惊喜之色 呼吸之间 这听起来有些抽象的天赋 实际效果 就是暂停方圆万里之内的时间 并让其停止三秒 三秒 听起来不多 但却是致命且关键的 毫不夸张地说 有了这三秒时间 实力和苏醒相近的敌人 再度不会是苏醒的对手了 哪怕是实力比苏醒更强的 只要不是超出太多 苏醒都拥有反抗之力 起码 逃跑的机会更大一些了 三秒时间 足够做很多事情了 苏醒眯了眯眼 比如他如今最强的攻法手段 第六境界刀斩出的虚空一剑 三秒时间就能保证 苏醒百分之百命中目标 如此 他以中期以下的敌人 起码也会被重创 甚至遇到肉身弱的 直接被苏醒斩杀 也说不定 则则 的确是一个很强大的天赋了 尤其是在战斗之中 只是不知道 这天赋对大罗金仙 甚至半圣有没有效果 苏醒并不清楚 根据他的了解 大罗金仙还未涉及到时间层面 但 不过接下来 还是要尽快突破至 他已经先进 这半年来 我做了无数准备 为的可就是这一天 苏醒取出了几个黑色的瓶瓶罐罐 这些瓶罐中装的 就是苏醒这半年来 收集的五种 帮助苏醒 尽快经历天人武衰的毒药 虽然有神农在是天赋 但天人武衰毒药效果毕竟恐怖 应该能够成功吧 苏醒不确定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加成的目标 我选择加成 大气晚成天赋 灵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了青云界 并顺利和青云子交易 在青云宗内停留了十年 你收集罗天传承 并离开了青云狱 第二十年 你顺利抵达了天机狱 苍蓝界中 你开始准备度过天人武衰 第一衰 污秽衰 你服下了提前准备好的剧毒之物 污秽完 由于你身怀神农天赋 毒药效果小幅度下降 污秽衰效果减弱三成 持续时间增长为五百载 你开始经历污秽衰 并处于浮禁受众状态 数日之后 你的身上开始积累污秽 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你不得已 每日必须静身洗澡 才能驱除这污秽 你处于浮原接近状态 你的运气降到了极点 你开始频频遭受厄运 你处于受源将近状态 你的实力大幅度下滑 不足全胜时期1%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愧是天人五衰 连金仙都惧怕不已的灾难 当真恐怖 经历天人五衰之时 毫无疑问的 修士的实力 会降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堂堂金仙巅峰的修士 甚至可能连一些真仙都比不上 这还只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 伏禁受众状态 带来的负面效果 气韵下降到一个极点 须知 气韵是一个悬而又悬 却又真实存在的东西 苏醒体会过 气韵带来的巨大好处 红韵状态加成下 不说心想事成 但也是顺风顺水 各种符原 天才地宝 拿到手软 天地万物 无论何人都拥有一定气韵 或多或少罢了 而符原接近状态下 那就是没到了极点 效果 或许和恶难解体加成差不多吧 当然 这状态只涉及修士自身 并不影响身旁之人 具体可能为 闭关中的苏醒 无论怎么修行 修为都不会增长 无论如何感悟大道 都不会有丝毫成果 甚至莫名其妙被修士发现 随后被杀人夺宝 不过 我早已背下了不少硬的手段 只要不是特别倒霉 应该不会出事吧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你处于浮寿接近状态下 屈及避凶天赋疯狂传来预警 似乎时刻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所幸 你提前开辟了洞府 布下阵法 并进入灵田洞天之中 重重防备之下 前二百多年 你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时间来到第三百年 这一天 正在闭关中的你被吵醒 原来是数名真仙境的散修 发现了你闭关的洞府 误以为是秘境 且正好赶上了 灵田洞天中的薄弱节点 将要闯入 你及时反应过来 并出现在洞府中 准备驱逐这几位散修 谁料这几个散修 似乎看出了你状态不佳 起了杀人夺宝的心思 虽然实力大将 不足百一 但对付区区真仙 自然对你是轻松的 于是 你将这几名准备截到的真仙 尽数打杀 打杀这些真仙后 你驱除了痕迹 并继续进入灵田洞天中 准备修行 如此 二百二十载时间悄然过去 第五百三十年 某天你扶灵心智 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污秽 迅速消失 与此同时 你的实力也迅速恢复 恭喜你 顺利度过天人五衰 第一衰 污秽衰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松了口气 好险 来的只是区区几个真仙 这伏禁受众状态 还真是恐怖 我躲在灵田洞天中 居然都会被区区针线发现 苏醒摇了摇头 这苍蓝界的闭关之地 乃是他之前的模拟中 已经找好的 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安全之地 却还是有了一些破绽 或许还是该去天机界闭关 那里或许会更安全一些 苏醒有些不确定道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天魔狱是四处拥有危险的 实力大减的苏醒 哪怕是在天魔将保护下 也未必能时刻保证安全 毕竟天魔将身为堂堂大罗金仙 不可能不顾天机欲安危 只时刻保护苏醒 同理 天机界内也未必能安全多少 不过 还是要小心一些 再多做点准备才好 苏醒心中有了具顶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530年 渡过巫会摔后 你并没有急着渡截华灵摔 而是趁着实力恢复的时间 前往了罗天境内 并练制了一批一次性法宝 这些诸如五雷石的一次性法宝 只需注入仙力 便能触发 威力极大 惊仙之下难以幸免 炼制了足足数百件一次性法宝后 你方才觉得安心了一些 便重新回到灵天洞天中闭关 此刻 时间已经来到第550年 你服下巨毒之物华灵时 正式进入天人五衰 第二衰 华灵摔状态 仅仅片刻时间 你满头的青丝便化为了白发 与此同时 你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迅速衰减 气韵也逐渐离你而去 你再度陷入了 浮静受众状态 幸好第二次度天人五衰 你已没有之前的局促 你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 避免急躁 只是一如既往生活在灵天洞天中 日复一日 转眼间 百年时间过去 第650年 某天你预感到了自己的洞府之中 再次闯来了几个不俗之客 你微微皱眉 来到藏身的洞府之中 原来是阵法出现了损坏 导致几名悬仙误入其中 并发现了你闭关的灵天洞天 更巧合的是 这几位悬仙和之前被你打杀的几个真仙 出自于同一宗门 而且其宗门之内 拥有感应弟子 长老死亡地点的命牌 不出预料的 这几位悬仙认为 是你杀了那几位真仙 亦或者是 他们见你满头白发 气息衰弱 生起了杀人夺宝的心思 无奈之下 你只得将这几尊悬仙 尽数打杀了 第二次在闭关中被打断 你心知这地儿是不能继续待了 若是再来更强的修饰 或许你这一次将走到生命尽头 于是 你离开了这一处闭关的洞府 赶往了你在苍蓝界中 提前看好的第二个洞府 但在路途之中 你共计遇到三次截修 索性他们修为不高 于是一并被你打杀了 赶到第二处洞府后 你继续闭关 接下来四百年相安无事 第一千零五十年 你顺利度过了第二个劫难 华林衰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皱眉 接连两次被截修盯上 看来这运气 的确是差到极点了 看来苍蓝界失待不下去了 得想办法前往天魔狱了 苏醒也并不确定 天魔狱中的天魔 将能庇护他多久 但苏醒打算试一试 而且 第一千五百年左右时 苍蓝界会遭到一族入侵 到时候就不安全了 在此之前 苏醒必须前往更安全的地方 渡过天人五衰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一千一百年 你顺利抵达了天魔狱 之后你见到了天魔将 表明身份后 天魔将表示 会尽可能帮助你 渡过天人五衰 但天魔狱战士频繁 他也没能保证时刻保护你 但你此刻也别无他法 只能在天魔将的保护下 渡过天人五衰 这一年 你服下夜球散 开启了天人五衰 第三衰夜球衰 开启夜球衰之后 你感觉到了 自己再度陷入了 伏净受众的状态 更恐怖的是 除了修为大减之外 你的体力 也变得如同垂垂老死之人般 极其衰弱 只要稍微运动一番 你的夜下便开始流汗 整个人处于虚弱状态 这使得 你比之前更加虚弱了 但好在 有天魔将的保护 前期你还算安稳度过 直到模拟第1450年 你度夜球衰的第350年 异族的攻势越来越严重 而天魔将也无暇 在顾及你 你被异族之中 一尊二级神器盯上了 你拼死发动石亭 让天地间静止了三秒 然而 你实在是太虚弱了 石亭之后 面对一尊二级神器的追杀 你依旧没有反抗之力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颇为无奈 天人武衰 还真是困难 不过 这也是我使用毒物 提前催出天人武衰的缘故吧 天人武衰的威力 增强了数倍不止 若是寻常惊仙 度天人武衰 应该没这么困难 苏醒颇有些无奈 为了尽快度过 苏醒也只能承受更多的风险了 呼 不过也算是顺利度过了两道劫难 算是有所收获了 苏醒目光 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呼吸之间的石亭 红色天赋 售价一百点能量本源 半步太乙惊险 顺利度过污秽衰 华灵衰 第三衰夜球衰 剩余一百五十年 售价五千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着眼前的模拟文字 微微皱眉 仅仅度过两次半天人武衰 就需要五千万能量本源 那若是完全度过天人武衰 恐怕需要上一能量本源了 就这 还不算晋升太乙惊险所需啊 苏醒顿时觉得有些头疼 虽然他现在手中 有足足五亿能量本源 但恐怕也不惊花啊 无论如何 这两个奖励还是要带出的 苏醒没有犹豫 默念叨 我选择带出 丁 您成功带出半步 太乙精先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 四亿六千三百零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五点 您成功带出 红色天赋呼吸之间的石亭 剩余能量本源 四亿六千三百零六万四千三百八十五点 随着苏醒耳边 传来模拟器的提示音 苏醒浑身的气机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皮肤表层肉眼可见的 诞生一层污垢 实力迅速衰减 可眨眼间污秽消散 实力恢复巅峰 天然五摔第一摔 污秽衰 度过 紧接着 苏醒一头青丝 转眼间变白 摔弱的感觉再次出现在苏醒身体中 下一瞬 满头白发又重新化作青丝 失去的力量又再度恢复 天然五摔第二摔 华灵摔 度过 接连两次虚弱又恢复巅峰的感觉 让苏醒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果不其然 下一秒 苏醒的夜下开始流汗 整个人变得虚弱无比 而这一次 苏醒就没有恢复实力了 整个人处于虚弱的状态 一身实力百不存一 就连悬仙修饰都有所不如 失误了 没想到夜球衰的状态 也会一并带出 苏醒微微皱眉 若是他没猜错的话 现在他已经处于伏近寿终状态了 在这种状态下 他的实力又下降到悬仙都不如 整个人定算是危险万分 得尽快开启下一次模拟了 必须一鼓作气度过天人五衰 否则太危险了 苏醒没有犹豫 默念叨 开始模拟 第201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4亿6306万4385点 剩余模拟次数三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南明离火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南明离火体 金色天赋 百大神体之一 对于天地间的神火南明离火 拥有天然的感应 出生即伴随该神火 南明离火 功伐一体 善于炼丹的神奇火焰 嗯 南明离火 苏醒挑了挑眉 自他修行以来 可就掌握着一门 名为离火术的神通那神通 在苏醒低境界时 是一个不错的功伐手段 而如今早已过时 但依旧是苏醒炼丹所用之火 则则 南明离火体 应该能将离火术的威力增强 甚至直接晋级为南明离火 对于我炼丹倒是有所帮助 苏醒微微点头 他感觉这次运气不错 算是抽到了个有用的天赋 那么 便开始模拟吧 想办法前往一安全之地 尽快度过天人五衰 才是关键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 我选择加持 大气晚成天赋 灵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处于伏镜兽状态 感觉随时可能出现危险 没有犹豫 你第一时间 朝着小青云界的方向赶去 花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你才抵达了小青云界 在这一年的虚空航行中 你数十次遭遇虚空骑兽的袭击 不过好在 你对空间之道感悟极深 再加上动用了再来一发天赋 以及呼吸之间的石亭 才最终保下性命 第二年 抵达小青云界后 你很快赶往了小青云城 随后 你找到了青云宗的那位长老 并表明身份 要前往青云界 那位真仙长老 看出了你如今的状态 知道事不宜迟 于是没有丝毫犹豫 带着你赶往了青云界 第三年 你顺利抵达了青云界 并见到了青云子 此时 青云子尚未入魔 而你也和青云子达成了交易 你知晓如今的状态 难以在三千世界生存 而青云宗正是难得的安全之地 于是 你准备留在青云宗内 安稳度过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天人武衰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松了口气 抵达青云宗后 应该是安全了 青云子虽然会入魔 但那也是五百年后的事情了 如今 趁着青云子尚未入魔的时候 青云宗的确是整个青云域 最为安全的地方了 不过 顺利渡过夜球衰后 还是要离开青云宗 前往天机域看是否安全 天人武衰 一次比一次困难 恐怕苍蓝界都不够安全 只能去天机界碰碰运气了 苏醒再次感叹 难怪散修出身那么困难 能够修制太乙金仙的寥寥无几 不说其他的 就光是这天人武衰 就过那些散修精鲜吃一壶的了 唯有找到可靠的宗门 自身安全才有一些保障 不过人未踩死 修饰更是如此 谁又能保证 在陷入虚弱之时 那些昔日的同门不会加害呢 苏醒叹息一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接下来一百年多年 你待在青云宗内安稳度节 一百多年来 你直点紫灵仙子御灵之道 模拟第一百年 紫灵仙子顺利晋升太乙之境 第一百五十三年 你顺利度过夜球衰 身上的虚弱顺利退去 实力再度增长 此时 天人五衰已完成五分之三 但你知晓 接下来的青云宇并非九流之地 于是你选择前往天机域 第一百六十年 你顺利抵达了白云界 要想在天机阁中取得一定地位 还是要依靠接下来的仙洲保卫战 于是 你并没有急着扶下臭回单 开启臭回衰 你选择在这期间 参悟大道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274年 本源4亿6296万4384点 上一次模拟 苏醒并未使用沉浸式模拟 是因为时间不太够 而这一次 苏醒既然打算加入天机阁 那自然不能浪费模拟时间了 于是 随着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很快 二百多年的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微微睁眼 露出满意之色 不错 雷之大道 终于迈入了第五境大城 距离第六境已经不远 不知道杜太乙雷结之时 是否能让雷之大道 直接迈入第六境 苏醒颇有些期待 如今顺利抵达天机阁 在这时闭关 希望八百年的大战时 我可以不参加吧 苏醒估摸着 他杜天人五衰 应该不会被强制参战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四百年 经过虚无之境的点拨后 你对雷之大道 顺利迈入第五境大城 此时无多事 你便在天机城内 购买了一处高级洞府 并服下了臭绘单 你开始杜结臭绘衰 你处于伏近受众状态 整个人身上 发出难闻的臭味 这种臭味无视空间和隔绝 让周围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了 你在闭关 若是在其他地方 仅凭这臭味 可能就会有杰修盯上你 但好在 你现在是天机阁的天阶长老 且正在闭关 因此较为安全 虽然臭味难闻 但胜在没有太多危险 你渡臭会关时 轻松了不少 转眼间 五百年时间过去 第八百年的天机狱大战 你并未参战 这一战持续百年 人族一方的确损失惨重 直到你出关之时 天机狱和异族的大战 正好结束 你知晓 未来四五百年内 天机狱虽有战斗 但却没有大规模战斗 你向白帝寝示 扶下自焰伞 并准备开始渡截 最后一摔 自焰摔 虽然天机阁此时需要高端战力 但他更知晓 你若晋升太乙金仙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于是 白帝同意了你的闭关 你在天机城内 开始准备度过最后一摔 自焰摔 来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心中一动 颇有些紧张 天人五摔 自焰摔 亦是五摔中 最为凶险的一观 前四摔 无论是污秽 华灵 夜球 还是臭秽 皆是若其体魄 修为 唯有自焰摔不同 买是若其精神 蚕食其意志 若是意志 道心不坚定着 恐无法度过自焰摔 但寻常自焰摔还好说 我有十足的信心 可这被自焰水 苏醒捏了一把冷汗 自焰摔 是天人五摔中最为凶险 甚至是死亡率最高的 因为 哪怕金仙巅峰的修士 在度过自焰摔时 都有可能自杀 是的 自然 堂堂金仙巅峰 差一步得正太乙道果的修士 到这时 却有可能选择自杀 原因 是因为自焰摔的效果 是让修士对生活 修道 乃至于人生失去所有的兴趣 在经历衰老 病痛之后 让修士感觉到 修道没有意义 甚至产生一种 自我厌恶的情感 在这种极端情绪之下 就会导致不少 金仙巅峰修士 自杀身亡 这环 仅仅是寻常的自焰摔 而我是服下自焰水 数倍加持下 也不知能否顺利度过 苏醒 深吸一口气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九百年 度过臭回摔的半年后 你服下了自焰水 并开始度结自焰摔 度自焰摔时 你的肉身是强悍的 修为也处于饱满的状态 这一次劫难降临的 是你的意志 道心 刚开始的数十年间 你并未感觉到太多的不同 甚至心中暗自认为 这是天人武衰中 最为简单的一个 直到第一千年 你肚子厌摔的第一百年 你开始逐渐变化 这种变化 是潜移默化 并且你自身完全没有察觉的 刚开始 你只是感叹人的生老病死 回忆起自己身体衰弱之时的痛苦 这个阶段 你开始悲天悯人 你开始觉得烦人的痛苦 如此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一千一百年 你肚子厌摔的第二百年 此时的你 开始逐渐有对凡人的悲悯 转移到了对天道不公的厌恶 天道何其不公 万千生灵 皆有生老病死 凡人者 受不过百年 修道之者 受不过千载 先人 亦不过蹉跎数万载 这天地间的万物 最终要归宿于天 灵根之别 资质之别 种族之别 随着你自厌摔的过程逐渐累积 你对于天道不公的预感 也越来越强烈 在每日哀天伤己之中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三百年 终于你对天道的哀怨 逐渐转化为了 对于自身的厌恶 修饰一生 所求为何 长生 逍遥 又有何等意义 纵使大罗经先 受缘亦有尽头之时 圣徒已决 外有一族 那有忧患 那么修道还有意义吗 你开始对自己的道徒有所怀疑 你开始对道徒有所怀疑 在这种质疑之中 又是百年时间过去 第四百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对于道徒的怀疑愈发之多 你开始逐渐放弃修行 你开始思考 为何要修道 万载之争 与人争 与天地争 与异族之争 到最后 又有何等意义呢 你开始逐渐失去了一种 名为欲望的情绪 你没有对修道的渴望 亦没有了德政长生的野心 在这种情绪之下 你开始不止一次地 想要自我了断 终于 再度节字厌衰的第四百七十载 你开始尝试自杀 你的肉身被不断破坏 你的精神开始逐渐恍惚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你的身旁 是白帝 千军一发之时 他救下了你 只见白帝亲身手指 一道白光没入你的眉心 刹那间 一切都记起来了 一千年前 在你面见天机阁主的那次机会中 你提出了一个要求 你希望在自己度节字厌衰时 天机阁主能够提供一次帮助 若是自己陷入危机时 得到一次明星的机会 天机阁主同意了你的请求 虽然他不能亲自出手 但还是告知了白帝 并给了能够帮助你明星的手段 于是 在生死一线之间 白帝出手了 现实世界 苏醒惊出了一身冷汗 好险 这自焰摔荡真是恐怖 以我之道心 居然都写些自杀了 则则 服下自焰水后 自焰摔的难度恐怕暴涨数倍 不过难度暴涨数倍 效果也会暴涨数倍 只要顺利度过自焰摔 我的道心将前所未有的坚定 苏醒深吸一口气 有些紧张地看向模拟面板 随着白光入体 你感觉自己的欲望 再次被重燃起来 修道 以正常生 并非是无意义的 既然天地之间皆有命数 为何不能打破这命数 六道轮回之苦 生老衰弱之痛 修道者之求 不仅是逍遥 常生 一求一个念头通达 心中所欲之事 便去做 随着欲望的重新燃起 你的道心重新地坚定起来 再次对抗着 体内那股自焰的情绪 于是 你每日在对于求道的渴望 以及自身厌恶 无欲无求的状态之中切换 转眼间 最后三十年时间过去 随着五百年期限已到 终于你度过了天人五衰 最后一衰 自焰衰 恭喜你 顺利度过自焰衰 你的情绪前所未有的饱满 到心前所未有的坚定起来 与此同时 你感觉到了天空之中 雷声滚滚 终于 太乙雷节 要来了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深吸一口气 终于来了吗 太乙雷节 只要度过此节 便能得正太乙惊险 苏醒脑海中 回忆起太乙雷节的情报 太乙雷节 一般会持续三年之久 共经历九重雷节 共计八千一百道 若是顺利度过 便能从此免去体衰之苦 直至寿源镜头前 皆能保证全胜 一旦成为太乙惊仙 我的战力将接近太乙惊仙后期 而且 九重雷节可不能浪费了 刚好能让雷之大道 迈入第六境 苏醒想都没想 就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十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四亿六千二百九十六万零七三四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天机界 天机城外 苏醒登上了一座山顶 感受着天空之中 那酝酿的雷节 心中似有所感 随着乌云不断汇聚 雷霆逐渐凝聚 苏醒也感觉到 无数的目光 投向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毕竟 太乙惊仙度节 这等撞灾的场景 百万年都未必能亲眼见一次 若是观摩度节有感 说不定对那些修饰自身修行 也有所好处 太乙雷节 那么便来吧 苏醒眼中闪过浓浓的自信 此刻刚度过天人五衰 他一身状态正直巅峰 再加上以苏醒的道机之坚固 度过这雷节 不过是板上钉钉之事 终于 在万众瞩目之下 天地间的第一道雷节 劈了下来 恐怖的雷霆 直击苏醒的天灵穴位 苏醒没有任何防护 仅凭肉身 开始硬抗 轰隆隆 雷霆瞬息消散 化作一丝丝微弱的雷霆道运 开始淬炼苏醒的肉身 嗯 这雷节的威力 苏醒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这雷霆的威力 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比我想象中的太乙雷节 似乎要强上一些 不过 依旧在掌握之中 苏醒有些疑惑 但却并未多想 只是专心对抗下一道雷节 很快 一道道粗壮的雷霆披下 令天地变色 让前来观里的修士们 妄洋心叹 一道 十道 百道 千道 转眼间 三月时间过去 苏醒已经以肉身 扛下了足足一千零八道雷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雷霆的威力 也在微弱地增长 苏醒放任雷霆 淬炼着自己的肉身 感应着其中雷霆道运 带来的好处 仅仅三月时间 苏醒的雷之大道 便迈入了第五境巅峰 而此刻 苏醒也终于确定 眼下这太乙金仙的九重雷节 是有些不对劲的 则则 若是九重雷节针 有如此威力 恐怕天敌 下九成九的惊仙 都要倒在这雷节之下了 苏醒眨了眨眼 随后朝着天空之中的那道雷节 竖起了中指 果不其然 在苏醒的试探之下 天空之中的雷节 乌云 微不可查地停滞了一瞬 随后 苏醒似乎在雷节之中 感应到了一丝熟悉的 气急败坏的情绪 果然 是那天道来了吗 呀的 这是爱抱怨的 苏醒撇了撇嘴 还是无法伤到苏醒分侯 只让苏醒借助雷节 彻底凝聚了天雷圣体 当时 那天道算是被苏醒利用了 因此有些不愤 可受限于 惊仙雷节的威力有限 即便当时天道想要多些威力 也是规则内不允许的 毕竟 不可能用太乙雷节的威力 去批一个玄仙巅峰修士 而眼下 这天道显然是小家子气 想要在苏醒的身上 找回场子了 因此 太乙雷节的威力 比寻常太乙雷节 在雷节的翠体之下 那大乌断体绝第六层巅峰的瓶颈 有了一丝松动 半年来未能增长的气血之力 似乎也增长了一丝 则则 雷霆翠体 天下至阳 至间之物 对于我迈入大乌断体绝第六层 大有好处啊 若是完全吃下这一层九重雷节 说不定距离迈入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也不远了 苏醒心中一动 已经有了计划 既然要利用这天道 雷节 那不如更加彻底一些 苏醒不但要让雷之大道 迈入第六境 还要让自己的肉身更强 让自己未来 破入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更加轻松如意 那么 让雷节来得更猛烈些吧 苏醒嘴角上扬 向着天空之中的雷节 再次露出了挑衅的表情 果不其然 那不可见的天道 受到了苏醒的挑衅 如同受气的孩子一般 向苏醒发动了更加猛烈的雷霆冲击 十道 百道 千道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 苏醒再次承受了千道雷节 而且雷霆的威力 比之前强盛了数成不止 泽泽 这雷节的威力 开始有些意思了呀 不过 也仅此而已了 苏醒微微闭眼 能够感觉到天空之中 雷节轰击在他身上之后 造成了伤害 几乎每一道雷霆 都会让苏醒肉身受轻伤 但又在苏醒恐怖的生命力 和恢复力之下 迅速恢复 每一道雷节的威力 都相当于金仙巅峰修士的 权力一击嘛 泽泽 还真是可怕呀 要是寻常渡劫的金仙 恐怕撑不过百道 就要被迫终止渡劫了吧 苏醒暗自想到 但他 又怎么会是普通的金仙 这太乙雷节 即便威力恐怖 甚至都还没有逼出 苏醒的防护手段呢 至今 苏醒也不过是凭借肉身 一直在硬抗罢了 身体硬抗太乙雷节 带来的好处是 肉眼可见的 苏醒对于雷之大道的感悟 距离第六境越来越近 已经陷入瓶颈的肉身 气血 比肚结之前 也强了大约三成 如此 在接连不断的雷节之下 又是三月时间过去 在苏醒度雷节的第八个月 已经扛过了足足3600道雷节 而雷节的威力 还在上升 已经隐约间 相当于天交榜地榜 前列修士的攻伐强度了 而苏醒 也不再是纯粹地 凭借着肉身硬抗 转变了策略后 苏醒时而肉身硬抗 时而动用原力 隔绝雷霆的机制破坏力 专心吸取其中的雷之大道 这样一来 苏醒受雷霆脆体的效果 或许会稍差一些 但苏醒将更有把握 度过全部的雷节 并且雷之大道感悟 也不会变弱 毕竟 这天道烟坏呢 渡劫才未到三分之一 还不知道要憋出多少坏水 苏醒就这么在原地 硬扛着一道道的雷节 而之前那座万丈高的山峰 在接连八月的雷节之下 居然也被辟为了平地 与此同时 苏醒度节之地方 圆万里之内 无数修士注视着 苏醒度节时的情况 泽泽 恐怖如斯 当真恐怖如斯啊 这 便是太乙雷节的威力吗 恐怕随便一道 雷节我都度不过呀 一位金仙修士 看着苏醒度节的场景 眼中不可避免地 浮现出一抹羡慕之意 甚至还有一丝恐惧 不对劲 不对劲啊 这不像是太乙雷节的威力啊 老夫当年度雷节时 若是有这等威力 恐怕坟头草不三丈高了 也有境界高深的太乙精仙 观摩着苏醒度节的威力 隐约间察觉到了一抹不对劲 苏醒度节八月 雷节的威力 甚至都比他当年 最后几道雷节的威力更高了 此刻 苏醒度节方圆万里之内 上百万修士都远远观摩 不少修士都从那雷节之中 得到了一些感悟 泽泽 后生可畏啊 这雷节 怕不是上了品格的那种 这小子的资质 真是我平生所见啊 太乙精仙肖展龙 看着那苏醒锁度的雷节 也觉得颇有不如 作为一名老牌太乙精仙 天骄榜排名前二十的存在 肖展龙也有些捉摸不定了 于是 将目光看向身旁身着白衣的男子 试探性地问道 白帝前辈 这小子锁度的雷节 您怎么看 白帝此刻的神色 却不是像周围的修士 那么悠哉自如 反而 有一种见了鬼的感觉 作为活了千万载不止的大罗精仙 白帝的见识 自然远非这些寻常修士可比 只见其不确定地 打量了一番苏醒锁度的雷节 嘀咕道 呀得 这小子的资质 真的如此之高 居然连九转雷节都引来了 身为堂堂大罗精仙 白帝居然也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 老夫身怀无上灵根 出生则身怀先天剑体 上古剑星 气韵加成不绝 对大道感悟如吃饭喝水 一般简单 完美精丹 无上道机 最终渡节成仙 一路走来都是完美道机 可即便如此 太乙精仙雷节之时 也不过是七转节云罢了 看着远处苏醒那渡节的身影 白帝的语气有些复杂到 数千万年来 老夫所见之人 资质最高者 也便是天机阁主了 可即便如此 据他所言 他当初所渡雷节 也不过是八转雷节罢了 而八转雷节 在上古之时 便已然是圣人之资了 九转雷节 闻所未闻 不是天雁之人 就是天生圣人资质 顿了顿 白帝远远地观察了一番苏醒 道 可我看这小子气韵惊人 比之我也差不了多少 怎么看 也不像是天雁之人啊 难道说 这小子的资质 真的高出天际了 白帝越看越不对劲 心中一时间 居然也没了底 不过 这九转雷节 威力恐怖 也不知道这小子 能否安然度过呀 只可惜 天地间的时间不多了 这小子资质如此之高 却没有多少时间成长了呀 白帝看向苏醒 眼神愈发复杂 最终只化作一声长叹 爱 怨哉 道哉 另一边 正在度劫中的苏醒 并没有关注其他 只是一心一意 全力地对付眼前的雷杰 转眼间 又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 这是苏醒度雷杰的第三年 七百多天来 天空之中斩下的雷杰 共计八千八百道 这 已然超过了太乙雷杰的次数 而天空之中的雷杰威力 也愈发地恐怖起来 此刻 随便一道雷杰的威力 都足以秒杀一尊金仙巅峰的修士 恐怕 唯有真正的太乙金仙 才能硬抗着雷杰了 但好在 苏醒的雷之大道 在半年前 终于迈入了第六境 雷之大道迈入第六境后 苏醒对于雷杰和雷系术法神通的防御性 上升了也不止一筹 也正因如此 苏醒才能够坚持到现在 即便如此 苏醒应对起来 都已经颇为勉强了 每一次雷霆的对抗 苏醒都不可能用肉身去硬抗 否则随便一道雷霆 都能让苏醒受伤不轻 甚至重伤 好在 8100道护体健刚 拥有恐怖的防御力 已然媲美出入太乙金仙的修饰 再加上苏醒的肉身 一时间也没到无法违纪的程度 苏醒一边对抗着雷杰 一边吐槽道 呀得 这玩意超刚了吧 啊呸 这天道是不是赖皮啊 8100道雷杰都批完了 怎么还再继续 苏醒吐槽归吐槽 但还是全力以赴 在对抗雷杰的同时 尽可能从中汲取对修为增长的帮助 随着9000道雷杰的批下 苏醒的肉身也终于在上一层 距离大乌断体绝第七层的进程 已经接近了三分之一 而苏醒的肉身力量 比渡雷杰之前也强了接近一倍 同时 苏醒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恢复之力 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增长 几乎每一道雷杰的批下 苏醒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恢复力气血得到强化 雷杰变强的同时 苏醒也在变强 这 才是苏醒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乖乖 这太乙雷杰度完 我的大乌断体绝不会直接迈入第七层吧 第七层大乌断体绝 再加上太乙金仙的修为 到时候我的战力 恐怕将直接媲美太乙金仙后期 到时候 可就不是天骄榜六七十名那么简单了 甚至五十多名 也不是不可能的 苏醒眼中充满着渴望 眼下 这雷霆的威力越大 苏醒的倒机就会愈发牢固 于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 雷杰的数量不断攀升 雷杰的威力也逐渐上涨 第九千道 第九千一百道 九千五百道 九千八百道雷杰 九千九百道雷杰 转眼间 又是半年时间过去 距离雷杰的三年之期 已经越来越近 此刻 雷杰的威力 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原本 一些金仙以上修士 还敢在苏醒方圆千里之内观礼 而现在 就连一些太乙金仙修士 都不得不到万里之外 观苏醒度节了 因为 此刻这雷杰的威力 已经足以让太乙金仙出气的修士重伤了 每一道雷杰的威力 都相当于太乙金仙出气的修士 全力一击 而这样的攻击 苏醒已经扛了数百道 直到现在 哪怕是苏醒 也感觉到了一丝疲惫 接近三年时间 每日都处在精神紧绷的状态下 时刻要准备应对那恐怖的雷霆 这也就是苏醒了 换作有史以来 任何一位杜太乙雷杰的金仙 恐怕都顶不住 雷杰 以九为尊 最终的雷杰数量 应该不会超过一万道了 那么 就只剩下最后的九十九道雷杰了 苏醒深吸一口气 继续顶着压力 抗住雷杰 第九千九百零一道雷杰披下 苏醒逆转阴阳之力 黑与白笼照在天空之中 化作一个八卦形状的巨大圆盘 将苏醒护在其内 这是苏醒半年来掌握的一记神通 综合阴阳五行之力 辅之以阵道 达到逆转阴阳 削弱攻势的效果 苏醒将这一神通 命名为阴阳回天 刹那间 天空之中雷杰的威力 被削弱了九成以上 与此同时 苏醒释放的阴阳回天 也变得虚幻了半分 仅剩的一层雷杰威力 击打在苏醒身上 自然是不痛不痒 于是 在阴阳回天神通的效果下 苏醒一口气度过十道雷杰 但十道雷杰之后 阴阳回天碎裂 苏醒对于阴阳之道的感悟 也消耗一空 天空之中的雷杰 还在继续酝酿 苏醒也不假思索 抛出了自己的下一剂底牌 护体剑刚 8100道护体剑刚 在苏醒身体周围迅速凝食 爆发出比以往更加恐怖的防御力 苏醒将这种状态 称之为剑刚合一 这种状态下的护体剑刚 防御力提升数倍 但消耗却是数十倍的提升 仅仅开启的片刻 苏醒就感觉到了 原力如山洪倾斜般不断消逝 原力的消耗还是小事 毕竟有体内原力之数的不断补充 真正关键的是苏醒的剑道感悟 也在迅速削减 最终 凭借着护体剑刚 苏醒抗住了足足四十道雷杰 至此 雷杰已经来到9950道之后 距离彻底度过太乙雷杰 也不过只剩下49道 呼 五行灵暴术 来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 绚烂的五彩光芒在苏醒身旁逆转 土之大道 原本被雷杰劈成平原的山峰 再度原地拔高 如同直升梯一般一跃万丈 最终 一座三万丈高的山峰拔地而起 苏醒站于山峰之上 感受到了大地带来的加持 木之大道 山峰之上 参天巨树如同堡垒一般生长 将苏醒护在漆内 水之大道 苏醒渡劫之地 方圆百万里内的长江 大河 小溪 大海 开始同一时间沸腾 紧接着 那些江海河流 如同九天之上的银河 自数十万里之外而来 在天空之中 聚成了一道完全的防御木布 接下来 火之大道 金之大道 转眼间 五行大道进出 这是苏醒半年来 参悟五行灵暴树的另一种用法 五行之术 可具于一点 爆发无限威力 适合单体击杀 而苏醒现在所施展的 则是用天地之力 行一己之举 不但范围扩大 而且是攻防一体的神通 此刻 苏醒的敌人 对付的就不仅仅是苏醒一人 而是周围百万里内的天地 是周围百万里内的五行大道 领悟此神通后 五行灵暴树 可谓攻防一体 收放自如 苏醒以第六镜的五行之道 配合完全形态的五行灵暴树 对抗着九天之上的雷杰 一道 十道 三十道转眼间 又是四十余道雷杰 被苏醒抗下 此刻 距离九转雷杰彻底度过 只剩下最后的九道雷杰 苏醒抬头望天 似乎感受到了天空中雷杰的那一抹恼怒 哈哈 这是气急八坏了吗 苏醒一时间觉得有些好笑 这一记五行灵暴树 用天地之力 立五行之术 在常理认知之中 苏醒借用的是自然 大道的力量 换句话说 苏醒此刻在用天道的力量 对付天道雷杰 如此 天道又如何不恼怒呢 于是 经过苏醒连番的挑衅之后 这雷杰的威力 也愈发地恐怖起来 远处 白帝看着天空中 孕育良久的九转雷杰 难难道 真正的考验 现在才开始啊 九转雷杰 威力何等恐怖 最后的九道雷杰 也是最为困难的 恐怕连太乙金仙中期硬抗都要重伤 这孩子 虽然天资惊人 但毕竟也只是金仙巅峰 能扛过去吗 白帝心中有些紧张 看向那九转雷杰 仿佛渡劫的是自己一般 他更清楚 若是渡过这九转雷杰 那便是真正的龙入大海 从此海阔天空了 大罗金仙只是时间关系 这是真正的 圣人之资 所以 你会是天机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吗 白帝难难道 而另一边 那高峰之上 苏醒毅力不动 三年时间度过九千九百九十道雷杰 苏醒的底牌 可以说是近处了 而在之前的天人五衰之时 石廷和再来一发天赋 也已经用过 接下来 就是真正拼命的时候了呀 苏醒深吸一口气 灵界在刹那间展开 模拟之中 无数年的参悟 十万里灵界 让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在苏醒的掌握之中 但这 还不够 极致的压缩 苏醒将十万里灵界 重新压缩至一万里 再到千里 百里 最终 苏醒身旁十里范围之内 对于大道感悟 神通术法的掌握 数倍的提升 天有轮回 善恶天之 因果之力 给严逆转 苏醒深吸一口气 对于因果命运大道的感悟 在这一刻倾泻而出 而苏醒 要凭借着第六境的因果之力 逆转自己 已经耗尽的大道感悟 刹那间 剑道 五行之道 空间之道 那些苏醒 已经耗尽的大道感悟 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恢复 与此同时 苏醒的寿元 也在迅速燃烧 消耗数百万载寿元 苏醒的大道感悟 尽数恢复 呀得 要不是有永恒不灭体 小爷还真不敢用这一招 苏醒咬了咬牙 感觉到体内大道感悟的恢复 感知到了逆转的因果 逆转大道感悟因果 从无到有 这付出的代价 可不仅仅是几百万年寿命那么简单 苏醒还隐约察觉到 自己还付出了一些其他的代价 不过 无所谓了 只要度过这太乙雷结 无限自信 这是苏醒目前最强的状态了 接下来 只能硬抗最后的九道雷结 没有等待太久 第一道雷结再次披下 苏醒见状爆喝一声 整个人原地拔高树杖 身后多出了一尊万丈之高的虚影 大巫虚影 那一直双目紧闭的大巫虚影 也在这一刻 悄然睁开了双眼 赤红的双眼 充满着杀意和无边气势 瞪眼望向天空雷结 似有洒脱和不屑 这是 沙之大道和苏醒大巫之力的融合 此刻 苏醒的肉身 已然到了最为强盛的时刻 纵使太乙金仙中期的攻伐之力 又如何 一道 两道 三道 苏醒一连扛过六道雷结 九转雷结 倾可见只剩下最后三道 呼 还有余力 这九转雷结 我是度定了 苏醒眼中充满信心 太乙金仙之境 似乎已然在向苏醒招手 然而 就当苏醒以为 九转雷结要顺利度过之时 一变突生 只见苏醒度雷结之地 方圆千万里内 天空之中不约而同地飘起黑煞之气 与此同时 如同大河一般的红色 出现在了天机域的高空之上 一条 十条 足足十余条血色长河出现 天机界中 出现了一道道空间裂缝 似有一族气息涌入 降灵教 一族 居然在这个时刻 向天机界发动了总攻 娘嬉皮 老子活了千万年 还是第一次 见到九转雷结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来临 居然还身怀远古巫族的传承 莫非是已经被灭的那一脉 一位身穿黑袍的身影 出现在天空之中 破口大骂 降灵教高级干部 血三 别犹豫了 这小子的资质 老夫平生警戒 千万不能让其成长起来 这一战 必须要将其诛杀 否则咱们千年来 在天机界的布置就白费了 另一道黑影也出现 目光牢牢盯着远处的白地 降灵教高层干部 血二 除此之外 苏醒尚未诛杀的血四 血五 十余位金仙 数位太乙 一尊大罗金仙 甚至于 还有几尊一级神奇 同一时间出现在了天机界中 而他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 阻止苏醒渡劫 而此刻 正在渡劫中的苏醒 自然察觉到了异常 那空气中弥漫的邪修气息 那天空之中 滔天 惊人的血色长河 都让苏醒知晓 降灵教来了 一族来了 而他们来的目的 不言而喻 阻止自己渡劫压的 小爷就渡个劫 至于有这么大阵仗吗 这是杜太乙雷劫啊 又不是正道大罗 苏醒无力地吐槽 但眼下雷劫将至 苏醒对抗九转雷劫 就已然是拼尽全力 自然是没有心思 对付那些异族的 白地老哥 靠你们了哟 苏醒余光感受到了 远处白地的动作 暗道一声 与此同时 正在千里之外 观察苏醒渡劫的白地 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该死 这些异族和人间 是何时 混到我天机界内来的 呵呵 一口气出动了 数千位真仙以上的战力 甚至连雪儿都亲自来了 看来苏小子 对他们造成的压力很大 白地眼中 闪过一抹愤怒之色 在此关键时刻 降临教发难 是白地没想到的 说到底 还是白地高估了 天机界的检测 和御敌手段 不过 身为人族大本营 天机界虽然遭遇偷袭 但身为主场 还是有天大的优势 白地前辈 现在怎么办 一旁的肖斩龙 看到天机界内的一变 脸色也有些难看 连忙问道 白地怒道 你说怎么办 自然是 全体天机阁 白地楼门人听令 跟随老夫 将这些叛徒 一族 尽数击杀 全力掩护 苏小子杜劫 说吧 白地一跃而起 朝着天空之中的血儿斩去 滔天剑意 令天地变色 也让空中的血儿 为之一阵 与此同时 天机城内 无数修饰腾空而起 下至天仙 真仙 上至金仙 太乙 尽数倾巢而出 朝着天空之中的 将灵教和异族杀去 欺人太甚 区区挟修 居然敢来天机界放肆 瞬息之间 一场大战爆发 而将灵教和异族一方 虽然准备充足 且是偷袭 参战者不但有大罗 太乙 更是从空间裂缝中 运来了数千头异族神奇 但这里 毕竟是天机界 是人族的大本营 所以 血儿也心知 这一战 他们不可能赢 他们要做的 仅仅是尽可能阻止 苏醒突破 血三 血四 你们一同出手 阻止那个小子突破 血儿抵挡着 来自白地的恐怖剑意 一边迅速命令道 遵命 血三 血四 也心知脱不得 于是双双出手 朝着苏醒攻来 而另一边 正在渡劫的苏醒 也到了迎击雷杰的 关键时刻 渡过倒数 第三道雷杰 只剩下了最后两道 而此刻 天道郁郁的雷杰 显然来得更加迅猛 似乎是想要快点 终于 第9998道 雷杰劈了下来 那恐怖的雷霆 令天地色变 也令苏醒脚下的山峰 被击碎万丈 苏醒抱贺一声 浑身剑意激发 硬扛着这一道雷杰 最终 苏醒成功挡下了 这一道雷杰 但也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瞬间萎靡了不少 而与此同时 血三和血四 也迎接而上 滔天血河 朝着苏醒扑面来 好在 有肖斩龙的抵挡 苏醒只受到了 血三一人的攻势 嗨嗨 这一击 已经接近太乙中期了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苏醒擦拭着嘴角的鲜血 吞咽下一把疗伤丹药 迅速调整自身气息 接连遭遇雷杰 以及血三这太乙惊献的攻势 苏醒也难免身受重伤 而趁着天空之中 雷杰还在孕育之时 苏醒努力恢复伤势 好小子 今天要不杀了你 他日必定是我叫星头大患 血三吃了一惊 眼见苏醒硬抗雷杰 以及他的攻势 居然都没有陨落 心中更看重了苏醒几分 难怪老大下令 让我们不惜代价干掉你 哎 只是这次行动 除了血二 我还有血四兄弟三人 其他成员怕事都跑不掉了 血三看了一眼周围 心中也有些害怕 这里毕竟是在天机界 人族大本营 他们此次行动 本就是要牺牲大部分人 为的就是诛杀苏醒 不过了 哪怕付出一些代价 也要将你斩杀了 说吧 血三爆喝一声 身体开始隐隐泛红 与此同时 环绕在其周身的 那道血色长河 也在不断干涸 苏醒感觉到了 血三孕育而出的 那恐怖神通 这权力一击 恐怕将真正达到 太乙惊仙中期的攻击 而与此同时 高空之上 九转雷杰的最后一道 也顺利孕育而出 同一时间 两道攻势先后抵达 其威力 恐怕太乙中期修饰都扛不住 压得 不管了 最后一波 苏醒深吸一口气 心知此刻 已经来不及顾上 血二的偷袭 最主要的 还是度过眼前的九转雷杰 因果 逆转 苏醒心中暗道一声 体内伤势迅速恢复 与此同时 兽缘也在以一种 惊人的速度削减 短时间内 苏醒连续两次 逆转因果之力 日后 恐怕会对苏醒的潜力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但 还好只是在模拟之中 只要突破太乙惊仙 苏醒只需 带出修为便是 无视付出的代价 潜力损伤 带出最完美 精纯的修为 这 也是模拟器的逆天之处 在苏醒拼命的同时 最后一道雷杰 也击中了苏醒 瞬息之间 苏醒如遭重击 恐怖的雷霆 那耀眼的紫色光芒 刹那间 几乎笼罩了半个天际界 方圆千万里 不 亿万里之内 所有的修饰 都被这雷霆所吸引 当这一道雷霆披下后 整个天际界的天道 似乎都展露出了片刻疲惫 天空之中的雷云 也迅速消散 苏醒抬头看天 似乎感觉到了天道的情绪 小鬼 这份大礼 你可收好了 的确是份大礼啊 苏醒双目紧闭 眼中闪过浓浓的痛苦之色 那恐怖的雷霆之力 如同碎裂的玻璃一般 分散的脉络 直至抵达苏醒的四肢百骸 每一处细胞 雷之大道 带来的极致毁灭 也在其中 潜藏着一丝生机 世间万物 皆分阴阳 雷之大道 亦不例外 如同金木水火 五行之道般 雷之大道亦有阴阳 阳之雷 象征着生机 阴之雷 象征着极致的破坏力 刹那间 苏醒心中似有明雾 瞬息的顿雾 苏醒陷入了这种玄妙的状态 在这极致破坏的雷结之中 努力捕捉着那一丝生机 终于 苏醒捕捉到了 与此同时 苏醒的体内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最后一道雷结 脆体之力 带来的大道感悟 尽数被苏醒吸收 刹那间 苏醒完成了突破 终于 此刻九转雷结彻底消散 天空之中 似有彩云飘过 百万里之内 山花绽放 鱼儿欢腾 天地之间 爆发出了惊人的灵力潮 似乎短暂回到了上古时期 德政太乙道果 天地似有反补 观礼苏醒的无数修士 此刻扶灵心智 似有所顿悟 短短片刻之间 十余万修士 先后完成突破 化神巅峰修士 破入反须 杜结期修士 开始杜结成仙 在苏醒度雷结之后 天道雷结 似乎陷入了疲软期 以至于雷结的威力 下降了不止一筹 相反 从雷结中得到的好处 却更加惊人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修士 顺利晋升仙人后 无数杜结期修士 争先恐后的效仿 都开始杜雷结 这一日 近万度杰期修士 白日飞升 一招成仙 亦有真仙 玄仙修士突破 甚至于 除了苏醒之外 第二位精仙 也准备趁此机会 得正太义 远处 白帝感受着天地间的异象 感受到无数修士 得到的好处 洒然大笑 九转雷结 一招正到太义 竟让我人足气运 短暂攀升 无数修士得以正到晋升 畅快 畅快 白帝心中的阴郁 一扫而空 看向空中的苏醒 正欲欣赏一番 心头一跳 暴怒道 你该死 苏小子 与此同时 顺利渡劫的苏醒 感应到了自己的巨大提升 阴阳大道 因那刹那的顿悟 从第五进入门 直接攀升至 第五进巅峰雷之大道 更进一步 成为了苏醒第一个 达到第六进小城的大道 体内气血 再次充盈数成 苏醒能够感觉到 从大乌断体 绝第六层巅峰 到第七层的道路 他起码已经走过一半 四 虽然未能直接迈入 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但这等突破 已经超出预料了 起码省下 我一两次模拟的苦修 苏醒难难道 而带来的好处 不仅于此 苏醒感觉到了 自己的体质 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然 最大的变化是 苏醒顺利晋升太乙精先 一招得正太乙先 从此逍遥天地间啊 苏醒心中阴郁一扫而空 然而 刚度过雷劫的苏醒 此刻伤势太重 并没有恢复 一道危险 却如狂风暴雨般 朝着苏醒袭来 心中趋吉避凶 天赋疯狂传来预警 苏醒顿感大事不妙 然而 此刻刚度过雷劫的苏醒 处于极大的虚弱状态 已经来不及做出 任何抵抗和反应 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瞬间 苏醒只看到了 眼前那扑天盖地的血红色 当苏醒再次回过神来时 已经回到了熟悉的灵天洞天 体内一如既往的虚弱 此刻正处在 杜天人武衰的状态之下 沉浸是模拟被迫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苏醒反应过来 气急败坏道 呀得 小爷刚度完结 还没来得及装闭 就直接记了 回忆起那视线中 最后的血红色 苏醒很快知晓 自己应该是在衰弱期内 被血三偷袭致死了 可恶 大意了 要不是再来一发 石亭等关键天赋全都用了 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憋屈了 苏醒脸色有些惨白 但旋即忽然回想起来 我死之前 应该已经顺利渡过雷劫 晋升太乙了吧 总不能 让我再来一次吧 苏醒心中有些焦急 迫不及待地 看向模拟面板 第1403年 与你渡劫之时 将灵教和一族忽然爆起 无法坐视你 突破渡劫太乙 于是不惜代价 发起攻击 这一战 一族死伤数千神奇 将灵教干部血三 血四当场战死 唯有大罗金鲜血二重伤而逃 因你顺利渡过九转雷劫 天地间发生异象 爆发灵气潮 天地反哺之下 数十万修士陆续突破 最终 历经雷劫九千九百九十九道 你顺利渡过九转雷劫 成为天地之间的一尊太乙精仙 然而 刚成为太乙精仙 还未恢复伤势的你 遭到了血三 付出一半授元代价的权力一击 最终 你陨落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 长舒了一口气 还好 虽然死了 但好歹是突破了呀 只要奖励带出 我将直接晋升太乙精仙 苏醒欣喜之余 目光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难鸣离活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太乙精仙修为 经历天人五衰 度过九转雷劫 一招得正太乙仙 从此逍遥天地间 想千万载授元 售价一亿五千万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经历九转雷劫洗礼 气血 恢复力极大提升 朝着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迈出坚实一步 售价五千万能量本源 永恒雷体 未完成 远古时期的体质之一 乃是超过圣体的存在 经此体质加持 对于雷之大道 拥有惊人的感悟 直愧雷之大道最终奥妙 对雷灵气的感悟程度 极大提升 售价一亿能量本源 看着眼前的模拟奖励 苏醒松了口气 随后眼中难以掩饰的狂喜 大乌断体绝进展 迈入太乙精仙之境 甚至于 天雷圣体 都发生了未知的变化 成为了永恒雷体 这究竟是什么奇特的体质 苏醒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惊起来的 实在是太突然了 练气 练体绣为双双突破 甚至还可能得到一个 超出以往的逆天体质 直愧雷之大道本源奥妙吗 苏醒若有所思 但欣喜只是片刻的 当看到带出此次模拟奖励 所需要的花费后 苏醒顿时一阵头疼了 练气 练体绣为 再加上体质 居然要足足三亿能量本源 苏醒惊呼出声 这可是三亿能量本源 苏醒过去半年来 近乎所有的积累 在此刻 就要用掉大半了 哎 不过积累这么多能量本源 为了什么 为的可不就是这一次突破吗 苏醒难难道 想到此处 苏醒不再犹豫 离开了灵田洞天 此时灵田洞天 尚不足以支撑 苏醒晋升太乙金贤 来到这处藏身的小世界 苏醒没有犹豫 默念道 我选择带出南鸣离火体 借助蒋池的储存功能 苏醒一口气 将四项奖励尽数代出 但也额外付出了 五百万能量恩怨的代价 随着苏醒话音落下 耳边传来模拟器提示音 丁 恭喜您代出天赋南鸣离火体 剩余能量本源 四亿六千二百九十六万零七二三点 恭喜您代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五千五百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四亿七百九十六万七百十三点 恭喜您代出太乙金贤修为 花费一亿五千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两亿五千七百九十六万零七二三点 恭喜您代出永恒雷体 花费一亿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五千七百九十六万零七二三点 随着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的能量本源 锐减在苏醒肉痛步一时 浑身的气势 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见天空之中 雷云密布 似有雷结将要落下 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将雷结阻隔 迟迟未能降落 与此同时 苏醒身上也在迅速变化 夜下汗水顷刻间散去 夜球衰顺利度过 紧接着就是 天人五衰第四衰 臭毁衰 难闻的臭味 顷刻间飘扬百里之地 引得了无数生灵的注意 但也仅仅持续了片刻时间 力量重新回到苏醒体内 紧接着天人五衰最后一关 自焰衰 如同模拟器中那般 苏醒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焰情绪 脑心开始逐渐不坚定 在短短一个时辰时间内 苏醒顺利度过天人五衰 气息重新回到巅峰 正在准备突破中的苏醒 也察觉到了 自己这一次修为反馈 与以往的不同 仅仅度过天人五衰 就花了苏醒一个时辰 而紧接着 苏醒闭关之地 方圆千里内乌云密布 无数修士 注意到了这一异常 却不敢轻举妄动 天空之中 雷劫迟迟没有落下 而苏醒的修为 气息却在节节攀升 一成 三成 五成 一倍 不知过了多久 苏醒扶灵心智 体内气息收敛 原本如江海般的先例 也增长五倍不止 变成了一片汪洋 天地之间 出现异象 彩云飘扬 山花绽放 这一小千世界中 修士们纷纷注意到这一异象 但却先有 见识广博之辈能够认出 不知过了多久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 已然察觉到了 自己身上的变化 这 便是太以致敬吗 苏醒细细体会一番 只觉得与之前 精先进食大有不同 不但体内的法力 大约提升了五倍 而且与天地之间的交互 也变得更加没有阻碍 只是稍微运转功法 方圆千里内的灵气 便如同红锡一般 被苏醒寝刻间吸收 随即转化为精纯的先例 四 太以精先 所需的灵气 当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苏醒微微皱眉 第一感觉就是 太耗费灵气了 若是苏醒在一次战斗中 耗尽灵气 无意中进入一处小世界 恐怕将整个小世界的灵气榨干 方能勉强将法力 恢复满巴难怪 太以精先修行 需要无数岁月 若是仅凭灵气 没有足够的资源修行 恐怕蹉跎千万年 也未必能够 迈入太以中期吧 苏醒微微皱眉 刚一迈入太以精先 他就感觉到了差距 原本他的法力虽然浑厚 但却尚未到这等地步 如今 太以精先的修行 恐怕中千世界以下 都足以保证 甚至在一些小千世界中 长时间生活 还会有境界跌落的风险 原因无他 只是天地间灵气不够吧 唯有灵气充沛的大千世界 恐怕才能够勉强保证 太以精先修为增长吧 但也恐怕十分缓慢了 若想要快速提升修为 就需要恐怖数量的灵液 甚至仙液了 苏醒叹息一声 刚一迈入太以精先 他就感觉到了 自己之后修行道徒的艰难 千万载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啊 唯一的办法 便是用无尽资源的堆砌了 苏醒细细体会一番 除了法力浑厚数倍之外 苏醒能够调动的天地灵力 也十分恐怖 一座小千世界的灵气 自然之势 能够轻易被苏醒尽数调动 并增幅神通威力 还有 对于大道本质的感悟 似乎也更清晰了不少 苏醒微微点头 这意味着 苏醒的大道感悟 也能尝试朝着第七境迈步了 除此之外 肉身之力 苏醒深吸一口气 感觉到自己的肉身气血 力量 甚至是恢复力 都比之前强了大约三倍 虽然尚未迈入 大巫断体绝第七层 但仅凭如今的肉身力量 苏醒恐怕就能媲美一些 出入太乙金仙的修饰了 则则 实力暴涨的感觉 还真是舒爽啊 以我如今的实力 想来要击败那血四 也并不困难了 只是击杀 还需要费点功夫吧 但若是 我的大巫断体绝 还能更进一步呢 苏醒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若是大巫断体 绝迈入第七境 苏醒的战力 恐怕能够比肩 他已经先后期的修饰 届时 哪怕是解三 应该也不是苏醒的对手了 想到这 苏醒看向面板上 剩下的三次模拟机会 以及一亿多能量本源 距离大巫断体绝第七层 还剩下一半左右 三次模拟机会 还有能量本源 已经足够了 既然如此 那便尽快突破大巫断体 绝第七层吧 苏醒没有犹豫 紧接着开启了新一轮模拟 开始模拟 第202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5796万0723点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大日雷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大日雷体 金色天赋 修仙界百大神体之一 对于火之大道和雷之大道感悟较高 拥有不俗的灵气感应度 大日雷体 苏醒微微摇头 这个神体对他却是没什么用了 无论是他现在拥有的永恒雷体 还是五行圣体 都远超这所谓的大日雷体 说起来 永恒雷体还会彻底进阶 但我对于雷之大道的感悟天赋 已然超过了五行大道了 而且雷之大道 已然率先抵达第六境小城 是否要优先感悟雷之大道呢 苏醒思索了一番 雷之大道 也是个不错的攻伐大道 不行 雷之大道的优先级 还得往后放一放 苏醒微微摇头 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首先 雷之大道虽然很强 但还不如五行大道 亦不如剑之大道 空间大道等 其次 苏醒对于雷系的神通术法 没有多少掌握 若要主修雷之大道 还要学习一些雷系神通术法 方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如此浪费时间 反而得不偿失了 以我现在的情况 优先提升的 应该是空间大道 前段时间抽到的红色天赋 空间圣体 也该派上用场了 苏醒暗自想到 破入太乙精先之后 第一次模拟 还是要好好规划一番的 苏醒看向模拟面板 思考起自己这一次模拟的计划 迈入太乙精先后 模拟器尚未升级 也不知能否再升级了 不过 罗天镜倒是能够修复一番了 之前罗天镜堪堪修复三分之一 便能有三十倍的内外时间差 但因为修为法力不够 不能进行二次修复 如今 倒是能够尝试修复罗天镜了 当然 还有罗天祖师留下的罗天黑猪 也能想办法练花 顿了顿 苏醒接着到 当然 更重要的 还是大乌断体诀 尽快迈入第七层 之前探明的天才地宝位置 也能派上用场 将计划捋了一遍 确定没有遗漏之处后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丁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 我选择 加成大气晚成 灵天洞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突破太乙惊仙之后 你所在的这处小世界 开始出现天地异象 大到反哺 短短数日之内 接连有修饰突破 整个小千世界的灵气和气韵 都上升了数个档次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你离开了这处小千世界 你前往了青云宗 开启了计划的第一部分 这一次 你与青云子交易之后 在青云宗内 贡献无需的宝物 并大量换取气血之宝 十年之后 你离开青云宗 将需要的气血之宝 尽数收集 接下来 你开始收集散落在青云域的 罗天传承 以及气血之宝 第二十年 你抵达了天机域 在等待天机阁仙周到达的 这二百八十年时间 你也并未浪费 你开始尝试修复罗天镜 海量 精纯的法力 如同山红倾泻一般 注入破碎的罗天镜本体之中 你一边注入法力 一边吞服鲜叶 数万滴鲜叶 眨眼间便被吞服一空 在你毫不吝啬的鲜力灌溉之下 罗天镜的破损 也逐渐修复 如此 七日时间过去 原本破碎的镜面 已经再次修复了三分之一 你能够感觉到 罗天镜的威能 更甚以往 没有过多犹豫 你开始询问 七灵罗天镜的新功能 罗天镜告知你 修复之后 它多出了一个新的功能 储物 这并非是普通的储物 而是最高能够收纳 一整个小世界的储物 这意味着 只要你愿意 就能将整个小世界 连同其中的生灵 收入罗天镜内 与此同时 罗天镜内外时间流速差 从最高的30倍 提升到了50倍 现实中一日过去 罗天镜内最高能过去50天 同时 你可以耗费法力 扩大罗天镜内的世界面积 逐渐恢复当初 罗天镜的面貌 除此之外 复制物品的速度 也有一定提升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多出了一个新功能 收入整个世界吗 还真是 了不得的功能啊 且不论收入整个世界后 罗天镜的储物空间 将超过世间 任何储物法器 更重要的是 苏醒能够更好地 建设自己的势力 内外50倍的时间差 外界一年 罗天镜内50年如此 罗天镜内的生灵 成长速度 就是外界的50倍 苏醒可以轻易凭借这一点 培养出一批仙人镜 甚至更高境界的修饰 难怪 当初罗天祖师 能够在短短百万年时间内 建立起偌大的罗天宗 这罗天镜 绝对是一个势力的 梦寐以求的法宝 任何一个势力 只要拥有罗天镜 恐怕都有机会成长为顶尖势力 顿了顿 苏醒眼中闪过一缕光芒 更重要的是 罗天镜 对于接下来解决蓝星危机 似乎大有用处 说起来 距离红月彻底毁灭蓝星 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而距离红月恢复至大罗金仙实力 也只剩下四五年的时间了 苏醒难难道 心中升起一股急迫之感 由金仙巅峰 晋升太乙金仙 苏醒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虽然其中大部分时间 苏醒都用在了积累能量本源之上 但这速度 不可谓不快 可苏醒的对手 红月 也不能以常理视之 身为昔日的主神巅峰 七宗最之首 其底蕴之身后 无庸置疑 而凭借着之前的积累 红月也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复活并恢复实力 一年之内 红月毁灭蓝星 并彻底复活 五年之内 红月恢复主神实力 这是苏醒多次模拟得到的时间 哎 一年之内 想要拥有击败红月的实力 难啊 即便能量本源足够 五十余次模拟 区区十万载 想要攀升至太乙巅峰 似乎也不太现实 唯一的希望 就是趁着红月恢复大罗金仙之前 尽可能拥有大罗金仙实力 再一举击杀红月 可到时候 蓝星恐怕已经毁灭了 苏醒心中有些不甘 说到底 一年之内 必须从红月手中保下蓝星 要么击杀红月 要么将整个蓝星迁移走 苏醒眯了眯眼 脑海中浮现出两个计划 罗天静的修复 倒是让计划有了可行性 强势击杀红月 或者将红月击败 再通过罗天静 将整个蓝星收入其中 如此自然是能保下 但这风险太大了 除非绝对的实力压制 否则一旦和红月交战 整个蓝星很容易被毁 这个计划 大概率是行不通的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那么 就只剩下第二个办法 以猎魔神奇身份 想办法骗走整个蓝星 苏醒的想法是 以她的身份 在一族之中的地位并不低 而红月更是有求于她 希望和她合作 因此 苏醒未必不能提出条件 将整个蓝星 从红月手中交易过来 如此 蓝星被苏醒收入囊中后 收入罗天静后 就简单太多 可这个计划 也有两个难点 第一 就是红月对于蓝星的 重视程度到底有多高 红月重视蓝星 应该是想要谋取 其中的罗天传承 但如今罗天传承 已被我夺取 对于红月的用处 便只有蓝星 和整个星球上的生灵了 而蓝星之上 职业者实力实在有限 又能给红月提供多少解释呢 因此 只要付出一定代价 未必没有交易的可能性 苏醒李顺思路 从这个角度出发 从红月手中谋取蓝星 是有可能的 但即便交易来 也还有第二个问题 如何让整个蓝星 被我迁移走 使用罗天静 自然是能够尽数迁移蓝星的 但问题是 只有本尊能够使用罗天静 而一旦显露出本尊 我又如何能和红月交易 必须以猎魔神奇的身份 将整个蓝星藏起来 之后 有机会再收入罗天静 可猎魔马甲 虽然主修空间法则 但以空间法则 第六境程度 恐怕还不足以 搬运整个蓝星 所以 猎魔马甲的空间法则之力 必须在网上提升一番了 苏醒心中迅速做出计划 将空间法则提升至 第六境小城 甚至大城 再与红月交易 之后搬运走整个蓝星 再找机会放入罗天静内 如此 便能安全保下整个人族 以及我的家人朋友 而且从此以后 蓝星便不用遭受 一族入侵之苦 甚至于 我也能利用罗天静的优势 培养出一批足够忠诚的手下 苏醒脑中迅速推演 觉得这个一举多得的计划 似乎能够执行 呼 接下来见到红月之后 倒是可以提一提这个要求了 而眼下 还是尽快将大乌断体 绝境生第七层才好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二十年 修复完罗天静之后 你离开了白云界 并前往了九重天狱 你直接前往了第五重天 并找到了之前 存在上古时期 大量天才地宝的孤岛秘境 昔日的那一尊巫族巨人 被你随手击杀 而在第五重天中 这样的秘境不止一处 接下来 你花了数年时间 探索了数个秘境 得到了颇多气血之宝 第八十年 你的天赋大气晚成触发 没有犹豫 你进入了灵天洞天中 并开启了三十倍的时间差 以你如今的修为 已经能够最高启动 内外五十倍的时间差 但开启最大时间流速差后 你每日会损耗 大约三分之二的法力 对你的修行并无太大影响 因此 在三十倍时间差下的炼体修行 是最具有效率的 你将一部分气血质宝 栽种在罗天境内 同时每日服用气血宝物修行 转眼间二百多年时间过去 第三百年 此时你在罗天境内 已经修行了接近八千年 体内气血愈发充沛 你距离大污断体 掘地七层更近一步 同年 天机阁仙舟到来 第三百二十年 仙舟保卫战爆发 第三百三十年 你抵达天机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 有罗天境的加成 炼体修为的提升 的确要快上太多了 不过 巫族炼体修行 所耗费的时间 还是太久了一些 巫族寿源悠长 他们从大污断体 绝地六层巅峰 突破第七层 动辄需要数百万年时间 而我虽然天赋惊人 更有足够资源 恐怕也需要十万载岁月 苏醒稍微算了算 九重雷杰 让他从大污断体 绝地六层巅峰 到第七层的进度 直接完成了一半 即便如此 也需要接近五万年时间 恐怕才能彻底 迈入第七层 在罗天境加持下 五万载 也就是大约两千年时间 嗯 按照这个进度 大约下一次模拟 大污断体绝 就能迈入第七层了 苏醒心中有些期待 莫念道 开启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274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5786万0723点 随着十万能量本源的使用 苏醒意识 进入模拟世界 天机界内 苏醒转身 进入了罗天境 跨入太乙之境后 还是要优先提升 空间大道和速度大道 毕竟这两个大道 对于现实中的我 帮助着实不小 那么 便先尽可能提升 空间大道感悟吧 苏醒如此想到 饮下一杯悟道茶 苏醒开始参悟空间大道 数百件空间道运质宝 摆放在苏醒面前 苏醒借助着质宝中的 空间道运 开始参悟 一个月后 苏醒睁开双眼 微微皱眉 果然 罗天境内的大道法则 不太对劲 苏醒在参悟大道 第五境时 就隐约感觉到了 在罗天境内参悟 效果比在现实世界 差了数倍不止 彼时 苏醒还没有想太多 但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罗天境毕竟是 一键质宝内部空间 没有完整天道 因此 参悟大道的效率 和拥有完整大道的 现实世界是不能比较的 这一点 在迈入大道第六境后 更加明显了 罗天境毕竟是混沌质宝 或许能截取一部分 天道规则之类 但对于高境界修饰而言 在罗天境内参悟 效果差太多 苏醒估摸着 他在罗天境内参悟一个月 恐怕就相当于外界三天 这是足足十倍的差距了 或许 也和罗天境尚未彻底修复有关 苏醒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而是离开罗天境 选择在天机界之中参悟 果不其然 回到天机界后 感受到天地之间 充盈的大道之力 苏醒感悟速度十倍提升 如此 转眼间二百多年过去 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缓缓睁眼 已再度回到现实 细细体会了一番 大道感悟的进度后 苏醒微微皱眉 虽然迈入太矣之后 感悟大道法则速度更快 而且拥有空间圣体加持 但进展 还是太慢了一些 苏醒摇了摇头 二百七十余年模拟 十多杯误到茶 上百没闻到单 再加上一次虚空之境的加持 苏醒的空间大道 依旧停留在第六进入门层级 果然 大道争锋 越往后 无论是修为提升 还是大道感悟 都要难太多了 不过 虽然尚未取得小境界突破 但二百多年的沉浸式模拟 的确让我对空间之道的感悟 更深了一些 顿了顿 苏醒叹息一声道 不过大道第六进 迈向大道第七进 还是太难了一些 苏醒脑海中回忆起了 自己向天机阁主 询问过的一个问题 这天地间 共有多少太义惊险 天机阁主的回答是 二百七十四位 对了 算上如今的苏醒 应该是二百七十五位 而当时 天机阁主也顺带给苏醒解释了 太义惊仙的实力划分 是的 太义惊仙 一分为四进 第一进 太义惊仙境 或者说是最普通的太义惊仙 是指 法力尚未达到太义惊仙巅峰 某一条大道感悟 尚未迈入第六进巅峰 天地间十之八九的太义惊仙都 在这个档次 一声无望正道大落 这一进太义惊仙 包括尚未登入天骄榜的太义 以及天骄榜五十名之下的 所有太义惊仙共计 二百二十五位 如今的苏醒 自然也是在这一境界 而当修为达到太义惊仙巅峰 某一条大道迈入第六进巅峰之后 就迈入了太义惊的第二个大境界 太义真人境 这一阶段的太义惊仙是真正的强者 一方大能能够位列天骄榜前二十 天地间 五大玉合计 不过二十余位 太义惊仙的第三个境界 名曰太义真君 达到这一境的太义 修为依旧在太义惊仙巅峰 而某条大道已经迈入了第七境 并且 已经开始杜劫三灾六难 成就大罗惊仙的机会很大 太义惊仙的第四个境界 则被称为太义天尊 太义天尊 修为达到太乙惊仙巅峰 至少三条大道达到第七境 并且 距离彻底度过三灾六难 已经很近 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要么就是借助天才地宝 特殊功法 体制活了数千万年的老人 修为 实力 大道感悟都达巅峰 却无缘突破至大罗惊仙 这等存在 大罗之下 堪称无敌 要么 就是资质逆天 随时可能突破至大罗惊仙的存在 哎 太义分四境 一境比一境难啊 如今的我 甚至在第一境中 都算不得是强者 苏醒估摸着 等他练体 迈入大乌断体绝第七层后 大约能为猎天榜六十余位 虽然法力尚未达到太乙精仙后期 但面对那一级的太乙精仙 已然不虚了 绝大多数的太乙精仙 究其一生 都停留在第一境 是资质不足吗 肯定不是 能够成为太乙精仙的修士 怎么可能资质不足呢 苏醒叹息一生 这些被困在太乙第一境的修士们 只有一个原因 底蕴不足 在低境界时 或许因为某一次的心急 未能在这一境界中做到完美 从此一步差 步步差 最终 大道根基不足 一生正道无望 根基底蕴不足 比天资不足 更加糟糕 资质不足 天地间尚有质保 或可增加资质 但底蕴不足 唯有散工重修一条路了 可能够修至太乙精仙的 哪个不是开派老祖 一方霸主 掌管生灵无数 减负宗门家族之兴衰 又有几位有魄力重 最低境重修呢 因此 只能一生正道无望 道徒尽头 也就是太乙了 说到这 苏醒叹息一生 太乙 大罗 两字之叉 犹如天欠 那些终生停留在太乙第一境的修士 想要将某一条大道 修至第六境巅峰 恐怕需要蹉跎千万载岁月 而太乙精仙 受不过千万载而已 又如何能做到呢 顿了顿 苏醒难难道 唯有那些资质 足以抵达第二境的 才有望正道大罗 差距 也便在这一步拉开了 姑且将能够成为太乙真人的太乙精仙 成为太乙精仙中的天骄 对于他们而言 参悟某一条大道 迈入第六境巅峰 或许需要三五百万年 单论资质而言 我如今应该就属于这一行列 苏醒稍微推算了一番 这意味着 他不依靠外力 想将空间大道 修至第六境巅峰 起码需要这个时间 但好在 苏醒有模拟器 有物道查 文道丹 有诸如大器晚成 空间圣体等天赋加持 所以 这个时间大约能缩短二三百倍 这意味着 即便有物道查等等加持 我也需要一两万载岁月 方能将空间大道 修至第六境巅峰 一次沉浸式模拟二百七十四年 至少需要五十次模拟 空间大道方能迈入第六境巅峰 也就是 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速度 着实不慢了 但可惜 留给苏醒的时间也不多了 修行方面 只要有足够的仙业 再加上罗天静的修行加持 应该不是问题 唯有达到感悟 迈入第七境 需要的时间久了些 苏醒默默算了算 按照这个速度 他迈入大罗金仙 恐怕起码需要三年时间 若是快些的话 倒是来得及 苏醒眯了眯眼 红月距离彻底复活 一年时间 对于恢复主神境界 三到四年 只要苏醒努力一些 或者再有些奇遇 说不定能够在红月之前 晋升大罗 彼时 以大罗金仙之境 应战一级神奇 加上苏醒自身越界而战的实力 展之 轻而易举 除此之外 苏醒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炼体之上了 大巫断体诀 若是能迈入第八层 斩杀红月一非难事 呼 想的有些多了 眼下 大巫断体诀 还是尽快迈入第七层才对 如此想到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六百载 沉浸式模拟结束 你对于空间大道的感悟 更进一步 接下来 你开始执行任务 并花费贡献点和宝物 在天机阁内 兑换各种天才地宝 执行任务之余于 你便在螺天境内修行 如此 两百年时间过去 第八百年 你的气血更加充盈 第六层巅峰到第七层的瓶颈 已然度过三分之二 这一年 大战爆发了 你以一尊太乙金仙的身份 加入了战场 由于实力境界巨大提升 你被分配到了一个 更加危险的区域作战 并独自率领小队 好在 你以谨慎为主 再加上自身实力不俗 因此大战中立下巨大功劳 并顺利活了下来 第九百年 大战结束后 你登上了天骄榜 位列天榜第六十九位 这与你的真实实力 十分接近 天骄榜第六十九位 如今终于迈入太乙之境 可以尝试激活了 苏醒没有犹豫 准备沉浸式模拟 亲身试验一番 这罗天黑猪的奥秘 使用沉浸式 一年时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五千七百八十六万零三五八点 模拟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天魔域 核心区域 苏醒进入了灵天洞天 仔细观摩着手中的罗天黑猪 这不是苏醒第一次得到罗天黑猪了 但之前修为不足 无法激活 如今迈入太乙境仙 苏醒终于能再次尝试了 一缕精纯的先例 没入黑猪之中 往日那平平无奇的黑猪 开始散发出晶莹的光泽 下一瞬 苏醒感觉到有一股犀利 想将苏醒吸入一处奇异空间 没有抵抗 苏醒顺着这股犀利 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瞬 苏醒来到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世界 熟悉的是 这罗天界和苏醒所拥有的 罗天境内部分世界碎片 同出本源 陌生的是 苏醒并未来过这里 这是消失在三千世界的 另一半罗天界 看着满目疮痍 犹如发生了蔑视之战的模样 苏醒挑了挑眉 到底 罗天界当年发生了 多么恐怖的战斗 让整个大千世界 都被打成碎片 苏醒喃喃道 正在苏醒沉思之际 耳边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 终于来了 苏醒顺着声音看去 看到了一团白色的人影光芒 透过那层光芒内 苏醒还看到了一枚拇指 大小的白色珠子 这道身影 罗天祖师 苏醒心中一动 他在时间回溯中 看到过罗天祖师的模样 因此 锦衣眼便认了出来 你似乎 认识我 一道声音传来 带着些疑惑 苏醒挑了挑眉 摇头道 宗内传承 有一些祖师画像 自然认识 听到苏醒的话后 眼前人影微微点头 并未多想 而是问道 如今 已经过去多久了 我罗天门人 还有多少存在 如今 三千世界的局势如何 苏醒知晓 眼前的光影 只是罗天祖师的一缕执念意识 再加上神通凝结而成 真正的罗天祖师 已然魂飞魄散 没有丝毫复活可能 即便如此 苏醒还是耐心解释道 据祖师战死 已过去千万年 苏醒将这些年来的变化 三千世界局势 以及如今的罗天后人情况 一一解释 罗天祖师听后 沉默许久道 已经过去了千万年之久吗 罗天一脉 终究是 语气中似乎有些悲伤 但也仅是一瞬 很快 眼前的人影就打量起了苏醒 眼中带着一抹欣赏之色 你小子天资倒是不俗 居然已经修制 太以惊仙之境了吗 而且根基牢固 未来得正大罗有望 说着 人影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问道 罗天祖师那小鬼呢 让他出来见见我 罗天祖师微微皱眉 似乎感觉到了一些气息 但又不确定 苏醒此刻拥有罗天祖师 最高权限 罗天祖师自然是换不出来的 于是苏醒心中一动 一面巴掌大小 镜面上有不少列文的古谱小镜 出现在了罗天祖师的光影前 祖 祖师也 罗天祖师 罗天祖淒灵有些不确定的道 千万年的破损 似乎让他也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罗天祖师见状微微皱眉 道 果然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吗 牺牲了绝大部分的力量 保下了昔日罗天门人的一丝残魂 身为大罗金仙 曾经的罗天祖师之主 罗天祖师很快便一语道破天机玄机 沉默了一下 罗天祖师对苏醒道 罗天祖的部分核心 被封印在了这黑珠之中 也正因如此 我才能 身合半个罗天剑 一直等到今日 待你将我之传承完全继承 便能将核心取走 届时 你将能身合整个罗天剑 拥有远超寻常大罗金仙的力量 而罗天祖内的那些残魂 也能想办法重新复苏 苏醒听后心中一动 身合整个罗天剑 罗天祖核心回归 彻底修复 让罗天祖内的残魂 重新复苏 这些 都是苏醒迫切希望看到的 罗天宗内门人彻底复活 对苏醒来说 绝对是一股强大的支持 别的不说 仅仅是炼丹 炼器 灵职等修仙百亿的传承 就能为苏醒提供颇多助力 再加上罗天敬彻底修复 威力更甚以往 于是 苏醒迫不及待地道 祖师爷 那我想问问 我该如何继承您留下的传承 罗天祖师也没卖关子 直接道 昔日各大罗金仙之中 灵狱一道 修至尽头 乃是天下最强的辅助神通 无庸置疑 因为 在灵狱之内 可对大道感悟大幅度增强 苏醒听后微微点头 他如今的灵狱 也修至灵界程度 达到了十万里范围 自然也体会到了 灵狱对于大道 神通的增幅 但似乎 增幅只是有限 若是按照这个增幅 灵狱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强 祖师 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 苏醒将自己这些年修行灵狱的感悟 你知灵狱 已知十万里 倒是省下了不少功夫 那你可知 灵狱共分为几个境界 苏醒微微摇头 却见罗天祖师指点道 灵狱 共分四境 第一境 灵狱境 自灵狱雏形形成之后 至高万里灵狱 在同境之内 对于神通术法威力 有小幅度提升 第二境 灵界境 对神通术法威力成倍提升 外在表现为 灵狱范围最高能达到十万里 也就是 你如今的境界 第三境 先欲境 到了此境界时 灵狱方才展现出真正的作用 达到此境界的标志 为灵狱十万里以上 足以深合整个小世界 到足够深合整个大千世界 而当修士达到这一境界之后 灵狱的加持 不仅仅局限于神通术法之上 而是直指 道 是对于大道感悟的 直接加持 根据大道感悟不同 先欲范围不同 加成的效果也有强弱之分 出入先欲境 或许只能对某一大道 加成半个小境界 但若是修至先欲巅峰 甚至能够将某一大道 提升两个小境界 比如 当年我对于空间之道的掌握 在先欲加持下 从第七境小城 直接提升至第七境巅峰 除此之外 五行之道 速力之道 等等皆能提升 苏醒默默地听着 罗天祖师的经验之谈 心中却掀起了惊涛海浪 此刻 苏醒终于知晓 为何罗天祖师 会被成为昔日的 大罗金仙第一人了 那些老牌的大罗金仙 修为法力 其实都差不多 差距 更多的就体现在 大道感悟之上 毕竟第六境生至 第七境 都需要花费数百万载 那若是想将某一条 大道感悟 从第七境 提升至第七境巅峰 恐怕要花费 千万载时间了 纵使大罗金仙 穷极一生 能够走到 第七境巅峰的大道 也不过一二条罢了 但对于罗天祖师 一切都不一样了 世间灵狱第一人 直接让大道感悟 提升两个境界 这等于说 或许当时的罗天祖师 同时掌握 自十万里之后 才是开始吗 苏醒若有所思 他卡在灵界十万里范围 已经有数次模拟的时间了 一直未得提升 如今受罗天祖师指点 苏醒也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苏醒的灵界 融合的是灵天洞天 却并不是 一座完整的小世界 因此 灵界才无法突破 若想有所突破 需要先和一小世界合二为一 方能迈入仙域级别 届时 灵狱范围也能进一步成长 原来如此 多谢前辈指点 苏醒朝着罗天祖师 尊敬地行了一礼 随后道 前辈 您所言灵狱为四境 那第四境是何 除此之外 我想知晓 如何继承您的传承 深合罗天界 罗天祖师听后悠悠道 至于灵狱第四境 其实只是我的猜测 毕竟 当年的我 也仅仅修制第三境巅峰 深合罗天界 未能迈出那一步 不过 当年我最擅长的大道 乃是励志大道 以修制第七境巅峰 而在我灵狱的加持下 更是隐约间 触摸到了第八境的门槛 苏醒听到这心中一经 第八境大道 那可是独属于 圣人的大道境界 莫非 苏醒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只见罗天祖师 微微点头道 没错 根据我的推测 灵狱迈入第四境之后 将能够直接将某一大道 提升一个大境界 也就是第七境巅峰的 某条大道 在战斗中 能够发挥出第八境的威力 苏醒听后 暗道果不其然 若真是如此 灵狱的价值 可就太大了 大道第七境巅峰 和第八境的差距 可想而知 若真能如此 面对修为差不多的修士 绝对是降维打击 斯 灵狱一道 果然不同凡响 想到这 苏醒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罗天祖师的考验是什么 而罗天祖师 也并未卖关子 只见其身手 一直脚下的这处世界 道 我给你的考验 就是将这半个罗天剑 转化为你自身灵狱的一部分 只要你能做到 比当初的我 也差不了多少了 到时候 罗天敬核心自会给你 而我 也给你留下了 罗天宗当时的传承 说吧 罗天祖师一挥手 远处的一处大山显露出来 那大山高约万丈 宽不知几何 而在苏醒眼中 那一整座大山 皆是灵石 而且是极品灵石 四 万丈高山的极品灵石吗 苏醒眨了眨眼 心中暗道 不愧是罗天宗的底蕴 咦 似乎 不仅于此 苏醒隐约间 感受到了 那座万丈高的灵石山脉下 似乎有两条生命正在沉睡 这股气息 是灵脉龙 苏醒瞪大了眼睛 在这万丈高的山脉之下 居然还沉睡着两条灵脉龙 而且距今千年 这两条灵脉龙 恐怕都是彻底迈入成熟期 这意味着 一条龙脉龙 就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灵石山 罗天宗底蕴吗 果然不同反响 苏醒扎了扎嘴 仅凭这座灵石山 两条灵脉龙 就已然是巨大底蕴了 然而 还不仅于此 罗天祖师伸手一指 那高山之下的长河 自山顶清晰而下 数条山间小溪 汇聚成河 延绵数百里 嘶 这是一条灵液长河 苏醒再度震惊到了 他自己的灵天洞天中 也有一条灵液 汇聚的小河 但和眼前 这延绵数百里的大河相比 是真正的小屋见大屋了 仅仅这一条长河内 灵液都不知几何 这便是 顶尖十里的底蕴吗 就在苏醒感叹之时 又眼尖地发现 那灵石山上 似乎有一汪深潭 咦 这潭水 是仙叶 一整潭的仙叶 乖乖 一整个深潭的仙叶 上古宗门的底蕴吗 这其中 到底有多少一仙叶 恐怕足够我 修行到大罗经先了 苏醒眨了眨眼 心中无比激动这些传承 未来可都是他的呀 还有那边 罗天祖师又是伸手一指 声音适时地响起 在苏醒目之所及之地 这半个罗天界中 一处处秘境 一座座宝山 先后浮现出来 数不清的矿石 材料 奇珍一宝堆积成山 早已灭绝的仙药 灵植 天才地宝堆满了整个秘境 山野之上遍地的巨灵花 数量不知几何 一整座由法宝堆砌尘的宝山 百丈之高的藏经阁 堆满了各种珍贵的功法传承 乖乖 这哪里是罗天界啊 这简直就是一座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库啊 纵使苏醒心中早有预感 但还是被眼前 这豪横的景象给惊呆了 一如刘姥姥出境大观园一般 苏醒笑得何不拢嘴 罗天宗 上古顶尖宗门 数百万年的积累 恐怕大半都在这里了 苏醒暗道一声 难怪他外界找到的 那些罗天传承 数量极其有限 原来大部分的传承 宝藏早已被罗天祖师收起 藏在这罗天黑株内 并交给天魔将保管 想来也是 若是连太乙修为都没有 又如何能够守住 这么大一笔传承呢 苏醒有些理解了 而身旁的罗天祖师虚影 见苏醒看得差不多了 于是道 放心 只要你通过考验 证明你有资格 这些传承都是你的 不过 在此之前 你要先将罗天界 纳入自身领域之内 苏醒听后微微点头 渴望的同时疑惑道 祖师 那我该如何将罗天界 化为我领域的一部分呢 自领域十万里后 范围便没有再增长了 便先跟着我学习 如何将一个小世界 化为自己领域的一部分吧 很快 罗天祖师开始向苏醒 传授领域的修行心得 以及如何彻底规划 一座小世界 在这位古今领域 第一大罗金仙的手中 苏醒对于领域的掌握程度 迅速提升 沉浸式模拟很快结束 苏醒意识重新回归现实 呼 罗天黑猪 还真是了不得的传承啊 只要取得这一黑猪 大罗金仙之后的修行 恐怕都足够了 苏醒心中 升起一股渴望 只可惜 罗天黑猪远在天魔狱 以我如今的修为 和空间之道境界 要想过去 起码需要二十年时间 当物之急 空间之道 是提升的重中之重 苏醒很快确定下来 空间之道 当为未来一段时间的 主修大道大物断体诀 也需尽快破入第七境了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九百三十年 你进入罗天境内 每日更多的时间 开始提升自身气血 同时 在罗天祖师的传授下 你开始逐渐掌握世界规划 深合世界之法 如此 二百七十载岁月悠悠过去 第一千二百年 你收到天魔将的告知 南蛮狱被彻底入侵 这比你之前模拟之中 再次提前了足足百年时间 第一千四百年 清元狱被彻底入侵 第一千四百三十年 一族大举入清天魔狱 在内忧外患之下 第四军团和第七军团合力 让天魔狱局势 一度陷入绝境 面对数尊一级神奇的围剿 你最终反杀一尊一级神奇 自身却也立即而亡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看着眼前的模拟文字 苏醒眉头紧皱 居然 又变快了吗 南蛮欲毁灭的时间 又快了接近百年 果然 一族入侵节奏加快 恐怕与我晋升太乙惊先有关 一族之中的那个存在 应该是感知到了我的成长 所以再次加快入侵速度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看看 谁更快了 苏醒眼中闪过浓浓的战役 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大日雷铁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体内原力之数 九丈九尺九寸 原力近乎无穷 肉身 恢复力大大增加 距离迈入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仅有一步之遥 售价三千万能量本源 规划世界秘法 小城 由上古大罗金仙洛莲所创 蕴含规划世界 纳入灵域的效果 彻底掌握后 可尝试规划一整个小世界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深河世界秘法 小城 由上古大罗金仙 可将自身灵域与世界合二为一 加速灵域成长速度 灵域范围内 神通 大道感悟有所增长 售价五十万能量本源 苏醒看着眼前的四个奖励 除了大日雷铁外 尽数选择了代出 恭喜您代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花费三千万能量本源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两千七百八十六万零三五八点 恭喜您代出规划世界秘法 小城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两千七百三十六万零三五八点 恭喜您代出身和世界秘法 小城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两千六百八十一万零三五八点 接连提示音落下 大量记忆涌入苏醒脑海中数百年间 罗天祖师的教导 关于世界规划入灵域之法 以及灵域未来的修行 颇多经验 苏醒逐渐吸收 与此同时 苏醒的肉身之力 也在迅速增强 气血 恢复力进一步提升 相比肚结之前 苏醒的生命力 气血大约提升了七倍左右 逐渐适应体内暴增的气血和肉身 苏醒活动了一番筋骨 满意到 大物断体觉 果然玄妙 如今的我生命力 已然强得可怕了 若是彻底迈入第七层 恐怕生命力比之前要提升十倍不止 断肢重生不过瞬息 甚至只要还有脑袋和心脏存在 便能迅速恢复 修至第七层巅峰 滴血重生不在话下 苏醒心中充满期待 还有罗天祖师的两大秘法 也当真不俗 苏醒细细体会了一番 发现自己对于灵狱之前的了解 还是太少 但在掌握了两大秘法之后 苏醒也能开始尝试 规划一座小世界了 若是有机会 能将蓝星规划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还剩下两次模拟机会 一亿多能量本源 那便继续模拟吧 苏醒没有犹豫 即刻开启了下一轮模拟 开始模拟 第203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2681万0358点 剩余模拟次数一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先天毒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先天毒体 金色天赋 修仙界百大神体之一 对于毒道 有着惊人的天赋 善于用毒 且对毒的抵抗性大大提升 苏醒只是看了一眼这新天赋 便没有再多关注 目前 苏醒所学之道已经足够 毒道对苏醒的提升并不大了 不过毒物抗性倒是不错 等模拟结束后 顺手带出吧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洗加衣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 灵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一如上一次模拟 苏醒接下来开始修复罗天静 前往罗天宗交易 并换取了大量气血质保 收集罗天传承 在20年左右抵达了天机域 随后前往第五重天 收集气血质保 直到八十年 大气晚成天赋出发后 苏醒开始拼命修行 看准时机加入了天机阁 苏醒开始积攒贡献 并获得了一次 进入虚无之境的机会 第四百三十年 天机界中 你开始准备参悟大道 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 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 持续时间274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2671万0358点 很快 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回归 对于空间之道感悟 也更近了一些 但距离第六境小城 还有不少距离 接下来便准备大战 前往天魔狱吧 苏醒默念道 于是 接下来模拟中的苏醒 参加八百年天机遇大战 表现出色 在大战结束之后 一如既往前往天魔狱 激活黑猪 给罗天祖师指点 每日吞浮气血宝物 壮大肉身 直到 第1200年 第1200年 南蛮狱被彻底入侵 天魔狱遭受到更多异族的入侵 在这等危机局势之下 你疯狂修行 距离大乌断体 绝地七层 也越来越近了 百年时间悠然过去 罗天境内的你 再度修行3000载 终于 某一天 你感觉到自己的身躯 如同打破智骨一般 变得无比的畅快 原本走到尽头的肉身之力 再次激发潜能 心念一动 背后那道祖乌虚影 也变得愈发真实 宛若活了过来 体内原力之数 再度增长一寸 十丈之高的原力之数 与此同时 肉身的恢复力 虚空之中的大日 仿佛能燃尽一切 恭喜您 顺利突破至 大乌断体 绝地七层 看着眼前的文字 苏醒终于忍不住畅快大笑 大乌断体绝 也如愿 迈入了第七层啊 修至巅峰 滴血重生 当真是恐怖的能力 苏醒似乎已经看到了 修至第七层巅峰之后 滴血重生 再加上苏醒本身的 再来一发天赋 那简直就是一个 打不死的怪物啊 即便实力不敌 想要在短时间内 杀掉苏醒也不现实 若是空间之道 再迈入第六经大城 则则 那保命能力 恐怕堪称恐怖了 在知晓一族之中的 那位存在之后 苏醒更倾向于 提升自己的保命能力 算算时间 此次模拟也快要结束了 在第1400年前 想办法重新变化 为猎魔神奇 应该还能再收割一波信仰 苏醒若有所思 准备尝试一番 第1300年 大乌断体绝境生之后 你前往一处虚空 并重新变化为了 面对消失一千多年的你 一族们颇为惊讶 询问缘由 你只是表示 自己误入了无尽海域 在其中迷失千年 方才逃脱 理由虽有些牵强 但一族也并未怀疑 你是叛徒 而此刻清元域 已经快彻底被攻陷 不再需要你 于是 你被调往天机域 培养猎魔炮灰 如此 转眼间500年时间过去 第1800年 你培养出了300位猎魔使徒 亿万猎魔信徒 准备开始收割信仰之力 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 你推断不出 自己是否会再遇到危险 于是每隔百年 你就将大部分的信仰之力用掉 提升自己对于空间法则的感悟 你对空间法则的掌握 缓慢提升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厄运 也开始逐渐降临在你身上 你处处小心 保住自身性命 永远归缩在一族之中的安全之地 并未前往前线 这一年 你收到情报 天魔域被攻陷 天魔将带领一批强者杀出重围 并和白帝会合 准备聚守天机狱最后的半壁江山 此时 人族五大狱已被入侵四座 异族距离取得完全胜利越来越近 异族和人族的对抗依旧在持续 你躲在异族据典之中 安稳吸取信仰之力 提升空间法则感悟 如此 又是五百年时间过去 第2300年 你所在的异族据典中 遭遇到了白帝率领的人族偷袭 你随着据典中的其他异族神奇 一同死亡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终于 结束了吗 第1800年 四大狱禁师 人族聚守天机狱 集合顶尖强者 的确能够守住更长时间吧 还有第2300年 会遭到白帝袭杀 可以关注一下 尽量避免这一危机 苏醒心中暗自想到 随着苏醒迈入一级神奇之境 虽然战力敌不过大多数太乙金仙 但因为主修空间之道 只要不是面对那些老牌太乙 甚至大罗金仙 都有一些逃跑的机会 因此 苏醒也可以考虑活得更久 尽可能看到 人族和异族最终大战的结果 只是稍微计划一番 苏醒很快将注意力 放在此次模拟的奖励之上 第七层的大巫断体诀 我来了 苏醒目光 看向奖励列表 先天独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诀修行成果 原力之术十丈 迈入大巫断体 诀第七层 生命 气血 犹如大日一般炽热 只要不是要害部位被彻底破坏 便能迅速恢复伤势 售价两千万能量本源 规划世界秘法 大成 蕴含规划世界 纳入灵域的效果 彻底掌握后 可尝试规划一整个小世界 售价一百万能量本源 深河世界秘法 大成 由上古大罗金仙 售价一百万能量本源 此次模拟 苏醒大致与上一次相同 唯一不同之处 在于苏醒知晓了 自身遭遇死亡危机的时间 并在大巫断体绝完成晋升后 变化为猎魔神奇 再次模拟了千年 毕竟 之后想要骗过红月 猎魔神奇的空间法则 还要继续提升 还有此次模拟的奖励 两种秘法也进一步提升 距离圆满也不远了 没有过多思考 苏醒将四项奖励尽数代出 恭喜您代出先天独体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2671万0347点 恭喜您代出规划世界秘法 大成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2571万0347点 恭喜您代出身和世界秘法 大成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2461万0347点 恭喜您代出大乌断体 绝修行成果 花费2000万能量本源 一亿671万0347点 接连四道提示音 大量记忆 先是涌入苏醒体内 规划世界之法 身和世界之法 都迅速得到提升 如此 苏醒规划整个蓝星的把握 变得更大了 而紧接着 苏醒浑身的气势 开始暴涨 要来了吗 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苏醒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感受到自己的肉身 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升华 气血 生命力 比至第六层巅峰之时 十倍提升 一股惊人的热浪 仿佛在以苏醒为核心 朝着四面八方 涌去如同 大日要是 但在苏醒的控制之下 又很快归于平静 足足半日之后 苏醒才长出一口气 适应着焕然一新的肉身 略带喜悦道 这 便是大乌断体绝第七层吗 从外表看去 似乎并没有不同 说吧 苏醒不假思索 取出了墨兵剑 原力包裹而上 虚空一箭 触发 朝着自己的左臂砍去 只听见一阵碰撞的声音 再度精进的原力 和苏醒升华后的肉身 发生了对抗 最终 还是苏醒的功法 更甚一筹 整个左臂掉落在了地上 可仅仅呼吸之间 苏醒被斩断的左臂 便重新接了回来 伤势迅速恢复 仿佛一切都未发生 这恐怖的恢复力 似乎 唯有体内的气血 损失了一部分 苏醒很快明白过来 这大污断体 绝第七层的原理 宛若大日般炙热的气血 潜藏在苏醒的 每一寸皮肤之下 每一个细胞之中 而当苏醒受到伤势之后 体内气血便会迅速消化 来修复苏醒的伤势 如同断肢这种小伤 只需消耗少量气血 便能重新接上 并迅速恢复 而若是苏醒的断肢 被彻底毁掉 苏醒则需要花费 更多的气血之力来弥补 受伤越严重 苏醒消耗的气血之力便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击杀苏醒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 耗尽苏醒体内的气血之力 要么直接将苏醒秒杀 可苏醒体内气血之力之多 就连苏醒都不知晓 有极限在哪 而且还能迅速恢复 若想耗尽苏醒体内的气血之力 恐怕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数十甚至数百次将苏醒重创 至于将苏醒秒杀 大污断体绝脉入第七层后 就连心脏和头颅都不在致命 哪怕断头之伤 只要有足够的气血都能恢复 恐怕唯有将苏醒碎尸万段 才算是秒杀吧 则则 远古无足 荡真恐怖 虽然未能达到低血重生的地步 但想杀我也太难了 这种极致的生命力 甚至让苏醒出现了一种错觉 如今的我 真的还会死吗 抱着这样的心思 苏醒迫不及待 想试试自己的极限在哪 还剩下 最后一次模拟机会了 得先试试 看能否和红月达成谈判了 同时 还需要尝试 以我如今的实力 能否斩杀红月 如此想到 苏醒先是隐去了 这座小世界中的契机和踪迹 随后迅速施展空间之道 在虚空之中花费半日 不知跨越了多少亿万里距离后 苏醒又激活猎异形天赋 变化为猎魔神奇模拟 再度辗转亿万里距离后 苏醒才停在了虚空之中 踪迹应该已经找不到了 嗯 是时候开始新一轮模拟了 苏醒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204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6710347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剑灵之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 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剑灵之体 金色天赋 修仙界特殊体制之一 以身养剑 剑强则人强 修士的修为 会随着本命灵剑的强化而增强 剑灵之体 是个不错的天赋啊 苏醒挑了挑眉 这剑灵之体 拥有者修为 随着本命灵剑强化而变强 很适合一些炼器师 若是以善于炼器之人 拥有这天赋后 恐怕很快便能成长起来 不过可惜 对我用处不大了 不过我记得 小妹的职业似乎是剑灵 有机会看看 是不适合她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虚空之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朝着蓝星的方向赶去 半个月后 你顺利抵达了蓝星 你进入无尽深渊 联系上了红月 红月很信守承诺 为你提前准备好了 约定的血肉精华 你向红月提出 想要拥有蓝星作为地盘 红月听后沉默了许久 问你缘由 你表示 这蓝星是上古罗天界一部分 因此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红月听后再度沉默 似乎是在思考 许久之后 红月向你提出了条件 百年之内 为其提供五千万滴等猎魔炮灰 蓝星就是你的了 你听后假装犹豫 最终同意了下来 红月告知你 一年之内 她会离开蓝星附近 到时候你再来入住便是 你同意了 和红月愉快地达成了共识 你离开蓝星 直到一个月后 变化成本尊模样 悄悄潜伏回到了蓝星附近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愣了一下 脸上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居然 这么容易就成功吗 红月 没有什么阴谋吗 苏醒细细思索 很快从中发现了自己的盲点似的 蓝星对红月很重要 但这是 在红月彻底复活之前 千万年的蛰伏 更让红月希望找到 曾经留在蓝星上的罗天传承 但历经千万年 红月都没找到 这让红月无比相信 蓝星之上 并没有所谓传承的存在 如此 整个蓝星 对于红月而言 就不过是血石罢了 而且 蓝星上强大的生命 几乎没有 只是数量不少 又能给红月提供多少血石呢 也就 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小世界吧 按照这个思路 蓝星对于红月 并不是不可替代的 苏醒默默想到 而且 我在模拟中提出的理由也很合理 蓝星是上古罗天宗一部分 自己想探索一番 很合适吧 这很符合 自己出入异族的形象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当然 这一切 最关键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地位足够 红月有求于我 所以才会如此轻松地答应 显然 相比于可有可无的蓝星而言 我这个盟友 更加重要 况且 五千万低等猎魔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足以 成功构建出一支庞大的炮灰军团了 由此可见 红月的野心 还是很大的 苏醒微微点头 很快想通了这些点 既然如此 那差的 仅仅是一年之内 尽快将空间法则提升至第六境大成了 想到这 苏醒轻松了不少 果然 曲线救国呀 蓝星上的人族 生灵 算是能够保下来了 尝试了苏醒心中的第一个想法之后 苏醒很快想尝试第二个想法 如今的红月 经过半年的恢复究竟拥有多少实力 到底是直老虎 还是一只真正隐忍不发的老虎呢 也该 尝试一下了 苏醒默默想到 练气 练体 双双迈入太乙境后 再加上十条大道法则 灵狱等加持 苏醒的战力 已经不弱于太乙境先后期的修饰了 哪怕在天交榜上 排个六十余位 应该不难 因此 苏醒想试试 她如今距离红月 还有多少差距 若是有机会 能击杀红月 自然是最好 若是实力不足 凭借我的生命力 逃跑应该是不难 顺便还能探明红月的手段和实力 退一万步来说 也不过是浪费一次模拟机会罢了 想到这 苏醒不再犹豫 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 十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六百七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七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随着眼前视线的一阵变化 苏醒再次出现在了蓝星附近的虚空之中 熟悉的虚空 苏醒很快锁定了蓝星的位置 从这里到蓝星 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 其其红月 似乎能够尝试一番 想到这 苏醒心中有些澎湃 终于 要和红月正面硬碰硬一次了吗 即便不敌 保命应该不难 心中已有决定 苏醒不再犹豫 朝着蓝星的位置飞速赶去 片刻之后 苏醒抵达蓝星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那轮红月 也发现了苏醒 恐怖的恶意瞬间袭来 人类 你居然还有胆子回来 红月阴鬼的声音 直落入苏醒脑海 听到这声音 苏醒眯了眯眼 竖起一根钟指 回对道 我说了 这次来 就是取你性命的时候 虽然不知能否击杀红月 但气势上 苏醒肯定是不会落入下风的 说吧 苏醒细细感应一番 很快感应到了蓝星附近 无数的空间节点 这是潜藏在蓝星附近的 各个副本世界的空间坐标 无尽深渊 找到了 苏醒眼中一亮 紧接着撕开虚空 转身进入了无尽深渊 空间波动一闪而过 苏醒进入了无尽深渊第一层 嗯 以我如今的空间之道 无需通过指定入口 直接突破红月的屏障 也轻而易举了 苏醒微微点头 随后数次施展空间大到感悟 深渊一层 一百层 三百层 五百层 八百层 在接连空间之道下 苏醒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朝着无尽深渊最底层驶去 整个无尽深渊的面积 比蓝星要大上数十倍 但即便如此 苏醒也仅仅花了片刻时间 就抵达了最深的那一层 而在这里 红月已经等待多时 在无尽深渊的最底层 空旷不知天高 地宽的辽阔红土地之上 血色的天空之中 一轮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赤色瞳孔 宛若血红的月亮 出现在苏醒面前 这 自然是红月的本尊 人类 没想到你居然胆子大到这种程度 还真是自寻死路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红月愤怒的情绪传入苏醒脑海中 下一秒 一束恐怖的红光 自那瞳孔之中发出 朝着苏醒迅速射来 这是曾经在模拟中 秒杀过苏醒的恐怖红光 但如今 面对这束红光之时 苏醒已没有了当初的慌乱 护体剑刚 顷刻间涌出 足足8100道剑刚 配合着散落的原力 将苏醒牢牢地保护在其中 红光射中护体剑刚 两者发出巨大碰撞的轰鸣声 只见最外一圈的护体剑刚 如同珠网一般碎裂 可紧接着 下一道护体剑刚 就继续填补上 苏醒体内十丈之高的天元神术 给苏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力 一道 两道 五道 十道 这恐怖的红光 一连击碎了十道护体剑刚 才最终被苏醒挡下 而身在护体剑刚之中的苏醒 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苏醒和红月的第一轮交手 已平局守卫 原力 可一力破万法 大乌断体剑 迈入第七层后 更是如此 昔日这恐怖的红光 也并非不可抵挡了 苏醒心中暗道 来而不枉非理也 那你也吃我一剑吧 说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 手持墨冰剑 一身剑一凝聚 玄妙的空间波动在 苏醒周围闪过 下一秒 一道惊人的银色剑光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朝着天上的血色瞳孔斩去 跨越千百里高空 顿入空间之中消失不见 下一秒 直接出现在了 那赤色眼珠之前 眼看就要击中之时 虚空一剑 忽然停滞在了原地 随后以一种诡异的角度 折返而来 苏醒眯了眯眼 纵身一跃 穿过百里距离 躲过了这被折回的一剑 类似于念力的能力吗 不 更像是极致的精神力 苏醒难难道 在虚空一剑 即将击中红月之前 苏醒感觉到了 一股无形的阻力 挡在剑一之前 随后 剑一遍失去了控制 反方向而回击 不愧是上古时期的主神 这手段 的确不凡 苏醒暗道 看向红月的目光 更多了几分慎重 一道可以挡住 那更多道呢 苏醒没有停止攻击 周身八千一百道 护体剑刚聚而散之 宛若燕群其飞 化作万千剑光 朝着高空之中的红月斩去 护体剑刚 攻防一体 即便八千一百道剑刚分散 以苏醒如今的剑道 和原力修为 也足以重创寻常精先修饰 我倒要看看 如何应对 只见苏醒剑气 展出的同时 高空之上 忽然多出了一层 薄如蝉翼的浅红 如同一个巨大的玻璃罩 隔绝上下 八千一百道护体剑刚 绝大多数 都被这巨大红色护照挡下 只有一小部分 穿过护照 朝着那轮红色瞳孔斩去 剑光没入红月 很快消失不见 但苏醒还是敏锐察觉到了 剑气斩中了实体 红月 被击中了 但似乎 没受到多少伤势 苏醒微微皱眉 机中红月的护体剑刚数量 终究是太少 不过寥寥数十道 显然 还是不足以让红月受创的不过 这也说明了 红月这古怪的防御 并非是无敌的 接连两道攻势为其战果 苏醒也没气馁 反倒从中开始观察 红月的弱点和破绽 而与此同时 高空之中的红月 也开始闪烁 显示着他此刻的不平静 不 不可能 这才过了多久 你的实力 怎会成长到这等地步 这一刻 红月慌了 他记得眼前这个人类 半年前 这个蝼蚁般的人类 来到了自己的深渊中 斩杀了不少红眼一族 可当时的这个人类 对红月来说不入法眼 唯一留下的印象是 跑得真快 以至于 他都被摆了一道 即便如此 红月也没放在心上 只是随手下达命令 让手下尽可能击杀这个人类 可如今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 曾经自己俯视的蝼蚁 居然已经能开始 和自己分庭抗议了 这 这不可能 莫非 你也是大罗金仙附生 红月倒并没有惧怕苏醒的实力 而是被苏醒的成长速度吓到了 半年多前 明明还是你们人族口中的金仙实力 可如今 居然已经拥有了 超越寻常太乙金仙的战力 看着天空之中 被自己唬住了的红月 苏醒笑而不语 神情更加高深莫测 似乎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你看到的是半年 而我经历的 可是十数万年的修行啊 苏醒心中暗自想到 于是 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接连朝着红月发动攻势 一剑 两剑 千剑 万剑 在漫天剑光之中 苏醒和红月转眼间 便交手了数百回合 经过最初的慌乱 难以置信之后 红月也很快恢复了理智 在他漫长岁月中 几乎没有过刚才那么失态的时候 同时 也没见过如苏醒这般 短短半年时间 实力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生命体 所以 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 隐藏了什么惊人的秘密 漫天的红光 如同一柄柄 一段射向苏醒 天空之中 那巨大的红色瞳孔中 似乎隐约间闪过一抹兴奋 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 眼前这个人类的秘密 而下方的苏醒 或是一月百里 身影灵活地穿梭在红光之中 或是护体健康 将自己牢牢护住 尽可能抵挡红光的侵蚀 略显急促的呼吸 表现出苏醒现在的应对 并不轻松 是杀戮 杀戮法则 苏醒心中笃定 经过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苏醒也弄清楚了 这些红光的来源 第六境巅峰的杀戮法则 配合红月恐怖的精神力 还有赤童异族的本命天赋 苏醒一边躲闪着红光的伤害 一边迅速思索道 这每一道红光 威力都是惊人的 若是苏醒在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下被击中 恐怕会顷刻之间重伤 虽然战况艰难 但苏醒心中却没有陷入绝望 不过 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我和红月的差距 苏醒难难道 红月七宗最之首 象征着杀戮的杀戮之主 其巅峰时期对于杀戮法则的掌握 绝对是第七境巅峰的存在 但千万年过去 或是因为其尚未完全复活 或是因为法不可同修 新任杀戮之主的出现 或许削弱了红月对于杀戮法则的掌握 不过 攻法手段还是单一了一些 让人思想凝固 陷入幻境和绝望的红色光束 单体阻止强大攻击的精神力 还有大范围防御的群体光束 外加上杀戮法则的具象化 苏醒心中暗自算了算 交手数个小时上千回合 红月仅仅展现出了数种能量 是在时间长河之中 能力丢失了吗 亦或者是 我如今的试探还不够 苏醒微微皱眉 虽然四种手段已然攻防一体 有一种让苏醒无从下手的感觉 但苏醒总有一种预感 似乎如今的红月尚未用出全力 不行 如今的我 完全没机会斩杀红月 再这么下去 这一次袭击不但没有收获 反而在模拟中暴露了自己 必须 逼出红月更多手段 逼出红月底牌 苏醒想到此处 开始逐渐放弃防守 而是以一种更加癫狂的状态 专注于攻势 一束束红光 冻穿了苏醒的身躯 或是胸腹 或是大腿 甚至连脖梗这种要害 也被冻穿 但在恐怖的气血之力 恢复力下 这些足以重创的伤势 迅速恢复 感受着体内气血的迅速消耗 苏醒也没有留守 护体剑刚 虚空一剑 五行灵暴树 种种攻法手段 不要命地朝着红月丢去 完全不顾及 法力和大道感悟的消耗 而在这等高强度的连番攻势之下 红月近乎完美的防御 也终于露出了一些破绽 巨大的红色眼珠 悬挂在高空之中 如同存在于虚幻和实体之间的进化水月 这并非是苏醒以往一直对抗的肉身 它甚至不会流血 也不像生灵那般 受到攻势后会感到痛楚 苏醒唯一能够判断的 是红月的气息 似乎比刚开始时要弱上了一些 整个深渊最底层 到处充斥着杀戮 愤怒之类的规则和情绪 一天 两天 三天 这一战 持续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作为深渊中最牢固的底层 已然被打得破碎不堪 而战斗产生的空间波动 更是近乎毁灭了 深渊七百层以下的所有生灵和空间 是的 仅仅三天的战斗 深渊的大小就缩减了大约三分之一 这 就是太乙惊仙级别的战斗 随着战斗的不断继续 苏醒的肉身在短短三天内 被重创数百次 那恐怖的杀戮法则 疯狂吞噬苏醒的肉身和气血 同时 也减缓了苏醒伤势恢复的速度 杀戮法则 则则 还真是恐怖的法则呀 苏醒熟练地躲过一道红光 感受着自己的状态 体内的气血之力 大约损耗了五分之一 其中大部分都是被杀戮法则所吞噬 而杀戮法则 让我伤势恢复的速度 大约慢了十倍 三天三夜的战斗 让苏醒也感觉到了颇为棘手 任何一道法则 修饰第六境巅峰都堪称恐怖 又何况是杀戮这等顶尖法则 大乌断体绝迈入第七层后 苏醒的恢复力已然接近上古乌足 类似于断臂断腿 亦或者是胸口 被开了一个直径30公分的大洞 只要舍得消耗气血之力 这等轻伤仅仅两三个呼吸之间就能恢复 但在第六境巅峰的杀戮法则下 这伤势恢复的速度会延缓到二三十个呼吸 法则之力果然是基础 若是这杀戮法则达到第七境 恐怕我伤势恢复的速度将近乎停滞 到时候我将完全被红月碾压了 苏醒心中不断思索 接连三天的战斗 他对红月的实力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按照太乙四境来划分 第一境最普通的太乙精仙 是指天交榜排名五十以下的所有太乙 以具体实力为例 太乙精仙后期某条大道迈入第六境巅峰一下者 如今凭借着炼体炼气双修 再加上十条大道共存顶尖神通等手段 苏醒的实力大约是属于这一阶段的巅峰 第二境太乙真人 修为达到太乙精仙巅峰 至少一条大道迈入第六境巅峰 同时掌握多种顶尖神通术法等等 天交榜二十以下 五十以上的太乙精仙大约是处于这个阶段 第三境太乙真军 至少一条大道迈入第七境 能位列天交榜二十名以上 如今红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大约是太乙真人巅峰 接近太乙真军层次 毕竟这是一位活了无数年的主神 虽曾经死去 但抵运太过深厚苏醒甚至怀疑 红月距离杀戮大道重新迈入第七层 达到太乙真军层次 已经不远了 当然这只是人族修行体系内的力量划分 对于一族准不准确苏醒也不知 只能说经过数天的敖战 苏醒大致确定 红月的战力处于这个层次 前提是 红月没有隐藏太多手段 并且实际战斗的划分 也不是那么绝对的 比如 苏醒若是激发呼吸之间的石亭 配合五星灵暴数 以及不讲武德天赋 能够在短时间内 威胁甚至击杀一尊太乙真人 毕竟 石亭天赋过于不讲道理了 可这种手段 苏醒毕竟只能用一次 同理 苏醒的再来一发天赋 让苏醒面对太乙真人级的强者时 也更有底气 毕竟两条命打一条命嘛 泽泽 还真是难缠的敌人 红月 果然不是只老虎 苏醒趁着战斗空隙 引下一大口鲜叶 恢复少许法力后 估摸了以下自己的状态 气血之力还剩下一大半 反倒是大道感悟在迅速消耗了 法力的消耗还能弥补 但大道感悟消耗 就需要时间了 苏醒估摸了一番 以他如今的状态 一旦将某条大道的感悟彻底耗尽 重新恢复 起码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毕竟 这可是第六境的大道 哪怕是恢复也是不容易的 当然 苏醒也发现了 文道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加快大道感悟的恢复速度 按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 应该还能坚持 起码一周的时间吧 前提是 不动用那两张底牌 苏醒迅速调整状态 准备趁着这难得的机会 多喝和月交手一番 毕竟 这可是为数不多的 直面红月的机会了 如此 苏醒和红月的敖战 又持续了整整七日的时间 连续十多天不眠不休的战斗 对于苏醒来说并不困难 但敌人是红月 让苏醒并不轻松 尤其是 苏醒这十天来 几乎是放弃了防守 出手便是诸如护体剑刚 虚空一剑 五行灵暴术的大招 更是加剧了苏醒的消耗 寻常太乙金仙级的交战 动辄数年数十年 又如何会如此不留余地 当然了 也正是因为 苏醒不要命的进攻风格 让红月的防守 也多次出现破绽 不得不显露出更多的底牌 十天交战中 红月先后用出十余种能力 使用过的法则之力 更是不下于五道 皆是第六境巅峰级别 当然了 用的最多的 还是一开始的 四种诡异能力群体防御的 血红光幕 能够反转单一攻击的 绝对反制 剥夺思维 让生命迅速衰老的红色光束 以及充斥着杀戮法则的血雨 这是苏醒自己取的名字 而随着连续十多天的交手 苏醒心中 也隐约出现了一个猜测 红月似乎 不同于寻常的赤童一族 不对 或许说曾经的红月 是赤童一族 但如今 在曾经生与死的道路之中 红月似乎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苏醒眯了眯眼 看着高空之中 那硕大的红色眼珠 心中的预感更加明显 苏醒将这一条道路 称为深河法则 嗯 和修仙界流传的圣人 和天道有些类似 但却又完全不同 如今的红月 似乎抛弃了一部分实在的肉身 转而变化为了杀戮 亦或者死亡法则的一部分 这就使得 大部分的物理攻击 对其无用了 这十多天来 苏醒尝试 能够伤到红月的攻击方式 只有两种 一是原力 原力毕竟含有破万法的特性 哪怕是法则本身 只要有足够高级 纯粹的原力都能破坏掉 其次 就是大道之力了 蕴含大量大道之力的神通 也能伤害到红月的本体 起码 苏醒能够感觉到 天上那轮月亮的气息 比十天前 大约降低了十分之一 与死亡之中 抛弃肉身 化为法则的一部分吗 最后 应该还是要重新找回肉身的 苏醒难难道 当然 相比虚弱了十分之一的红月而言 如今的苏醒 战力更是只有全盛时期的一半了 再拖下去也没必要了 以我如今的实力 还不足以 逼得红月施展更多底牌 既然如此 那便放手一搏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 引下一大瓶鲜叶后 努力调整自身气息 苏醒已经一周 没使用过五星灵暴术了 此刻 五星大道基本也恢复到了 全盛时期的八成 也足够 施展那一道底牌了 如此想到 苏醒一边防守 一边全力汇聚体内的法力 十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一半 苏醒体内近乎一半的法力 皆汇聚在手中 并凝聚成了五星的气玄 逐渐的 一朵绚烂的五色七彩花朵 出现在了苏醒的手心 这时 极致压缩的法力 和大道感悟 皆在此刻暴露无遗 黄绿蓝红鹤 黑白 共计七种颜色 代表着金木水火土 阴阳 其中不同的极致大道 苏醒将这一招 成为五星阴阳灵暴术 也是苏醒这半年以来 苦心钻研的最强神通 威力 甚至超过虚空一剑 和护体剑纲 毕竟 这一道神通的本质 五星和阴阳之道 苏醒都迈入了第六境这世 足以重创 甚至秒杀太乙金仙的神通 但因为研究出来不久 这一神通也有弱点 酝酿神通所需要的时间太久 而且 神通击中目标 也需要一定时间 因此 在这段时间内 苏醒只能尽可能地防守 胸口 腹部 出现一个个豁大的血窟窿 又在极致的生命力下 迅速恢复 终于 半课中之后 苏醒感受着体内 近乎被榨干的法力 这一朵七彩小花 终于彻底凝食 大道法则具象化 太乙金仙的标志象征 毕竟大道第六境 被称为道之真境 而随着这一朵七彩小花的出现 高空之中的红月 也出现了类似于急躁 慌乱的情绪 苏醒感受到轻微的情绪波动了 嘴角上扬 果然 你也不是无敌的呀 你也有 害怕的时候 苏醒很满意红月的反应 要是自己最强的一招 都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这说明 两者间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而眼下 苏醒分明已经拥有了威胁到红月的能力 随着七彩小花的出现 苏醒感觉到 红月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 甚至开始出现大范围的红色光束 想要凝固苏醒的思想 削减苏醒的寿源 同时 红色光幕笼罩了整片天空 甚至能够反弹神通的绝对反智 也牢牢环顾在红月周围 这一刻 红月对自己的防御做到了极致 哼 防御 可没有用啊 苏醒眼中带着一抹兴奋和狂热的神色 紧接着 苏醒使用出了自己的天赋 呼吸之间的石亭 嘴角微张 似有一无声字符 自苏醒口中吐出 下一秒 整片空间 安静了下来 深渊最底层 再没有一丝杂音传来 神通术法 停滞在空气之中 似乎处于停滞的运动状态 就连那象征着杀戮法则的红色光束 也悬停在了半空之中 整片空间 方圆万里之内 更够动的 只剩下了苏醒 只有 三秒的时间 苏醒深吸一口气 将七彩小花轻轻一抛 那朵七彩的小花 便穿过红色光幕 绝对反至 抵达了高空之中的赤色瞳孔前 在五行仙暴数爆发的前一秒 苏醒施展空间神通 逃离了深渊最底层 下一秒 一道绚烂的五彩光芒 笼罩了整片深渊最底层 而在五彩光芒之后 则是象征着阴阳的 极致黑与白 阴阳五行仙暴数 命中了 在绝对的时间停止范围内 哪怕是大罗金仙 也无法躲避苏醒的攻击 所以 如此近距离的阴阳五行之力 你能挡住吗 红月 苏醒眯着眼 神识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想要看清深渊最底层的情况 而随着整个深渊最底层 如碎石般碎裂 就连空间也在这极致的阴阳五行之力下 近乎湮灭 苏醒也看清了红月的模样 居然 活下来了吗 苏醒眉头紧皱 看着在续空之中 那轮彻底暴露出来 宛若月亮般的红色瞳孔 这是苏醒第一次直观感觉到 石亭的威力 哪怕是面对实力超过自己的对手 也能一击重创 然而 阴阳五行灵暴数 终究是不够斩杀红月 但 是有效果的 苏醒感觉到红月的气息 大约衰减了三分之一 比过去十日之内 苏醒造成的伤害总和 还要高出三倍 只可惜 第六进入门级别的五行和阴阳之力 威力还是不够吗 亦或者是 我如今的法力 还是太弱了些 苏醒叹息一声 心知自己这次的尝试失败了 最强的功法手段 配合石亭底牌 也仅仅是将红月重创 苏醒和红月之间的差距 依然很大 而此刻 被苏醒命中的红月 露出了复杂的情绪 疑惑 愤怒 惊恐 以及一丝贪婪 刚才那一瞬 红月完全没有看清 苏醒是如何伤到她的本源的 当她反应过来时 半个深渊已经化为灰飞 而她的本源也被重创 这是 什么能力 我怎么感觉 我刚才被偷走了什么东西 红月惊恐地 不是苏醒这一击的威力 能够重创她 而是 她似乎感觉到 自己被偷走了一些东西 却又无法察觉 疑惑之后 这种情绪便化为了贪婪 只要杀了眼前这个人类 就能探明她身上惊人的秘密 其实 以红月的位格 本能察觉到 她身上发生的异常 那就是 她被盗窃了三秒的时间 三秒 对于凡人而言尚且是短暂的 甚至是不在乎的 更何况 对实力强大的生命 他们随意一次闭关 都是无数个三秒了 但能从这种存在身上 窃取三秒时间 也可见苏醒这天赋的位格之高 之所以红月察觉不到 是因为 她在死亡的那段岁月里 失去了太多力量 甚至是传承记忆 若是巅峰时期的她 拥有主神巅峰的实力 未必察觉不到 这被盗窃的三秒 但也 仅仅是察觉到了 对于任何没有涉及 时间之力的存在来说 都无力抵抗 这被偷窃的三秒 不过 虽然察觉不到 但这并不妨碍红月 对于苏醒的奋母 人类 你知晓我积蓄那些本源 需要耗费多少岁月吗 你知晓 我如今有多么愤怒吗 既然你想品尝死亡的滋味 那我便让你看看 何谓 真正的死亡 只见虚空之中的那轮红月 红色变得愈发深邃 从正常红色变成了深红 随后又变成了暗红 暗红色之中 一缕黑色 逐渐蔓延过来 如同指甲大小的 一抹黑色光点 彻底凝聚 并随风飘荡般 出现在了苏醒身前 当这黑色光点出现了一瞬间 苏醒浑身汗毛倒数 整个人已经无法行动 仅仅看到他的一瞬间 苏醒就明白了 这是什么 死亡 这是死亡法则 最本质的死亡法则 威力大约是接近第七境的层次 死亡 本身吗 苏醒的行动已经接近凝固 思想在这道黑光面前 似乎也变得无比缓慢下来 远处 红月释放出这黑色光芒后 明显衰弱了不少 而苏醒看着这接近第七境的 死亡法则本体 久久无言 这 便是红月的底气吗 自死亡之中 领悟出来的 真正的死亡本身 苏醒已经很难形容 眼前这抹死亡法则的玄妙 完美无瑕的黑 拥有着近乎无可匹敌的力量 这绝对是苏醒见过的 最为高级的法则力量 在苏醒掌握的十种大道之中 似乎只有因果命运之道 勉强能与其抗衡 但也稍训半分 甚至空间 阴阳之道 都比眼前的这死亡法则 弱上了不止一筹 看到这死亡法则的一瞬间 苏醒心中已有明悟 死亡法则 至高法则之一吗 相当于 三千大道中 金字塔尖的那几种了 也是 能够成就主宰之境的法则吗 这一刻 苏醒心中想了很多 主宰之境 在苏醒看来 相当于圣人之境 而对于一族而言 并不是每一种法则 都能成就主宰 唯有 最高的那几种 原本的杀戮 明显是不够格的 但红月在死亡之中 参悟了一丝死亡法则的本质 或许是因为杀戮和死亡 有一种本源上的接近 才让红月得到了这一抹力量 也让他 拥有了一丝成就主宰境的可能 原来 原来如此 红月尚未完全复活 是因为死亡法则 尚未彻底迈入第七境 若是其迈入第七境 红月将彻底复活 并拥有主神境界 并且 作为掌握至高法则的红月 一旦迈入主神之境 实力在主神之中 都算得上极为强大 苏醒呼吸稍微急错了半分 试想 谁能抵挡住死亡 哪怕是主神 大罗金线 亦不能 无论是长生者 还是永生者 亦可被杀死 这一瞬 苏醒想了很多 但无论是神魂还是肉身 都无法动弹分毫 当那一抹黑色 涌入苏醒的体内之时 苏醒的肉身 瞬息之间衰亡 直到 彻底被剥夺了生命 与此同时 红月动用死亡法则 似乎也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显然 死亡法则 这不是区区一级 神奇能掌握的力量 哪怕是曾经主神巅峰的红月 也只是在生死之间 勉强掌握了一丝 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每一次动用死亡之力 对红月都是抵御的消耗 而眼下 为了杀死眼前 这个可恨的人类 也为了探究这个人类的秘密 红月才动用了 这一丝死亡法则 黑色光点 重新回归到那轮红月之中 原本衰弱的气息 恢复了不少 语气无喜无悲 似乎没有蕴含任何情绪 人类 见到真正的死亡 你 应该感到庆幸了 而眼下 我将得到你全部的秘密 说吧 一道红色的光芒 自红月之中涌出 逐渐化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就在这手掌 即将抓住苏醒尸体的一瞬间 那具尸体 奇迹般地动了起来 大道法则 气血之力 受缘 乏力 神魂 仅仅瞬息之间 一切的死亡 似乎从未发生 苏醒如同沉睡已久 猛然之间惊喜 大口喘息了几声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好险 差一点 就彻底死掉了 苏醒的心脏 砰砰直跳 感受着那即将抓住 自己的红色手掌 转眼间拉开距离 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远处虚空中的红月 苏醒发出神魂之音 大眼珠子 这次算你走运 小爷不陪你玩了 先溜了 说吧 苏醒没有丝毫保留 恨不得立刻榨干 自己的空间之力 撕开虚空 苏醒瞬息间 跨越数千万里 仅仅片刻时间 苏醒就不知 穿越了多少距离 只剩下红月 愣在了原地 不 不可能 这世间 怎么会有 生灵抵抗死亡的力量 硕大的红色眼球 不同地闪烁着 赤红色的血丝 覆盖了瞳孔 可以看出 红月此刻处于极致暴躁 惊恐 疑惑的情绪之中 然而 没有任何办法 红月尚未彻底复活 对空间之道的掌握 更是不如苏醒 此刻的苏醒 早就不知跑到了哪一片虚空 红月无论如何 都是追不上的 天知道 为了动用这一抹死亡法则 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却 一无所获 一个时辰之后 青云界外的虚空 苏醒不停地喘着粗气 体内近乎见底的空间大道感悟 还有接连不断穿梭下 对于体力 肉身 都是极大的消耗 短短一个时辰时间 苏醒将自身的空间大道 使用到了极致 从蓝星附近的无尽深渊 到达小青云界 再直接抵达了青云界外 穿过了十余道虚空节点 无数空间距离 看着近在咫尺的青云界 苏醒才稍微心安了一些 红月 死亡法则 还真是恐怖的能力啊 苏醒的心脏 还在迅速跳动 强有力的脉搏 告知着它还活着 一个时辰之前 发生的一幕幕还在眼中 红抹似乎能抹杀一切的黑色 还历历在目 幸亏 只是死亡法则 只是接近第七境 还未彻底抵达第七境 苏醒恢复过来 瞇了瞇眼 回想起一个时辰前的那生死之间 接近第七境的法则之力 的确恐怖 这是为格上的碾压 让苏醒的一切防御手段 甚至极致的气血 都失去了效果 但好在 死亡 是需要时间的 死亡法则落在苏醒身上 倒让苏醒彻底死亡 只是短短的一瞬 但也是需要时间 虽然在那一瞬间 苏醒的思维近乎凝固 但还是触发了天赋再来一发 也因此 才造成了苏醒成为尸体 又迅速复活的假象 当真是可怕 若是这死亡法则 彻底迈入第七境 恐怕触发得更加迅速 到时候 哪怕是再来一发 恐怕也无法救我了 苏醒难难道 毕竟 再来一发 只是让苏醒 无论多么接近死亡 受了多么重的伤 都能瞬间恢复到全上 而不是 让苏醒死而复生 看来 再来一发天赋 也不是无敌的呀 苏醒心有余悸 原本他仗着石亭 和再来一发天赋 有恃无恐 寻思着再怎么不敌 保命是没问题的 但在死亡法则出现的那一瞬间 苏醒还是失去了抵抗之力 甚至险些 若是运气稍差一点 苏醒连再来一发的机会都没有 死亡法则嘛 这还真是恐怖的法则呀 苏醒颇有些无奈的 柔了柔眉心 这一次模拟的试探 也就到此为止了 好消息是 苏醒试探出了红月的底牌 而坏消息是 这底牌太强了 强到 哪怕是苏醒 在未来的一两年内 恐怕都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除非 掌握一道和死亡同级别的大道 或者 晋升大罗金仙 苏醒微微摇头 看来在红月复活之前 苏醒是没有机会的 唯一的机会 是趁着红月复活之后 尚未恢复主神境界 也就是死亡法则 尚未破入第七境之前 苏醒才有那么一丝机会 而这留给苏醒的时间 大约是四年 四年之后 哪怕苏醒拥有 大罗金仙实力 但面对掌握死亡法则的红月 想要击杀 也是难上加难 哎 当今之际 想要救下蓝星 只有靠猎魔神器的地位了 苏醒叹息一声 还好 尚未到绝境 拼接着猎魔马甲的身份 苏醒有信心 保下整颗蓝星 到时候 哪怕红月实力恢复 但一旦 没了后顾之忧 战线拉长 尽快迈入第六境大城了 苏醒难难道 距离沉浸式模拟结束 还有接近十年时间 苏醒去了青云宗 和青云子完成交易 并在青云宗内待了数年后 便赶往了天机域 沉浸式模拟很快结束 苏醒重新回到现实 揉了揉眉心 苏醒难难道 好消息是 红月那一战后 损耗不少 复活的时间晚了半年 恢复主神实力的时间 也晚了一两年 但这 并不能改变什么 在彻底拥有 击杀红月的力量之前 我在现实中 绝对不能露出破绽 苏醒如此想到 此次模拟 最大的目的已经达成 试探红月的实力 目的 的确达到了 但红月暂且还动不得 那么 剩下的时间 便全力修行吧 苏醒想要试一试 晋升太乙之后 他修行速度还会如何 迈入太乙境先后 境界提升所需的积累太多 恐怕无法像以前那般 迅速提升了 不过 也不过是时间的积累罢了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十年 你抵达天机域 你前往了第五重天 并游历天机域 开始寻找各种增长修为 和气血的天才地堡 第八十年 你返回了白云界 并开始正式修行 此刻 在你的灵天洞天之中 已经积累了一池塘的仙液 你每日修行正义伏气绝 如红溪一般 将仙液转化为精纯的修为 然而 还是太慢了 太乙经线的法力 犹如无穷尽的海洋 海洋填满 终究是太慢了些 好消息是 如今的你 可以待在罗天境内 提升修为了 将内外时间差控制在十倍 你每日的法力消耗 不到百分之一 这等细微的消耗 几乎不影响 你修行的速度 如此 二百多年转眼间过去 第三百年 天机阁仙洲抵达 第三百二十年 仙洲保卫战爆发 接下来 一如你计划之中 你进入了天机域 并每日借助罗天境修行 直到 二百年后 第五百二十年 你开始参悟大道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二百七十四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六百六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七点 很快 二百多年的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回归现实 不错 在虚无知境 和各种到运质宝的帮助下 空间之道距离第六境小城 又接近了一些 第八百年的大战 也即将爆发了 且看看 此次模拟的结果如何吧 苏醒目光 看向模拟面板 第八百年 天机域爆发大战 这一战持续了百年之久 但你并未参战 而是前往了天魔域 抵达天魔域之后 你找到天魔匠 并激活了罗天宝珠 你开始跟随罗天祖师 修行灵域秘法 同时努力修行 大乌断体绝突破第七层后 你的气血和肉身打破肢骨 再次得到了增长 体内的原力之术 也重新得以增长 但依旧是太慢了 炼体修为的提升 甚至比炼体修为更慢一些 现实世界 苏醒微微点头 模拟一千四百年 差不多也就是 修行的最大实现了 接下来的时间 理应转化为裂魔马甲 但异形天赋 只能使用一次 看来魔拟要到此为止了 苏醒叹息一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在异族对天魔域的 大举入侵之下 人族终究是节节败退 以你的实力 虽是人族顶尖强者 但面对滔滔大势 依旧无法抵抗 最终 你在数尊一级神器的围攻下 被活活耗死 临死之前 你反杀了一尊一级神器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眼前的文字 微微点头 果然 模拟还是要到此为止了 在五大狱中 很难再突破 一千五百年的模拟期限了 不过模拟目的基本达到 且先看看 此次模拟的奖励吧 苏醒喃喃道 目光看向奖励列表 剑灵之体 金色天赋 售价十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绝修行成果 体内天元神术高十一丈 生命 气血 犹如大日一般炽热 只要不是要害部位被彻底破坏 便能迅速恢复伤势 售价三百万能量本源 太乙金仙一重中期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规划世界秘法 大成 距离圆满以不原以 蕴含规划世界 纳入灵域的效果 彻底掌握后 可尝试规划一整个小世界 售价二百万能量本源 深河世界秘法 大成 距离圆满以不原以 由上古大罗金仙 售价二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扫了一眼奖励 除了剑灵之体外 对苏醒皆有用 因此 没有犹豫 苏醒选择将其余四项奖励 尽数代出 丁 恭喜您代出太乙金仙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六百六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五点 恭喜您代出大物断体绝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三百六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五点 恭喜您代出规划世界秘法 大成 剩余能量本源 一亿一百四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五点 恭喜您代出身和世界秘法 大成 剩余能量本源 九千九百四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五点 随着耳边传来模拟器的提示音 苏醒的修为再次提升 片刻之后 苏醒缓缓睁眼 感受了一下身上的气息后 微微皱眉 果然 晋升太乙金仙后 单次的模拟 对我的提升已经极为有限了 苏醒仔细感受了一番 练体 练气虽然皆有进步 但他整体实力 只提升了半成不到 呼 若想有明显的提升 只有指望境界的小突破 比如他已经先出气到中气 亦或者是大道感悟的提升了 苏醒难难道 这次模拟后的微弱提升 在苏醒的预料之内 除去大道感悟的时间外 一千四百多年的模拟 本尊提升修为的时间 大约只有区区千年 而这千年时间 同时提升练体 练气量体系的境界 能由此提升 已经算是极为不错了 苏醒默默推演了一番 在模拟之中 以他如今的法力境界 运用罗天镜的情况下 维持内外三十倍的时间差 因为法力的消耗 只能专修大巫断体绝 而练气修为却无法提升 相反 若是维持十倍的时间差 则苏醒能同时兼修练体 练气两道 且不受太多的影响 毕竟有正义服气绝的存在 苏醒每日练气修行一个时辰 便能保证最大的效率 以此模拟 千年修行 在罗天镜加持下 相当于修行了万载 一万年 从太乙金仙一重初期到中期 的确算是巨大进步了 须知 哪怕是有天赋的太乙金仙 能够修制太乙金仙巅峰 大多也需要五百万年以上的时间 而苏醒的修行资质 主要体现在空灵根 天生绝脉 大气晚成等天赋加持下 可能够修制太乙金仙境的 哪个天赋能差了 几乎所有太乙金仙 人手空灵根 而且大多数都会有 数种适合修行的体质 否则 压根修不到太乙金仙 而且 我所修乃五行大道 五行灵气博杂 转化为先例难度 比单一的灵气 的确要困难一些 因此 修行资质在太乙金仙中 也只能算是寻常了 在资质几乎持平的状态下 苏醒之所以 依旧能够保证 修行速度的领先 一部分是因为 正一副气绝的存在 七倍修行功法加持 在太乙金仙 乃至于大罗金仙所修功法中 也算顶尖 寻常太乙金仙 吸纳灵气速度 大约是三到五倍 因此 苏醒优势还不小 不过 最大的优势 还是资源的充足 罗天静 灵天洞天中 充足的仙液 保证我每日用仙液提升修为 起码比同静修饰快上数倍 苏醒如此想到 不过太乙之静 越往后修行的时间越长 尤其是太乙金仙后期到巅峰 难度恐怕十倍于 太乙初期到中期 如此算来的话 苏醒推演了一番 难难道 恐怕需要不下于三年时间 才能提升至太乙巅峰了 想到这 苏醒长输一口气 三年时间 苏醒还等得起 只是 这大乌断体绝的提升 还真是头疼啊 苏醒揉了揉眉心 模拟器中的千年 配合罗天静十倍加速 苏醒修行万载 天元神术 也堪堪才从十丈 提升至十一丈 大乌断体绝第七层 修至极限低血重生 恢复力堪称世间第一 但区分修为深浅 除了气血的强弱提升外 天元神术是最直接的判断 大乌断体绝第七层小成 天元神术百丈 大成 天元神术千丈 而若是能修至大乌断体绝 第七层圆满 体内的天元神术 更是能成长至 恐怖的万丈之高 想到这 苏醒忍不住新潮澎湃 传闻 远古祖乌 拥有媲美圣人的恐怖实力 体内的天元神术 更是媲美一座世界 那该是 何等恐怖的伟力 不过 苏醒叹息一声 按照自己一次模拟 提升一丈的进展 想要修至第七层圆满 起码也需要数百次模拟 十年以上的时间 太慢了 还是 除非 能够抽到红色级别的炼体天赋 想到这 苏醒眼中 微量他如今抽取红色天赋的概率并不低 平均四五次模拟 就能抽到一次 这么算的话 似乎也不是很难 还有提升灵域的两大秘法 距离修至圆满也不远了 只要彻底修行完成 也可以尝试规划世界了 到时候 实力还能进一步提升 苏醒计划了一番 距离下一次模拟 还有几天时间 如今 该去蓝星向红月提前索要报仇了 顺便 商谈蓝星之事 苏醒眯了眯眼 以猎魔身份 施展空间法则 朝着蓝星的方向迅速赶去 大半个月的时间 很快过去 在新纪元2027年12月初 苏醒终于抵达了蓝星附近 是时候 再次证明红月了 苏醒眯了眯眼 并没有急着前往无尽深渊 而是施展空间法则 将自己藏匿在一空间之中 在蓝星上逛了一圈 天空之中 依旧有那一轮红月照耀 镇妖关基本被彻底镇压 人族禁数归缩在蓝星之上 不过好消息是 蓝星上各国人族 包括职业者在内 尚且处于安全之中 在红月彻底毁灭蓝星 献祭这些人族之前 他们没有危险 当然 苏醒暗访蓝星 这一切都在红月的注视之下 而苏醒也没有瞒着红月 甚至是故意做给红月看的 在红月抵达蓝星的那一刻 双方的博弈 就已经开始了 装模作样的 在蓝星逛了一圈后 苏醒装作一副 很感兴趣的模样 随后撕裂空间 前往了无尽深渊 在苏醒进入无尽深渊之后 很快红月便派来使者 将苏醒接到了深渊最底层 抵达深渊最底层后 苏醒也如愿见到了红月 相比半年之前 此刻红月的气息 显然增强了不少 这尊昔日德杀戮之主 正在逐渐恢复巅峰实力 猎魔之主 你来了 漆黑的空间中 一只赤红的眼珠睁开 看着眼前的苏醒 苏醒没有丝毫慌张 只是道 对啊 我来催债了 你承诺给我的血肉精华 是该到账了吧 苏醒依旧表现得强势 或者说 这更贴合他此刻 裂魔之主的人设 受母神青睐 天资优渥 掌握裂魔一族 并受到多方讨好的 愣头青一族新贵 哈哈 裂魔之主阁下 还是一如既往的直接啊 你所要的那些血肉精华 自然是早就准备好了 说吧 里面装满了堆积如山的各等级血肉精华 苏醒见状眼前一亮 也不客气 直接施展空间法则 将所有的血肉精华 都纳入自己开辟的空间之中 之后 红月又和苏醒虚语尾移了一番 询问苏醒最近情况如何等等 而苏醒一边心不在焉地回复着 一边随意找了个地儿坐下 慢悠悠地听着红月诉说 转眼间 一天时间过去 两人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 聊了一整天 而此刻 眼见苏醒迟迟不走 红月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猎魔之主阁下 你 莫非还有事情 苏醒听后站起了身 寻思着已经铺垫得差不多了 于是大大咧咧地道 对啊 我看你现在的道场不错 不如送给我吧 我刚好需要一片肥沃的空间 来孕育我的族人们来 听到苏醒的话后 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秒 眼前的红月似乎暴露出了一抹杀意 但很快 红月反应过来 沉声问道 阁下所言 是深渊附近的蓝星 还有其他小世界吗 苏醒听后点了点头道 要不然嘞 难不成我还要你这鸟不拉屎的深渊 我的族人 需要肥沃的土地 以郁郁足够的血食 我看蓝星 还有附近的几处小世界就很不错 到时候一起打包送给我吧 听到苏醒的话后 红月终于放下心来 她第一反应 是苏醒盯上了她辛苦经营的无尽深渊 想要她那些昔日的布侠 再反应过来 指的是蓝星等小世界后 红月冷静了下来 思考这一交易的可行性 若是很早之前的红月 或许不会同意这一笔交易 毕竟蓝星 是曾经罗天世界的一部分 其中可能蕴含着某些秘密 但近些年来 随着红月花费无数精力探索 依旧没有得到大多数的罗天传承 哪怕有一些传承 也不过是支离破碎 对于它并没有用 因此 红月已经打算一年之后 献祭上蓝星的所有生灵 同时取得蓝星的世界之源了 世界之源 是一个世界毁灭之后所诞生的产物 对于异族大有益处 越强大的世界 能提供的世界之源越多 大千世界提供的世界之源 可以说是小世界的无数倍 而蓝星虽然属于小世界 但由于其特殊性 拥有的世界之源 不比一些小千世界逊色 因此 对于红月而言 也是有一些价值的 可眼下 苏醒向他提出了交易 最为即将复活的主神 他急需盟友 自然是不愿意得罪苏醒 这个裂魔之主 而若是拒绝交易 可能会导致两人之间生出间隙 若是有足够的条件 未必不可 红月暗自想到 随后到 蓝星虽是一小世界 但底蕴不俗 或还有一些秘密 平白赠语是不可能的 不知阁下能够拿出什么条件交换 若是合适 将这一方世界交易给你可以 苏醒听后 心中已然狂喜 但表面上还是微微皱眉 装作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道 若是你同意 我会在未来一百年内 提供给你一千万低等裂魔 听到苏醒的话后 红月心中一动 一千万低等裂魔 足以支撑入侵一座 小千世界数百年所需的炮灰了 但很显然 红月不满足于此 于是道 不够 起码一亿低等裂魔 红月狮子大张口 一亿低等裂魔 入侵数座中千世界的炮灰都够了 苏醒自然是不同意 于是反驳道 最多两千万 不行 起码八千万 最终 双方一番讨价还价 以一百年内 提供五千万低等裂魔的代价 红月将整个蓝星 以及周围数个小世界 一同打包卖给了苏醒 站在红月的角度 自然是赚翻了 这五千万低等裂魔炮灰 足够他尝试入侵数个中千世界了 而中千世界 无论是提供的生灵血石 还是世界之源 都比蓝星价值高太多 因此 此刻红月心中正暗喜呢 哼哼 愚蠢的裂魔 恐怕还不知道 五千万低等裂魔 在战场上的作用吧 不过 你越慷慨 我能赚取的利益也越大 红月暗自想到 至于 站在苏醒的角度 苏醒压根就没打算 给红月提供裂魔炮灰 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毕竟百年之后 苏醒恐怕早就溜了 甚至红月都被苏醒给宰了 到时候 裂魔炮灰给谁 因此 完全没有成本的买卖 苏醒自然是要做的 两人各怀鬼胎 一拍即合 红月则说道 裂魔之主阁下 我在一年之内 将会完全复活 届时 我将带领整座深渊 顿入虚空 而蓝星也将被我毁灭 在此之前 你必须来接受蓝星 不知你能否做到 苏醒听后冷笑一声 心想 红月这是试探她呢 于是苏醒一挥手 深渊最底层的一座大山原地拔起 被苏醒放逐入了 自身开辟的一空间之中 第六竞的空间法则 一览无余 呵呵 巧的是 我所掌握的法则之力 刚好是空间法则 一年之内 我还会小有突破 到时候 我自会接手整个蓝星的 眼见苏醒露了这一手 红月脸上 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以空间法则为神性基础吗 看来潜力很高啊 红月再次打亮了一番眼前的盟友 空间法则 完全具有突破之主神的可能性 如此 苏醒在红月眼中的战略意义更大了 不但掌握猎魔一族 更拥有一条顶尖法则 哪怕未来红月恢复实力 苏醒对她而言 都会是一个坚实的盟友 呵呵 不愧是受母神青睐的猎魔之主阁下 那好 一年之内 你等我消息便是 苏醒听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告别红月之后 苏醒施展空间法则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朝着空无界所在的方向赶去 直到奔袭了足足一周之后 仔细感应了一番 确定并无危险后 苏醒才变化为了本尊模样 再次奔袭了一周时间 呼 这里 应该差不多了 苏醒停留在一片虚空之中 打开了模拟面板 6亿1239万能量本源 红月的那一批血肉精华 足足给苏醒提供了五亿出头的能量本源 此刻 苏醒再次拥有了提升修为的资本 足够未来一段时间的模拟 嘖嘖 足足五亿能量本源啊 红月还真是大手笔 苏醒感叹一番 毕竟之前五亿能量本源 是苏醒半年积攒而来 对象是诸多的异族神奇 而眼下仅仅和红月一人交易 就拥有了五亿能量本源 苏醒如何能不兴兴奋 嗯 还剩下五次模拟机会 六亿能量本源 的确能开始新一轮模拟了 苏醒此刻正是人族身份 难得外出了一趟 足够苏醒进行本尊 猎魔马甲的模拟方式 可以收益最大化 如此想到 苏醒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204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6亿1239万6347点 剩余模拟次数五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丁 恭喜您抽取红色天赋无阻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无阻 红色天赋 你拥有惊人的血脉传承 在炼体一道上 拥有媲美十二巫族的恐怖潜力 卧槽 巫族 苏醒惊呼一声 看着新抽到的红色天赋 甚是满足 巫族 毫无疑问是苏醒目前 抽到过最高级的炼体天赋 从立跋山西 天生神力等 再到之前的远古巫体 苏醒的炼体天赋逐步提升 但远古巫体 也只是给了苏醒远古巫族的炼体天赋 在这个时代 虽然堪称顶尖 但纵观历史 在远古时代的巫族之中 也只能算小天才 并非凤毛麟角的存在 巫族啊 仅仅是这天赋二字 就足以体现出含金亮了 苏醒眼中闪过奇异的光芒 脑海中回忆起 自己曾看过的古籍 远古时期 人族示弱 天地间的主宰 乃是妖族和巫族 其中 巫族最强的 就是十二祖巫 传闻 十二祖巫各个拥有恐怖的 修炼天资和实力 哪怕是最弱小的祖巫 都拥有大罗金仙巅峰的实力 如同贡公 祝容这等祖巫 则拥有半圣实力 更传闻 十二祖巫之中 有一名曰祖巫名曰后土 掌管轮回和大地之脉 正到圣人 由此 可见那十二位巫族的恐怖天赋 红色级别的祖巫天赋 也不知比之前的远古巫体 强大多少 或可一世 苏醒难难道 准备好好尝试一番 这新天赋的效果 除了提升实力之外 也该开始寻找断魂草和弥圣之的踪迹了 苏醒难难道 在之前半年期间 苏醒也尝试过使用时间回溯功能 但并未抵达弥圣之存在的时代 反而浪费了一次模拟机会 至于断魂草 苏醒已经有了一些情报 断魂草 存在的地点 乃是九重天域的第八重天 在突破太乙惊仙之后 苏醒也算勉强拥有 前往第八重天的资格 断魂草在第八重天中 虽然也稀有 但之前 我从天机阁主纳 已经知晓了其具体的位置 只要运气不算太差 最多寻找个几次 应该就差不多能找到了 苏醒确定 此次模拟的目标后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 我选择加成大气 完成天赋 临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一如计划中 前往青云宗交易 收集罗天传承 并在第十年 前往了天机域 抵达天机域后 接下来数十年间 你则前往了第五重天 收集一部分天才地宝 并移植到了罗天境内 第七十年 你离开了天机域 前往天魔域 第一百年 你顺利取得了罗天黑猪 并打算独自前往九重天域游历 第一百零一年 你抵达了第七重天 并决定在此地闭关修行 参悟大道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微微点头道 既然要前往第八重天 自然要做好充足准备 如今我的实力 差不多是 足够前往第八重天了 只不过 第八重天中 一族过于危险 沉浸式模拟结束后 也才区区四百年 剩下的时间 应该足够我寻找了 苏醒也知晓 有舍有得 既然要在第八重天中 寻找断魂草 那夏季的种种好处 比如虚空之境 天机阁带来的气血之宝等 就无法享受了 不过好在 提前在第五重天中搜刮了一批 提前放入罗天境内孕育 十倍时差之下 可以为苏醒提供部分修炼所需了 苏醒默念道 开始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274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6亿1229万6347点 提示音落下 苏醒一时进入模拟世界 当苏醒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来到了第七重天之内 寻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点 苏醒部下重重防护 隐匿阵法后 开始参悟空间大盗 服下第一口误道茶 为期三年的第一次感悟正式开始 感受着周围诸多空间质宝传来的道运 苏醒对于空间大盗感悟迅速提升 三年之后 苏醒缓缓睁开眼 露出一抹诧意之色 嗯 在九重天狱中参悟大盗 效率似乎比下界快上许多啊 苏醒有些惊喜 在第七重天之中 参悟大盗的速度 比在下界的五大狱中快了大约五成 道运质宝 多有极限 自大盗迈入第六境后 那些空间质宝的加持 反倒只有寥寥二三成了 反倒是在第七重天中 参悟的速度大大提升 苏醒若有所思 远古时期 上下界 上界更接近于道 也因此 那个年代 强者大能频频出现 难怪说 上界的道运的确比下界快上太多了 苏醒对此十分惊喜 五成的参悟速度提升 看似不多 但对苏醒来说 绝对是巨大变化 若是原本苏醒 将一条大道推入第七境 需要三年时间 现实中 那么如今 就只需要两年时间了 这提升速度 不可谓不快 仅仅第七重天 就有如此加持 那若是在第八重天之中呢 苏醒心中更加期待 不过 第一次探索第八重天 说不定有些风险 先将物道茶和文道丹用尽再说吧 想到此处 苏醒迫不及待 继续参悟空间大道 转眼间 又是二百七十年时间过去 沉浸是模拟结束前的最后一年 苏醒提前结束了闭关 仔细体会了一番 自己这二百七十余年来的闭关收获 苏醒甚是满意 效率的确提升了五成以上 按照这个速度 五次模拟之内 空间之道 恐怕就能迈入第六境小城了 达到第六境圆满 至多百次模拟 也能达到 苏醒甚是满足 若是空间之道 达到第六境圆满 苏醒甚至能够轻易来回于各大域之间 从青云中抵达无尽海域 甚至只需跃余时间 如此 苏醒从青云域赶往天机域 甚至也仅需半年 抵达天魔域的时间 更是能压缩到两年之内 两年间抵达天魔域 取得罗天黑珠 对苏醒来说 是完全能接受的代价 则则 这还只是第七重天的增幅效果 按理来说 第八重天处于更上一层 说不定距离到更近 想到这 所以苏醒抬头望天 迫不及待 想要前去探索一番 说干就干 苏醒施展空间之力 一步迈出 跨越数百万里距离 随后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朝着第八重天驶去 大约一月之后 苏醒能够感受到 来自第八重天的威压 越来越大 终于没过多久 苏醒看到了 那划分第七重天 和第八重天的屏障 这是 苏醒微微皱眉 看着头顶上 辽阔无边际的水面 点点波浪连衣 水面上映 设着苏醒的模样 穿过这水面 便能抵达第八重天吗 苏醒若有所思 他能感觉到 头顶这水面 似有一种 无形的力量吸引着他 谨慎起见 苏醒施展出 八千一百道护体健刚 又在身旁十里 释放了灵域 屏蔽了自身天机之后 苏醒钻入了水面之中 如同一条鱼儿 苏醒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在这水中不断往上游着 忽然在某个瞬间 苏醒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苏醒瞪大了眼睛 打亮着周围 钻出水面之后 苏醒明显感觉到了 自己已然不在第七重天之中 这里 是第八重天 这灵气的含量 起码相当于极品伏地了 苏醒眨了眨眼 他不清楚 自己进入第八重天后的出生地 是否是第八重天中的宝地 但想来也没这么凑巧 所以 更大的概率是 整个第八重天 随意移出地点 都拥有极品伏地的灵气级别 而若是那些第八重天中的秘境 宝地 恐怕起码是洞天级别 甚至于 苏醒苦心布置的大洞天 在第八重天中 没准都会天然形成 则则 上界 果然是上古时期 修士们梦寐以求的宝地 苏醒只是惊喜片刻 便迅速反应过来 腾一声离开这处湖水 随后隐秘自身气息 尽量避免被其他生命发现 毕竟 第八重天中 是异族的主场 亿万异族存在于第八重天 而人族强者 不过寥寥数十人 若是被异族发现 苏醒麻烦可就大了 离开这处湖面之后 苏醒施展顿树 将自身神石 控制在十里范围内 迅速观察第八重天的环境如此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以苏醒的顿树 虽然只是缓慢移动 探索第八重天 但也奔袭了数百万里 至此 苏醒大约判断出了自己的位置 以及附近区域的大致局势 根据苏醒之前搜集到的情报 第八重天 大致分为五片区域 与下界的五大玉一一对应 东南西北玉 以及中玉 并且和整个大玉一样辽阔 不同的是 每一片区域之间 并没有无尽海域阻隔 想要穿越大玉 十分轻松 理论上想要横穿整个第八重天 在借助空间节点的情况下 以苏醒的速度 只需千年就能成功 不过 第八重天中 几乎就是异族的主场了 苏醒眯了眯眼 在他周围百万里内 能够感应到的异族数量 都不止百万 每一尊异族 起码也是传奇以上的实力 而且 异族神奇不在少数 相比而言 苏醒连一个人类修饰都没看到 毕竟在辽阔的第八重天中 也只有天机阁主带领的 那寥寥数十人罢了 呼 不过第八重天的灵气 果然比下界要高出太多了 苏醒刚刚探查到的 洞天级别宝地 就不下于百处 平均相隔万里 就有一处洞天存在 更是有一两处极品洞天 只不过这些洞天 大都被一族占领了 大洞天 在第八重天中 依旧稀有 苏醒很快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因为是从天魔狱中 进入九重天狱 因此 苏醒所在的地点 就位于第八重天中的西狱中心 我的位置 距离断魂草 似乎只有不到一万里距离 苏醒眯了眯眼 这也是 他选择从天机狱 进入第八重天的原因 这里 距离他得到的断魂草位置 极为接近 先不急去寻找断魂草 先感受一下 第八重天 参悟大盗的速度 苏醒找到一处隐蔽山洞后 开始参悟起了空间大盗 转眼间 三天时间过去 苏醒缓缓睁眼 露出惊喜之色 第八重天 对于大盗参悟的增幅 起码在八成以上 而且 还是不均匀的分布 有些地方 大盗参悟的加成能达到一倍 甚至更多 苏醒总结了一番 第八重天 参悟大盗速度加成在八成到两倍之间 最高参悟速度 相当于下界的三倍 越是宝地 灵气越浓郁之地 大盗参悟的效率越高 只不过 那些宝地 大都被异族占领了 能找到一倍加成的宝地 已然算是不易了 人族修士所需的大盗感悟 和异族的法则之力 本质上是一样的 而异族在第八重天中 占据了最宝贵的区域 参悟法则的速度 自然也更快一些 即便如此 相当于下界两倍的参悟速度 对于我来说 也是巨大提升 苏醒估摸着 若是能长久 在第八重天中参悟大盗 或许只要一年多 苏醒对空间大盗的掌握 就能达到第六境巅峰了 届时 苏醒就能尝试前往天机域 得到罗天黑珠 第八重天 是个好地方啊 苏醒感叹一声 随后朝着记忆中 断魂草所在之地赶去 沉浸式模拟很快结束 苏醒意识回归本体 在沉浸式模拟结束之前 苏醒探明了断魂草所在之地 只不过 想得到那断魂草 而那宝地之中 光是异族神奇的数量 都不少于一千 更有上百尊二级神奇 数尊一级神奇 其中 有一道气息 让我都感到心惊 应该是巅峰一级神奇了 揉了揉眉心 苏醒有些头疼 好消息是 断魂草的位置 苏醒已经找到 坏消息是 断魂草处于的宝地 是一处异族的重要据点 以苏醒的实力 暂时恐怕无法取得 呼 确定位置就行 至于得到断魂草 只要实力达到了 就是迟早的事情 接下来 便找到一隐秘地点 继续修行 当然 若是能想办法 和天机阁主会合 自然是更好 苏醒如此想到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三百八十年 你在第八重天中 寻找到了一处隐秘洞府 并开始修行 进入罗天境内 内外时间差十倍之下 你服用气血至宝 修行大物断体绝 如此 外界二百二十年时间过去 第六百年 对于罗天境中的你 已经修行了足足两千多年 此时 你体内的天元神术成长至十二掌 气血和力量也小幅度提升 在巫族天赋的加持下 仅仅二百多年 就相当于你之前 近千年的修行成果 你修行大物断体绝的天赋 大大提升 按照这个速度 你能在两三年内 修制大物断体绝地七层圆满 远超炼气天赋 但困扰你的是 手中之前积累的天才地宝 已经耗尽 你需要找到更多的 气血至宝 供应修行 而第八重天 各种宝地秘境中的 天才地宝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 那些异族的血肉精华 对你来说是大补之物 尤其是一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对你而言 相当于顶尖的天才地宝 于是 你开始尝试 狩猎一级神奇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这心中一动 对啊 第八重天虽然危险 但绝对是修行的绝佳地点 且不论灵气充裕 各种宝地层出不穷 仅仅是那些一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对我来说 就是顶尖的大补之物了 大补断体诀 第六层需要天元神 果来提升体内原力 而第七层 需要的 就是极致的生命力和气血 除了一些顶尖的 天才地宝和丹药之外 对于苏醒来说 普通的气血质宝 增长十分有限 但顶尖天才地宝 又非常难得 效果 甚至还不如一族的血肉精华 所以啊 还是要回归老本行 想办法狩猎一族神奇了 苏醒颇为心动 得到五祖天赋之后 苏醒的炼体资质数倍提升 已经超过了炼气资质 若是有足够的血肉精华功脊 绝对是如虎添翼 两三年内 将大补断体 绝修至第七层 圆满不在话下 到时候 一招突破大补断体诀第八层 可就真正拥有大罗金仙战力了 苏醒难难道 炼气想拥有大罗金仙战力 恐怕还需三四年的时间 而主修大补断体诀 能节省一年多时间 这一年多 对于苏醒是极为关键的 而且 由于正一服气诀的存在 只需花费少量精力 提升炼气修为便可 也不会落下太多 苏醒想到这 愈发觉得 第八重天的狩猎计划十分可行 唯一的难度是 第八重天 一族占据绝对上风 必须万分谨慎 才能尝试狩猎一级神奇 苏醒在心中推演了几个计划 想试试 能否顺利狩猎一级神奇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接下来 你花了十年时间 开始探索周围 千万里内一族的据点情报 第八重天中 集合了一族数个总军团的兵力 并且高阶一族数量极多 仅仅周围千万里之内 你就感应到了至少两处据点 其中拥有一级神奇的气息 你虽有把握 独自击杀一尊一级神奇 但想击杀一族神奇 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 在这期间内 一族若是来源 你陷入已少敌多的局势 情况对你便十分不妙 于是 你继续扩大范围 想要寻找落单的一族神奇据点 又是十年时间过去 第620年 经过你二十余年的探索 终于找到了两处合适的一族据点 其中一处一族据点 内有一尊一级神奇 三尊二级神奇 而且方圆亿万里之内 并无其他一级神奇存在 这对你来说 是绝佳的埋伏地点 之后 你又花了三年时间 探查这处据点之内 一级神奇的实力 防御布置等 你的运气十分不错 这处据点内 是一尊赤铜神奇 出入一级神奇 实力远不如你 于是 你开始了狩猎行动 你提前在这处据点附近 布置下屏蔽阵法 以便于减弱战斗波动 随后 独自进入据点之中 开始大范围屠杀 满天的剑气 如割草般 扫荡着据点那一族的生命 数万一族神明 数十头一族神奇很快 被你屠杀一空 据点之内 很快便只剩下了那一级神奇 以及三尊二级神奇 这四尊一族开始反击 而你选择的战略 是先击杀二级神奇 再腾出手 全力袭杀一级神奇 你以一敌四 花了一个时辰 将三尊二级神奇斩杀 陷入一对一的战斗之中 你开始全力对付这一级神奇 这赤童神奇 实力比之红月差距太大 杀戮法则刚刚迈入第六境 而各种神通的威力 也差距很多 更重要的是 赤童神奇拥有本体 你能够轻易将其击伤 之后 便是漫长的拉锯战 你凭借先知先觉的优势 对于赤童一族手段 多有了解 这一战 持续了六个月的时间 最终 你凭借阴阳五行灵暴数 顺利将其斩杀 将这处据点剿灭后 你迅速收集血肉精华 将据点内的天才地宝 扫荡一空 之后 你远遁百万里 离开了这处据点 半年之后 其他一族神奇 发现了这处据点的异常 派出一族前来查看 而你早就逃之夭夭 进入了隐蔽的洞府之内 开始修行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陷入了沉思 下界五大狱 毕竟还是人族的主场 一族分布的较为零散 因此难以支援 但在第八重天中 一族分布密集 若是多名一级神奇联合起来 哪怕是我也会陷入苦战 甚至被击杀 因此 必须寻找据点偏远的一级神奇 逐个击破 顿了顿 苏醒接着到 除此之外 二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虽不如一级神奇 但也是顶尖的天才地宝 若是大量服用 对我修行大巫断体绝 亦有帮助 因此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下 二级神奇 应当为主要猎杀目标 一级神奇看情况猎杀 哪怕猎杀二级神奇 其据点内的天才地宝 对我修行亦有大用处 两处一族据点 若是相隔只有数千万里 一年甚至数个月内 就能支援到 因此 采取游击战的方式 打一枪换一地 才比较安全 苏醒复盘了一番 自己猎杀一级神奇的情况 也总算了解了 为何天机阁主等强者 会选择采取游击战方式 第八重天中 一族分布密集 而人族数量很少 却都是强者 采取高机动性的干扰 和单点猎杀 的确是最好的方式 嗯 之后就采取这个计划 且先看看 剿灭一级神奇据点后 带来的收获 足够我修炼多久吧 苏醒目前 实力毕竟有限 但随着苏醒实力不断提升 剿灭一族 也会更轻松一些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623年 你进入了罗天境内 并开始修行 转眼间 外界70多年过去 罗天境内过去了近800年 第700年 血肉精华和气血类 天才地宝耗镜 你顺利出关 体内天元神术接近13丈 你的修为 距离太乙金仙一重后期 也越来越近 剿灭一处一级神奇据点的收获 足够你修行80余年 于是 接下来数百年 你开始采取游击战术 猎杀一族神奇 转眼间 500年时间过去 第1200年 500年间 你供猎杀一级神奇两尊 二级神奇30余尊 而近500年的修行 也让你体内的天元神术 成长至17丈 几乎每百年 就能生长一丈 而你的修为 距离太乙金仙一重后期 也仅有一步之遥 可随着时间推移 数百年来的猎杀 一族之中 也开始流传起你的传闻 越来越多的一族提前准备 不但汇聚起来 防止你单独猎杀 甚至还有数名一级神奇联合 在寻找你的踪迹 不过 好在你善于空间之道 又有因果命运大道 助你屏蔽契机 因此尚未被发现 如此 又是300年时间过去 第1500年 过去的300年间 你又顺利猎杀了一尊一级神奇 可当时遭遇埋伏 身受重伤 才杀出一条生路 不知不觉间 进入第八重天 已经一千多年 但在辽阔的第八重天中 你并未找到天机阁主等人族的踪迹 这一年 你体内天元神术 成长至19丈 修为也正式突破至太乙金仙一重后期 百年来 猎杀一族一级神奇 越来越困难 修为进展缓慢 在此情况下 你决定变化为猎魔马甲身份 第1500年 你变化为猎魔马甲 很快 你的存在 引起了一族大军的注意 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你 重新回到一族视线中 很快 你被派遣到了下界天机狱中 接下来百年时间 你在天机狱内培育猎魔 积累信徒 第1600年 红月找到了你 他和二代红月的博弈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红月想要吞噬二代红月 一窥主宰之境 而二代红月亦是此等想法 你之前从两代红月手中收取好处费 却并不打算办事 你置身事外 继续培育信徒 直到第2000年 你手下数百猎魔使徒 亿万猎魔信徒 暂时人数达到上限 短时间内难以继续繁育 于是 你开始积累信仰之力 第2300年 你所在的一处据点遭到白帝的袭击 整个世界内 我信你提前知道了这一点 逃之夭夭 接下来两百年间 那种不祥的预感语法强烈 而天机狱在异族的入侵下 也节节败退 直到第2500年 恶难解体的效果越来越强 而你预感到 自己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刺杀 你将信仰之力尽数用尽 你对空间法则的掌握度迅速提升 数个月后 天魔将带领部分人族猎杀异族 这一战相当惨烈 陶龙主神亲自出马 和天魔将展开大战 战斗结果你并不知晓 因为战争之中 你死于两尊太乙金仙联手刺杀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并未急着选取奖励 而是开始反思 这次模拟的得失前 400年时间 是苏醒推演出的最佳模板 与青云子交易 收集气血类天才地宝 前去取得罗天黑珠 虽然无法借助天机格的力量 但苏醒毕竟省下数百年时间 用来探索第八重天 而取得罗天黑珠后 苏醒也能开始尝试 融合罗天剑 之后 二百多年的沉浸式模拟 也是必须的 之后 或可在第八重天中 进行沉浸式模拟 事半功倍 苏醒难难到 而400年之后 就是对于第八重天的探索 以及修行的时间了 断魂草的位置已经知晓 只不过 我暂且实力不足 难以取得 而第八重天中 大量的高阶翼族 能提供血肉精华 各种培育亿万年的天才地宝 对于我而言大有用处 虽然危险了一些 但持续千年的修行 成长迅速 顿了顿 苏醒接着到 第1500年后 难以狩猎一族 变化为猎魔马甲 也在预料之内 两代红月之间的斗争 恐怕必有一死 毕竟 这关乎主宰之境 苏醒眉头紧锁 模拟中的他 变化为猎魔马甲后 自然不关心两代红月斗争 但若是现实之中 苏醒就不得不注意起来了 若真给某一代红月 顺利吞噬 晋升主宰之境 那人族 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 不过好在 这两代红月 都不是省油的灯 应该没那么容易分出胜负 若是情况允许 或许我还能天上一把火 让他们两败俱伤 最后 2300年和2500年的时间节点 若是提前准备 或可避免死亡 苏醒闭目覆盘一番 确定没有一遗漏之处后 目光看向此次模拟的奖励 祖乌 红色天赋 售价100点能量本源 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体内天元神术高十九丈 生命 气血 犹如大日一般炽热 售价2400万能量本源 太乙金仙 一重后期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规划世界秘法 圆满 距离圆满以不原以 蕴含规划世界 纳入灵域的效果 彻底掌握后 可尝试规划一整个小世界 售价300万能量本源 深河世界秘法 圆满 距离圆满以不原以 由上古大罗金仙 尤其是获得巫祖天赋后 大乌断体绝的成长 更是堪称迅猛 仅仅一次模拟 短短千年时间 大乌断体绝变大有精进 天元神术成长了足足巴掌 近乎翻倍 规划世界 深河世界的秘法 也终于提升至圆满境界 之后可以尝试深河小世界了 苏醒微微点头 这五项奖励 苏醒毫无疑问 全都想要我选择带出 苏醒默念道 丁 恭喜您带出红色天赋祖屋 圣余能量本源 6亿1229万6237点 恭喜您带出太乙精先修为 圣余能量本源 6亿1229万6235点 恭喜您带出大乌断体绝修行成果 圣余能量本源 5亿8829万6235点 恭喜您带出规划世界秘法 圆满 圣余能量本源 5亿8499万6235点 恭喜您带出身和世界秘法 圆满 圣余能量本源 5亿8199万6235点 接连五道提示音落下 苏醒微微闭眼 接受记忆和修为反馈 练气修为 从太乙精先一重中期到后期 变化并不算大 但也是寻常太乙精先 数十万年的积累 而大乌断体绝的成长 体内原力之数 从11丈增长至18丈 才是巨大提升 苏醒能够敏锐察觉到 自己那恐怖的恢复力 再次提升了两成左右 两种灵域修行的秘法 也被苏醒圆满掌握 长输一口气 苏醒缓缓睁开双眼 满足道 难怪大乌断体绝第七层巅峰 号称滴血重生 将比进整个世界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按照这个速度 十几次模拟内 就能将大乌断体绝修至第七层小成 体内原力之数超过百丈了 苏醒对这一次模拟的实力增长 甚是满意 在如今的境界下 还有这一等成长 已经算是极为不错了 眼下 我还有五次模拟机会 接近六亿能量本源 先用上四次模拟 让我的修为再提升一番 说吧 苏醒一鼓作气 开始了连续模拟 每一次模拟 苏醒所采用的策略大致相同 和青云子交易 积攒天才地宝 前往天魔域 取得罗天黑珠 并在第一百年之后 抵达第八重天 开始沉浸式模拟 唯一不同的是 第八重天之中 法则感悟更甚于第七重天 苏醒数次模拟之后 找到了合适的闭关感悟之地 参悟大道事半功倍 之后 便是猎杀一族的一级神奇 取得血肉精华 并在1500年后 化身猎魔马甲 提升信仰之力 在接连的模拟中 苏醒的实力也不断提升 在苏醒的计划之下 第205次 206次 207次 208次模拟顺利结束 一连进行了四次模拟 苏醒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主要还是沉浸式模拟 连续参悟大道上千年 对苏醒来说 还是有些费神的 不过 取得的进步 也是巨大的 苏醒眼神微亮 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修为 他已精线二重中期 大巫断体诀第七层入门 原力之数五十丈 经历四次模拟之后 苏醒的炼气 炼体修为 皆有所突破 唯一可惜的是 空间之道距离第六境小城 还有一段距离 呼 不过信仰之力荡真玄妙 猎魔马甲的空间法则 即将迈入第六境小城 在罗天祖师的指点下 也可以尝试第一次规划小世界了 还剩下最后一次模拟机会 第209次模拟 也是时候开始了 在正式开始模拟前 苏醒习惯性的复盘和计划了一番 四次模拟 修为提升不少 共计花费接近两亿能量本源 苏醒手头上的能量本源 还有三亿八千八百五十九万 六千二百零三点 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回到空无界 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 模拟机会自然不能浪费了 毕竟每一次离开空无界 都需要一些理由 变化为本尊修行 才能收益最大化 面板上最多能储存五次模拟机会 意味着最多一个半月 我就要外出变化为本尊 进行模拟 苏醒琢磨了一番 觉得这也不是难事 毕竟他这半年来 和各个异族神奇之间 都有合作沟通 离开空无界也算寻常 不会被看出什么破绽 呼 先开始模拟吧 苏醒目光微动 默念道 开始模拟 第209次模拟开启 目前剩余能量本源 三亿八千八百五十九万 六千二百零三点 剩余模拟次数零次 模拟开始 抽取天赋 需花费一点能量本源 是否抽取 是 叮 恭喜您抽取金色天赋 玄鸟神体 下次抽取金色天赋概率为80% 红色天赋概率为20% 玄鸟神体 金色天赋 修仙界百大神体之一 传承自远古时期 神兽天命玄鸟血脉 拥有该天赋后 气韵 体质 速度 皆微弱幅度提升 苏醒看了一眼新天赋 微微点头 玄鸟神体 是个不错的天赋 不过 随着苏醒的体质 天赋 越来越变态 金色天赋 能够给苏醒带来的提升 已经到了微弱级别 要想有不俗的提升 起码也需要红色天赋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先准备模拟吧 苏醒难难道 之前经历四次模拟后 苏醒已经可以正式开始规划小世界 这意味着 苏醒的灵域可以朝着仙玉晋升了 苏醒此次就想要试试 仙玉对如今的他而言 有多大的提升 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请选择喜加一天赋 我选择加持大气晚成天赋 灵天动天中 你意识到了 自己正在模拟 你来到了蓝星附近 想要寻找机会 看能否将蓝星规划入自己的灵域之中 但可惜 无尽深渊之中 红月依旧虎视眈眈 耐星等待了数个月后 你知晓无从下手 而红月的实力越来越强 你只能离开 你前往了青云宗 和青云子顺利达成交易 接下来数年间 你开始寻找青云域内的螺天传承 同时寻找适合规划的小世界 三千世界之中 疆域无穷 各种小世界不计其数 其中大部分小世界都拥有生灵 以及修真文明 经过你的不断搜寻 你寻找到了一处初诞生的小世界 这处小世界诞生仅仅数百万年 已经有了完整的大道法则 诞生了微弱灵气 并拥有各类灵兽生存 并且 这一处小世界中 没有修真文明痕迹 极为适合规划 于是 你来到了这处小世界 将自身灵域完全释放 并启动了秘书 在你的感应之中 小世界内每一株花草树木 山川河流 甚至于每一个生灵 都与你心灵相通 你按照世界规划之法 将这处小世界 缓缓纳入自己的灵域之中 你所拥有的灵域 开始逐渐和这处小世界 合二为一 整个过程 是十分漫长的 转眼间 三百年时间过去 第三百二十年 当你再次观摩自身的灵域之后 发现了其巨大的变化 灵域范围 由原本的十万里 直接增长到二十二万里 这是 这一处小世界的大小 而与此同时 这一处小世界 也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成为了你灵域的一部分 包括这处小世界中的 每一株树木花草 每一个生灵 都原封不动地 进入了你的灵域之中 不 此刻随着你灵域的巨大提升 已经真正迈入了仙域级别 开启仙域 你能让这处小世界的伟力 气韵 加持于己身 你对于大道法则的感悟 开始暴涨 在仙域状态的加持下 你的空间之道 直接达到第六境小城级别 你开始观摩自己的仙域之内 所有生灵的情况 于整个仙域内的生灵而言 他们并没有感知到多少变化 依旧按照原本的轨迹生活 但你却能消耗法力和代价 轻易改变小世界的地貌 河流 心中一栋 土之大道释放 一座万丈高的大山拔地而起 水之大道释放 山川 海洋出现在了淋浴之中 在这片空间内 你一如造物主般 无所不能 你对此神识满意 又花了数十年时间 适应了这一过程 直到第三百五十年 你离开了清源域 前往了天魔域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着微微皱眉 这时间未免太久了 苏醒的想法是 将整个蓝星 规划为自己小世界的一部分 蓝星的面积 和这一处小世界差不多大 那么也起码需要三百年时间不成 不对 毕竟我这只是初次规划小世界 耗费的时间难免会多一些 随着我规划的小世界越来越多 自身仙玉越来越强 应该时间还会大幅度缩减 仙玉 对我的提升提升也不容小觑 在世界之力的加持下 空间之道直接能提升一个小境界 若是我愿意 这股力量也可以加持在剑之大道 五行大道任意一条大道上 苏醒目光微亮 第六境入门道 第六境小城 虽然只是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但释放神通 大道感悟的差距足有一倍 因此 只要苏醒释放仙玉 神通的威力便能瞬间增加一倍 则则 不愧是罗天祖师的成名绝技 这仙玉果然不同反响 苏醒微微点头 流灵界演化为仙玉 苏醒的灵玉增幅算是有了质的提升 灵玉范围直接提升至二十二万里 足足提升了一倍还要多 当初 剑仙白帝拥有的灵玉范围 也不过十多万里 甚至还不如如今的我了 在灵玉一道上的造诣 我已原超过了白帝 苏醒心中微动 虽然是因为白帝自身不善灵玉之道 但苏醒在灵玉一道上的资质和造诣 都算得上是不俗了 毕竟仙玉 恐怕是只有大罗金仙才能掌握的力量 而苏醒 刚刚迈入太乙金仙不久 就拥有了如此力量 如何能不兴奋 不过在高兴之余 苏醒也有些担忧 规划一处小世界 让自身灵玉直接提升到二十二万里 究竟需要花费多少能量本源 而且灵玉规划的小世界 是否有上限 能否无限制增长 苏醒心中疑惑 破入新的境界后 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好在 可以去问问罗天祖师 作为灵玉一道的登峰造极者 他应该是知晓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想要先去天魔玉接收罗天黑猪了 第360年 你顺利抵达了天魔玉 并取得了罗天黑猪 你激活罗天黑猪 向罗天祖师询问灵玉修行之道 罗天祖师惊诧于你 对灵玉一道的造诣 居然已经规划了第一个小世界 惊异之余 罗天祖师也开始向你传授 接下来的灵玉修行之法 对于灵玉之道而言 规划第一个小世界是最为困难的 因此 罗天祖师开创了灵玉秘法 就是为了更好的规划第一个小世界 而当你一个小世界顺利规划之后 便彻底形成了仙玉 拥有借助世界之力的手段 此后 便需要为火天星一般 将其他世界的一部分 逐渐规划入这一处小世界之中 之后的规划进程速度 则百倍缩减 直到遇见第一个瓶颈 需要突破瓶颈 方能继续规划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 需要数万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将仙玉范围提升至小千世界大小 再之后 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 随着仙玉范围的不断扩大 灵域的效果逐渐提升 罗天祖师向你传授了不少 修行仙玉之法 你利用流影时 一一记录下来 之后 你询问罗天祖师 第一个小世界的选择 是否有差异 罗天祖师告知你 并未有太多差异 因为第一个小世界只是基础 往后续不断扩大 当仙玉的范围不断扩大后 无论是第一个世界 还是之后扩展的 都会是最终仙玉的一部分 同时 罗天祖师还告知你 仙玉范围的提升 和神识 修为 体魄 空间之道感悟 等息息相关 若想要仙玉足够庞大 就需要更强的神识 足以笼罩整片仙玉 更强的修为 大道感悟 也能减少修行仙玉的强度 两者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 可以寻找富饶的小世界 规划入自己的仙玉之中 仙玉越富饶 对于修饰而言 能够调动的资源也就越多 罗天祖师为你传授了 诸多灵域修行经验 你一一记录下来 第370年 你离开了天魔狱 前往了第8重天 现实世界 苏醒看到 这若有所思 第一处小世界的抉择 并无太大影响 毕竟之后若有需要 再规划其他世界便是 不过 对我而言 现实中规划世界 所需的时间太多了 哪怕之后规划世界 时间百倍缩减 想要规划蓝星 也需要两三年时间 顿了顿 苏醒接着道 不过随着灵域增强 再加上蓝星为罗天界一部分 我身怀罗天境 规划速度或许会稍快一些 至于 选择富饶的小世界规划 对我来说 意义应该不大 毕竟 现实中规划世界 所需的时间太多 苏醒不可能将时间浪费在这其中 而越是富饶的世界 拥有的矿藏等越多 自然带出所需的能量本源 也就越多 这也是苏醒之所以选择一处 刚诞生不久的小世界原因 因为其中矿脉较少 只有普通矿石和生灵 灵气也刚刚诞生 自然所需的能量本源也更少 至于缺少的灵气 灵值乃至于矿脉 苏醒都可以慢慢弥补 小世界 直径不过数万里 至数十万里不等 无论是面积 还是生灵强度都很低 因此规划较为容易 但哪怕是最小的小千世界 范围又何止百万里 想要将灵域从小世界大小 提升至小千世界 恐怕需要十多次吞噬都不止 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了 虽然付出的代价不小 但灵域的效果 苏醒是体会到了 能让第六境的大道之力 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 绝对算是不错了 之后 或可缓慢规划那些平级的小世界 或者世界碎片 付出最小的代价 以提升仙域面积 苏醒如此想到 至于这次模拟 还是到了继续沉浸式模拟的时候了 苏醒默念道 使用沉浸式模拟 持续时间274年 丁 剩余能量本源 3亿88496203点 提示因落下 苏醒意识进入模拟世界 很快 二百多年的沉浸式模拟结束 苏醒意识回归 灵天动天中 苏醒缓缓睁开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第八重天 仓物大道速度果然快上不少 距离空间之道 第六境小城越来越近了 接下来 便在第八重天中 继续提升实力吧 苏醒目光看向模拟面板 第645年 你闭关结束 开始修行 猎杀一族收取血肉精华 探索宝地 获得气血类天才地宝 你的修为稳定提升 转眼间 近千年时间过去 第1600年 你体内元力之数达到56张 修为也接近 太乙金仙二重后期 而随着你近千年 在第八重天中的猎杀 异族的防守 也做得愈发充分 难以猎杀一级神奇后 你获得的血肉精华越来越少 实力提升 也变得缓慢下来 这一年 你按照计划变化为猎魔神奇 往后数百年 你前往天机域 积蓄信徒 第2100年 信徒数量足够 你开始积累信仰之力 第2600年 你用尽信仰之力 尽数提升空间法则 你对于空间法则的掌握 终于突破了门槛 达到第六境小城 你凭借着之前魔你的经验 躲过第2300年 和2500年的劫难 第2700年 白帝和天魔 将率领人族大军 发起了最后的反扑 这一年 人族所有的疆域 只剩下了天机界附近的 上百处小事件 你凭借着先知先觉优势 避免了这一次猎杀 成功活了下来 直到第2800年 苍狼界中 韬龙主神和图纳主神坐镇 更拥有十余位一级神奇 你在这处世界之中 本应该安全无比 然而 你却知晓 这一年 你将会死亡 预期的日子很快到来 一束白光降落在了这个世界 巨大的光芒 划分了整个苍狼界 如同黑夜与白昼的明显划分 包括你在内的十余位一级神奇 毫无反抗之力地死了 临死之前 你看到了韬龙主神 和图纳主神的挣扎 你看到了 被那束光芒击中后 星球般大小的韬龙 被斩成了两半 没有后续 你死了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模拟结束之后 苏醒看着眼前的文字 若有所思 第2800年 又死了吗 上一次模拟 在苏醒化为猎魔之后 也是死于这一道光树之下 当时的苏醒 毫无反抗之力 甚至不知道 猎杀他的源头 来自于何处 而这一次 苏醒躲在了苍狼界 一处拥有主神镇守的大本营中 可就连韬龙和图纳主神 都毫无抵抗之力 所以 这是超越大罗金仙的力量 苏醒很快想到了什么 眼前一亮道 天机阁主 正到成圣了 苏醒能够想到的变数 只有这一种了 可惜 太晚了一些 人族付出的代价 太大了 3000世界 99%的人族都被灭绝了 只剩下最后那百余座世界 而异族一方 也不是没有圣人级的战力 苏醒眼神凝重 想到了异族之中 那被称为伟大存在的主宰竞强者 胜父 由未可知 即便天机阁主成圣 也太晚了一些 2800年后 人族几乎被灭组了 这时候出现一尊圣人 能够力挽狂澜吗 苏醒微微摇头 他并不看好 哪怕天机阁主精彩艳艳 在最终关头成了圣人 也不过是为人族苟延残喘罢了 一族之中 不但已经有主宰竞存在 比天机阁主底蕴更深厚 而且 两代红月之间的战斗 很有可能会催化出一位死亡主宰 要么 是一代红月 吞噬二代红月 完善自身的死亡法则 晋升主宰境 要么 是二代红月获胜 从一代红月身上 窃取死亡法则 从而成为主宰 无论是哪种结果 对人族都太不利了 况且 按照现实情况发展下去 人族可不一定能撑到2800年 苏醒微微摇头 在他恶难解体的帮助下 人族坚守至2800年 若是苏醒不变化为猎魔马甲身份 人族最多也就能坚持到2500年了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天机阁主身上 还是需要自身实力啊 苏醒目光坚定 不过 最终那崔库拉朽般 灭掉苍狼界的光束 的确说明了圣人的战力 比之大罗金先要高出太多 苏醒难难道 此次模拟 灵狱也终于更进一步 且先看看此次收获吧 苏醒目光 看向奖励列表 玄鸟神体 金色天赋 售价10点能量本源 大巫断体 绝修行成果 体内天元神术高56丈 生命 气血 状如大日一般炽热 售价1800万能量本源 太以惊鲜二重中期修为 售价一点能量本源 世界之力 灵狱 小世界 灵狱一道 迈入先狱之境 世界伪力 归于自身 借助灵狱内的世界之力 可短暂提升大道感悟 目前灵狱范围22万里 可使第六经大道感悟 提升一个小境界 售价1亿9876万能量本源 灵狱范围价值1亿2000万能量本源 小世界总价值 7876万能量本源 看着眼前的四个奖励 苏醒目光落在了最后一项上 世界之力 灵狱 卧槽 居然要接近两亿能量本源吗 太贵了吧 苏醒有想过 灵狱的修行成果 势必会非常昂贵 但却没想到会这么贵 多出了12万里的灵狱范围 平均1万里 价值1000万能量本源 加起来就是1亿2000万了 至于 小世界的价格 苏醒庆幸 自己选择的是一个相对平级的小世界 若是一个昂贵的小世界 恐怕会耗费更多的能量本源 呼 两亿的价格 的确有些贵了 不过灵狱这么强的战力神通 不可能不学习 无论是为了增强战力 还是为了未来规划蓝星 苏醒都得付出这一笔能量本源 没有太多犹豫 苏醒将四项奖励全部带出 冰 恭喜您带出金色天赋 玄鸟神体 剩余能量本源 3亿8849万6192点 恭喜您带出太乙金鲜修为 剩余能量本源 3亿8849万6190点 恭喜您带出大乌断体诀修行成果 剩余能量本源 3亿7049万6190点 恭喜您带出世界之力 灵狱 小世界 剩余能量本源 1亿7173万6190点 接连提示音落下 苏醒身上发生了某种玄妙的变化 练其修为 只是略有精进 甚至依旧停留在太乙金鲜二重中期 只是距离后期已经不远了 进步较大的 依然是大乌断体诀 体内天元神术已经56张 距离小乘境界的百丈高度 已经不远 当然 最让苏醒期待的是灵狱的巨大进展 只见苏醒所在的灵天洞天 范围急速膨胀 仅仅一刻钟时间 便从十万里增长到了二十二万里 面积扩大了数倍不止 伴随着一处完整的小世界 融入灵狱之中 苏醒感觉到灵狱之内多出了许多生灵 心中一动 万丈高峰原地拔起 万里大疆出现在陆地之上 在这灵狱之内 苏醒仿佛万能的造物主 能够随意变化世界中的地形 就连大道感悟的消耗 也便弱了不少吗 苏醒深吸一口气 尝试使用灵狱的全部威力 心中一动 整个灵狱 二十二万里范围 已经算得上 是一个比较大的小世界了 而随着世界之力的加深 苏醒对于空间大道的感悟 也轻松突破了 瓶颈第六境小城的空间大道 虽然只是一个小境界的提升 但苏醒感觉到 自己对于空间之道的掌握 提升了接近一倍 全力以赴状态下 能轻易踏破虚空 瞬息之间穿过数千万里 大道感悟 越往上 哪怕只是小境界的差距 也是相距甚远啊 苏醒略有感叹道 唯一可惜的是 这只是借助灵狱的力量 暂时提升大道感悟 并非永久 能持续的也就只有一刻钟时间 苏醒感应了一下 在这种大道加持状态下 只能持续短短的一刻钟 当然 这也是因为苏醒的灵狱 刚刚突破至仙狱层次 世界范围不够 世界之力不够 等灵狱范围在成长之后 大道感悟的提升会恐怖许多 呼 仅仅这暂时的提升 也不容小觑了 而且不仅空间大道 五行 因果命运大道 在世界之力的加持下 都能暂时提升一个小境界 苏醒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世界之力加持的时间内 苏醒最强的攻法手段 起码能提升五成以上 实力提升的舒爽之余 苏醒也不免有些担忧地 看向模拟面板 能量本源只剩下一亿七千万出头 模拟次数也耗尽了 苏醒摸了摸下巴 模拟次数对苏醒来说不是问题 平均一周多出一次 苏醒接下来几年内 起码拥有二三百次模拟机会 但能量本源即将见底 苏醒就不得不重视了 太乙精仙境 每一层炼气修为的提升 都需要足足一亿能量本源 这点能量本源 最多也就够我提升至太乙精仙三重巅峰 甚至不够突破至太乙中期 不过 用来提升大乌断体觉的话 倒是足够达到第七层小成 但无论是大乌断体觉 和炼气修为的小境界突破 都不足以让苏醒的实力之变 所以 搞钱啊 还是要赚钱 要赚取更多的能量本源才对 苏醒深吸一口气 打入异族内部后 获取能量本源的速度 诚然快了不少 但对比境界提升后 每日聚增的能量发挥 还是有些不太够看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 接下来一年内 异族神奇给的礼物 最多也就价值一两亿能量本源 远远不够看啊 苏醒算了算 按照他现在的进度 练气修为 在二十次模拟之后 应该能勉强破入太乙中期 那就是两亿能量本源的花费了 而大乌断体觉的进步更加明显 两个月时间 破入第七层小城不难 如此 又是接近两亿能量本源的花费 再加上提升灵域 大道感悟 等等花销 能量本源完全不够了开源 必须开源啊 苏醒迅速思索着 能够从一族手中 再捞到多少好处 两年半之内 红月娜还有一笔能量本源 价值在五亿左右 更重要的是二代红月娜雅 足足三十亿能量本源 若是能提前到手就好了 苏醒若有所思 若是能够提前计划 两代红月之间的矛盾 或许 苏醒能够从两代红月手中 获取更多的能量本源 除此之外 一族的那些神奇手中 也还有更多的血肉精华能够骗取 苏醒苦思冥想之下 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拍卖低等猎魔 对啊 我完全能够提前画饼 将低等猎魔打包 卖给那些猎魔神奇啊 苏醒眼前一亮 思索这一计划的可行性 首先 那些想结交 讨好苏醒的猎魔神奇 大都身价颇丰 基本都是 率领某个小军团 手下不少二级 三级神奇 神明级手下 更是不计其数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讨好苏醒 为的不就是得到 更多猎魔炮灰吗 一百万猎魔炮灰 就足够覆盖 入侵一座小世界的炮灰消耗 一千万猎魔炮灰 可以让那些军团 入侵一座小千世界 而一亿猎魔炮灰 攻打一座 中千世界百年也足够了 想到这 苏醒的眼睛越来越亮 我不但要卖低等猎魔炮灰 还要卖统领级猎魔 甚至神明级猎魔 一百万猎魔炮灰 换取价值一百万的能量本源 不过分吧 一尊猎魔神明 直接换取一千万能量本源 不过分吧 苏醒深吸一口气 发财大忌 已然初见雏形 我完全可以给那些 一族神奇的画饼 只要他们给我能量本源 未来百年内 就能提前供应给他们猎魔炮灰 只要我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百年内十亿猎魔炮灰轻而易举 甚至能够在短时间内 筹集到十数亿的能量本源 至于百年期限到达 都说了是画饼了 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将自己的计划反复推演一番 确定并无什么缺陷后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半个月时间 便准备先返回空无界吧 想到这 苏醒脚踏虚空 不断穿梭空间 朝着空无界的方向赶去 半个月后 苏醒距离空无界的距离 已经不远 而此刻 苏醒手中心积累了两次模拟机会 在返回空无界之前 自然是要将模拟机会用尽的 于是 苏醒接连开启了第210次 和第211次模拟两次模拟之后 苏醒取得的收获也是不少 大无断体绝更进一步 体内的原力之数成长至65丈 练气修为 也达到了太乙金仙二重后期 同时 苏醒开始尝试规划罗天界 领域范围也增长了1万里 达到了23万里 空间之道 距离第六镜小城越来越近 而猎魔马甲 对空间法则的掌握 也稳定朝着第六镜大城推进 唯一可惜的是 模拟还是未能超过2800年 在那恐怖的白光神通下 苏醒毫无还手之力 因为练气修为尚未突破 两次模拟苏醒 只花费了数千万能量本源 剩余的能量本源为 1亿3150万5679点 呼 连续两次模拟 实力又有所精进了 如今的我 算是勉强拥有太乙真人实力 苏醒感应了一番体内的力量 甚是满意 也是时候 回归空无界 开始计划了 苏醒心中一动 变化为猎魔马甲身份 随后朝着空无界赶去 一日之后 苏醒抵达了空无界 也找到了那尊魅魔神奇 阿牧妹 我想要联系一下 那些友好的一级神奇们 还请你帮我宣布一则消息 这尊魅魔神奇听后心中稍有疑惑 但还是道 尊敬的猎魔之主 有何需求您尽管吩咐 我会按照你的要求 将消息传达到其他一级神奇手中 苏醒也不含糊 直接道 一月之后 我将宴请宾客 在空无界开启一场拍卖会 而拍卖会的内容是 苏醒将自己拍卖猎魔的计划 和魅魔神奇说了一番 当然 自己最终会跑路的事情 苏醒是绝对不可能说的 魅魔阿牧每听后甚是吃惊 娇艳的红唇微微张开 甚至能吞下一整颗茄子 最终 魅魔神奇还是道 尊敬的猎魔之主 您的要求 我会尽快传达给其他一级神奇口中 相比那些军团掌门 对此会很感兴趣 很快 苏醒将拍卖猎魔炮灰的消息 就如同潮水一般 传到了数十位一级神奇耳中 一月之后 空无界 某处异族据典之中 临时搭建起了一座 类似于人族拍卖会的高台 而苏醒此刻 站在拍卖会的高台之上 拍卖台下方 则是数十位强大的一级神奇 数百位二级神奇 如此多的一族神奇汇聚一堂 恐怕唯有覆灭大千世界之战时 才能看到了 当然 这一次苏醒以利诱之 将这些一族神奇们聚集起来 自然是为了赚一票大的 嗨嗨 各位同族 今天我邀请大家同来 是为了增长我一族实力 更是为了振兴我族 早日入侵人族世界 我族虽强 但人族亦不是面团捏的 想必在战争之中 各位同胞手下的精锐 多有战死 这时候 就需要更多的炮灰了 而今天 我就是为了避免精锐战死 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炮灰 苏醒侃侃而谈 言语中 一副为一族考虑的语气 想要激起这些一级神奇们的欲望 但这些一级神奇们 哪个不是活了数百万年 大风大浪剑多了 仅凭苏醒的空口白话 很难让他们心动 于是 苏醒也不墨迹 直接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高台前的一处空地上 一万头刚刚成年的低等猎魔 仅仅有铸击七十例 在一族大军中 算是炮灰中的炮灰 高台之下 数百尊异族神奇 饶有兴趣地看着 想要看看 苏醒卖的什么关子 嗨嗨 苏醒清了清嗓子 道 无 是伟大母神所选取的天选异族 而母神 亦赐予了我强大的力量 而我的第一个力量 便是强化裂魔 说吧 苏醒伸手一挥 点点信仰之力 如同星光般 洒在这一万裂魔炮灰之中 很快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仅仅片刻时间 下方的一万裂魔炮灰 便发生了巨大变化 身躯 肉眼可见地强壮起来 所有裂魔的体型 更是大了一圈 这种进化 持续了大约一刻钟时间 所有的异族神奇 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一万裂魔炮灰 原本这一万裂魔炮灰 相当于人族筑基7水平 而在苏醒的加持之下 片刻时间内 直接拥有了金丹7实力 也就是 相当于异族中的 宗师甚至天王级 不仅如此 部分较为强壮的裂魔炮灰 甚至拥有了堪比武皇 和传奇裂魔的实力 须知 传奇裂魔 在裂魔炮灰中 已然算是统领级别 能够统帅裂魔大军战斗了 苏醒使用完信仰之力后 扫了一圈拍卖台下 看着下方异族神奇们的反应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嗨嗨 没错 我的第一个能量 能够催化裂魔的成长 让那些原本弱小的炮灰 提升一到两个境界不等 被强化后的裂魔 繁衍并强化出超过十亿精锐裂魔炮灰 苏醒此话一处 下方的异族神奇们 互相对视了几眼 显然 苏醒的这一手 让他们心动了 强化后的裂魔炮灰 对于这些军团掌门 显然又不少的战略价值 当然 前提是数量足够多 数以百万计 看着下方异既神奇们 互相传音 窃窃私语 苏醒知晓 是该继续添一把火了 于是 苏醒挥了挥手 遣退一万裂魔炮灰 只留下了一只 较为强壮的裂魔 紧接着 苏醒深吸一口气 信仰之力凝聚成了 一个硕大的果实 降落在了 那强壮裂魔的身上 下一秒 那裂魔的气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王级 传奇级 圣级 半神 神级 在一种一级神奇惊叉的 目光之中 这尊原本弱小的裂魔 竟见不断拔高 神力不断膨胀 神性不断汇聚 神格迅速凝聚 最终 居然直接变为了 一尊神级裂魔 不 不可能 居然诞生了一尊 新的裂魔神明 高台下方 一些异族神奇们 发出了惊呼 显然 眼前的一幕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须知 至今为止 整个异族之中 存活的神明级裂魔的数量 都只有三四个而已 这其中 甚至还包括 苏醒这个裂魔之主 而眼下 一尊全新的神明裂魔 居然就在他们眼下诞生了 看着高台之下 这些异族神奇们的惊呼 苏醒欲发满意起来 清了清嗓子 苏醒慢悠悠地道 嗨嗨 这是母神赐予我的第二个能力 只要 付出一些代价 我便能催化出一尊真正的神明级裂魔 一尊神明级裂魔 大家想必都知晓 这意味着什么吧 而下方 数百位异族神奇 死死地盯着那一尊神明级裂魔 很显然 他们知晓一头神明级裂魔 巨大的战略价值 甚至比一尊普通的神奇还要高 裂魔 裂魔是一个弱小 自私 卑劣的种族 甚至说是异族之耻也不为过 单体战斗力 堪称垫底存在 更是不听指挥 缺少智慧 在战斗中 往往只能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 承担炮灰作用 但 若是有一个传奇之上的裂魔 便已经能够初步诞生智慧 并能较好的智慧十万数量的裂魔炮灰 此时 裂魔炮灰的 在战场上的作用会大大提升 而若是有圣者级别的裂魔 则能够统领千万裂魔 此时裂魔炮灰的作用将达到恐怖的地步 所谓以多摇死相 也不是虚言 可当裂魔晋升为神明级之后 就真正发生了质变 不但能够在战场上 率领数千万 甚至上亿的裂魔 更能够快速繁育裂魔 使得裂魔延绵不绝 哪怕一战死亡数十万 也不心疼 这也是为何 神明级之上的裂魔 如此宝贵的原因 其战略意义太大了 看到苏醒催化出一尊裂魔神明之后 很快下方的异族神奇们 纷纷议论起来 直到 一尊一级神奇巅峰的赤童异族问道 尊敬的裂魔之主 催化出如此一尊强大的神明裂魔 您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您又能催化出多少只呢 苏醒听后琢磨了一番 道嗨嗨 催化神明级裂魔 给我付出的代价不小 未来十年之内 我最多能催化出十只神明级裂魔 至于普通的强化裂魔 百年之内 我能催化出十亿只 此话一出 下方的异族神奇们 纷纷面露金融 十只裂魔神明 十亿只强化裂魔 这绝对是堪称恐怖的战略价值了 此刻 这些异族神奇们都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而苏醒见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也不卖关子 直接道 然而 我催化裂魔 需要付出本源代价 自是不可能白白送给大家 因此 我将出售未来的裂魔炮灰 所有拍卖出的裂魔炮灰 都将在百年内送到大家手中 顿了顿 苏醒爆出了一个价格 一组裂魔炮灰 数量在百万以上 赠送一只地级裂魔统领 起拍价五百斤真神级别的血肉精华 或者同价值的血肉精华 先到先得 毕竟我百年之内 最多也就催化出十亿只强化裂魔炮灰 苏醒慢悠悠地将拍卖价格爆出 一百万只裂魔炮灰 且全都经过强化 起拍价是五百斤真神血肉精华 也就是五十万能量本源 这价格不算贵 因此 下方的异族神奇们 多少都有些异动 而且 这些异族神奇们 心中都生起了一个念头 这裂魔之主 未免太荒唐了 居然直接拍卖同族 裂魔卑劣贪财的本性 果然一览无余啊 虽然心中有些看不起 苏醒这个异族之主 但这些异族神奇们 表面商业 依旧是那副讨好的表情 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 下方很快有异族神明开始报价 我出五百斤真神血肉精华 一尊二级神奇试探性的喊道 我出五百五十斤 又是一尊二级神奇喊道 我出六百斤 很快 随着一连串的报价 第一笔拍卖 一百万裂魔炮灰 以一千三百斤真神血肉精华的价格卖出 则则 果然无论是人族还是异族 得有竞争啊 拍卖还是比之间卖赚得多 苏醒心中暗喜 一千三百斤真神级血肉精华 相当于一百三十万能量本源了 比苏醒预估的还要高出不少 更何况 苏醒卖的是一张空口支票 需要百年后才能兑现 能有此价值已经很满足了 嗨嗨 下面开启第二笔猎魔炮灰拍卖 数量为二百万 苏醒对着魅魔神奇吩咐了一番 随后便站在高台的一角 静静地打量着台下的一族神奇们 此次拍卖会 苏醒提前一月告知 并且在空无界举行 前来参加的一级神奇就有数十位 更有数百位二级神奇参加 场面不可谓不大嘖嘖 哪怕一尊神奇只买下百万猎魔炮灰 这一次我也赚大了呀 苏醒暗自想到 这一场拍卖会 举行了足足三天的时间 苏醒共拍卖出五亿猎魔炮灰 并承诺在百年内送达 五亿猎魔炮灰 共给苏醒带来了数以十万经济的血肉精华 共价值六亿能量本源出头 参加拍卖会的一族神奇 大约有二百位成功拍下 原本 苏醒以为价格会更高一些 五亿猎魔炮灰 怎么也能卖个七八亿能量本源 但这些参加拍卖会的一族神奇们 也都是人精 知晓不能盲目哄抬价格 按照这个趋势 每个一族神奇 起码也都能拍卖到百万以上的猎魔炮灰 因此 最后两天 猎魔炮灰的价格并不算高 而在这种情况下 苏醒也及时叫停了拍卖会 嗨嗨 各位同胞啊 刚刚收到消息 有不少同胞想来参加拍卖会 但却因为深陷战争之中 无法到来 因此 我决定将拍卖会延期举行 未来一年时间内再举办三场 共计拍卖剩余的五亿猎魔炮灰 这三场之后 我就不会再进行拍卖了 毕竟百年之内 我最多也就催化出十亿猎魔炮灰 苏醒淡淡说道 一副痛心疾首 为一族考虑的模样 而下方的神奇们听后 很快明白了苏醒的前台词 这是要饥饿营销了呀 既然在场的每一尊一族神奇 都能拍卖到 缺少竞争性 那干脆就延期举行 只让小部分神奇能够拍到手 只要竞争一出来 这价格起码还能高个三四成以上 果不其然 苏醒此话一出 下方的神奇们顿时多有为辞 别啊 猎魔之主阁下 我这还没拍到呢 能不能再卖一部分啊 对啊 我刚接下了 入侵一座中千世界的任务 起码需要五百万猎魔炮灰呀 怎么能就这么停了拍卖 可恶啊 早知道刚才就多拍卖一些了 眼前这些猎魔炮灰不再拍卖 下方的异族神奇们顿时一阵心痛 虽然异族强悍 但显然不能完全看出苏醒的花样 他们只懊悔 刚才没有多拍卖一些 然而 面对这些异族神奇们的苦苦哀求 苏醒丝毫没有心软 只是道 第一次拍卖会 到此为止了 刚才买到猎魔炮灰的兄弟们 等会找我 先将血肉精华给我 之后 我会给你们一道印记 凭借此道印记 百年期限一道 可以来空无界 找我要取猎魔炮灰 听到这话后 刚才拍卖到猎魔炮灰的神奇们 顿时心中一喜 提前全款交付血肉精华 但是货物猎魔炮灰 需要百年后才能到手上 这要是在人族商界中 压根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异族没那么多弯弯道道 苏醒作为猎魔之主的信用也是极高 自然这些神奇们都愿意如此 当然 更重要的一点是 百年时间 对于这些神奇们而言 不过是漫长岁月中 打个短的时间罢了 相当于蓝星上买东西 提前付钱 三天后发货 这并无不妥 苏醒看着下方神情各异的神奇们 面露笑容 想必此次拍卖会之后 猎魔炮灰的名声将会更加响亮 之后的拍卖会将更加激烈 而与此同时 空无界之上 某处一空间之中 身形硕大的黑影 张开血盆大口 不停地嚼着黑色圆球 眼中带着一抹疑惑道 弹玉 你说这猎魔之主 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猎魔炮灰的凡玉 明明是族内的重要人物 为何他会直接拍卖 这似乎有些 不合规矩 掏龙之主一边吃着奇特食物 一边盯着眼前光幕中 空无界拍卖会的情况 凭借他的智慧 能知晓苏醒所作 有些过分怪异 但又不知道具体怪在哪里 而一旁 代表七宗最之贪欲的 图纳主神 是异族之中罕见的 拥有极高智慧的神明 此刻 他透过光幕 看着下方拍卖会中的场景 若有所思到 猎魔之主 智慧居然如此之高吗 图纳主神 自然看出了 苏醒举办拍卖会的原因 也看出了 苏醒饥饿营销的套路 但身为高高在上的主神 代号七宗最的强大存在 图纳主神并不在乎 哼 行进的一级神奇 底蕴还是太浅薄了一些啊 他以此种方法拍卖族人 自然是为了获取血肉精华 毕竟有了足够的血肉精华 他也能更快成长 甚至让猎魔一族更加强大 图纳主神稍微算了算 十亿猎魔炮灰 若是全都拍卖出去 那可就是上百万斤 真神级别的血肉精华 对于那些神奇而言 的确是一笔巨大财富了 但对我们而言 还是太少了些 图纳主神淡淡地 看着一旁的韬龙主神 道 就你这每天 需要大量进食的本源 哪个不是价值万斤真神 血肉精华不止 毕竟只是一级神奇 小打小闹罢了 图纳主神琢磨了一番厚道 猎魔之主此举 虽然有逊私的嫌疑 但若是不让他赚取一些利益 如何能全力地 烦于猎魔炮灰呢 猎魔一族 贪才怕死 乃是本性 虽然有些私利 但这一举动 对我们入侵清元玉 有利无害 我们也不用阻止他 一旁的韬龙主神 听到图纳主神的话后 懵懂地点了点头 不善智慧的他 知晓只能听取图纳主神的意见 这也是千万年来 这两尊主神合作的基础 猎魔之主 倒是有些意思 图纳主神暗自想到 其实 除了他刚才所言之外 这图纳主神 也未必没有私心 他看到的 是猎魔之主 在积蓄抵运 也看出了 猎魔之主不但有天赋 而且智慧也不俗 或许无数年后 这猎魔之主 也能成为主神级别的存在 到时候 这一份情意 对图纳主神有利无害 另一边 拍卖会上的苏醒 不知晓自己这疯狂敛财的举动 被两尊主神研究 苏醒轻轻咳嗽两声 开着下方的一族神奇们 估摸着他们手中 应该还有不少能量本源 则则 不将他们手中的 能量本源榨干 实在不舍得呀 苏醒暗道一声 轻了轻嗓子道 嗨嗨 大家安静一下 第一场拍卖会 普通的猎魔炮灰 已经拍卖结束 那么接下来 我将拍卖 猎魔神明 说着 苏醒指了指高台角落中 刚刚被自己催化出的 猎魔神明 众所周知 猎魔神明 在战场上 拥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而每一尊猎魔神明的诞生 都是宝贵的 即便是我 在未来百年时间内 最多也就催化出 三尊猎魔神明 而为了我族的壮大 我将永久地出租 一位猎魔神明的使用权 起拍价 一万斤真神级别的 血肉精华 使得 虽然苏醒说了很多 但下方的一族神奇们 都听出来了 苏醒这是要拍卖神明 一尊猎魔神明 神明 怎么会能够拍卖呢 毕竟 这是真正拥有 独立意志的智慧生物 对于其他一族神明而言 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猎魔一族的特性 意味着低等级的猎魔 是完全听从于 高等级猎魔的 尤其是 由苏醒自己催化出来的 猎魔神明 那是苏醒的使徒 对苏醒是百分之百忠诚 哪怕 苏醒让其为 某个一族军团服务 这猎魔神明 也会赴汤蹈火 随着苏醒的话音落下 下方的神奇们 都罕见地安静了下来 似乎被苏醒 这一举动惊注了 曾几何时 他们也不会相信 如同猎魔神明 这般战略级的存在 会被当成商品拍卖 而现在 却真实地发生了 不过 一万斤真神级别的 血肉精华 价值一千万能量本源 这一巨大的数字 依旧让场下 绝大部分的异族 望而却步 唯有那数十位 一级神奇 有资格进行拍卖而很快 下方的 一尊一级暗影神奇 爆出了价格 一万斤真神血肉精华 随着第一个报价出现 下方数十位 一级神奇 终于争先恐后地 开始报价 一万一千斤 一万三千斤 两万斤 经过一轮激烈的报价之后 价格很快攀升到了 两万八千斤 真神血肉精华 足足两千八百万能量本源 苏醒也没想到 仅仅一尊猎魔神明 比他想象中的价格 还要高出这么多 须知 一尊一级神奇的尸体 全部血肉精华 加起来不过百余金 也就是五千万能量本源罢了 而这一尊猎魔神明 相当于大半具 一级神奇的尸体了 虽然心中已经极为惊喜 但看着下方不再攀升的价格 苏醒还是决定加上一把火 嗨嗨 因为在下实力有限 因此百年内 只会催化三尊猎魔神明 而且 接下来两尊猎魔神明 会在百年之后交付 所以 还请各位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苏醒的意思 显而易见 猎魔神明 真正的荣耀典藏款啊 限量只有三尊 而且 现货就这一个 大家赶紧加钱 果不其然 在苏醒加了一把火后 下方的一族神奇们沉默了一下 很快开始新一轮的报价 三万两千斤 三万五千斤 在苏醒一番添油加醋后 价格继续攀升 直到三万八千斤血肉精华 相当于三千八百万能量本源了 正当苏醒以为 这就是最终报价之后 一道声音 忽然传遍了整个拍卖场 一句完整的易级神奇失身 一句完整的易级神奇失身 听到这个报价之后 苏醒愣住了 下方的一众易级神奇们 也愣住了 所有神奇们 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看向了某个方向 也看到了 一道新出现的身影 身高约莫一丈 翩翩头大如斗 整个脑袋就占据了一般的体型 图纳主神 是贪欲大人 一时之间 在场的数百位神奇们 纷纷朝着那个方向行礼 苏醒也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自己举办的拍卖会 居然还惊动了空无界的两尊主神 是的 韬龙主神也来了 在图纳主神身旁 那宛若山月一般的巨兽 就是韬龙主神变化而成 只见图纳主神身影悬浮于空中 缓缓飘至拍卖会上空道 这一句一级神气的尸身 买你这一尊猎魔神明如何 苏醒听后咽了口口水 七宗最之一的贪欲主神亲自开口 苏醒怎么敢不卖 于是连忙道 自然愿意 能为我足足贡献 是在下的荣幸 说着 苏醒向那猎魔神明下达了命令 这猎魔神明也老实地 跟在图纳主神身旁 图纳主神听后 微微点头 又道 还有暴石 也想买你一尊猎魔神明 出嫁和我一般 如何 眼前一亮 连忙点头答应下来 两尊猎魔神明 那价格可就是一亿能量本源了 显然 一头猎魔神明的价值 是不如一尊一级神气的 但毕竟这一级神气只是尸体 而猎魔神明 可是真正能在战场上发挥大用的 不远处的韬龙主神 听到图纳主神的话后 稍有不渝 毕竟在他脑中 可没有交易一词 想要 强怪便是 但毕竟图纳主神亲口承诺 韬龙主神也不好反对 于是张开大口 一颗水缸般大小的黑色圆珠 落在苏醒身旁 苏醒见后愣了一下 仔细感应一番后 脸色微变 随后施展空间法则 将这黑珠收入一空间之中 两位主神亲自现身 从苏醒手中 买走了两尊猎魔神明 如今 苏醒手中的猎魔神明名额 只剩下了一个 于是 拍卖会的竞争更加积累了 最终 有两位一级神气巅峰的一族联手 以五万六千斤 真神血肉精华的价格 买下了这最后一个名额 至此 苏醒的第一场拍卖会 圆满结束 拍卖会结束之后 苏醒开始收取全额定金 并向征信地给出承诺和契约 这契约没什么束缚力 更多是 苏醒这个猎魔之主 表示自己不会赖账 数日之后 苏醒所在的小世界之中 此刻小世界中的猎魔数量 已经超过了五十万 最多再过小半年 便能达到一百万数额 完成一族给的第一年任务目标 而苏醒 则满心欢喜地 再清算第一批拍卖会的收获 各级血肉精华加起来 超过百万斤 总价值 七亿三千万能量本源 苏醒深吸一口气 平复自己此刻激动的心情 五亿猎魔炮灰名额 加上两尊猎魔神明名额 就卖出七亿多能量本源 这钱实在是太好赚了 甚至于 苏醒压根就没打算 后续放出这些猎魔炮灰 毕竟最多几年之后 苏醒就打算溜之大吉了 则则 早知道能量本源这么好赚 就卖他个百亿猎魔炮灰名额了 苏醒嘴角上扬 半开玩笑地吐槽道 不过他也知晓 十亿猎魔炮灰的名额 差不多就是上限了 再多 以苏醒这个猎魔之主的身份 恐怕不足以驾驭 七亿多能量本源啊 未来一年内模拟所需 恐怕都够了 苏醒甚至满足 看着模拟面板上的数字 剩余能量本源 八亿六千七百五十万四千三百九十六点 足足八亿多能量本源 再次突破了苏醒积累的新高 看着面板上的能量本源 苏醒忽然想到了什么 取出了那一枚硕大的黑猪 这玩意的气息 有些熟悉啊 苏醒眯了眯眼 他从这黑猪之上 感觉到了一种近乎本源的能量 须知 哪怕是一级神奇的血肉精华 也只是接近本源 因此价值极高 但从这黑猪之上 苏醒却直接感觉到了本源的气息 一个猜测出现在苏醒心头 但暂时不能确定 苏醒尝试用模拟器 吸收这枚黑猪 一道提示音出现在苏醒眼前 钉 135万能量本源是否吸收 世界之源 苏醒心中一动 总算明白了这是个什么东西 提示面板上 异化世界之源下 还有一行介绍 异化的世界之源 原本是某个小世界的世界意志化身 为世界之源 经过韬龙异族的加工后 和部分血肉精华柔和而成 为韬龙异族的主要食物来源 蕴含大量能力本源 看着眼前的文字 苏醒脸上露出动容之色 世界之源 血肉精华的结合 这 苏醒细思之下 很快明白图纳主神那一举动的用意 这枚黑猪 蕴含大量本源之力 对于任何一个异族神奇而言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能够迅速提升实力 而图纳主神借花献佛 自然是 看中了苏醒的潜力 对苏醒示好 同理 图纳主神交易的那一尊 一级神奇师身 也是同理 猎魔神明 真的价值五千万能量本源吗 苏醒觉得 大概率是不值的 图纳主神之所以将价格打高 看中的更是背后苏醒这个猎魔之主 有了这一笔情意在 日后的战队之中 苏醒天然是和贪欲 暴失一条战线的 泽泽 不愧是图纳一族的组长 精通命运不算法则 智慧在一族之中的确很高 苏醒略微感叹道 图纳主神这一手阳谋 的确必无可避 不过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苏醒压根就不站在一族这边 更不会履行这些承诺 到头来 这些一级神奇的交易 都将会是打水漂 泽泽 无论如何 到手的能量本源 才是货真价实的 有了这一大笔能量本源 未来一两年内 都没那么紧迫了 苏醒满意地点了点头 顺手将那一枚黑猪 转化为能量本源 至此 苏醒手中的能量本源数量 终于突破了9亿 呼 能量本源足够 接下来又该是实力的 爆发成长期了 下一次拍卖会 将会是在三个月之后 苏醒微微点头 还剩下五一猎魔 能够拍卖未来一年之内 苏醒还会有 相当稳定的能量收入 在苏醒如火如荼的执行时 转眼间便是半年时间过去 时间很快来到蓝星历 新纪元2028年7月 在苏醒刚举行完 第三场拍卖会后的几日 收到了红月的神域传音 传音的内容是 他即将复活 蓝星及附近的小世界 也是时候一主了 苏醒收到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离开了空无界 朝着蓝星所在的方向赶去 在虚空中赶路一周之后 苏醒确定周围并没有危险后 变化为了本尊模样 并又赶路了三天 才暂时停下了脚步 此时 苏醒距离蓝星 只剩下一周左右的路程 终于到了呀 接手蓝星的时刻 苏醒新朝澎湃 只要从红月手中 接手回蓝星 苏醒将再无后顾之忧 起码 他的家人朋友 甚至整个蓝星的人族 都不用再担忧一族之灾了 届时 苏醒天下之大 无论在哪 都有容身之地了 不过 在正式接手蓝星之前 还需要一些准备 苏醒将目光 苏醒的实力 再次有了不小的进步 姓名 苏醒 年龄 27岁 职业 修仙者 修为 太乙金仙三重 巅峰 大巫断体 绝地七层小城 天元神术三百丈 功法 如意观想图 罗天化先诀 正一福气诀 大巫断体诀 周天观心法 小城 天赋 三千道体 寂灭圣体 吞天是地 永恒不灭体 空间圣体 单圣 千换 天地为阵 五行圣体 一行 先天道体 空灵根 大气晚成 不讲武德 技能 阴阳回天 小城 虚空一剑 大城 世界之力 灵域 四十二万里 炼丹 无上大宗师 炼气 无上大宗师 阴阳五行仙暴术 小城 五行仙暴术 圆满 神冬玉灵术 圆满 神石八百万里 天人境 护体健刚 八千一百 八千一百 正道 大宗师 修仙术法若干 大道感悟 雷之大道 第六境小城 五行大道 第六境 剑之大道 第六境 素之大道 第六境 力之道 第六境 命运大道 第六境 因果大道 第六境 空间之道 第六境小城 沙之大道 第六境 阴阳大道 第六境 剩余能量本源 十亿八千七百六十九万 剩余模拟次数 五次 这半年以来 苏醒几乎每过一个半月时间 便会外出一趟 在安全的地方变化为本尊 随后将储存的 模拟次数用镜 半年来 共计模拟了十九次 苏醒的实力提升 也不可谓不大 练气修为 从太乙二重后期 提升至太乙三重巅峰 太乙之境 越往后提升的难度越大 苏醒卡在太乙三重巅峰 已经两次模拟 估摸着下一次模拟 也能突破至太乙境线中期了 届时 苏醒的实力 又有不小的提升 练体修为方面 苏醒的大乌断体绝 早早地突破至小城 体内的天元神术 也终于提升至 除此之外 半年时间 苏醒的神通术法 也有不小的提升 集合阴阳五行大道 苏醒推演出的 神通阴阳回天 和阴阳五行先报数 都从入门之境 提升至小城境 炼丹 正道方面 苏醒皆有提升 而进步最大的 是苏醒对于灵域的运用 在十多次模拟的积累下 苏醒的灵域范围 提升到了惊人的42万里 除此之外 早在三个月之前 苏醒对于空间大道的感悟 也迈入了第六境小城 如今 正稳定朝着空间大道 第六境大城迈进 天赋方面 苏醒多出了 三个红色级别的天赋 三千道体 寂灭圣体 以及吞天是地 三千道体 红色神话及天赋 你对于大道 拥有惊人的清和力和悟性 体质特殊 能够同时容纳诸多大道 寂灭圣体 红色神话及天赋 阴阳二分见生死 于寂灭之中 你对于生死大道的悟性 大幅提升 吞天是地 红色神话及天赋 你拥有惊人惊叹的消化能力 能够吞噬一切蕴含能量的物质 并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上三个红色天赋 是苏醒半年来新抽出来的 其中 三千道体和苏醒之前 拥有的先天道体 有一定互补作用 在两大道体的加持下 苏醒对于大道的悟性 又有不小的提升 同时 三千道体 让苏醒具备了同时容纳 更多大道的资质 原本 苏醒同时掌握十条大道法则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想要领悟更多大道 花费的时间几何倍数增长 而拥有者天赋后 苏醒参悟多条大道的难度 降低了不止一筹 苏醒抽到的第二个红色天赋 寂灭圣体 也极为不俗 死亡 生命大道 是这高大道 真正的顶尖大道 拥有这一天赋后 苏醒之后 参悟这两条顶尖大道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最后一个红色天赋 吞天弑地 买是苏醒之前 金色天赋吞天的尚未天赋 拥有吞天弑地之后 苏醒炼体修行更加顺畅 大乌断体绝的提升速度 起码提高了五成 毕竟这天赋 能让苏醒从各类天才地宝 和血肉精华中 汲取更多的气血 壮大自身 当然 苏醒也曾试过吞噬一座大山 亦或者是大片的土地 的确有效果 能让苏醒的肉身微弱增长 但吞下一整片延绵千里的山脉 效果甚至不如 一百斤二级神奇的血肉精华来得实在 毕竟 无论是能量的纯净度 还是质量 两者都不可比较 不知不觉间 我身怀的天赋也有五十六道了 各种天赋的加持下 如今的我堪称是真正的数字怪物 苏醒面带自信的神色 虽然修为尚未迈入太乙精卿中期 大乌断体绝也精精小成 但苏醒有把握 他如今的整体实力 绝对达到了太乙真人层级 也就意味着 世间的太乙精卿能胜苏醒的 也不过寥寥五十人 即便算上大罗精卿 苏醒估摸着自己的战力 在人族中也稳稳能排到六七十名了 之所以有如此自信 自然是因为灵狱 如今 苏醒灵狱对自身的加持 能够让苏醒将空间大到 提升至第六境大成 并且维持一个时辰以上 在灵狱加持状态下 苏醒瞬息迈过亿万里距离 都不是虚言 半年时间 实力整体迈了一个大台阶 如此提升 所付出的代价 自然也是不小 苏醒喃喃道 看了一眼剩余的能量本源 十一八千七百万能量本源 甚至比半年前 还要多出一亿不止 但这半年来 苏醒先后进行了两次拍卖会 拍卖了三亿猎魔炮灰 再加上一族的第二笔血肉精华道账 一共近五亿能量本源到手 如此 半年来苏醒 花了接近四亿能量本源 才有如此提升 则则 等卖完了所有的猎魔炮灰 到时候就没有这么多能量本源入账了 剩下的能量本源 恐怕还不够我练体 练气双双破入大罗金钱 不过好在 红月计划也已经开始执行 若是成功 又将有一大笔能量本源到账 半年前 苏醒就开始偷偷往外放出消息 新晋的猎魔之主 也就是苏醒 和一代红月乃是至交 两者之间多有交易往来 而猎魔之主 也将在红月复活之后 派出五千万猎魔大军支援 如今 半年时间过去 红月也即将彻底复活 苏醒不知晓现在的杀戮之主 二代红月是否知晓了这一消息 不过苏醒想要的 自然是两代杀戮之剑斗争计划 届时 苏醒也能想办法 从二代红月手中获取好处 不说三十亿能量本源 哪怕是十亿 苏醒也大为满足了 半年时间的沉淀 除了本尊实力提升之外 同样关键的是猎魔马甲 对空间法则的领悟 苏醒嘴角上扬 在半年内 二十余次模拟之下 苏醒借助海量的信仰之力 将空间法则 已经提升至第六境小城巅峰 距离第六境大城 只有一步之遥 再来一次模拟 空间法则就能破入第六境大城了 届时就能够将整个蓝星收入一空间之中 迷惑住红月了 顿了顿 苏醒喃喃道 当然 我也想试试 半年时间过去了 我距离红月之间 还有多少差距 还剩下五次模拟机会 在见到红月之前 全部用掉吧 苏醒默念道 开始模拟